蓝星、龙国、避暑室 四十多坪的小房子里 一名二十七八岁的男生正在刷着斗音视频 杨凡已经毕业几年 眼看奔三了还是一事无成 妥妥的屌丝一眉 父亲由于重病 在四年前撒手人寰 母亲改嫁重新组建了家庭 妥妥的爹死妈嫁人 个人雇个人 从野鸡大学毕业后 他就过上了自己养自己的日子 手机视频中是一名长相清纯可人 年龄不大的漂亮女生在活泼的跳着极乐净土 杨凡看得非常专注 不禁感叹一下 真羡慕网络上那些大哥呀 他心里清楚 女主播再好也是别人的 跟他这个穷表丝没有一毛钱关系 所以还从来没有往里面冲过钱 属于长期白嫖系列 这时视频上这名叫沙沙少女星 等女主播异曲跳完停了下来 开始与直播间的水友们互动 家人们 沙沙是一名跳舞主播 喜欢沙沙的给点点关注 加下粉丝团吧 这女主播是杨凡今天才发现的一个小主播 直播间只有几十人在看 粉丝数不到十万 跟那些大主播没法比 但看得出他很努力 已经连续跳了快一个小时 于是杨凡随手点了个关注 谁知主播立马给予反馈 只见他面带笑容的喊道 感谢 办事逍遥 的关注 非常感谢 哥哥可以加一下粉丝团吗 只要一毛钱哦 支持一下沙沙吧 咦 仅仅是点了一下关注 就被点名了 这是杨凡没有想到的 主播这操作 让他增加了一些好感 没错 那个叫办事逍遥的 就是他 听见美女主播 颇为期待的语气 他忍不住点了一下礼物栏 结果看见上面显示的数字零 无奈地笑了笑 没冲过钱的他 连一毛钱的粉丝团都加不起 加入粉丝团的话 发言时 沙沙可以第一时间看见哦 喜欢沙沙的家人们 都支持一下吧 杨凡见小美女 还在求粉丝团 想了一下后觉得 加一个也无所谓 反正没多少钱 于是直接绑银行卡 充了一块钱进去 反手加了粉丝团 大冤种系统开启 从获得本系统起 宿主将变成大冤种 对综合颜值80分以上的异性 产生消费行为时 可以得到反线 大冤种系统反线的资金来源 绝对安全 宿主可以放心使用 杨凡听见脑海中 冰冷的声音就是一愣 靠在床上的他 赶紧朝四周看去 发现家里一切正常 并没有人后 陷入了猛逼状态 系统 我刚刚获得了个什么系统 不是吧 真有这种小说中的事情发生 他赶紧坐起身来 激动地说道 系统 统哥 你爱的宿主啊 给点反应行吗 然而 无论杨凡怎么呼叫 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让他一度认为 刚刚自己是不是产生了幻听 就在这时 他眼前突然出现一片 透明的数据 宿主 杨凡 反线等级 一 反线比例 一比一 有效消费 零 一元 可反线 零元 反线要求一百以上 看见这些 让他彻底激动起来 狠狠地掐了自己的大腿一把 不是做梦 不是做梦 这下发财了 统哥 统爷 谢谢你选择我 我感谢你全家 已经激动到 有些语无伦次的他 过了好一会 才稍稍冷静下来 这也不能怪他 主要是穷怕了 虽然还不是很清楚 这个系统的具体功能 但身为一名网文扑街作者的他 知道 只要是系统加深 绝对是天大的好事 何况他还记得 系统之前说了什么 资金来源绝对安全 让他放心使用 基本可以确定 是神豪类系统 无奈的是他看了半天 也没有看见任何资金 银行卡 微信 支付宝里 也没有多出钱来 仔细想了一下后 好像有点明白了 这个系统的意思 应该是自己消费在 80分以上的钱 可以返现 暂时是花多少反多少 并不能赚钱 即使如此 也不影响他满心欢喜 在自己不花一分钱的情况下 可以满足神豪梦 也是相当舒服的 何况升级以后 应该是可以赚钱的吧 这样看来 自己跟真正有钱人之间的差别 也不大嘛 可以预见 在这个时代 自己将来的日子 简直不要太潇洒 当贯屌丝的他 突然有点自信心爆棚 典型的爆发户心态 杨凡身高175 长相普通 自认为偏帅 毕业后当过保安 送过外卖 做过保险业务员 现在是一名铺街网文作者 人家都说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但这种说法 在他这里无效 生性懒惰的他 当保安嫌工资低 送外卖嫌累 卖保险 又因为脸皮薄 不擅长骗人 导致很难出单 网文还铺街 日子一直过的 只能说饿不死 全身家当 也就银行卡里 躺着的七千多块钱 冷静下来的他 想到给刚刚那个女主播 打赏能返现 于是准备确定一下 再次冲了两次98块钱进去 刷了个1200斗币的跑车 正在跟谁有聊天的莎莎 顿时愣了一下 随后喊道 谢谢逍遥哥的跑车 哥哥大气 杨凡却并没有理他 看见可返现一栏 变成了120 一元时 默念了一句返现 建设银行 23年5月19日 21点30分 宁伟号571账户 收入金额120 10元 余额7399 19元 卧槽 牛逼了 牛逼了 在杨凡看见银行 发来的这条短信后 确定自己是要起飞了 心思也活络了起来 想着自己可以给主播打赏 让主播返钱给自己 这样赚钱的速度 岂不是很快 作为大冤种 宿主不可以用任何手段 找别人要钱或借钱 如果非要做这么丢人的事情 系统将脱离宿主 之前怎么呼叫系统 都没有音讯 一看自己要利用他赚钱 他就跳出来威胁自己 也是无语了 既然系统都这样说了 杨凡当然也不敢实施计划 可不能让系统溜走 于是他直接往斗音账户里 充了6000块钱 装神豪的时候到了 管他的 先豪横一把再说 第二章 女主播 莎莎少女星 啊 感谢逍遥哥的两个嘉年华 莎莎还是第一次连续 收到两个嘉年华呢 哥哥太帅了 爱你哟 没有陆平 好可惜啊 不过没关系 莎莎给你跳支舞吧 哥哥喜欢看什么舞蹈 可以点哦 小美女主播 见杨凡刚刚刷完跑车没多久 接着就是两个嘉年华甩过来 瞬间就兴奋起来 直接站起身 死命比心 他知道是碰上 舍得花钱的游客了 感叹自己好运的同时 也不继续休息 准备用才艺来留住对方 直播间居然来大哥了 看来莎莎是要实来运转啊 酸了 我也好想刷 但看着面前的泡面 还是强忍住了冲动 主播快跳快跳 继续跳刚刚的极乐净土 直播间虽然有近百人 但是说话的并不多 都是默默地看着 杨凡也觉得 刚刚的极乐净土很好看 但还是很怜香惜玉的打字说道 都跳一个小时了 休息一下 PK去 莎莎念了一遍他打的字后 高兴地说道 没想到逍遥哥还是个大暖男呢 感谢哥哥的体谅 那我就去连麦了 去吧 包赢 有逍遥哥这句话 莎莎就有底气了 随后他随即连麦 连到了一个小姐姐 看上去也很漂亮 但是年纪要比他大一些 小姐姐的网名叫小鹿吃不胖 也是一名小主播 粉丝数和直播间人数 虽然都比莎莎多一些 但多得很有限 二人刚刚连上 莎莎就说道 小姐姐你好啊 我是一名跳舞主播 啊 主播你好 我是颜值主播 我们玩玩PK吧 可以啊 惩罚的话轻一些啊 我家里没有什么条件 小鹿说话没有底气 应该是家里真的上不了多少 莎莎想了想 问了一句 逍遥哥 你来定惩罚吧 不用 你随便玩 杨凡现在哪有时间 去想什么惩罚 在两名主播连上后 小鹿刚刚一说话 他就收到系统提示 检查到有效消费对象 咦 他知道 系统说的有效消费对象 肯定是这位 叫小鹿吃不胖的女主播 这代表着 系统认可对方的综合颜值 达到了80分以上 要知道 系统的判定 肯定是抛开美颜滤 这些进行打分的 也就是说 对方绝对是个美女 既然自己给莎莎刷礼物 可以返现 那给这个小鹿刷 肯定也一样 莎莎说话 被对面主播听到了 只见小鹿笑着说道 原来你家有大哥呀 这不是欺负人吗 不来了 不来了 哈哈 他虽然这样说 但是并没有断开莎莎 也知道对方在开玩笑 我们惩罚轻一点 输了就十个深蹲 每蹲一次喊一句 对面上飘最多的大哥 牛逼怎么样 莎莎想留住 杨凡这个大方的游客 所以想让对方有些参与感 他深知 人家花钱来玩 就是来买情绪价值的 所以提议了这个惩罚 小鹿也觉得这个惩罚没有什么 就同意下来 见PK开始 杨凡二话不说 啪啪两个嘉年华甩了上去 直接把对面的血条给干没了 60132 453 感谢逍遥哥的嘉年华 莎莎激动地喊着 谁有闷也在不痛不痒的发言 但是除了管理员号以外 并没有小说中出现的那些 舔大哥的发言 大多都很平淡 主播不是说每天赚两百生活费就下波吗 这下怕是要休息很久了吧 难得看见莎莎这么兴奋 总算是扬眉吐气了 我也刷个热气球庆祝一下 莎莎 多都不说 手塔的任务交给我了 卧槽 这还需要手塔 够优秀的呀 那我也帮忙手塔 哈哈 这边聊得火热 但对面主播也并没有放弃 正可怜巴巴地说着 家人们 对面有大哥 我们肯定输定了 但你们好歹给我来点尊严票啊 血条都看不见了 太惨了 杨凡刷了两个嘉年华后 虽然已经返现 但他却没有继续刷 对面的主播挺和善的 没必要下重手 就这样 PT结束 莎莎以大比分获胜 小鹿也开始做起了惩罚 每蹲下去一次 就大喊一声逍遥哥牛逼 带十个做完 刚刚回到屏幕前 还没来得及说话 就愣了一下 随后尖叫一声 呀 谢谢逍遥哥的嘉年华 逍遥哥牛逼 小鹿给你比心 从来没有收到过 这么大的医药费 牛逼惨了 逍遥哥有时间 也可以来小鹿这里玩 小鹿唱歌贼六 结果他话刚说完 下面的水友就开始吐槽 你唱歌六 你是不是对自己 有什么误解 你唱歌六 我记得 我为了让你闭嘴 足足刷了五个热气球 你还是老老实实的 当你的花瓶就好 唱歌真不适合你 你再敢侮辱我的耳朵 我就敢取关 敢唱歌就取关 小鹿看见下面一片 要取关的威胁声 也不敢再提唱歌这一茬了 但他也很苦恼 本身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大学生 根本没有什么才艺 遇见大哥很难留住 唯一的优点就是长得漂亮 有美颜滤镜的加持 更是提升了不少分 这样才能让直播时 不至于没人看 就很苦恼 但他还是给这个拿家年华 当医药费的大哥 发了条私信 杨凡回到莎莎直播间时 在小鹿的羡慕眼神中 断开了连线 还不带莎莎说话 又见到屏幕中 飘起两个家年华 感谢我逍遥哥 逍遥哥大方 娶一万个婆娘 杨凡听见这个祝福语后 一阵无语 不用想都知道 这个小美女现在是飘了 莎莎确实很兴奋 这才短短几十分钟时间 逍遥哥已经给他刷了 六个家年华 加一辆跑车了 折算成人民币 就是一万八千多块钱 没有加工会的他 拿到手里有九千多 今天一天的收入 比他上个月一整月都多 最主要的是他觉得 杨凡以后肯定还会给他刷 遇上这么一个好大哥 由不得他不兴奋 第三章 懂事的小主播 莎莎虽然只直播了一个月 但对小主播的难处 还是很清楚的 他又不敢乱加工会 都是自己再播 一个月能有几千块 就已经是很好的了 比他惨得大有人在 所以他的目标很低 每天赚两百生活费 但现在他发现自己 好像已经并不满足于 每天两百了 暗自下定决心 一定要牢牢抓住逍遥哥 无奈的是 自己发的私信 对方一直不看 又不好在直播间提醒 他心中装着是 有一搭没一搭的 与谁有聊着天时 啪啪又是两个嘉年华特效 出现在屏幕上 嘖嘖嘖 这逍遥哥是真好气呢 杨凡其实是在研究 系统怎么升级 在系统没有明确表示 如何升级的情况下 他只有猜测 可能跟自己花钱数量有关 所以他开始不断充值 嘉年华 反线 充值 这时已经刷了八万多 成功把莎莎送上了小石榜 直播间也引来了不少谁有 看着首次达到一千人的直播间 他在莎莎的心里 已经毫无疑问是个土豪了 谁有门也提出了疑问 这个逍遥哥不会是工会号吧 你傻呀 莎莎都没有加工会 哪个工会号会给他刷 有这钱买点好东西 孝敬父母不好吗 干嘛要给主播刷 有钱人不至于缺女人吧 你怎么知道 人家没有孝敬父母 再说了 刷礼物也不一定就是对主播有想法 你看那些给大主播 几百万几百万刷的大哥 人家刷这么多 难道就是为了这点破事 有道理 几百万我可以玩几千个了 土豪的世界我们理解不了 这时莎莎也说话了 家人们不要瞎猜 主播没有加入工会 也没有人找主播带货和广告 逍遥哥是真正的大哥 那主播还不赶紧抱住大腿 机会给你了你还不珍惜 我算了算 逍遥哥一共刷了八万多块钱的阴浪 主播至少能拿四万吧 这收入简直牛逼 卧槽 你不说我还没有注意 当主播这么赚钱的吗 一天都快顶我小半年工资了 明天就是五百二十 逍遥哥刷这么多 不会是想让主播陪你过吧 好白菜又要被有钱人给供了吗 我酸了 没有这个打算 莎莎是天府省的人 虽说算是邻居 但也离自己有断不近的距离 随后他又让莎莎去PK了几把 没有遇见什么大主播 每一把都是两个嘉年华敲定胜局 令莎莎和直播间谁有疑惑的事 之后的PK对面主播 并没有获得逍遥哥的医药费 暗想着 难道是因为逍遥哥 对之前的那个小鹿吃不胖有意思 不得不说 对方确实是个美女 杨凡也想 每次都豪横的 拿家年华当医药费 奈何现实是残酷的 之后遇见的主播虽然也看着挺不错 但系统没有提示 也就代表对方并没有达到80分 男的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他傻了才会去刷 现在为止 他今天的消费已经超过10万 系统等级还是没有动静 算了 慢慢研究 办事逍遥 沙沙 跳之极乐净土吧 沙沙 好的 逍遥哥 他现在对杨凡的话非常重视 文言后 开启音乐就跳 还在心里暗示自己 一定要好好表现 所以跳得无比认真 以前杨凡碰见这种级别的美女 是不会去有什么想法的 就比较有自知之明 但现在有了系统加深 于是对着美女上了心 异曲跳完 他说道 走了 明天来看你 啊 逍遥哥要走了吗 大哥慢走 记得看看私信哟 欢迎你明天来看沙沙 沙沙明天下午7点开始直播 见杨凡要走 他肯定不会留 他深知大哥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闲暇时间能来看看自己 给自己投点时 就已经很好了 而且逍遥哥也说了 明天还会来 这就让他很开心 为了抓紧这个一场直播 就给自己刷了十多万的大哥 他也顾不得矜持了 直接在直播间 让对方记得看私信 杨凡发了个OK 又刷了两个嘉年华后 离开直播间 躺在床上感叹了一下 自己今天也算是豪横了一把 看个直播 居然刷了十多万 不过美女 舔着自己的感觉还是蛮爽的 随后他想起私信 看见自己竟然有三十多条信息 大多都是些不认识的 选择性的看了下莎莎和小鹿发的 原来是一些感谢的话 和让他加V 不用多说 直接就将二人的V给加上 其他那些陌生人 怎么有搭理 他平时不爱发朋友圈 设置的一个月 可见却是一片空白 刚刚添加 就通过了莎莎的验证 并且消息瞬间发来 逍遥哥 十分感谢你今天给我刷了这么多 我嘴边不知道怎么说 真的很感谢 见对方明明还在直播 信息却发了过来 杨凡顿时想到了什么 回了句 你不是在直播吗 不会是滴滴代聊吧 过了一会 信息又传来 哈哈 怎么可能 主播都是有两台以上的手机的 我在一边直播 一边悄悄回你信息哦 那你就好好播 有空再聊 杨凡笑了笑 刚刚是想到 以前听说过 有抠脚大汉帮主播滴滴代聊的事情 所以问了出来 随后他躺在床上 脑海中想着系统的事情 当的大冤种 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随着时间流逝 他不知不觉中睡着了 睡梦中 嘴角都带着笑容 第二天 大早上杨凡 就睡到了自然醒 拿出充好电的手机 看了看时间 随后发现几条信息 还有一个转账 是昨天晚上 莎莎和小鹿发的 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莎莎发过来的 一个两万块钱转账 杨凡有些意外的 看了看他发来的信息 第四章 外出烈焰 萧瑶哥 我下播了 开心 萧瑶哥你睡了吗 随后就是午夜十二点整的转账 祝萧瑶哥节日快乐 爱你哟 虽然莎莎知道 萧瑶哥并不在意这些 但这也是莎莎的一份小小祝福 还请萧瑶哥 一定一定要收下哦 转账两万 是需要补全对方的性命的 自己V上的昵称 用的就是本名 这小丫头还挺聪明 也很用心 至于这份所谓的祝福 她肯定要收下 这不是她找别人要的 是别人主动给的 不算违规 将这笔钱转入银行卡中后 本钱厚了很多 达到了两万七千多 因此 对小丫头的好感 提升了不少 她昨天只给对方刷了十多万 对方却大方的 发了两万转账给她 让她对主播这行业 有些改观 但昨天刷的 可以说是系统的钱 今天这两万 却是实打实的属于自己 那能一样吗 虽然她心如明镜似的 知道莎莎这番操作图的是什么 但她压根不在意 相反还暗暗决定 今天给这小丫头多刷点 回心她不敢暗示 对方继续给她转账 对于系统她很珍惜 连鞭都不愿意去擦 祝福收到 吴莎莎今天起得很早 因为昨天遇见一位慷慨的土豪 给她刷了很多钱 多少有些亢奋 夜晚迷迷糊糊地醒了几次 天亮后怎么也睡不着了 发现手机震动后 她蹭的一下坐起身 快速拿过手机 果然是她期待之人发来的信息 虽然只有短短几个字 但她脸上却露出了笑容 因为逍遥哥将她的转账收了 经济条件不算好的她 昨晚还在纠结 到底是发五千二百还是两万 因为五千二百她拿得出来 但觉得有点拿不出手 两万的话她需要去借 或者是某包某团上面去带 为此她询问了自己的闺蜜 得到的答案和她心中所想一样 舍不得孩子套不到了 闺蜜说 别人一次直播就给你刷了这么多 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你得学会把握机会 两万块钱对这种土豪来说算个屁 人家还不一定会收呢 你应该做的事 祈祷人家收下 只要收了你的祝福 这种土豪会拆什么 吴莎莎觉得特别有道理 一咬牙贷款发的转账 现在看见杨凡真的将钱收下 她十分开心 小姚哥你起这么早啊 信息发出去 等了好半天也没有得到回复 莎莎对着屏幕堵起了嘴巴 另一边 杨凡并不是没有看见信息 就是单纯的不想回 她心里想的是 以前秒回的事情干多了 像舔狗一样 无一例外 全都没有什么好结局 现在咱的身份不一样了 怎么可能还去往舔狗的方向发展 要舔 也是让别人来舔自己 她洗漱完后 想到今天勉强算的情人节 或许可以找个一心一起过 她跟前女友分手 也有断日子了 分手的原因就是因为穷 对方经常劳道闺蜜的男朋友 怎么怎么样 对女朋友如何如何好 杨凡对女朋友 经常拿她去 其他男人比较有些接受不了 自尊心作祟之下 两人闹过不少次矛盾 甚至吵架 之后 前女友去外省玩了段时间 回来就把她甩了 她心里猜测自己 估计是被绿了 但这些对她来说已经不重要 她现在正想着的是 今天应该跟谁过 出去好好玩玩 顺便蹭蹲打餐 但想了一圈后 放弃了 她的异性朋友 本来就不多 基本都是朋友的老婆 或者女朋友 即使有两三个单身的 颜值也是硬伤 绝对不达标 她总不能花自己的本钱 去过节吧 随即她眼睛一亮 看见一个公众号 这是之前在斗音上 发现的一个陪玩软件 就是花钱请女性陪玩 可以是逛街 吃饭 看电影 也可以是喝酒 蹦迪 KTV 按小时收费 下单后 他们就会像女朋友一样 陪着你 但不能做太亲密的动作 属于纯绿色的 当然 绿不绿色的 也是软件上的介绍 实际是什么样 杨凡也没有见过 或许价格到位 就不绿色了 也说不定 上面的小姐姐照片 和基本介绍 看上去倒是不缺乏美女 80分以上的 应该找得到 当时觉得有点意思 就关注了 但后来发现 收费并不便宜 很不划算 所以从来没有点过 现在她今非昔比了 打算试试看 点进去后 全是美女的各种生活照 瞬间就来劲了 不厌其烦地慢慢挑选着 直到选中一个 昵称叫瑞瑞的 她觉得第一观感最好 直接去看起了 对方的其他照片 和一个视频 确实不错 光看这些 对方绝对是一个 不择不扣的美女 只要真人不要差的太多 就绝对能达到80分以上 基本信息上写的是 年龄19 身高168 体重52公斤 死 可以可以 虽然自己大了 对方近10岁 但她表示不嫌弃 看了一眼家目表 除了线上游戏以外 就只有逛街和吃饭最便宜 每小时198块 喝酒唱歌什么的 达到了398一小时 只点了一小时吃饭 和一个小时逛街 一共两小时 对方很快一接单 虽然今天是情人节 但会点他们的人还真不多 首先知道这软件的人不多 其次避暑是 才看看达到二线城市的尾巴 还是收入低消费高的那种典型 富裕的人真不多 月薪一万 就能秒杀全是80%以上的人 这种纯绿色的这样收费 能有多少人点 不知道去足疗或者会所 所以 他们还是比较闲的 大多数都是学生兼职 有单就接 没单就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杨凡一直注意着渊种系统 随时准备退单 直到看见反线后 才松了口气 这代表着对方的综合颜值 达到了80分以上 要是没有反线的话 他只能赶紧退单 不然钱就打水漂了 没什么好说的 换上一身阿迪套后 直接出门去洗头 高档品牌的衣裤 他确实没有 但阿迪耐克还是买得起的 陆陆续续的也买了几件 一切就绪后 他打车去到约定地点 立新名店门口 刚刚下车系统的提示音就响起 检查到有效消费对象 是否查看信息 杨凡看着一名长相靓丽 打扮时尚的美女 从自己面前走过 再看看他挽着的男人 心里一阵无语 第五章 JK女孩顾瑞杰 那女的确实长得挺好 但自己也不至于突然跑去 跟人家说自己想给人家花钱吧 确定他旁边那男的 不会打死自己 不过系统这次多给了自己一句话 就是问是否查看信息 出于好奇心 他心里默念查看 姓名 李娜 年龄 27 身高 161厘米 体重 46千克 综合颜值 81 数字 77 亲密度 零 与宿主并不认识 亲密达到一定程度 可获得奖励 77 这怕是刚开始做生意的吧 也不一定 万一真就是交的男朋友比较多呢 算了 不去管他 最重要的是 能看到对方的状态 这就给了他满满的安全感 至于亲密度高了 可以获得奖励 这个不错 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奖励 倒是系统 这里是市中心 又是个大商场附近 综合颜值80分以上的美女 肯定不会少 你不会每遇见一个 就提醒我一次吧 但又无法跟系统沟通 这就有点苦恼 杨凡摇了摇头 往立新名店的大门口走去 远远的就看见一个妹子 站在大门侧面的台阶上 好像是在等人 之所以 会第一眼就发现 没办法 对方高挑的个子 和唇欲的打扮 太吸引眼球了 走近后发现这个妹子 乌发如漆 肌肤如玉 美目流畔 瓜子脸上画着淡淡的妆容 呆呆的样子 流露出一种说不出的清纯 身穿一套JK制服 上半身是胸前 带有红色领带的 白色短袖村衣 下半身是九红色格子短裙 配小白鞋和黑色长筒袜 将笔至白嫩的长腿 衬托得十分诱人 以至于很多路过的异性 此时就是三个字 选对了 果然是一分钱一分货 还是蛮值的 检查到有效消费对象 是否查看信息 是 姓名 顾瑞杰 年龄 19 身高 168 体重 52 综合颜值 87 数字 98 亲密度 0 这样的好白菜 远就已经被两个畜生拱过了 你们这些天杀的 19岁的美少女 就这样成为代号二了 不过回过头来想 已经算是还不错了 杨凡表示 不嫌弃 她淡定地走到妹子面前问道 你是瑞瑞 女孩也注意到了她 紧紧打亮了一眼 顾瑞杰 亲密度 10 why 震动得杨凡一阵猛逼 你他妈看我一眼 就简实的亲密度 是几个意思 自己长得虽然说不上多帅 但也肯定不丑吧 绝对是看我年纪 有点大才减的 与颜值无关 她在心里自我安慰着 女孩面带礼貌性 微笑说道 对的 你希望我如何称呼你呢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 我都会用你喜欢的 昵称称呼你 当然 太过分的 我有权利不接受 咦 服务还不错 减轻密归减轻密 但态度还是很好的 对方所谓太过分的称呼 应该是说 爸爸和主人什么的吧 我比你大不少 称呼我哥哥吧 顾瑞杰文言 心里明显松了一口气 勉强能接受 好的哥哥 我们现在是先去吃饭吗 嗯 旁边有一家西餐厅还不错 走吧 吃西餐 顾瑞杰明显一愣 要知道 按照合约 两人在一起的消费 全都是由客户负责的 居然带自己去吃柜的 但对方既然都这么说了 他肯定也不会拒绝 人家花钱点单了 吃什么 当然是人家说了算 于是就跟着杨凡走了 周围的人见状 都显得有些疑惑 不断地问自己输在哪了 有的甚至觉得 自己抓住了密码 那就是 遇见美女 一定要大胆搭讪 期间 顾瑞杰因为工作原因 虽然对杨凡的感官并不好 但还是时常 微笑着与其聊天 很快 二人就进入了西餐厅 欢迎光临 两位这边请 在服务员的带领下入座 因为系统的原因 杨凡不敢点单 但却淡定地说道 想吃什么随便点 多点一些 顺便把我那份也点了 说完他开始假装玩手机 正在看菜单的 顾瑞杰文言有些意外 随即想到 对方可能是想体验一下 女朋友帮忙点菜的服务 也就释然了 好的哥哥 随后 他只点了牛排 沙拉和甜点 每样两份 并且还是中低当价位的 随即告诉杨凡点好了 杨凡赶紧出言阻止不够 多点一些 服务员去给他介绍一下 鹅肝和鱼子酱什么的 开玩笑 自己是出来蹭大餐吃的 你点的都是些什么玩意 虽然心里知道 对方是想给自己省钱 也不知道 是出于职业道德 还是心善 但心里的好感 还是不自觉地涨了一些 唉 顾瑞杰文言 瞪着无辜的大眼睛看向他 显得有些意外 杨凡微笑地说道 我知道你想给我省钱 但这点小钱我还是付得起的 尽管点 他就不信不点酒的情况下 两个人还能吃超过两万七 只要超不过 那就是酒牛一毛 顾瑞杰心里嘀咕着 这货怕不是 想套本仙女吧 他也不是第一次接单了 之前的顾客见到自己后 无一例外都是大献殷勤 但大多都仅仅是口嗨 像这货这样豪气的 倒是一个都没有 他很清楚 会点他们的 基本都是到来不去的屌丝 太穷的 舍不得花点赔完 太夫的身边 根本不缺美女 干嘛要点个假的 所以 别看他们 对顾客表面笑嘻嘻的 实则心里全是MMP 压根就看不上 这些点赔完的客户 除非长得特别帅 不然屌丝 怎么可能配得上仙女 但杨凡刚刚的态度 多少让他有些疑惑 难道是想打肿脸装胖子 在本仙女面前装装逼 这一下他反而来劲了 笑容更甜了几分 好吧 哥哥 那我再点一些 点 顾瑞杰开始网贵地点了几个 又改了改之前的 随即满意地点了点头 哥哥我点好了 你看看 第六章 豪横的商场之旅 杨凡摇了摇头 不用看 服务员 就这样上吧 服务员应了一声后问道 请问二位要点酒吗 我们这里有几款红酒 很不错的 他见这桌的男士很豪爽 想推推红酒 这样他也能拿到一笔提成 杨凡还没有说话 顾瑞杰就看向他说道 哥哥我不喝酒的 你想喝的话 我帮你点一瓶 那就不用了 随即服务员退下 二人不嫌不淡地聊着天 很快就开始陆续上菜 杨凡只说了一句 别客气 就自顾自地开始吃起来 顾瑞杰当然也不会客气 这样的大餐他 还是第一次吃 现在不是装矜持的时候 半小时后 桌上的食物 被二人消灭得差不多了 杨凡起身去买单 供销费8266 跟着过来的顾瑞杰 心里还在想 自己会不会下手太狠了 却见对方眼睛都不眨 就把卡刷了 这买单的样子 有点帅爱 顾瑞杰亲密度加时 买完单的杨凡一愣 这是把之前这样的好感 长回来了 随即心里笑了笑 是拜金女无疑 这就挺好的 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看向顾瑞杰说道 走吧 逛街去 二人一路上回头率不低 这当然跟杨凡没有多大关系 正因为如此 反而让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 很快进入了利新名店商场 当看见LV专卖店后 杨凡提议道 走 我们进去逛逛 顾瑞杰文言吐了吐舌头 但没有发表什么意见 乖乖地跟了上去 欢迎光临路易威登 请问先生女士有什么需要 我可以给你们推荐 营业员面带微笑 显得很客气 事实上 这种店的培训比较严格 狗眼看人低 出演讽刺顾客的事情 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 在这里 杨凡可不敢太豪气 毕竟卡里金额有限 于是说道 我们先看看包 好的 二位这边请 杨凡在看包的价格时 心里松了一口气 价格大概在六千至三万之间 大多数都买得起 这些应该算是普通版 贵重的不在这个区域 这时他发现 顾瑞杰的注意力 停留在一个包上 眼睛忽闪忽闪的 这种情况他怎么会不懂 看了一眼价格 两万三千 不错 不错 他缓缓走到妹子身后 轻声问道 喜欢吗 顾瑞杰转身看向他甜甜一笑 这个包好漂亮 就是太贵了 杨凡直接对业务员说道 这个包我们要了 开单吧 此言一出 顾瑞杰和营业员都是一乐 这连看都没拿出来看就买了 但营业员瞬间露出笑容 好的先生 顾瑞杰见自己表示喜欢后 杨凡就要买下来 显然有些疑惑 他可不会自恋地认为 对方是买来送他的 毕竟他只是个线下陪我而已 哥哥你要买包送人吗 杨凡微微一笑 买来送你 你不是喜欢吗 唉 顾瑞杰瞪大了眼睛 满脸不可置信 送 送我 这时杨凡已经跟营业员刷卡去了 主要是不刷不行 不返现的话 没钱买其他的 只留下一脸猛逼的 顾瑞杰在风中凌乱 带杨凡拿着包回来递给他 现在他属于你了 小美女傻傻地接过包后 心里还没有平静下来 这家伙居然真怂 这 这绝逼是想炮我吧 不过花钱确实是挺大方的 刷卡的时候也是真的帅 应该挺有钱的 或许勉强能配的上本仙女吧 呸 想什么呢 八字还没有一撇 先收下放在鱼塘里 当条超高质量的鱼吧 顾瑞杰轻力度加实 因为身材和颜值都很高 所以想追他的异性不守 但这么给他花钱的还是独一份 所以不可能直接拒绝 想通关节后顾 锐杰装作有些局促不安 哥哥 这么贵重的东西我怎么能收呢 你还是拿回去吧 说着还故意将包往杨凡这边递了递 杨凡心里直翻白眼 要不是见你亲密度瞬间涨了十点 我可能还真就信了 我送出去的东西就没有拿回来的道理 你要是不想要就把它丢了吧 拿回来系统就不返现了 我傻了才往回拿 顾瑞杰文言有些吃惊 这口气也太大了吧 神特么的不想要就丢了 这可是两万多呢 这时杨凡又喊营业员拿出来另一个包 也是两万多对顾瑞杰说道 我觉得这个包也不错 可以换着呗 你看看喜欢吗 听这口气 还要给我买 喜欢当然是一万个喜欢 但这能说吗 哥哥 有一个就够了 你别破费了 杨凡毫不在意的说道 没几个钱 今天就是来消费的 大过节的你可别扫兴 说到这里 他顿了一下 看向旁边的营业员 开单 营业员小姐姐 见此情况暗暗扎舌 这是别人都说不要了 还在应送啊 人家也好 想要一个同款男朋友 随后 看向顾瑞杰的眼神 满是羡慕 顾瑞杰亲密度加五 顾瑞杰表面上说不要 但亲密度却很诚实 心里却在吐槽 就算是来消费的 可你光给我消费 算是怎么回事 我也知道是过节 但五百二十这节日 好吧 我俩好像勉强也能过 虽然这次亲密度只涨了五点 但杨凡幫并不在意 能涨就行 积少成多吗 随后他又带顾瑞杰 去其他店逛了逛 买了一些衣服和化妆品 本来还想去买首饰的 顾瑞杰却死活不去了 他承认 他多少有些被吓到了 这都花了十多万了 确实不好意思再收 要不是杨凡其他方面 看着挺正常的 他甚至会怀疑 这家伙是不是有点什么大病 一路上一样东西 没有给自己买 倒是给他买了一大堆 但又不得不感叹一句 被人用钱砸得感觉真不错 经过这短短两个多小时的相处 顾瑞杰的心态 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与杨凡的亲密度 也达到了三十三 杨凡也发现 亲密度长得慢不说 好像还有点长不动了 这么看来 这妹子虽然败金 但还是很有底线 并且会真心的要求 不逛 倒也算不上彻底的捞女 于是就准备 结束商场的旅程 那好吧 不逛了 第七章 我不是随便的人 顾瑞杰见杨凡同意不逛 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哥哥 我先把东西放回家 然后我请你吃顿饭好吗 杨凡只点了两个小时的赔完单 时间早就过了 但是妹子绝口不提这事 他见两人现在大包小包的提着 确实不太方便 于是就同意了下来 两人在等车时 妹子好奇的问道 哥哥你没有开车来吗 他现在已经完全确定 杨凡是个真正的有钱人了 对方有个豪车什么的 他真不会感觉奇怪 但他们现在却是在等网约车 杨凡文言两手一摊 我还没有驾照 等过段时间再考虑买车 车 我特么就两万多块钱买面包车吗 这玩意开起来太掉价了 坚决不买 顾瑞杰恍然大悟 原来是这样 二人很快来到财经大学附近的 一处普通小区 下车后 顾瑞杰不好意思地说道 哥哥 我租的房子就在这里 东西太多了 能麻烦您一下吗 走吧 杨凡没有意见 提着东西就往前走 房子两时一听 看上去还不错 特别是妹子的房间布置得很温馨 也很整洁 看得出是一个很爱干净的女孩 这也正常 要是房间比较乱的话 妹子估计不好意思 让自己跟着进来 顾瑞杰放好东西后 心情非常愉快 笑着说道 哥哥你先休息一下 我给你倒杯水 片刻后 拿着水杯坐在床上的杨凡问道 你是在这附近的财经大学读书吗 顾瑞杰紧挨着他坐下 对的 我在这里读大一 不想住校 就跟闺蜜在这里 合租了这个房子 大学生这么闲的吗 还有时间做兼职 大学还是很自由的 我不但兼职线下陪完 还兼职做模特呢 杨凡将目光放在妹子身上 细细地打量了一下 这身材做模特 确实很合适 顾瑞杰见杨凡略带 轻悦性的目光 不但没有觉得不好意思 反而还暗暗窃喜 谢谢哥哥夸奖 你是做哪方面的模特 基本上都接啊 但一般只有KTV和酒吧开业 或者做活动什么的 会找我们 车磨这些 很少会要兼职的模特 很卷吧 谁说不是呢 经常一两个月 都接不到一次业务 不过没关系 反正是兼职 能赚点零花钱就行了 我要求不高的 嘻嘻 杨凡点了点头 表示理解 还是学生嘛 赚钱绝对不是主要的 哥哥是做什么的呢 顾瑞杰很好欺杨 凡是做什么的 对一个才刚刚认识的女生 可以十多万花出去 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 在今天之前 他是不相信有这种人的 即便是富二代 大多都是不见兔子 不撒鹰的主 觉得钱是给女生看的 而不是给女生花的 对方花钱很大方 绝对是一只优质骨 我呀 我做投资的 我特么会跟你说 我是一个扑街网文作者 哥哥的投资 一定做得很大吧 还好吧 反正钱是肯定花不完的 只会越花越多 死 顾瑞杰听见这口气 直接倒吸一口凉气 好家伙啊 你看这笔给他装的 说杨凡是有钱人 他百分之百相信 但要说钱花不完 还越花越多 他就觉得对方在吹牛皮 顾瑞杰亲密度二 不过想着对方 估计就是装装逼道 也无伤大雅 他还配合地露出崇拜目光 杨凡见到妹子眼睛里的小星星 在听见亲密度减二的提示声 心里直接一阵MMP 天知道他说的是实话 有大冤种系统在身 虽然他只有两万多块钱 但架不住花多少就反多少 是真的花不完 以后等级提升后 反现比例增加 可不是越花越多吗 这就很冤枉 心里虽然这样想 但他表面只是淡淡一笑 我知道你不相信 但这无所谓 妹子听后赶紧摇头 我没有不相信啊 哥哥说的话肯定是真的 我只是觉得哥哥好厉害 嘴上这样说 心里想的却是 本仙女的钱还花不完呢 只要计划着花 钱总归是够用的 但杨凡确实有钱 他可不想给对方 留下不好的印象 打算无脑配合 杨凡也不跟他纠结这种事情 休息的差不多了 我们去吃饭吧 好的哥哥 这附近有一家火锅的味道 挺不错的 我带你去吧 大过节的吃什么火锅 吃大餐去 他说完见妹子脸色有些纠结 瞬间明白是怎么回事 走了 我请 还能真让你请客啊 虽然他知道要让妹子 也为自己付出 才是正确打开方式 但他又不是找媳妇 干嘛费那劲 去玩什么拉扯游戏 花钱砸就行了 简单粗暴 既然可以免费吃大餐 干嘛要去吃火锅 妹子间拗不过他 也就同意了下来 二人花了几千块 去吃了一顿海鲜大餐后 在街上正散着步 这时 顾瑞杰已经主动 牵起了杨凡的手 就像情侣一样 算是给了他一些小甜头 要不是看见亲密度才39 他还真以为 妹子对他动心了呢 这时妹子轻声问道 哥哥 我们现在去哪呢 杨凡玩味一笑 有点累了 去酒店吧 顾瑞杰身体轻颤了一下 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他可没有这么单纯 一男一女去酒店 能做什么 用脚都想得到 但他心里有些排斥 倒不是排斥杨凡 也不是舍不得自己那点纯洁 主要是觉得 两人发展得太快 怕对方得到手 就不知道珍惜 必须要吊着对方胃口 才是对自己最有利的操作 得不到的 才是最好的 直到现在 他想的也只是先养着 杨凡这条鱼塘里的超优质鱼 并没有现身的打算 于是停下脚步 嘟起嘴巴 假装不满地质问道 哥哥把人家当成什么人了 人家在哥哥心中 就是这么随便的人吗 杨凡文言一愣 有些意外地 转头看向对方 亲密度没有动 他有点摸不清楚 对方是在半推半就 还是真要拒绝 要找随便的 我不知道去会所找小嫩魔 此话一出 连顾瑞杰都不得不承认 对方说的有道理 十多万能找很多小嫩魔了吧 顾瑞杰亲密度加一 第八章 想养鱼的小仙女 虽然杨凡的话 让顾瑞杰提升了亲密度 但他就是打定主意 不想让对方轻易得到手 于是气鼓鼓地说道 那哥哥就不应该带人家去酒店 我们毕竟今天才认识 人家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而且 而且 哥哥不应该是先追人家吗 人家也很向往甜甜的恋爱 我追你妹的腿 用钱砸不香 谁费那进去追啊 虽然心里在吐槽 但杨凡也看出了对方是真的想拒绝 今天肯定是打不成伙食了 对方这态度估计是想吊着自己 成为大冤种后 心态有所改变的他 可不惯着对方 直接说道 好 我送你上车 顾瑞杰文言一愣 看了看对方的脸色 并没有看出什么 就很平淡 随即开口问道 哥哥你生气了 我 我只是 杨凡摇了摇头 打断了他的话 没有的是 好了 打车去 顾瑞杰见对方是真打算让自己回去 明显就是生气了 不承认而已 不过他并不在意 他相信等对方气消了 就雨过天晴 反正二人加了微信 送顾瑞杰上车后 杨凡也打了辆车回家 还在车上 手机就响了 哥哥我到家了 杨凡设置消息 免打扰 就懒得搭理了 态度要摆出来 免得妹子过于自信 顾瑞杰回到家后 很开心地 将今天买的奢侈品拿出来 堆在床上翻看 脸上笑容就没有停过 试了两件衣服后 他发现手机没有动静 拿出来见杨凡 确实没有回信息 想了想又发了一条过去 哥哥你怎么不回人家信息呢 你不要生气了好不好吗 等了半天还是没有动静 他想着 应该是没有注意看手机吧 他不觉得杨凡会真的不搭理 他这个小仙女 自己可是给了他机会的 他肯定会珍惜 随即就不再管手机了 继续去欣赏他的奢侈品 一直过了快一个小时 他拿起手机发现 还是没有回信 心里咯噔一下 不会这么久了 都没有看过手机吧 难道是故意不回信息 顾瑞杰亲密度一 这时 他的房间门口 一道声音传来 小瑞瑞在干什么呢 是顾瑞杰的闺蜜间 室友回来了 这是一名 梳着丹马尾的漂亮女孩 顾瑞杰转头 看向他还没有来得及说话 就听见一声尖叫 啊 LV包包 香奈套盒 还有这么多化妆品 小瑞瑞你 打劫商场去了 闺蜜惊讶地跑进去 拿起床上的奢侈品翻看 顾瑞杰看见闺蜜 那震惊的模样 不自觉地笑了起来 珊珊你怎么回来这么早 今天可是过节哦 你难票舍得放你回来 则则则 别给我扯开话题 老实交代 你今天干什么去了 怎么会有这么多奢侈品 关你什么事 好啊 小瑞瑞你居然敢顶嘴 看我不挠死你 名叫珊珊的闺蜜 对着顾瑞杰扑了上去 开始挠痒痒 啊 别 别挠了 我说 我说还不行吗 随后 顾瑞杰将认识杨凡的经过 给闺蜜叙述了一遍 听得闺蜜一愣一愣的 第一句话 就是满脸不可置信地问道 你确定她脑子正常 绝对正常 那就真的有点不可思议了 话说 把这么好的大叔 也介绍给我认识一下呗 顾瑞杰闻眼眼中 闪烁着危险光芒 看向闺蜜 你想得美 你都是有难票的人了 珊珊毫不在意地说道 她怎么能跟超能力十足的大叔相比 反正你也不要 那就让给我呗 肥水不流万人田吗 谁说我不要了 那你还想吊着人家 你当人家和你认识的那些小男生一样 人家这么有钱会缺女人 钱拿给谁花不是花 非得拿给你花 面对闺蜜的鸡连问 顾瑞杰顿时陷入了沉默 难道我真的错了 小仙女应该是不会错的吧 珊珊见她陷入沉思 也就没有再继续说下去 丢下一句 你好好想想吧 你真不想要我可 等着接收 随后离开房间 杨凡到家后休息了一下 就打开逗音 发现莎莎和小鹿都在直播 进入了莎莎的直播间 欢迎我逍遥哥 感谢逍遥哥来看莎莎 她刚一进去 就被正跟水友聊天的莎莎发现 立刻欢呼起来 还是这丫头懂试点 这合法罗莉 今天竟然输了双马尾 身穿一件带猫猫图案的短袖体恤 下身是粉红色布料的超短裤 以及她的标配 一长一短的白丝 可以说是又醇又郁 杨凡笑了笑 直接充值两万七 随后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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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个嘉年华打了出去 感谢我逍遥哥送来的九个嘉年华 哎 家人们在公屏上打一波逍遥哥牛逼 水友们也展开了讨论 还得是逍遥哥 竟然二话不说 先刷九个嘉年华 把莎莎给喂饱 又是羡慕有钱人的一天 ad办事逍遥 话说逍遥哥不去过节吗 竟然跑来看直播 人家逍遥哥 这不是来跟莎莎过节来了吗 拿不计其数的嘉年华 当情人节礼物可还好 这确实比什么礼物都迷人 谁友们正聊着 只见屏幕上又是九个嘉年华打出来 瞬间把莎莎砸上了小翅膀 杨凡今天就是专门来给这丫头刷礼物的 一来作为回礼 二来他想研究下 等级怎么还不提升 心里一直觉得 是消费金额没有到的原因 再次打了九个嘉年华 重新充值成功后 还没来得及刷就听见莎莎说 逍遥哥 有主播连我 接不接啊 接吧 画面一闪 对面出现一个看上去十分性感的美女主播 眼睛画上眼线后 看上去很魅 还点了一颗类质 一件漏肩体绪 肩上可以看见黑色带带 浅色的青纱衣服有些透明 胸前很有料 由于他离屏幕太近 所以看不清楚下半身穿了什么 哇 是一位美女小姐姐呢 哈喽 小姐姐你好啊 名字叫做阿里的主播 首先打起招呼 检查到有效消费对象 系统的眼光永远可以相信 这绝对是一名超过八十分的美女 莎莎也回道 你好 你也很美啊 特别是你的眼睛 真吸引人 谢谢夸奖 看见你家大哥很猛呢 所以我过来认识一下 我们玩一场吧 可以啊 要定惩罚吗 第九章 魅力十足的阿里 二人的惩罚定得很轻 看来对方确实是过来娱乐的 顺便打个招呼认识一下 当他们同时闭卖拉票时 就到了杨凡的表演时间 他刚刚看了对方是一个稍大的主播 粉丝数和直播间人数高了 莎莎不止一筹两筹 半事逍遥 送出嘉年华星号二 半事逍遥 送出嘉年华星号九 莎莎的直播间 顿时被嘉年华的特效覆盖 在杨凡充值期间 对面的直播间也飘起了各种礼物 但距离自己打出的分数 还有一长段距离 所以他暂时没有出手 想等对方追一追 结果一直等了几分钟都没有追上来 导致杨凡有些疑惑 对方是主动连过来的 应该是有一定实力啊 怎么票数涨不动 一直到PK快结束时 对方的血条开始暴涨 他这才明白原来是想偷他 再次甩了九个嘉年华后彻底压制 但他还是快速默念提现 操作充值的手速也加快了不少 等充好后 发现对方并没有追上来 这一轮的票就没有打出去 时间结束 542132 381247 虽然PK赢了 但杨凡也发现了自己的短板 那就是没法连续刷 如果遇见火力很猛的偷他 一轮只能刷两万七的他 速度肯定跟不上 好在他暂时也没有准备跟什么人对刷 玩斗音就是为了升级系统和泡妹子 不行不行 你家大哥太猛了 我们打不赢 对面的主播开麦后 娇称地留下一句话 就老实地开始做起惩罚 这时才看见 他下半身是一条暗红色小短裙 露出洁白笔质的大长腿 就很勾人 为什么又是大长腿 这个问题问得好 斗音上有拉腿特效 所以 不管这些女主播的腿到底长不长 看上去一定是很长的 在这里 你很难找到腿短的女主播就对了 等阿黎回到屏幕前 正准备与莎莎客气几句时 突然看见了嘉年华特效 半世逍遥送出嘉年华星号2 半世逍遥送出嘉年华星号9 杨凡也不拆事 看见惩罚结束后 直接跳到对面直播间 去打了9个嘉年华 阿黎呆了一下后激动起来 感谢逍遥哥送来的9个嘉年华 这不会是医药费吧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贵的医药费呢 再次感谢我逍遥哥 欢迎逍遥哥空闲时 来我直播间晚 我也是一名舞蹈主播哦 面对美女的不断感谢和邀请 杨凡心里还是比较爽歪歪的 主要是 这主播超过了80分 至于是不是医药费 这重要吗 莎莎看见自家大哥 给别人打赏了9个嘉年华 心里有些微微吃醋 主要是这个主播长得确实很勾人 让他不自觉地出现了一些危机感 但他也明白 大哥想给谁打赏 是大哥的自由 自己想绑住大哥是不可能的 搞不好会让大哥不高兴 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毕竟大哥花钱是来买开心的 所以即使吃醋也不敢表现出来 只有更加努力地维护大哥 才是王道 至于线下与大哥见面这种事情 他暂时是没有考虑的 他怕对方万一是个大肚翩翩的地中海 或者是一个糟老头子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会觉得自己可能也没有这么喜欢钱 反正大哥没有提过这个事情 那就能缓就缓 杨凡回到莎莎直播间后 没多久又啪啪啪地刷了9个嘉年华 这操作让莎莎松了口气 看来逍遥哥最最宠的女主播还是自己 看今天这个打赏速度 阴浪数一定会远超昨天 这证明他那个节日祝福的小套路 得到了大哥的认可 不自觉地有些激动起来 杨凡刷完这轮后 想看看这个双马尾合法萝莉跳舞的样子 于是打字 跳舞吧 大哥发话 莎莎当然没有意见 好的逍遥哥 你想看什么舞蹈呢 随便跳 随后莎莎放起音乐身体扭了起来 虽然只是随便扭扭 但还是很诱惑人 卧槽 感觉莎莎双马尾跳舞硬是要得 身为萝莉控的 我直呼好家伙 我双手打字已是清白 我已经结束了 兄弟们继续 这扭的我直呼受不了 别说是水友了 连爆发护心态上身的杨凡都看得目不转睛 刷礼物的速度也不慢 每隔一会时间 就是九个嘉年华拍上去 好在大家都关了特效 毕竟特效哪有美女跳舞好看 时间匆匆流逝 杨凡已经在这里刷了十多万了 莎莎一直在小石榜上 来了很多新游客 但她的冤种等级还是没有提升 问题到底出在哪呢 是消费还没有达到 还是需要多个异性的好感度提升呢 准备研究一下的她 给莎莎说了声 你好好播 我去逛逛 好的逍遥哥慢走 要常回家看看哟 莎莎知道对方 这意思是想去其他直播间玩玩 但她丝毫没有吃醋的感觉 因为今天大哥给自己刷了十多万 早就已经开心的起飞了 她表示 大哥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只要别忘了自己 就心满意足 杨凡退出莎莎的直播间后 看了看自己关注过的很多主播都在线 其中包括被系统判定能反现的小鹿吃不胖 和刚刚的阿里 她打算先去这两美女的直播间玩玩 阿里此时正在与一名陌生女主播打PK 对方的颜值也相当的高 看上去没比阿里差多少 可以说各有千秋 只见阿里激动的喊着 宝子们 都加把劲啊 差距已经不大 只要一个加年华就可以反超 哪位大哥还有存货帮忙推阿里一把 你们也不想看见 阿里因为炫可乐而失身吧 小礼物刷起来 有没有路过的大哥来打把手啊 求求了 就在这时 在外面看了一会的杨凡进入直播间 第十章 舞蹈主播 火车摇 杨凡进去时 阿里并没有发现 还在继续吆喝 快没时间了 阿里求求了 实在是不想炫可乐啊 失身后 肯定是要被警告的 弄不好还会被封 有没有路过的大哥就叫阿里啊 阿里刚刚喊完就呆住了 顿了一下后发出一声尖叫 啊 感谢我逍遥哥送的加年华 哈哈 逍遥哥空降 阿里瞬间感觉自己又行了 因为他突然看见 屏幕上飘起了加年华特效 还不止一个 在看到对方ID名字后 激动之下 不自觉地发出了尖叫 梁凡本来是想给对面刷 然后看阿里失身的 奈何对面的女主播没有及格 阿里没有想到 其他女主播家的大哥 会空降到他这里来救场 毕竟当时 让逍遥哥有空来自己直播间 玩只是客套话 这才没有过多久 人家就真的来了 还帮自己提前杀死了比赛 之前对方就给自己刷了九个加年华 现在又来九个 这要是还看不出来 逍遥哥对自己感兴趣 就白瞎了自己做这么多个月的主播 于是 他心思活络了起来 赢定了 赢定了 逍遥哥真是阿里的大救星 阿里爱你忧 比心 也感谢其他上票的宝子们 爱你们 现在票数已经是 353691 92587 时间没剩多少 提前锁定了胜局 直播间的水友们 也开起了玩笑 阿里可以啊 出去打一场 PK把人家的大哥 都拐来给自己上票 牛逼 难道不是他刚刚做法 喊过路的大哥 搭把手喊来的 不服不行啊 咱阿里的妹公 确实是一绝 这不就是之前 咱们遇见的那个贼猛的大哥吗 我就是那场 PK把存货 都用在偷塔上了 导致这两场 都没有条件 谁说不是呢 主要是偷塔 都没有偷赢 Ad办事逍遥 欢迎逍遥哥 我告诉你哦 阿里跳舞贼待劲 保证你来了就不想走 办事逍遥 是吗 那必须得见识一下 这时 对面的女主播 已经怨赌服输的 拿起一瓶可乐开炫 阿里则高兴坏了 本来这应该是她的惩罚 随后对面的女主播 跑去换衣服 阿里却一直没有挂断 等了好一会 她发现逍遥哥 好像并没有去对面 刷医药费的意思 反而在自己的直播间 跟水友们聊起了 自己跳舞她 当然不会去跟大哥 提什么医药费的事情 又不是傻子 而且 她好像看出来了 逍遥哥并不是有 刷大鹅医药费的习惯 而是看人来的 这个发现 让她十分欣喜 自己之前打输 可是得了足足九个嘉年华 这代表自己算是 比较独特的吧 一定要维护好逍遥哥 如果能将对方撬过来 成为自己的守护大哥 那就更好了 她不知道的是 实际上并不是杨凡 不想给对面医药费 完全是系统不让给啊 别看对面的颜值 看上去与阿黎相差不大 那也只是看上去而已 事实是 对方关掉美颜和滤镜后 根本达不到八十分 这感觉有点诈骗的嫌疑 也不知道对方大哥 看见真容后 会做何感想 阿黎断掉连接 看了看正聊得起敬的 水友们后问道 逍遥哥是想看阿黎跳舞吗 杨凡文言二话不说 直接九个嘉年华拍出去 然后只发了一个字 跳 死 阿黎见状倒吸一口凉气 这大哥果然够豪横 还很有魅力 感谢逍遥哥的九个嘉年华 逍遥哥既然想看 阿黎肯定跳 但不知道 大哥想看什么舞蹈呢 阿黎话一说完 就见下面开始刷屏 火车摇 火车摇 必须火车摇 好 我就是来看阿黎跳火车摇的 我姿势都准备好了 火车摇走起 抽职已经准备好 坐等阿黎火车摇 火车摇加一 火车摇加10086 杨凡本来想点极乐净土的 但看见水友们清一色的 都在说火车摇 这下 他也来了兴趣 要顺应名义 火车摇 阿黎见到杨凡的飘屏 心里想着 得 又被带坏一个 虽然这个舞蹈有点那啥 但是他并不排斥 这算是他最拿手的舞蹈之一 用这个来留住大哥 希望会大增 那好吧 既然都想看火车摇 那就稍等一会 我去换件衣服 杨凡一听 心里大呼专业 居然为不同舞蹈 准备了不同的服装 这确实是相当敬业了 带着满满期待 等了好一会 当阿黎再次出现时 确实没有让他失望 穿了一套 非常适合这个舞蹈的 性感衣服 完美地凸显了 他的良好身材 这阿黎很有料啊 对方的长相 本来就属于那种 很魅的美女 现在换上性感的服装 让杨凡心里 出现一丝异样 阿黎开启音乐后 就往后退 稍微远离屏幕 以便大家能看见全貌 片刻过后 只见他先是妩媚的一笑 随后身体跟着音乐 自然地摇了起来 期间戴上各种的搔手弄姿 配合他那张脸 做出极具诱惑的表情 杨凡顿时感觉有些勾魂夺破 性感的有点过分了 心里直呼 怪不得都想看火车摇呢 这特么确实得劲啊 这也不能怪他 说到底 他得到系统才两天时间 心态还没有完全 从屌丝转变过来 很快一曲终了 杨凡已经开始 刷起了嘉年华 啪啪啪地往上面甩 感谢我逍遥哥 看来逍遥哥 对阿黎的舞蹈很满意呢 喜欢的话 可以经常来玩哦 阿黎还有很多舞蹈 也跳得不错 跳得很好 再来一只拿手的 杨凡说完 又是几个嘉年华拍上去 阿黎见状 心里高兴 坏了 这是真神豪 一言不合 就刷嘉年华 第十一章 小鹿其实也挺可爱 随后 阿黎又跳了几支舞蹈 就开始休息起来 杨凡是看得津津有味 走时又随意打赏了几个嘉年华 阿黎与莎莎 虽然都是舞蹈主播 但有很大的不同 莎莎是纯玉戏 比较擅长二次元宅舞 这种类型的舞蹈 而阿黎是性感戏 跳得最好的是 女团舞和热舞 风格各有不同 用杨凡的话来说就是 都喜欢 她甚至想过 以后有机会 让他们两个互相交流 学习一下对方擅长的舞蹈来跳 这样应该很得劲 在这里待的时间不短了 也差不多刷了十万左右 于是说道 我出去逛逛 在聊天的阿黎 看见这条信息后 正想说些什么 就发现对方已经离开直播间 一阵无语后继续直播 杨凡出来后 看见莎莎已经吓了 但是小鹿还在播 想了想 这个女孩也挺漂亮的 就点了进去 正有一搭没一搭 回应着水有提问的小鹿 在发现她进直播间后 顿时喜笑颜开 欢迎逍遥哥 光临小鹿的直播间 然而回应她的是 半世逍遥 送出嘉年华星号二 半世逍遥 送出嘉年华星号九 感谢逍遥哥的嘉年华 逍遥哥牛逼 小鹿激动得不断感谢 甚至还居上了躬 本来准备下播的她 这是瞬间来的精神 没有才艺 只靠颜值支撑的她 虽然在坚持直播 但却一直没有什么起责 她很羡慕莎莎 甚至是羡慕阿黎 杨凡刷加年华时 一直在飘平 她也看得见 而且 今天的小石榜上 这两位女主播轮流上 所以她知道阿黎 昨天见逍遥哥加她V时 还高兴了好半天 但她发的信息 人家根本就不回 这就很受打击 也想到了 应该是自己并没有吸引到 这位大哥会加自己的V 或许只是出于礼貌 她自我感觉很良好 觉得自己的真实颜值 还要在那两位女主播之上 因为她直播时 美颜开得很浅 从小就是个美人胚子的她 对自己的身材相貌 那是相当的自信 可惜 输就输在自己的才艺 根本拿不出手 有时候 她甚至很反感美颜这种东西 如果大家都不开美颜的话 她相信自己 还是极具竞争力的 现在好了 美颜一开 大家都是美女了 最后只能比拼才艺 这不是欺负人吗 但让她没有想到的是 逍遥哥竟然会突然来 她的直播间 还刷了这么多佳年华 所以表现得很激动 小鹿的眼睛十分灵动 五官长得有些立体 确实是位美女 败比在于 穿着过于重规重矩 谈不上暴露 杨凡看见这个 同样是美女级别 诱惑力却被阿黎和莎莎 甩出一条街的小鹿也是 有些无语 人家才艺主播 都在露肩露腿 露肚脐的各种擦边 你一个颜值主播 穿这么保守 算是怎么回事 这样很难吸引游客吧 想吸引大哥 就更不容易了 但心里吐槽归吐槽 他却不想给小鹿点名 因为对方这样的女主播 也算是一股清流了 总不能非让人家去擦边吧 而且 人家极大可能是知道这些的 只是不愿意随波逐流而已 直播间怎么说 也有一百来人 总有谁有说过这种问题 杨凡摇了摇头后 又是几个嘉年华打出去 看着又开始鞠躬的小鹿 打字说道 行了 别感谢了 你继续播你的 鞠躬时能看得出来 对方的身材 还是很能打的 小鹿文言表情一炷 这是什么虎狼之言 哈哈 小鹿被大哥嫌弃了 你还是老老实实地 做好当花瓶吧 再舔大哥一会 把大哥给舔跑了 小鹿 继续刚刚的问题 如果每周都给你点亮掌管的 是个刚刚离婚的中年男人 怎么办 这种男朋友你也要 还点什么掌管 还要什么自行车 逍遥哥一来 就是十多个嘉年华 这不比点亮掌管相十倍 是啊 小鹿 你看 达到你要求的男朋友 这不是就出现了 小鹿被水友们弄得有些不好意思 大声说道 我警告你们别乱说话呀 一会把我逍遥哥下跑了 你们赔不起 我真的会找你们拼命 我跆拳道可是很溜的 杨凡文言一愣 看了看水友发言后问了句 什么情况 Ad办事逍遥 逍遥哥 你没来之前 我们正在问小鹿 想找个什么样的男朋友 小鹿说 想找一个每周都来 把他掌管全点亮的 Ad办事逍遥 我掐指一算 咱们小鹿是真的想谈恋爱了 就是 就是 咱们小鹿除了唱歌难听点 人还是很漂亮的 小鹿见水友们 越说越起劲 有些急了 你们够了呀 调侃我 我也就忍了 但你们别去调侃逍遥哥呀 我直播间来的大哥 容易骂我 唉 这批粉丝是真难带啊 小鹿你居然嫌弃我 我要取关 小鹿居然敢对我们 不取关他不知道我们的厉害 取关取关 这次必须取关 小鹿让我伤心了 我们明明是在帮你 你居然嫌弃我们 没得说 取关走一波 小鹿见满屏说要取关的水友 瞬间泄气了 随即陪笑道 宝子们别冲动 别冲动啊 咱们有话好好说 都是一家人取啥关啊 犯不着 犯不着啊 随着小鹿不断安慰 水友们才傲娇地表示 原谅他一次 见转位为安后 小鹿直接摊坐在椅子上 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 杨凡觉得 这直播间也挺好玩的 难怪小鹿可以收获一批忠实的粉丝 随即又丢了两个佳年华上去 正生无可恋的小鹿 蹭的一下 从椅子上窜起来 还没来得及感谢 就见到杨凡打字说 不准再谢了 再谢就取关 小鹿的动作戛然而止 目瞪口呆地看着屏幕上 逍遥哥打的那句话 这怎么看 都不像是逍遥哥的口气啊 这么快就与宝子们同流合污了 再多次确认 确实是大哥说的无疑后 小鹿再次摊坐在椅子上 这次不是生无可恋了 而是怀疑人生 之后杨凡又在直播间 待了好一会才离开 一共给小鹿刷了十来万 可把这小妮子给高兴坏了 最重要的是杨凡不让他感谢 只能憋着 现在一离开 小鹿就在直播间 开始又蹦又跳 兴奋的不要不要的 第十二章 大早上的福利 杨凡从小鹿的直播间出来后 看了一眼阿里的私信 就把V给加了 对面秒同意 很快就发来一条信息 应该是已经下播的阿里 正在玩手机 所以才会这么快 逍遥哥你总算加阿里了 委屈 刚看见 今天让逍遥哥破废了 不知道阿里有什么 可以为逍遥哥效劳的呢 杨凡看见这句话 有些发愣 暗想 这美女这么好搞定 什么都可以 后面加了的好色的表情 阿里一看就知道 对方想歪了 脸上顿时出现一抹黑线 老娘是这么随便的人吗 但她可不想得罪杨凡 于是直奔主题 哼 坏男人 阿里是想问逍遥哥 你是不是商家 想找阿里带货 或者打广告什么的 杨凡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对方是这个意思 也难怪 阿里的粉丝数破百万 直播间人气也良好 是一位二线中上游的主播 跟沙沙和小鹿这种小主播 完全不同 所以考虑的东西也不一样 面对杨凡这种 刚刚说上两句话 就突然给他刷了十多万的大哥 不免会去往卖货商 游戏商 广告商方面去想 所以准备问问清楚 杨凡想通关节后回到 我啥也不卖 看见这条消息 阿里心里一喜 啥也不卖 就是玩情怀 这一下是遇见真大哥了 主要是逍遥哥 你触手豪气十足 让阿里多少有点不知所措 才会胡思乱想 大哥可千万不要怪阿里哦 求求了 没事 一点小钱 不必在意 阿里现在心情可以说是相当不错 连之前连续跳舞产生的疲惫 都一扫而空 兴致勃勃地准备勾搭杨凡 奈何他又发了两条信息后 对方却没有再回复 颇有点一拳打空了的感觉 无奈之下 他只能发一条 逍遥哥已经休息了吗 那阿里也早点休息 晚安呦 杨凡倒是没有休息 他是在玩游戏 没有中途回信息的习惯 又不是什么重要的事 就是普通聊天 所以就懒得回了 随后的两天时间 他没有再出去晃荡 白天基本就待在家里马自 因为还在寻找系统升级的方法 所以晚上就去逛逛 逗音的美女直播间 当然 礼物没有少刷 渐渐地 在逗音也有了些名气 他时常将之前的三女 送上小翅膀 导致很多主播和游客都知道 有这么个出手大方的大哥 别以为杨凡每天刷几十万没有什么 事实上 这消费能力 在整个逗音平台上 绝对是名列前谋的 很多比他刷得多的 都是因为玩的时间太久 积累起来的 并且 这里面大部分还是工会号 或者商家号 甚至是已经进去采缝刃机的那种 假冒伪劣产品 像他这样 实打实刷这么多的真大哥是不多的 会打出些名气也正常 他这两天之所以会去马自 是因为暂时还没有研究出怎么升级 觉得稿费还蛮重要的 虽然一个月就几千块钱 但也能不断雄厚自己的可返现本钱不是 可惜的是 仅仅两天时间 他就发现自己想多了 他现在心态改变太大 根本就马不进去子 这两天写出来的东西 可以说是乱七八糟 连他自己都看不下去 无奈只能放弃这个打算 第三天起床后 他照常拿起手机 看见上面有未读信息 随手打开一看 是小鹿发过来的 三个妹子中 最爱跟他交流的 反而是刷得最少的小鹿 即使他不回信息 对方也偶尔跟他分享一下日常 颇有点就算得不到回应 也没关系的意思 图片 JPG 图片 JPG 逍遥哥 这是我自己做的早餐 看上去很好吃吧 都跟你说了我厨艺很溜的 你竟然不相信 杨凡看着图片上的食物 别说还确实不错 起码让他有了些许食欲 但他不接这茬 开启了日常调戏模式 早餐照片有什么好看的 如果你发的是私密照 我想肯定会更美味 呸 流氓 他正准备穿衣起床时 听见手机铃声响起 竟然是小鹿发过来的视频通话 这让他有些疑惑 果断挂掉以后问道 干嘛 抽风 私密照没有 私密的小鹿就有 看不看 这话让杨凡一阵无语 心里还真有一些 想看看这小妮子 要搞什么鬼的冲动 但自己现在刚刚起床 形象方面肯定比较糟糕 所以回了句 等会 他起床后去洗漱了一下 镜子里看了看 昨天做的头发还没有乱 可以的 挺帅 于是随便打理了一下 就将视频通话回播过去 很快就见到一名美女 出现在屏幕中 让他惊讶的是 画着淡妆的小鹿 长相居然跟直播时 没有什么区别 难道这小妮子直播时 是没有开美颜滤镜什么的果然 可以不相信系统的节操 但永远可以相信系统的眼光 这颜值 绝对不在之前见过的顾锐节之下 不单是他惊讶 视频另一边的小鹿 也有些惊讶 原来逍遥阁长这样啊 看着还蛮年轻的吗 杨凡文言脑门上一滴汗流下 仔细看了看 穿着白色体恤的小鹿吐槽道 私密的小鹿呢 在哪呢 把他给我叫出来 哈哈 这不是就在你面前吗 亏我这么相信你 你居然套路我 小鹿文言停止笑容 装作一脸害羞的说道 没有哦 我只穿了一件体恤 还不算私密吗 死 杨凡文言眼睛瞬间一亮 这话明显是在说 下半身没穿啊 这丫头真会玩 嘿嘿嘿 那你倒是手机拿远点啊 我不 好了 私密的小鹿你也看过了 我挂了啊 你敢 动 卧槽 这丫头说完还真的挂了 弄得杨凡心里一阵MMP 其实 在小鹿发视频通话过来时 他就猜测到小鹿可能是在套路她 视频接通后更是直接确定了 对方应该是想看看 他长什么样子 这样做目的他也清楚 这小女子怕是 有了跟他线下见面的想法 他没有要求对方见面 既然对方主动空降 他当然也不会拒绝 而且 他长得又不是见不得人 有什么不敢视频的 所以 就自己跳到了套路里面 第十三章 公交站台的偶遇 另一边的小鹿挂掉电话后 感觉心情还不错 逍遥哥虽然长得普通了一些 但相比起 什么大度便便的中年人 遭老头 地中海什么的 那是要墙上太多太多了 虽然每个女生的梦想 都是高富帅 但高富帅 这玩意比较稀缺 完全是功不应求 至少逍遥哥 占了其中最重要的一项 那就是富 我需要帅吗 需要吗 其实按小鹿的看法 王校长这种类型 属于自带滤镜的人 只要长得不丑 那是会越看越觉得帅的 恰巧逍遥哥也是这种类型 现在回想起对方的样子 再把滤镜一架上 嘖嘖嘖 突然觉得 还是勉强配得上自己的 而且自己 也不一定非要 跟对方发生些什么 杨凡没有猜错 小鹿确实是 有了跟他线下见面的打算 小鹿想得很简单 逍遥哥这几天 虽然都会去直播间 给他刷礼物 但人家 可不是给他一个人刷 刷得多的 有三达三个人 而且 他还是其中 被投位最少那个 他很清楚 在网上 跟其他两个比起来的话 他毫无优势 他最有竞争力的地方 就是线下 因为他是不折不扣的美女 拿自己的劣势 去跟别人的优势碰撞 那不是智者行为 所以 他准备线下见面 把自己的长处 放在明面上 利用颜值来弥补 才艺不行的短板 他承认 这几天经过 逍遥哥的大刷后 他心态不同了 再也不是那个 只想着每天 赚点零花钱的小鹿了 所以 他很怕逍遥哥离开 于是想稳固关系 他的心路历程 就很上进 杨凡那边 看见小鹿发过来的信息 露出了笑容 逍遥哥 我想出去散散心 你有什么好的提议吗 这暗示的 已经很明显了 其他地方 杨凡肯定不会选 来回的机票钱 他可是要自费的 现在本钱 本来就不够厚 完全不划算 但他并没有明说 我记得逍遥哥 你是避暑市的人吧 对 你想来我这边玩 确实是一个旅游的好去处 我过去的话 人生路不熟的 逍遥哥会带我到处玩玩吗 当然 太好了 有逍遥哥这个活地图 我连攻略都不用做了 我这个周末就过去 于是 两人就在互相的 心照不宣中 敲定了线下见面的日子 杨凡确实没有想到 第一个主动空降的女主播 会是小鹿 他一直认为 杀杀的几率更大 但现在为止 其他两个女主播 不过他也不急于一时 反正刷礼物 又不花他的钱 至少已经有一个 被他用钱砸空降了 想着小鹿那娇俏的小模样 他还挺期待的 已经发现 自己根本没有心情写书后 他又选了一个 看上去挺漂亮的线下赔完 下了两小时单 但等了一会 发现系统没有反线 于是赶紧退单 很明显 这是遇见照片了 他开始重新选 又选了两个 居然还是照片 让他有些无语 还好 选到第三个的时候 反线成功 实际上 第三个漂亮归漂亮 但光看照片的话 感觉比前几个还稍差一些 这就离谱 看来 即使是这个价格的赔完 能达到八十分以上的也不多 既然吃大餐 和调解无聊的工具人 已经找到了 杨凡直接出门 刚走到马路边准备打车 一个很好听的声音 传到他的耳中 你 你做什么 这声音显得有些紧张 使得他情不自禁地转头看过去 声音来源 是旁边公交站台处 站着的一个小姑娘 看上去二十出头的样子 穿着黑色西裤配白衬衣 外加一双高跟鞋 应该是职业装 此时 他脸上鞋满惊恐 双手抱胸 缓缓往后退了两小步 而他面前站着一名 穿着有些邋遢 头发稍显凌乱 个子很矮的中年人 中年人也不说话 就目不转睛地盯着小姑娘看 别人往哪个方向 一动他就跟着走两步 这情况把小姑娘给吓到了 站台处没有什么人 就一个小年轻在关注着 脸上显得非常犹豫 应该是心路历程比较复杂 想站出来管管 又不太敢的样子 杨凡见中年人身材矮小 看上去也不壮 瞬间笃定 即使打起来这家伙 也不会是自己对手 而且他觉得很大程度打不起来 于是走了过去 检查到有效消费对象 是否查看信息 系统声音出现 弄得杨凡有些发愣 我特么是打算做好人好事啊 但是没有去管他 直接走到姑娘的前面挡住他 目光直直地看向中年人 离谱的是 这个家伙完全无视自己 见自己挡住他的视线后 直接挪开几步想换个方向 继续看人姑娘 怎么感觉 这人脑袋不太好使的样子 杨凡也不惯着他 直接喝道 你盯着人小姑娘看什么 没看见吓到人家了吗 让开 结果这中年人只是看了他一眼 并没有搭理 继续挪动脚步 用猥琐的目光往他身后看 脸上还带点笑容 就显得很执着 杨凡已经确定 这人精神方面绝对有什么问题 这表现就不像个正常人 他上前两步指着中年人怒喝 并且转头看向惊恐的姑娘说道 别怕 我在这他不敢乱来 一会车来了你就上车 我拦住他 小姑娘满脸感激地说道 谢谢你 他好吓人啊 没事 随即杨凡转头满脸警惕地盯着中年人 不管对方怎么一动都挡在对方前面 你再不管开心不心老子抽你 但对方就是不为所动 他也满是无奈 又不可能真上去打别人 所以只能掏出手机 当着对方的面拨了110 主要是他怕继续让这样的人到处晃荡 说不定会出什么事 结果对方超涌的 听见杨凡报警都不走 好在没多久 姑娘等的那一路公交车来了 这位小哥哥 车来了 我赶着去上班 真的很谢谢你 随即他小跑着上车 中年人还想跟 被杨凡一把抓住衣服拉回来 推散了两下 第十四章 杨凡挺坏的 姑娘上车后 站在窗子边关注着杨凡 一边挥手 一边说着道别的话 中年人见公交开走 只是不满地看了杨凡一眼 就准备离开 但杨凡可没有打算 就这样让对方离开 随后他一直跟着中年人 期间倒是没有发生什么过激行为 等警察过来后 他把事情叙述了一遍 并说这人应该有精神病 最好给检查一下 随后中年人被警察带走 这个事情也就算结束了 这是发生在作者身上的真人真事 虽然很久了 但依然忘不了 姑娘长得真心很漂亮 遗憾的是 并没有留下联系方式 打算在书中续写一下 当杨凡打车到约定地点时 陪婉小姐姐已经在餐厅门口等着了 这是一位长发过肩 头戴白色棒球帽 黑色运动短裤 配粉色体恤 脚踏小白鞋 浑身充满休闲气息的小姐姐 她的腿型很好看 属于酒杯型 大腿和小腿的比例比较鲜明 应该是爱运动的原因 杨凡在点单时 就知道了对方的基本信息 昵称11 年龄21 身高163 体重46公斤 检查到有效消费对象 是否查看信息 查看 有洁癖的大大门别急 这些只是女爵之一 后面满的不会少 陈思怡年龄21 身高163 体重46 综合颜值85 97 状态正常 亲密度0 代号3 虽然已经确定 自己约的人就是他 但杨凡还是上前询问了一下 你是11 女孩带着温暖的笑容点点头 打量了一下他后问道 小哥哥怎么称呼 杨凡正要回答时 系统声音响起 陈思怡亲密度15 我热烈的仙人版本 历史重现不说 还比之前多降了5点 这让杨凡对这些妹子的审美眼光 不敢苟同 看着女孩越发甜美的笑容 让他有点怀疑人生 脑门顿时出现一道黑线 果然 张无忌的妈妈说得对 越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 这明显就是表面笑嘻嘻 心里MMP的真实写照 算了 不生气 不生气 没必要 因为一个工具人影响心情 就称呼小哥哥吧 挺好 那行 小哥哥高兴就好 我们现在就去吃饭嘛 嗯 进去吧 杨凡说完就往旁边的高档餐厅走去 陈思怡见状一愣 虽然他们约定的地点在这餐厅门口 他也想过会不会就是在这里吃 但又有些不敢相信 这是因为这家餐厅名气很大 米其林二星的中餐厅出了名的消费高 他一直想尝尝 却从来没去过 倒不是说他消费不起 存存钱还是可以吃一顿的 但他舍不得 现在看见杨凡往里面走 他心里非常意外 同时又有些小激动 不会吧 不会吧 运气这么好的吗 他赶紧收拾好心态 快走几步追上杨凡 犹豫了一下后 挨着对方并排走着 嘴里好奇地问道 小哥哥 我们就在这里吃饭吗 对 见女孩挨过来杨凡有些意外 不过 想到那-15的亲密度就有些无语 女孩得到答案后笑了起来 早就听说这家很好吃了 一直想尝尝 但是太贵了 说完还可爱地吐了吐舌头 那等会就好好大吃一顿 按贵的点 不用跟我客气 杨凡找他这个工具人出来 蹭大餐本来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环节 当然不希望对方跟他客气 陈思怡听见他委婉 表示会买单 再加上陪完合约注明 陪吃饭由客户选地方 同样的也由客户负责买单 所以他并没有什么心理压力 只是他们这一行 还有一条规定就是不能坑客户 所以他在点餐的时候并没有放开点 并且没点一样都要询问一下杨凡的意见 杨凡对此有些不满 再次强调了一遍点些贵的后 才顺利吃上饭 陈思怡对这个客户的大方程度 有点暗暗则舌 但见到人家正在毫无波澜的品尝美食 他也很快加入了进去 半小时后 先生女士中午好 你们本次消费一共7368 请问用什么方式支付 杨凡直接拿出银行卡 递给收银员 刷卡 陈思怡亲密度加15 杨凡买完单就听见了系统声音 居然直接涨了15 还不错 陈思怡不得不承认 男人买单的样子真的很帅 本来刚见面时 他对对方的印象不是很好的 皆因为看上去太普通了 没有什么亮点 年龄还大 自己不少 但仅仅吃了顿饭后 他发现自己有所改观 虽然吃饭时交流不多 但看得出对方人还不错 所以 对对方的印象也就好了很多 至少有个为人大方的优点 两人出去后 陈思怡问道 小哥哥 我看了看你的点单信息 我们接下来是去逛街吗 嗯 小哥哥是有什么想买的东西 还是想逛逛公园 景区这些 还可以逛公园和景区 陈思怡笑着说道 当然可以了 虽然 APP上没有分得这么细 但逛街一项 就包含了所有开放型的场所 都可以逛的 原来如此 这样一来 确实也就显得不那么单调了 杨凡突然想到了什么 开口问道 你们做陪玩的有没有 APP上不显示的隐藏服务 没错 憋了太久的他 想来一场交易 陈思怡闻言细血地看向他 假装听不懂 小哥哥说的是什么服务呢 嗯 就是不利色的服务 陈思怡亲密度 十 靠 杨凡见到减亲密度 虽然心里吐槽了一下 但他对这个女孩的好感 反而上升了不少 其实想想也对 人家的数字可是三 虽然差顾锐结一点 但也确实不太像是 会做那种生意的人 果然 陈思怡笑着摇摇头 别让我不知道 反正我这里没有 我是纯绿色的赔丸 杨凡想着 反正好感度都有减成负的了 于是决定逗逗他 让他品尝一下金钱的魔力 只见他伸出两根手指说道 两万 陈思怡闻言有些猛 思索了一下 才明白过来对方的意思 小容顿时僵住了 脸色不断变换 随即认真地说道 小哥哥恐怕要失望了 我不是那种人 陈思怡亲密度五 四万 同意的话马上给你转钱 四 第十五章 金钱面前感情很脆弱 陈思怡听见这个数字后 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心里非常震惊 四万 挺洁身自豪的他 感觉自己心里好像有些动摇 很想立刻开口拒绝 并且转身离开 将点单的钱退给对方 但心里很乱 有个声音在不断地提醒他 那可是四万块 你确定不想要 他深吸了一口气 满脸苦笑地看向杨凡说道 小哥哥就别开我玩笑了好吗 四万块钱 你去夜店或者会所 要什么样的小姐姐没有 杨凡很不屑地说道 我对那种货色不感兴趣 并且我也没有开玩笑 只要你同意 我现在就转 你看六万怎么样 又涨价了 这个男人是魔鬼吧 这是要玩死自己的节奏 对方也确实不像是在开玩笑的样子 这价格 陈思怡承认 他可耻的心动了 要不就当作自己做了一场梦 反正只是一晚 只要自己不说 根本就没有人会知道吧 打死他也没有想到 自己能在一个男人的心里值 这么多钱 甚至还有点自己被重视了的感觉 陈思怡亲密度加实 现在他心里越发凌乱 非常纠结 呼吸也有些急错了起来 他不知道自己要不要答应 由于片刻 咬了咬牙 鬼使神差地说道 我 我有男朋友的 别 别这样好吗 说出来的话 却是结结巴巴的 并且在说完后 他整个人如同泄了气一般 感觉自己所有的勇气 都一下子用完了 最可怕的是 刚刚说完他就有些后悔了 甚至还有一点想哭的感觉 杨凡见这情况 心里吐槽 要不是长了亲密度 还真以为这点钱砸不动吗 突然感觉这个女孩有点好玩 明明很心动了 却能很下心来拒绝 你男朋友知道你做线下陪玩吗 陈思怡木讷地点点头 这也行 这男的心挺大呀 居然会允许这么漂亮的女朋友 出来陪其他男人 见到杨凡不可思议地看着自己 自己解释道 他 他相信我 我只接吃饭逛街的单子 从来不接酒吧 KTV这些 相信你妹的腿 杨凡无语地摇了摇头 我觉得你男朋友不爱你 爱你的男人 是不会允许你去陪其他男人的 哪怕只是吃饭逛街 而你却可以 为了他拒绝金钱的诱惑 这很难得 但现实是残酷的 他不值得 这倒不是杨凡想挖墙脚才这么说 而是他心里真是这么觉得的 陈思怡文言却没有反驳 脸色有些苦涩 如果我说 是他唆使我做陪玩的 你会不会觉得他更不值得 卧槽 我猜他还找你要钱花吧 陈思怡默默地点点头 没有说话 杨凡无语了 这不是妥妥的渣男吗 你这都不能算普通的恋爱脑了 你这是恋爱脑癌啊 晚期 女孩文言扑的一声笑了出来 陈思怡亲密度加三 杨凡很不爽这样的小白脸 咱们明明都同样是 不择不扣的穷屌丝 凭啥在咱做梦 都想要和和一个 高颜值美女的时候 你和和完了 还骗人家钱花马得 突然间念头不通达了 虽然他清楚 如果继续加钱的话 绝对是能砸到妹子同意的 毕竟 金钱这把利器的杀伤力太强了 能真正做到 不重视钱财的 基本都是那些钱 已经多到成为数字的人 但他现在换了个思路 只见他淡淡地说道 我现在不打算买非绿色服务了 我准备花六万块钱 买你跟这个牲口分手 你觉得怎么样 唉 陈思怡现在彻底蒙圈了 脸上写满了问号 怎么 这样的小白脸你 还想留着当宝啊 陈思怡现在还在为 刚刚自己脑子不清醒 拒绝了六万块钱的交易 而有些后悔 此时突然有种 失而复得的感觉 就很惊喜 他不可置信地问道 你认真的 当然 先加V 两人刚加完V 他就发现 来自对方的两万块钱转账 在不可思议的同时 又有些疑惑 不可思议 是因为对方真的赚了 疑惑是因为 只赚了两万 杨凡贱女孩呆呆地看着自己 显得有些不知所措的样子 笑着说道 愣着干嘛 收啊 卡里只有两万多 你不收我 转不了第二次啊 哦 女孩将钱收下 没一会见对方又赚了两万过来 周而复始 一共赚了三次 看着这些数字女孩 心里想着 这算是在表白吗 那怎么不发五万二 陈思怡亲密度加十 随后他看着杨凡说道 真的只需要跟他分手就行了 是 但如果你收了钱不办事的话 可以稍微考虑一下后果 陈思怡是彻底搞不懂 这个男人在想什么了 花六万块钱 就为了让自己跟男朋友分手 这怎么想都很荒唐 对方应该是想等自己恢复单身后 好追自己吧 一定是吧 不过这个小哥哥 除了个子不够高 长得不够帅以外 呸 我在想什么呢 其实他身边的朋友和闺蜜 都不看好他那个男朋友 给他说过好几次 使得他心里早就有些动摇 只是身为恋爱脑的他 在经过两次失败的恋爱后 很珍惜第三次 所以不断地自己 给自己洗脑 即使男朋友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 他也会去帮对方找理由来说服自己 现在有人花钱利用自己分手 而且还是诱惑力很大的那种 他反而想清楚了 于是 他当着杨凡的面 打电话给男朋友 果断地提出分手 还把一切联系方式 全部删除加拉黑 弄得他男朋友十分猛逼 果然 女人狠起来是很绝情的 很显然 他并没有打算糊弄杨凡 会甩六万块钱 让一个才认识的人 做这种事情的人可不好惹 既然选择了钱就狠一点 杨凡满意地点点头 心想 谁他妈在跟我说 感情是无价的 咱就用超能力呼死他 这不很明显是有价的吗 并且对某些人来说 价格还不高 现在杨凡念头通达了 心里也畅快了 颇为豪爽地说道 走吧 看你失恋了挺可怜的 带你去商场购物 今天的消费我买单 陈思义文言翻了翻白眼 我之所以会失恋 都是因为谁啊 但他心里感觉 整个人轻松了不少 快走两步跟上杨凡 两人打车去立心名店疯狂消费了一波 一共花了二十来万 弄得妹子直呼 不要了 别买了 他被杨凡的购物方式吓到 没逛多少时间就买了一大堆 还都是买给他的 到最后 完全是被对方拖着走 去买了一条白金项链 妹子心里吐槽 大哥 你这追女孩子的方式 也太粗暴了吧 不过也不得不承认 买买买真的胜过一切情话 第十六章 顾锐节内耗 陈思义亲密度加五 陈思义亲密度加三 陈思义亲密度加三 陈思义亲密度加一 看着妹子不断上涨的亲密度 杨凡也乐在其中 买了项链后 陈思义再次嚷嚷道 大哥别买了 真拿不下了 卖首饰的营业员小姐姐听见这话 又看了看 两人手上大包小包的提着 全是奢侈品的袋子 满脸羡慕地对陈思义感叹道 美女 你男朋友对你可真好 妹子文言一愣 却出奇地没有反驳 只是礼貌性地笑了笑 杨凡也觉得差不多了 于是看向妹子半开玩笑地说道 不买怎么行 不买买买 怎么抚平你失恋的伤痛 妹子文言满脸无奈 我真不伤痛 说甩了别人 不是别人甩了我呀 我配伤痛吗 配吗 他原本也以为自己 肯定会陷入内耗一段时间 但经过杨凡陪着他各种买买买后 还真没有多少难受的感觉 甚至对方不提起这事 他都差点忘记自己刚刚分手 心里不由地出现一个疑问 难道我有当渣女的前置 特别是看见那些营业员羡慕的目光 他还感觉自己的虚荣心 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这时杨凡不怀好意地看着他 不买了也行 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你亲我一口 妹子无语地说道 你这是什么脑回落 我好心帮你节约钱 你去恩将仇报 杨凡耸了耸肩 一脸无所谓地说道 我需要你帮 臭男人 陈思怡亲密度加二 他感觉自己对这个男人 有了莫名的好感 对方的心思他也明白 要不是想追自己 傻子才会给自己花这么多钱 甚至还花大价钱让自己分手 也是没谁了 但无缝衔接这种事情 他过不了心理难关 而且 就算这样做了 肯定会让这个臭男人 觉得自己是一个随便的女孩吧 毕竟才跟对方 认识不到半天时间而已 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 他小声地说道 给我些时间行吗 声音虽然很小 但语气很真诚 杨凡本来只是想调戏一下对方的 见这情况 也就不继续了 我逛累了 走吧 送你回家 陈思怡亲密度加一 女孩的亲密度已经达到了40 本质上是有点败金的 但还算有原则 在路上杨凡知道了 女孩就是本地人 偶尔住校 偶尔回家的那种 前男友租的房子 他肯定是不会去了 留在那里的少量东西 也不打算要 所以他直接回家 知道他回父母那里后 杨凡疑惑地问道 你突然拿这么多东西回去 怎么跟你父母说 这时间段 他们都在工作 我直接拿回房间就行了 总会发现的吧 发现了再说呗 我都不担心 你担心什么 有道理 说到这陈思怡笑了起来 实在不行就告诉他们 这些都是一个 拿钱不当钱的傻子送的 哈哈 杨凡顿时翻起了白眼 陈思怡家 是那种普通小区的公寓 家里没人 进去后 他很快就把东西放好 出来就拉着杨凡离开 小区外陈思怡豪气地问道 晚饭想吃什么 随便选 本姑娘买单 杨凡有些好笑地看着他 怎么 兜里有两缸 洞部花点出去会难受 陈思怡闻言毫不在意 今天你都花了这么多钱 我想请你吃顿饭怎么了 虽然等会买单 也是用你给的钱 哈哈 一点小钱而已 早就赚回来了 你的钱留着零用吧 有我在哪需要你掏钱 陈思怡亲密度加一 女孩突然感觉 有这么个臭男人 在身边好像蛮不错的 随即好奇地问道 你说赚回来了 加上你给我的钱 你今天花了都有二十多万吧 都赚回来了 当然 分分钟几十万上下 你以为是开玩笑的 嘶 狗大户 杨凡文言 眼睛一瞪 再给你一次机会 重新组织一下语言 女孩可爱地吐了吐舌头 吐豪哥哥 二人再次吃了顿大餐后 杨凡就送对方上车 自己也打车回家 到家后他心里一阵唏嘘 得到系统好几天了 还没有真正吃到猎物 算了 谁叫咱现在眼光变高了呢 正所谓 好菜不怕晚 特别是小鹿这个周末 就要空降 这次肯定可以开婚了 顾瑞杰亲密度加五 咦 什么情况 正在各种感叹的杨凡 面对系统突然响起提升 亲密度的声音 顿时愣了一下 这几天 他都没有搭理过这丫头 虽然偶尔会收到 对方降亲密度的提醒 心里知道 对方肯定是在内耗中 也就没有管他 但今天突然来的增加亲密度 就让他有点意外了 一处小区居民楼的房间中 顾瑞杰正坐在床上 拿着手机发呆 手机上显示的 正是杨凡的V这几天 他的心情不太好 一开始 他是在等杨凡联系他 他想着 只要对方联系他 他就抱怨 对方不回他信息 如果对方诚心道歉的话 他也就大度地原谅了 然而等了两天 见对方好像根本就 没有联系自己的打算 他开始有些心慌了 想到闺蜜说的 这样有钱的男人 不会缺女人 钱拿给谁花不是花 一想到杨凡 可能现在正在 跟其他女人吃大餐 给其他女人买包包 买奢侈品 他就淡定不起来了 甚至隐隐感觉到 有些心脚痛 他觉得自己应该行动起来 于是故意在朋友圈发文案 先是险 突然有了想谈恋爱的冲动 下面配了一张 美美的自拍照 第二天就收获了 很多点赞和评论 但他却高兴不起来 因为他这条朋友圈 是发给那个特定的人看的 那个人却没有任何反应 随后又来了一条生病了 小仙女很难受 需要关心的朋友圈 依然没有任何收获 其他舔狗的廉价关心 倒是一大堆 他连回都不想回 直接无视 第十七章 我家猫会跳Hiphop 难道对方真的因为上次的事情 彻底不想搭理自己了吗 顾瑞杰现在很后悔 想着对方的好 对方的慷慨大方 对方的奢侈品名牌包包 他觉得自己不想就这样失去对方 一想到自己 将这种大金龟推出去 便宜了其他女人 他就恨不得抽自己两个大逼洞 昨天实在没忍住主动服软了 再次联系对方 说有点想对方了 但依然没有得到回复 他承认他有些怕了 他错过了杨凡以后 或许再也遇不到 这么有钱 又对他这么舍得的男人 内耗了好一会后 他一脸坚定地 开始在手机上输入信息 哥哥 你不要不理人家好吗 你这几天不理人家 人家心里真的好难受 不管上课 吃饭 睡觉 脑海里都会出现你的身影 我好像有些喜欢上你了 发完小作文后 顾瑞杰一脸期待地看着手机 他觉得自己发得这么露骨 几乎与表白无异了 对方肯定会回吧 毕竟自己这么美 小仙女都送上门了 试问哪个男人能拒绝得了 但打脸很快就来 足足等了半小时 聊天框中一直没有出现 正在输入这几个字 他咬了咬牙 按下了视频通话键 杨凡见到顾瑞杰发的信息后 就知道这丫头服软了 但他觉得 时机还没有到 准备继续亮亮对方 小丫头无计可识到 开始表白了 这顿美味 基本上是已经跑不掉 本来就不急的他 现在更不急了 没想到的是 对方见他不回 居然直接拨打视频通话过来 他犹豫一下 还是接了 小丫头见视频接通 顿时一阵喜悦涌上心头 甜甜地喊道 哥哥 杨凡却面无表情地说道 别人多次不回信息 就是不想回 无一例外 这都不知道还打视频过来 你是想我把你杀了吗 本来还很高兴地 顾瑞杰见杨凡对他这么冷漠 说话还这么伤人 心里一下子出现怒气 但不想火上浇油的他 赶紧控制好情绪 将怒气压制 随后又感觉自己十分委屈 可怜巴巴地说道 哥哥你还在生气吗 我那天不是想拒绝你 是因为觉得有些太快了 现在我想明白了 你能原谅我吗 我不会因为女人拒绝那种事就生气 很下作 那 那你为什么不理我呢 我不想理一个 准备拿我当鱼养的人 不是很正常吗 哄 这句话让顾瑞杰十分震惊 虽然被对方看出来了 但这种事可不能承认 他很快调整好心态 继续恢复可怜的小模样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 哥哥你在哪呢 我过去亲自跟你解释好吗 他知道对方 竟然开始怀疑自己养鱼 自己说再多都没用 只能拿出杀手锏了 送货上门 杨凡文言心里一乐 小样 我都是自带鱼塘的人 你还想吊着我 我能同意吗 面对对方的主动送货上门 他觉得自己 好像没有拒绝的理由 单身很长一段时间了 你要说他没有那方面的需求 是不可能的 不然之前也不会一时冲动 想着去跟陈思怡做场交易 这算是东边不亮 西边亮吗 既然对方这么主动 他决定打直球 沉吟了一下说道 凯冰司机门口等我 凯冰司机是一家五星级酒店 杨凡这样说 已经是在明示了 顾锐杰文言心里一喜 哼 还真以为你能抗拒本仙女的美色呢 果然 男人都是大猪体子 他现在觉得自己是不是服软太早了 多少有些后悔 应该沉得住气一点 但是已至此 还是表现得一脸羞涩 好 好吧 那个 我现在就可以出门 去吧 我半小时到 挂断视频电话后 杨凡哼着小曲再次出门 半小时后到达目的地 看见前面侧身对着自己的顾锐杰 对方今天穿的还是一身JK制服 但与上次的不一样 暗红色格子衬衣配小领带 短裙配长筒袜都是黑色 脚踩一双棕色小皮鞋 背着一个LV包包 婷婷玉丽地站在那里 很吸引人眼球 这丫头虽然小心思不守 但不可否认是天生的衣服架子 这样打扮显得非常亮眼 第十八章 又见顾锐杰 但杨凡没有急着走过去 因为现在顾锐杰的面前 正有一名身高一米八几 打扮很阳光的小帅哥 在跟他说话 离境一厅 原来是搭讪的 小姐姐 我真的没有恶意 我刚刚在那边注意你好久了 觉得你长得很漂亮 就鼓起勇气过来 想认识一下 顾锐杰只是摇了摇头 礼貌地拒绝 不好意思 不加V 如果是以前 他还有兴趣认识一下 也就是鱼塘里多条鱼的事情 但自认为已经金飞锡笔的他 对长相小帅的男生 已经没有多大兴趣 而且他身边的田狗 就不缺乏颜值高的类型 他表示 帅哥在土豪面前 毫无竞争力 认识杨凡以后 他突然觉得 有些嫌弃那些 只是外貌不错 实在穷得一臂的屌丝 面前这个男生 穿得倒是挺时尚 但他一看就知道 全是某宝上的杂牌 就这样的货色 也配进他的鱼塘 做梦呢 更不用说 今天他 可是带着木地来这等人的 本来心里就装着重要的事 哪来的闲工夫搭理对方 果然还是土豪 更吸引小仙女 但男生明显不想放弃 那个 我不是坏人 我就是这附近的住户 这样吧 那边有一家 奶茶店的味道挺不错的 我请你喝杯奶茶行吗 顾瑞杰心里直翻白眼 谁要喝你的泼奶茶了 心里虽然已经不耐烦 但表面依然十分礼貌 真不用 说完他准备往旁边走 打算离这个讨厌的苍蝇远点 谁知一转身 就看见不远处 满脸微笑的杨凡 心里咯噔一下 心有余悸地想到 还好还好 要是刚刚自己脑袋 一闪把V给那家伙 岂不是坏事了 杨凡也走了过来 直接说道 小妹妹 就反应了过来 甜甜的一笑后说道 真的 这么厉害 必须想看 那就走吧 杨凡说完就往前走 顾瑞杰很热情的双手 抱住他的一条手臂 刚刚搭讪失败的男生 健壮一脸热了狗的表情 懂不懂 什么叫先来后到啊 但仅仅片刻时间 他就从猛逼状态中反应了过来 因为他看见 两人竟然静止走进了酒店 靠 神这么会跳hiphop的猫 明明就是情侣嘛 但他一想到 刚刚那美女的模样 再想到他跟一个 平凡到丢人群里就找不到的那种男人进了酒店 心里就隐隐脚痛 心里不禁自问道 这社会到底怎么了 经常出现美女配大龄丑男的现象 这叫我等小鲜肉 情何以堪 杨凡可不管那男生怎么想 带着顾瑞杰进入凯冰司机大厅 跟前台交流了一会后 用妹子的证件去开总统套房 避暑市刚刚升为二线城市 这里的总统套房价格并不高 一万都不到 所以他豪气地奢侈一把 前台对于一男一女来这里的事情 早已见怪不怪 但听见是开总统套后 还是多打量了二人两眼 两人很快拿到房卡 一位酒店迎兵将他们送了上去 令杨凡意外的是 这名酒店迎兵长得很漂亮 感觉没有比顾瑞杰差上多少 但是竟然没有触发系统 是自己的审美跟系统有差异 还是这位迎兵小姐姐的化妆技术太好 以至于不满八十分声声化 到了八十多分的模样 他觉得第二种可能性更大一些 绝对是不会承认自己审美有问题的 看了看旁边顾瑞杰的妆容 虽然自己看不出什么 但先入为主后 就总感觉他的化妆技术比较青涩 想着可以让小丫头闲暇时间 多学习一下化妆 以后岂不是可以画出九十分的模样 进入套房后 小丫头新奇的四处打量 脸上带着惊讶 一直都只听说过总统套房 这还是第一次见的 杨凡何尝不是第一次见 但他不想像小丫头一样 表现出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 走到冰箱处 拿起一瓶巴黎水就开始喝 随后坐在床上 看像正在套房里 走来走去的那道身影说道 这有什么好参观的 过来 哦 顾瑞杰应了一声后 有些不好意思的 走到他旁边坐下 一时间香气扑鼻而来 这使得杨凡心里有些不平静 相反 妹子可就比他自然多了 轻轻靠近他的怀里 杨凡将脑袋放在妹子的绣发处 感受着他绣发间的香味 多少有些着迷 情不自禁地与卫平 和又起玩起了游戏 随着他们不断的变化 顾瑞杰也开始小声地 诉说着自己的心事 随着时间的流逝 两人开始坦诚相待 杨凡轻轻地牵起妹子的手 带他去寻找他的未来 由于有杨凡这位合格的引路人 所以顾瑞杰成功地 把握住了自己的命运 这时他整个人有些许茫然 但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而面对颇为勇敢的顾瑞杰 命运此刻也不可避免地 落入了他的圈套中 并且是一个圈套 接一个圈套的连环套 杨凡此时的心情十分压抑 负面情绪不断地涌上心头 怀抱着顾瑞杰 情不自禁地摸了摸耳朵 而顾瑞杰 却开始小声地喃喃自语 由于不希望杨凡心情压抑 所以坐到了他的怀里 小声安慰着 而杨凡并没有去理他 只是一脸轻松地掏着耳朵 第十九章 二级反线卡 时间匆匆流逝 很快四十分钟过去 这时杨凡靠在床头 玩起了手机 而已在他肩膀上的妹子 见到这种情况 不自觉地就撇了撇嘴 心里想着 搞定 这下算是彻底抓住 这条大鱼了吧 杨凡则搂着他淡淡地说道 我不管你鱼塘里有没有鱼 以及有多少鱼 必须马上拆掉 我不希望我的女人 跟其他男人有什么牵扯 懂吗 当然 你也可以拒绝 顾瑞杰心里直翻白眼 傻子才拒绝 鱼塘里都是一些劣质鱼而已 俗称穷鱿丝 放了就放了 没有什么好可惜的 本来他也不会和这些鱼 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 留着不过是为了享受 被追捧的感觉 以及逢年过节 收点礼物和转账而已 现在傍上大款的自己 已经今非昔比了 哪里还看得上那些 三瓜两枣的转账 而且凭他的美貌 即使将来与杨凡之间 出现什么意外 在想养鱼 也是可以轻轻松松 建立鱼塘的想通关节后 他理所当然地说道 既然有了哥哥 我就绝对不会三星二矣 现在就把那些 对我有想法的家伙 全部删了 这丫头说做就做 毫不拖泥带水 招呼都不给别人打一声 就在不断删除 看得一旁的杨凡 满脸飞线 好家伙 这丫头的鱼 还真不少啊 顾瑞杰删了好一会后 还认真地检查一遍 发现确实已经删完 这才转头 看向杨凡不好意思说道 这些都是舔狗 我都不怎么搭理他们的 一点便宜都没有让他们占过 哥哥你要相信我 这话杨凡觉得 还是值得相信的 毕竟这丫头鱼塘里的 鱼数多归多 但却是实打实的 高达98点 于是点点头 我说了 以前你不认识我 我可以不介意 我 我知道 哥哥看重的是 现在和将来 谢谢哥哥的信任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亲密度加1 达到60 获得二级返线卡 一张 使用后可获得 二级返线 十次 咦 听见系统声音后 杨凡愣了一下 原来如此 这对自己积累资金很重要 想着二级返线 只能使用十次 他心里一阵 MMP 为何自己获得的系统 这么口口嗖嗖的 小说中的那些宿主 不是刚获得神豪类系统 就已经豪车别墅 人生巅峰了吗 不过他看了看 自己怀中 甜甜笑着的小美女 好像这小日子 也挺滋润啊 毕竟在获得系统之前 像面前这种 笑花级别的美女 自己是想 都不敢去想的 更别说 这还是比自己 年轻了近十岁的笑花 所以 大冤种系统 还是很香的 既然如此 还要什么自行车 自己只要想办法 将本金积累雄厚了 照样是可以人生巅峰的 他默念 使用二级反线卡 使用成功 宿主 杨凡 反线等级 二 十次 反线比例 一比一 一 十次用完前 反线比例一比一 用完后最终结算 看着这个格式 杨凡顿时陷入了沉思 该不会这大冤种系统 本来就是升不了级的吧 只能靠高等级 反线卡来 暂时升级 确实不是 没有这种可能 但还是要多研究 段时间才知道 而且这二级反线卡的比例 只有可怜的一比一 一 还特别标注了十次用后 才一起结算 那不是十次用完 最多只能让自己的本金翻一倍 靠 这系统抠门到家了吧 算了算了 总比没有好 慢慢来 既然知道如何获得反线卡了 资本迟早会雄厚起来 只是这大冤种系统这样操作 明显是想让自己当海王 但也算正中他下怀 既然在特定条件下 有花不完的钱 这不好好利用上 岂不是白瞎了奇遇 随即他想到 既然是按次数算的 那就不能去斗音上刷礼物 大概率一个嘉年华 就算一次了 最稳的办法 应该是直接转账 随即他看向 正在他怀里发呆的顾瑞杰 这不就有一个现成的 顾瑞杰也发现了 杨凡正在看他 顿时抬头甜甜地问道 哥哥 人家漂亮吗 第二十章 开始撒钱 杨凡见顾瑞杰自恋的小模样 有些好笑 我想到了一个小游戏 想不想玩 小美女有些疑惑地问道 什么游戏啊 只要哥哥想玩 我就陪哥哥玩 不得不说 这小丫头 对于怎么与他相处 还是有一套的 就这乖巧的态度 至少能让他心情不错 杨凡稍一思索后说道 我给你提要求 完成的好有奖励 顾瑞杰一听 眼睛就亮了起来 但随即他眼珠子转了转 其实哥哥 不用给奖励的 杨凡闻言后心里吐槽 说得好听 他不想纠结这事 现在的首要目的是 连续转十次钱给对方 这赚一次还好 但两万多两万多的赚十次 不是显得很奇怪 我就是给你发点零用钱 不想要 哥哥真好 随后杨凡在妹子耳边 小声地说着什么 顾瑞杰听后一脸猛逼 但他并没有拒绝 一咬牙就答应了下来 十分钟后 杨凡直接赚了两万七给妹子 顾瑞杰呆地看着银行卡中 转账两万七到账的信息 片刻时间就充满惊喜 哥哥是真好啊 仅仅十分钟 自己就赚了两万七 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赚 随后顾瑞杰连续收了好几次钱 早已经是满心欢喜 可以说是心无杂念 脑子里全是赚钱钱 他非常认真对待 自此 十次二级返线的工作也顺利完成 本金达到了五万二出头 这是因为 杨凡每次给予的奖励数字不一样 但好在平均每个任务 在两万五以上 小美女虽然很累 但眼神中写满期待地看着他 这该死的上镜星 就很让人着迷 杨凡满满意地一笑 好了 今天就到此为止 顾瑞杰文言虽然感觉很遗憾 但这仅仅一个多小时时间 他就已经赚了二十多万 可以说是相当满足了 从来没有获得过如此巨款的他 此时对这个男人充满了感激 小丫头的亲密度早就涨到了六十六 之后几次任务都没有继续增加 杨凡很清楚 肯定是数字越高越难涨 看了看时间 还不算太晚 他直接打开逗音 看见经常刷礼物的三个女主播都还在线 想了一下后 果断地进入小路直播间 欢迎逍遥哥回家 我还以为逍遥哥今天不看直播了呢 杨凡直接充值五万一 半世逍遥送出嘉年华星号二 半世逍遥送出嘉年华星号十七 啪啪啪啪的就连续打出去十七个嘉年华 感谢逍遥哥送来的嘉年华 逍遥哥V587 笔心 旁边的顾瑞杰听见杨凡手机里的女生声音声 好奇地调整位置看过去 瞬间瞪大了眼睛 因为他看见杨凡充值了五万一以后 毫不犹豫地狂点嘉年华 一口气就全都刷完了 这豪横程度刷新了他的三观 连续看见杨凡刷了三轮后 他心里有些不是滋味我 特么辛辛苦苦一个多小时 让做啥就做啥 这才赚了二十多万 这女主播啥都没做 就拍拍哥哥的马屁 就获得了这么多打赏 他虽然不直播 但对斗音直播还是有所了解的 至少知道一个嘉年华是三千块钱 也知道杨凡52级的账号 绝对是已经刷了很多的大楼 他犹豫了一下问道 哥哥 你喜欢看直播 还好吧 偶尔看看 你觉得我要是去直播的话怎么样 能行吗 杨凡好奇地看向他 片刻后问道 怎么 吃醋了 顾瑞杰很想说似的 看见他给女主播狂刷钱 说不心痛是假的 毕竟自己才是他的女人 但他不敢说 要是杨凡觉得他不懂事 不宠爱他了怎么办 哪有 哥哥已经对人家很好了 杨凡笑了笑 直播这行业 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 就比如 我现在看的这个主播 长相不错吧 但是如果我不刷 他每个月也就只有几千到 一万块钱左右的收入 你觉得 你身为我的女人 还需要去直播吗 第21章 看国宝最便宜的地方 顾瑞杰文言 甜甜地笑了起来 哥哥不想我直播 我就不去了 今天小美女 在身边 杨凡也没有刷太多 人家刚刚跟自己 何必太刺激人家呢 随后他去阿里 和莎莎的直播间 每人刷了一轮就退出 第二天 当他睡醒时 小美女早已醒来 就在他旁边睁开眼睛 呆呆地看着他 见他醒后 眼耳盗铃般地 赶紧闭上眼睛 他颇为好笑地说道 别装了 面对我还不好意思吗 小丫头堵起了嘴巴 坏哥哥 杨凡闻着少女的香气 情不自禁地有了动静 直接翻身上 去做了个早操 此处省略一万字 当起床吃完饭后 他本想带妹子去消费的 但妹子竟然说 想跟他逛逛公园 这种小要求 还是要满足的 于是花了十块钱门票 二人去看熊猫去了 当然 还有其他很多动物 一直玩到中午 他们正在往公园的 这公园在避暑市非常出名 几乎是必打卡的景点之一 毕竟五块钱 就可以看国宝熊猫的地方 这里还是全国独一份 走到寺庙附近 杨凡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人 那是一名衣着蓝绿 头发凌乱的中年男人 此时正在一个山坡下的石阶前 面对着寺庙跪拜 结结实实的几个响头 连路过的他们都看得出 这位流浪汉打扮的男人 非常虔诚 扣完头后 对方就走到石阶端坐着 毫不在意其他人看他的目光 好几天了 每天都要对着寺庙叩拜很多次 应该是个信佛的人 但就是不进庙里 奇怪得很 另一个大姐也跟着说道 我昨天还看见他跟猴子们 抢东西吃呢 可能是个疯子 还是离他远一点 疯子 我们要不要报警啊 如果伤到人就不好了 他也没有做什么坏事 报警干嘛 警察也不会抓流浪汉 还是不要多管闲事 杨凡多看了流浪汉几眼后 没有继续去听大姐们的议论 继而带着妹子进入寺庙 他们一路上回头率超高 就连路过的和尚都忍不住盯着顾瑞杰多看几眼 带这种女伴出来玩 男方可以说是相当有面子 毕竟人家都说 男人混得怎么样 首先看他身边的女人 如果他的女人年轻漂亮 气质高雅 这个男人一定是一个成功的男人 男人比他的女人大二到三岁的属于是普通人 大五到六岁的是优秀的人 而大十岁以上的男人是出类拔萃的人 比老婆大几十岁的男人 必定是成名成家的人 所以杨凡勉强算是一个出类拔萃的男人 其次才是看坐架和衣着行头 他们给财神烧香时 杨凡发现顾瑞杰闭着眼睛念叨着什么 等他起来后好奇地问道 你刚刚许的什么愿 这么虔诚 小美女不好意思地看向他 我 我许的是让哥哥 你投资顺利 发大财 杨凡听后 感觉自己怎么就这么不相信呢 带着怀疑的眼光看向他 吹牛逼 小美女直接无语 差点没有因为他这一句话破防 略带不满地说道 是真的 哥哥发大财了我也跟着沾光啊 我什么也不会 就算许自己发大财的愿望 也是实现不了的吧 杨凡听完后 颇有些哭笑不得的感觉 这丫头 还有这种自知之明 小美女见她明显不相信的表情 张牙舞爪地扑上去 不一地说道 坏哥哥 人家在你心里面 就这么不值得信任吗 杨凡对着他的臀部 就是啪 得一巴掌 好了 好了 信你了 信你了 啊 这里这么多人 你怎么能打人家大脸 二人一边打闹 一边把剩下的佛权都败了个遍 虽然多少有点不尊重这些佛 但拜的时候 绝对是好好拜的 随后他们去排队吃斋饭 杨凡直接买了三份 打好菜后 提着袋子 对身边的小美女说 我们出去吃 妹子虽然疑惑 这里有位置 为什么要出去吃 但杨凡发话了 她还是乖乖地硬了声 好的 随后二人走出了寺庙 直接往之前看见的 那个流浪汉所在的石阶走去 小美女这时也知道 杨凡多买了一份斋饭 是想干嘛了 有些紧张地 拉着她的衣服说道 哥哥 刚刚听扫地的阿姨说 那是个疯子呢 我们就这样过去不安全吧 杨凡转头白了 她一样说道 别乱说话 疯子可不会天天拜佛 哦 既然哥哥都这么说了 他也只能老实跟着 但心里多少还是有些害怕 毕竟这么多游客 就没有敢靠近那个台阶的 杨凡只是之前 随意听了听这流浪汉的事情 就感觉 这绝对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疯子是不可能坚持天天拜佛的 他想着 能搭把手就搭把手 左右不过一份盒饭而已 等他走近后 就闻到对方身上的怪味 大夏天的穿得又厚又脏 想没有味道都难 他倒没怎么在意 但小美女直接皱起了眉头 感觉人都骂了 这时 流浪汉瞪着浑浊的眼睛盯着他看 或许是好奇他 为什么会跑到自己旁边来 杨凡则从袋子里 拿出一盒斋饭 递给对方说道 这个给你 刚刚从寺庙中买的斋饭 流浪汉闻言 眼睛亮了亮 但身体却没有动作 也不说话 在对方坐的旁边 随即走到另一个石阶上 拿出另外两盒斋饭 一盒递给顾瑞杰说道 就在这里吃吧 风景还不错 小美女对流浪汉 还是有些心有余悸 但看着已经坐下 准备开吃的杨凡 顿时感觉有了不少安全感 当二人吃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发现 另一边的流浪汉 已经拿起放在他旁边的斋饭 吃了起来 那吃饭的动作 可以说是狼吞虎咽 杨凡二人剩的半盒都没有吃完 流浪汉已经将整整一盒 吃了个金光 对方将饭盒丢弃在 不远处的垃圾箱里 随后静止朝两人走来 第二十二章 法外狂徒 顾瑞杰见流浪汉朝他们走来 紧张得不行 饭都不吃了 小声地对杨凡说 哥哥 他过来了 他过来了 杨凡转头瞪了他一眼 无语地说道 我又不瞎 你这么紧张干嘛 都说了 人家不是疯子 而且 我不是还在这吗 小美女文言 可爱地吐了吐舌头 连自己都觉得自己 好像有点紧张过度了 或许是因为对方太过邋遢 身上又脏又臭 他就先入为主地 把人家当疯子了 流浪汉直直地走到杨凡面前 看着他 杨凡只是无所谓的一笑 吃饱了吗 没吃饱管够 流浪汉眼中露出复杂的神色 随即开口说话 小哥 你有什么仇人吗 或者说 有没有什么人得罪过你 卧槽 流浪汉的声音十分沙哑 但这话语中的意思 听得杨凡直接起了鸡皮疙瘩 这语气听起来像是一个法外狂徒 当然 不是张三那种 更像是老莫那种 作为守法公民的他 多少还是有些被这流浪汉给吓到了 连忙白手说道 老哥 不至于 真不至于 出门在外 谁还没有个困难的时候 我也就是顺手而为罢了 而且我也没有什么仇人 要说得罪过他的人肯定不守 但能上升到仇人程度的 他觉得 一个都算不上他此事感觉 如果自己真有什么仇人 对方可能会做傻事 估计是想用最后的尊严来回报自己吧 但仅仅一顿饭而已 何至于如此 流浪汉文言沉淫了片刻 轻轻点了点头 正准备回到他的位置上去 杨凡好奇地问道 你幸福 求心安 你有手机吗 流浪文言一愣 摇了摇头 小哥看我的样子 像是有手机的嘛 早就卖掉换酒喝了 对方刚刚那句话 让杨凡觉得自己 得到了很大的尊重 生起了莫名的小感动 他没有现金 本来想转点钱 给对方帮补一下的 谁知对方既然说 手机换酒喝了 这就无语 旁边听着他们对话的顾瑞杰 明白了杨凡的意思 小声说道 哥哥我有现金 杨凡文言赞赏地看了他一眼 随后脑袋向流浪汉方向扭了一下 意思很明显 小美女也懂事地 将包里现金全拿了出来 不好意思地说道 只有八百块 要不我去取一点 杨凡还没有说话 流浪汉先开口 小哥不用给我钱 你也没有什么需要我办的事情 若不是实在地扛不住了 我也 如果小哥将来有用得到我的地方 可以来这里找我 杨凡文言笑着说道 既然你这么说了 就更应该把钱拿着 如果你饿死了 我将来遇见什么事 岂不是找不到你 他开了个玩笑 但流浪汉并不接这个茶 继续拒绝小美女递过去的钱 并且直接走回了自己之前坐的台阶 杨凡见状也不好映给 这人明显自尊心很强 更没有去打听人家的过往 只是慢慢地将饭吃完 随后起身对着流浪汉说道 走了呀 希望下次来这还能见到你 说完就带着小美女离开 流浪汉目光放在他的背影上 眼神几经转变 显得有些复杂 下山路上小美女问杨凡 哥哥 那个刘 大叔不是电视剧里的那种杀手吧 听他说话好吓人 杨凡文言乐乐 什么杀手 别胡说八道 只能说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唉 管他的 一个过客而已 或许以后我们都不会再有交集 见他这么说 小美女点点头 瞬间就不提这个话题 笑着说道 哥哥 我想去看电影 这种小要求 杨凡当然会满足 随后带着他去看了场电影 晚上吃了顿大餐后 就让他回家了 并告诉他 自己这几天有事 等空闲了再找他 这使得小美女表现得有些依依不舍的 但他也明白 这个男人这么有钱 那肯定是有事业要忙 他必须要表现得很懂事 大刷好感的同时 最好能让这只金龟爱上自己 所以他并没有说什么 只是让杨凡忙完了 记得找他 他不知道的是 杨凡所谓的这几天有事 是因为小路明天要过来了 若是小美女知道真实原因 不知做何感想 二人分别后 他打车回家 刚刚下车 就听见系统声音响起 检查到有效消费对象 是否查看信息 咦 他朝四周看了看 发现离他不远处 正有个美女在买水果 待看清这美女的样子时 直接把他给弄笑了 因为这美女他认识 是他一个朋友的女朋友 他这个朋友的家庭条件很好 是一名差二代 名下有四套房 外加两个门面 找了个很漂亮的女朋友 使得杨凡和其他朋友 都羡慕极度恨了好久 但他这个朋友 本身工作不怎么样 属于混日子那种 标准的啃老一族 用对方的话来说就是 反正有的啃 就算不工作 靠收租 也比其他人打工的收入高 查看 姓名 周文问 年龄 28 综合颜值 80 身高 156 体重 45 纯洁 91 状态 经期 微痛 亲密度 33 杨凡好奇地查看了一下 对方的信息 却发现 这个导致自己以前羡慕极度的女生 综合颜值才刚刚达标 还没有她的那些工具人高 心情顿时愉快了不少 自己和对方 虽然认识了两三年 但产生的交集 肯定不算多 亲密度33 应该算是普通朋友的样子 至于纯洁度 那不关自己的事情 他跟人家 男朋友的关系不错 这时 对方也看见了自己 打起了招呼 杨凡 你这是从哪回来 快来吃水果 他笑着走过去 你家男人呢 跟他同时喝酒去了 你怎么没跟着去 那种场合太无聊了 不想去 对了 上次跟你说的事情 你怎么说 上次的事 杨凡文言回忆了一下 结果还没有想起来 就听见对方继续说道 就是给你介绍女朋友的事啊 一看你就没有伤心 别人都答应跟你见一见了 他这才恍然大悟 之前对方是跟他提过这事 当时他还挺感兴趣的 后来获得大冤种系统后 就很光棍地 把这种事情给忘了 第二十三章 舔狗的悲哀 杨凡半开玩笑地问道 长得怎么样 比不上你 我可没有兴趣啊 比不上对方的话 证明连格都急不了 没法反现 他当然没有任何兴趣 周文文言笑了起来 你还挑 像我这样 天生丽质的 能有多少 我朋友人不错的 大学毕业没几年 现在正在自学考研 他 别 谢了呀 我已经脱单了 不用为我的事情操心了 高文文言有些吃惊 你天天待在家里写网文 哪来的渠道认识异性啊 我偶尔也出去玩的呀 这不是才玩回来 好吧 有机会带你女朋友 出来认识一下呀 OK 另一边 顾瑞杰心情愉快地 走进自家小区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脸上不自觉地 会露出笑容 当他快走到自家楼下时 一位穿着整节头 是时尚的黄毛小帅哥 从花坛边走出来 拦住了他的去路 你为什么突然伤我V 还拉黑我的电话 小美女见到来人后愣了一下 淡淡地说出一句 没有什么为什么 想删就删了 本来是来兴师问罪的帅哥 文言有些疑惑 总得有原因吧 前两天还好好的 你到底怎么了 小美女不耐烦地说道 别人删掉你的所有联系方式 这样做是什么意思 还不明显吗 证明你的存在 已经影响到别人了 男孩见对方这个态度 感觉并不是在耍小性子 想让自己哄 更像是认真的 这感觉 让他多少有些不知所措起来 于是转变了态度 有些小心翼翼地问道 是我做错了什么吗 你告诉我 我改还不行吗 顾锐杰见对方这么没有骨气 心里有些鄙视 但想到对方之前 对自己还不错 叹了口气说道 或许你唯一做错的就是 不该喜欢我 去找个适合你的人吧 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男孩文言顿时难过起来 沉默了好一会 正准备说话 又听见妹子说道 如果不想让我讨厌你的话 以后别再来我家楼下守我了 妹子说完就准备离开 男孩见状浑身一阵 有些激动的大声质问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你前几天生病 我看见朋友圈后 顾不得正在上班 马上请假 打了一个多小时车 来给你送药 你心情不好 我想尽办法逗你开心 你说 你卖热我从不逼你 给你足够的时间考虑 你生日那天 我贷款给你买新款手机 作为礼物 那可是我两三个月的工资 为此 我连续吃了近一个月的泡面 你现在什么都不说 就要离开我的世界 你怎么能这么狠心 怎么能这么伤害一个爱你的人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说到后面 男孩有些歇斯底里起来 最后几乎是吼出来的 顾锐杰文言也停下脚步 翘脸上也有了怒气 转过头来大声说道 这些是我让你做的吗 我生病 让你给我送药了 我家附近没有药店 还是我不会点抛腿 没有你我还照顾不了自己了 我有让你给我买过手机 我说我不要你偏送 让你拿回去你不拿 你知道我当天 拿着两个同款手机 有多无语吗 你冲我吼什么 你只不过是在自己 感动自己而已 我为什么要为你的自我感动而买单 男孩听见对方这伤人的话语 心里如同刀割般疼痛 不自觉流下了泪水 顾锐杰有些生气 深呼吸一下 尽量让自己平静一些后说道 一个大男人哭唧唧地做什么 这只会让我更看不起你 你送的手机我转手就卖了 我会按原价还给你 打开二维码 还有两次200和一次520的转账 我也一并还你 请你以后不要再纠缠我了 OK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按理说差不多就到此为止 但男孩还不死心 眼泪婆娑地说道 我是真的很喜欢你 让我放弃你我做不到 我 停 把你那深情款款的模样 收着 别再继续自我感动了好吗 越这样 我越反感 看见你现在这样子 我很庆幸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一厢情愿是没用的 我不喜欢你 懂吗 该说的都说了 不想继续跟你废话 面对顾锐杰的持续伤害 男孩终于受不了 选择了离开 顾锐杰回到家后 满脸郁闷 忍不住吐槽一声 真会气 这时他的室友颇为好笑地走过来问道 怎么 楼下那个帅哥惹我们家小瑞瑞不开心了 我早提醒过你 不要将家里地址随便告诉别人 顾锐杰无语地问道 你看见了 珊珊闻言翻了翻白眼 你们喊得这么大声 我耳朵又不聋 想听不见也拿 刚刚回到家的杨凡 可不知道顾锐杰那边还发生了这种事情 他这时正靠在床上拿着手机进入斗音 小鹿虽然明天要过来 但他今天照常直播 此时他正在跟水友们开玩笑 突然看见屏幕中飘起了嘉年华 愣了一下后激动地喊道 欢迎我逍遥哥回家 感谢逍遥哥的嘉年华联机 这几天小鹿的收入像坐火箭一样直线飙升 整个人都开心了很多 每天直播时都是元气满满的状态 这都归功于杨凡 让他直接脱贫致富 让身边知道 他遇上的神豪大哥的小姐妹们全都羡慕不已 几天时间就赚了别人几年都不一定赚得到的收入 使得他有些小姐妹已经开始跟他请教怎么直播了 毕竟突然报复谁不想 办事逍遥 你继续播你的 别管我 我送你上小视榜后就出去逛逛 逍遥哥大气 爱你 家人们 大家都在公平扣一波 逍遥哥大气 对于杨凡说的要出去逛逛一事 他根本提都不提着查 他知道对方还有两个狐妹子要宠幸 他们三个的直播间几乎成了对方上线后必打卡的地方 不同的是 以前都是最后一个来自己的直播间 现在变成了第一个就来 这改变是因为什么妹子心里如明镜似的 并且笃定了对方与那两个狐妹子肯定没有在线下见过面 自己在这方面占了很大优势 就凭自己的颜值身材 明天肯定能将对方迷住 就此守到勤来 第24章 杨凡喜欢极乐净土 另一边沙沙的直播间 水友们正在调侃他 沙沙 逍遥哥上线了 但是正在小鹿直播间猛刷嘉年华 你被大哥打入冷宫了 这两天 逍遥哥上线都不先来你这里打卡了 这是大哥要被撬走了的节奏 我记得这个小鹿 还是在跟咱们沙沙打PK的时候 才认识逍遥哥的吧 这女主播有点门道哟 我掐指一算 逍遥哥有男人的通病 喜心厌旧 肤浅 神豪的是 那能叫喜心厌旧吗 那叫鱼鹿君瞻 沙沙看见水友们在讨论大哥 所说的事情 虽然让自己心里有些吃味 但还是赶紧制止的 逍遥哥已经给沙沙够宠的了 我懂得知足 逍遥哥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大哥 当然是高兴给谁打赏 就给谁打赏了 只要大哥玩得开心就够了 我相信 逍遥哥晚点会回家来的 果然他说完没过多久 就见屏幕开始飘加年华特效 直播间响起他兴奋的大喊声 感谢逍遥哥的嘉年华 家人们看 逍遥哥这不是回家了吗 半世逍遥 极乐净土走起 说曹操曹操道 果然逍遥哥还是钟爱沙沙的极乐净土 看给沙沙兴奋的 果然逍遥哥才是沙沙的真爱 我感觉我的跑车白刷了 逍遥哥想问问你 十个嘉年华 能不能碾压你的破跑车 如果不能 咱继续刷 沙沙这时打开了音乐说道 一只极乐净土送给逍遥哥 感谢逍遥哥的厚爱 穿着白色的双马尾萝莉 说完就跳了起来 不得不说他这种小美女 跳这个舞蹈 确实百看不厌 杨凡每次欣赏时 都不自觉地在心里给对方点赞 在这里待了好一段时间 再次拍出几个嘉年华后离开 这时 阿里的直播间中 正有一个大哥 再给他刷嘉年华 这个大哥的名字叫孝红尘 感谢红尘哥的嘉年华 比心 这红尘哥是今天才来他直播间的 看他跳了两支舞后 已经刷了好几个嘉年华了 很明显是位肯花钱的大哥 这使得阿里开心不已 孝红尘打字说道 我看了看主播跟我是同诚 先加个V吧 下播后 我接你吃个宵夜怎么样 阿里文言皱了下眉头 对方的目的性已经十分明显了 使得他好心情瞬间降了不少 这种事 他遇见过很多 男人嘛 大多数都是一个德性 但别人都是私下约 这货倒好 直接在直播间说出来 这种事 是能拿到直播间来说的 这不是故意为难自己吗 心里吐槽了一句傻逼后 笑着说道 宵夜就算了吧 阿里没有吃宵夜的习惯 如果红尘哥不嫌弃 阿里改天请大哥吃饭可好 他直接暗示 加V可以 吃宵夜免谈 至于所谓的改天请吃饭 也是一句客套话 改天是哪一天 有没有这一天 连他都不知道 刷几个嘉年华而已 就想套自己简直是做梦 但他又不想直接得罪对方 准备套对方多刷一些 所以先加V再说 谁知笑红尘不准备 见好就收 还在继续这个话题 不够 他怕 又是两个嘉年华打出去 阿里心里都快爆粗口了 但还得笑着感谢对方 正想解释的时候 他的粉丝有人开始吐槽了 at笑红尘 则则则刷几个嘉年华 就想约咱们阿里 你拿你的钱当美金用呢 就算是美金 好像也不太够的样子 at笑红尘 刷个两三万看把你得死的 不说别人 就小爷我都比你刷得多 哥这装什么呢 at笑红尘 兄弟 别拿你那两个钢棒出来装逼 看把你能得 还想约咱们阿里 咱们阿里看着 像是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吗 就恨这种人 刷点钱就想睡主播 转弯去会所呀 那里适合你 任逍遥哥都刷几十万了 也没有你这么装 小子 有实力的话 拽拽叫装逼 没那个实力 还去拽 就叫憨批了 阿里不敢对大哥 但水友们可不惯着他 管他三七二十一 看不惯就先对了再说 面对水友们的嘲讽 笑红尘心里那个气呀 他经常来斗音上 寻觅同城的猎物 被他看上的女主播 他倒是也不吝啬 往往都会刷个小几千 到几万不等 然后调戏一下 约出来见一见什么的 当然 他从不给大主播刷 他知道 对那些大主播来说 这点钱 还挣扎不动人家 所以成功率还不低 但没有想到 今天遇见一个特别吸引 他的跳舞主播 两万多刷出去了 只是调戏一下对方 就这么多人对他 这钱花了不少还要受气 哥谁谁受得了 不满的打字说道 小爷行事作风一向如此 怎么 看你们说话这么冲 一定都不差钱吧 那你们倒是 先把我绑一给下了呀 小爷可不像你们这么装 你们要是对主播没有想法 天天蹲在直播间干嘛 下蛋吗 你们这么有种 来跟我对刷呀 嘴炮谁都会 抢不了我绑一 就给小爷我闭上 谁友们大部分 还真是在打嘴炮 即使是之前吐槽说 自己比笑红尘刷得多的那位 也是如此 他确实刷得比对方多 还多不少 但那可不是一次性刷出来的 他守护阿里很久了 经常都会刷一点 积累起来也有好几万 但要让他现在抢下榜一 确实有点恼火 何况笑红尘又不是不上票了 他出手后 万一没有打赢 那可就尴尬了 所以就显得十分犹豫 真有钱的那两位大哥又不在 一个没上线 一个刚刚正在其他直播间 刷得欢他甚至想过 自己要不要干脆跑去沙沙直播间 把逍遥哥给喊来 打打这家伙的脸 阿里正看着发言区 自家的粉丝消费能力 他心里还是有个底的 见直播间已经快吵起来 这可不是他希望见到的 正组织着语言 准备出声打个圆场 此时突然看见 半事逍遥来了 阿里愣了一下 就发现屏幕上出现嘉年华特效 第25章 两位大哥强榜一 半事逍遥送出嘉年华星号二 半事逍遥送出嘉年华星号时期 阿里见到这嘉年华联机时 已经忘记了 自己正要灭直播间的火 激动的喊道 感谢我逍遥哥送来的 17个嘉年华 谁有门见状 也纷纷笑了起来 这不 打脸的说来就来 at半事逍遥 逍遥哥你来的 可真的太是时候了 有人正欺负咱们阿里呢 哈哈 逍遥哥来打脸了 果然还得是逍遥哥牛逼 at笑红尘 嘿 那谁 你的榜一杯抢哦 别怂啊 抢回来 at笑红尘 来来来 跟你对刷的来了 接着奏乐接着舞啊 at笑红尘 去把皮卡丘 你能刷赢逍遥哥 我特么不但跟你道歉 以后但凡遇见你 都叫你生严 哈哈 杨凡日常刷了一波嘉年华后 看见水友们刷屏 还有好几个 at他的就有点猛 问了一句兄弟们 什么情况 随即就有人开始 给他解释起来 看了好一会 他才看明白事情的由来 对于这种用刷礼物 来泡妹子的做法 他不好评价 反而觉得很正常 因为他也绝对 算不上是什么情怀大哥 比较偏向这种类型 本来那什么 笑红尘泡主播也没什么 跟自己没有多大关系 但你偏偏来泡我看上的主播 就跟我有关系了呀 于是也at了一下对方 半世逍遥 at笑红尘 请开始你的表演 谁友们纷纷跟着他at at笑红尘 哈哈 请开始你的表演 at笑红尘 别怂 请开始你的表演 at笑红尘 请开始你的表演 at笑红尘 请开始你的表演 西湖市 一间装修精美的 月层公寓里 一名年近三十 满头黄毛的男生 正靠在沙发上 看着手机屏幕皱眉 他就是逗音上的笑红尘 真名叫王峰 身为一个标准的富二代 他有自己的偶像 那就是国内一位 对网红情有独钟的 顶级富二代 所以他和他偶像的爱好一样 也喜欢女网红 但不一样的是 他的性格很喜新厌旧 所以大多都是短评块而已 难得今天 发现一个令他很心动的女主播 他忍不住照常用金钱开路 结果受挫 本来想打脸对他的那些水友 谁知还真来了一个 要跟他对刷的家伙 这也太特么巧了 好面子的他 不允许自己认怂 暗想着 看来今天得出点血了 于是开始充值 很快 直播间就飘起了嘉年华特效 笑红尘 送出嘉年华新号二 笑红尘 送出嘉年华新号十五 转眼间 就打出十五个嘉年华 将榜一抢下后 很装逼的艾特了一下杨凡 艾特办事逍遥 啥也没说 就只打了一个问候 但所有人都明白他的意思 阿里表面上两不相帮 谁送礼物他都感谢 心里却美滋滋的 看着架势 两位大哥 这是要在他直播间里 对刷墙榜一的节奏 这种好事可是不多见 他甚至希望 二人打出火气来 这才是对他最有利的 但同时 他也很清楚逍遥哥的财力 所以一点也不看好 那个陌生的笑红尘 只希望对方能多坚持一下 毕竟赚多少都是爱嘛 心里在暗暗给笑红尘打气 杨凡见自己 被超后毫不在意 啪啪啪啪啪又是17个嘉年华打出去 笑红尘继续表演 几万块钱 王峰还是不耸的 心里有了火气的他 片刻时间再次打出20个嘉年华 杨凡的心情就比较轻描淡写 无论对方怎么刷 他则持续着 每隔一小会就打出17个嘉年华 两人你来我往 打了一会时间 每人都刷了20万的样子 期间吸引来了很多水友观战 阿里心里那个开心啊 直接放起音乐 开始跳热舞 给二位大哥助威 这时水友们已经不淡定了 卧槽 两个加起来都快50万了 好像没有要停的意思啊 只是一场普通的大哥遭遇战 就刷出这么多票 难得一见啊 切 那是你不知道逍遥哥 这段时间 人家几乎每天都会给阿里刷上不少 没有什么好惊讶的 我惊讶的是逍遥哥吗 我惊讶的是 内校红尘居然可以打出这么多票 还好之前我没有跳上去跟他刷 看来这也是一位妥妥的神侯 我目了 马德 我几年的收入 就被他们这一小会给丢了 人比人气死人 你看阿里脸上的笑容就没消失过 这一波算是吃饱了 新来的家人们 麻烦动动你们发财的小手 帮咱们阿里点点关注啊 待他们每人都刷到30多万后 王峰停了下来 他有些发呆的 看着手机屏幕 心情不太好的样子 他存了一段时间的零花钱 已经全部打出去了 没法继续充值 借钱和贷款给女主播刷礼物 那种傻事他可干不出来 而且就算这样干了 就能保证一定赢得了对面 毕竟对面是什么情况 他一无所知 感觉这次要丢脸了 看见杨凡再次打出17个嘉年华 他艾特了一下对方 艾特半事逍遥 你特么不会是公会号吧 杨凡看见对方的话 就是一愣 他还没有来得及回复 就见到一堆水友帮他回答了 艾特笑红尘 打不赢就说别人是公会号 你特么要笑死我 艾特笑红尘 逍遥哥可不是给阿里一个人刷 还有莎莎和小鹿 人家几乎每天都要在 斗影女主播身上空刷几十万 你见过这种公会号 艾特笑红尘 本来还敬你是条汉子的 怎么 比你肯花钱的就是公会号 艾特笑红尘 我还没说你是来骗 逍遥哥消费的公会号呢 你居然先怀疑起了逍遥哥 这时阿里也跟着解释道 逍遥哥和红尘哥都不是公会号 都是阿里的好大哥 阿里再次感谢二位大哥的厚爱 第26章 二次元主播 阿里没有因为杨凡刷得多些 就明着维护他 毕竟对平台来说 大哥可比主播重要多了 所以主播是不会明着去得罪大哥的 何况人家还给他刷了礼物 但他也不是什么都没做 他悄悄给杨凡发了一条道歉信息 并说明情况 还是比较会做人的 笑红尘这时也不好再说什么 看见很多水友 还在让他别耸继续刷 心里就是一阵MMP 随后直接退出了直播间 这长榜一支争就此结束 很多陆屏的水友 直接开始发视频 杨凡这个新近神豪的名声 也被更多人知晓 这时 一名叫厚德载屋的六十级大哥 开始在阿里直播间 刷起嘉年华 并艾特杨凡说道 艾特办事逍遥 感谢逍遥哥 对我们家阿里的支持 杨凡并没有去在意 甚至没有搭理 还是阿里发V给他 他才知道这个 厚德载屋是对方工会的老板 但他对这些做工会的 没有什么兴趣 只是随意聊了两句 就飘频说道 办事逍遥 阿里 火车摇走起 果然逍遥哥 是来给我们发福利的 阿里都快养成逍遥哥 不再不跳火车 摇得坏习惯了 这可不行啊 得改 今天憋了好久 终于要火车摇了吗 抽纸已备好 阿里尽管跳 卧槽 阿里还没开始跳 只是看见火车摇三个字 我就已经完事了 兄弟们继续 火车摇是什么情况 正好现在直播间里 有大量被刚刚那场 绑一之争吸引过来的谁有 阿里也觉得 这是放大招流科的好时候 于是娇滴滴地说道 逍遥哥想看阿里跳火车摇 当然没有问题 阿里这就去换衣服 杨凡在阿里直播间 玩了近一个小时才离开 本来想回小鹿直播间去看看的 此刻正好收到一条 对方发过来的信息 逍遥哥我先下了 今天早点睡 明天就要见面了 有些期待呢 沙沙也不在线 于是他随意地刷着视频 期间 逗音还很贴心地推给了他 很多正在直播的女主播 但遗憾的是 并没有触发系统提示 直到他刷到一个叫S的女主播 检查到有效消费对象 杨凡一看对方那张绝美的脸 就认了出来 这是一位突然爆火的女网红 爆火的原因 竟然是因为有一位国内顶级富二代 炮他没有炮到 这原因就很奇葩 这女主播美是真的很美 但杨凡怀疑对方是那位富二代 故意炒作出来的产物 兴趣并没有多大 但耐不住他刷礼物不要钱啊 所以准备进去撒撒钱 女主播现在正在毒舌的 跟水友们聊天 湖南哪里的 要不我报身份证给你听 哪里是做的 我胸是龙的 三六八地 我有啥能力 我就是因为没能力啊 我要有能力 会坐在这里直播 你比我有能力 我没啥才艺 我给你放音乐 不叫才艺吗 你别太挑剔 头发是真的吗 不是 是我租来的 你是女的吗 不是 我是人妖 哭一个 你现在死我马上哭 见这位欲解型美女 正在认真地回答水友们的提问 杨凡反手就是17个嘉年华甩过去 美女愣了一下 却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谢谢半世逍遥 随后又继续回答水友们的问题 就很淡定 杨凡还是第一次遇见这样的女主播 或许这就是对方打造的人设吧 正因为这一副不为金钱折腰的模样 才吸引了很多粉丝喜欢 杨凡也不在意 一句话都不说 又在直播间刷了一轮嘉年华 引起了水友们的好奇 这半世逍遥怎么一直刷嘉年华 不会是王校长的小号吧 很有可能 我这几天经常看见 他给不同女主播刷嘉年华的飘评 at半世逍遥 王校长 别只刷礼物不说话呀 来 咱们唠唠课 哈哈 逍遥哥可不是王校长 我几天前在一个小主播那就知道他了 谁友们不知道 但美女主播很清楚 只见他说道 他不是 别逮着个刷嘉年华的 就说是那位 没过多久 杨凡已经在直播间刷了近十万才停止 但这位美女主播却一直没有多大反应 只是简单地表示了下感谢 随即他也觉得没有多大意思 离开了 但却在退出直播间后 收到了对方的私信 打开一看 上面只打了一串英文和数字 其他什么都没有 这应该是对方的V 看来 自己这十来万丢出去 对方心里也不是毫无波澜吗 加上V后 对方发了一句谢谢过来 没事 你是我见过最淡定的女主播 淡定吗 可能是我怕生吧 在直播 回聊 仅仅只聊了一句 就结束聊天 但从这句话中 杨凡还是品出了一些东西 怕生 这不就是暗示自己 多去捧捧场 多去刷几次 正所谓一回生二回熟 还挺有心机 杨凡摇了摇头 继续刷着视频 在斗音上找乐子 刷了好一会过后 总算又听见了系统提示 检查到有效消费对象 直播间的名字叫呆毛双胞胎 屏幕中是两个打扮得 很二次元的女生 看样子年龄不大 一名长相非常清纯的女孩 穿着某岛国的女服装 一头银白色头发 头戴猫耳 背后还有条小尾巴 白嫩的长腿偏细 穿着一双白色船袜 在纸牙板上面蹦打 表情多变 每蹦一下都会皱起眉头 明显是被纸牙板 弄痛了小脚丫 这打扮妥妥的是一名 二次元猫耳娘 另一名长得和猫耳娘很像 穿的却是一身大红色的青纱汉服 肩部背部和肚脐露出大片肌肤 下半身的长腿同样露出 打着赤酒 这怎么看 这都不像是正经汉服 汉服美女正在一旁 看着吃痛不已的猫耳娘 眼嘴偷笑 猫耳娘则一边蹦打 一边哀求道 家人们别刷小星星了 刷刷玫瑰 让姐姐也试试纸牙板吧 我快受不了了 那可怜的小模样 简直我见犹怜 这倒不是庄的 试过纸压板的人都知道 在上面蹦着是什么感觉 就很酸爽 这主播对自己下手 也确实够狠 第27章 呆毛双胞胎 谁知谁有门见女孩 可怜巴巴的样子 毫不怜香惜玉 一堆人刷着小星星连击 并且打字说道 不行 先玩疯一个再说 哈哈 对的 先把妹妹玩疯 再玩姐姐 我就是来看呆呆哭的 家人们加油啊 对对对 呆呆被玩哭的样子最可爱 你们这些坏人 别老针对咱们呆呆啊 毛毛在一边 都闲得开始磕瓜子了 卧槽 还真磕呀 这姐妹俩 估计平时关系不太好 毛毛别嚣张 等我们把呆呆玩哭后 就到你了 准备面对疾风吧 加油加油 别老看呆呆蹦的 谁刷量跑车控下场 让呆呆在纸压板上无意去 杨凡看了一会才知道 这是个什么样的直播间 原来是刷礼物惩罚主播 姐姐叫毛毛 妹妹叫呆呆 怪不得这账号的名字 会叫呆毛双胞胎了 连续刷小猩猩 是播放代表妹妹的音乐 这样妹妹就得在纸压板上 持续站着 刷其他礼物还得原地跳 而刷玫瑰花代表姐姐的音乐 但有个前提 那就是小猩猩停止 或者这一段音乐中 玫瑰花的数量超过小猩猩 之后才会换成姐姐的音乐 刷大礼物的则可以控场 比如跑车就是控场两分钟 控场时可以让指定主播 在纸压板上跳舞 深蹲连续跳 打滚什么的 一个嘉年华则是控场半个小时 这姐妹俩应该是新主播 粉丝数并不多 但就这样的直播间 在线人数竟然比 莎莎和小鹿的直播间加起来 还要多不少 看来水友们还挺喜欢这种调调 不得不说 两姐妹还是挺会做直播的 这时呆呆已经带着哭腔喊道 大哥们 呆呆真的不行了 哪位好心的哥哥 就就呆呆吧 半世逍遥送出嘉年华新号二 半世逍遥送出嘉年华新号时期 看着小女孩要哭要哭的样子 杨凡反手就是17个嘉年华拍出去 将音乐直接砸停 见音乐停止后 结束蹦达的呆呆满脸惊喜 还没有反应过来 是什么情况的 他就听见一直注意手机屏幕的姐姐 发出一声尖叫 啊 感谢半世逍遥大哥的嘉年华 大哥现在可以空 空 当看见杨凡刷的是17个嘉年华后 毛毛接下来的话 堵在了喉咙管里卡壳了 平时难得一见的嘉年华 今天直接来了17个 本来这是大好事的 但一想到17个嘉年华 可是要空场八个半小时啊 这是要让他们两姐妹 玩一个通宵的纸压板 离谱 毛毛瞬间惊出了一身冷汗 呆呆却不知道 赶紧一蹶一拐地走下纸压板 趁机休息一下小脚丫 嘴里还不断说着感谢的话 感谢逍遥大哥就呆呆 万分感谢 随后 他看见手机里的水友们发言后 直接瞪大了眼睛 满脸呆滞 水友们见毛毛和呆呆的样子 开始疯狂发言 完蛋了完蛋了 直播间来省好了 这两姐妹 这一下肯定要被玩坏 十七个加年华 空场八个半小时啊 哈哈 这是要通宵玩纸压板的节奏 为何我想笑 这姐妹俩的脚都要被玩废 还是土豪们会玩啊 直接就先空场八小时再说 看见规则后 我早就想过这种情况 只是没有想到 这么快就发生了 看这两姐妹怎么办 哈哈 呆呆反应过来后 脸色不断变化 随即啊 被医生直接哭了出来 看来是被吓到了 呜不完了 呆呆不完了 八个半小时 这谁受得了啊 呜 毛毛要好一些 开始小心翼翼的问道 小妖哥 你这刷的太多了 我们确实 确实没有办法 连续几小时做惩罚 可 可以分期吗 杨凡本来也没有打算这么狠 刷这么多 不过是因为正好一轮 随手就刷了 于是飘屏说道 不用做完 你们姐妹一起 在纸压板上跳十分钟 急了净土 然后呆呆休息 毛毛继续在上面 蹦跶到哭出来 就算惩罚结束 呼 姐妹俩看见她发言后 心里松了口气 呆呆停止哭泣 直接对着屏幕拘了一躬 谢谢逍遥哥 谢谢你联系呆呆 呆呆马上跳极乐净土给你看 谁有门热闹了 还是土豪大气啊 猛刷十七个嘉年华 结果惩罚这么轻 at办事逍遥 大哥糊涂 大哥你不会定惩罚 可以交给我代劳啊 你这太轻了 直接跳到哭出来 可还好哈哈 这就是底气 必须跳到哭出来才算结束 挺会玩 毛毛对于杨凡定的惩罚并不在意 这已经算很轻了 他们自从做这个直播开始 可没有少哭 今天这个事情 也给他敲了个警钟 要是真有土豪 让他们做好几个小时的惩罚怎么办 那确实受不了 所以 他准备等今天结束后 好好修改一下规则 将每隔多久休息一次 以及休息时间 给加到规则中 之前没有完善规则 是因为他真没有想到 会有人刷这么多 感谢逍遥哥联系我们姐妹 我这就去放音乐 杨凡没有说话 凡手又是十七个嘉年华甩了出去 将两姐妹激动得不要不要的 他们也知道自己两人是遇见神豪大哥了 这绝对要把握住 要说什么最吸引主播 那一定是神豪大哥了 只要有大哥的支持 就没有播不起来的 想获得平台扶持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打各种活动 那谁来帮忙打 答案显而易见 随后杨凡偶尔刷一两个嘉年华 热闹下气氛 毛毛也成功地被直牙板给弄得哭了出来 呆呆去抱着他安慰 好半天才缓过进来 一边抽气 一边说道 逍遥哥 我 我们的惩罚算完成了吗 杨凡飘平说道 我觉得还是呆呆哭起来比较可爱 你们早点下部休息吧 我下次来看呆呆哭 第28章 机场玉美女 两姐妹见到她的飘平后非常惊喜 这代表着这位神豪下次还会来 既然来了那礼物 肯定就不会少 杨凡退出后加了两姐妹的V 时间已经不早了 她去洗澡准备休息 一间看着十分可爱 少女气息满满的小房间内 刚刚下部的毛毛和呆呆脸上布满了笑容 呆呆正掰着手指头 在计算着什么 随即她兴奋的喊道 毛毛 我们今天赚了好多好多钱呢 你快算算 逍遥哥打赏这么多 我们能拿到多少 身穿汉服的毛毛 对自己这个妹妹十分无语 但同样兴奋的她 也拿出手机开始计算 仅仅片刻时间就得出了答案 只见她有点不敢相信的 反复算了两次后说道 好像 好像能有七万多呢 呆呆听后 直接激动的尖叫起来 呀 七万多 哈哈 太好了 没想到 我们竟然赚了这么多钱 我要买好多好多好吃的 好多好多漂亮衣服 随即两姐妹抱在一起 又蹦又跳得十分欢乐 但毛毛很快冷静下来 逍遥哥是个神豪大哥 我们一定要好好维护 快看看 他家我们V没有 呆呆也反应了过来 赶紧拿出手机查看 加了 他加了 可是 我该发什么过去呢 毛毛两手一摊 我也是第一次遇见这种大哥呀 完全没有经验 那怎么办 怎么办 要不我去度娘搜索 毛毛看着紧张兮兮的呆呆 一脸好笑 没必要吧 首先 我们先正常一点 对大哥表示一下感谢 这个是一定要的 呆呆点点头 也觉得 姐姐说的很有道理 但他拿起手机打字时 却打了又删 删了又打 总觉得自己组织的语言不太好 而此时 毛毛已经发了出去 刚刚洗完早出来的杨凡 见到两姐妹 已经加了自己 并收到毛毛的信息 感谢逍遥哥的打赏 今天让逍遥哥破废了 没事 我也玩得挺开心 逍遥哥开心就好 欢迎你常来哦 好 你你妹妹呢 睡了 没有呢 他在纠结 该怎么跟你发信息 这么腼腆吗 他才不腼腆呢 平时就是个小疯子 但遇见他重视的事情 就有选择困难症了 这时呆呆的信息 总算发了过来 逍遥哥你好 谢谢你的厚爱 呆呆第一次获得这么多礼物 实在不知道 怎么表达感谢才好 要不你把地址给呆呆 呆呆给你点些好吃的吧 杨凡看见呆呆发来的小作文 有些无语 合着给我点外卖 就是你想到的感谢方式 万一你点的我不喜欢吃呢 唉 那你告诉我 你想吃什么吧 这样就不会点错了 没诚意 我想吃什么 自己不知道点吗 这条消息发过去后 他就看见聊天矿 一直在输入中 但就是收不到信息 知道这丫头又开始纠结了 两分钟过后 要不我明天去买兔头寄给你吧 真的很好吃哦 为什么你老想着给我投食呢 能有吃不完的美食 不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吗 逍遥哥你不喜欢 杨凡看着手机 不自觉地露出了笑容 我看出来了 你个小吃货 哈哈 姐姐也是这样说我的 不用麻烦了 你好好直播就行 以后会赚更多钱的 真的 太好了 以后想买什么都可以买了 有吃不完的美食 穿不完的漂亮衣服 呆呆真是太幸福了 杨凡是真不知道 这丫头在兴奋个什么劲 这钱不是还没有赚到吗 好了 我要睡了 你也早点休息 嗯嗯 好的 逍遥哥晚安 第二天 杨凡起床后 随便收拾了一下 就到外面去洗了个头 发现时间差不多后 打车朝机场而去 机场门口百无聊赖地 等了几分钟 并没有收到小鹿的信息 应该是还没有降落 他正埋头玩手机时 突然听见系统的声音响起 检查到有效消费对象 是否查看信息 咦 抬头一看 原来是两个身材很好的妹子 正朝她这边走来 由于都戴着太阳眼镜 所以具体的颜值看不清 但给她的第一感觉就是 美女 查看 姓名 恭敬 年龄 26 身高 174 体重 55 综合颜值 89 数字 87 亲密度 0 卧槽 13 这妹子可惜了 这还是她获得大晕种系统后 遇见综合颜值最高的美女 离九十已经不远了 可惜 数字高达13 但她对这综合颜值 高达89分的美女 还是有些兴趣的 想看看对方摘掉墨镜后的样子 玩玩一骂 想必对方也不太会介意 但从来没有搭讪过陌生美女的她 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开头 好在获得系统后 她充满了底气 随之而来的副作用 就是自信心爆棚 只是随意一想 就想到了一个搭讪方式 看见美女们要走远了 她没考虑这么多 想着被拒绝就被拒绝呗 也不少块肉 于是小跑几步追了上去 嘴里喊道 恭敬 果然 走在前面的两名美女瞬间回头 其中一个个子稍高的美女 疑惑地打量她片刻后问道 你是 很明显 她就是系统提示的那一位 只见她梳了个丸子头 脸型很小 上身穿着一件较长的黑色衣服 直接包裹住臀部 将她的裤子都完全遮住 所以根本看不出 对方有没有穿裤子 令杨凡眼前一亮的 是她那双穿着戴字母黑色的大长腿 这双腿比顾瑞杰的还要长不少 活脱脱地玩年细脸 脚上一双黑色短靴 让她看上去比自己还高 杨凡面对询问顿了一下 就很自然地说道 加个V呗 宫敬一直在努力回忆 发现她对这人是真没有什么印象 于是很干脆地说道 不了 你教住我有事 宫敬亲密度 十 卧槽 第29章 女主播空降 杨凡没有想到 她都叫出对方名字了 结果换来的 却是这种结果 这妹子就不好奇一下的吗 直接就拒绝认识 她不知道的是 宫敬自认为记性还不错 如果是什么优质男人的话 她只要认识过 就不可能把对方给彻底忘记 既然毫无印象 那就只有两种可能 一是对方不知道 从哪知道了自己名字 过来搭讪的 二是 或许曾经见过对方 但却是一个 都不配留在她记忆中的男人 既然如此 那还有什么好认识的 再加上这个男的长相普通 穿着打扮更普通 可以说是毫无亮点 他对这种男人压根没有兴趣 所以直接拒绝认识 杨凡见对方捡亲密 很光棍地说道 没事 然后转身就走 宫敬亲密度 宫敬也是很无语 再次降了亲密度 离开的杨凡 还听见身后另一个女生 笑着小声说道 还是咱们静静的魅力大 在哪都能招风影碟 这时 杨凡的手机正好响起 拿起一看 是小鹿发来的 这小妮子总算是到了 现在正在往外走 五分钟后 一名长相靓丽 穿着充满青春气息的美女 从机场出来 拉着一个小行李箱 他四处张望了一下 就发现杨凡 静止朝他走过来 检查到有效消费对象 是否查看信息 查看 姓名 陆小鹿 年龄 22 身高 164 体重 50 综合颜值 86 97 状态 正常 亲密度 29 又是3 杨凡对小鹿的评分 勉强还算满意 但这亲密度这么低 就让他比较无语 自己好歹 也给这妹子 刷了三五十万了 结果才29的亲密度 妹子走到他身前 笑着说道 逍遥哥久等了吧 杨凡笑着点点头 是啊 等了十多分钟了 你说怎么补偿吧 走走走 我请逍遥哥吃大餐去 小鹿说完就来挽住他的手 比较自来熟 一点也不扭念 杨凡当然不会拒绝对方的亲密动作 怎么说也是个大美女啊 二人顺着机场外打车的方向走去 几分钟后 之前遇见的那两位美女正站在停车场门口 像是在等人 静静你看 这不是刚刚跟你搭讪的那个男的吗 宫静顺着朋友手指的方向看去 正好看见杨凡和小鹿从远处走过来 两人手玩手的显得很亲密 待二人看清楚小鹿的长相后 朋友有些吃惊 天 他女朋友这么漂亮 还来搭讪你 呸 死渣男 话说 现在渣男的门槛怎么越来越低了 宫静对朋友的说法深以为然 一个毫无亮点的男生居然都在渣 这就很无语 最意外的是 没想到对方居然能找到这么一个 并不比自己差多少的女孩当女朋友 本来对方扎不扎与他无关的 但想到对方有女朋友 还想着来招惹他 心里就有些不爽了 宫静亲密度时 他眼珠子转了转 打算给对方一个深刻的教训 于是 他抬起大长腿 朝杨凡二人的方向走去 唉 静静你去了 宫静只是背对着他 摆了摆手 没有停留 也没有回答 面对突如其来的减轻密度 杨凡并没有在意 此时他正在跟小鹿聊天 但看见了刚刚那个高分美女 再朝自己走来 就有些疑惑了 但想了想 又觉得是巧合 对方应该是正要去自己这个方向 谁知宫静走到他面前 不远处就停了下来 摘下墨镜 露出一双会笑的大眼睛 开口说道 帅哥 你刚刚不是想要我的联系方式吗 现在还要吗 宫静的想法很简单 那就是 当着对方女朋友的面 将对方刚刚那渣男的行为给说出来 看对方怎么解释 让他意外的是 这个渣男根本就没有解释的打算 反而露出了笑容 杨凡在被他摘下墨镜的美貌 小小的震惊了一下后 很光棍的就拿出手机来笑着说道 你扫我吧 宫静被他这番操作弄得有些摸不着头脑 他看向小鹿 见这个美女并没有什么动静 只是好奇地看看 他又看看那个可恶的渣男 什么情况 他还就不相信了 真就拿出手机扫了杨凡 很顺利地加上了V 随后 他又看了看小鹿 发现对方只是轻轻皱了下眉头 立马就舒展开来 显得很镇定 不是吧 你男朋友当着你的面 加其他女生的V 你就一点过激的反应都没有 杨凡刚开始还很疑惑 这个美女之前明明很冷淡 这回为何会主动给自己联系方式 但看他偶尔看向小鹿的眼神 也多少猜到了一些 不过他可不会说破 那我就先走了 V联系 说完就带着小鹿离开 只留下恭敬在风中凌乱 他的朋友就在不远处 看到了事情的经过 想了好一会才走过来说道 静静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那个美女压根就不是这个男生的女朋友 或许是妹妹之类的 我们可能误会人家了 恭敬想了想也觉得有可能 不然没道理这么淡定 他还没有说话 又听见朋友的吐槽声 即使是妹妹也不会是亲妹 两人长相相差太大了 见朋友这样说他也是笑了起来 问一下不就知道了 说完他搞怪的晃了晃手机 给杨凡发了条信息 刚刚那女孩跟你什么关系 杨凡这边刚刚上车 发现恭敬发来信息也有些意外 觉得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也就回到 没有什么关系 一个经常看的女主播 恭敬见到信息后更想不通了 这种美女主播会空降屌丝 还搞得这么亲密 他对直播这行业还是有所了解的 身边也有朋友在做主播 要说女主播空降一般是什么情况 那一定是榜一大哥呀 即使不是榜一 也至少是榜二榜三吧 说他们会空降一个穷屌丝 这打死他都不相信 他思索了一下 觉得自己可能真的误会了什么 还好刚刚自己没有把对方的V给删掉 而是多嘴问了一句 第30章 小璐有点做 小璐将之前发生的事情 全部看在眼里 但他对自己和逍遥哥之间的关系定位十分清晰 所以并没有询问 更没有吃醋耍小杏子之类的 车上看见杨凡在发信息 还打趣地说道 不愧是逍遥哥呢 刚刚那个美女连我看着都心动 你这该死的魅力 嘖嘖嘖 杨凡文言放下手机 一把搂住小璐笑道 我觉得咱们小璐可比他美 这倒不是他吹牛 二人之间的综合颜值相差不大 但纯洁度的差别可就大了 干净些的美女总是能更吸引男人 当然 首先你得是美女 小璐用他那双灵动的眼睛翻了翻白眼 花言巧语 你猜我信不信 这有什么不信的 你对自己这么没有自信吗 哼 那我就在你旁边 你只顾着跟别人聊天 我这不是放下手机了吗 一个小时后 二人来到五星级酒店 给小璐开了间总筒套房 将行李放进去 小璐询问 逍遥哥准备带我去哪里玩呢 杨凡一脸坏笑地抱住对方 在耳边轻声说道 今天起得太早了 要不 我们先在这里休息一下 他话里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小璐又怎么会听不懂呢 陆小璐轻密度二 靠 你自己主动空降的 难道还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轻密度本来就低 还这么容易降 小璐将靠在他肩上的脑袋挪开 笑意盈盈地看了他一眼 逍遥哥别着急 我这两天身体不适 说完他就在观察杨凡的表情 杨凡文言眼睛眯了一下 这妮子什么意思 要不是昨天他查高文问信息的时候知道 女人那个来了 也会在状态内栏显示 还真可能被骗 但他没有点名 而是放开对方后 淡淡地问道 既然如此你 还选今天过来 小璐准备再次抱着他 却被他轻轻推开 嘟着嘴巴一脸委屈地说道 逍遥哥 你别生气嘛 我也是忍不住想见见你嘛 我过来找你玩 你就只想能那点破事吗 小璐过来的主要目的 是想用美貌来吸引住他 最好是从此将他发展成自己的田狗 从此支持他的主播事业 给自己大刷特刷 说到底看重的是 对方的钱 二人之间并没有什么感情 跟对方那样也不是不行 对这方面他也有所准备 但那只会是无奈之下的做法 怎么可能轻易地就送了 所以面对杨凡直白的话语 他先用身体 不是这种正当理由来作为挡箭牌 想试试 只跟对方玩暧昧的话 能否巩固住这段关系 杨凡见对方都送货上门了 还一点不干脆 心里也有点来气 但又想着 倒是比另外两个 还没有这方面举动的女主播要好不守 有点傻的地方是 你读空降榜一大哥了 还要弄那些弯弯绕绕的 有这必要吗 本来很加分的行为 非要做做出些减分项来 他可不愿意陪对方玩什么暧昧游戏 咱大渊种的格局要打开 于是笑着说道 现在人你也见过了 玩的话就算了 我还有事 既然来都来了 你做个攻略 自己玩几天就回去吧 他说完就要往门外走 小鹿见状一愣 奶还不知道自己玩脱了 这家伙居然是个满脑子污水的大直男 就不能慢慢来吗 这么急 也没有完全拒绝啊 不是说了 是身体不适吗 他这个借口估计 连他自己都相信了 却不知道杨凡一眼 就可以看出他的状态 所以他还感觉有些小委屈 但他可不会就这样 放杨凡走掉 对方明显是生气了 赶紧快走几步拉住他 逍遥哥你别走啊 杨凡被拉住 只能停下脚步 回头看向他 还有事 妹子脸色微红 一脸不好意思的 在他耳边悄悄说了些什么 明显是知道 玩脱了 再想办法补救 他确实没有想到 对方面对他这个美女 居然说走就要走 甚至对自己的吸引力 产生怀疑 杨凡听了以后 先是一愣 随即摇了摇头 不用 说完就准备挣脱对方的手 但对方加大力度不肯放 有些撒娇般的说道 算算时间这两天就结束了 逍遥哥就不能为了人家 委屈一两天吗 他这次来是巩固关系的 可不想空降一趟 最后反而还弄巧成拙 面对这种脱离他掌控的情况 只能无奈地妥协 杨凡听后觉得这还像话一点 可惜这妮子对自己的亲密度低 想获得奖励只能慢慢培养了 好在亲密度低不代表什么 只影响奖励 面对他随后的提议 妹子在心里悠悠地叹了口气 知道此刻是到了 他面对自己命运的时候了 然而 在他真正面对着 看得见摸得着的命运时 心里反而没有那么彷徨了 甚至是在娇媚地看了杨凡一眼后 倾起红唇 对着命运颇为不懈地 发出调侃的声音 则则则 命运顿时开始变化无常 就像是发怒了一般 而杨凡看着此时 很是勇敢的陆小璐 眼神中带着些许怜惜地 轻抚着他的秀法 而妹子并没有搭理他 而是一直很忐忑地 面对自己的命运 随着时间流逝 杨凡只能深深地叹了口气 然后从桌子上 拿起一张诗巾来递给他 面带微笑地说道 早这样多好 而妹子则一脸不满地接过 这下你满意了吧 我得开始补妆了 哼 坏男人 杨凡笑着起身 轻搂着他 等你补完妆 带你去逛逛 顺便买买买 妹子白了他一眼 颇为傲娇地说道 算你识相 半小时后 他们直奔商场而去 这地方几乎每个女生都喜欢 特别是跟着杨凡这种不差钱 又肯买买买的主一起去 那肯定会是一场 很开心的购物之旅 所以商场几乎成了 他泡妹子毕达卡之地 进去后 小璐也不跟他客气 买了不少奢侈品 陆小璐亲密度加五 带二人走到周大福时 杨凡脚步顿了一下 因为他看见了一个熟人 他的前女友李芝兰 此时 对方正跟一个看上去 三十多岁的男人 在柜台边选着耳钉 第三十一章 陆遇前女友 他也看见了正走过来的杨凡两人 眼睛先不可思议地看向小璐 随后又在二人手上提的袋子上 扫视了一圈 露出惊讶的表情 这怎么可能 随后 他眼神变得颇为复杂 他是怎么也没有想到 会与前男友以这种方式再见 对方身边竟然跟着一个 连自己都不得不承认 很年轻漂亮的女生 还买了这么多奢侈品 实在是想不通 这是什么情况 他悠悠地看了旁边的眼睛男一眼 感觉自己 好像输掉了什么一样 眼睛男也发现了他的异常 好奇地问道 亲爱的 怎么了 他摇了摇头 没事 随即就将头低下继续选 装作不认识杨凡一般 杨凡本来想着 要不要换一家店的 后来又觉得太过刻意的话 反而落了下层 平常心就好 他虽然掩饰得还行 但旁边的小鹿 却发现了端倪 眼睛在李志兰方向打亮了一会 又看了看杨凡 满脸笑容地说道 老公 你今天给人家买了这么多东西 人家也想买件礼物送你 我们去那选一下吧 他故意把音量稍稍放大到 保证李志兰能听见的程度 果然 他话音刚落 就吸引了周围人的目光 连眼镜男都被他的身材和相貌 给惊艳到了 极度地看了杨凡一眼后 不懈地扁了扁嘴 心里吐槽 靠 又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只有李志兰是随意瞟了一眼后 继续假装选东西 实则心里五味杂陈 这才几个月时间 这家伙居然发达了 感觉自己似乎错过了很多 杨凡见小鹿故意教自己老公 还点名自己再给他买东西 就知道这小妮子 大概率是看出来了 有时候挺聪明 有时候又很笨 既然小鹿如此配合 他当然不会多说什么 好啊 什么要求啊 你负责选 我负责买单 你的钱自己留着花 小鹿先是愣了一下 随即露出笑容 老公真好 营业员见生意来了 赶紧过来招呼 随即小鹿帮他挑了一条项链 售价三万多 他倒是无所谓 这玩意系统 大概率是不会允许他变卖套现的 偶尔带带当个装饰就好 刷完卡后 他对营业员说道 给他介绍一下 女士的项链手链什么的 营业员开心坏了 你来看看这个 小鹿也不客气 自己去挑了起来 另一边的李志兰 虽然在挑着耳钉 但心思根本就没有在这个上面 他现在心里很乱 脑袋里不断重复着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周围的其他人 这时也总算知道 为何杨凡如此普通 身边的女伴却如花似玉 原来是因为超能力 果然 真爱什么的 都是扯独子的玩意 又刷了四万多后 杨凡宠溺的对小鹿说道 走吧 去看看在逛点什么 小鹿看了看手上的东西 苦着张小脸 老公 东西已经很多了 要不今天就到这吧 我们先把东西拿回去 改天再逛 杨凡点了点头 行吧 那下次再来逛 说完就带着妹子 离开周大福 李志兰抬头看向他们离开的背影 露出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最终化为一声叹息 二人走出商场后 小鹿献保释地问道 怎么样逍遥哥 我表现得还不错吧 杨凡笑了笑 表现得很好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嘿嘿 女人的第六感很准的 我一眼就看出 那女生看你的眼神不对 所以就猜到 肯定是你的舔狗 这才顺手帮你驱赶苍蝇 舔狗 就这眼光 你也好意思吹嘘女人的第六感 但她没有说破 舔狗就舔狗吧 实际上 这也不能怪小鹿误会 杨凡在她心里 可是个一至千金的神豪 怎么可能看得上那种 姿色平平的女人 所以 她压根就没有往前女友方向去想 只以为对方是一个曾经爱而不得 被逍遥哥嫌弃的舔狗罢了 二人回到酒店后 感觉到有些逛累了 饭都懒得出去吃 索性直接在酒店点餐 吃完饭后 两人打起了游戏 一直到晚上 小鹿说道 萧瑶哥 我要开直播了 杨凡摆了摆手 开吧 我一会去你直播间玩 随后她躺在床上 大部分时间 她的逗音号都挂在小鹿直播间 当然 礼物没有少刷 可以说是近段时间 给小鹿刷的最多的一次 妹子心里也美滋滋的 心里大呼 自己的付出 果然是有回报的 而且还是小头子大回报 这波血转 正玩着手机的杨凡 突然收到条消息 竟然是恭敬发来的 在干嘛 看直播 在一间高档公寓里 穿着清凉的恭敬症 慵懒地躺在沙发上 凹凸有志的身材 如熟透的水蜜桃一般 很惹人上火 还好这里没有男人 不然一定会大呼刺激 正在与朋友发信息的她 看见了杨凡的V 想到这家伙 从家了自己以后 随便聊两句 就没有说话了 又想着 现在这个时间 对方应该是在跟那个女主播 做羞羞的事情吧 于是鬼使神拆地 发了条信息过去 没想到 对方竟然回了 你就这么喜欢看直播吗 还好吧 挺有意思的 你是不是就是那种 传说中的榜一大哥 啊 是吧 这么说也没错 他在他爱去的几个直播间里 都是妥妥的榜一大哥 恭敬见到对方承认后 眼睛一亮 暗想着 果然 自己差点看走眼了 恭敬亲密度加五 怪不得有传闻说 有些有钱人喜欢低调 现在看来确实如此 你好低调 杨凡心里吐槽 我特么也不想低调啊 但条件不允许怎么办 他正准备回复 就见到对方发过来一张图片 好奇的一看 香袋香水 珍藏版 200毫升 售价3358 看见图片后 他愣了一下 问号刚刚发出去 就发现对方撤回了图片 发错人了 准备发给闺蜜帮忙参考的 杨凡看着信息 翻了翻白眼 你猜我信不信 他在想这会是什么意思 第32章 与恭敬的初识 想来想去 感觉有两种可能 一是暗示自己 他想要这个 看看自己的态度 但自己跟他并不熟 不至于现在就用 对待舔狗的方法来捞自己吧 这样做 好像显得对方不太精明的样子 二是真的发错了 但此时的恭敬 一改白天高冷的样子 主动找自己聊天不说还秒回 再加上对方较低的纯洁度 和听见自己是榜一大哥时 增加亲密度 这种种迹象都在表明 对方是捞女的可能性很大 杨凡心里暗自笑了一下 自己可不怕捞女 反正都是白嫖 于是打算试试对方 直接赚了三万五过去 并附带一句 喜欢就买十瓶 恭敬见到三万五的转账 有些不淡定了 他的小套路 本来是打算暗示杨凡 自己喜欢这个香水 但如果对方真的发钱过来 他会秒退 并且表现出一副 自己不是拜金语的人设 去博取对方的好感 三千多块钱退回去 也就退回去了 对他来说 这个数字并不多 能用来换取一些对方的好感 是绝对划算的 但对方特么的 不按套路出牌 直接赚了三万五过来 让自己买十瓶 买这么多来喝吗 这就让他有点纠结了 但想了一下 这可是一个可以随意给 才认识的女生 转三万五的土豪 他心里顿时开心极了 觉得这钱更不能收 于是直接退回 并回复 你转钱给我干嘛 咦 没收 转给你就收下呀 香水而已 喜欢就买 咱又不是没有这个条件 恭敬见状一阵无语 你这语气 说得像我是你女朋友一样 我们八字有一撇了吗 少来 我喜欢的话自己会买 香水而已 我也不是没有这个条件 不要算了 我刷给女主播去 卧槽 你是个魔鬼吧 发这条信息 给我看真的好吗 你难道不是想泡我 他承认自己 现在有点不爽了 特别是一想到 本来要给自己的三万多块钱 马上要被打赏给女主播 怎么会不郁闷 我想骂人 杨凡感觉有些好笑 还以为 你真看不上这点钱呢 咋了 没什么 我洗澡去了 恭敬发现自己 也不知道怎么说 既然已经选择刷好感了 总不好又要回来吧 不过只要把握好这个土豪 以后获得的会更多 想通关节后 她的郁闷一扫而空 深知掉胃口精髓的她 愉快地洗澡去了 谁知 一直到她洗完出来 发现对方根本就没有回信息 更没有管她是不是生气了 大直男 她也不继续搭理 反正来日方长 杨凡这边正在看阿黎跳舞 听见动静 发现是小鹿走了过来 不播了 妹子笑着点点头 嗯嗯 今天提前下播 还不是怕你无聊来陪陪你 陪个蛋 你特殊时期怎么配 我都准备走了 小鹿文言一脸疑惑 啊 你要去了 杨凡理所当然地回道 你管我去呢 每人睡在旁边碰不了就很难受 我明天再来 妹子听她这么说却不干了 直接爬上床拉住她 不准走 我 我可以像之前那样 她刚刚才收到杨凡大量打赏 正想着以后美好生活的时候 总不好真让自己的金主离开 杨凡看着对方那诱惑的小模样 以及可爱的樱桃小嘴 觉得这样好像也不错 坏笑着说道 那就看你表现了 哼 坏男人 看着我 小鹿文言疑惑地抬头看向他 满脸问号 第二天 杨凡醒来后发现 旁边的小鹿也已经醒了 正躺在旁边玩手机 见他醒后吐槽了一句 大懒虫 你再不信我都要饿死了 本来早上某些方面 就比较精神的杨凡 见对方娇称的模样 心里一荡 不坏好意地说道 饿了 饿了就吃吧 说完就去抱小鹿的身体 引起对方的挣扎 呀 我不吃这个 我不吃 孤独 半小时后 他带着正义脸不满 耍着小脾气的小鹿 出去吃了顿大餐 才勉强得到对方的原谅 随后又去古镇玩了一圈 期间吃了不少特色美食 还穿少数民族服装 拍了些照 一直玩到晚上回酒店时 妹子悄悄告诉他 萧瑶哥 我的特殊时期过了 杨凡文言一点都不惊讶 你压得压根就没有到特殊时期 撒一个荒用了好几个荒来源 不过他因此提前享受其他待遇 也算是歪打正着了 他不知道 妹子之所以会做好决定 也是因为不想再受累了 正当他要有所动作时 妹子笑着跑开 现在不行哦 我要先直播 乖 先自己玩着等我 神这么自己玩 随后 杨凡也只能无奈地刷起了斗音 在小鹿直播间 再次大刷好几轮后 晚上也算是如愿以偿地吃到肉了 妹子晚上开启了演唱会 持续了快一个小时的 唱跳才停止 将他给累得不行 鹿小鹿亲密度加五 他靠在杨凡身上 轻轻地问道 萧瑶哥 我现在算是你的女朋友了吗 杨凡文言一愣 看了看这妮子的亲密度才46 连60都没有到 你哥这跟我玩什么深情吗 别竟想美事 我的心已经碎成了很多块 乖 咱不了感情 你表现得好 或许能得到一小块 没办法 法律虽然不管你有多少女人 但规定了 只能跟一个领证 他估计有了大冤种系统后 是不可能会娶任何人了 鹿小鹿亲密度加二 咦 他还没有反应过来 为什么亲密度会增加 就听小鹿说道 我懂的 你这样的人 肯定是要找门当户对的 不然过不了家里那一关 这事把他幻想成豪门富少了 第33章 在遇封玉亭 杨凡无所谓地说道 我没打算结婚 小鹿有些疑惑 随即笑了出来 只找亲人不找老婆 杨凡摇了摇头 也可以说是 只找老婆但不领证 呸 渣男 小鹿笑骂一声 后脑袋在他身上挪了挪位置 但是没有减轻密度 至于心里再想什么 他就不得而知了 或许是因为这番话的原因 随后他带着妹子 出去品尝了很多特色美食 打卡了几个并不太出名的景点 玩了一天下来 对方对他的热情不减 但亲密却怎么也长不动 本想快点 长到六十拿二级反线卡的 看现在这模样 好像并不简单 他不禁思索了好久 觉得问题应该是出在 早上的那番对话上 吸取了教训 暗想 以后在妹子们亲密度不够高时 还是不要轻易破灭 对方嫁给自己的幻想 至于小鹿 只能给他些时间 让他好好想想 能想通皆大欢喜 想不通两人也没有什么损失 晚上直播时 小鹿看见他一如既往的 给自己刷了十来万 多少有些心不在焉的样子 一方面觉得 给对方做情人也挺不错的 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可以提升好几个档次 一方面又觉得自己长得这么漂亮 却只能做一个情人 很不甘心 先这样走一步看一步吧 万一以后遇见一个 比对方更优秀 更爱自己的人呢 但他的想法 可不会让杨凡知道 甚至他下播后 对杨凡的表现 比昨天更热情了不少 主动了很多 小鹿又在这边玩了两天 亲密度才涨了两点 堪堪突破五十 这时 小鹿已经准备离开 昨天就订好了机票 他抱住杨凡 头埋在对方怀里说道 小姚哥 我要回去咯 下次我们约到其他地方旅游吧 杨凡摸着他柔顺的长发 好 想做我女人的话 回去就不能勾搭其他小哥哥 不然远近于此 鹿小鹿轻力度加一 哼 顿了一下 又轻声说了句 我知道了 小鹿离开了 一共完了四天 期间二人可以说是随时腻在一起 这几天夜夜升歌 他打算好好休息一天 送完小鹿 直接从机场打车回家 车子在马路上行驶 路过公交车站快到他家时 他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咦 是之前他在公交车站帮过的那个女孩 只见对方刚刚下车 正背着个小包包在路上走 他犹豫了一下后说道 师父 前面路口停车 司机又开出一段距离后 将车缓缓停了下来 待他付钱下车后 又有些纠结 想着 自己主动过去搭讪 会不会太暴露需求感了 随后他决定 就在路口站着制造偶遇 让对方先认出自己会比较好 反正看对方走的方向 这里也是必经之路 于是他站在路边假装玩手机 等着女孩慢慢朝这边过来 检查到有效消费对象 是否查看信息 是 上次他忘记查看了 直到姑娘离开才想起 已经来不及 姓名 风玉婷 年龄 23 身高 165 体重 50 综合颜值 90 99 状态 正常 亲密度 25 数字是1 颜值90分 这样的高分让他很惊讶 还有些意外的是 这姑娘对自己的亲密度 竟然达到了25 要知道自己 只是帮了他一个小忙而已 可想而知 当时对方绝对被那个疯子吓得不轻 所以对自己的印象颇深 风玉婷刚刚下班 今天准备来外婆家陪陪外婆 走在路上 突然看见前面路口有一个身影 感觉有些熟悉 一边走一边想 直到离境后 才突然想起对方是谁 但没有看见 正脸他不敢确认 于是赶紧快走几步 来到对方面前 惊喜地说道 小哥哥 真的是你 这时 杨凡才转过头 仔细打量对方 首先是一张五官很精致的俏脸 映入眼帘 画着淡淡的妆容 身材很匀称 跟那天一样 竖着丸子头 穿着一身浅蓝色连衣短裙 脚上踩着高跟凉鞋 露出白花花的长腿 如果说那天穿职业装的他 给杨凡的第一感觉是惊艳 干练 那么今天 就是清纯唯美 虽然以杨凡的眼光 并没有看出 对方的综合颜值 比恭敬和顾瑞杰二女高在哪里 觉得各有千秋的样子 恭敬的加分项 是规模较大的凉带和黑丝 就很性感 个子高的话 勉强也算 顾瑞杰盛在一看就很年轻 很娇嫩 再加上诱惑的JK制服 那股青春美少女的气息 杨凡确实很难顶得住 封玉婷穿着打扮较较为普通 全靠颜值身材 或许他像另外两个一样 好好穿搭的话 应该能看出明显的优势 毕竟系统的眼光 肯定比自己的好 杨凡默默地想着 封玉婷见对方看着自己出神 颇为好笑地问道 没有想起来 要不要我给点提示啊 杨凡露出笑容 怎么会 我的记性可没有这么差 又见面了 是啊 又见面了 正式认识一下 我叫封玉婷 感谢小哥哥上次的帮助 杨凡 穆一阳 平凡的凡 上次只是举手之劳罢了 对你来说 只是举手之劳 对我来说可不是 我们交换一下联系方式吧 我改天请你吃饭 这可没有拒绝的理由 他之所以提前下车制造偶遇 为的可不就是这个吗 二人顺利加上V后 美女问道 杨哥 你家住这附近吗 对 你呢 嗯 我外部家住这里 偶尔会过来陪陪他 两人由于暂时顺路 所以一边走一边闲聊着 杨凡开始有预谋的 打听起对方的信息来 那天我看你穿的 好像是职业装 你做什么工作的呀 美女倒也显得落落大方 毫不在意的说道 我在商场里面卖化妆品 老板娘 才不是 咱是打工的 那也可以做大做 强做成老板娘啊 哪个商场 有机会 我去照顾你生意 美女文言犹豫了一下 知道对方是出于好意 而且是年轻人 会需要购买这些的几率 还是很大的 能成为自己的潜在客户 于是说道 我在亨特国际的香奈专柜 杨哥 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 我尽量给你打折 没问题 应大佬们的要求 偶尔在张杰末尾 给女角色做一个排列 先声明 这不是水文 正文的字数是 没有减少的 一 白丝笑花 无沙沙 极乐净土 二 空降主播 陆小璐 第一个空降 三 JK美少女 顾瑞杰 陪婉一 四 火车窑 阿黎 未见 五 商场营业员 封玉亭 公交站偶遇 六 恋爱脑 陈思怡 陪婉二 七 南航空姐 恭敬 机场偶遇 八 双胞胎 代表姐妹 未见 第三十四章 游戏主播皮卡丘 二人没走多久 就开始不顺路起来 杨凡只能与美女告别 好在已经交换联系方式 并打听到了不少信息 他回到家后拿出手机 看见有恭敬 和顾瑞杰发来的信息 顾瑞杰 哥哥 人家想你了 你什么时候忙完啊 明后天约你 恭敬 到京城了 回来给你带特产 恭敬的职业是南航的空姐 这趟非京城 也难怪自己之前会在机场遇见他 前几天看他朋友圈时 近期的全是一些高端场所 和精致美食的打卡照 以及自拍照 并没有往下翻 还是在他们偶尔的聊天中 知道了对方的职业 京城有什么特产 豆芝 那玩意 我喝不惯 随后他打开豆芸 一进去 就看见大数据 给他推了一个正在直播的陌生美女 检查到有效消费对象 这要巧 他经过这段时间玩豆芸 玩明白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 这上面的美女真心不多 就连好几个看着十分漂亮的一线网红 都没有达到八十分 全靠美颜滤镜和拉腿 假美女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 今天一进去 就遇见一个获得系统提示的女主播他 才会觉得太巧 这主播叫皮卡丘 长相甜美 笑起来很好看 此时正在与直播间水友们 巴巴巴地聊着天 今天的最后一局都看见了吧 咱拿骑士牌 那就是圣骑士 除了狼梅以外的小狼崽子 根本就不屑去捅 一点不吹牛 你们就说 是不是因为我把狼梅捅了好人才赢呢 是不是我把他们带飞的 这就叫绝地翻盘 欢迎办事逍遥大哥 杨凡一进去就惊讶了一下 好家伙 这个美女直播间里 居然有六千多游客 这可不算少了 他听了一下之后 听出了这是一名狼人杀主播 刚刚结束线下比赛没有多久 正在跟水友们复盘家聊天 他虽然不怎么玩狼人杀 因为有点菜 但这丝毫不妨碍 他给美女刷礼物 办事逍遥送出嘉年华 美女看见嘉年华特效后 正巴巴巴的小嘴停了下来 稍显平淡地说了一句 谢谢办事哥的嘉年华 随后双手放头上比了个心 正准备继续聊天 办事逍遥送出嘉年华星号2 感谢办事哥的又一个嘉年华 办事逍遥送出嘉年华星号3 办事逍遥送出嘉年华星号4 办事逍遥送出嘉年华星号5 4 感谢办事哥的5 不 6 7 8 呃 感谢办事哥的好多嘉年华 正在感谢的他发现 嘉年华并没有断 对方一直在刷 屏幕上的特效一个接一个的 喊出来以后 更是满脸吃惊的 直接用手捂住嘴巴 瞪大眼睛看着 办事逍遥送出嘉年华星号17 杨凡一直刷到17个才停下来 不但妹子兴奋不已 就连水友们也跟着激动起来 牛逼 卧槽 太猛了 这多少个了 17个嘉年华 来土豪了 大佬牛逼 豪猛 这不是逍遥哥吗 今天居然来宠幸闪电了 闪电还不快抱大腿 什么土豪 逍遥哥可是货真价实的神豪 在水友们刷屏大喊牛逼的时候 有不少人明显是知道他的 确实是小有名气了 皮卡丘大多都是打线下比赛的时候 才开直播 他对于杨凡这个心境神豪 不是很清楚 但并不影响他激动 这时也知道了 应该称呼逍遥哥 而不是办事哥 于是很光棍的 就改了过来 感谢逍遥哥投石 逍遥哥牛逼 打PK去 这条信息的飘频一出现 很快水友们就开始打字重复 逍遥哥让你去打PK 主播当然要把握这个机会 好 我马上去 我早就想吹炮哥了 很快 他就连了一个男主播 直接那男的笑着说道 小闪电 你连我干嘛 美女奶胸奶胸的晃了晃拳头说道 捶你 男主播笑得更灿烂了起来 捶我 你这是没有输够啊 少废话 你输了的话 我之前的惩罚取消 换成你以后 见到我就恭敬的喊我声闪电解 敢不敢 哟 看来 你家里有条件啊 我这里好多人都在说你那边有大哥 来不来 一句话 那你说了呢 你说 你说了每次比赛 给我带宵夜 干了 他们都是经常在一起线下比赛的 算是常驻嘉宾 所以 惩罚不会定的太重 杨凡也不在意 待二人重新连了场PK后 他直接啪啪啪啪啪的打出去 17个嘉年华 瞬间就把对面的血条给压没了 男主播看了一眼血条后 瞪大了眼睛 嘴里不断嚷嚷着什么 由于闭脉了 杨凡听不见 但肯定是在拉票 果然 对面的血条正在满满往回走 上票的人明显不少 好在杨凡这边也有不少水友跟着上 算是稳稳的占据优势 皮卡丘喊道 兄弟们 虽然我们暂时占优 但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啊 对面很猛的 我还从来没有打赢过对面 趁今天逍遥哥在 让我赢一局啊 有票的兄弟们搭把手 半世逍遥送出嘉年华星号二 半世逍遥送出嘉年华星号十七 美女刚刚喊完就见到杨凡 又打出了十七个嘉年华 刷刷刷的将对面 好不容易靠近的血条给推出老远 瞬间一脸兴奋的双手捂住嘴巴 逍遥哥你太猛了 哈哈 赢定了赢定了 感谢我逍遥哥 兄弟们可以随意了 这局我们赢定了 对面再猛 还能有我逍遥哥猛 不是我吹牛啊 咱们连塔都不用手了 我借几个嘉年华给对面 他们都追不上来 然而他刚刚说完 半世逍遥送出嘉年华星号二 半世逍遥送出嘉年华星号十七 第35章 扬眉吐气的小闪电 只见杨凡又打出一轮嘉年华 卧槽 逍遥哥牛逼 这是要血虐对面那个扇炮的节奏啊 哈哈 美女兴奋的连炮哥都不喊了 直接就扇炮 谁有门也非常热闹 全是一片牛逼声和太猛了在刷屏 虽然PK还没有结束 但对面的票已经没有怎么动了 在快结束时 看着场上1783964 比619857的数据 男主播放弃了 连人家零投都没有到 这偷塔都没法偷 无奈地打开麦说道 小闪电 你那边居然有一个这么猛的大哥 下手可真狠啊 170万票 还能不能愉快地玩耍了 哈哈哈哈 我们家逍遥哥有多猛 还有你说 咋的 还叫我小闪电 不知道什么叫愿赌服输吗 啊 闪电姐 闪电姐牛逼 行了吧 小闪炮乖 以后遇见姐都要叫 还来不来一把 给你赐报仇的机会 算了 今天我家没有条件 改天报仇 你去找青青吗 随即二人挂断 皮卡丘在直播间问道 逍遥哥还打吗 杨凡无所谓地回了句 大 好嘞 我闪电姐 总算是扬眉吐气一次了 随后 她又连了一个叫青青的女主播 看起来也很漂亮 但是并没有得到系统的提示 刚刚一连上青青就说道 小闪电 你这是刚刚捶完炮哥 又想来捶我 对方这么快就知道刚刚的事 这是皮卡丘没有想到的 应该是之前那场 PK结束后 谁有跑去 对方直播间透露的 只见他脸上的笑容止不住 什么捶不捶的 没有的事 就是来找青青 你打肠 PK而已 呵呵 你猜我信不信 有大哥撑腰你底气很足啊 说吧 惩罚是什么 先说好 太重我就不接了呀 你明显是有备而来 嗨 我是那种人吗 惩罚就跟小山炮一样 你输了以后 见到我就喊解 我输了 不但见你就要解 每逢比赛还给你带宵夜 怎么样讲究吧 很明显 这美女因为见识过了杨帆的豪气 现在已经飘了 好 接了 重新连 青青明知自己书面很大还要接 其原因就是 他们经常在一起打比赛 二人平时关系不错 知道皮卡丘家里 今天来了一个豪爽的大哥 他也希望对方能多被大哥宠幸一下 吃饱一点 不得不说 新肠还是不错的 有些塑料花姐妹 遇见这种情况 大概率会是极度 首先占据脑袋 PK刚刚开始 杨帆一如既往地打出17个嘉年华 美女主播放起音乐 一边比心 一边激动地大喊着 逍遥歌万岁 太猛了 太猛了 爱死你了 对面的火力明显不足 比刚刚那个男主播家 还差了不少 这也正常 那个男主播 因为狼人杀完得很好 所以粉丝很多 直播间里的人 更是比这两个妹子 加起来还多 杨帆正准备上第二轮时 发现对方迟迟没有追上来 犹豫了一下 决定暂缓火力 牛逼 我也跟一个 哈哈 对面卸条爬不动 我也跟一个火箭 逍遥哥一出手 咱们好像没有必要上票了 我跟几个小星星住 诸葳算了 逍遥哥简直猛的一匹 加年华17个17个的刷 这是家里有矿啊 17应该是逍遥哥的幸运数字吧 杨帆停了 但这边的水友 被他无形中带动 各种礼物不断飘着 导致对面根本追不上来 于是对面直接开麦 轻轻苦笑着说道 你家大哥一来 就给我们摆个离谱的数字 我这还怎么追 皮卡丘顿时笑了起来 你这是认输了 是啊 我的闪电剑 我认输了 哈哈哈哈 杨帆听见对方认输 随手又刷了一轮 半时逍遥 送出加年华星号3 半时逍遥 送出加年华星号时期 两个女主播见状愣住了 轻轻随后反应过来 可怜兮兮地说道 看来认输是明智的 你家大哥太猛了 这算是编尸吗 皮卡丘虽然也没有理解 但还是解释道 怎么可能 逍遥哥就是因为 你认输了才打出来的 本来是留着 怕你们偷他 轻轻一阵无语 你家大哥是真看得起我呀 留50万票防止我偷他 逍遥哥别打了 偷不了他 真偷不了他 二人挂断后 皮卡丘再也没有提过PK的事情 这两场他已经吃饱了 看逍遥哥的豪气程度 他绝对相信 对方还能上很多 但他深知 不能贪得无厌 不然会给大哥留下坏印象 只要维护好大哥 以后还怕没有吃饱的机会吗 徐徐渐进才是王道 杨凡在直播间中玩了一会后 转到了小路直播间去看他 刷礼物 这个必要的环节 肯定少不了皮卡丘 看见他刷加年华 不断飘平的信息时 心里在想 自己是不是太草率了 小看了有钱人的格局 这人简直太好了 另一个直播间中 正在玩纸鸭板的呆毛姐妹 空闲时 也经常发现 杨凡刷加年华的飘平 心里满是羡慕 自从上次杨凡去 给他们刷过以后 就再也没有去了 姐妹俩也不好意思 主动联系对方 免得留下不好的印象 这几天 他们播得虽然累 但小礼物可以说是源源不断 收入也还不错 唯一可惜的就是 没有见过加年华 呆呆正在纸鸭板上蹦跆着 而毛毛则拿着手机 回应着水友们的信息 突然看见 53集半世逍遥来了 顿时惊喜地喊道 呀 欢迎逍遥哥 随后就见到 屏幕出现加年华的特效 半世逍遥 送出加年华信号2 半世逍遥 送出加年华信号17 这是杨凡的日常操作 近来就先刷一轮再说 正一边吃痛不已 一边蹦跋的呆呆 听见姐姐的叫声后 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 第36章 老被欺负的呆呆 呆呆惊喜地问道 毛毛 是逍遥哥来了 刚刚收到17个加年华的毛毛 显得很高兴 笑着点头 嗯嗯 你可以先下来了 现在逍遥哥控场 呆呆激动地下了指压板 大声说道 欢迎逍遥哥 逍遥哥你救救我吧 他们都欺负我 这时水友们开始 频频艾特扬凡 Ad办事逍遥 逍遥哥 让呆呆继续 他蹦得很久了 要不了多久 肯定得疯 Ad办事逍遥 逍遥哥 让呆呆在指压板上无限打滚 肯定得蹦带来劲 Ad办事逍遥 逍遥哥 像上次一样 让他们两姐妹 跳极乐净土 跳到哭 肯定别有一番风味 什么情况 你们都认识这土豪 指压板上极乐净土 这个可以有 嘿嘿嘿 还是土豪会玩 牛逼 一进来就是17个加年华 这么多钱去会所小 那么多香 逍遥哥糊涂啊 这时 杨凡也开始打字 怎么又欺负 咱们呆呆 放些夜店神取串烧 毛毛上去蹦迪 让呆呆休息一下 呆呆见到他打字后 高兴地跳了起来 夜 逍遥哥万岁 我就知道 逍遥哥对呆呆最好了 说到这他顿了一下 随即一指指压板 乃凶乃凶地说道 毛毛快上去 我来给你放歌 只感觉自己的守护神来了 现在他谁也不怕 毛毛小脸一苦 上次逍遥哥就是护着呆呆 这次又昨日重现 今天自己怕是要惨了 但想到收获了这么多加年华 心里又有些美滋滋的 当咚咚咚的音乐声响起 他只能走上指压板 很有节奏地蹦起了笛 他现在的心情 可以说是完美地诠释了 什么叫做痛病快乐着 呆呆 则在旁边嗑着瓜子 跟杨凡诉苦 只见他可怜巴巴地说道 逍遥哥你不知道 你不在的这几天 他们都盯着我一个人欺负 毛毛还说 我不被玩哭 就不让我休息 说着说着 小丫头直接别起了嘴 瓜子都不嗑了 一副要哭要哭的表情 这模样说不出的可爱 办事逍遥 那你怎么不给我发信息 让我来救你啊 可以吗 可以跟我告状 我有空的话 就来帮你收拾毛毛 太好了 比心 好了 我把全力交给你 你想怎么惩罚毛毛 就怎么惩罚 什么时候把毛毛梦哭了才算停 呆呆见状 再次对他表示感谢后 用一副小恶魔般的笑容 看向正在蹦迪的毛毛 先让你嗨十分钟 然后连续打滚二十分钟 剩下的我再想想 毛毛一边转着花手 一边用凶恶的眼神 看向呆呆 咬牙切齿地说道 呆呆 你可要想清楚了 逍遥哥在的时候 你这么神气 逍遥哥可不会天天来哦 呆呆文言 嘴巴又是一扁 逍遥哥 他威胁我 告状这种事 这小丫头就学得很快 杨凡见他这小可怜的模样 也是乐了 放心 我会经常来看你的 毛毛再敢带着神友们欺负你 我来的时候 你双倍还回去 呆呆瞬间就乐了 一脸傲娇地看着毛毛说道 你来啊 互相伤害啊 有逍遥哥在我会怕你 毛毛虽然脸上带着苦涩 实则心里乐翻了 他刚刚那句话 可以算是试探逍遥哥的态度 结果对方明确表示了 以后会常来 可以说是妥妥的大好事 这就由不得他不开心了 以对方打赏时的豪爽程度 即使自己会受点苦 可这点苦头 跟大量嘉年华比起来 又算得了什么 他们既然选择用这种方式直播 早就对吃这样的苦头 做好了足够的心理准备 虽然他们姐妹两年龄不大 但耳炫目染之下 也深知钱难转使难吃这个道理 杨凡在他们直播间玩了好一会 再次甩出17个嘉年华后离开 这时他已经感觉到 自己有些疲倦 可能是这几天消耗的有些多了 于是放下手机早早睡去 第二天 他睡醒后发现 手机上有几条没有看的信息 其中一个人的操作 让他露出了笑容 那个人 就是他获得系统后 打赏的第一个女主播 莎莎少女星 只见莎莎昨天半夜12点的时候 转账了6万1千块钱给他 并发信息说道 祝逍遥哥6一节快乐 人家都说 男人至死是少年 希望逍遥哥在节日里一切顺利 天天开心 这合法罗利的操作挺合他意 自己现在最缺的 可不就是本金 对方就给他送来了 其实一想 就知道对方 是因为上次520时 给他转账并祝福后 获得了超出想象的回报 所以 好不容易又盼来了一个节日 他当然要继续表示自己的心意 因为在他的角度来看 杨凡满意的是他的态度和祝福 打死也不会想到对方看中的 是他转的那点小钱 所以只要是能匹配在杨凡身上的节日 就到了他表现的日子 即使匹配不上他 都要想办法匹配上 为此 他特意想出来了一个男人 致死是少年的理由 与儿童节呼应 也算是用心了 这还有什么好说的 这么符合系统规矩的钱傻子才不收 心意收到 收了钱后 他现在本金已经达到了11万多 高兴之余 还特意去看了一下其他人的信息 可惜的是 其他人全都没有杀杀这种觉悟 其中倒是有给他发节日祝福的女生 顾瑞杰更是直接表明 想跟他过儿童节 或许他们潜意识 都觉得杨凡不会缺这点小钱 就没有自讨没趣吧 主要是他还不能说 甚至连暗示都不敢 就怕大冤种系统嫌弃他 不像个冤种 因此直接跑了的话 他找谁说理去 随后他想了想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还不如出去逛逛 而且吃大餐什么的 也需要工具人 于是发信息给顾瑞杰说道 吃饭去 好的哥哥 我马上化妆 你稍等我一下 很快的 都中午了你还没有化妆 嘿嘿 我不知道 哥哥你今天有没有空啊 所以就没有打算出门 那你快点 第37章 三级返现卡 顾瑞杰在出租屋中 收到杨凡发来的信息后 很开心 赶紧爬起来 坐在梳妆台边 认真地化起了妆 这时他的闺蜜间 室友珊珊走到门边 好奇地问道 咦 你知道今天有活动 顾瑞杰文言一乐 什么活动 原来你不知道啊 那你干嘛突然化妆 妹子奇怪地看了珊珊一眼 理所当然地说道 我家土豪哥哥约我吃饭 我当然要化妆啊 啊 你要出去 废话 珊珊犹豫了一下 圆圆姐前几天 不是接了一个 KTV的节日商演活动吗 刚刚她打电话 给我说临时差人 让我们两个去 你笑我能回来吗 顾瑞杰文言 顿时无语地看向她 我现在还接什么活动 我插那三瓜两枣的 以后这些活动和线下 陪完我都不接了 没有什么比我陪土豪哥哥更重要 珊珊文言心里很羡慕 翻了翻白眼 小瑞瑞你飘了 那我帮你拒绝掉 她也知道 对方前段时间 磅上了大款 轻轻松松 就获得了一大堆奢侈品 以及二三十万的零花钱 在羡慕极度的同时 对于对方的选择也能理解 换作是她 她也看不是这三瓜两枣的了 甚至会豪气地表示 这种活动 狗都不接 但她没有人家的那种好命 去KTV做模特 一次能分到好几百呢 她恨不得天天做 顾瑞杰文言笑了起来 哈哈 我也感觉我飘了 随即 珊珊没有继续打扰她 自己回房间 也开始化妆去 另一边 杨凡等了好一会 才收到顾瑞杰 准备出门的消息 她预约了个网约车 往之前跟陈四一吃饭的 那家米其林二星中 餐厅而去 她上次撤后 觉得味道很好 所以这次去二刷 顾瑞杰住的地方 离得比她近 所以 等她到的时候 对方已经在门口等着了 见到她来后 小美女小跑过来 一把将她抱住 表现得十分亲热 哥哥人家想你了 杨凡虽然不知道 这话有几分可信度 但听着却是很舒服的 见小美女 今天又特意穿上了 不同颜色的JK制服 长腿还穿上了白丝 与以往风格稍稍不同 应该是这丫头 发现自己喜欢她穿JK后 特意买了几种 不一样的颜色和款式 换着穿来迎合自己 不得不说 还是挺有点小心机的 啪 得一声 杨凡一巴掌拍在了小丫头 穿着短裙的翘臀上 小丫头立马不一 呀 坏哥哥 你又打人家那脸 说完还掐了他两下 顿时感觉到一阵轻微的疼痛 他故意呲牙咧嘴地说道 死 痛痛痛 啊 他这一桩 吓得小美女赶紧放开小手 便掐为柔 有些紧张地说道 哥哥我弄痛你了吗 我不是故意的 我给你揉揉 杨凡这时 抓住妹子的小手 笑着说道 骗你的 吃饭去 说完就牵着对方 往餐厅大门走去 周围注意他们的几个路人 顿时一脸黑线 一鸣早就注意到顾瑞杰 并偷看了好一会的 二十多岁胖子 直接吐槽道 呸 老子安安静静地欣赏下美女 突然被喂一嘴狗粮 触不及防啊 不只是他 一些路人同样黑着脸 我他妈就路过一下 去找个地方吃点东西 现在感觉吃狗粮都吃饱了 到处撒狗粮 真没素质 靠 我算是知道 我输在哪里了 原来是因为 人家午饭吃米其林二星 我他妈吃的却是粉面 没了没了 我要努力搞钱 以后也找个同款小姐姐 已经进入餐厅 开始点菜的杨凡 和顾瑞杰二人 对于自己无意中 为了不少路人吃狗粮一事 丝毫不知 现在的小美女 已经深知 土豪哥哥不差钱 点菜不像第一次吃饭时那样 不好点太贵的 完全就是想吃什么点什么 价格都不带看的 点完后 还特意问了一声 哥哥 今天过节 我们要不要点苹红酒庆祝一下呀 杨凡文言有些疑惑 你不是说你不喝酒吗 妹子脸色红了一下 其实我可以喝一点的 但酒量不好 嘴上这样说 心里想的却是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你对我来说 完全就是个陌生男人 我跟你喝什么酒饭得着 不想喝 当然就随便找了个 不会喝酒的借口了 没想到你记性还挺好 杨凡对于这种小事也不在意 那就点一瓶吧 好的 菜上其后 顾瑞杰拿出手机 开启了拍照模式 还笑着试探 哥哥 我刚刚不小心把你拍进去了呢 你介意吗 介意的话我就删了 杨凡犹豫了一下 觉得这个小丫头 可能是想在朋友圈官宣 来给他表明态度 这个倒是并没有什么好介意的 自己不官宣就行了 没事 小丫头文言瞬间高兴了起来 那 那我发朋友圈了 想发就发 我又不是见不得人 顾瑞杰亲密度加一 顾瑞杰 以攻略 好感度达到70 奖励三级反线卡 一张 使用后可获得三级反线 五次 卧槽 杨凡是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只是简单的答应了一下 这丫头发朋友圈 竟然使得他的亲密度 一举突破70大关 从而获得了三级反线卡的奖励 姓名 顾瑞杰 年龄 19 身高 168 体重 50 综合颜值 87 97 状态 正常 亲密度 其实 对你有些依赖 表白成功率很高 亲密度的标注 让他有些无语 神策的表白成功率很高 看来系统的评语 是比较书面的那种 并不依照我跟对方的实际关系 来给出评价 这样也不错 挺重看的 既然如此 那是不是表示 只要妹子们达到足够高的亲密度后 即使知道自己脚踏多条船 也不会离开自己 应该是可以这样理解吧 刚刚发现 顾瑞杰的纯洁度降了一点时 他心里还咯噔了一下 好在突然想起 这一点是 他让人家降的 差点闹乌龙 第38章 顾瑞杰的心态转变 杨凡已经知道反线卡的用法 觉得现在不是时候 等会要买单这些 应该会算成一次反线 这就很亏 所以决定暂时先留着 顾瑞杰 此时已经开开心心地发了朋友圈 美食照 餐厅的内部照片 杨凡的侧脸照 还有他自己美美的自拍照 全部合成了一条朋友圈 文案很简单 谢谢哥哥带我吃大餐 比心比心比心 杨凡见了后 不得不承认是自己想错了 这样简单的文案 还算不上是官宣 不过他并不在意 免得小丫头官宣后 想让他也一起官宣 到时候 还得费一番口舌拒绝 可能还会降亲密 这样也不错 二人一顿吃完 买单的时候 花了三万七千多 这使得妹子有些暗泽舌 虽然早有心理准备 但还是多少 有点佩服自己的点菜能力 实际上贵的是那瓶酒 直接就价值两万多 喝了些酒的妹子 翘脸微红 一路上双手紧抱着她的一条手臂 更粘她的许多 不断摩擦手臂的凉带 那柔软的触感 使得她有些心愿意马 二人散了会部 感觉时消得差不多了 这时杨凡开口询问 下一站想去哪里 妹子则乖巧地说道 只要和哥哥在一起 去哪里都可以 听妹子这样说她笑了笑 怎么说也是过节 我们购物去吧 妹子文言瞬间来劲了 好啊好啊 这里离亨特国际不远 要不我们去那里逛逛吧 杨凡文言一愣 亨特国际 听见这个名字 她顿时想到了风玉婷 那个长相唯美的女生 现在应该就在这个商场里面 卖化妆品吧 甚至心里突然升起来 想去看看对方的冲动 但她知道 现在不是时候 毕竟顾瑞杰还跟着她呢 她不太想让风玉婷 看见她和其他美女逛商场 所以亨特国际 现在肯定是不会去的 于是说道 去国贸吧 正好你只有LV的包包 去买个爱马仕的 给你当节日礼物 四 顾瑞杰亲密度加一 妹子听见杨凡要给她 买爱马仕包包后 两眼发出了金光 心里顿时激动起来 惊呼出声 呀 哥哥 人家爱死你了 说完也顾不得 还身在大街上 直接就扑在她怀里紧紧抱住 浅红色的嘴唇 对着她的嘴巴就印了上去 随即闭上眼睛 小嘴微张 伸出灵活的分箱 方便杨凡吸水 非常主动 果然 女生在提到逛街 化妆品 包包这些 就没有不感兴趣的 即便是自己并不缺 看妹子激动的小模样 就知道 她有多开心了 这一幕 又让不少路人 一脸热了狗的表情 如果没记错 今天是儿童节 不是情人节吧 这不是交坏小朋友吗 年龄大些的 正在心里感叹 还是现在的年轻人开放啊 想当年 我就因为牵了牵我媳妇的手 就被大舅哥带人捶了一顿 唉 说多了都是累 二人 去到国贸的爱马仕专柜 顾瑞杰东挑西选的好半天 一回看看这个 一回看看那个 营业员小姐姐 在一边给她各种介绍和推荐 但她选到最后 面对两个款式差别较大的包包 陷入了纠结 看得出她两个都割舍不下 都想要 所以心里非常为难 这时候 当然得杨凡来帮她做决定了 她看了看价格 发现这两个包 一个八万多 一个七万多 相差不是很大 于是揉了揉小丫头的脑袋说道 这有什么好纠结的 两个都买不就行了 小丫头听后心里一暖 但却摇了摇头 指着七万多的那个说 哥哥 我就要这个吧 买一个就好 包包太多也背不过来啊 嘻嘻 杨凡怎么可能看不出 妹子很想两个都要 至于她说的 背不过来这种话 完全就是扯淡 对女生来说 包包这玩意 会嫌多就算不背 放家里当装饰品和收藏品 都能让他们开心好久 这丫头还真是无时无刻 不在注意自己的人设 顺便还在她这里刷一步好感 但她没有说破 而是对营业员说道 开单吧 微信支付 营业员见成功出单 顿时笑得十分灿烂 好的先生 这边请 带她到收银台 用微信将钱付了 成功返现后 她又轻声对营业员说道 八万多那个也要了 去开单吧 营业员文言一愣 随即大喜过望 偷偷看了看不远处的顾锐节后 小声说道 好的先生 我马上去 待第二次交易成功后 营业员拿着两个包 递给顾锐节时 这妹子还有些愣神 直到听营业员 用羡慕的语气说出 美女 你男朋友对你可真好 为了不让你纠结 他两个包都买下了 这时 妹子才知道原因 心里瞬间跟吃了蜜一样甜 顾锐节亲密度加一 她发现自己 总是会不自觉地 被杨凡的一些行为所感动 心里想着 哥哥对我是真的很好呢 她不知道 随着亲密度的不断提升 她内心中对杨凡的真实态度 正在渐渐变化 从一开始 只看中对方的钱 变成现在对对方的人 产生了不低的好感 毕竟才是一个19岁的小妹妹 就比较容易被感动 这时杨凡走过来 搂住她问道 在想什么呢 顾锐节甜甜的一笑 没想什么 谢谢哥哥 跟我不用这么客气 走吧 我们再去逛逛其他的 杨凡准备搂着妹子走 谁知妹子说道 哥哥等一等 随即轻轻挣扎开 走到营业员小姐姐身边 小声说了些什么 就见到小姐姐点了点头离开 震动的杨凡一阵疑惑 走过去问道 还有什么想买的吗 顾锐节笑着点了点头 嗯 哥哥一会就知道了 一分钟左右 营业员就拿着一件衣服 和一条裤子过来 并询问道 美女 你说的是这一套吗 顾锐节应了一声 对的 随即看向杨凡 哥哥 我刚刚看见这一套衣服 就觉得你穿上它 肯定很有气质 我想买下来 给你当节日礼物 你的尺码是多少 他知道有钱人买衣服 一般是不会去试穿的 大多就是抱尺码就行了 所以有此一问 第39章 连续玉美女 杨凡一听就乐了 这丫头居然还想着给他买衣服 看来 这就是亲密度提高后 对方的一些转变 这不是自己要求对方买的 他肯定是可以接受的 穿爱马仕 怎么也比现在的阿迪 配耐克上当次很多 等之后自己再转钱 给这丫头就行了 反正使用三级返线卡的时候 也是直接转账最划算 于是他轻易地揉了揉妹子的脑袋 不用试了 你的眼光还是值得相信的 随后他抱出自己的尺码 本以为顾瑞杰会跑去付钱 然而他猜错了 只见妹子开心地去到南邪区 又给他选了一双鞋子 这才心满意足地去付钱 一共花了妹子五万多 既然钱已经付了 随即他直接换上 之前穿的阿迪配耐克 就不要了 营业员心里想着 这对情侣连儿童节都要护送贵重礼物 难道这就是有钱人的爱情吗 顾瑞杰打量了他一圈后 笑着说道 哥哥真帅 杨凡则无语地摸了摸鼻子 虽说人靠衣装马靠鞍 但他也清楚 妹子这句真帅 绝对是有水分的 不过这妹子对自己还算舍得 他的家产 估计就是自己 上次给的二十多万 能毫不犹豫地 花五万多给自己买衣服 已经不错了 虽然他也猜得到 妹子心里肯定很清楚 自己不会吃亏 但他白嫖了一身爱马仕 就很开心 随即二人又到处逛了逛 在他等妹子上卫生间时 手机响了起来 拿出一看 是他一个名叫陈锋的朋友打来的 喂 喂 樊爷 晚上来我这唱歌 我安排 有一堆妹子哦 他这个朋友 喜欢开他玩笑 平时都叫他樊爷 叫了好几年成习惯了 也就没有改 陈锋的工作是在一家KTV当策划 专门负责营销方案 和搞活动什么的 所以 偶尔会请他们免费去玩 若是以前 杨凡听见约唱歌喝酒什么的 有一堆妹子在 他肯定就以最快速度过去 这是人之常情 毕竟想脱单的话 你必须得先认识女生对吧 虽然以前 他也跟一些朋友的女性朋友唱过歌 喝过酒 奈何不是 他看不上人家 就是人家看不上他 但他依然乐此不疲的去认识 认识了才有机会嘛 但现在 他对这个兴趣不大了 自己身边都还跟着个小美女呢 不太缺 于是拒绝道 算了 下次吧 嗯 陈锋闻言 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疑惑的问道 你是本人 靠 我的声音你听不出来吗 是本人 你跟我扯什么的 好久没聚了出来喝点 思杰也要过来 妹子倒是其次 今天的妹子 你们全都没心 对方这样说 扬反反而来了点兴趣 为什么 我们都没心 嘿嘿 公司做活动 今天来的都是模特 我得安排个房间 给他们当临时休息间 索性安排个好包 让你们也过来玩 跟人家沟通好了 人家那边不介意 你这算不算假公济私 嗨 也就只有这点权利了 不用留着干嘛 就这样 晚上八点 说定了哈 读 陈锋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靠 我特么还没有答应啊 随即杨凡想到自己 跟他们也确实好久没有见了 再加上对方所谓的模特 其中应该能有八十分以上的吧 多认识点工具人也是好的 弄点反线卡来 积累本金 这样一想 也就准备去一趟了 至于顾瑞杰还是不带去了 哪有带着妹子 去泡妹子的这神仙操作 光是想一想都觉得离谱 随后 他与顾瑞杰去看了场电影后 离开商场 吃过晚饭后 他告诉妹子 我晚上有点事 你先回去 妹子文言愣了一下 但并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问了句 哥哥今天能忙完吗 要不我去酒店等你 卧槽 这不是妥妥地诱惑我吗 看着顾瑞杰那娇艳欲滴的小模样 有点想妥协 不过今天他肯定要喝不少酒 到时候那方面绝对不给力 反正和妹子时间还很长 不急于一时 我也说不准什么时候结束 我们明后天再约 好的 那哥哥 你注意安全 杨凡对着妹子的小嘴硬了上去 随后说道 你也注意安全 送妹子上车后 他看着时间已经到约定的八点 于是打个车潮约定的KTV而去 下车时已经迟到 正准备进去 却听见系统声音 检查到有效消费对象 是否查看信息 咦 他四处看了一眼 发现旁边的小卖部里 有一个身材很好的女生 正在买东西 虽然看不清相貌 但附近没有其他眼前一亮的人 肯定就是这个女生了 查看 姓名 灵溪元 年龄 23 身高 166 体重 52 综合颜值 83 91 状态 正常 亲密度 0 各项数据都还不错 但数字是9 就有些高了 这时这个女生 从商店中出来 杨凡这才看清楚 对方的模样 一头金黄色 飘逸的过肩长发 一双眼睛不是很大 却胜在明亮 画的妆容比较偏浓 有点烟熏装的感觉 上半身穿着黑色 露起小背心 下身是一条黑色短裙 脚踩一双高跟凉鞋 这时他发现 杨凡在盯着自己看 有些不满的 皱了皱眉 就把头转开 拿起手机打电话 灵溪源亲密度 MMP 杨凡本来还想着 要不要过去搭讪的 但又觉得字已经迟到 还是算了 于是收回目光 不再打量对方 随后走进商店 去买了几包零食 准备带上去 他出来时 刚刚那个女生 正站在路边 像是在等人 没有去管 直接进入KTV那栋楼 就开始等电梯 没一会 他又收到一声系统提示 检查到有效消费对象 是否查看信息 这里的美女还真不少啊 居然又出现一个 查看 姓名 徐山 年龄 19 身高 171 体重 53 综合颜值 85 96 状态 正常 亲密度 0 这个妹子不错呀 综合下来 比刚刚那个还好 年龄小 个子还高 第40章 娃娃脸美女 徐山 刚刚看完妹子信息的她 就听见两个女生 说话的声音 死丫头 你怎么来得比我还晚 那不是堵车吗 反正我装也提前画好了的 不影响 然后杨帆朝声音的方向看去 只见转角处走过来两名女生 咦 让她有些惊讶的是 其中一位正是外面遇见的那位金发女生 另一位女生则是一头黑色单马尾 个子很高却长了张十分可爱的娃娃脸 穿着和金发女款式一样 只是她的露奇小背心是白色的 下身同样是黑色青纱短裙配高跟凉鞋 只是由于身高原因 她的腿明显要比金发女长不少 这身材再配上一副可爱的娃娃脸 就显得有种冲突美 唯一可惜的是梁带不够雄壮 或许这就是她减分的地方 不然不至于只有八十五 综合下来确实要比金发女更胜一筹 杨凡的心里有了答案 这肯定就是她查看的第二个美女了 只是没有想到 她们两个正好也来这里坐电梯 心里暗想着 她们不会就是陈锋说的那些 来做活动的模特吧 别说还真有可能 但她没有去询问 是不是等过一会就知道了 这里等电梯的人并不多 所以两位美女显然也发现了 杨凡正在看她们 不过她们并没有在意 这种情况她们实在是遇见太多太多次了 林希元的反应是 直接把她当作空气 从瞟过一眼后眼睛根本就不往她这边看 徐山却不同 在与她对世上后就显得比较落落大方 眼神不必让不说 还随意地打量了一下她 随后却有些疑惑起来 怎么感觉这人有点眼熟 还有爱马仕的鞋子 真货还是高仿 由于衣服和裤子的标志不明显 所以妹子只发现了鞋子 这时电梯来了 她也就收回了目光与林希元一起进入 在电梯里 她还在思索着 刚刚那个男人为何会给她眼熟的感觉 但一时间又想不起来 电梯到达KTV后 站在前面的杨凡走了出去 对门口的迎宾说 麻烦 房号三个八 好的 帅哥这边请 跟着出来的两位美女文言愣了一下 随即也跟着杨凡和迎宾往同一个方向而去 杨凡并没有注意身后 一直走到包房门口时 对迎宾到了声谢 就推门进去 房间里此时已经有不少人 一共四男四女 但奇怪的是 四个女生坐在最左面 有的在化妆 有的玩手机 桌子上放着一件 酒连洞都没有动过 而四个男生则是在最右边 他们那张桌子上开了不少酒 还放着几个装满酒的杯子和头中 很明显已经喝起来了 见到门开 无论男女都转头看了过来 女生们一看是个陌生人 又继续做着自己的事 男生中的陈锋则一边举手示意 一边大声喊道 凡爷这边 他的另一个朋友思杰 直接起身朝他走过来 还没走到 就看见房门再次打开 两名高分美女一前一后走进来 思杰顿时被惊艳到了 目光直直地看向杨凡身后 两女则无视了他们 看了一眼房间情况后 就笑着往自己小姐妹那边走去 思杰这才收回目光 笑了笑 杨凡 好久不见 喝酒去 结果那位叫徐山的娃娃脸美女 听见杨凡这个名字后 脚步顿了一下 脸上带着惊讶的 转头看了一眼 然而 已经跟朋友到最右面去喝酒的杨凡 并没有发现 这时思杰正介绍着其他两人 都是他工地上的同事 对于这两人 杨凡还是第一次见 不过这不影响 以思杰的话来说 这两人都是那种家里有些能力的关系户 一个是分包老板 一个是领导的侄子 他把两人带来喝酒的目的 不言而喻 这边开始喝酒后 另一边颇有些心事重重的徐山 正拿出手机 看着一条朋友圈中的照片 那是他闺蜜顾瑞杰 今天发的米其林餐厅打卡的朋友圈 其中一张照片里 有一个男人的侧脸 他又转头看了看正在喝酒的杨凡 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除了衣服不一样以外 他完全可以确定 对方就是照片中的那个男人 哥哥奢侈品大把大把买 零花钱大把大把给的那种 这段时间 他可没有少羡慕自己的闺蜜 明明自己的颜值也不比对方差 为何就没有对方那么好命呢 自己那个除了有点帅以外 一无是处的男朋友 跟人家的一比 那真就是诠释了 什么叫做人比人得死 或比货得扔 但他也想要好多好多的奢侈品 也想要大笔的零花钱啊 大家都是美女 还是一个学校的学生 其他方面也差不多 但在运气这一块上 差别怎么就这么大呢 他心里肯定是不甘心的 但今天自己居然遇见了 闺蜜的土豪男人 还是在闺蜜和这个男人 都不知道的情况下 这是不是天意呢 此时他陷入了纠结当中 他想去勾引对方 但又觉得去抢闺蜜的男人不太好 对于能否勾引得到 这种事情他压根就没有去考虑 因为他相信 大多数男人都是偷心的 不偷心的 要么是这女人不够心 又获利不够 要么是有贼心没贼胆 只有极少数的那种 他愿夸奖对方为证人君子 犹豫了好一会 最终他觉得自己 要是错过了这个村 以后可能就没有这个店了 俗话说得好 人不为己天诛地面 大不了 自己偷偷跟这个男人建立关系 不让闺蜜知道就行了 至于自己那个男朋友 胡说八道 那家伙明明就是前男友 这样一想他 反而想通了 正在与朋友喝酒聊天的杨凡 并不知道有一个女人 正为他陷入了内好 只听思杰小声说道 陈锋 去喊那些模特 过来一起玩啊 陈锋笑了起来 人我给你们安排进来了 其他的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我管不了这么多哈 思杰急了 你借都不介绍一下 我们怎么好喊 这明显是想认识这些妹子 又不好意思搭讪 再指望朋友帮忙 第41章 徐山的心思 陈锋却不惯着他 两手一摊 我也只认识他们领队 其他的又不认识 怎么介绍 这时思杰带来的一个朋友 开口说道 靠 想搭讪还不简单 我们先一起 拿酒过去敬一杯 再找机会说说话不就行了 这是个看着比他们小几岁的男生 名叫张健是思杰工地上一个领导的侄儿 应该是酒吧夜店玩的不少 才想着这样去搭讪 思杰文言翻了翻白眼 要不你先去给我们打个样 啊 我们滑拳 谁输谁去 张健明显也是嘴上说的厉害 实际上还是有些不太好意思 所以提出这个建议 众人没有更好的建议 对此都纷纷表示赞成 这时杨帆突然听见系统的提示声 徐山亲密度加20 什么情况 他发现 那个娃娃脸美女 突然对自己增加了20点亲密度 这就非常疑惑 加的数字已经算是很多了 自己刚刚好像什么也没有干啊 就搁这跟朋友喝酒聊天 他有些好奇地 转头看向女生那一边 发现徐山正在发呆 不知道在想什么 这就很神奇 但要说他对这样的美女没有兴趣 这纯属是扯淡 思索了一下后 他做出了决定 说了句 瞧你们那点出现 我去吧 男生们全都疑惑地看向他 只见他倒了一杯酒后 直接朝女生那边走去 卧槽 凡爷什么时候这么给力了 凡爷威武啊 女生们这时也发现 一个男人拿着杯酒朝他们走来 除了徐山外心里全都有些鄙视 但并没有表现出来 灵溪源亲密度 二 男生们也认真地关注着这边的情况 只见杨凡面带微笑地站在桌子对面 对一脸惊讶 看着他的徐山说道 小姐姐 认识一下 徐山旁边的灵溪源见状 差点没有笑出声来 对徐山较为熟悉的他 平时跟对方可没有少交流 别看着死丫头年龄小 长着一副天真无邪的娃娃脸 实际上却是一个标准的眼狗 加重度败经患者 说对方的眼光 是这些妹子中最高的那一个 也丝毫不为过 这个长相平凡的屌丝 应该是看见对方那张 极具欺骗性的脸蛋 误以为这死丫头 是那种善良的女孩 觉得比较好接近 就很好笑 现在的屌丝 怎么会连基本的自知之明都没有 其他女生也大多是这种想法 心里对杨凡的行为挺嘲讽的 可以说是不屑一顾 但很快 他们就震惊了 徐山见杨凡居然会主动来找他搭讪 内心瞬间惊喜万分 这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啊 想什么来什么 本来他还在思考 要怎么去接近对方 才能显得不太过刻意 结果转眼间就发生了这种事情 简直是活该自己壮大运 笑容再也藏不住 顿时出现在他的俏脸上 只见他起身说道 好啊 说完就要去开啤酒 卧槽 面对妹子的这个反应 别说是那几个男生了 就连其余五个妹子也全都猛逼了 这跟他们想象当中的故事发展 完全不一样啊 怎么回事 这丫头今天吃错药了 但灵溪源反应很快 赶紧说道 死丫头 一会要工作 怎么能喝酒呢 徐山文言却不以为意 圆圆姐喝一杯没事的 工作 当谁傻呢 而且以自己的酒量 喝这点点酒完全不耽误事 灵溪源见对方这么说 顿时感觉到很莫名其妙 但也不好继续阻止 想看看对方的葫芦里 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徐山倒好酒后 与杨凡碰了一下 我叫徐山 小哥哥怎么称呼 杨凡 二人一饮而尽 随后徐山开玩笑般的说道 我听他们好像都叫你凡爷呢 我也这么称呼你 那是他们跟我开玩笑呢 加个V 好啊 二人这样简单的交流两句 就顺利的互换了联系方式 简直惊掉了其他人的下巴 男生们更是长子 都毁清了 这可是六个妹子里 长得最美最诱惑人的那个 竟然如此轻易的 就给出了联系方式 特么我上我也行啊 他们瞬间不淡定了 张剑直接到了杯酒 往这边走过来 明显是想效仿杨凡 他的目标很明确 既然长得最好的那个妹子 被搭讪成功了 现在肯定是选第二的呀 于是他站在杨凡旁边 对着对面的灵溪员 露出自认为迷人的微笑 小姐姐 能认识一下吗 然而 对方只是随意地看了他一眼 要工作 不能喝酒 张剑的笑容顿时将在了脸上 刚刚的美女 不是跟他哥们喝了吗 难道他不工作 但他并不放弃 继续笑着说道 那等你们工作完回来 一起玩吧 能加个V吗 不能 尼玛 这待遇跟旁边的哥们完全不同啊 肯定是我选错搭讪对象了 但现在改对象明显不合适 这特么不是凉凉了 杨凡见张剑在旁边 尴尬地拿着酒杯 不知道该怎么继续 他拿起桌上的酒 给自己倒了一杯 随后去碰对方的杯 我们喝一个 嗯 好 喝完后 见他还不愿意走 杨凡也懒得管他了 对着徐山说道 唱歌吗 徐山很给面子 直接走了出来 好呀 要不点一首合唱的 我们两个唱 你选歌吧 我看看我会不会 杨凡唱歌 还勉强见得了观众 不说多好听 但也不难听 所以他丝毫不虚 其他人见这两人 居然就要开始合唱了 一时间满脑袋的问号 这是不是发展得 太快了点一见钟情 但这男的也不帅呀 看上他什么了 杨凡可不管别人在想什么 他跟妹子点了一首 谁名浪子星 就开始合唱了起来 妹子的声音很好听 唱得也不错 他明显成了陪衬 不过无所谓 唱歌并不重要 那只是 让二人熟悉起来的 一道桥梁而已 第42章 摸不着头脑的杨凡 一曲钟了 听见嘻嘻疏疏的掌声 杨凡带着妹子 回到男生那边去坐着聊天 这时 热脸贴了冷屁股的张健 玩起了骚操作 只见他拿着一杯酒 走到杨凡二人面前 对着徐山说道 美女 你唱得真好 来 歌迷敬酒 徐山说话非常直接 不好意思 还俏皮的眨了眨眼睛 对方会这样说 连杨凡都感觉到有点意外 但他并不排斥 相反心里还挺舒服 张健瞬间一脸热了狗的表情 刚刚还以为 这个美女很好说话呢 想着凭自己领导家侄的身份 来竞争一下 结果自己好像误会了什么 一时间有点想不通 自己到底输在了哪里 之前的那个妹子是这样 这个妹子又是这样 自己再怎么说 也比你旁边这哥们 长得高点帅点吧 这些妹子的审美 肯定有问题 一点也不识货 时间流逝 没过多久 女生那边全都起身 林熙元对着这边说道 死丫头 走了 徐山知道这是要工作了 将头凑在杨凡耳边 吐气如蓝地说道 我要下去表演了 你要不要去看 闻着妹子身上的香味 杨凡有些陶醉 经过刚刚的聊天 她已经知道 这些妹子就是下去走替台 然后跟顾客们互动一些小游戏 一共两个小时时间就结束 她觉得没有多大意思 但还是说道 我晚点下去看看 妹子也不在意 那好 等我工作结束 回来陪你喝酒 陈锋带着妹子们走了 只留下四个大男人 思杰好奇地问道 你不去 晚点再去 你小子可以啊 我一直没有想明白 你到底是怎么搞定 那个模特的 其实连杨凡自己 都是云里雾里的 不纠结这个 来 喝酒 四人在包间里 你来我往的喝了起来 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过去 只听张剑说道 他们快结束了 你不下去 一会妹子回家了 杨凡倒不在意 徐山回不回家 只是他之前答应要下去 于是说道 那我去看看 你们去不 受伤的张剑说道 嗨 我们下去干嘛 还不如在这里继续喝酒 杨凡到一楼时 台上站着六个 穿着同款服装的妹子 以及一个拿着话筒的主持人 台下聚集了很多人 都是这家KTV的顾客 主持人巴巴巴地说了一会后 妹子们就在台上走起了猫步 体态妖娆 看得出来还是练过的她 无聊地看了好半天 这时终于结束 好多男人 上去想跟模特们搭讪 却被一一拒绝 他们那围着的人很多 好在有KTV内部人员维护秩序 顾客们都很理智 并没有出现什么过激的行为 被拒绝后 只是一脸遗憾地离开 妹子们出来后 灵溪源看见了不远处的杨凡 疑惑地询问徐山 死丫头 你真不跟我们一起走 徐山点了点头 媛媛姐 你们先回去吧 我留下来玩一会 没事的 你今天到底是中了什么险 你跟那个男的以前认识 不认识啊 灵溪源一阵无语 那你突然抽什么风 徐山只是笑了笑 不跟你说了 他过来了 说完就朝杨凡走去 还热情地挽住他的手 灵溪源见二人亲密的小模样 简直有点怀疑人生 这丫头什么时候 开始这么不挑食了 这时 模特中另一个盘着头发的妹子 走到他身边说道 他才没有抽风呢 你没有注意到 那个男的穿的鞋子 是爱马仕吗 嗯 还有这是 这个他还真没有注意到 他没事去看人家鞋子干嘛 现在他好像有些理解 徐山今天为什么会像变了个人一样 随即感觉有些好笑 一双爱马仕的鞋子而已 普通点的也就万八千的样子 这丫头是不是傻 人家你亲我愿的事情 也是 走吧 杨凡带着妹子回到包房 几个男人还在喝着 张剑问了一句 其他人呢 杨凡两手一摊 都走了呀 啊 好吧 随后杨凡二人没有去加入他们 而是在另一边开酒喝了起来 其他人一看就知道他们在培养感情 倒是也不去打扰 二人一边聊天一边喝 越来越亲密 身体基本都已经贴在了一起 妹子对于与他亲密并不排斥 还抓住他开导航 杨凡看了眼身边像没事发生过一样的妹子 心里一阵怒火中烧 他看了一眼正喝酒的几个男生 见根本没人注意他们 在看向妹子的翘脸时 虽然他还在强装镇定 但一双如丝的媚眼出卖了他 随后妹子淡定地起身 侧坐在了他的身上 手挽住他的脖子 渐渐发软 柔弱无骨地靠着他 随后徐山见他此时的状态 似乎不太好的样子 于是心如明镜似的 在他耳边小声说了句什么 只见杨凡很感兴趣地拍了拍妹子 随即就往包房门口走去 妹子见状也默默跟在他身后 嘴角还露出一丝笑容 两人刚刚进入洗手间中 就亲密地相拥在一起 徐山更是对着他的嘴巴就硬了上去 在这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场合 杨凡习惯性地与幼起玩起了游戏 而徐山也接触到了 自己那炽热的未来 杨凡心里惊讶于这个妹子的大胆 但此时的他心情明显很不错 也就没有多说什么 谁知唇分后 徐山拽了拽自己的裙摆 一个潇洒的转身 彻底将命运甩在身后 然而那毕竟是他的命运 这是说甩就能甩得掉的 果然命运二话不说冲了上去 直接与徐山相撞 使得他惊叫一声 随后便是颇为无奈的叹息 第43章 开始撒钱 雨露均沾 酒店中 躺在床上的杨凡对怀中的徐山问道 什么为什么 他调笑着说道 你别告诉我 你对我一见钟情啊 他深知对方绝对不是乱玩的那种人 毕竟数字不算高 但今天又确确实实发生了这种事 即使玩也不太会找自己吧 看中自己什么 看中自己够老吗 这不免让他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徐山假装委屈道 怎么 你想不认账啊 这倒不是 就是觉得有些疑惑 你想那么多干嘛 我就问你 你今天开心吗 呃 那倒是蛮开心的 这不就结了 徐山虽然知道 他是顾瑞杰闺蜜这种事 很难能瞒得住 但他现在还不想坦白 准备先努力吸引对方 让对方喜欢上自己 习惯有自己后 其他一切好说 他倒也不是 就想把杨凡从闺蜜那里给抢过来 因为他并不介意 跟自己的闺蜜共享对方 即使他当的藏在暗处的猎手都行 他是怕杨凡一旦知道了后 会就此跟他撇清关系 不愿意跟他再有什么亲密的来往 这对他来说 打击可就大了 毕竟他现在属于是什么实质性的好处都没有获得 就已经先投资了 肯定不想血本无归 所以 他暂时是不会说出实情的 就是再走一步看一步 躺着床上休息的时候 杨凡想了想 是时候将三级返线卡给用了 把本金积累起来 做大做强 再创辉煌 宿主 杨凡 返线等级 三 五次 返线比例 一比一 四 他开始挨个给妹子们发信息 要他们的银行卡号 准备语录俱瞻 妹子们反应不一 呆呆和毛毛两姐妹 此时刚刚下播没有多久 正在一起吃宵夜 收到他的信息后 虽然有些奇怪 为什么要要自己的银行卡号 但是没有多问 直接就发了过去 没一会 呆呆就收到短信 自己卡里被打进来了十万块钱 啊 毛毛 你快看 你快看 毛毛见妹妹一惊一乍的 也是把脑袋凑了过去 四 再看清楚信息后 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 随后自己的手机也响了 脑袋空白了好一会后 他结结巴巴的说道 我 我也收到了 啊 你说逍遥哥 为什么要给我们转这么多钱 等我问问 随即他发信息给杨凡 逍遥哥 我和妹妹的卡上 多了十万块钱 你是不是转错了 没有转错 节日快乐 啊 逍遥哥 我跟呆呆已经不是儿童了 那有什么关系 收着吧 你们自己去买些喜欢的东西 毛毛不可思议的看向呆呆 吃惊的说道 逍遥哥说 说是给我们的六一节红包 呆呆也傻眼了 这也太好了吧 杨凡要妹子们的卡号 是因为以后他还会获得不少高等级返线卡 直接转妹子 卡里就很方便 返线快不说 对方还很难推辞不收 顾瑞杰当然也转了 他对杨凡的豪横程度是深有体会的 所以并没有太大反应 只是甜甜的道谢 小路那里却没有转 因为他平时会经常去对方直播间刷礼物 没必要特意转钱 轮到空姐恭敬后 他好奇地问了几句 还是把卡号发了出来 毕竟发卡号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待收到转账短信后 他彻底猛逼了 你还真往里面转钱啊 六一节快乐 恭敬轻密度加五 他看见这条信息后 心里不自觉地流过一阵暖流 喷喷喷地跳着 这家伙是怕转账被我退回 所以才想着要银行卡号的吧 这绝对是真心实意想给自己钱用 但他这么扎 你想炮我 恭敬虽然对对方的目的心知肚明 但还是忍不住问了出来 意外的是 等了半天对方居然不回信息 靠 这家伙到底什么情况 这时就只剩下他旁边这个妹子了 妹子正靠在他怀里休息 杨凡推了推他说道 把你银行卡号发给我 妹子文言一愣 随即心里狂喜 他瞬间猜测到对方是要给他转钱 不然要他卡号干嘛 自己的投资这么快就开始有回报了吗 真好 但他还是抬头假装疑惑地问道 你要我卡号干嘛 发来就是了 你还怕我取走你的钱不成 妹子别了别嘴 没有卡和密码 能取走才怪了 他下床去拿自己的包包 从里面掏出张银行卡 递给杨凡 当在手机上 看到对方给他转了十万块后 连呼吸都不自觉地急促了起来 杨凡伸手抱住他 在他耳边说道 节日快乐 徐山清理度加舞 妹子突然觉得好感动 瞬间确定自己之前的付出好值得 第二天 当杨凡睡醒后发现身边空空如也 妹子已经不见 但手机上留下了信息 我今天有课就不陪你了 不要太想我哟 他摇了摇头没有回 现在的本钱已经达到了三十一万多 速度还是不慢的 起来洗漱过后就出去觅食 没有妹子在的情况下 他只是随便吃了点 并没有吃大餐 第四十四章 商场插曲 亨特国际商场 香奈儿化妆品专柜中 一身职业装的大美女封玉婷 正在给顾客推荐产品 附近很多路过的异性 都在不知觉地偷看她 先生 口红是分很多色号的 如果你不能确定 对方喜欢什么颜色的话 我建议你购买最常用的三个色号礼盒 一名看上去奔寺的中年男人 在旁边听着风玉婷 给他不断介绍 心里早有些心愿一马 文言后豪气地说道 可以是可以 这样吧 你再给我推荐一个 你们小女生常用的化妆品套盒 钱不是问题 风玉婷听后很高兴 赶紧给对方介绍了起来 于是他询问道 你要送的人大概多大年龄啊 送给我妹妹的 二十四五岁的样子吧 要不你询问一下 你妹妹的意见好吗 有目标的话就比较好推荐 中年男人听后摇了摇头 我就是想给他一个惊喜 怎么能去问呢 随后 风玉婷又跟对方耗了不少时间 还是没有促成单子 这时 对方突如其来的一句话 令他有些犹豫 这样吧 你把你的联系方式给我 我回去拍几张我妹妹 平时用的化妆品给你看 你方便给我推荐 毕竟我也不懂这些 这男的意图已经有些明显了 想加他V 这种情况他遇见过不少 但又想着 万一能促成单子呢 纠结了一下后 还是给了对方 谁知对方离开后 没有几分钟就给他发来的信息 你刚刚推荐的那个最贵的套盒 我要了 风玉婷见状大为惊喜 那太好了 先生你什么时候过来 我先帮你包装好 别急 我话还没有说完 先生你请说 东西我要了 而且送给你 每个月我还会给你两万块零花钱 这么说 你懂吗 风玉婷哪能不懂 这不就是想保养他吗 很明显 对方从一开始 就不是来买化妆品的 让他推荐 就是想打探一下 他喜欢什么化妆品 准备投其所好 用开单以及化妆品和钱 来诱惑他 想着对方那大肚贫贫的样子 他翻了翻白眼 感觉自己实在接受不了 直接把对方的V给删了 唉 又黄了 谁知对方不死心 过了几分钟后又回来 他本来不想搭理 奈何对方的脸皮很厚 直接赖在他身边不走 男人见风玉婷的态度很冷淡 于是忍不住直奔主题 我是真的很喜欢你 自从见你第一眼就被惊艳到了 如果你觉得钱不够我还可以在家 并且你有什么条件都可以提出来 好商量吗 本来他是想私下说这种事的 谁知对方毫不犹豫地把他给删了 现在只能明说了 风玉婷却没有任何兴趣 断然拒绝 先生 如果你不买东西 就请你离开 你别急 三万 我每个月给你三万 你想想 你在这里工作才多少工资 只要你跟了我 保证不会后悔 风玉婷的同事 已经开始注意这边了 这使得他有些火大 但又不好发脾气 正纠结着 怎么将对方赶走 这时 一道男性声音传来 嘖嘖嘖 区区三万块钱 就想包养美女啊 大叔 有这种好事你介绍给我啊 我要包实的 风玉婷转头看向来人后 一脸惊喜 杨哥 你怎么来了 路过这里 顺便来看看你 没错 来人正是杨凡 他刚刚吃完午饭 发现也没有什么事 就打车过来看看这妹子 没想到 正好遇见刚刚那一幕 马德 这祸想包养自己看上的女人 三万块钱 你再想辟吃 所以就不爽地出言打断 中年男人听见他的话后 顿时不满起来 你叫谁大叔呢 想找茬 杨凡不屑地看了看对方 看你那大肚子和发际线 四十好几了吧 叫你大叔是因为 我懂礼貌 咋的 你还想跟我动手不成 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啊 你这老胳膊老腿的确定能抗揍 中年男人气得用手指向他 但又不敢真的动手 你 你 我告诉你 年轻人别乱给自己招惹麻烦 容易吃亏 杨凡故意走上前几步嘲讽道 来 继续指 但凡你碰到我 我借助所谓的正当防卫 或者呼嗷送你进医院 住上几个月你信不 来人闻言 放下手不敢 继续指指点点的了 他是真怕这小年轻动手打他 毕竟年轻人大多冲动 自以为是瓷器的他 可不愿意跟瓦片对碰 这时他们已经引起了不少人注意 风玉亭的同事走过来问道 我是这里的店长 这里发生什么事 杨凡见不少人围观 故意提高音量说道 这个老不休在这耍流氓 死缠烂打飞说 要包养我朋友 以为自己有几个刚蹦很了不起一样 围观的人听见是这种事 纷纷开始议论 卧槽 这种人真不像话 想女人了 你去大宝剑啊 这里可是商场 看他这年纪 都跟人家小姑娘的父母 差不多大了也好意思 这货肯定是有家事的人 曝光他 让他妻儿都了解了解 他干这些龌龊事 录下来录下来 必须曝光这狗日的 我一会就发逗音 哼 兄弟可以啊 无时无刻都在记录美好生活 这时中年男人被吓到了 大声说道 我没有 你们别听这小子胡说 不许录像 我要告你们侵犯我肖像权 我起诉你们 这时店长说道 我们店里有摄像头 这里所发生的事情 肯定全部记录了 杨凡一听就乐了 可以拷贝一份刚刚的录像给我吗 我来侵犯他肖像权 让他告我就行了 不行 中年男人顿时急了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一个很普通的包养事件 会闹成这个鬼样子 这些人居然要在网上曝光他 太特么缺德了吧 其他的他倒是不怕 但他家的母老虎知道 这个事情可就鸡犬不灵了 他的生意 都是靠他大舅哥提携 才能有今天 不怕媳妇是不可能的 第45章 金呆风玉婷 正是因为男人的媳妇 又胖又丑 平时对他还凶神恶煞的 他才会想着 在外面包养的小三 来抚慰他受伤的心灵 从第一眼看见风玉婷 他就不可自拔地迷上了 才会发生现在的事情 此时听见别人 要把他录像上传网络 那还得了 你们懂不懂法 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你们不能这样做 不许拍 都特么不许拍 随即中年男人 怒气冲冲地 看向杨凡吼道 你敢私自将我传到网上 你看我不告诉你 你就等着法院传票吧 随即他又指向围观的人 还有你们也是 谁侵犯我肖像权 我就起诉谁 看你们有多少钱来赔 他知道现在的人 很喜欢遇见点什么事情 就往斗音上传 这一部小新视频 火了不是整死人 只好开始威胁杨凡和路人 杨凡用手揉了揉耳朵 我等你 居然还敢在这里 耀武扬威 心挺大呀 我要是你 我就赶紧跑 靠 要是现在跑有用的话 我特么早就跑了 还有你说 他看了看 现在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好多都在打听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也觉得自己继续留在这里 没有好处 于是用手挡住脸 小跑离开 走时虽然恨透了杨凡 但却连狠话都不敢放一句 怕被一并录下来 杨凡对周围的人群 感谢了一番 他们见没有热闹 可看了也就嘟嘟囔囔的散了 这时 他转头看向身后的风玉婷 笑着问道 没事吧 风玉婷亲密度家务 妹子摇了摇头 你又帮了我一次 驱赶苍蝇而已 多大点事 再有这种事情 我很乐意笑老 这时店长见事情解决 也是松了口气 挺挺你招呼你朋友吧 别耽误工作 说完就准备离开 因为刚刚围观的人群里 有不少就顺便 在这里逛了起来 他得去招待一下 风玉婷顿时露出了笑容 杨哥 我还要工作 你呢 是到处逛逛还是 我也没有打算耽误你工作呀 来 给我推荐一下化妆品 麻溜的 妹子文言后 惊讶地问道 你要买东西 我不能买 没 只是有点意外 买来送女朋友吗 不是 送朋友 妹子顿时露出一副 我懂的表情 但没有过多打听 心想 应该是送喜欢的女生吧 随即认真给他推荐了起来 但杨凡对他推荐的那些 并不满意 直接说道 不行 不行 这些太便宜了 拿不出手 妹子梦了 这可是香奈儿的化妆品啊 你嫌便宜 虽然他推荐的 都是性价 比较高的那种 但好歹 也是好几千一套 啊 杨哥你的心里 价位是多少 按你觉得最好的推荐 不用考虑价格 我知道 你想帮我省钱 但真没必要 好 好吧 那我来给你搭配一套吧 嗯嗯 你来配 各种产品都来一些 口红的话全色号都要 挑最好的 杨凡不知不觉中 又露出了他大鸢种的气质 妹子也被弄无语了 但还是用心挑选出东西 来给他介绍 杨凡连连摆手 不用介绍了 只要你觉得是最好的 就给我配上 我信你 最终 妹子给他搭配了一套 既齐全又昂贵的化妆品下来 一算价格 63800 这么便宜 你真的按最好的配了 妹子心里 暗暗则舌 这还便宜啊 要不是你一个劲 要求配最好的 我是怎么也配不出 这价格来啊 于是坚定地点了点头 绝对是最好的了 小姐姐 收到这礼物 必定欣喜若狂 相信我 还能在家吗 在家重复的就多了 没必要 好吧 刷卡 然后全包上 好 妹子总算是松了口气 带杨凡去前台刷卡 之后 对于他的消费能力 也有了些认知 随即带着东西 高高兴兴地跑到工作台 去配包装盒 店长走过来 一脸吃惊地小声问道 这 这些都是你 推荐给你朋友的 你 你可真下得手啊 这些东西 即使是他看着 都流口水 平时都是发工资时 才咬牙买一两样 甚至有不少 因为有性价比 更高的代替品 所以连他都是 不会去买的 结果这妹子居然杀熟 一股脑 给自己朋友推荐了 更难以置信的是 对方居然要买下 这推销手段厉害啊 风玉婷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是他自己要这些 我给他推便宜的 他不要 不用解释 我懂 我懂 妹子见店长 一副懂地的模样 瞬间感觉到心泪 也懒得解释了 等化妆品 装进两个大套盒后 妹子带杨凡 过来查看 杨哥 你看包装成 这样的礼盒行吗 实在没有 再大的盒子了 杨凡点了点头 可以 你喜欢就好 我喜欢没用 要你送的人 喜欢才行啊 这时杨凡笑了起来 就是送给你的 你喜欢怎么包 就怎么包 唉 妹子瞬间猛逼了 瞪大眼睛 一脸你在逗我的表情 不可思议地问道 送我的 当然 我 我 你 你 你 这怎么可以 怎么会是送给我的 别说是他 就连不远处的店长 和另一个同事 都惊呆了 杨凡却一副 理所当然的样子 本来就是送给你的 还记得 我有说过是送朋友吧 难道你不是我朋友 第46章 代号为零的妹子 妹子这时候 也相信杨凡不是在逗她玩 是真的准备 将这些化妆品送给她 虽然很心动 但还是坚定地摇头的 不行 这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刚刚谁收的小姐姐 收到这些礼物 必定欣喜若狂 原来你是在骗我 风玉婷一时之间 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 她是说过这话没错 但是她无论如何 也想不到 这些是送给她的 杨凡见她一副 欲言又止的模样 耸了耸肩 继续说道 反正钱已经付了 你不收 就只好把他们退了 风玉婷无语了 合着我 帮你挑选了老半天 最后 你让我把他们退了 重点是 对方还不是想耍她 是说她不收的话就退了 她还想做最后的努力 那个 杨哥 你 你可以拿去送给别人啊 杨凡摇了摇头 送给你的东西 怎么能拿去送给别人呢 而且也没其他人送 风玉婷亲密度加二 杨凡发现 妹子家亲密度后 心里一乐 风玉婷纠结了好一会后 还是说道 我真不能要 你不拿走的话 我就 我就只能给你办退款了 你确定你这么做 你们店长不会打死你 杨凡说完还笑着 朝他们店长所在的位置 拦了拦嘴 妹子朝自家店长的方向看去 果然见到对方 用一脸看傻子的表情 正看着自己 可 可 好了 别纠结了 这点小钱 对我来说 就是毛毛雨 身为我的朋友 你安心收下就行 妹子犹豫了 这些都是她精挑细选出来的化妆品 更是朝着自己梦想的品味去挑的 怎么可能会不喜欢 但俗话说得好 乌公不受禄 她心里知道 杨凡怕是看上她了 想追求她 这都看不出来的话 那可就是傻子了 至于对方说的什么朋友 不朋友的完全就是在扯淡 她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信 但唯一难的地方 就在于她对对方压根就没有这方面的想法 真就是把对方当成是一个朋友而已 还不好询问 免得对方承认以后 自己不知道怎么应对 弄得大家都尴尬 杨凡明显也看出来 对方很喜欢这些化妆品 但不好意思收 所以陷入了很大的矛盾之中 但这却难不倒她 很快就想到了处理方法 那就是直接闪人 我还有事就先走了呀 拜拜 说完就走 毫不拖泥带水 唉 杨哥你等等 等等 妹子见她转身 就走赶紧出声想要叫住 奈何她听见声音后 脚步还加快了一些 不一会就消失在转角 风玉婷气得一跺脚 随后有些迷茫地 看着面前的化妆品 这时店长过来了 看她这副模样后 劝说道 憨憨 人家明显就是铁了新药送你 你就收下 又不是你主动要的 也没有承诺过对方什么 不会给她留下什么坏印象的 风玉婷无语地看了店长一眼 那姐 我才不是担心什么坏不坏印象的 你不知道 我跟她才认识几天时间 算起来 这才是第三次见面 怎么能收她这么贵重的东西 那姐笑了起来 你怕是不知道自己 长得有多漂亮 别说第三次见面了 就算只见过一次 对方就喜欢上你 我也一点不意外 说老实话 人还不错 对你挺大方的 可我对她没有那方面的想法 那姐此时颇有点高深莫测地说道 相信我 会有的 感情是需要慢慢培养的 反正东西不许退 作为过来人的她 很清楚超能力的力量 用这玩意来作为武器 绝对是无往不利 别说是年轻女孩了 就算是她这种有夫之妇 也扛不住 听见店长说东西 不许退后 风玉婷用手捂住了脑门 感觉有些头疼 杨凡离开商场后 正在外面闲逛 心情显得很不错 反现她已经收到了 对方即使真将那些化妆品退了她 也没有丝毫损失 但到现在为止 商家并没有退款 当她逛到一栋写字楼附近 正在想着晚饭 邀约哪一个工具人出来吃食 突然响起系统的声音 检查到有效消费对象 是否查看信息 街上的美女果然多 她在四周看了看 见到一个美女 正从不远处的写字楼走出来 一头阳光下 呈酒红色的长发 大眼睛小脸型 皮肤很白 就像太阳光 根本拿她没有办法一样 穿得很清凉 上半身是一件 橙色紧身的路肩 露齐衣服 下半身是黑色热裤 右腿穿的是 橙色短款毛巾袜 左腿是过西的 黑白条纹袜 外加一双小白鞋 看上去就很有感觉 应该就是这个妹子没错了 查看 姓名 李威 年龄 21 身高 166 体重 49 综合颜值 86 100 状态 正常 亲密度 0 卧槽 100 也就是说 这美女的数字是零了 杨凡首次有了 目瞪口呆的感觉 其他的倒是没有什么 并没有比他的那些工具人 更优秀 但这妹子是原装的 这还是他遇见的第一个 这对他来说 诱惑力不可谓不大 这年头都21岁了 还是个美女的情况下 说出去都很难让人相信啊 他深知系统不会骗人 这种好白菜 要是他能不心动才怪了 于是他凑上前去搭讪 走到美女的侧面说道 小姐姐你好 你知道这附近哪里有卖花的吗 我想买束花来送给你 美女明显愣了一下 李威亲密度50 怎么会捡这么多 我这套搭讪的话术 就这么垃圾吗 他知道会捡亲密度 这已经快成 初次与美女见面的常态了 也基本习惯了 他确实没有想到 会直接捡这么多 我这是干了什么 天怒人怨的事情吗 事已至此 他都不抱希望了 正准备转身离开 但美女却说话了 加V500 啥玩意 好简单粗暴 不过这对他而言没有丝毫难度 于是点了点头 好 加了就转 咦 美女明显有些意外 第47章 二手奢侈品店 李威用这种方式 已经劝退了很多 想搭讪他的陌生人了 真准备转钱的 这还是第一个 此时也来了些兴趣 还真就将V给了对方 杨凡二话不说 刚一加上就发了500过去 并备注了自怨赠语 然后笑着问道 约你喝点东西 吃个饭吧 需要转多少 5000 美女随意说了个不低的数字 他还就不幸 下不退这家伙 谁知杨凡 直接答应下来 好 告诉我你的名字 你知道的 转5000的话 不知道 名字可不行 美女上下打量了一下他 心里吐槽 这家伙神经病吧 真准备转啊 但吐槽归吐槽 名字他还是说了出来 李威 杨凡反手就转了5000过去 依然备注自怨赠语 走吧 我们去前面喝杯咖啡 他很清楚这个美女 不是做金钱交易的那种人 毕竟人家一百的 纯洁度摆在那呢 这就很有意思了 他不知道的是 他在美女心里 已经打上了 个人傻钱多的标签 既然钱都收了 美女也没有拒绝 跟着他去到了咖啡厅 二人相对而做 杨凡主动聊起了天 我刚刚看你 从那栋大楼出来 是在里面上班吗 美女倒没有不搭理他 不是 我在里面学舞蹈 难怪感觉这妹子 有股记性感 又休闲的运动气息 原来是学跳舞的 怪不得身材这么好 学的什么舞种啊 主要学街舞 咦 这个可以啊 街舞对身体的柔韧度 要求很高 很多高难度的动作 应该都可以轻松拿捏 脑海里瞬间神游太虚 想到了很多幸福的东西 李威亲密度 二 李威见杨凡 突然露出一脸 有些猥琐的笑容 顿时皱了皱眉 我学街舞 有什么不对吗 没有 我只是感觉有些意外 在我印象当中 街舞挺难的 这妹子 怎么这么容易将亲密啊 还好吧 随即杨凡又找起其他话题 跟他聊天 但他都是 有一搭没一搭地回着 看得出兴致并不高 二人在咖啡厅 坐了快一个小时 妹子的亲密度 没任何增加不说 还倒减了两点 这就很无语 走吧 我们找个地方吃饭去 李威没有直接答应 而是说道 我现在还不饿 要不我们先去逛逛 杨凡一听他这么说 就多少有些猜测到 对方想干嘛了 不过他压根不在意 可以啊 想去哪逛 美女见他答应下来 瞬间一改之前 兴致缺缺的样子 露出了笑容 有家店的东西 挺不错的 我很喜欢去逛 跟我来 他没有多说什么 直接跟李威打了个车 十多分钟后 二人进入一家 还算大的店铺里 装修很不错 货架上 全是各种品牌的奢侈品 其中包包居多 果然 包包才是女人的最爱 柜台中站着的美女 见有客上门 瞬间走出来 欢迎光临时尚会 请问先生女士 有什么偏爱的宝贝 想要带回家吗 李威这时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 给我介绍一下包包 品牌不限 好的 我们家最近收来了 两个今年的新款 橙色非常不错 女士可以鉴赏一下 这边请 李威颇有兴趣的 跟杨凡说道 走 我们去看看 杨凡听了营业员的话后 哪还不知道 这是一家二手奢侈品店 难怪各种品牌的东西都有 对此他没有多说什么 妹子很快就拿着营业员 给他推荐的那两个 包包询问杨凡 我觉得这两个包包 都很好看 挺适合我的 这个很百搭 这个可以配我那套黑色连衣裙 你觉得呢 我觉得 要不是给你花钱能返现 我直接就觉得你大眼 这不明摆着 想让我给你买吗 不过 身为大冤种的他 就很有冤种的格局 于是笑着点头说道 嗯 很适合你 那我就要这两个了 七万多 价格还算合理 专卖店里 都差不多十万了吧 咦 这个也很好看呢 好可爱 说着说着妹子 又看上了旁边的 一个很小的包包 杨凡一看 这包的体积 也就比他的拳头大点 这玩意能装什么东西 这时妹子 迅速拿起包包过来问他 这个才一万多呢 好可爱 也买了吧 挺好的 妹子这时 心满意足地说道 那我就要这三个了 谢谢你 谢你妹的腿 杨凡是真想不出 若不是有大冤种系统 谁会真给对方买 咋的 你的谢谢 就这么值钱 于是决定逗逗他 一脸无辜地问道 谢我干嘛 你不会是 想我给你买单吧 妹子闻言却一点 也不觉得尴尬 反而厚颜无耻地说道 你不是想追我吗 怎么 几万块钱就把你吓到了 实则心里想着 哼 不继续装了 杨凡淡淡地说道 几万块钱而已 这点钱还吓不到我 但你不得给我个购买的理由 这妹子口气不小啊 说的像她看不上几万块钱一样 话说 不是我小看你 你能拿出几万块钱来吗 妹子却理所当然地说道 如果你给我买了我 肯定会考虑做你女朋友的呀 说了等于没说 合着你的意思 就是说我这几万白花 杨凡摸了摸鼻子 一脸无语地说道 我不记得 我有说过 想让你当我女朋友吧 李薇见他这么说 确实露出了笑容 那可能是我误会了吧 本来还觉得 你人不错 想给你个机会的 没想到 随机顿了一下 对营业员说道 美女不好意思 麻烦你帮忙放回去一下 给我个蛋的机会 你那负52的亲密相 是要给我机会的节奏 等等 我没说不买啊 不就是让你给我个买的理由吗 这一下把李薇给弄不会了 疑惑地问道 你要什么理由 一个包换一个吻不过分吧 李薇没有想到 他要的买包理由 竟然是这个 要说他的要求过分吗 那还真不算过分 毕竟只是接吻而已 就能换来几万块的包 怎么想都是自己写赚 第48章 奇怪的李薇 虽然李薇对杨凡 可以说是到了反感的程度 但如果一个吻 就能好倒一个包的羊毛 这倒是没有那么难以接受 而且 他心里并不相信 对方会真的给他买 毕竟刚刚对方装傻的表现 明显是舍不得出这钱的 现在这么说 于是直接答应道 好啊 只要你把钱付了 三个吻我立马兑现 心里却在冷笑 让你装 没了台阶 我看你直接跳下来 对杨凡来说 这就是免费 获得三个吻的事情 那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直接把卡拿给营业员说道 刷卡 李薇见状顿时有些傻眼了 不可思议地想到 他来真的 连旁边的营业员 都被他这操作给惊呆了 营业员之前 看着男的表现还算比较清醒 怎么突然就变傻了呢 一个吻换一个包 这种好事我怎么遇不见 我能把你吻破产 你信吗 不破产 就吻到天荒地老的那种 别说只是吻了 你要是想做点其他什么 我也是无条件配合的 要不你考虑下我吧 想是这样想 但他不敢说出来 赶紧去开单去了 刷完卡后 营业员悄悄给他放了下电 并说道 先生 你半张会员卡吧 只要留下电话号码就行 你这次购买的积分可不少 存多以后 可以兑换商品的 他也猜到了 对方大概率是想用正当理由 来要他的电话号码 但这妹子虽然看着也挺不错 实际上却连八十分都没到 他确实没有兴趣 指了指李薇 让他办吧 我一般不来这里 李薇这时 提着三个包包 有点迷茫了 本来笃定对方不会买的 现在钱都付了 难道自己都稳真的这么值钱吗 本来没有抱什么希望的他 没有想到 居然真的有才刚认识 就肯给他买几万块钱包包的大冤种 太奇葩了吧 天知道他只是打算用这方式 吓退对方 从而白嫖五千五而已 现在一不小心嫖了近十万 如果这种事情 不是确切地发生在他身上 他是打死都不敢相信的 正在他陷入思索时 杨凡的声音传来 想什么呢 走了 啊 好 他心事重重地跟着对方出门 路上忍不住问道 你真的将这些包包 就这样送给我了 杨凡文言无所谓地说道 这不是已经拿在你手上了吗 什么叫就这样送你了 这是你用三个吻换来的 对了 你不是说要立马兑现的吗 说完他就不怀好意地看向妹子 然后用手去拉妹子的手 谁知道妹子的反应很大 小手刚被他碰到 就明显吓了一大跳 赶紧挪开并退后两步 一脸警惕地询问 你干什么 这声音引得周围的路人 都好奇地朝这边看来 看向他的目光并不怎么友善 杨凡心里顿时一阵MMP 你反应这么大干嘛 一会儿别人把我当吃汗打一顿 你负责呀 你想耍赖 妹子这才发现 周围的人都在看他们 不好意思地吐了吐舌头 活该 谁让你突然动手动脚的 随即又想到 之前的承诺 心里叹了口气 果然还是舍不得包包吗 于是小声说道 这是在大街上 杨凡瞪了他一眼 你自己说立马兑现 也没有说地点啊 反正这里不行 找 找个没人的地方 二十分钟后 二人来到一家酒楼的包房中 刚刚点好菜 服务员离开后 杨凡就起身去降门反锁 这下可以了吧 李维见状满脸通红 脸色几经转变后 起身闭上了眼睛 速度快点 颇有点慷慨就义的味道 李维轻密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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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卧槽 这是搞什么飞机 还没清上了 你一直减轻密度 是几个意思 一分钟后 你混蛋 杨凡刚一放开他 妹子一脸怒气冲冲地 举起小拳拳就打 砰砰 你疯了 杨凡赶紧又将对方搂住 但对方丝毫没有停止地打算 心意狠一口咬在他的肩膀上 卧槽 顿时痛得他直咧嘴 你是小狗吗 李维轻密度加五 嗯 这突如其来的加轻密度 提示令杨凡有些摸不着头脑 停下手一脸疑惑地看向妹子 只见妹子牙齿咬着下唇 正一脸羞怒地看着他 这小模样 还有点诱人 妹子看盯着自己看 冷冷地说道 让开 随即自顾自地回到座位 李维轻密度加一 什么情况 杨凡感觉有些奇怪 从第一眼见到这妹子开始 对方的亲密度就没有增加过 包括给他买了几万块钱的包 都没有动静 现在突然涨亲密度了 第49章 不会吧 杨凡去将包房门打开 好了好了 吃饭 妹子见状顿时松了口气 一言不发地回到位子 饭后李维明显不愿意 跟杨凡继续待下去 铁了心要走 招呼都不打一声 就上了出租车 在车上 面带怒色的妹子看见 手里的三个包包心里 才好受了不少 杨凡看着车子离开后想到 这妹子很奇怪 以后再观察下吧 反正有砸不完的钱 她还真不相信 搞不定对方 毕竟是难得遇上的 一个原装美女 她还是很感兴趣的 自己不拱 难道留给别人 不好意思 她没有这么大方 虽然她的那方面 情节不是很重 那是因为社会现状就是如此 所以她要求没有这么高而已 但现在既然遇上了 纯洁高达一百的美女 那就没有轻易放过的道理 李维此时在她心里 还是要比那些 已经被别人巩固的妹子 来得更香的 随后杨凡查看了一下 这丫头很乖巧 但上了七十后 已经不怎么仗得动了 她也能理解 亲密度这玩意 肯定是数字越高越难长的 短时间内 是别想耗到她羊毛了 于是将目标 放在了陈思怡身上 这妹子就是避暑市本地人 还是个有点傻的恋爱脑 亲密度离六十也不远了 先耗一张二级反线卡再说 于是直接拨了个视频电话过去 陈思怡这段时间挺郁闷的 自从上次被杨凡诱惑 跟男朋友分手后 她男朋友纠缠过几次 经常在学校门口 堵她求复合 没有完全忘掉对方的她 差点心软 还好每次想到杨凡后 内心才没有动摇 心里有想见杨凡的打算 但又觉得自己 并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 怕对方误会 所以这段时间就挺纠结的 直到昨天晚上 突然收到对方的十万块钱转账 以及六一节祝福 才知道对方一直记挂着她 多少还是有些感动的 所以委婉地表示 让对方约她吃饭 却没有想到 对方并没有给她明确的答复 只回了个好就没有音讯了 自己都主动了 对方还端着 拽什么拽 你不搭理我 我还不想搭理你呢 哼 此时她正在外面慢跑 突然收到了杨凡的视频通话请求 顿时有些心情愉快起来 本来想着 要亮一亮对方作为惩罚的 但听见不断响起的音乐声 她的手还是很诚实地 按下了接听键 哼 找我有事 杨凡看着视频中 正拿着一条毛巾擦汗的美女 疑惑地问道 这是吃炸药了 谁让我们家小恋爱脑了 陈思一文言 一脸不满地对道 呸 你才是恋爱脑 你全家都是恋爱脑 有事说是 没事我挂了呀 杨凡心里疑乐 哟 看样子是在跟我生气 我怎么招惹到你了 才没有 美的你 你这满头大汉的 是在干嘛呢 要你管 能不能好好说话 不能 出来玩吗 好 陈思一轻密度加一 这妹子突然画风一遍 差点没让她闪到腰 直接给弄不会了 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陈思一见她一脸问号的样子 扑刺一声笑了出来 愣着干嘛 说地方 啊 你喝酒吗 去酒吧坐坐 陈思一文言犹豫了一下 她平时不爱去这些地方 但想到这是杨凡第一次约她 又不想拒绝 行 好 我来接你 不要 你说位置就行 我回家洗个澡 换身衣服 带二人约定好一小时后 在妹子家附近的一家漫窑八件 随即挂断了电话 杨凡刚刚吃饱 顺便散了会部 才去打车 当到达酒吧门口时 妹子已经在那里 等着了 只见对方穿了一身 阿根廷国家队的足球服 加一双运动鞋 青春气息爆棚 杨凡瞬间疑惑了 咱不是约得去酒吧吗 穿这 管她的 好看就行了 杨凡走过去 妹子也瞬间发现了她 嘟着小嘴不满地说道 你怎么比我还骂 这不是在你家附近吗 你比我先到不正常 哼 借口 走 我们进去吧 很显然 妹子并没有在意她迟到 只是稍稍表示一下自己的不满 实际上 她只需要随便找个借口 就OK了 二人进入酒吧后 杨凡总算知道 妹子为何要穿足球服了 这回头率 是真的超高啊 别说一路上的男人 就连女人 都要多看她几眼 因为时间还早 酒吧里现在人不算很多 他们在外联的带领下 去往卡座 当路过一个高台时 突然 检查到有效消费对象 是否查看信息 杨凡转头一看 是一男三女 围在高台边喝酒 此时 他们也正在看陈思怡 应该就是三女中的 其中一个了 好奇之下 杨凡选择查看 姓名 刘家 年龄 26 身高 158 体重 46 综合颜值 81 66 状态 两种妇科病 不传染 亲密度 0 34 溜了溜了 杨凡瞬间就失去了 所有兴趣 iP8的女人 果然没有几个是简单的 新书才刚刚上路 肯定不够大大们看 正在闹书荒的大大们 可以去看看 作者的老书和不合口味 老六开挂 神见了都怕 最后跟大大们 求点为爱发电和鲜花 万分感谢 觉得书还行的 大大能给个五星好评吗 如果不合口味 也请手下留情 别搭理本书就行 拜谢 第五十章 洁身自豪的美女 二人入座后 由于卡座有低销 光买啤酒 肯定达不到 将酒水单递给妹子后说道 你看着点 妹子却不愿意 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 还是你点吧 我很少来这种地方 不会点 没关系 想喝什么暗贵的点 见杨凡坚持 他只好拿起酒水单 瞬间就被上面的价格吓到 见他半天不点 也是有些好笑 看来自己都大把手 这时杨凡突然想尝试一下 如果这种情况 他来点东西的话 到底反不反现 反正 现在本金不算少 点个几千块钱的 如果亏了也就亏了 总得尝试一下 以后才好操作 于是用手指着一个 三千多的香槟说道 点个这个 你喝香槟比较好 度数不高 嗯 再来办拿啤酒就行了 好 很快就点好 随后酒水单 交给带他们进来的外联 当他刷卡支付后 没有多久就皱了下眉 因为香槟钱返现了 啤酒钱没有 他刚刚心里想的是 自己喝啤酒 妹子喝香槟 看来共同消费的情况下 自己是可以直接点东西的 如果是意图给妹子消费的 就可以反 明显给自己买的话就不反 这跟自己猜想的差不多 系统在这方面卡的很死 一点便宜也不给他占 不过没关系 自己以后注意点就行 带酒上来后 二人就一边玩游戏 一边喝了起来 这时 慢摇巴里的人已经越来越多了 DJ上台 低音炮也咚咚咚的响了起来 在这灯红酒绿的场所 不少年轻人 已经开始借酒微醺后蹦了起来 检查到有效消费对象 是否查看信息 正跟陈思怡喝着酒的杨凡 听见系统声音后 好奇地转头看去 原来是他们所做的卡座前面 不知什么时候 来了几名身材不错的女生 正蹦跋得很嗨 应该是店里招来热场子的气氛组 引起系统提示的 应该是里面的其中之一 查看 姓名 周小兰 年龄 26 身高 162 体重 45 综合颜值 80 58 状态 不孕 亲密度 0 这数据普通不说 数字还高达42 特别是不孕两个字 就已经可以说明很多问题了 标准的被完废了 只能赚了钱后 回家找个老实人嫁了的那种 但就凭着身材和颜值 肯定也是无数老实人 抢着接收的那种为女神 毕竟别人也不知道 他以前干过什么 姓名 神学 年龄 24 身高 163 体重 51 综合颜值 83 98 状态 正常 亲密度 0 1 居然有两个 怪不得人家说 这种灯红酒绿的地方 美女多呢 等等 这次的数字是2 这个妹子 怎么会这么少 这与这种地方 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啊 没想到长期泡八的女生 竟然还有这么纯洁的 何况年龄并不是很小 就挺洁身自号的 她对这样的女生 有了些好感 可惜陈思怡就在旁边 她不可能有什么搭讪行为 她约妹子的目的 可是刷亲密度 摇了摇头靠近陈思怡 在她耳边问道 我们去跳一会 妹子经过酒精的发酵 现在脸色有些微红 但却摇头说道 我不会 嗨 这有什么会不会的 就是跟着节奏乱嗨呗 你看他们 完全就是在取摸乱舞吗 妹子闻言 扑呲 一声笑了出来 看了一眼卡座前面的那几个女生 感觉还真是在乱嗨 个蹦个的 我有点不好意思 又没人认识你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跟我来 杨凡说完就拉着她的手起 伸往外走 妹子无奈 只好跟着去 随即她就发现 杨凡跟个二傻子似的 拉着她的手 在卡座前面蹦了起来 还大声说道 就像我这样 来试试 嗨起来 妹子不知是怕她尴尬 还是也被现场的气氛渲染 加上酒精的作用 还真的一咬牙 跟着她一起乱舞起来 期间杨凡放开她手 在她面前做出各种 花里胡哨的动作 逗得她好笑不已 她也渐渐地放开了 本就爱好运动的她 蹦起迪来 简直轻而易举 舞姿还是挺优美的 再加上很好的身材和颜值 配上一身足球服 瞬间吸引来了周围的 很多目光注视 完了好一会 正当杨凡在妹子背后 抱着她一起慢摇时 系统的声音终于响起 陈思怡亲密度加三 或许是很少来这种场合吧 这次给了妹子不一样的体验 可以看得出微讯的她 还是很开心的 这时 一名短发女生来到她们面前 对着她们妖艳地跳着舞 杨凡也不在意 这在这种地方属于常态 这女生长相很漂亮 妆化得有点浓 至少粉没有少打 因为她感觉到了 对方脸上的皮肤竟然反光 这就有点过分了 传说中的夜光美女 这女的正是在这附近 带气氛的气氛组中的一个 光以颜值来看 还真不在陈思怡之下 大概率是之前系统提示过的 美女之一 有着美女开了头 慢慢地 这边汇聚了不少男男女女 看着渐渐拥挤的人群 杨凡不想陈思怡在不注意的情况下 被吃了豆腐 于是拉着她回到了座位 刚一坐下 就在她耳边问道 开心吗 妹子笑着点点头 我还是第一次这么疯呢 陈思怡亲密度加一 有过刚刚蹦迪时的亲密接触后 这时杨凡已经渐渐胆子放大 直接搂着妹子聊天 且注意到对方并没有排斥的动作 这就是个好的开始 看来带对方来喝点小酒 是个正确的选择 突然 神血亲密度40 什么情况 这系统突然一个莫名其妙的 减亲密提示 让她有些摸不着头脑 咱干啥了 一脸猛逼地朝卡座前方看去 只见刚刚在他们面前 蹦迪的那个短发美女 正在人群边缘 一边蹦迪 一边直勾勾地看着他们 那个截身字号的妹子是她 第51章 美丽的误会 就算你是那个神血 也没有道理啊 我不蹦迪了 回来休息一下不行 你突然降40的亲密度 是几个意思 我非得跟你蹦呗 不蹦就是仇人 这特么不是纯纯的神经病吗 杨凡懒地搭理她 继续一边聊天 一边开心地吃着陈思怡的豆腐 聊不得这妹子脸红不已 没过一会 正在风貌地 她用余光看见一双帆布鞋 和白嫩小腿在移动 很明显 是有人在往她这边走过来 她和陈思怡同时好奇地转头看去 只见短发美女 已经走到她们面前笑着说道 刚刚蹦累了呢 我能在你们这里休息一下吗 按理说 美女主动来搭讪是好事 但杨凡刚刚还在怀疑对方 大概率就是那个神血 都降了47密度了 你还过来我这边休息 没看见我们这边就两个人 正在你弄我弄的二人世界吗 你跑过来当电灯炮 算是怎么回事 怎么就感觉 这人不太对劲呢 于是她说道 不好意思 你也看见了 不太方便 神血清密度 十 马德 果然是她 只见她带着歉意的笑容说道 那真是不好意思 怪我 我是看到你们就两个人来玩 还想着人多些更热闹点呢 抱歉了 她说完就转身离去 继续在之前的地方蹦着敌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总感觉这妹子 时不时地往他们这边看 陈思怡对杨凡拒绝对方一事 没有什么反应 她明显也不想有人打扰 杨凡则是心里吐槽 之前还对这女生截身自豪的行为 蛮有好感的 现在怎么觉得像个神经病一样 惹不起 惹不起 他们又喝了一会后 杨凡想上卫生间 于是让陈思怡在这里等她 刚一到卫生间附近 就看见不少浓妆艳抹的女生 在这出没 甚至厕所小隔间里 有一男一女同入的情况 对此 她算是见怪不怪了 解决完出来时 发现一个女生朝她走来 帅哥 你 不好意思 我不需要 对方话还没有说完 她就直接打断 正准备走时又听见 唉 不是 我是想告诉你 注意点那个短头发的女生 杨凡一听就停止脚步 顿时反应过来 这女生说的是神学 这妹子应该也是 在她卡座前面蹦迪的气氛组之一 转身好奇地问道 为什么 女生走到她面前小声说道 她是个帖 应该是看上你女伴了 你一离开她就去 跟你女伴搭讪 小心把你女伴给掰弯哟 这你妈 原来是这么回事 还以为是个精神病患者呢 她越想越觉得 面前这个女生没有骗她 难怪神学的数字那么低了 估计是被两个男人伤了后救 不过就你这样的 还想挖我墙脚 这不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 离谱到家了吗 这么好掰弯的 杨凡也不急 只是笑了一下后问道 为什么告诉我 单纯的不喜欢她 就高兴坏她好事 她一定会以主动接近 你的方式来接近你女伴 别上当哟 我知道了 杨凡离开后 这女生好像很开心 不自觉地露出了笑容 回到座位 发现神学果然在跟陈思怡聊着什么 并且坐得很近 发现她回来后 对方立即抬起杯酒起身 露出甜甜的笑容 对她说道 帅哥 我看你朋友一个人坐在这 过来陪她聊聊天 我叫神学 很高兴认识你们 这算是伸手不打笑脸人 要不是对方对自己亲密度这么低 又知道对方是T 自己还真可能会上套 但现在吗 我记得我有说过 不喜欢有人打扰我们吧 神学文言后 脸上的笑容一僵 也感觉到了 对方有些排斥她 没道理啊 我长得不美吗 以前无往不利的套路 用在这个男人身上 竟然失笑了 她淡定地看了看手中的酒杯 随即说道 那这杯就算是我的赔罪酒了 我喝完就离开 说完一口就干掉 带着有些委屈的表情走出去 陈思怡亲密度加五 陈思怡好感度达到六十 奖励二级反线卡 一张 使用后可获得二级反线 十次 嗯 这妮子 怎么突然加了五点亲密度 杨凡回到座位 有些好奇地看向陈思怡 这妹子神秘兮兮地 在她耳边说道 刚刚那个美女明显对你有意思哦 你真就一点也不动心 挺漂亮的呢 身材又好 啥玩意 杨凡听后直接猛逼了 看了看神血那副五十的亲密度 你说她对我有意思 她那是对你有意思好吗 傻妞 不过这好像是闹了一个美丽的误会 陈思怡应该是以为 自己为了她连续赶走神血两次 在她面前表明坚定的立场 所以亲密度一举突破六十 这算不算是意外之喜 既然想到了这里 她当然不会把事情说出来 好笑地说道 动个屁心 她刚刚跟你说什么了 妹子笑着小声说道 没什么 她就是套我话 问我跟你是什么关系这些 那你怎么说的 不告诉你 杨凡瞬间明了 陈思怡肯定是误会对方的目的后 有了危机感 坦白说 二人是情侣之类的 这不就是让自己误打误撞的 成功耗到了一张二级反线卡吗 二人离开酒吧后 杨凡搂着陈思怡说道 今晚别回去了吧 妹子虽然喝得微醺 但意识是清醒的 闻言断然拒绝 不行 我还没有做好准备 你说了 要给我时间呢 对于这个妹子 杨凡也不着急 亲密度已经高达六十了 慢慢攻略 总能吃到 好吧 那我送你回家 陈思怡亲密度加一 将妹子送到家楼下后 她也打了个车回家 在路上想着刚刚的事情 觉得神雪那颇高的颜值 和身材竟然会是个T 这也太浪费资源了吧 这年头本来就是男多女少 还这么多人 异想天开的去组女子组合 又有不少她这种海王活跃 这事不是太欺负人了 资源匮乏的男同胞们 是真不容易 第五十二章 感动妹子需要钱 随即她想到了 白天认识的李薇 这妹子一见到自己搭讪 就直接降了五十点亲密度 跟神雪貌似有点像啊 不会吧 不会吧 难得遇见一个大号灵的美女 你可千万别告诉我 她也是个T啊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这特么不是困难难度开局吗 李薇肯定不是因为被男人伤了 难道这玩意 还有天生的 但超能力的威力这么大 可能也是能将对方给砸正常的吧 算了 想不明白就懒得想了 先用钱砸着 其他走一步看一步吧 到家后 杨帆把二级反线卡用了 打开手机 准备开始给工具人们转账 首先是发信息给李薇 发你常用的银行卡号给我 正在家里追剧的李薇 突然收到杨帆的信息 看了一眼后 本想去点消息 免打扰她 但却犹豫了一下 想到自己以后 还要坑对方买东西 没有必要太冷淡对待 于是随意地回复 干嘛 我还能黑了你账户不成 妹子见到信息后 不懈地扁了扁嘴 你不说就不发 对对对 我就是要往里面打钱行了吧 切 622 好了 别妨碍我追剧 李薇发完就关掉了聊天矿 他心里怀疑对方 是真有可能往里面转钱才发的 但同时又有些奇怪 你直接用V转账过来不就好了 正继续看电视剧时 突然收到短信 邮政银行 23年6月2日23点14分 您尾号635账户收入金额 3000000 00元 余额308237 34元 妹子见撞手一抖 满脸不可置信地盯着这条信息 个 十 百 千 三十万 这特么怎么回事 他心里莫名其妙的同时 甚至感觉到了一些害怕 赶紧发准备信息过去 但此时他心里有点乱 脑袋有点矿 打了好半天字 才把信息发清楚 你疯了 转这么多钱给我干嘛 先说啊 我可不帮你洗黑钱什么的 我是良民 不做违法的事情 杨凡看见妹子的信息 差点笑出来 这脑袋瓜挺能响啊 居然以为他要洗黑钱 洗个毛啊 钱是拿给你用的 干净钱 只管花就行了 李维还是不敢相信 这个仅仅认识一天的男人 被自己薅了近十万的包补说 还转这么多钱给自己 他图什么 人傻钱多 是不是也应该有个多啊 你到底想干嘛 想 妹子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 想你妹 你不说清楚 我打电话举报你啊 请便 反正系统的钱是干净的 他怕毛线 但妹子却无语了 你真拿这么多钱给我用 瞧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几十万而已 对你来说多 对我来说 不过是毛毛雨 就很气人 但为什么感觉心里暖暖的 李维亲密度加五 随即妹子眼珠子 转了转 像是想到了什么歪点子 真的 那你再转一个 看待实例 一分钟后 邮政银行 23年6月2日23点14分 明伟号635账户收入金额 3000000 00元 余额6082 237 34元 我特么 你真赚啊 妹子本来是见对方说 她没见过世面 想对一下对方 结果没想到 对方真的又赚了30万过来 此时已经彻底傻眼了 这也太好哄了点吧 李维亲密度加十 杨凡见李维又加了亲密 脸上顿时露出笑容 看来用钱还是砸得动的吗 她不知道的是 李维之所以仗亲密 大部分原因 是因为她舍得对自己这么豪气 被她的行为所打动 有些女人就信奉 想知道一个男人爱不爱你 就看她肯不肯 为你花钱就行了 其他那些甜言蜜语什么的 都是虚的 所以 即使不那么爱钱的女人 一样会因为钱而感动 有钱人想追到她们 绝对是可以少走很多弯路的 就像西红柿手符中的下注不爱钱 但她几乎每一个感动瞬间 王多余都没少花钱 最后更是因为王多余为了她可以放弃 继承天文数字的遗产 而一锤定音 彻底地爱上了对方 虽然杨凡 想的并没有这么多 但丝毫不影响她继续操作 还想看看实力吗 妹子这才回过神来 心里有些明白 这家伙真的是 那种拿钱不太当钱的人 瞬间有种电视剧中的男人 跑到现实中来与她邂逅的感觉 这些钱真的没有问题吗 要说不心动那是假的 这可是六十万 但她毕竟还年轻 所以心里还是有些怕 主要是这种事太奇葩了 放心花 有问题 你就如是说 是我给你的不就完了 妹子想想也对 有转账记录和聊天记录的我怕啥 但她还是耍了个小心机 先说好啊 我可什么都没有答应过你啊 这六十万是你自愿赠予给我用的 杨凡哪能不明白妹子的意思 连具体数目都故意说了出来 好笑的同时也为了让她安心 是是是 六月二日转账给李威女士的六十万人民币 是杨凡同志自愿赠予的 现在放心了吧 李威亲密度加三 见她如此贴心 李威也彻底放下心来 心里的欣喜更多了好几分 你这家伙追女孩是真下的本钱啊 没想到我一下子就变成富婆了 出谢 谢谢老板 李威本来还想着 下次见面一定要狠狠坑对方的 这时却发现自己好像没有这么想了 感觉这家伙对自己是真的挺好 一直不喜欢男人 还隐隐有些排斥的他 却没有发现自己 好像在不知不觉间 对杨凡并没有之前那么排斥了 二人又聊了一小会后 李威兴高采烈地追剧去了 杨凡则继续给其他工具人散财 诸如顾瑞杰和小璐他们 收到转账后很开心 对他不断地表示感谢和邀约 但空姐工敬就不淡定了 正在魔朵酒店里休息的工敬发现 杨凡又给他转了三十万过来 简直要乐疯了 想了好一会后 本就穿得清凉的他 开始各种自拍 然后选了几张给对方发了过去 第53章 空姐的信息 工敬想了好一会后 开始各种自拍 然后选了几张给杨凡发过去 图片 JPG 图片 JPG 图片 JPG 正准备给陈思怡转钱的杨凡 发现工敬发来了一连串信息 好奇地点进去看 里面是工敬的各种自拍照片 靠 这妹子的身材也太好了吧 可惜数字有些低了 这也正常 数字不低的妹子 估计也干不出这种事情来 她正在欣赏照片时 妹子的信息发来了 不可以泄露出去哦 只有你能看 随即就发现 照片全部被撤回 卧槽 别急啊 我没保存 你自己动作慢 怪我了 再发一遍 想得美 乖乖等我回来 这特么 不就是在妥妥地诱惑自己吗 等就等 随后继续给陈思怡转钱 妹子却没有反应 应该是已经睡着了 本来正在直播的呆呆 和毛毛在收到转账短信后 直接打了声招呼 就提前下播 弄得水友们一阵猛逼 两姐妹此时正在拿着手机 大眼瞪小眼的对视 两酒后 呆呆小心翼翼地问道 姐姐 逍遥哥 怎么又给我们转这么多钱啊 昨天才赚了十万来着 毛毛也有些莫名其妙 你问我 我问谁去啊 姐姐你说 逍遥哥他会不会是看上我们了 毛毛文言一愣 不得不说 这种可能性还真大 这时的他对直播行业 还是比较了解的 毕竟榜一大哥和女主播的故事 还是听过不少 但他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想法 开直播 就是单纯的为了赚零花钱 思索了一下后说道 我们 死丫头 我觉得他是看上你了 他一直都还挺护着你的 应该没跑了 呆呆文言有些吃惊 随机脸蛋刷的一下就红了 用手拽着自己衣角 一脸害羞地说道 好像还真是呢 那我该怎么办呢 我 我还没到十八岁呢 毛毛肩妹妹这副娇羞的模样 瞬间翻了翻白眼 这死丫头 到底是什么脑回路 你不会是在想自己 要不要答应对方的事情吧 孩子的名字想好了吗 你说的像谁到十八了一样 我跟你同一天出生的好吗 咦 对啊 我们才十七岁 还小 逍遥哥应该不是这种想法吧 毕竟是违法的 毛毛瞬间就感觉自己想明白了 赶紧说道 我们肯定是误会逍遥哥了 逍遥哥好像是知道我们年龄的吧 呆呆却还在想着 逍遥哥对自己这么好 给自己这么多钱 让自己可以有吃不完的美食 和穿不完的漂亮衣服 自己如果拒绝她的话 她应该会很伤心的吧 而且逍遥哥这么有钱 自己做她女朋友 一定会幸福吧 可惜不知道她帅不帅 如果 死丫头在想什么呢 毛毛见妹妹心不在焉的样子 连自己跟她说话都没有听见 于是摇了她一下 大声询问 呆呆这才回过神来 啊 我在想 如果逍遥哥跟我表白的话 我要不要答应啊 呆呆呆呆呆 毛毛 你笑什么啊 讨厌 毛毛笑了好一会才停下来 啪的一下 拍在呆呆的脑袋上 我们误会了 我记得逍遥哥问过你年龄吧 呆呆回忆了一下 一脸猛的点了点头 问过 我们误会了什么 毛毛两手一摊 这不就结了 我们没到十八 是不可以那个的 可能我们误会逍遥哥的意思了 唉 是这样吗 毛毛不确定的点了点头 肯定是这样 呆呆文言瞬间松了口气 这样的话 自己就不需要想这么多麻烦事了 但是怎么感觉 心里有一丢丢遗憾呢 于是 两姐妹商量了一下 开始找杨凡道谢 并聊起了天 呆呆这傻孩子 没聊到几句 就把刚刚跟毛毛说的话漏了出来 杨凡听完后 感觉有些好笑 这不明年就满十八了吗 结束聊天后 十次返现已经全部到账 本钱再次翻了一倍 达到了六十万出头 杨凡去洗了个澡 靠在床上打开豆音 发现莎莎和阿丽这些熟悉的主播 都已经下播 看了看时间 确实已经不早 她也就随意地刷着视频 每当刷到女主播 她都会停顿一下 看看能不能触发系统 然而 刷了好久都没有发现达标的 正当她准备放弃了 打算玩会游戏睡觉时 检查到有效消费对象 屏幕中出现一个 看上去二十岁出头的女生 很美 很有气质 她正在与水友们聊天 杨凡看了下豆音名字叫 不屈的心 上半身穿着并不暴露 很平常的一件红白相见条纹体恤 乌黑长发别在左耳后 丝毫不显凌乱 脸蛋很美就不用说了 但是有几成是美颜和滤镜的功劳 她就看不出来了 既然系统提示了 证明这女生至少八十分以上 最主要的是 这女生竟然跟她同城 顿时就来了兴趣 女主播好像正在说故事 我妈妈告诉我 我们家楼下开商店的杨瘸子死了 我挺惋惜的 她才四十多岁 我以前经常在她那里买东西 一个星期后 我下班走在回家的路上 因为加班嘛 天已经黑透了 正刚快到家时 一个中年男人一瘸一拐地往我这边走来 当我看清他笑貌后 整个人都吓傻了 只感觉全身冷汗直冒 想跑但是腿软 没错 这个中年男人 就是已经死了一个星期的杨瘸子 他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皮箱 还对着我笑 第五十四章 讲鬼故事的女主播 杨凡一开始还以为这美女 是一个讲故事哄睡的主播 随便听了一下后却发现 是讲的午夜鬼故事 这倒是挺新鲜的 反正刷了半天 也只有这一个获得了提示 于是 他直接点了进去 谁知女主播正讲的津津有味 压根就没有发现他 我当时害怕极了 回到家就把所有灯全打开 然后打电话给我妈问他 你不是说杨瘸子死了吗 我妈还说 是啊 死好几天了 说到这里 主播可能是口干了 停下来拿起茶杯喝水 直播间的人虽然不多 只有几十个 但互动还是很勤的 然后呢 主播真撞鬼了 你们还别不信 我以前也真遇见过鞋门的事情 我跟你们说啊 这世界没有这么简单 我爹也中鞋了 他经常大半夜爬起来到处走动 有一次还看见他在镜子边 拿梳子梳头 但他是秃头 没头发的 卧槽 你爹那哪是中鞋啊 那明明就是 孟游家严重脱发吧 可能你爹前世是长发飘飘的女人 很爱护头发 我刚刚好像看见逍遥哥进来了 是进来了 我还以为 只有我发现了呢 主播还不赶紧迎接 则则则 这主播的长相 逍遥哥的眼光绝对值得信任 是啊 逍遥哥这LSP通常只关注美女 ad办事逍遥 逍遥哥 滑子走起啊 扶持小主播的时候到了 主播我劝你懂事点 赶紧舔 逍遥哥猛得一批 你今天壮大运了知道吗 要把握住啊 女主播喝完水后看了一下屏幕 顿时有些疑惑 看水友们的意思是 直播间进大哥了 看样子应该还是个很出名的大哥 他虽然不认识 但这不影响他先欢迎再说 欢迎逍遥哥进入直播间 我刚刚没有看屏幕 没注意到你来 还望逍遥哥大人大量 千万别跟我计较才好 他觉得自己也只能做到这样了 身为新主播的他 还不怎么会舔大哥 杨凡没有想到 自己随便进入一个直播间 就有不少谁有知道自己 应该是他刷礼物的时候 被别人录下来上船了吧 没什么好说的 直接冲了三十万进去 顿时屏幕上出现了嘉年华特效 感谢逍遥哥打赏的嘉年华 女主播瞬间激动了 果然是大哥啊 话都没有说一句 就嘉年华开路 办事逍遥送出嘉年华星号二 办事逍遥送出嘉年华星号五 当嘉年华特效 一个接着一个的出现后 女主播也感觉到了 好像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这大哥居然滑子连击 一时间激动的声音 都开始有些颤抖起来 感谢逍遥哥 谢谢 万分感谢 笔心 主播谢得太早了 逍遥哥通常一出手就是十七个 这个我作证 逍遥哥的幸运数字吗 逍遥哥牛逼 太猛了 这种情况在小主播的直播间可是很难看见的 主播走运了 然而今天他们猜错了 办事逍遥送出嘉年华星号十 办事逍遥送出嘉年华星号十八 咦 刷抄了 什么情况 逍遥哥手抖了 抖个毛线啊 你没看见还在家 都二十三 二十五 二 算了 我数个大 又不是刷给我的 难道主播比较独特 逍遥哥竟然改习惯了 女主播此时已经用手捂住嘴巴 瞪大眼睛不敢相信地看着屏幕 办事逍遥送出嘉年华星号三十 办事逍遥送出嘉年华星号一百 杨凡一口气将刚刚充值的三十万全部刷完 也算是大大的嚎了一把 停了 停了 终于停了 我特么 一百个嘉年华啊 逍遥哥牛逼 逍遥哥牛逼 这也太猛了吧 怪不得 你们都认识这位神号 我怎么敢就孤陋寡闻了呢 孤陋寡闻的不止你一个 我也是刚知道 刚知道嘉一 确实牛逼 爱了爱了 女主播现在很震惊 鼻尖上冒出了汗 脑海中一片空白 嘴里有些语无伦次的碎碎念着 由于比较小声 说的什么也没人听清楚 李欣然是一位单亲宝妈 虽然看上去二十出头的样子 但实际上已经是二十八岁了 岁月并没有在她脸上留下多少痕迹 她丈夫与她是大学同学 大学毕业这道坎并没有能将二人分开 她待在丈夫的城市与对方结婚生子 但好景不长 丈夫在两年前因车祸去世 只留下她和一个才一岁的女儿 丈夫本来是一位潜力鼓行的高材生 还是学校有名的帅哥 但家庭条件却是不怎么样 李欣然看重的是对方的潜力 他相信对方将来必能有一番作为 于是将自己的青春投资了进去 谁知丈夫的才能还没有得到发挥 就撒手人寰了 只留下他们孤儿寡母的 靠公婆是肯定不行的 自己不帮补他们都已经是万幸了 所以只好带着女儿回到自己父母所在的城市 挨着他们住 他的父母还勉强能帮补一下他 但也只是解决了温饱问题 和帮忙带带孩子 他毕业后面临的基本上就是结婚 怀孕 生子 带孩子 一系列事情标准的家庭主妇 一直是丈夫在外打拼 毫无工作经验的他 真不知道自己该如何赚钱 现在找工作又很卷 最重要的是 他想让自己的女儿尽量不要输在气跑线上 只是普通工作的话 根本满足不了他 经常听说 当主播如何如何赚钱的他 自认为自己在外形上 不会输给那些所谓的颜值主播 于是盯上了直播行业 才艺很一般的他 直播期间试过唱歌 试过聊天 试过讲星座等等 可就是做不起来 根本没有什么人看 第55章 单亲宝妈的心路历程 可就是做不起来 根本没什么人看他直播 眼看快一个月了 压根就没有赚到多少钱 谁知今天运气这么好 他播到晚上快下播时 发现直播间人数快破百 这对他来说 可是一个新的里程碑 于是 他咬牙决定加班 虽然已经感觉到疲倦了 但对于突然有些起色的事业来说 这种小困难必须克服 在与水友们聊天时 稀里糊涂地 开始讲起了鬼故事 意外的是 反响还不错 这一讲就讲到了午夜 没想到的是 这时直播间里 突然进来了一名叫办事逍遥的大哥 当时自己并没有注意到 所以没有及时欢迎 还好这位大哥很大气 没有跟他计较不说 一百个嘉年华 天哪 那可是三十万人民币啊 对方就这样打赏给了 自己这个陌生人 自己可以说是整个人都妈了 心里很慌 也很激动 脑袋还很猛 都已经记不清 自己感谢了多少次 但还是觉得不够 绝对不够 有了这笔钱 自己可以让女儿 上一所很好的幼儿园 报信去班 买钢琴 买漂亮衣服 能做的事情 实在太多太多了 突然觉得 自己选择做直播 真的是很正确的道路 也为自己的超级好运而感慨 为了女儿 她再苦再累都不怕 就怕委屈了女儿 让她一开始 就输在了乞讨线 所以 她现在心里 对于杨凡满是感激 但更多的 也是在为自己 怎么才能留住对方而苦恼 这时她退后几步 对着屏幕深深地鞠了个躬 逍遥哥 真的很感谢你的打赏 虽然话很短 但却给了杨凡一种 对方很真诚的感觉 于是打字说道 小事 你也别再谢了 继续说啊 后来怎么样了 真的撞鬼了 本来对于这些 杨凡是压根不相信的 以前她就是个标准的无神论者 座右铭就是 不拜神佛不信仙 半是逍遥半是颠 但最终却活成了个穷屌丝 现在 她突然获得了一个传说中的系统加深 这一下还能完全不信鬼神 那系统怎么解释 所以 开始有了些敬畏之心 李欣然见她询问 也不掉胃口了 赶紧老是回答道 不是的 没有撞鬼 据说那杨瘸子 是判定死亡以后 又活了过来 但我家里人不知道而已 但四个月后 她又死了一次 嗯 这次是真的死了 杨凡文言后有些哭笑不得 但又感觉这样才正常 还有没有故事 继续播吧 有的有的 那我就说 一个我小时候的怪异事情吧 听见这位神豪大哥 居然有兴趣听他说故事 顿时开心得不得了 赶紧开始组织语言 那时候我猜不到十岁 寒假时跟妈妈回老家 老家在很偏僻的乡下 那里人烟较为稀少 一天晚上 我跟表姐去河边摸鱼 回家的路上 表姐突然变得很奇怪 带我走错了路 去到一个有几座坟的地方 我跟她说话 她也不理我 就静止地走到一座坟边 去敲墓碑 嘴里还说着 我回来了 开门什么的 我被吓哭了 我当时很害怕 完全不敢接近 表姐就一直在那里敲 我就在不远处哭 过了多久我也忘了 最后是被附近的村民 听见我哭声 才跑去叫我们家里人 把我们抱回去的 一直到现在 在问起表姐这件事情时 她都很笃定地说 当时在她记忆里 她就是在敲家里的门 但没人给她开门 还说 她在村子都生活十一年了 怎么会记错自己家在哪 但她父母和我妈妈都说 当时确实是从坟边 把我们抱回家的 所以 她也只能接受现实 谁有门听完 闹腾起来了 这是记错自己家的问题吗 再怎么记错 也不至于拿坟当家吧 还好是没有开门啊 要真开门了 你们两姐妹 不是玩犊子了吗 真邪门 我就说嘛 这些东西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那你表姐之后 一直都是正常的 我怀疑 你表姐当时 是不是得了什么怪病 或者是发高烧烧糊涂了 毕竟 你们是去河边玩水吗 话说 主播长得这么漂亮 你表姐一定也不差吧 怎么混进来一个奇怪的物种 杨凡的想法 也跟一些水友们差不多 如果这个主播没有骗人的话 那应该是她表姐 当时得了什么病 意识不清醒 又在直播间里 玩了好一会后 她退了出去 点开私信 添加这美女主播的V后 还没等通过验证 她就把手机拿去充电 然后睡觉了 第二天 刚刚睡醒的杨凡 第一件事肯定是拿手机 这时已经有不少未读消息 陈思怡昨天喝了些酒 跟杨凡玩累了 回家就感觉到疲倦 曹操洗了个澡后 就上床睡 今早一醒来 发现一条短信 吓了她一大跳 因为她银行卡中 多了三十万块钱 看见是杨凡转的 才稍稍松了口气 还有两条信息 睡了 钱拿着用 不准转回来 这妹子当时没回信息 杨凡还真怕 对方第二天醒来发现后 给她转回来 就很不划算 所以特意留言强调一下 其他人她倒不是 很担心这种问题 但这个妹子 是真有点 可能会脑袋一闪 做出给她退回的这种蠢事 陈思怡看见信息后 心里甜蜜的同时 赶紧发信息给对方 霸道 我才不会给你转回去呢 当谁傻嘛 我钱够用了 下次别再胡乱转钱了 梁凡看见信息后 笑了一下 只回复了一个表情包 就向下看去 李欣然 逍遥哥我下播了 逍遥哥你睡了吗 今天真的很谢谢你 我从来没有想过 竟然会有大哥 给我打赏这么多钱 纵有千言万语在心中 却不知该如何表达 最终只能会成一句谢谢 逍遥哥晚安 杨凡看了后 随意地回复 你都谢多少次了 你不烦我都烦 别再谢了 先声明 这不是水文 正文的字数是没有减少的 一 白丝笑花 无沙沙 极乐净土 二 空降主播 陆小璐 第一个空降 三 JK美少女 顾瑞杰 陪婉一 四 火车窑 阿黎 未见 五 商场营业员 风玉亭 公交站偶遇 六 恋爱脑 陈思怡 陪婉二 七 蓝航空姐 恭敬 机场偶遇 八 双胞胎 带毛姐妹 未见 九 狼人杀主播 小闪电 未见 九 小野猫 徐山 顾瑞杰闺蜜 十 街舞女孩 李威 满唇 第五十六章 心比天高 命比纸薄 杨凡发信息 给李欣然 对方竟然没有回 但他也不在意 想着 可能再忙 随即就没有再管 他不知道的是 李欣然昨天下播后 想到自己被打赏了一百个嘉年华 兴奋地在床上辗转反侧 一晚上都没有睡着 满脑子都是这个事情 再加上一些围绕着这个事情的各种胡思乱想 越想越精神 根本就睡不着 不知不觉 熬到了天亮 最后是实在疲倦地扛不住了 才渐渐睡去 所以 杨凡发信息时 他不是不回 也不是在忙 而是在睡觉呢 由于刚刚睡醒 杨凡并不想动 索性点了份外卖 凑合着吃 随即手机登录游戏玩了起来 因为以前太穷 所以他 基本不玩课金游戏 一般就玩玩竞技类的 或者单机 两小时候 手机传来信息的声音 他没有去管 而是打完了手上 这一把才退出去 一看是李欣然发来的 逍遥哥 不好意思 我刚刚才睡醒 没事 既然逍遥哥不喜欢 那感谢的话 我也就不多说了 我发现你跟我是同城呢 不知道你有没有空 下午我们一起 吃顿饭吧 杨凡想着 反正今天自己也没有什么事情 去见一见这个女主播 也不是不行 只要纯洁度不是太低 亲密度又比较好涨的话 拿来当个工具人 还是不错的 工具人这东西 他不嫌多 开玩笑 他可就是靠这个赚钱的 短短十多天时间 本钱就从七千多 涨到了六十一万 对他来说 还有什么比这个来钱更快 最主要的是 这赚钱的过程 还能让他心情愉悦 毕竟才得到系统十多天 想让他突然将穷屌丝的心态 完全转变过来 是不现实的 现在更像是屌丝加爆发户 再加冤种的综合体 连他自己都觉得 自己这段时间的所作所为 真的很像是个大冤种 但系统本身就是大冤种系统 自己要是脱离了冤种行列 天知道他会不会闹什么幺蛾子 反正又不花他的钱 冤种就冤种呗 开心就好 于是直接回复道 可以 那太好了 我订好位置后发定位给你 刚刚睡醒的李欣然 见到自己成功地邀约到大哥 心里还是比较开心的 他在接触直播行业前 就去专门了解过 很清楚一个大哥 对主播的重要性 当然 对女主播与榜一大哥之间的 弯弯绕绕 也知道一些 虽然那些有大哥的女主播们 都极力否认这种事情 但他是不怎么相信的 大哥要是捞不到一点好处 那么刷一次两次还有可能 凭什么经常给你刷 除非是工会号或者商家 经过这近一个月的直播尝试后 他发现 这行业并没有自己想象当中的那么好做 之前自己有些太想当然了 现在好不容易运气爆棚 遇见了一个神豪大哥 他很想紧紧把握住机会 至于与大哥线下见面 到底会发生什么 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以前的他是不屑于 去做这种讨好别人的事情的 上大学时 由于外貌很出众 也不是没有家庭条件好的男生追他 最终他却因为颜值和潜力 选择了自己的老公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 他以前并不是一个很爱慕虚荣的人 谁知道 选择相信爱情的他 最终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 带着女儿 连正常的生活都困难 甚至需要父母帮补 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 都结婚生子了 还啃老 这对曾经心高气傲的他来说 算是一种讽刺 一直望夫成龙的他 可以说是心底天高 命比纸薄的真实写照 现在遭受过了社会的毒打 心态已经不同了 毕竟他还有个三岁的女儿要养 而且还想要复养 父母年龄也不小了 以后 女儿和父母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所以他经常都处于焦虑状态 要不是他心里不断提醒自己 自己身负抚养和赡养责任 一定要坚强 不能倒下 或许在这种长期的高压状态下 他早已抑郁 现在 既然有幸遇见了杨凡这种 拿钱不当钱的神豪 他愿意放下身段 去主动讨好对方 甚至可以不去在意对方的年龄和外貌 只要对方能让他父母过得好 让他女儿不至于因为他 从小就输在起跑线上 他觉得 或许他可以为此付出一切 然而 经过昨天那一百个嘉年华 他心里笃定 这些对对方来说 绝对不是什么大问题 所以 他今天的目的很明确 竭尽全力 抓住这个难得的金主 甚至在 探到对方口风之前 他不敢暴露自己 有个女儿的事情 想明白一切后 他向客厅走去 此时 客厅中正有一位 看上去五十来岁的妇女 在陪一个长得十分可爱的小女孩玩耍 小女孩见到李欣然出来后 顿时放下玩具 张开双手 迈着小短腿朝他跑去 嘴里甜甜的喊道 妈妈 李欣然也露出了宠爱的笑容 蹲下身子 一把将其抱住 我们小糖果在玩什么呢 妈妈 我在跟外婆汪汪队大战奥特曼奥 那谁赢了 小女孩一脸激动的说道 当然是我的汪汪队赢了 他们可厉害了 哈哈 我们小糖果真棒 随后 他摸了摸女儿的小脑袋 对着自己母亲说道 妈 下午小糖果就要麻烦你了 我要出去一趟 有比较重要的事情 母亲文言有些疑惑 你今天不做你那个什么直播了吗 嗯 今天休息一天 你去吧 是该出去走走了 好好玩玩就当散心 糖果就交给我了 李欣然逗弄了一下女儿后 开始回房间去选衣服和化妆 认认真真的打扮了一番 最后还检查了好一会 但约定的时间快到后 才提前出门 杨凡玩游戏一直玩到下午 期间收到徐山发来的信息 也是想约她吃饭 她直接回了剧 今天有事 这妹子虽然在KTV那天 是主动勾引她的 但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亲密度并不怎么长 也就一开始起点较高 之后 即使二人有不少亲密行为 都完全没有长过 一直到她用反线卡转钱 给这妹子时 才向征信的长三点 而且她又是先答应李欣然的 所以就拒绝了 刚刚出小黑屋 分辨得好低 希望不会就此死输 第57章 赴约李欣然 杨凡稍微收拾了一下 也出门了 40分钟后 一家重庆火锅店门口 检查到有效消费对象 是否查看信息 查看 姓名 李欣然 年龄 28 身高 162 体重 50 综合颜值 88 99 状态 正常 以生育 亲密度 30 1 数值不错呀 初始亲密度也高 但令杨凡没有想到的是 对方竟然已经28岁了 而且状态显示着以生育 已经结婚了吗 结了婚来 还出来线下肩膀 姨大哥 本来看数字 是姨还以为是个好女人呢 想到这里 她瞬间失去了不少兴趣 现在她可是大冤种 身边根本不可能缺女人 不想因为找工具人而去当曹贼 影响别人家庭 一不因为爱情 二不缺工具人 没必要做这种没有道德的事情 即使女方自愿也不行 她已经想好 简单吃顿饭就闪人 很明显 前面门口处站着的那名 很吸引人眼球的美女 就是李欣然了 脸蛋看上去 只有二十出头的样子 一头棕色的大波浪 烈焰红唇显得很诱惑 一件黑色的颈身连衣短裙 将她凹凸有致的身材 体现得淋漓尽致 下半身是很薄的黑丝 配黑色高跟鞋 一身黑的她 显得略微成熟 神秘中带点诱惑 郁姐的气质 一下子就衬托了出来 不得不说 李欣然还是很有魅力的 但杨凡也仅仅是 被惊艳了一下而已 没有过多的想法 很快就走了上去 走 进去吧 李欣然看见 走到他面前的男生 就是一论 你 你是逍遥哥 是我 李欣然亲密度加舞 杨凡听见对方 长亲密度后有些意外 这还是 他首次与美女见面后 亲密度不降 反声的情况 不自觉地想到 难道哥长得很符合他的审美 随即摇了摇头 可惜是个有夫之妇 没意思 他不知道的是 来之前 李欣然对他的模样 做过很多设想 心里甚至做好了 比较坏的打算 但真正见到他后却发现 他竟然是一个看上去 仅比自己大一些的年轻男生 长得也还过得去 不仅感叹自己 运气好的同时 自然而然 也就多了些好感 二人进去后 就开始点菜 地方是李欣然选的 就是普通的重庆火锅店 根本吃不了多少钱 也就随便点了一些 妹子心里很奇怪 点好菜后 对方好像没有什么交谈的欲望 竟然玩起了手机 这可不行 自己约对方出来 可不就是想要促进感情 不交流一下 不接触一下 怎么让关系升温 见对方这操作 他甚至有些挫败感 难道是自己 没有入大哥的法眼 不应该啊 自己现实中 与网上的区别并不大吧 能看得上直播时的自己 那就肯定能看得上 现实中的自己才对 一时间 他确实不知道问题 出在哪里 对于线下见大哥这种事情 他也是第一次 完全不知道 该怎么切入话题 应该主动一点 还是腼腆一点 亦或者是半推半就 于是就打算试着 普通交流一下 逍遥哥 你这么忙还来赴约 真让我有些过意不去呢 杨凡抬头 看了看对方 妹子始终面带微笑 他知道妹子这是 在点他玩手机的事情 没有明说罢了 想了一下后觉得 寄来只子安知吧 吃完饭就撤 于是放下手机说道 没事 就是回几条信息 李欣然见对方放下手机 也是松了口气 继续找话题来之前 我是怎么也没有想到 逍遥哥竟然这么年轻帅气 还以为 还以为 杨凡笑着接话 还以为是个糟老头子 也不是了 就是挺意外的 逍遥哥这么年轻有为 嫂子 一定很漂亮贤惠吧 打听我家庭干嘛 你还想嫁怪不成 不但长得美 你还想得美 就有点过分了呀 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还没成家呢 李欣然文言表面上故作惊讶 这样吗 其实结完一些也挺好的 像你这么有能力的人 挑选另一半时 确实得重视 实则心里想着 果然跟自己想的一样 不管对方有没有成家 这种场合下 应该都会说没有 其目的不言而喻 哼 蛮人 但这些根本不重要 他只是在试探对方 对自己有没有想法而已 只要有想法 那就好办了 自己故意夸赞对方后 用句号结尾 想让对方接着聊这个话题 谁知对方 只是简单地回了个 嗯 刺 李欣然有些无语 自己都主动讨好了 你还这样聊天 很容易把天聊死的呀 但他又没有其他办法 既然你不肯主动聊 那我就只能继续了 心里叹了口气 逍遥哥平时喝酒吗 偶尔喝 妹子文言 眼睛一亮 那我们点些酒吧 你习惯喝白的 还是皮的 他打算喝些酒 以后就装晕 装醉 然后借酒表现得 稍微亲密一些 以此来促进双方关系 即使被捡走也认了 这是他能做到的 最大限度了 不然让他主动去 勾引对方的话 他想想都觉得 有些难为情 谁知杨凡却摇了摇头 酒就不喝了 吃完饭 我还有点事要去办 虽然他没有猜到 对方的具体打算 但他觉得 我跟你一个有父之父 喝什么玩意 酒后乱性了杂整 李欣然文言 心里有些不可思议的想着 对方既然吃完饭就要走 不应该是邀请自己 去什么第二场 第三场之类的吗 这剧本有点不太对啊 那自己心里的小九九 岂不是才刚刚升起 就被掐灭了 这要是就这样分别的话 今天是不是有点白约了的节奏 难道对方 真的对自己没有兴趣 自觉生下女儿后 自己的身材 一点也没有走样 很多人都还说自己长得年轻 妹子此时有些陷入了自我怀疑中 但杨凡都这么说了 他也不好说些什么 只能当这次是单纯的见个面 也行吧 看来只能慢慢来了 自己以后经常联系大哥 有机会就约出来见见面 关系迟早也是会升温的 只能说 逍遥哥并不像传说中的 榜一大哥那样好色 但又为何要给自己刷这么多呢 想不明白 想不明白 第58章 剑走偏锋有奇效 杨凡觉得有些奇怪 李欣然虽然已婚 但纯洁度却明明高达99点 为什么会来私会榜一大哥呢 而且还有些主动 这不 想着想着 对方又来了 只见李欣然思索了好一会 还是觉得不甘心 缓缓说道 逍遥哥 我一直想去旅游 也没个人陪 不知 你有没有兴趣 一起出去逛逛呢 他听说榜一大哥 都喜欢让女主播陪游 于是主动说了出来 杨凡文言一愣 他当然明白妹子的意思 但对方这么主动 真的很令人很意外 他当然不会认为 妹子一见钟情 爱上了自己 于是淡淡地说道 不好意思 我平时挺忙的 妹子文言 心里咯噔 一下 已经感觉出 对方可能不是真的没有空 而是一个借口罢了 这时他有点急了 但自己的问题 到底出在哪里 他却想不出来 自己都这么主动了 说出这么羞耻的话 对方不可能 还是不明白 只能说 对方真的没有看上自己 那岂不是捷径 就没有了 又得回到之前 摸爬滚打的生活 好不容易遇见的机会 就这样 让他从自己的手中滑落 想到这里 他的焦虑症又犯了 思来想去觉得 或许半可怜 能收到意想不到的奇效 反正都已经机会渺茫了 何不见走偏锋试试 他以前有听说过 一个观点就是 男人大多心软 遇见漂亮的女人 在自己面前表现柔弱的一面 会勾起对方的保护欲 想到这里 他咬了咬牙 丢脸就丢脸吧 为了吸引对方 拼了 此时他心里 不断去回忆 自己这几年的经历 从丈夫出车祸去世 自己独自带着女儿的无助 父母渐渐老去 还要为自己操心的心酸 李欣然轻密度加一 慢慢的 他眼睛开始红了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果然 女人的眼泪说来就来 不愧是水做的 正吃东西的杨帆无意间 看见略微低着头的李欣然脸上 滑落一滴眼泪 在桌子上 这什么情况 自己说什么了吗 不就是说自己很忙 没有时间去旅游吗 怎么又长轻密度又哭的 他此时 有些摸不着头脑了 满脑袋问号地询问道 你怎么了 谁知这不问还好 一问妹子更来劲了 眼泪大颗大颗的流 还抽出两下拿指擦眼泪 一边擦一边摇头 没事没事 眼睛里进沙子了 杨帆文言一脸无语 这借口不太硬啊 不是 好端端的你哭什么 妹子擦掉眼泪后 梨花带雨的看向 他说道 真的没事 让逍遥跟你见笑了 只是突然想到了一些伤心事 你知道的 女人总是比较容易多愁善感 说完自己 就先破涕微笑起来 杨帆没有想到 这妹子的内心系这么足 只是摆了白手 你这突然就哭了 吓我一跳 别人看见 还以为我怎么你了呢 李星没有接话 而是准备将柔弱进行到底 就有点赌博的兴致 在里面只见他苦笑着说道 逍遥哥 你知道吗 我是一个寡妇 什么玩意 杨帆这一下是真的有些吃惊了 系统 只注明他已生育 本以为是个有妇之妇 却没有想到 竟然是寡妇 看见对方烈焰红唇大波浪的模样 这是个标准的翘寡妇 但他还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这确实让我有些意外 你看上去这么年轻 没想到 李星然敢保证 他刚刚看见对方 看向自己的眼睛亮了一下 这绝对不是心理作用 因为他一直很仔细 在注意对方的微表情 很难看错 难道逍遥哥 竟然有这种爱好 这算不算是峰回路转 自己竟然能想到 表现柔软这一招 这简直是太机灵了 于是 他继续苦涩地 说起了自己的故事 结尾时说道 一不注意就说了这么多 小遥哥会不会觉得 我很负能量啊 没有的是 有些事说出来 比憋在心里好很多 说实话 你挺坚强的 说出来的感觉 真的舒服了很多呢 谢谢你愿意听我倾诉 杨凡有些无语 我之前也没想听啊 是你自己巴巴巴的 就全部说出来了 虽然他也感觉 这个女人说这些 可能是在耍小心机 因为正常情况下 不可能给一个 才认识的男人 交代得这么清楚吧 又不是相亲 但他也没有什么损失 反而在知道 对方是寡妇后 已经消失的兴趣 有了死灰复燃的节奏 翘寡妇也很得劲吧 有想过再嫁吗 李欣然闻言 以为杨凡是在试探他 组织了一下 语言认真的说道 没有 说出来不怕你笑话 我的想法很简单 我现在只想找个有钱人 只要我女儿和父母 能过得好 即使当一辈子情人也愿意 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 他也是直接摊牌了 他心里很清楚 杨凡年轻有为又多惊 最重要的是 还没有结过婚 怎么可能会选择 一个带孩子的寡妇结婚 于是很聪明地表态 自己愿意做情人 杨凡文言也不得不承认 这个女人真是 真是太他妈坦率了 于是笑着问道 所以 你的目标是我 难怪感觉你挺主动的 李欣然有些不好意思的点点头 即 即使想给有钱人当情人 我 我也更希望 能找到一个 年轻帅气又大方的呀 这个很正常吧 这倒是 你有一双发现帅的眼睛 就凭这点 就比很多人都优秀 你可真够坦诚的 妹子却不以为意 我觉得坦诚一些更好 既然我都这么坦诚了 那我 能知道你的答案吗 杨凡故意沉吟了一下 嗯 我的答案吗 那就是看你表现了 李欣然轻密度加五 李欣然文言心里狂喜 没有想到 自己各种暗示和主动 都没用的情况下 突发奇想的剑走偏锋 居然有这种奇笑 他自己都觉得自己之前 颇有点破罐子破摔的节奏 谁知对方竟然就吃这一套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 真诚才是最大的必杀技 这个男人 可真让人琢磨不透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打动杨凡的地方 仅仅只是因为 他是个寡妇 不算有夫之妇而已 根本没有他 想得这么复杂 第59章 怎么说话一套接一套的 见杨凡的态度突然转变 李欣然知道自己的目的 算是达到了 至于对方说什么 看自己表现之类的话 他却没有放在心上 自己可以把他当成自己的天 事事都顺从他 并且不争不抢 就默默地 给他当个乖巧的情人 这样的表现会不够吗 想到这里 他露出令人晕眩的笑容 主动起身 走到对方身边去 紧挨着对方坐下 对着杨凡倾土如蓝地说道 你知道吗 我的世界 本已渐渐黑暗 而你的出现 就像是一束光 照亮我世界的光 我的表现 一定会令你满意 不管哪方面 杨凡闻着这属女身上的醉人香味 心里想着 这女人怎么说 起情话来闻周周的 不过感觉很不错 就对了 希望你不是说说而已 妹子没有接话 还是继续轻声说道 好想依偎在你的怀里 可以吗 当然 杨凡用手搂着他 他也缓缓靠了上去 身体很香 很软 柔弱无骨 妹子在他怀里继续倾诉 或许太久没有 这种放松了 有个依靠的感觉 真好 你知道吗 其实 我没有表面上那么坚强 我只是 不敢在女儿和父母面前 表现出脆弱的一面 因为我知道 我不坚强起来 德化只会给他们增加负担 所以我是不得不坚强 其实 我真的很累 很倦 我不知 从什么时候开始 有了时常焦虑的现象 真的很需要 一个港湾供我停靠 然后 你出现了 一个美丽的女人 靠在你怀里 毫无顾忌地展现出自己 脆弱的一面 同时又暗暗说着动人的情话 这种感觉杨凡 虽然有些说不上来 但心里 却是受用居多 不自觉生起了想要 去呵护对方的感觉 这女人 有点厉害啊 三言两语 就拨动了自己的心弦 杨凡吻了吻心神后 半开玩笑地说道 你的意思是 我是上天安排 来帮你的 女人在他怀里拱了拱 你就是我的上天 这女人 简直了 杨凡没有说话 只是用手 轻轻抚摸着她柔顺的长发 女人也没有再继续 两人保持了这个姿势 好几分钟后 杨凡顿时发现不太对 低头看了一眼 怀中的妹子 感觉有些好笑 这女人眼睛紧闭 呼吸均匀 有些微微皱眉 其他毫无动静 竟然是靠在她怀里睡着了 当一个女人 可以毫无戒备地 靠在一个男人身上睡觉 这算是 对她信任的同时 也为她卸下了所有防备吧 又过了十多分钟 杨凡轻轻地摇了摇她 只见她睁开有些迷茫的眼睛 这里可不是睡觉的好地方 李欣然闻言 从她怀里挪开 有些不好意思地看向她说道 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呢 真是失礼 杨凡摇了摇脑袋 表示不在意 随即似笑非笑地说道 累了的话 或许我们可以 换个适合的地方睡 我们 李欣然瞬间抓住关键词 她当然知道对方的意思 并且心里不但不排斥 反而有些松了一口气的感觉 这表示 这个男人已经认可她了 不嫌弃她单亲妈妈的身份 至于之后即将会发生什么 为此 她在来之前 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只见她有些害羞地说道 都听你的 这时她心里 也确定了之前杨凡所说的 吃完饭后 有事要去办 这句话 完全就是在扯淡 但她可不会提出来 又不是傻子 杨凡再次搂住她说道 那走吧 说完就起身 二人买单后 离开了火锅店 酒店套房中 李欣然正对着自己的命运 忐忑不已 随着时间流逝 在无限循环中 有些麻木的李欣然 颇为苦涩地 看了一眼杨凡 而此时的杨凡 正用手轻 扶着自己的额头 闭着眼睛 深吸了一口气 李欣然见状 很是无奈 只好继续忐忑 她面对着多少 有些看不见镜头的道路 心里有些害怕 想跟杨凡说话 但这个男人 明显没有兴趣搭理自己 好在没有过去多久 将她的无奈 看在眼里的杨凡 还是比较体贴她的 让她坐到了自己的怀中 李欣然轻密度加三 李欣然轻密度加二 李欣然轻密度加八 令杨凡感到意外的是 正在她一脸惬意地掏耳朵时 妹子的轻密度出现 连续上涨的情况 一直到最后 涨了个八点才停下 轻密度 很快就达到了五十三点 这让杨凡 多少有些惊喜 也有些自得 她不知道的是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是因为李欣然 将这些看得 还是比较重的 这也是她虽然 想办个有钱人 却打死 也不愿意出去 做大生意的原因 那样会显得自己很廉价 她心里 还残留着一些傲气 不愿意做一个 连自己都会厌恶自己的女人 此时 她正躺在杨凡 旁边沉沉睡去 晚上十一点左右 李欣然的手机 突然响起 将她给吵醒 她赶紧伸手去拿 怕吵到杨凡 一看是母亲打过来的 她先是关掉声音 然后轻脚轻手地下床 稍微远离后 才将电话接通 喂 妈 这么晚了 你还不回来吗 李欣然看了看 床上呼呼大睡的杨凡 思索片刻后 说到我有很重要的事情 今天就不回了 小糖果她睡了吗 李母闻言 可能是想到了什么 有些欣喜地说道 糖果已经睡了 你总算是想开了吗 对方知道 你的情况吗 她对你怎么样 改天带回来 让我和你爸见见啊 李欣然带着女儿 回来这两年 虽然大部分时间 都在家里带孩子 和帮衬家务 但偶尔也会出门 买菜什么的 以至于小区里 几乎都知道了 这个漂亮女人 向李母打听的 可不在少数 好几个条件不错的小伙子 倒是表示 不嫌弃她的情况 但她却看不上人家 嫌弃人家这样那样的 总的来说 还是收入太低 所以 李母对女儿的事情 还是挺操心的 现在见女儿开窍了 她也高兴 第六十章 慷慨的杨凡 李欣然文言 露出微笑说道 妈 你放心吧 她知道我的情况 也对我挺好的 她可不敢跟父母说 自己是在给别人当情人 这种事 只能以后让他们慢慢接受 那就好 那就好 那你们完吧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堂果你不用担心 我会照顾好她的 记得有机会 把人领回家吃顿饭啊 嘟嘟嘟 李母说完就挂掉电话 李欣然听得出 母亲语气中的喜悦 心里想着 看来我这个女儿 还真是让二老操了不小心啊 不过现在好了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想到这里 她脸上不自觉地 挂上了灿烂的笑容 这时 一道声音传来 一个人 在那傻笑什么呢 李欣然闻言一惊 有些不好意思地看向床上 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坐起来的男人 带着歉意说道 我把你吵醒了吗 杨凡摇了摇头 没事 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 快过来跟我说说 妹子见她张开双手的样子 心里一暖 很乖巧地走过去 投入她的怀里 二人互相感受着对方的温度 久久没有人出声 最后 还是杨凡首先打破了这份宁静 抱着李欣然小声说道 你有没有什么梦想 除了女儿和父母 过得好的其他梦想 妹子闻言一愣 唉 为什么要除了女儿和父母过得好 这是我现在最大的梦想了呢 杨凡拍了一下对方的脑袋 傻瓜 因为这个梦想 你已经可以实现了呀 妹子闻言瞬间反应过来 心里的激动已经压制不住 身体有些轻微颤抖 抱着她的双手越来越紧 谢谢 谢谢 你真好 得到了杨凡的承诺 妹子兴奋坏了 甚至付诸了行动 唉 干嘛呢 我不要面子的嘛 妹子这才停下动作 媚眼如丝地说道 人家错了 刚刚太激动了 你惩罚人家吧 靠 半小时后 杨凡看着她怀里的李欣然 好笑地说道 小妖精 现在老实了吧 我之前的问题 你还没有回答呢 妹子慵懒地拍了一下她 哼 人家就是你的专属小妖精 顿了一下 又继续说道 梦想的话 我一时间也说不好 你知道的 我这几年都在当家庭主妇 非要说梦想的话 那就是赚多多的钱 永远不必再为钱烦恼 杨凡点了点头 这倒也还算是个成年人的正常梦想 比她小时候 要当科学家的梦想 实际多了 那你有想过要创业吗 妹子眼睛里顿时亮光一闪 你要给我投资吗 杨凡美好气地白了她一眼 废话 我不给你投的话 就你那三瓜俩早都能创业 李欣然亲密度加二 妹子虽然背对了 但心里却是美滋滋的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果然 有个依靠是真的好 杨凡出钱给她创业 她要是不想 的话就是傻子了 对方很明显 是想给她的将来一个保障 让她可以安心地坐之金私却 这一点她倒是看得明白 心里也更加笃定 自己没有选错人 但随即又有些苦恼起来 可是我一点经验都没有呢 也不知道能做些什么 要不 你给我点建议吧 我听你的 你让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你大学是学什么专业的 我读的是财经大学 学的金融专业 那不就结了 做投资啊 啊 做投资 就自己这两把刷子 李欣然听后 瞬间有些目瞪口呆 感觉对方在跟自己讲鬼故事 啊什么啊 这不是专业正好对口吗 妹子瞬间有些哭笑不得 亲爱的 你说有没有一种能 我的学习成绩很一般 本来是打算考个银行贵员的 并不擅长投资 杨凡仔细地打量她一下说道 我觉得挺合适的呀 要对自己有信心吗 你倒是对我有信心 但我自己没有啊 虽然对方的这个提议很诱惑人 但基本的自知之名塔 还是有的 她不想亏钱 甚至想好好做出一番事业 来让杨凡高看她一眼 所以摇了摇脑袋说道 亲爱的 你相信我 我真做不了 让我去投资的话 会亏死你的 没事 咱不怕亏 亏了我再给你投 主打的就是一个学习经验 把银行卡号给我 杨凡的想法很简单 反正都是拿钱给自己的女人花 还不如让他们去试着做点事业 最起码能积累经验不是 将来让他们进军各个行业 开个独自的投资公司啊 做点其他实业和网络创业什么的 不也挺好 反正她不怕亏 亏了再给就是 谁叫她是大冤种吗 妹子见她说得认真 这一下是真不知道该感动好 还是该无语好了 既然你想让我将曾经的知识捡起来 试着做做投资 那我肯定会听你的 但先说好啊 亏了可别怨我 随后就将银行卡号给了她 杨凡毫不犹豫地赚了60万过去 亏了不怨你 我会不定期地往你卡里赚钱 你只管放心去做 妹子看见手机短信中 已到账的60万 眼泪都差点流出来了 当然是感动的泪水 没想到幸福来得这么突然 在什么保障都没有的情况下 这个男人就直接拿了60万给自己 这份信任真是 叮咚 正处于感动状态的妹子 突然发现又收到一条银行的短信 并且又出现一条 转账60万到账的信息 余额已经变成了120万零5000多 瞬间就瞪大了眼睛 看向旁边的男人 眼睛瞪这么大干嘛 我是突然想到你 还要提高你父母和女儿的生活质量 60万估计不太够的样子 后面这60万你拿来改善家里人的生活吧 李欣然轻密度加三 她突然发现 这个男人这么把自己的事情放在心上 顿时感动不已 第61章 李薇的转变 第二天 杨凡起床时发现身边的李欣然已经醒来 正拿着手机靠在床头看着什么 对方素颜的样子也很美 虽然没有烈焰红唇 那么魅力四射 却多了很多小家碧玉的感觉 如一朵清水芙蓉一般 不愧是系统认可的女人 妹子见她睡醒后露出温柔的笑容 亲爱的 你睡醒了 你先休息一会 回回神 我去给你做早餐 很快的 说完就准备掀开被子 翻身下床 结果被杨凡一把抱住 弄这么麻烦做什么 打电话让酒店送就行了 你还以为是在家呢 谁知妹子轻轻摇了摇头 不嘛 我就想给你做早餐 食材都已经备好了 要不是不知道你会睡到什么时候 我早就已经做好了 亲爱的 让我表现一下好吗 尝尝我的手艺 杨凡见对方面带期盼的表情 也就不阻止了 将手放开后说道 随便做点就可以了 不用太多 妹子甜甜一笑 知道了 杨凡看着妹子只穿了贴身衣物 就起身踩着拖鞋往厨房走 瞬间有些愣神 这女人对自己的身材很自信啊 毫不避讳自己的视线 相比昨天偶尔出现的害羞腼腆 现在竟然大放了很多 不过这样倒是挺刺激的 她不知道的是 经过昨晚两人的关系迅速升温后 此时李欣然的心里 已经是认可了她 而且对男人们喜欢的调调 她也是有一些自己的独特见解的 也就是 这里没有什么特殊的服装 不然她会为了讨杨凡欢心而穿上 对于自家男人 她从不吝啬 会毫无保留地 将自己最好的一面 给对方展示出来 让自家男人知道 她值得 要不是实在感觉羞涩 她甚至可以身无常物 那样或许会更好吧 然而她不知道 邮报琵琶半遮面的妙处 有时候若隐若现的杀伤力会更大 这不 坐在床上的杨凡 本来想玩玩手机等着吃早餐的 但脑子里现在全是李欣然当当的身影 无奈地笑了笑 心里想着 这个小妖精又赢了 于是手机一放 起身下床 往厨房走去 只见李欣然的身上 此时多了一件做饭的围裙 竟然更添了几分效果 她走到正认真做饭的妹子身后 双手还住对方细腰 将其抱住 妹子没有感觉到任何不适 一边做菜一边问道 你怎么过来了 饿了吗 嗯 饿了 本来还在认真做饭的妹子 突然发现自己太天真了 因为注意力很快就无法集中 但她没有任何责怪的话语 和拒绝的举动 只是默默将火关上 全力配合着对方 实际上她见对方这么喜欢她 心里是非常高兴的 至于喜欢她的哪方面 这重要吗 还不都是她 足足近一个小时 二人才成功吃上这顿早餐 不过他们心里 却都是比较愉悦的 饭后李欣怡询问 亲爱的 你今天有什么安排吗 杨凡摇了摇头 没有什么安排 怎么了 没什么 既然你没有正事 那我就在这陪着你吧 这女人的亲密度 昨晚就定在了59 涨不动了 本以为今天早上能一举突破的 但经过刚刚的事情 还是没有涨 应该是需要制造 第二次见面的机会吧 因为她发现 一个规律 顾瑞杰和陈思怡 都是认识了一些时间后 第二次见面 才一举突破的 或许突破的条件之一 就是需要对方 有思念自己的情愫 她感觉 还真有这种可能 古话说得好 小别盛新婚吗 于是她笑着说道 不用 你一天没有回家了 回去看看女儿吧 思索一下 咱闺女缺些什么 全给她添置上 可别委屈了她 咱闺女 李欣然文言眼睛瞬间微红 又有点要流泪要流泪的趋势 唉 别啊 你还真是水作的吗 眼泪说来就来 妹子没有说话 只是上前紧紧抱住她 杨凡见妹子这小模样 明显是被感动了 但亲密度依旧没有长 越发觉得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 她轻抚着妹子的后背 乖 回去陪闺女去 我们来日方长 找个机会 我也去看看咱闺女 既然她母亲都这么漂亮了 想来她也肯定是个美丽的小天使 李欣然露出梨花带雨的微笑 微微点了点头 嗯 都听你的 李欣然回家了 杨凡也离开了酒店 准备回家 今天她是完全吃饱了 不准备约妹子 打算好好休息一天 明天开始她准备锻炼一下身体 不然以后 怕是有点吃不消 突然想到 自己认识的妹子中 陈思怡和李薇 都是比较爱运动的那种 若是有美女陪着自己运动 陈思怡的亲密度要高很多 废话 李薇可是富的 但她对李薇有一种别样的感觉 谁叫对方是 自己能撒钱的妹子中 唯一一台原装车呢 这要是不加 把劲把对方拿下 等以后见面时 发现对方的纯洁度变99了 自己找谁手里去 盯上这种大美女的男人 肯定不会守 不能让别人杰足先登 就决定是你了 于是 杨凡发了条信息过去 最近想锻炼一下身体 有没有什么好推荐 不知对方在做什么 一直没有回信息 她也不着急 回家 然而都已经到家了 对方的信息才姗姗来迟 哟 小趴菜 不会是被哪个小姐姐 给弄虚了吧 这也不行啊 就很气人 虚你妹的腿 要不你来试试 气 人长得不咋低 想得倒挺美 你想锻炼的话 就找个健身房锻炼 最好请个私教 别自己乱练 自从上次给这妹子转钱后 对方一改常态 说话不像之前那么精简 对自己有了点自来熟的感觉 杨凡虽然不知道 这是为什么 但显而易见是好事 你平时去健身房吗 刚刚停下练舞 正在角落坐着休息的李薇 看见这条信息后 嘴角微翘 露出一个玩味的表情 哟 狼尾巴露出来了吧 想约本小姐一起健身就明说 还搁着拐弯抹角的呢 怎么 装腼腆吗 第62章 操碎心的李家父母 杨凡看见李薇的信息后 脸上不自觉地露出了笑容 别阴阳怪气的 你就说你平时健不健身吧 你没有这习惯的话 我就自己找地方了 李薇此时陷入了思索 她倒是办了一张健身卡 但是不常去 基本都是在练舞蹈 运动量不小 跟健身也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若是其他男人 她才懒得跟别人啰嗦 直接就拒绝了 甚至信息都可能不带回的 但杨凡对她十分大方 可以说是 大方到出乎她意料的那种程度 所以 在她心里的位置 还算比较独特 感觉可以先以朋友的方式相处试试 于是做出了决定 本小姐肯定有健身啊 就在我练舞的附近 有一家飞跃健身 你要过来的话 私教钱都可以省了 想念哪方面我教你 你 怎么 你那是什么意思 本小姐可是专业的 别人想请 还请不到呢 你居然怀疑 那好吧 明天有时间吗 带我去办一张卡 可以 明天中午来请我吃饭 OK 二人结束通话后 杨凡的心情不错 虽然这个妹子 对自己的亲密度 暂时还是富的 但却很愿意跟自己接触 只能说 有钱是真的好 确实李薇也是真如她想的一样 愿意跟她接触 主要还是 看在超能力的面子上 她人还没有这么大的面子 在妹子心里觉得 认识一个她这样的人 只有好处 没有什么坏处 既然如此 何乐而不为呢 李薇然买好菜 刚刚回到家中 母亲的八卦之心 瞬间点燃 星星回来了 快 快把菜放下过来做 咱母女俩好好聊聊 她文言有些无奈 用脚指头 想都知道 母亲肯定是要打听她 和杨凡的事情 但父母一直比较关心她 这方面的事情 躲是躲不掉的 还不如说出来 让他们放心一些 她放下菜 走到沙发边 挨着满脸好奇之心的母亲坐下 这时 小糖果迈着小短腿 张开双手小跑过来 要她抱 妈妈 李薇然抱起女儿 在思索 怎么回答母亲 即将到来的询问 父亲则在一边坐着看电视 但注意力 显然也是在他们这边 一副准备悄吃瓜的模样 看得出来 她跟母亲一样 也很关心这事 刚刚坐下没多久 母亲就笑着问道 星星啊 快跟妈说说那男生的情况 你跟她确定在一起了吗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啊 李母心里很奇怪 自家闺女平时也不怎么出门 一心就想在网络上 导腾些赚钱的事业出来 闲暇时 也就是带带女儿 做做家务 买买菜什么的 这怎么就莫名其妙的 有男人了呢 不会是买菜的时候 认识的 然后就相中了吧 李母的八卦之心 正在熊熊燃烧 李星然既然决定要说了 自然也不隐门 嗯 我跟她已经在一起了 我们是通过网络认识的 李母一听 就吃惊的瞪大了双眼 网络 而后面露担忧的神色问道 网络上的人 那能靠谱吗 你个傻孩子 可别被别人骗了 一边的父亲 也不假装看电视了 跟着出声 是啊 星星 网络上的骗子很多的 好多新闻上不都说了吗 要对网友提高警惕 前段时间 还出现了一个 被网友骗去嘎腰子的呢 可不能轻易相信网友啊 李星然见父母的反应 有些哭笑不得 但想到杨凡这个 他们口中所谓的网友 以及对方的一些所作所为 不自觉地露出了笑容 爸 妈 你们多虑了 我又不是傻子 他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种网友 更不可能是骗子 再说 你们女儿可没有什么 值得他来骗的 他这样一说 母亲瞬间就不同意了 谁说没有 骗不了你的财 可以骗你的色啊 我们星星从小就长得好看 怎么能没有值得骗的呢 你可别小看了自己 我 李星然文言差点无语了 不一地说道 妈 你说到哪里去了 我是说 人家年轻有为 又有钱又有能力 不可能是骗子 人家昨天还拿了六十万给我创业 又拿了六十万 来让我改善你们二老和糖果的生活呢 什么 六十万 他给你钱了 李父和李母顿时不淡定了 一惊一乍地询问出声 脸上全是不可思议的表情 李星然笑着点点头 是啊 不过不是六十万 一共是一百二十万 你们见过这样的骗子吗 如果有地话 请介绍给我认识认识 我愿意被骗 李母还没有从震惊中完全恢复过来 文言后喃喃地说道 我也愿意啊 如果这是真的 我怎么感觉你才更像是骗子 而人家是被骗的那个呀 李星然听后 脸上出现一条黑线 妈 你说什么呢 李母这才清醒过来 面对女儿的不满 只是尴尬地笑了一下 又继续问道 她真给了你一百二十万 龙国币 真的 比珍珠还真 钱现在就在我卡里躺着呢 李父已经被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而李母不可置信地问道 那孩子该不会是个傻子吧 也不对啊 一个傻子能有这么多钱 死 我闺女这么值钱的吗 李星然文言 简直有些开始怀疑人生了 我是您亲生的吗 怎能说出如此诸心之言 她还没说话 李父就不干了 只见她对李母呵斥道 怎么说话呢 我们星星可是无价宝 果然 世上只有爸爸好 李父的思维与李母不同 只见她认真地看向李星然说道 星星你老实交代 她没有让你帮她做什么违法的事情吧 咱可不能碰那些东西 知道吗 妹子也严肃地回答 爸 你放心吧 她没有让我做任何事情 就是让我拿钱改善一下家里的生活 还有自己试着创创业 做做投资什么的 我跟她之间根本就没有任何协议 第63章 小路要跟莎莎打PK 李父见女儿这样说 也放下了心来 这小伙子 简直是个奇人啊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你要好好 对人家知道吗 你自己的情况你也清楚 错过了这个村 你以后打着灯笼 都别想再找到这种奇人了 李英武也深以为然地点点头 表示赞同丈夫的话 感叹道 确实是个奇人啊 照你这么说 那120万块钱跟白给有什么区别 星星那 你爸说的有道理 你要好好对这个奇人 最好早点把婚结了 给他生的大胖小子才稳妥 不是 你们二老口中的奇人 到底是褒义还是贬义啊 李星然发现自己竟然死活没有听出来 但以他对二老的了解 感觉母亲口中的奇人 应该是带着贬义的意思 父亲的他是真说不准 这时 怀里的糖果 好奇地补了一刀 妈妈 我要有弟弟了吗 李星然顿时感觉到心泪 杨凡本来想玩玩游戏的 结果不知不觉睡着了 算是在家里补了一觉 直接睡到了晚饭时间 起床后 随意点了个外卖吃 然后拿出手机 进入斗音 还没去看有哪些工具人在直播 就发现谈出一条官方信息 点开一看 逍遥哥您好 我是斗音官方的工作人员小夏 为了让您有更舒适的游玩体验 从现在起我将成为您的专属客服 您在本平台遇见的所有事情 或者合理的提议 都可以联系 我来给您处理 以下是我的私人V 请逍遥哥家一下 万分感谢您对本平台的大力支持 祝您游玩愉快 原来是姗姗来迟的专属客服 之前杨凡还在奇怪呢 据说等级达到50级以上用户 平台就会给安排专属客服 自己这都54级了却没有音讯 这算是迟到了吗 他不知道 本来平台前两天 就应该给他安排专属客服的 但因为他的消费能力太过亮眼 短短十多天时间就充了几百万 并且全部刷完就很豪横 而且还是一位真枪实弹上票的那种大哥 跟那些工会号什么的 完全不一样 平台可以不用给工会面子 因为工会要靠平台赚钱 但得给真大哥面子 人家可是来给平台送钱的 那能一样 所以客服部门给予了一定的重视 没有给他随机安排 而是开始挑选 谁只想给他当专属客服的员工有些多 这就有点伤脑筋 最后还是部长亲自拍板 为了公平起见 给申请当杨凡专属客服的员工们 安排了一套题来做 分高者胜 如同考试一般 最后小夏拔的头筹 杨凡申请添加好友后 就没有管他了 他暂时没有感觉到什么问题 唯一的问题可能就是 斗音上的假美女太多了 这玩意客服也处理不了 总不能让他去申请取消主播的美颜和滤镜 以及拉腿功能吧 这怕不是让人家觉得自己是个傻子 除非斗音是杨凡家的 不然没有这个可能 这是人家赚钱的其中一个饭碗 你让人家把饭碗摔了 真要那样做的话 斗音上90%以上的主播都得原地去世 90%以上的真大哥集体傻眼 到时候看直播的人会少多少 肯打赏的大哥会少多少 所以这些也只能想想罢了 再次回到斗音 看见莎莎和小鹿都在线 没什么好说的 直接跑进小鹿的直播间 谁叫这妹子跟自己更亲一些呢 半世逍遥送出嘉年华星号2 半世逍遥送出嘉年华星号2时 哇 逍遥哥来了 感谢逍遥哥的嘉年华 我才刚刚开播 逍遥哥就来看我 开心死了 小鹿看见他刷礼物后极为高兴 直接开启单独对话模式 谁有门也纷纷发言 逍遥哥怎么改幸运数字了 不是17吗 你懂啥 20这个数字代表什么 正经人都知道 我看主播你就从了吧 就是啊 小鹿 给你每周点亮掌管的男人或许没有 但大大超过这个标准的男人 这里可就有一个县城了 从了吧 果然最宠小鹿的还得是逍遥哥呀 哈哈 逍遥哥突然来小鹿直播间了 那莎莎岂不是死定了 对啊 莎莎和小鹿可是约了一场私人PK的 小鹿这一方不是赢定了 说不定啊 我没记错的话 莎莎也是逍遥哥守护的女主播吧 逍遥哥会帮哪一边上票 哈哈哈哈 我也想知道 小鹿和莎莎打起来 逍遥哥会帮哪一边 这算不算是大副之争 那主播赢定了 主播够大 这可说不定 万一逍遥哥喜欢小的呢 正所谓 胸不平 何以平天下 放屁 说莎莎小的 怕是根本没有看过莎莎直播吧 建议你们搜一下莎莎少女心 标准的童颜娜傻 不是我小看主播呀 主播真得略讯一筹 卧槽 真的 我马上去搜搜看 童颜娜傻 可是我的最爱啊 先闪了 杨凡看见水友们发言也是一愣 飘平问道 你等会要跟莎莎打PK 小鹿也在注意屏幕 当然第一时间就发现了他说话 其实他心里也想知道 杨凡会在莎莎和他之间帮谁打 毕竟 莎莎才是对方守护的第一个女主播 自己都还是经过与莎莎打PK时 才认识对方的 虽然自己空降过对方几天 但对手是其他女主播还好 如果是莎莎的话 他还真的没有多大把握 他可是很清楚 逍遥哥在十几天前 还只是个小白号 他的嘉年华之旅 可是从莎莎直播间开始的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甚至有时候谣传 说逍遥哥本来只是打算 随便逛逛逗音的 谁知一眼就相中了莎莎 顿时开启撒钱默示 成功为斗音留住了一位神豪大哥 将功劳安在了莎莎头上 最直观的效果就是 这几天 莎莎直播间的人数 每天都在快速增长 已经算是脱离了小主播的行列 这使得小鹿羡慕不已 感谢莫西大大送来的 抱更洒花 感谢各位大大送来的各种礼物 万分感谢 觉得说还不错的大大们 来点用爱发电吧 作者在这感谢了 另外 因为是新书上路 肯定不够看 大大门闹书慌的话 可以去看看作者的老书 试试敢不感兴趣 拜谢 老六开挂 神剑了都怕 第六十四章 杨凡开始操作 但小鹿可不敢把心里话说出来 不然像在嫁着大哥做选择一样 这种事不能干 是的逍遥哥 昨天莎莎跟我约了一场四人PK 就是娱乐而已 你到时候就别上票了吧 不然我胜之不武 哈哈 杨凡想了一下 虽然莎莎得自己转过两次前 但暂时还没有想要主动空降的行为 这十几天陆陆续续的 也没有给他少刷 肯定是被自己养掉了的 十多天过去 现在差不多是到了该收网的时候了 好好亮亮他 让其心里出现很大的反差感 从而尽到工具人的义务 正好小鹿与他约了场PK 完全可以从这场PK开始操作 试问莎莎现在已经被自己经常的大刷行为弄习惯了 现在突然不给他刷了不说 反而在他打PK时给小鹿大刷特刷 甚至今天都不去他直播间 他会做何感想 没有感想就连续一段时间不去他直播间 就给其他女主播刷 杨凡还就不信他忍得住 如果因为赚了自己几十万就觉得满足了 不在意自己以后刷不刷 要继续端着的话 或许自己还真能高看他一眼 大不了就放弃一个工具人罢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杨凡很清楚 已经尝到过大田头的人很难能就此止步 杀杀大概率会陷入强烈内耗后 做出她给的选择 人的欲望是会因情况而不断扩大的 能控制住自己的欲望可不简单 特别是这些主播们 每天辛辛苦苦坚持直播为了什么 说到底都是为了钱 总不能是为了天天陪她的家人们吧 于是杨凡飘平说道 你这是在叫我做事 我取关了呀 小鹿见状俏皮地吐了吐舌头 赶紧说道 逍遥哥可别冤枉人啊 我哪敢啊 就是一个小小提议罢了 当然是你想上就上咯 取啥关啊 没那么严重 谁有闷也调侃了起来 小鹿你这认怂得也太快了吧 刚一下 哈哈 逍遥哥也学到了取关的精髓 你是懂取关的 逍遥哥明显是打算上票了呀 我打赌他会给杀杀上 小鹿居然敢教逍遥哥做事 不取关就不错了 还给你上票 我赌逍遥哥会给小鹿上 这段时间他来这里可是来的最轻 我赌逍遥哥会左边上完右边上 主打的就是一个左右互博数 自己打自己还是很带劲的 还真有很大可能两边都上 但最后谁会赢 这重要吗 两个主播都吃饱了 输赢无所谓好吧 你们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逍遥哥四个主播都上 有道理 四个都是女主播 我觉得你是懂逍遥哥的 在水友们的聊天中 突然屏幕一变 分成了四个小矿 每个矿中都是一名女主播 四人开始互相打招呼 很明显都是认识的 应该是这段时间没少连迈 四人都差不多 除了莎莎外 都算是在小主播中混得还勉强的 莎莎因为舞蹈才艺不错 容易留住游客 再加上被杨凡的超能力加持后 最近人气涨了不少 算是四人中咖位最大的一个 另外两个女主播 虽然看上去也很漂亮 可以说是各有一番风味 奈何系统没有动静 杨凡就直接失去了兴趣 待四位女主播寒暄完毕后 莎莎笑着说道 逍遥哥 我知道你在对面 你不会要帮小璐打人家吧 你不在 人家家里没有什么条件的 杨凡还没有打字 小璐就先一步说道 你休想把逍遥哥骗过去 闭脉开打 不然我跟你拼了 莎莎不打理小璐 而是半做可怜巴巴的模样说道 逍遥哥 你想捶莎莎的话 下手轻一点好吗 莎莎不抗揍的 他虽然心里很想将杨凡家 去他的直播间帮他上票 但这种事不好开口 大哥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他此时只是单纯地 与对方互动一下 暗示对方捶完他以后 待会记得去看看他 当然 只要对方去了 那巨额医药费 肯定是不会少的了 对此 他还是很有自信的 毕竟这段时间 对方经常都会去他直播间 看他跳舞 给他大刷礼物 基本成了常态 另外两名女主播 也主动开口 跟杨凡打起了招呼 想要在大哥这里留下个印象 挂一个鼠脸 他们心想 对方同时守护的女主播可不少 刷礼物又非常大方 万一自己也壮大运 被对方看上了呢 那还不经常吃得饱饱的 然而 他们因为没有及格 注定要失望 别说是嘉年华了 连小猩猩都不会有一颗 很快 PK开始 四人都在尽力拉票 小鹿大喊一声 瘦巴巴的老爷们 给我上啊 碾碎他们 杨凡听见小鹿这拉票口号后 瞬间无语 然而 更无语的是 直播间的水友们 还真如同打了鸡血一般 啪啪啪啪啪 得各种礼物往上甩 牛逼 杨凡没有急着上票 而是看了一下 四位女主播的票数增长速度 不出意外是 沙沙一马当仙 远远甩掉了其他三位 看来这小妮子 最近直播的还是挺不错的 虽然没有实力雄厚的大哥 但肯小刷的粉丝数量却不少 家人们努把力啊 可别连第二的位子都被抢了 把你们的存货都拿出来 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家的实力 小鹿直播间 虽然一开始爆发了一波 但后续有些渐渐乏力 连现在第二的位置 都有些摇摇欲坠 一不小心 就会掉到第三 杨凡随意冲了15万进去 半世逍遥 送出嘉年华星号2 半世逍遥 送出嘉年华星号50 小鹿这一方的血条 瞬间把沙沙那边给打到 离剑底不远 算是提前杀死了比赛 跟小鹿一边的那位女主播 算是躺赢了 此时正满脸羡慕地 看着小鹿的票数 不知道心里在想什么 哇 逍遥哥万岁 人家爱死你了 哈哈哈哈 家人们看见了吧 什么叫做实力 咱们家可是有无敌大哥作证 碾碎他们 第65章 感觉到冷落的沙沙 小鹿见到杨凡出手 并且直接打了50个嘉年华在他身上 顿时兴奋不已 兴奋的一大半 来源于对方首先给他上票了 而且一次性刷这么多 还是第一次 这是不是代表着 自己在对方心里的占比 要优于莎莎呢 这可是个值得开心的好消息 他此时开始观察场上的PK情况 有一点点小紧张 因为打算看看 杨凡会不会去给莎莎上票 不只是他 对面的莎莎 也在期待着杨凡会过来帮他上些 而且觉得很大可能性会来 毕竟手心手背都是肉嘛 他莎莎可是逍遥哥守护的第一个女主播 然而 随着时间渐渐流逝 杨凡始终没有任何动静 直到PK结束 此时可以说是几家欢喜几家愁 独享杨凡宠爱并迎下PK的小鹿 这时无疑是最开心的那一个 就像是感受到了 对方在借此 宣布他才是对方最宠爱的那个主播一样 大声道谢的同时 脸上灿烂的笑容就没有消失过 心里甚至在暗暗开始策划 打算找个时间再空降对方一次 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成果 至于对方不打算结婚 只找情人一事 他也基本上想明白了 既然无法独占 那就维持好现在这种关系 以事业为主也挺好的 只要对方对自己好 先将对方当作弃身之处 倒也合适 反正现在自己还年轻 也没有交男朋友的打算 更不用说结婚生子了 将来有什么其他想法的话 将来再说 想开后 陆小璐亲密度加时 见杨凡一直到PK结束 连小星星都没有给莎莎上过一颗 小璐只觉得 他跟莎莎之间的场外特殊角逐 也算是非常意外地取得了完胜 此时他心里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以至于就此打开了这段时间 对杨凡的心结 直接暴涨了10点亲密度 来到了59点 仅仅只差一步 就可以贡献出一张二级反线卡了 听见系统提示的杨凡 也是相当意外 自从小璐回去后 亲密度再也没有长过哪怕一点 期间自己也经常给他刷礼物 依然没有什么动静 没有想到 他今天准备对莎莎操作一波的行为 却让小璐想通了之前的事情 还真是意外之喜 他是怎么也没有想到 莎莎那边还没有安排明白 就先起到了声东击西的效果 不得不说 这一招后词薄笔 还是很好用的 弄得像是在两个美女一起操作一样 这时莎莎开麦了 他现在心里很酸 但是没有表现出来 只是娇称地说道 小妖哥 你打莎莎 打得也太狠了吧 人家伤心了 随后他表现出一副 很受伤求安慰的模样 结果等了好一会 都没有看见杨凡降临 心里不禁纳闷 怎么回事 不给自己上票也就算 怎么连安慰都不来安慰一下 这不像对方平时的作风啊 难道自己不小心 惹对方生气了 不应该啊 莎莎瞬间陷入思索中 回忆了一下这几天的事情 心里很笃定 自己并没有做出任何 足以让对方生气的事情 或许是对方正好在忙 没注意到自己说话 他自己安慰着自己 随后对小璐问道 萧遥哥还在你直播间吗 还在 但没有说话 小璐回答后心里也有些奇怪 他与莎莎一样 也以为是对方惹逍遥哥不高兴了 这对他来说是好事 心里难免有些幸灾乐祸 他明面上可不会参与这种事情 甚至还准备稍稍推波助拦一下 直接说道 莎莎 你定个惩罚你还记得吧 你们自己要老实做哦 我就先撤了 唉 等 小璐说完就挂掉了 以至于莎莎连完整的话 都没有来得及说出来 等 等什么 等你把逍遥哥哄好 你在想屁吃 我恨不得逍遥哥从此不搭理你了 我自动竞生为最受宠的那个不香吗 挂掉连线后 小璐的心里明显很愉悦 甚至有点想哼小曲的感觉之后 绝口不提莎莎的事情 与杨凡和水友们聊着天 另一边 莎莎此时有些郁闷 还有些难受 但又不好表现出来 毕竟是在直播 直播间里的家人们可不少 但水友们却在添油加醋 莎莎 逍遥哥怎么帮别人打你啊 他不是一向最宠你了吗 是啊 打完我们莎莎连医药费都没有刷 你不会是和逍遥哥之间 因为什么是闹得不愉快 所以失宠了吧 哈哈 莎莎进冷宫了 小璐顺利上位 切 莎莎跟逍遥哥的感情深着呢 哪有这么容易失宠 没事 办事逍遥不宠你还有我们宠你 就是 多大点事 我们会一直陪伴你 莎莎看见水友们讨论这事 怕把节奏带偏 笑着说道 你们少胡说八道 小璐也是逍遥哥守护的女主播 逍遥哥帮她上票 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事 可能是逍遥哥之前就答应她的 你们可别乱带节奏啊 嘴上虽然这么说 实际上她心里也有些莫名其妙 但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 她准备先播着 说不定逍遥哥一会就来直播间看她了 到时候自然就知道原因 没必要去胡思乱想 一个小时后 一边直播 一边时常注意屏幕的莎莎 注意到在这一个小时中 逍遥哥陆续给呆毛姐妹和阿里 还有一个叫皮卡丘的主播 纷纷刷了嘉年华联机 想着对方该来自己这里了吧 怎么轮也该轮到给自己投石了 然而又等了一个多小时 对方依旧没有出现 此时莎莎心里咯噔 一下 有种不好的预感 可能自己真的无意中将对方给得罪了 如果说自己跟小鹿打PK 对方不但不管自己 反而去帮小鹿上票打自己 是个巧合的话 那她现在守护的女主播都基本投喂了一遍 为何独独冷落了自己 莎莎思来想去 想不出个所以然 以至于直播时都开始有些心不在焉的了 随后想着 要不要等下播时用V问问逍遥哥 但这种事怎么询问比较好呢 总不能直接去问人家 今天为什么不给自己投食吧 人家又不欠自己的 感谢酱油军 大大送来的大神认证 这还是本书第一个 非常感谢 感谢各位大大送来的各种礼物 万分感谢 跟觉得书还不错的大大们 求个五星好评拉拉平分 对书不满意的大大们 还请手下留情 无视本书即可 可以转弯看看 作者的老书合不合胃口 败谢 老六开挂 神剑了都怕 第66章 再次歪打正着 莎莎一直到下播时间都没有等来扬返 心里也知道对方不会来了 此时 他正坐在椅子上发呆 安静下来的他 思维就要清晰很多 想了很多种可能 最终怀疑 问题可能是出 在小鹿身上 明显是他先认识逍遥哥的 对方也是为了他 才开始在斗音上大笔消费的 结果到头来 对方跟小鹿 明显比跟自己还亲 上线也不先来自己这里了 现在甚至开始 帮着小鹿打自己了 难道逍遥哥 已经被小鹿给撬走了 不应该啊 他今天也不是只给小鹿一个主播刷 而且自己论才艺 论身材 论相貌 论年龄 不管哪样拿出来 都要比小鹿优秀 他何得何能 本来逍遥哥帮小鹿打自己吧 那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自己并不是小气的人 但对方给所有守护的女主播 都投实了一遍 唯独自己直播间 连来都没有来 这就明显是在敲打自己了 至于对方敲打的点是什么 由于小鹿的原因 他多少有些猜到了 不就是榜一大哥 跟女主播之间的那点破事 想到这里 他想通杨凡 为何最近与小鹿越走越近了 没想到小鹿这个女主播 平时穿着这么保守 直播也不擦边 私底下竟然这么有心机 这么快就将自己送了 但这个不是 他现在该研究的事 既然已经想明白 杨凡反常的原因 他该思索的是 如何应对这种情况 学小鹿 这种事 他暂时还没有完全考虑清楚 纠结了好一会 也下不了决心 要不再观察几天看看 或许自己想多了 也不是没有可能 万一过两天 小遥哥就恢复正常了呢 于是 莎莎做出了决定 而另一边刚刚下播 没多久的阿黎正准备卸妆 此时私人手机铃声响起 一看 是工会会长的电话 他没有犹豫 直接接通 喂 赵哥 什么事 电话中传来一个 中年男人浑厚的声音 有件事要跟你说一下 你说 我收到消息说 今天逍遥哥帮小鹿打了莎莎 然后给他守护的女主播 都投了一波时 唯独没有去过莎莎的直播间 阿黎听完一愣 赵哥你的意思是 逍遥哥跟莎莎有些不愉快 但这好像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吧 怎么跟你没有关系 你有没有想过 逍遥哥刷的礼物 从来不要回流 又不是广告商和带货商 所有打赏都是白送 这种情况下 他会因为什么跟莎莎闹不愉快 阿黎文言顺着会长的思路想了一下 很快得到答案 你是说 现象 还不算太笨 工会现在准备向你倾斜资源 为何这样做 我相信你很清楚 我不希望你不了莎莎的后尘 明白我的意思吗 会长的意思很明显了 就是提醒阿黎 不管用什么方法 都要抓住逍遥哥 至少不能像莎莎那样 与对方闹不愉快 做直播这一行的都知道 一旦大哥对你下头了 那就真的不会再给你刷 甚至都不会进你直播间 毕竟逗音上这么多女主播 人家有钱 还怕买不到开心 非给你刷 话语中还半明是阿黎 如果没有抓紧逍遥哥 那工会倾斜的资源 也就别想了 经过会长的提醒 阿黎也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心里叹了口气 但嘴上却说道 赵哥 我明白 你的意思 明白就好 主动点 你现在不比很多一线的女主播差 最欠缺的就是真正的大哥 这是你的机会 要知道 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 逗音年终活动快来了 我言尽于此 其他的你自己好好想想 随即二人挂掉了电话 阿黎也跟莎莎一样 陷入了沉思 他觉得会长的分析是对的 逍遥哥一开始 明显是对莎莎 要比对他们好很多 对方得到的投石 也是最多的那个 都知道 莎莎对逍遥哥来说 是比较独特的女主播 对此 他倒也没有什么好在意的 因为去争强 可能还会得罪大哥 但不知不觉间 小鹿竟然后来居上 越来越受宠 今天莎莎反而因为 与逍遥哥有些不愉快 受到了冷落 将这些事 与会长说的线下 联系起来的话 那就说得通了 或许自己想要好好做这一行的话 是应该主动一点 他对于这种事情并不排斥 选择做这一行时 就有了心理准备 只是一直在代价而估罢了 他直播间不是没有普通大哥 只是他想着 即使要卖 也要卖个好价钱 所以 现在为止 还没有与谁献下过 为此还得罪过几个普通大哥 然而 逍遥哥与普通大哥不同 对方的消费能力惊人 如果像之前一样 得罪了对方的话 不但会失去 可持续的大笔收入 工会倾斜的优质资源 也拿不到 还有快到的 斗音年终活动 自己也没戏 以前他是没有 遇见合适的目标 但逍遥哥 显然是个很好的选择 想到这里 阿里决定试探一下 对方的意思 逍遥哥 你那边气温凉爽吗 被称为避暑之都 夏天应该很舒服吧 刚刚结束一局游戏的杨凡 见到阿里的信息后 有点意外 这条信息 怎么感觉有些熟悉呢 稍一思索就想起 这特么不是 小路空降前的语言吗 这妹子也想来 自己这边避避暑 这不就是准备空降吗 暗想着 这时候发这种信息的 不应该是杀杀才对吗 这阿里是什么情况 管他的 总归是好事 虽然也有点热 但比起其他大部分地方 还是要好上很多的 我这里太热了 实在受不了 想出去避避暑呢 果然 用的理由都跟小路一样 唯一的区别就是 没有提前跟他视频一下 这是准备开盲盒 既然妹子就差没有明说了 他又怎么会听不懂 避暑是 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你准备什么时候过来 既然都已经做出了决定 阿里当然也不扭念 甚至想着 不管逍遥哥长什么样子 都咬牙去了 反正 是为了对方的钱 就当大梦一场好了 了不起隔一段时间 对方又有钱 又舍得 性价比很高 这生意可以做 第67章 健身计划 二见李威 最后阿里说 要看他的时间 理由是 一个人在陌生城市不好玩 要抓壮丁 这算是正中杨凡下怀 但现在 是他正准备锻炼身体 加攻略李威的时候 所以告诉阿里等 自己忙完手头上的事情后 再联系他过来 阿里对此 可没有不答应的理由 反正自己的态度 已经拿出来了 不会在这方面摔跤 其他地方 自己就更不会得罪到对方 事情算是半妥了 对方要是一辈子 都不联系自己过去才好呢 又不用付出 又可以 赚得满满灯灯的 二人结束聊天后 杨凡摇头笑了笑 自己的本意 只是想敲打一下沙沙 谁知道牵一发而动全身 无意中解开了 小路的心结不说 还连带着阿里主动空降 这算是歪打正着吗 他不需要知道 阿里为什么会 突然准备包邮上门 只要对方各方面 不算差的话 当个提供返线卡的工具人 还是绝对合格的 如果纯洁度太低 或者综合颜值 是刚刚达标什么的 再打发他回去就行了 是的 杨凡经过这段时间 和四位美女的深入交流 他成功度过了饥饿期 心态自然也发生了一些改变 在现在这种 不太缺工具人的情况下 因为还有好几个 都正在攻略中 综合颜值偏低 和纯洁度偏低的妹子 他都没有多少兴趣了 这也是人之常情 人往高处走吗 甚至正在攻略中的空姐 恭敬他都嫌人家纯洁度低了 打算顺其自然 看看能不能耗到 一张二级反线卡 不过 既然之前已经投资了对方一些 倒是可以考虑 把对方培养成另一种工具人 那就是给对方好处 让对方在空姐圈子中 帮自己物色质量上乘 且纯洁度不低的美女 虽然可能不容易 但如果是选择 代价而沽的那种空姐 说不定还真有让自己满意的 反正自己又不损失什么 何乐而不为呢 杨凡想着想着 不自觉地睡着了 第二天 他起床看了看时间 中午十一点 嗯 不算晚 稍微洗漱一下后 出去洗了个头 才发信息给李薇 我现在出门 直接去你学街舞的那栋梦 杨凡一边走着 一边预约网约车 不一会 妹子的信息就回了过来 对 到了发信息 半小时后 站在大厦楼下的杨凡 看见李薇从大门出来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查看对方信息 姓名 李薇 年龄 21 身高 166 体重 49 综合颜值 86 100 状态 正常 亲密度 负27 还好 数字还是零 其实杨凡想的多了点 李薇 要是这么好搞定 也不至于21岁了还是零 怎么会这么容易增加呢 不得不说 每次见到这妹子 她都有种怦然心动的感觉 或许就是 那代号林在作祟 今天妹子上半身 穿着黑色露漆小吊带 下半是一条 稍显宽松的灰色休闲长裤 外加白色运动鞋 浑身充满了运动系的青春气息 李薇走过来后 递了张黑色卡片 给杨凡说道 杨凡好奇地接过来一看 只见上面写着 飞越健身年卡和日期 日期正是今天的 你给我办的 是啊 用的你名字年龄和电话号码 快 走走走 吃饭去 饿死了 嗯 你没有吃早餐 吃了点 但跳舞消耗大啊 杨凡文言一笑 想吃什么 妹子理所当然地说道 当然是吃大餐了 你以为健身卡是白办的 跟我走 二人没走多远 就看见一栋楼层很高的大厦 李薇直接带着她 进去坐电梯到顶楼 出了电梯才知道 原来楼顶是一家高空餐厅 视野非常开阔 菜单交给妹子 点了一些东西后 二人边吃边聊 妹子先开口 你准备锻炼哪方面 就身体素质和体力 妹子文言 顿时用眼睛狐疑地看着她 随即笑了起来 哈哈 你不会真被我猜中了 是身体虚吧 小趴菜 杨凡翻了翻白眼 还好对方不是说 自己是因为女人虚的 随即挑衅地说道 都让你来试试了 你又不敢 到底谁是小趴菜 李维并不接她这茬 只是是笑非笑地看着她 不是身体虚拟 练什么身体素质和体力 不想练点胸肌腹肌 啥地来勾搭小姐姐 我怕死刑了吧 怎么 你喜欢有胸肌和腹肌的男人 我 李维脸色一僵 差点脱口 出一句我不喜欢男人 好在最后止住了 他怕这样说的话 杨凡误会他是拉拉 实际上 他排斥男人的同时 也不喜欢女人 换个人的话 他说了也就说了 根本不会去在意 但对于杨凡这个大方的金主 他还是想让对方 对自己印象好一些 怕说出这些 会导致对方疏远自己 那就得不偿失了 杨凡可不知道 他心里在想什么 只见对方 说了一个我字后 就闭口不言 你什么 李维摇了摇头 没什么 有钱人果然都怕死 好好吃你的饭 老师没有教过 你食不言请不语吗 杨凡美好气地看着他 刚刚怕是个傻子 先开启的这个话题吧 李维亲密度加一 这妹子的亲密度加减 可以说是杨凡见过最神奇的一个 竟然给了他一种很随缘的感觉 这就离谱 随后二人都没有说话 一直到吃完饭买单离开 出了餐厅后 杨凡问道 刚刚吃饱不适合健身吧 妹子文言有些意外地看了他一眼 杨凡见妹子 这表情后就是一愣 随后直接吐槽道 你在意外什么 难道我连这点尝试都不应该知道 嗨嗨 李维尴尬地轻咳了两声 脸上露出了明年的笑容 误会误会 我就是不注意用错了表情而已 本来是想用 嗯 赞赏 对赞赏的表情 杨凡无语地瞪了他一眼 如果你不是结结巴巴地说完这句话 不最后再次强调一下 或许我就相信了 呃 不要再以这种细节 感谢 请叫我偶多桑麻大大送来的 大神认证 感谢各位大大送来的各种礼物 万分感谢 第68章 杨凡的设想 杨凡和李维二人 开启了压马路模式 闲逛着消失 路过一家甜品店 妹子停下了脚步 这家的甜品很好吃 哦 我请你 杨凡疑惑地问道 有你这样消失的 见到啥都想往肚子里搬运 啥时候试个头 妹子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道 啊 吃点甜品不影响消失 得吧 真的好吃哦 你确定 妹子听他询问 露出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说道 当然确定 对于健身这一块我可是专业的 你不懂 说完就要往甜品店走 结果被杨凡一把抓住小手 拉了回来 专业个蛋 这跟健身有什么关系 但凡有点常识的人 都不会一边吃东西 一边消失 李薇被拉住手 突然反应有些大 赶紧甩手想要挣脱 有些生气地嚷嚷着 呀 放开 你干嘛 李薇亲密度 二 杨凡健壮一愣 这反应有点大 这时他也看出 妹子比较排斥别人碰他 并且这排斥的行为 更像是条件反射 也就是他的本能 毕竟连亲密度都减了 要知道 这还是对方愿意 跟自己单独相处的情况下 都是如此 这时杨凡健周围的路人 都将关注的眼目光投了过来 有些无奈地说道 我说 你是不害我被别人 当成流氓不满意识吧 正开守候的李薇冷静了下来 也感觉自己刚刚的反应有些大了 但只是瞪了杨凡一眼 谁叫你突然拉拉扯扯的 不吃就不吃吗 杨凡突然想到 上次自己去拉妹子的手 她的反应也很大 但没有降亲密 再加上自己要吻她时 她那一副舍身取义的模样 明明做好了心理准备 却在不断减亲密度的情况 无疑不再表示着 妹子比较反感 与男人有身体接触 难道又是个小T 但当自己真正吻过对方后 对方虽然满脸怒气 甚至还对自己又打又咬的 且咬的还挺用力 意外的是 亲密度却直接增加了五点 从这方面来看 又不太像 当然 如果没有系统提示的话 就妹子之后 吃饭时全程冷着脸 吃完饭又死活 要回家的表现来看 真的会觉得 对方当时很生气 但因为有亲密度的加减提示 并且在妹子的那种表现下 亲密度是不减反增的 这就有点耐人寻味了 杨凡想着想着 突然感觉自己 好像抓到了什么密码 那就是 妹子确实很排斥别人碰她身体 但只要在妹子 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 成功与妹子 有了亲密行为的话 那妹子表面上 虽然会很生气 但亲密是会增加的 她还有一个猜测就是 会不会用墙也行 只要是成功 有了亲密行为 都嫁 但只是强行拉手这种行为 肯定不行 毕竟自己刚刚 突然拉住妹子的手 也算强行了 事实证明 那是减亲密的行为 还有加亲密的时候 碰巧妹子咬过自己 这样来算的话 倒是又多了一种奇怪的可能 既然确定不了 那就尝试一下为好 实践出真知吗 只见她用半开玩笑的口吻说道 我们都是接过吻的人了 碰你一下手 反应这么大干嘛 妹子文言 颇为冷淡地说道 无聊 你还要不要健身了 杨凡脸上带着笑意 靠近妹子说道 从这里牵着手走到健身房 算你抵消一个吻怎么样 妹子听后 好想一个大逼都给她甩过去 脸色越发难看起来 根本不搭理她 一转身 自顾自地往前走 杨凡紧随其后 小声说道 懂了 怪我怪我 看来那天被我吻的感觉还不错 那就不换成拉手了 李薇面色不善地转头看向她 冷声说道 你再说这样的话 我就走了 杨凡没有继续说 而是稍微等了一下 发现系统并没有提示减轻密度 心理愉乐 看来妹子有时候表现出的生气 愤怒 冷漠这些都只是对方的保护色 心理却并不像她表面上那样生气 如果是其他人见到妹子这样 肯定会就此退缩 但轻密度功能就像再帮杨凡作弊一般 让她能掌握妹子是否真的生气 于是很早抽地露出回忆之色 喃喃自语道 其实我也挺怀恋的 妹子顿时炸毛 混蛋 你自己去健身吧 本小姐不奉陪了 说完怒气冲冲的 就往前快步走去 杨凡见还是没有减轻密 于是小跑几步追了上去拦住她 妹子没有给她好脸色 让开 杨凡不说话 就拦在前面一副你奈我何的无赖表情 妹子转向想绕开她 但不管往哪边走总会被堵住 于是满脸怒气地直接上手去推 你给我让开 她却早有准备 眼明手快地抓住妹子的手 往自己这边一拉 呀 妹子惊呼一声投入她的怀里 愣了一下之后 死命挣扎 用手使劲捶着她的后背 见挣扎不脱后 顾忌重施 张开小嘴对着其肩膀就狠狠咬了下去 不一样的是 这次杨凡没有推开她 而是紧紧抱住 明目张胆地吃着豆腐 被吸引目光的路人 纷纷露出一脸晦气的表情 咬了杨凡好意会的李薇 发现对方既没有挣扎 也没有发出叫声 感觉不太对劲 于是松了口 抬起头满脸疑惑地看向对方 当看见对方的脸 离自己近在咫尺 才反应过来自己还在对方怀里 心里顿时一慌 又开始挣扎 无耻 你放开我 杨凡却呲牙咧嘴地说道 你下嘴可真狠啊 李薇亲密度加五 妹子见她吃痛的模样 没好气地说道 你活该 放开我 这是在大街上 杨凡在听见系统 加亲密度的提示声后 心里乐开了花 这妹子的打开方式真奇怪 跟自己之前的设想 倒是差别不大 或者可以说 是她几种设想的综合 偶尔强硬一些 是可行的 但要让妹子发泄不满 只是这妹子急了后 居然会咬人 就很坑 暂时感觉出的就这么多 反正大概就是这个方向 第六十九章 李薇的保护色 面对近在咫尺 吐气如蓝的妹子 杨凡笑着说道 也就是说 不在大街上的话 就可以报了 说是这样说 但她还是将对方放开 妹子赶紧退后两步 心里顿时松了口气 嘴上却不饶人 你混蛋 做你的春秋大梦去 说完又快步往前走 想赶紧脱离这里 此时心里很慌 满脑子都是刚刚的事情 李薇亲密度加三 若不是又出现 加亲密的提示 杨凡是真的很难 从李薇的表现当中 看出对方 其实没有生气 既然有这个作弊器 她当然不会任由妹子走掉了 稍微加快脚步 跟了上去 妹子走出好长一节路 才停在马路边 像是要打车 见到她跟上来后 很冷漠地说道 你还跟着我做什么 杨凡微笑着说 当然是等你叫我健身啊 妹子依旧冷漠 你能要点脸吗 别跟着我 我要回家 杨凡才不吃她这一套 亲密度都没有减 你吓唬谁呢 那可不行 你还欠着我两个吻吗 今天至少先还一个 妹子文言简直不相信自己耳朵 一脸嘲讽地说道 哼 你可真搞笑 杨凡却毫不在意妹子的脸色 虽然不知道 她为什么会用生气 愤怒 冷漠以及嘲讽这些不同的商人态度 来推开自己 但已经看穿本质的杨凡 肯定不会被这些给刺伤 你想赖账 那我可就在这讨债了 妹子见她这一副无赖样 彻底震惊了 听她要在这亲自己赶紧下意识地退后 嘴上喊道 你休想 啊 妹子话没有说完就发出一声尖叫 却是因为杨凡眼疾手快上 前一把将要退后的妹子给拉了回来 吓了妹子一大跳 李威亲密度 三 妹子正要正扎怒骂时 却听见背后传来急杀车声音 以及一个中年女性的怒吼 你们不要命了 马路上是能闹着玩的吗 差点把我给吓死 原来是杨凡看见一辆车快速开来 妹子又正在往马路方向退 怕她被撞 赶紧将她拉回来 这时杨凡一脸歉意地 对着妹子身后的女司机说道 大姐 真是不好意思 我们不是故意的 实在是对不住 确实是己方的错误 那还是要认的 女司机见她态度不错 拍了拍自己的胸口后 一副惊魂未定的模样 嘴上骂骂咧几句后 将开走了 看来也被吓得不轻 李威亲密度加15 妹子这时才知道 杨凡为何突然拉住自己 在听见她替自己道歉后 一时间有些沉默 杨凡本来想吐槽李威两句的 后来想想自己也有责任 再加上对方突然暴涨这么多亲密度 也就没有说什么 而是放开对方的手说道 走吧 去健身房 哦 妹子心里还在想着刚刚的事 居然鬼使神拆得应了一句 就跟着走了 李威亲密度加3 十多分钟后 二人进入了飞跃健身 杨凡转头看向还在沉默状态的李威 有些好笑地说道 想什么呢 妹子心不在焉地看向她 啊 怎么了 我从哪开始练 哦 先去那边做热身运动 活动一下你的关节 找到运动的感觉 好 二人走向一处比较宽阔的地方 一路上很多正在健身的人 转头看他们 明确来说应该是看李威 检查到有效消费对象 是否查看信息 杨凡心里默念查看 姓名 曾丽娜 年龄 25 身高 161 体重 51 综合颜值 81 95 状态 正常 亲密度 0 姓名 陈娜 年龄 23 身高 164 体重 53 综合颜值 84 96 状态 正常 亲密度 0 在健身房中走了一节路 居然就遇见两个达标的 看来这地方的美女真不少 虽然综合颜值都不是特别高 但数字是5和4就还不错 比酒吧夜场的要好上很多 但杨凡对于他们没有多少兴趣 先不说李威在这 他不可能上去搭讪 就说人家还真不一定会搭理他 毕竟是爱好健身的人 就他那普通人的身材 肯定是入不了别人眼的 而且 现在带攻略的工具人不少 除非遇见特别亮眼的 不然还真没有必要 忙不过来 李威见杨凡对一路上的美女 视而不见的行为 一点回头什么的 举动都没有 感觉有些意外 因为 他明明看到了一些长相和身材 都很不错的美女 心里暗想 这还是之前 在街上见到美女 会上去搭讪的那个家伙吗 装的吧 当然 他是指前两天 杨凡搭讪他的行为 杨凡可不知道 妹子心里所想 见到了位置后 开口问道 就随便活动 身体就行了 妹子看了他一眼 你跟着我做 随即开始做起一下 简单的热身姿势 杨凡就在旁边跟着学 别说 学得还有模有样的 正在他们对面 用划船机锻炼的一个肌肉男 在见到李威后 如打了鸡血一般 把划船机拉得比刚刚带劲多了 奈何妹子 完全将他当作空气 十分钟后 现在拉伸身体 像我这样 只见妹子左手前平举 右手小臂扣住左手的肘关节 很自然地向右边移动 左手很快就与肩膀成平行 杨凡也照着试了一下 随即一脸无语 因为他发现自己根本做不到 这比热身运动难太多了 李威看着正摆着的怪异姿势 一脸迥样的杨凡 扑呲一声笑了出来 随即调侃道 哟 你不是挺能耐吗 这么简单的动作都做不了吗 听见这话 杨凡知道 妹子此时又恢复到了之前那种轻松状态 瞪了他一眼 没好气地说道 我身体的柔韧度能跟你比 妹子笑容不变 哼 知道就好 瞧你那僵硬的样子 比丧尸都强不到哪去 还是本小姐来帮你吧 说完就用手给他摆好姿势 站在侧面慢慢帮他压着 杨凡虽然也在尽力配合 但却真的做不到 妹子在旁边轻声说道 放松 身体放轻松 相信我 第七十章 亲密度终成正术 杨凡用狐疑的眼神看向李威说道 这个拉伸运动不用做这么标准吧 差不多就行了 我主要是来锻炼身体的 李威却耐心地解释 你不懂 拉伸运动可以使韧带肌肉和关节 与关节之间的配合更加柔和 使你待会运动时减少受伤的可能性 而拉伸又分主动拉伸和被动拉伸 既然你无法主动拉伸 就只能我帮你被动拉伸了 杨凡心想 这么麻烦 但听妹子说的头头是道的 人家在这一块也确实比自己专业 于是开始尽量放松身体 来吧 卖衣 哦 结果她话还没有说完 妹子突然一使力 痛得她嗷嗷直叫 赶紧正开妹子的手 正准备对她几句 只听她有些责备的说道 你别乱动啊 你身体僵硬 第一次会痛是正常的 保持刚刚那个姿势 痛一会就好了 李威轻密度加三 妹子说的很认真 脸上也没有丝毫想笑的表情 如果不是突然长了三点轻密度的提示 她可能还真就信了 她活动了一下手臂 感觉刚刚的疼痛感确实在减弱 倒也没有多难以接受 既然又能健身 又能让妹子长好感 那就继续呗 于是她主动做出刚刚的姿势 虽然还是不标准 但却比一开始好了不少 只能说妹子坑归坑 方法还是管用的 再来 你慢一点啊 妹子此时心里乐开了花 但表面上却满脸温柔的说道 放心 我是专业的 你别再乱动了 忍一忍 很快就不痛了 说完又开始用手掰她扣住的双手 杨凡配合着露出吃痛的表情 痛痛痛 这要保持多久 放松 放松 深呼吸 痛是正常的 别紧绷身体 一会就好 李威轻密度加二 之后 李威又帮杨凡换手压 然后教她弓部拉伸 大小腿拉伸 虽然都没有做到标准的程度 但妹子也没有太狠心 非给她掰标准 有些动作妹子 直接用上了自己的身体帮她压 二人之间少不了亲密接触 这使得她现在是痛病快乐症 妹子的亲密度 也随着她不断吃痛的叫声 来到了正数 心里已经对她没有了排斥感 但依然沉浸在整治她的乐趣中 看来 只要找对方是方法 让这排斥男人的妹子 亲密度由负转成正数 并没有她想象当中的那么难 后面就看正亲密长得快不快了 当拉伸结束后 杨凡活动了一下身体 感觉痛归痛 但是痛完后 身体竟然有一种轻松了很多的感觉 就像刚刚做完全身按摩一般 妹子这时说道 你先休息一下 我去拿两瓶功能饮料 好 正当妹子前往取水区时 一名身高180加 身材不错 长相小帅 且穿着黑色弹力背心 凸显肌肉的男生 向她走了过来 小姐姐 你是这里的私教吗 我想买课 妹子淡淡地扫了她一眼 不是 男生闻言 彬彬有礼地露出微笑 哦 我看你刚刚 在帮那个男生做拉伸 还以为你是私教吗 她是你男朋友吗 妹子脚步停顿了一下 平静地吐出一句 加V5 五万 噗 可嗨嗨 不远处正在喝水的一名女生 听见了他们的对话 直接一口喷了出来 还把自己给呛到了 随即满脸不可思议地看向这边 男生则是一脸呆滞地看着李威 这特么怕是疯了吧 加个V5万 随即满脸逼了狗的表情说道 说完转身就走 很明显 他也清楚 这就是对方不给V的托词 压根就要不到 心里想着 刚刚那个男的肯定是个富二代 不然以自己完败对方的外形条件 这美女不会拒绝得这么干脆吧 算了 寻找下一个猎物去 见男生走了 李威毫不在意 继续去拿饮料 本来他是想说加V500的 但不自觉地想到了 之前搭讪他的杨帆 以及对方给他的60万转账 直接改成了加V5万脱口而出 李威亲密度加三 李威不知道 他的心态正在不知不觉间被悄然改变 一向排斥男人的他 现在对杨帆没有了排斥感 正坐在地板上休息的杨帆 突然发现 李威的亲密度莫名其妙地涨了三点 顿时一脸猛逼 这是咋了 但妹子回来后表现得很平淡 他不知道刚刚是为什么涨 心里还有点遗憾 感觉自己错过了一种 让妹子加亲密的方法 随后他终于开始正式锻炼 其中用的最多的是 跑步机和划船机 很久没有大量运动的他 很快就满头大汗 转头看了看还在慢跑的李威 这妹子的体力居然比他的还好 他实在顶不住了 休息了很长时间才继续 就这样周而复始 每次就锻炼个五到十分钟 休息半小时的样子 两小时后 再次累得够呛的杨帆 决定今天的健身之旅到此为止 手脚截有点软的他 实在无法继续 妹子见他 居然坚持锻炼了这么久 才说要结束 也是有些高看他一眼 看得出来 对方确实是真心想锻炼 虽然菜了点 但是态度还是很认真的 二人离开后 李威提出要回家 晚饭就不跟他一起吃了 这次杨帆倒是没有阻拦 令他遗憾的是 自从加了那三点亲密后 妹子没有再长过 看了看对方仅仅六点的亲密 杨帆也有些无奈 只能慢慢来了 一口气吃不成的胖子 即将分别之时 杨帆问道 明天继续 李威犹豫了一下 摇了摇头 改天吧 我明天有事 不来练舞 你明天就照着我教的练 坚持几个月 保证你摆脱体虚的困扰 咋的 体虚这个卡 还卖不过去了呗 无语的杨帆 也没有细问对方有什么事 只是点头同意下来 李威离开后 他准备找一个工具人 出来蹭一顿大餐 直接将之前 李威告诉他的一些 营养餐食物选择性忘记 不多吃些好的 怎么有力气锻炼 于是他从兜里拿出手机 看见上面正好有几个妹子的 未读信息 第七十一章 装乖而已 多带点事 于是杨帆从兜里拿出手机 看见上面正好有几个妹子的未读信息 顾瑞杰 哥哥这么久都不找人家 一定是很忙吧 要好好注意身体哦 徐山 死鬼 我今天下午没课 我们约一下晚饭 李欣然 亲爱的 我今天给家里购置了好多东西呢 一家人都很开心 谢谢你 你忙完了想谢谢的时候 不要忘记你的专属小妖精 一直在等着你 看见三个妹子的信息 杨帆不自觉地露出了笑容 十几天前的他 何曾想过 自己竟然也会有这么一天 这种感觉 嗯 很不错 要说谁的信息给他的感觉最好 那还得是李欣然这个俏寡妇 一条信息 不但把自己今天的日常 与他分享了一下 也表示了对他的思念 以及对方不争不抢的态度 徐山那句死鬼 根本就是在妥妥地诱惑自己 已经算是在明时约完晚饭后 邀约什么了 最无语的是顾瑞杰的信息 怎么看着有骨子茶味呢 这就很无语 他想了一下 李欣然今天为家里购置东西 肯定忙了一天了 而且与对方昨天中午才分别 想着还是改天再约 下次见面时一举突破六十 而顾瑞杰和徐山之间 他决定选择顾瑞杰 这丫头的亲密度 虽然高了比较难涨 但起码会长 不像徐山的几乎涨不动 二人做出任何亲密举动 包括报馆之交 对方都不涨 仅在自己转前 给他十涨了五点 最无语的是 KTV那天明明对方先主动的 莫名其妙涨了二十点亲密 或许是认出 自己那一身爱马仕是正品了 既然是个标准的拜金女 那亲密度的上限可能不会太高 毕竟他不谈情 只谈钱 慢慢用钱试试 能不能砸出张反线卡就行 想换换口味时 再把对方叫来 于是他点开顾瑞杰的聊天框 一条信息发出 出来吃饭 一处小区的房间中 顾瑞杰早已发出信息给杨凡 见对方一直没有回 也没有太过在意 因为对方不回信息 已经是常态 眼看到了饭点 他跟闺蜜徐山都收拾好了 准备一起出门吃饭 这时突然发现杨凡回了他信息 激动地看了一下后发现 信息的内容 竟然正巧也是叫他吃饭 虽然已经跟闺蜜约好 但他不加思索地就回复道 好的 哥哥在哪 我马上来找你 随后压制住自己的笑容 换成一脸歉意地 对刚刚化好精致妆容的徐山说道 珊珊 我有个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 徐山见闺蜜这种表情 有些疑惑 怎么了 我们的饭局恐怕要取消了 徐山文言一愣 随即想到了一个可能 嗯 你要干嘛 不会是你家土豪哥哥 联系你了吧 顾瑞杰一脸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 你也知道 他叫我出去吃饭 我没法拒绝 等我回来 一定请你吃大餐当作补偿 不说了 我得赶紧去换一身 JK制服 我家哥哥喜欢我穿 JK 妹子说完就转身小跑回自己房间 只留一脸无语的徐山 在风中凌乱 随即他拿出手机 发现杨凡也给他回了信息 点开一看 改天 徐山亲密度2 看见这两个字 他脸色竖变 心里直接一阵MMP 看来自己在对方心里的位置 远远不如自己的闺蜜啊 难道 对方喜欢带点茶味 又表现得很乖的类型 圆圆姐不是跟自己说过 可爱在性感面前不值一提吗 事实证明 圆圆姐误我 徐山思索了好一会后想着 或许自己得改变一下了 装乖巧而已 多大点事 谁还不会呢 再加上自己 本来就长了一张 极具欺骗性的娃娃脸 装起乖巧来 简直不要太简单 就这一小会 他就决定好了以后 与杨凡相处的态度 另一边 正在马路边准备打车的杨凡 突然发现 徐山捡亲密度的提示 仅仅是愣了一下 随即无所谓的笑了笑 并不觉得这有什么 自己只是回信息 给着妹子说改天再约 妹子就捡亲密度 既然这么喜欢捡你 就捡你的拜他上车后 去到一家一烤和牛 而出名的高档餐厅 这时顾瑞杰还没有到 外面太热 他准备进去等 当告诉迎宾 自己先等人再点菜后 就开始玩起了手机 杨凡的他 瞬间收到回信 进来 牛气冲天包房 啊 哥哥你已经到了 嗯 妹子见状赶紧进店 跟着迎宾来到杨凡所在的包房 快步走到杨凡坐的椅子背后 弯腰双手还住他 巴唧一声 在他脸上轻了一口 随后撒娇般的 在他耳边轻声说道 哥哥 都怪我不好 来晚了 杨凡只觉得 一阵淡淡的香水味 混合着少女的体香 一起钻入鼻子 不怀好意地说道 坐下点菜吧 晚上再罚你 妹子文言笑着用脸蛋 在他侧脸轻轻磨蹭了几下后说道 好的 人家认罚 哥哥想怎么惩罚人家 都可以哦 服务员拿着本菜单 站在门口 看着这小两口秀恩爱 被猝不及防地 喂了一嘴狗粮 心里叹了口气 果然 有钱人身边的妹子 都是极品啊 马德 咱这辈子还有机会吗 顾锐结入座后 杨凡才发现 他今天一如既往地穿着JK 但款式和颜色每次都不同 倒是每次都能给到他新鲜感 今天是一套黑色连衣的JK齐西长裙 长发侧面带着个可爱小发家 虽然没有之前的JK短裙那么诱惑 但却更加清纯了几分 可以说是各有各的滋味 顾锐结知道杨凡不喜欢点菜 很主动地拿起了菜单 自顾自地点了起来 点了不少档次高的食物 颇有一种 有哥哥再连价格都不用看的气势 这家餐厅的和牛和金枪鱼刺身 以及其他菜式都很好吃 以至于一顿饭吃了一个多小时 直到二人肚子装不下了才停止 结账下来花了一万出头 买完单杨凡搂着顾锐结说道 走吧 先去散步萧萧时 有没有什么想逛的地方 第72章 贴心的妹子 顾锐结双手亲密地挽住杨凡手臂 哥哥 要不我们走路去前面的商城看场电影吧 杨凡想了想 路程倒是也不远 十多分钟就能走到 就当饭后散步了 走吧 二人漫步在大街上 路过的行人总会不自觉地多看他们几眼 当然 大多数都是看顾锐结 少数摄像杨凡的目光 基本上都充满了羡慕极度恨的味道 恨不得将他活活看似好继承他的妹子 二人都能感受到这些目光 但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选择视而不见 待进入商城买好电影票后 杨凡躺在了按摩椅上 准备等待开场时间 妹子也有样学样地在他旁边一台坐下 两人聊了一会天 妹子起身去一趟卫生间 结果回来的时候发现 杨凡居然在按摩椅上睡着了 心里想着 看来哥哥每天真的是很忙呢 竟然这么疲倦 杨凡因为之前在健身房中运动多了 这时躺在按摩椅上很舒服 不知不觉就睡了过去 刚刚睡着没有多久 就感觉有人轻轻摇动他的身体 迷茫地睁开眼睛一看 一张漂亮的翘脸映入眼帘 摇动他的正是顾锐结 他疑惑地开口问道 电影开场了 妹子轻轻摇了摇头 不是的 我不想看电影了 哥哥 在这里睡着不舒服 我们去酒店睡吧 杨凡文言露出笑容 真不看了 妹子甜甜一笑 嗯 哥哥这么疲倦 人家心疼哥哥吗 电影我们下次再看 杨凡伸手在妹子脸上捏了一下 嫌弃地说道 怎么感觉 你说话带着一股子茶味 这都是跟谁学的 给我正常点 呀 好痛 待杨凡放开捏脸的手后 顾锐结有些不好意思地问道 这么明显吗 我还以为哥哥会喜欢呢 果然 那些网上的什么情感大师 都是骗人的 妹子很光棍地 将锅甩给了网上的情感大师 实际上 这些他早就知道 只是一直没有用过 毕竟以前都是 别人舔他 很难需要用到这些 谁知道这第一次使用 就被哥哥给嫌弃了 杨凡文言翻了翻白眼 一脸无语地说道 你没事去学那玩意干嘛 你说有没有可能 你们见得到那些语录的同时 我们男的也见得到 妹子瞪大眼睛思索了一下 才恍然大悟地说道 对哦 心里想着 看来这些太出级了 以后得学会更高级一些的方法 杨凡一脸好笑地起身 感觉身体有些软 看来是运动的副作用来袭 一把搂过妹子说道 累了 去找个地方休息 妹子当然没有任何意见 于是 看电影的行程就此取消 十多分钟后 二人就近找了一家 还不错的酒店 房间里 杨凡此时已经摊在了床上 感受着身上的酸软 心里想着 自己都已经每次运动 十分钟休息半小时了 还会出现这种现象 看来健身 也得适量地慢慢来才行 旁边的妹子见她这模样 一脸心疼地说道 哥哥今天这么累 我们就早点休息吧 我想哥哥抱着我睡 呵 这么早就想睡 杨凡则露出一副 你想得美的表情 那可不行 说了 要惩罚你就必须惩罚你 我太累了不想动 全交给你了 你看着办 妹子嘟着嘴巴 妩媚地白了她一眼 哼 坏哥哥 嘴上虽然这样说 但心里一点也不排斥 甚至表现相当认真 看来上次任务游戏没有白玩 小丫头可谓是进步神速 第二天 当杨凡醒来时 酸痛感已经好了很多 但还没有完全消失 今天是肯定不会去健身了 并且以后健身 都得优着点才行 此时 一道如黄鹰般的声音 传入她的耳中 哥哥你醒了 你想吃什么 我给你点外卖 转头一看 是顾瑞杰正踩着拖鞋 从另一个房间走进来 杨凡疑惑地问道 你没有去上课 今天不是周末 她本以为妹子一大早就会走 没想到竟然还在 妹子一副理所当然的说道 我让同学帮忙请假了 哥哥身体不舒服 我当然要留下来照顾你 杨凡文言笑着说道 哦 那我倒是好奇 你要怎么照顾我 先点东西吃 吃完人家给你按摩 这个按摩太正经吗 我怎么就这么不相信你 还会按摩呢 妹子不一地娇称道 哥哥讨厌 按摩人家还是会的 只是没有专门学过 没那么专业罢了 小时候帮妈妈锤杯按头什么的 赚零花钱 妈妈经常夸人家按得好呢 是吗 那我待会倒是要试试你的手艺 没问题 当外卖到了后 妹子拿着一盒蟹黄拌饭 坐到床边说道 哥哥你别动 继续靠在床头就好 我来喂你吃 今天人家 就是专门照顾哥哥的小女婆 杨凡文言眼睛一亮 看了看妹子娇嫩的脸蛋 和高挑的身材 笑着说道 今天这么乖 妹子嘟着嘴巴不满道 人家本来就很乖 又不是只有今天 顾瑞杰亲密度加一 杨凡一边笑着一边 不怀好意地说道 但是小女婆的话 似乎差了点什么东西呢 妹子见她的眼神 在自己身上打亮 顿时就反应了过来 哥哥说的是服装吗 如果哥哥喜欢的话 我就买几件女服装吧 下次穿给哥哥看好吗 杨凡想象了一下 面前这个小美女 穿女服装的样子 顿时心里一片火热 表面露出一副 如此可叫的表情 没错 没有女服装的小女服 是没有灵魂的 以后私下里 可以和JK换着穿 妹子点了点头 没有感觉到不好意思 反正又不穿出去 就只穿给杨凡看的话 倒也不会觉得难为情 我知道了 第73章 没去过足疗馆的顾瑞杰 享受了一把美女 喂饭服务的杨凡 此时正趴在床上 顾瑞杰则用小圈圈 咚咚咚咚 得不停给她捶着背 别说 有些酸痛的身体 确实舒服了不少 遗憾的是 仅仅20分钟没到 妹子就累得受不了了 哥哥我休息一下 手酸了 一会再给你按 杨凡见她不断揉着 手腕的可怜模样 笑着说道 不用了 我们去足疗馆按摩去 放松一下 她是因为感觉 被妹子按了一下 还挺舒服的 可惜对方不太给力 所以想到了出去按摩 妹子一听 有些不可思议的问道 我也去 杨凡文言有些摸不着头脑 有什么问题吗 啊 没 没什么问题 只是有些意外 顾瑞杰虽然还没有去过足疗馆 但在兼职模特的时候 听其他姐妹说过 那种地方不太正经 所以很多男人都喜欢去 虽然她不希望杨凡去那种地方 但对方真要去的话 她也不可能有任何意义 但令她没有想到的是 杨凡会带她去 所以有些意外 一起去就挺好的 她也不希望哥哥去碰其他女人 杨凡一见妹子的表情 就大概猜到 对方在想什么了 笑着问道 你没有去过足疗馆 妹子老实地点点头 嗯 没有去过 这种地方是男生才喜欢去的吧 杨凡伸手拍了拍妹子的脑袋 谁告诉你的 很多女生也会去那里放松自己的 唉 傻妞 足疗馆不完全是你想的那样 现在这社会的生活节奏过快 面对不断陡增的压力 让不少年轻人有了放松的需求 真要算的话 足疗馆其实算是养生产业 妹子听后 虽然感觉跟那些姐姐们说的不太一样 但她选择相信杨凡 对这行业稍微改观了一些 这样啊 那我跟着哥哥去体验一下 杨凡点了点头 翻身下床 走吧 二十分钟后 二人已经离开酒店 进入了一家档次不错的足疗馆 刚一进门就迎上来一个外形不错 身穿旗袍的女生朝二人鞠了个躬 贵宾中午好 请问几位 杨凡随意地说道 很明显 两位 然后旗袍女踩着高跟鞋 把二人引到前台 每个人领了一个号码牌 又递给他们一人一双拖鞋 让他们在下面换好鞋以后上二楼 那里有人接待 这时正换鞋的顾锐杰 转头好奇地询问杨凡 哥哥 为什么要在一楼换鞋 然后上二楼呀 是不是怕有些人按摩完了不付钱 所以要把鞋留在一楼 要跑的话也没有鞋穿 杨凡文言一脸好笑 这妹子什么脑回落 但她想了想后发现这个问题 她也不知道答案 这样设计的人 不会还真是这个小丫头这种想法吧 她很光棍地回答道 我不知道 或许你可以问问这里的员工 妹子吐了吐舌头 那怎么好意思问吗 到了二楼以后 又过来一个旗袍女生迎接他们 鞠了个躬以后问道 两位贵宾 你们看是安排一个包房呢 还是两个包房 这样问就很明显了 很多一起来的顾客 并不愿意待在一个包房 都喜欢要单独包间 但一男一女的情况下 大多还是选择一个双人包的 杨凡也大致明白意思 于是说道 一个双人包 再丢满排两 嗯 三个手法好的技师 要女的 旗袍女文言一愣 三个 贵宾是还有朋友要来吗 没有 我要两个一起 给我安 要不是怕技师们操作不方便 他甚至想多点几个 反正又不花他的钱 作为大渊种 要有格局 旗袍女这才明白过来 虽然很少有这样点的 但却并不是 没有过于是把二人带进了一间包房 给他们说 有免费的各种饮料和水果 如果还没用餐的话 甚至还有午饭提供 杨凡只点了一壶茶 旗袍女从柜子中 拿出两套按摩用的休闲服 出来放在床上 让他们换好以后 躺着休息一下 一会技师们就会过来 他则去泡茶去了 顾瑞杰当着杨凡的面换衣服 丝毫不会尴尬 二人非常利落的就已换好 咚咚咚 很快敲门声响起 贵宾您好 可以进来吗 进 小美女第一次来 还有点期待 用她那双充满好奇的漂亮大眼睛 盯着门的方向 门开后 先是一个披着长发 穿着白衬衣职业服 拎着一个小箱子的漂亮女生进来 身后还跟着两名同样穿着的女生 看到二人后 三女排在床尾处 集体向二人鞠了个躬 贵宾你们好 七号十八号二十三号技师 很高兴为你们服务 请问你们做什么项目呢 顾瑞杰不知道点什么项目 所以转头看向杨凡 杨凡见着三位技师 虽然外形方面都还算不错 但并不足以使系统出现提示 他也没有在意 今天又不是出来烈焰的 之所以会点女性 完全是因为他不太喜欢男性碰他的身体罢了 当然 顾瑞杰就更不能让男技师碰了 照着你们这里最贵的项目来 我昨天运动过量了 身上有些酸痛 给我好好按按 三名女技师闻言一惊 全都不约而同地 看了旁边床上的顾瑞杰一眼 随即又对视了一下 带头进来的那位女生走向杨凡说道 先生 我看我还是给你介绍一下 我们这里的项目吧 很显然 这里最贵的项目 不太适合现在这种场合作 带女技师稍一暗示后 杨凡也反应了过来 并明确表达清楚了自己的意思后 技师们开始工作起来 时间匆匆流逝 这时 杨凡与顾瑞杰二人 已经在这里待了三个多小时了 期间他们还加了的钟 此时的杨凡 总算感觉到身上的酸痛感好了很多 可谓是一身轻松 暗想 这个钱花的值 技师们离开后 顾瑞杰很主动地下床 跑到他这边来挨着他 杨凡笑着看向旁边的小美女问道 感觉怎么样 小美女诚实地说道 一开始有点痛 后来还蛮舒服的 第74章 脑回路清奇的顾瑞杰 身边的顾瑞杰诚实说道 一开始有点痛 后来还蛮舒服的 杨凡文言一脸狐疑地看向对方 你确定你说的是按摩 妹子不一地往他怀里蹭了蹭 哥哥讨厌 杨凡张开双手抱住妹子 使得二人的脸贴在一起 对方的身体很软 少女清香很好闻 他感觉这个姿势也挺舒服的 于是轻声说道 就在这休息一下再走 跟他贴在一起的妹子脸上露出笑容 嗯 顾瑞杰亲密度加一 小美女的亲密度 在不知不觉中又增加了一点 看来亲密度够高后 妹子也很享受 两人黏在一起的宁静时光 而且他感觉自己 好像真的喜欢上哥哥了 就连自己也说不清楚 这是为什么 明明一开始 他只是被对方的钱所吸引 本想着用些手段 在对方身上多弄点钱 和奢侈品这些 没想到 竟然在不知不觉中沦陷了 不过对方对他还是很好的 他也足够吸引对方 这在对方每次化身野兽时 都可以看得出来 他紧紧抱住身边的男人 心想 现在这样 好像也挺不错的 正抱着妹子的杨凡 并不知道对方心中所想 如果知道的话 肯定会大呼 统爷牛逼 二人又在足疗馆中 休息了一段时间后才离开 准备去吃晚饭 路上妹子关心地问道 哥哥 你身体好些了吗 杨凡本来搂着他的手 抬了起来 摸了摸他的脑袋说道 好很多了 已经没多少酸痛感了 妹子眼中露出笑意 好像很享受 对方这样亲密的动作 哥哥以后锻炼时 一定要注意身体啊 别再逞强了 如果真伤到了 可怎么办 这也确实是杨凡心中所想 本也打算以后锻炼时 循序渐进 于是点了点头 好 妹子文言显然很高兴 又继续说道 其实我可以每天都陪哥哥慢跑的 不一定非要去健身房 杨凡一听就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这内心 你天天陪着我 我还怎么赚钱 怎么当海王 怎么当大渊种 没好气地说道 怎么 你还想减肥 我警告你啊 你现在的身材正好 我很喜欢 可别乱练 你要是把自己锻炼得太瘦了 或者小腿练粗 弄些肌肉什么的出来的话 可别怪我把你赶走 妹子文言一惊 明显有些被吓到了 赶紧说道 我不练 我绝对不练 我本来只是想陪哥哥 既然这样 我一定好好保持身材 哥哥不许赶我走 说完后 就用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 看着杨凡 大有一种你不同意 我就哭给你看的感觉 杨凡见对方 这可爱萌妹子的模样 心里想着 这要是被自己一拳打在鼻子上 应该会哭很久吧 但也只是 心里想想罢了 下不了手 表情稍显认真的说道 只要你以后乖乖听话 我当然不会不要你 我一定会乖乖听话的 那好 你现在的主要任务 就是好好上学 多学点知识知道吗 如果将来想做些什么事业的话 我可以帮你 小美女 闻眼眼睛一亮 心里顿时充满惊喜 脱口出道 哥哥你说的是真的吗 顾瑞杰亲密度加一 妹子会惊喜 倒不是完全因为杨凡说 帮她做事业什么的 还有个原因是 她听出了对方的弦外之音 对方这很明显 是为二人的将来有过计划 准备跟她好好在一起 瞬间觉得安全感满满 她都不知道 为什么从来都是自信如小仙女一般的自己 在杨凡面前 开始有些缺乏安全感起来 只能说 谁先喜欢上对方 或者说 谁喜欢的更多一些 谁就会更不想失去对方一些 自然而然的安全感 这玩意就会出现 杨凡看妹子这惊喜的模样 用手指轻易地刮了一下对方的鼻子说道 连我说的话都不相信了 妹子赶紧连连摇头 没有没有 我不相信 哥哥还能相信谁 刚刚只是有些激动了 那你说说看 将来想做些什么 妹子闻言后 脸上有些为难 哥哥我能想一下吗 当然 随后 妹子没有再继续说话 就默默地挽着杨凡 跟着她走 一脸的思索之色 看来是在认真考虑 将来想要做些什么 杨凡也没有去打扰她 不知是这丫头从来没有想过这些 还是想做的事情太多了 一时间选不出来 一直到二人进入餐厅点好菜后 顾瑞姐脸上露出一丝不好意思的笑容说道 哥哥 我知道我想做什么了 杨凡面露笑容地问道 说说看 妹子闻言有些脸红的小声说道 我想当包租婆 啥玩意 一时间杨凡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出声问道 你刚刚说你想当什么 妹子见对方再次询问后 表情显得有些扭捏 但还是红着脸又说了一遍 哥哥 人家 人家想当包租婆 不知道可不可以 这次妹子的声音比刚刚大了一些 杨凡是完全听见了 顿时额头流下一滴汗 不得不感叹 这妹子的脑回路很清奇啊 但仔细一想后 连她都必须得承认 这个愿望从某些方面来说 绝对算得上是一个好愿望 但你才十九岁 就这么明目张胆地许下 这么高大上且牛逼的愿望 真的好吗 在想明白对方将好吃懒做 当做人生追求后 竟然差点没有忍住 为这个机智的小美女喝彩 顾锐杰见杨凡满脸古怪地看着自己 顿时一脸娇称地说道 哥哥你笑话人家 人家不跟你好了 杨凡这才收起心思 颇为好笑地说道 我这是被你的伟大愿望给震惊了 妹子却不以为意 据理力争道 人家什么也不会 就觉得以后要是就定期收收租 这不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吗 你不就是想啥也不用干 定期有钱拿吗 就这种愿望 你居然还想这么老半天 第七十五章 离谱的亲密度 顾锐杰嘟着嘴巴 有些不服气地说道 什么都不用做 就有很多钱拿 这不就是大多数人都想过的生活吗 这倒也是 杨凡要不是获得了系统 当的包租公 也绝对是他梦寐以求的日子 于是笑着说道 好吧 看在你还准备带我环游世界的份上 这样吧 想实现梦想 就看你以后的表现了 表现能一直令我满意的话 给你购置些房产 也不是不行 能不能达成 就看你自己了 只要顾锐杰以后 老老实实地跟着自己 不会因为自己女人多 而闹什么幺蛾子 那么 等自己的钱积累到一定程度 给他购置些房产 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所以 这话说出来就毫无压力 他倒是淡定了 但妹子却淡定不起来 直接妹子文言后 顿时蹭 得一下站起身来 满脸激动地询问 真的 由于声音有点大 顿时吸引了附近桌 正在吃饭的顾客目光 妹子 见好多人都在看他 这才不好意思地 吐了吐舌头 做回原位 杨凡假装不高兴地说道 怎么 又质疑我说话的真实性 看来这房产 你是不太想要啊 顾锐杰赶紧解释 我没有质疑哥哥的意思 我那是太高兴了 情不自禁 哥哥你就原谅人家吗 说完 妹子赶紧热情地给他夹菜 然后觉得这还不够 直接端住装菜的碗 准备喂他吃 弄得他有些哭笑不得 好了 坐回去好好吃饭 妹子文言露出甜甜的笑容 好搭 谢谢哥哥原谅我 隔壁桌看过来的那些顾客 顿时一脸黑线 这么玩就有点过分了呀 饭后二人散了会部 再次回到酒店时 妹子突然抱住他 认真地说道 哥哥真厉害 这突如其来的夸赞 让他有些摸不着头脑 疑惑地问道 你指哪方面 妹子靠在他肩上的脑袋 突然转头 巴唧一声 印在了他脸上 哥哥哪方面都很厉害 杨凡文言翻了翻白眼 我是问你好端端的 为什么突然冒出来这么一句 妹子笑着轻声解释 我是想起了 我和哥哥刚认识的时候 哥哥说 你的钱根本花不完 只会越花越多 哥哥你还这么年轻 所以觉得 哥哥真的好厉害 杨凡文言好笑地问道 哟 还记得呢 那时候 他说这句话 也就是随口嗶嗶一句 也不在乎妹子相不相信 嗯 跟哥哥在一起时发生的事情 人家肯定忘不了 妹子说完就用小嘴 对着他嘴巴印了上去 杨凡也不甘示弱 直接一把将棋抱住 第二天 由于昨晚杨凡就告诉顾瑞杰 让他今天别请假了 回去上课 妹子很听话地答应下来 所以 当他起床时 妹子已经走了 只留下一条信息 哥哥 我乖乖上课去了 你起床后 记得吃早餐哦 爱你 么么的 杨凡笑着摇了摇头后 回了个表情包 随后给李薇发了一条信息 一起吃个饭 然后健身去 这次妹子回得很快 我今天去不了 你自己去吧 OK 他没有去问妹子 为什么去不了这些 今天去不了就改天呗 谁还没有点自己的事呢 这时他发现 还有两条未读信息 都是空姐 恭敬发来的 我回来了 还在睡 睡醒联系我 杨凡随手回了句 刚醒 然后就去洗漱去了 等弄完后 再次拿起手机时 对方已经回复了信息 还没有吃饭吧 快出来 我请你吃好吃的 后面还跟着一个定位 是一家餐厅的位置 杨凡正在考虑 吃什么 就有工具人送上门来了 等我二十分钟 随后他离开酒店 打了个车 照着定位的位置过去 下车后发信息给对方 到了 妹子回复 我看见你了 别动 等我过来 杨凡转头朝四处看去 很快就见到一个 十分高挑的身影 对着他这边走来 查看 姓名 恭敬 年龄 26 身高 174 体重 55 综合颜值 89 87 状态 正常 亲密度 9 我特么 你说你大号高也就算了 给你转的钱不算少了吧 你这点点亲密度对得起我吗 马德 发信息时跟自己聊得热火朝天的 还主动发私密照给自己看来勾引自己 结果你特么的亲密度只有个位数 这就离谱 本来杨凡还打算从对方身上蹭一张二级反线卡后 就把对方发展成搞人式的工具人 现在这情况还蹭着淡 正在他心里吐槽时 恭敬迈着他的黑丝大长腿走了过来 浅笑着说道 怎么 见到我不高兴 随后不等他回话 就热情地挽住他的手臂 让他的右手顿时陷入柔软的包围 走吧 我已经定好菜了 对方与自己见面后依然热情 直接就把豆腐往自己嘴里送 哪还有初见时的高傲模样 但一想着对方那仅仅九点的亲密度 心里就是一阵MMP 算了 反正也是准备发展成帮他物色美女的工具人 没必要在意这些 二人直接往餐厅而去 恭敬穿着高跟鞋 比自己还高出一截 尹德路人纷纷用差异的眼神看向他们 对于这种目光 杨凡最近已经习惯了 早已见怪不怪 不管他身边的是哪一个妹子 都会发生这种现象 进入餐厅 恭敬报了信事后 迎宾将二人带进一个小包房 并说道 你们的菜已经按要求提前上棋 之后若是有什么需要 可以按服务灵 助二位用餐愉快 感谢 炸天帮六个核弹大大送来的 抱更洒话 感谢各位大大送来的各种礼物 万分感谢 跟走过路过的读者大大们 求点用爱发电 感谢第76章 赴约恭敬的饭局 带服务员离开 恭敬这才放开杨凡的手说道 还是避暑式的菜好吃 在这待久了 除了西南S4以外 其他地方的食物 都多少有点吃不惯了 快尝尝 杨凡入座后 对他的话并不赞同 全国各地的特色美食 都尝尝不是挺好的 恭敬摇了摇头 新鲜感罢了 吃多了就没有什么感觉 随即不再纠结这个话题 而是似笑非笑地 看向他问道 你家女主播呢 榜一大哥 杨凡知道他说的是小鹿 初次见面时 恭敬本来是没有兴趣 跟他认识的 会主动加V 还是因为小鹿的原因 问这个做什么 你希望他跟我一起来 妹子妩媚地白了他一眼 你们男人是不是都喜欢 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其他人我不知道 反正我是 美女我一向不嫌多 妹子文言愣了一下 这家伙竟然在自己面前 这么诚实 他不是想泡自己吗 哪怕你装一下也好啊 走走走 你有点贪心忧 这样可不好 我都有点后悔 约你出来了 那我走 杨凡直接把碗筷放下 起身就准备走 顿时弄得恭敬一脸猛逼 赶紧起身拦住他说道 唉 别啊 你怎么这么小气啊 我只是开玩笑的 谁让你走了 妹子心里有些疑惑 这家伙跟自己发信息的时候 不是这样的 怎么见面了以后 这态度不太对 跟自己这么的大美女吃饭 是别人求都求不来的事 你说走就要走 不过 想到对方的那个女主播 确实也没比自己差多少 再加上对方喜欢 给美女转账的冤种态度 身边肯定是不会缺美女的 可不能就这样让对方走掉 不然以后谁给自己大额转账 今天约对方出来的目的 可就是想维系好关系 让自己能在对方身上获得更多 要是弄出个反效果 可就亏待了 刚刚他那样说 不过是想看看 对方对自己的态度 看会不会迁就自己 甚至是会不会舔自己 现在的情况很明显 是自己想多了 所以就必须得换一个方式 与对方相处了 最近已经在四个美女身上 吃饱了的杨帆 本来就有点嫌弃 这空姐的纯洁度低 今天又看见那可怜的 各位数亲密度 更是直接笃定 对方将自己当成大冤种了 他虽然确实是个大冤种 但他可不喜欢别人 真把他当冤种 至少你花着我给的钱 你长长亲密度 让我能蹭一张二级反线卡也好啊 普通朋友 还有三十左右 亲密度呢 跟你认识这么多天了 期间又是转钱 又是聊天呢 这妹子还来个后悔约她 她当然不舒服 见妹子拽住她 不耐烦地说了句 别拉拉扯扯的 妹子可不听 一把将其抱住 我真不是那个意思 别生气了好吗 妹子也觉得委屈 心想 自己都不介意 你扎了 一回来就主动约你 你这什么态度啊 但他不敢表现出来 反而还得哄着对方 对方在他眼中 那可就是行走的龙国臂啊 谁能不稀罕 见杨帆不为所动 他心意狠 主动将身体紧贴对方 再次将豆腐往对方嘴里喂 杨帆被妹子紧紧抱着 大有一种强迫他吃豆腐的感觉 伸手在对方柔软的地方 捏了一下后说道 放开 妹子顾不得对方做乖的手 一点要放开的想法都没有 在他耳边倔强地说道 不放 我不让你走 杨帆一脸好笑地说道 那就抱着吧 反正我又不吃亏 说完后 故意动了动身体 谁知妹子根本不在意 甚至还轻微扭动身体 来故意撩拨她 哼 我也不吃亏 杨帆见状打算故意吓吓她 你再乱撩 待会起火了你 可得负责灭火 奈何恭敬根本不吃这一套 灭就灭 怕你不成 这时他心里反倒松了口气 对方明显已经没有生气了 不然不会说出这种话来 本来他还想掉一掉对方的胃口 但见对方好像有些小气 不敢乱事 索性打直球算了 杨帆见妹子这么大方 心里有些吃惊 果然 亲密度的多少 并不体现在这种方面 不愧是你啊 纯洁滴不是没有道理的 虽然他并不打算真的要了这个妹子 但这并不影响他享受一下对方的服务 反正双方都没有感情存在 全当逢场作戏了 你请我愿的事情 丝毫没有心理负担 那你准备怎么灭火 妹子闻言知道对方是被自己撩拨的 有那方面想法了 看来自己对对方来说 吸引力还是很大的 既然如此 他心里一乐的同时 又开始考虑要不要再拉扯一下 想了想 还是觉得不要节外生枝的好 万一玩脱了 可就不好了 于是装作不好意思的说道 我就住附近 等吃完饭你去我那里坐坐 我一个人住 杨凡摇了摇头 等不了 已经燃起来了 恭敬文言后直接无语 有这么急色吗 吃个饭的时间都等不了 不可思议的问道 你不会想在这吧 万一有隐形摄像头什么的怎么办 被别人看去 我还做不做人了 杨凡文言后思索了一下 也觉得对方说的有道理 本来想尝试一下妹子的吃东西服务的 暂时放他一码算了 留着下次 于是没好气的说道 那你还不放开 当我是柳夏会吗 妹子扑呲一声笑了出来 但也听话地将其放开 眼睛对他放了下垫后 妩媚地说道 那你别生气了 乖乖吃完饭 我给你发福利 面对妹子的诱惑 杨凡当起了正人君子 下次吧 我还是比较习惯 初次见面时 你那一脸高冷的样子 妹子听后有些吃惊 对方面对自己的勾引 居然拒绝了 刚刚不是还说 被自己点燃了喊着 要灭火吗 现在是什么情况 恭敬一时间 感觉自己有点看不透这个男人 这也不像是在欲擒故纵啊 毕竟自己都主动送上门了 但他不好询问 总不能人家拒绝了 自己还强送嘛 这个他可做不出来 第77章 多点真诚 少点套路 至于杨凡说的 自己高冷的样子 这玩意也得分人啊 面对自己没有兴趣的人 自己通常都是高冷的一品 但你跟其他人能一样 你可是行走的龙国臂啊 一言不合 就给自己赚了一次十万 一次三十万的财神爷 我敢跟你高冷 我看着像是一个恨钱的人吗 只要你一如既往地 往我卡里打钱 我恨不得把你给供起来 一天三处清香 早晚一次跪拜 但既然对方都这样说了 他打算试试用高冷的方式 跟对方相处 或许诱惑力更大 于是脸上妩媚的表情一变 瞬间清冷起来 眼神淡淡地瞟向杨凡说道 这样 这转变的速度之快 看得杨凡一愣一愣地 心里大呼 厉害啊 他笑着点了点头 这不是挺好的吗 妹子见他的反应不似作为 难道对方喜欢这种的 自己还不想舔呢 反正只要他高兴 时不时给自己散散财 其他都是小事 妹子点了点头 吃饭 随即就不再搭理他 优雅地开始加菜 杨凡觉得这妹子有点好玩 不同性格的转变说来就来 不去演戏多少有些可惜了 绝对是个好苗子 他吃了几口后 突然想起了什么 于是停下筷子说道 我问你个是 妹子看都不看他一眼 食不言请不语 杨凡听后 差点笑出来 这就有点过了呀 妹子颇有点不耐烦地看向他 问 你们空姐圈子里面 有那种比较纯的吗 妹子文言轻轻皱了下眉 什么意思 杨凡组织了一下语言说道 我想你帮我在你的圈子里面 物色一下那种代价而孤的美女 越纯洁得越好 有的话介绍给我 宫敬瞬间感觉怒气上涌 呸 渣男 你过分了呀 当着我的面说这个 你背地里玩玩女主播什么的 也就算了 现在还想让我给你介绍 你当我是什么 老宝子嘛 宫敬亲密度 三 渣男啊 这人简直是太渣了 最可恶的是 竟然还渣得这么明目张胆 杨凡看着面色不善的恭敬 本就不高的亲密度 还减了三点 满脸无语地说道 我说宫美女 能别给自己胡乱加戏吗 咱俩到目前为止 是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吗 你是我女朋友 还是老婆 再说 你给我介绍了 能少得了你的好处 妹子文言后不禁一愣 随即满脸问号时 我跟她好像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 只是先入为主地觉得 对方想抛自己 是属于自己的提款机 所以才会有些生气 但自己连实质性的关系 都没有与对方发生过 这气声的好像是有点草率了 但她可不会承认 而是反问道 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个 是对我没有兴趣 可你之前的反应不太像啊 杨凡两手一摊 我刚刚不都跟你说了 我喜欢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吗 法律又没有规定 不能多找几个女朋友 妹子文言直翻白眼 靠 渣男渣得像你这么诚实的 也算是清新脱俗了 但她还不死心 毕竟之前她是想过 在杨凡这里获得好处的同时 顺便了解一下 对方的具体事情 看看是不是什么豪门之类的 说不定 自己可以用美色拴住对方 一举嫁入豪门呢 毕竟年龄也不算小了 该为自己的将来打算一下了 于是悠悠地问道 你就没有想过 好好找一个相爱的女人结婚吗 杨凡一下就听出了 对方的弦外之音 相爱的人 你不会是在说你吧 就你这酒 哦不 六点的亲密度 你可不跟我说爱 还想嫁给我 脸呢 直接摇了摇脑袋 很光棍地说道 没有 我不结婚 我就想给所有有幸遇见 我的美女们一个嫁 恭敬感觉自己的三观 都快被颠覆了 我想骂人 我有幸遇见你大爷 美女们还要谢谢你 给了他们一个家呗 杨凡好笑地看了他一眼 我劝你别骂 骂了伤和气 考虑一下我刚刚的提议 回报或许超出你的想象 恭敬已经数不清 这短短的时间内 自己是第几次 被对方弄无语了 早就没法继续装高冷 转而一副 纯洁美女 你面前不就有吗 何必舍尽求远 既然对方摆明了 要当的海王 妹子考虑了一下 直接快刀斩乱麻地 毛遂自荐起来 反正她是打定主意了 怎么也不会 将这尊财神也给放跑的 什么以退为进 装生气 扭头走 臭骂对方一顿这种举动 她是不会去做的 怕玩脱 此时杨凡正用一副 不敢相信的眼神 看着恭敬 你 纯洁美女 你跟这两个字沾边吗 张嘴就来 我也想骂人怎么办 妹子见她这副表情 顿时炸毛 你那是什么眼神 我那层膜都还在 不纯洁吗 说完就一副委屈的模样 用表情诉说着 自己受伤了 见妹子这反应 杨凡顿时满脸黑线 现在连八十七纯洁度的妹子 都敢叫嚣着自己 有膜还很纯洁吗 直接吐槽道 医院修复的 可不能算啊 如果你非要这么聊的话 我觉得我们就没有什么好 继续的了 多点真诚 少点套路 这对我们来说都比较好 恭敬见对方好像很确定自己 在说谎的样子 也不知是不是在炸自己 顿时收起了怒气 脸色有些阴晴不定起来随即想到 现在这种情况 自己该怎么办 是要据理力争 一口咬定自己就是原装 并且表现得很生气 还是就此承认自己 不是原装的事实 如果自己是原装的话 对方对待自己的态度 肯定会好很多 自己也能得到更多 这个毋庸置疑 但这条路根本行不通 毕竟之前 自己轻易地就答应帮对方灭火了 这举动怎么想 都不太可能是多纯洁的样子 于是心里有了决定 只见他顿时泄气 确实如你所说 多点真诚比较好 第78章 空姐中的四大美女 杨凡见对方承认 也就不再纠结这个事 那继续之前的话题 恭敬也很洒脱 直接说道 你的要求我明白 我的圈子里 还真有这样的美女 她现在不在避暑室 对方跟我关系不错 你得跟我交个敌我才好去说 明白吗 杨凡好笑地点点头 明白 太明白了 她是你的挚爱亲朋 手足胸 那个姐妹 所以得加钱对吧 妹子顿时用手捂住额头 一副被你打败了的模样 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想问你 你是打算玩我而已 还是长期包养 我好帮你做工作 如果只是打算玩我而已的话 我估计她是不会同意的 她想找稳定的那种 并且眼光高着呢 追她的人里 可不缺少经济条件不错的 但她看不上 杨凡这才理解对方的意思 啊 如果你这个朋友 能达到我的要求 并且不介意我有其他女人的话 可以一直做女人 恭敬露出笑容 那我就好开口多了 现在可以说说你 准备开出个什么条件 来吸引她了 杨凡用一副 看傻子的眼光 看向妹子 我人都没有见到 开什么条件 妹子文言拿出手机 我这里有她的照片 你可以先看看 说完就起身 准备走向她 杨凡一脸无语地说道 一边去 照片这玩意 也能当真 妹子笑了起来 怎么 听你的口气 是被照片给骗过 我这照片是没有屁过的 真实度挺高 你先看看再说 这时 妹子已经走到她侧后方 弯着腰将手机屏幕 递到她的视线前面 她瞬间感觉到 一股好闻的香水味 扑鼻而来 直接伸手一把拦过妹子 呀 妹子在一声惊呼声中 被她用手拉着 侧坐在了她的腿上 妩媚地白了她一眼后 心里想着 切 还以为这家伙 对自己没有多少兴趣呢 但这对她来说是好事 只要两人的关系升温 有那么一层亲密关系在里面 自己才能从对方身上 活得更多 如果对方真对自己 没多少兴趣 自己反而要苦恼了 至于名不名分的 现在操心那玩意 干啥先搞钱 有钱了才有安全感 只要有足够多的钱 这辈子不嫁人了都可以 如果自己都财富自由了 干嘛还要找个大老爷们 来天天伺候着 给她操持家务 处理婆媳关系 还要给她解决生理问题 忍着痛给她生孩子带孩子 把青春付出了 最后变成一个黄脸婆 到时候 可能还会遭受对方的冷言冷语 甚至背叛 期间还要面对这老爷们 有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坏习惯 运气不好 甚至还会遭遇家暴什么的 自己犯得着吗 这乃是找依靠啊 这是给自己找个祖宗 如果想要孩子了 自己完全可以 找个精好的异性生一个就完事了 又不是养不起 坐在杨凡腿上的宫镜 短短几秒钟 就想了好多东西 随即她一只手 还住对方的脖子 一只手拿着手机给对方看 表现得比较配合 杨凡看着手机屏幕中 两名穿着空姐制服的美女合照 其中一名正是她腿上的宫镜 她直接无视 注意力放在另一名身上 这名空姐绝对是个游物 个子与宫镜一样十分高挑 容貌的话算是各有千秋 都是难得的大美女 但两人对比起来的话 杨凡感觉自己 更喜欢这个妹子一点 因为对方的外形条件 很好很性感 有着前凸后翘的身材 和比宫镜带了不少的凉带 再配上空姐制服 看上去就很丰满 完全没有青涩的感觉 满满的郁姐风 如同熟透了的水蜜桃等待采摘 她赞叹地说道 不错 确实是个游物 宫镜笑着说道 扬帆文言用手感受了一下黑丝良好的触感 有些惊喜地问道 四大美女 这种级别的你还认识三个 其他两个我不熟 而且他们也不一定能达到你的要求 扬帆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确实又要是大美女又要戴好低的 这样的妹子肯定很少 然后随意地问了一句 那还有一个呢 不是四个吗 恭敬千娇百妹地瞪了她一眼 露出一副你没有眼色的表情 还有一个可不就在你怀里坐着吗 扬帆文言一愣 随即笑了起来 妹子不满地说道 怎么 难道你觉得我不美吗 那你还抱着我干嘛 扬帆摇了摇头 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罢了 既然是与你齐名的 那颜值方面我 确实不用担心 哼 算你会说话 要说恭敬娜 高达89的综合颜值 还是很能打的 至少在自己认识的所有妹子里 除了风玉婷的90点以外 就数她的最高 可惜代号有些拉胯 并且不给自己提供亲密度 很明显只是朝着前来的 对自己虽然说不上排斥 但也没有多少好感 即使愿意配合地坐在自己腿上 甚至愿意做出一些亲密的事情 但本质上 对方是为了钱才这么做 并不是因为他这个人 更像是一场交易一样 各取所需 很难掌亲密度倒也正常 吃完饭后 杨凡与恭敬告别 并让他把介绍妹子的事情放在心上 跟妹子说通后 约出来见一下 从始至终 恭敬都没有提过杨凡之前所说的 给他报酬一事 他相信 以对方的豪爽程度 自己只要把事情给办漂亮了 对方是绝对不会拆使的 这种事情没有必要拿在明面上来说 然后杨凡就在妹子的无语眼神中 跑去健身了 看见他上车后 妹子喃喃自语道 你跑不掉 随即微笑着回到家中 慵懒地侧躺在家里的皮沙发上 黑丝大长腿随意地搭在扶手 拿出了手机 轻点了几下屏幕 拨给一个备注叫凌晨的联系人 杜杜 对面很快接通 一个好听的郁姐音传来 静静 这个时间点 你应该到避暑室了吧 怎么想到给我打电话 第79章 宫静轻笑着对着电话说道 当然是有好事了 嗯 什么好事 是你找到梁佩了 准备惊喷洗手 对面的妹子 显然对宫静是有一定了解的 开口就出言打趣她 证明二人关系还不错的样子 去你的 这个所谓的好事 是要坐落在你身上的 先谢谢你静姐 我能有什么好事 说来听听 先道谢 啊 谢谢我静姐 可以说了吧 看在你这么乖的份上 也不枉我有什么好事都想着你 对面文言 传来哭笑不得的声音 你就别卖关子了吧 我最近认识了一个很大方的有钱人 想把他介绍给你 人挺年轻的 长得也不丑 可比那些老男人好多了 怎么样 姐对你好吧 啊 你再跟我说笑话 既然对方这么好 你不留着 拿来介绍给我 妹子显然不相信龚敬的说辞 这也正常 两人认识的时间不短了 还是比较了解对方的 以往被龚敬瞧上的男人 从来都是只能听见他嘴上说 这男人的事 根本就别想见到真人 这性格的人认识了优质男人 会想着介绍给自己 龚敬无语地说道 没有开玩笑 我倒是想吃毒食 但这男的有钱是 确实有钱 大方也是真大方 缺点是太扎了 一心想当海王 我把握不住 与其便宜外人 不如便宜自家姐妹 便宜我 我说静静啊 咱俩都已经好到这种程度了 共享男人 有何不可 如果是别的男人 我还不乐意呢 但如果是这位的话 我觉得肯定不亏 你不是一直想把自己 交给一个有钱 又对你大方的男人吗 对面妹子没好气地说道 是这样没错 但我是想跟对方有将来的 你说的这种太不稳定了 我知道你的心思 不就是想嫁给有钱人 从此锦衣玉食 生活富足吗 不就是不想奋斗了吗 我也一样 但你有没有想过 就算不需要嫁 也可以满足你的愿望 电话那头文言沉默了 恭敬也不急 他相信对方最终会答应下来 正如对方了解他一样 他对对方的了解也不熟 不过是代价而孤罢了 嫁了也只是想要一份保障而已 只要价钱到位 保障不保障的 反而显得没有那么重要 果然 电话中传来对面妹子认真的声音 你是说包养 他有钱到什么程度 恭敬听后露出了笑容 这么跟你说吧 我跟他才认识不到十天 刚认识时 只是加了个V 话都没有说上几句 就V上聊了几次的情况下 他赚了四十万给我花 对面的妹子 听了他的描述后 顿时震惊了 倒不是震惊于四十万这个金额 而是才认识不到十天 两人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的情况下 就给了这么多钱 难怪恭敬会一直强调 对方有钱和大方的特质了 他确实没有听说过这么大方的 不知不觉有些心动起来 你说的是真的 我还不至于害你吧 肯定是事实啊 那他有说过会怎么对待我吗 恭敬知道 自家姐妹 这就是在问杨凡会出多少钱来包养她 和用什么方式包养了 她说 如果你不介意她有其他女人的话 可以一辈子跟着她 至于给多少零花钱她倒是没有说 说是要先见见女人 看看满不满意 对了 她喜欢纯洁的 你在我认识的人中算是 最合适的一个了 以对方的大方程度 你根本不用担心钱的问题 对面妹子轻笑着说道 确实很渣 不过渣在明面上也好 如果真能长期跟着她 倒是也算有保障了 对啊 只要钱足够多 嫁不嫁的 不过是个形式 至于爱情 爱特蒙卖麻花情 去她的吧 你信不信这玩意我不知道 反正我是不信的 对面的妹子知道 恭敬以前被男人伤过 之后就不再相信爱情了 一心只想搞钱 悠悠地说道 包养这种事 我都被你说动了 你来跟我聊爱情 想要爱情的话 她就不会一直代价而辜 一心只想嫁给有钱人了 哈哈 既然这样 等你飞回避暑室的时候 我带你去跟她见上一面 好 这次 恭敬成功地 把自己的小姐妹拉下水 挂掉电话后 她露出笑容 心里想着 邦娜财神爷 搞定了这么个 又纯洁又性感的大美女 好处应该不会少吧 随即打开 APP开始追起了剧 另一边的杨凡 在健身房中 做完热身和拉伸 浅浅地锻炼了 十分钟跑步机 和十分钟划船机后 选择了离开她 准备慢慢增加运动量 省得跟前天一样 弄得肌肉酸痛 健身房里 倒是有引起 系统提示的美女出现 但却不够亮眼 她也就没有多大兴趣 回到家中休息时 拿出手机刷起了斗音 由于时间还早 她熟悉的女主播 一个都没有开播 不过这无所谓 她百无聊赖地刷着视频 偶尔会去评论一下 发表自己的看法 对于斗音经常往她这里 推美女直播的行为 她只能说 大数据确实牛逼 不过二十多个女主播刷过去 竟然没有引起系统 哪怕一次提示 这就很无语 这斗音上的真美女 居然还没有大街上的多 在刚刚划过一个女主播后 检查到有效消费对象 终于 久违的提示出现 她定睛一看后 顿时有些错愕 随即露出一丝笑容 只见屏幕上 正是一名金发碧眼的外国妹子 在唱中文歌 这妹子的皮肤 看上去特别白 但又不是那种病态的白 这种皮肤 衬托着她那很符合 东方审美的长相 就显得很漂亮 高鼻梁 薄嘴唇 一头金色过肩中长发 左边披在身后 右边放前面 露出一只戴着耳钉的可爱耳朵 大片白嫩肌肤 正坐在椅子上 中文发音 虽然说不上多标准 但也还不错 应该来龙国有些日子了 大概率是留学生 对方的声线很好 唱歌还是很好听的 杨凡心里想着 貌似勾搭一个外国美女 好像也很不错的样子 感谢 你家猫散步 被我捡走了大大送来的 抱更洒话 感谢各位大大送来的各种礼物 万分感谢 第八十章 爱唱歌的外国美女 杨凡看了看这名外国美女的斗音 名字叫妮娜 下面写着乌拉国女孩爱唱歌 直接注明了对方来自于乌拉国 这也省得她去猜测 直接就点了进去 妹子正唱的投入 并没有因为她的到来而停止 她看了下直播间的人数还不算少 有三百多个 随即默默地将歌听完后 啪啪啪的 瞬间甩出五个嘉年华上去 妮娜刚刚唱完歌 就见到屏幕上出现嘉年华特效 顿时喜笑颜开 谢谢 谢谢办事逍遥大哥送来的嘉年华 妮娜好喜欢 谢谢你 妹子连贯地说着龙国语 除了发音稍有瑕疵以外 其他并没有什么问题 这时水友们开始吐槽 完了 妮娜被土豪看上了 靠 我的妮娜女神被嘉年华砸了 ad办事逍遥 老板糊涂 老板去给龙国女主播刷吧 妮娜就留给我们了 妮娜你可千万要把支柱啊 区区几个嘉年华而已 等我存几个月 我来给你刷 ad办事逍遥 老板糊涂 ad办事逍遥 好哥 跟你商量个事呗 你去别墅留大去 留片净土给我们啊 自己人别误伤 跟你打个伤了 你去祸祸别人去吧 妮娜留给我 切 五个嘉年华而已 就想祸祸妮娜 她在想屁吃 逍遥哥 你们都不知道 五个嘉年华明显是见面里 她认真出手 我怕妮娜看不住啊 对 还是把她赶走吧 这个LSP坏低狠 逍遥哥的见面里 不是一向都是17个嘉年华吗 怎么变五个了 刷拉了 他很有名吗 没听说过啊 谁啊 不认识 杨凡也在看水友们吐槽 这个直播间里 知道自己的明显不多 这很正常 逗音用户这么多 自己随便进个直播间 就有一些水友认识自己的号 这就已经很夸张了 妮娜看着自己直播间的水友们 竟然发出不少 想劝大哥离开的言论 顿时一脸黑线 自己难得遇见一个 肯连续刷家年华的大哥 你们这不是骇人吗 赶紧转移注意力 出声说道 欢迎逍遥哥来到妮娜的直播间 妮娜是一名唱歌主播 不知道大哥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歌呢 可以点歌的 杨凡想了想 刚刚这个妹子唱的是龙国老歌 随即也准备点 一首他觉得好听的老歌 于是飘频道 唱首 不必在乎我是谁吧 会吗 妮娜照着念了一遍后 顿时想起这首歌来 开口说道 我知道这首歌 很好听 但这首歌对感情和精力的要求很高 我可能没有办法唱好 只能尽力去唱 办事逍遥 没关系 尽力就好 杨凡虽然不是很懂音乐 但听妹子这样说 也觉得对方还是有些专业的 随后妮娜说道 接下来一首很好听的老歌 不必在乎我是谁 送给逍遥哥和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说完后 就调试了一下设备 很快前奏一结束 妹子开始唱了起来 我觉得有点累 我想我缺少安慰 我的生活如此乏味 像花一样枯萎 几次 真的想让 自己醉 让自己远离 那许多恩怨是非 妮娜刚开口唱时 水友们 还只是觉得她的声音很好听 直到唱到这里时 已经有不少水友开始讨论 这个很好听啊 我以前居然没有听过 待会去搜原版来听听 我也觉得挺有感觉的 怎么会没有名气呢 神特么的没有名气 那是你们年龄小了 所有才不知道这首歌 确实 九十三年的歌 李中盛做的词和曲 熟悉这首歌的人 多少带点年龄了 那逍遥哥 岂不是暴露年龄了 妮娜还在继续唱着 女人 若没人爱 多可悲 就算是有人听我的歌会流泪 一曲终了 妹子之前唱着唱着 闭上了眼睛 现在才刚刚睁开 轻声说道 这首歌把女人的感情 描绘得很细腻 妮娜的精力还太少 唱功也不足 实在唱不出那种感觉 朋友们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去听听原版 水友们文言 纷纷开始各种夸赞 妮娜起来 这时 屏幕上飘起了 嘉年华特效 半时逍遥 送出嘉年华星号三 半时逍遥 送出嘉年华星号二十 杨凡直接刷起了联机 一口气打出去 二十个嘉年华 才停下来 妮娜瞬间激动了 谢谢逍遥哥 好多嘉年华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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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他刚一说完 水友们炸锅了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逍遥哥这个LSP 不会放过妮娜的 哎 痛心啊 Ad半时逍遥 你都守护好几个美女主播了 倒是给我们留点啊 完了 妮娜开始舔大哥了 我爱你都说出来了 刚刚不是有一个 说逍遥哥刷拉拉的兄弟吗 人呢 果然 女主播和榜一大哥 不得不说的秘密 又要开始上演了 连外国女主播 都逃脱不了这个魔咒 羡慕极度狠 又是羡慕大佬的一天 又是羡慕大佬的一天加一 又是羡慕大佬的一天加10086 面对水友们的吐槽 妮娜只能假装没有看到 这种话题 她可不好参与讨论 杨凡则是直接无视 随后她又在直播间中 玩了不少时间 与妮娜聊聊天 听听歌 最后再次交出 十个嘉年华后离开 在私信中一看 果不其然 有妮娜发过来的V号 一直在直播间 听歌加聊天的她 甚至都没发现 这个妹子是什么时候发的信息 不过这不重要 直接就打开V 将妹子给添加上 加了的同时发现 收到一条有些意外的信息 竟然是风玉婷发来的 自从那天 她在亨特国际买化妆品送对方 怕对方不好意思收 直接跑了以后 二人就没有再联系过了 这时对方竟然会主动给她发信息 这是她没有想到的 虽然这条信息 仅仅只是个流氓兔T门的动态图 第81章 来自风玉婷的邀约 风玉婷这几天 虽然都在照常上班 但心里总是感觉怪怪的 皆因为那天杨凡送了她很多高档化妆品后 就再也没有联系过她 她考虑过要把这些东西全部退了 然后给对方用原路返还退款 但晚上睡觉前明明都已经想好了 下定了决心 结果第二天带着东西去上班时 又开始犹豫起来 心里还是很不舍的 以至于事到临头后 下定的决心就突然动摇了起来 再加上他们店长见她带上这些 还没有开封的化妆品来上班 一眼就看出她想什么了 于是趁她犹豫不决时 上去就是苦口婆心的一番劝说 可以说是动之以情 小之以礼 甚至店长一个眼神之下 连其他同事也加入了劝说行列 对着风玉婷就是一阵洗脑输出 风玉婷本来就是一个比较优柔寡断 没有太多主见的软妹子 哪经得起店长这个老江湖 还带帮手一起输出的阵场 连番轰炸之下 被说得一愣一愣的 只觉得有一定的道理 最后傻乎乎的 在下班时又把东西给拿回家了 同事和店长 给她说了好多夸赞杨凡的好话 以至于她心里竟然生起一种感觉 好像对方还不错的样子 特别是店长说 别人第一次送自己礼物 自己就给退回去的话 那无疑就是在拒绝对方 再加上自己本来就有些舍不得 所以决定在还没有考虑清楚之前 暂时就不退了 她本以为杨凡是想追求自己 才送这么贵重的东西 肯定很快就会联系自己 甚至还纠结过 如果对方直接跟自己表白的话 自己该如何回忆 事实确实 对方这几天 就像是突然消失了一样 一点音讯都没有 她又忍不住开始怀疑 心里多少就有些患得患失的感觉 这几天老想着这事的她 在今天下班前 鬼使神差的去找店长聊了一下 将杨凡从那天之后 就再也没有联系过她的事情说了一下 想听听店长对这情况有什么看法 谁知她还被店长打去了一番 说她已经不知不觉间 开始对那个男人上心了 让她不要做出 让自己后悔的决定云云 一直到她感觉自己 都快解释不清楚了 才得到店长给出的看法 只见店长微微一笑 自信地对她说道 小朋友 这有什么想不明白的 那个小男生 大概率就是在跟你玩玉琴故纵了 想等你先联系她 以此来满足她的胜负玉 虚荣心作祟罢了 小花招而已 风玉庭文言 老实巴交地问道 哦 那姐 那我要不要先联系她呢 那姐略微一思索 如果是其他男生的话 我会告诉你 不需要搭理对方 对方会忍不住主动来联系你的 但那个男生的情况不太一样 我建议你主动给她发信息 满足一下 她那可笑的胜负玉又如何 你也不损失什么 这样说不定还能让对方觉得 我觉得你是个善解人意的好姑娘 唉 是吗 杨哥的情况为什么不太一样 见着妹子傻傻的模样 店长直接翻起了白眼 没好气地说道 她这样的男生 肯定是有很多狐妹子盯着的 比你想象当中要受欢迎很多 你要是不给点回应 导致她被别人勾引走了的话 将来有你后悔的时候 那姐甚至在想 自己年轻的时候 怎么就没有这样的小男生 出现在自己身边转悠呢 自己肯定能把握得住啊 哪像面前这个傻丫头 运气是好 但脑袋瓜嘛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傻人有傻福 这一下封玉婷是完全听懂了 满脸犹豫地说道 可我还没有考虑好呢 这时 那姐都差点被这妹子给弄笑了 用一副看傻子的眼神看向她 现在只是让你给对方些回应 又不是让你去做对方女朋友 你要考虑什么 你跟那男生先相处一下 相处过程中 有的是时间给你考虑 尽可攻退 可守的事情 你还犹豫什么 记得与她联系勤一点 拽住她 免得便宜别人 就这样 时间差不多了 收拾一下 下班吧 啊 就这样 封玉婷下班的路上 将娜姐的话想了好久 感觉自己好像有点想明白了 但拿起手机 又不知道发什么信息过去 犹豫了好一会 才点了一下流氓图踢门的表情包 杨凡的信息 很快就回了过来 别踢了 门开了 小妹妹你找谁啊 妹子见她这么快就回信息 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找你 找我聊天请按一 找我帮忙赶苍蝇请按二 找我约会 请按键号键 妹子没有接她的茶 犹豫了一下回到 你现在忙不忙 我想请你吃顿饭 那就是按键号键了 嗯 本来忙 是挺忙的 但看在你第一次约我的份上 我怎么也得给你个面子 说吧 时间地点 不用的 你有事就先忙 饭我们改天再吃 正是重要 另一边的杨凡 看着风玉婷的回信 一脸无语 自己忙的屁啊 正躺在床上刷豆芸呢 没想到 只是随便口嗨一下 开个玩笑 妹子就当真了 还挺时尚 再忙也要吃饭啊 怎么 你忙起来 连饭都不用吃的吗 那当然不是 你有时间吃饭就好 你有什么想吃的吗 都行 我不挑食 那我们去私恋吃丝娃娃吧 我外部家那里就有一家 挺好吃的 正好离你家也不远 好 我就在这边的 你多久能到 那你等我二十分钟 我已经在车上了 好 这次杨凡没有选择 自己开钱 带妹子去吃大餐 对方想请自己吃饭 明显是为了表示 一下谢意 这种是你来我往的次数多了后 二人不就熟络起来了 这种情况下 自己要是说自己请客 这个妹子肯定不会答应 对方愿意主动约自己 这本身就是一个好的开始 何必去破坏他呢 随后杨凡慢悠悠地出门 朝着妹子说的那家私恋的位置 闲逛而去 他刚到那里几分钟 就看见封玉亭从道路的另一边快步走来 而那边正是公交车站所在的方向 不禁感叹 这妹子真节约啊 第82章 接地气的杨凡 姓名 封玉亭 年龄 23 身高165 体重50 综合颜值 90 99 状态 正常 亲密度 37 只见封玉亭今天穿着比较简单 很普通的一件带图案的白体 续配牛仔马裤 外加一双小白鞋 但却能穿出亭亭玉丽的小清新感觉 显得很清纯唯美 此时他也看见了杨凡 见对方已经在门口等待 再次加快脚步 小跑过去 露出温暖的笑容说道 杨哥 让你久等了吧 妹子的笑容让杨凡有些愣神 感觉她真的是那种越看越好看的女生 杨凡点了点头 是啊 等好久了 你要怎么补偿我呢 啊 妹子没有想到她会这么说 一时间有些愣神 她见妹子这惊讶的可爱模样 顿时笑了出来 逗你的 我也当当的 我们进去吧 话说 你怎么不打车过来啊 妹子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坐公交车挺好的呀 还有空调呢 没有必要浪费钱 杨凡听后犹豫了一下 开口询问 你平时都这么节俭吗 你工资也不算太低吧 妹子无所谓的回答道 也不是节俭了 该省的省 该花的花嘛 每个月存点钱 以备将来的不时之需 就挺好的 而且还可以用来旅游呢 你喜欢旅游 妹子顿时 露出向往的表情 点了点头 当然 我想将来 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以到处去走走 到处去看看 杨凡见对方这模样 笑着说道 一定有机会的 二人此时 已经进入私恋 找了个空位 坐下准备点单 这里虽然主要是吃丝娃娃 但也可以点到避暑市 很多特色小吃 价格不贵 味道还挺不错 很受本事的 工兴阶层喜欢 拿过菜单地给杨凡说道 杨哥 我在美团上团购了一份套餐的 你家一些你喜欢吃的吧 杨凡接过菜单放在一边 没有趣点 而是说道 我也不知道 你套餐里有什么 为了避免点重复 等套餐上上来 我看看缺什么再点 嗯 好 二人闲聊了一会 很快小吃 就一份接着一份的上了上来 品种还是很多的 完全足够两个人吃 根本不需要在家 看着满桌的食物 妹子笑着问道 杨哥你平时一定很少吃这些吧 来尝尝 味道真的很不错 杨凡没有回答 而是拿起一张面皮 三两下就加了很多种蔬菜丝放里面 瞬间就包好一个 手法很咸熟 包得很标准 随即似笑非笑的 看向有些惊讶的妹子问道 我像是很少吃的样子 说完就浇上辣椒水 一口将刚刚包好的丝娃娃 全放嘴里 不断嚼着 封玉婷见他这模样露出了笑容 只感觉对方还挺接地气的 一点也不装 封玉婷亲密度加二 杨凡咽下后 又拿起铁签烤肉 开始撸串 嘴上说着 果然 第一个丝娃娃 永远是最美味的那一个 看着我干嘛 吃啊 唉 好 随即 妹子也加入了吃东西的行列 一边吃一边说道 感觉杨哥你包得比我还好呢 小看谁呢 我也是经常会吃这些的好吗 鬼知道他十几天前还是个穷屌丝 肯定怎么省钱怎么来啊 并且连这种店都不常来 想吃这些小吃的时候 几乎都是去路边摊 比封玉婷还省了 妹子可不知道这些 二人一边吃一边聊 气氛显得很轻松 他感觉跟杨凡相处起来 并不想自己想象中的样子 本来还怕对方吃不惯这些的他 此时见对方吃得开心 心里也松了口气 封玉婷亲密度加一 一顿饭收获了妹子三点亲密度 使其一举突破四十 已经不算低了 对方比公敬那种长不动亲密的 可要墙上太多 获得反线卡 不会需要太多时间 二人吃完饭后离开私恋 刚出门 杨凡就提议道 我们去散散步吧 妹子犹豫了一下 感觉刚刚跟对方相处 还是挺愉快的 于是点头答应 好呀 正好萧萧时 免得长胖了 杨凡闻言有些好笑 那你刚刚吃东西时 怎么没有少吃点的觉悟 妹子顿时笑了起来 我管不住嘴 不过还好 我属于那种 只吃东西不长肉的 很多女生 怕是要羡慕死你这种体质了 谁说不是呢 我闺蜜和同事都很羡慕 还以为我有什么秘方 二人走着走着 路过一个商场 算是他们这边 最大的一个商场了 打算尝试加快妹子的 亲密提升速度 于是说道 我们进去逛逛吧 妹子疑惑地问道 杨哥 你要买东西吗 还不知道 逛逛呗 万一有看上的东西呢 就顺便买了 反正也是散步 那好吧 二人进入商场后 只见一楼有好几家 卖化妆品的 杨凡好奇地问道 这里的香奈 跟你们那边的有区别吗 妹子摇头说道 没有什么区别 都是总部发货 定价也基本一样 杨凡没有多说什么 带着妹子走上了自动扶梯 妹子见对方带着自己 直接走上了三楼开始停留 顿时心里生起了怀疑 因为三楼是女装区 都是女生的服装鞋子 和包包配饰什么的 各种品牌店铺 他顿时停下了脚步 杨哥 男装区在楼上 杨凡见妹子停下后 笑着说道 我们先在这里逛逛 妹子此刻已经有些猜测到 对方可能是想给自己买东西 这时他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上次 对方送他化妆品的时候 于是狐疑地看向杨凡说道 这里是女装区 别告诉我你想穿女装啊 啊 见他这表情 妹子觉得自己猜对了 赶紧说道 你不会是想给我买东西吧 我不要 你上次送我那么多化妆品 我逗 我逗 反正我不要 走走走 他说完竟然直接上前 想推着杨凡离开 第83章 莎莎求助闺蜜 杨凡此时也承认了 好笑地说道 去逛一下吗 万一有喜欢的呢 妹子摇头 没有 肯定没有 说完后 见他不肯走 妹子心生一计 直接走到下楼的自动扶梯上 还回头笑着 给他做了个白白的首饰 我走了呀 你自己逛吧 杨凡无奈 对方亲密度也没有动静 不知道这妹子 是真的不好意思 再收自己东西了 还是在立人设 不过没关系 多相处一些日子 就清楚对方的大概性格了 而且 对方的亲密度 长得并不慢 不需要急于一时 待他跟上去时 妹子显得有些心事重重的样子 风玉婷此时感到一些压力 不像吃饭时那样轻松 因为 他现在已经很笃定 对方是对他有意思了 虽然他对此并不排斥 甚至在试着 与对方相处 压力来自于 对方的攻势 有些过于猛烈 动不动就想送他贵重东西 甚至有些怕对方 会突然跟他表白 他现在还不知道如何回忆 而且 之前已经收过 对方的贵重化妆品了 绝对不可能 再继续收其他礼物 别说现在 他还没有与对方确定关系 就算已经再交往了 也不好意思经常收对方的东西 所以选择逃避 杨凡见前面的妹子 有些心不在焉的样子 知道对方肯定在想刚刚的事情 至于如何看待自己的这种行为 在亲密度没有动静的情况下 他表示猜不到 所以没有去打断 想看看 妹子想通后亲密度 会不会有浮动 然而 一直到二人走出商场 也没有任何动静 这时妹子转头说道 杨哥 时间不早了 我就先回去了 我们改天再约吧 他也看出了 妹子现在明显有心事 并不在状态 勉强约对方去做些什么 或许会起到反效果 于是点了点头 好 一起走一段吧 反正我也要回家 嗯 好 带二人一直走到岔路时 杨哥 我外婆家就在那边的小区 我就先回去了 你家离这里还有一段路 你要注意安全 好 改天再约 这时 妹子对着他挥了挥手后 转弯离开 杨凡也不在意 继续往前走着 他没注意 当他刚走没有多久 妹子回头看了一眼 发现他消失在路口后 心里顿时松了口气 之前升起的一些压力 瞬间一扫而空 风玉婷亲密度加三 已经走远的杨凡 突然收到妹子 长亲密度的提示 也是一愣 思索了好一回想到 或许是刚刚自己的行为 让妹子有些负担 现在分别后 对方放松了下来 所以长了亲密 他心里猜测 看来这个妹子 不能用送奢侈品的公式 送一次两次的 或许还好 送得太频繁 可能会让对方有心理障碍 甚至是感觉害怕 最终只能起到反效果 随即他摇头 笑了笑继续 往家的方向走去 到家后 他洗了个澡就倒在床上 拿出手机进入斗音 这时他熟悉的女主播们 基本上都在线 除了莎莎的直播间以外 他都去玩了一圈 每个直播间 都停留了不短的时间 随意地给他们投喂了一遍 当他刚刚从阿里的直播间 看完热舞出来时 惊讶地发现 莎莎今天竟然提前下播了 他不知道 这几天他冷落莎莎的行为 让这个小丫头的心态有些失衡 这小丫头 今天见杨凡 又是哪个守护主播的直播间都去了 就是不去他那里 心里有些急了 心情不好之下 就提前下了播 天府省 一间公寓中 此时正有一个长相甜美可爱的 双马尾萝莎莉 坐在椅子上皱着眉头 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 保持这个表情十多分钟后 他拿出手机播了个号 杜杜 电话接通后 他迫不及待地说道 玄姐 逍遥哥他今天又上线了几个小时 还是没有来看我直播 声音显得有些委屈 对面的声音响起 你先别难受 他还是跟前几天一样 给其他女主播都刷了 嗯 是的 那就没错了 他不是在跟你生气 更不是要就此冷落你 肯定是在点你呢 不然不会这么刻意 可是 可是我有用心维护逍遥哥呀 他为什么不冷落其他主播 要来冷落我 对面文言笑了一下 我觉得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 你是他第一个看上的女主播 比其他的都独特 所以 他对你的期望最高 而你的表现 没有达到他的预期 所以就先点醒你 让你做出选择 莎莎听完以后 回味了一下 感觉闺蜜说的有些道理 随即问到那第二种可能了 第二种嘛 那就是其他几个女主播 都已经有了表示 就差你了 不点你点谁 莎莎此时陷入了纠结当中 他当然明白 闺蜜所说的表示是什么 当主播的怎么会不明白 这些 但他选择做直播的目的 仅仅是想靠着自己的才艺 和交好的外貌 来赚些零花钱而已 所以一开始 就没有想过那种事情 直到逍遥哥的出现 打破了他的原计划 十多天时间里 对方给他打赏的钱 已经远远超出他的预期 使得他心态彻底转变 想要赚更多的钱 所以一直用心维护好对方 想让对方以后 都做自己的守护大哥 然而想法是好的 现实往往事与愿违 以现在的情况来看 如果只是 这样的维护 是留不住逍遥哥的 但一向洁身自豪的他 又很难做出 空降大哥的决定 所以这几天 他就显得很纠结 现在的情况很明显 如果自己不做点什么的话 肯定会失去逍遥哥 这个神猴 想着对方这短短时间里 就给自己打赏了这么多钱 以后还有这么长的日子 那岂不是 还会被投喂更多更多 想到对方的豪爽程度 小丫头 感觉自己的野心 正在慢慢扩大 这时 闺蜜的声音再次响起 这是你自己的事情 只能你自己考虑清楚 我只想说 一定要尽快做出决定 很多男人 都是上头快 下头更快的生物 一旦拖的时间长 对方对你下头了 那可就没有办法挽回了 感谢 叶风魂大大送来的大宝剑 感谢 爱吃吐司白面包的风 大大送来的宝更洒花 感谢各位 大大送来的各种礼物 万分感谢 跟走过路过的读者大大们 求点用爱发电 感谢 第84章 莎莎的决定 莎莎能听得出来 闺蜜是倾向于让她妥协的 只是没有明说而已 挂掉电话后 她再次陷入了沉默 但经过她越发不安的心 和闺蜜的劝说后 她心里的天秤 已经渐渐清闲 保持思考的模样良久 她悠悠地叹了口气 心里感觉顿时轻松了不少 纠结她好几天的事情 总算做出了决定 她拿起手机 给闺蜜发了条信息过去 然后笑着走出房门 对沙发上 正看着电视的一名美貌 淑妇说道 妈妈 我这个周五放学后 要跟玄姐出去旅游两天 最时星期天回来 美貌淑妇听后 有些意外 你们要去哪里旅游 沙沙脸不红心不跳地说道 我们商量好了 去避暑室晚两天 天府实在是太热了 在这里 只能躲在家里吹空调 打算过去玩玩 顺便降降温 沙沙在家里 表现得一直很懂事 对于这个女儿 美淑妇 还是比较放心的 再加上 还有个年纪稍大的旋儿陪同 只是周末出去玩两天的话 想来不会出什么事情 于是她说道 去吧 天天不是上课 就是做直播 你也该放松下自己了 但一定要注意安全 每天都要打电话 回来报平安 知道吗 沙沙笑着点点头 妈妈你就放心吧 随即她回到房间 倒在床上 她不打算提前联系杨凡 准备直接订好机票 周五到了 避暑室在联系对方 这样可以给对方 一个惊喜的同时 也会显得更加有诚意 沙沙表示 既然已经想通了 那就不做择已 要做就尽量做到最好 至于她到避暑室后 杨凡会不会来接她这些 她完全没有去考虑 大不了自己在那边玩两天 又坐飞机回来呗 她回房间后 客厅中的妈妈 就打了个电话给她的闺蜜 表面上是让对方 多照顾一下自己女儿 实际上是想打探一下 有没有这回事 但沙沙已经提前 发过信息给闺蜜 再加上闺蜜本身 又是个聪慧之人 一点马脚都没有露出 成功过了她母亲这一关 对于沙沙准备 直接空降过来一事 杨凡完全不知情 当当她正与乌拉国美女妮娜 发着信息聊天 知道了对方 是来中国的留学生 今年大三再读 没有聊多久 她就开始有些困意 现在已经是睡着了 第二天 她起床后 手机上有不少未读信息 徐山 我想你了 恭敬 你的事情 我可是帮你搞定了 等对方回避属事的时候 带来见你 顾瑞杰 又是想哥哥的一天 不过人家 会听哥哥的话 乖乖上课 么么的 其他倒是没有什么 但总感觉 今天徐山的语气 有些怪怪的 多少有点不太像她 之前都是打直球的 约自己吃饭 KTV唱歌这些 而且称呼她为死鬼 今天啥也没约 只说了个想自己了 感觉这更像是顾瑞杰 这小丫头 会说出来的话 但她也没有多想 甚至没有回 直接洗漱去了 弄完后准备去健身 想着顺便蹭顿午饭 所以发了条信息给李威 我要去健身了 你在舞蹈教室吗 一起吃午饭 我没有在 你自己吃吧 杨凡感觉有些不太对 这已经是她 约李威的第三次了 自从第一次 教自己健身后 就再也没有约出来过 这是巧合吗 但对方的亲密度 又没有什么动静 不像是出现了 什么问题的感觉 想不明白 于是她打算再观察看看 另一边 舞蹈教室中 正准备跟学员们 去吃饭的李威 再回过杨凡的信息后 就停下了脚步 想了想 还是点外卖吃算了 免得出去与对方撞见 实际上 她这几天 是在有意避开杨凡 她心里也说不清楚为什么 自从上次 与对方一起健身后 她感觉自己心里 对对方的排斥感 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这种奇怪的现象 让她感觉到有些慌乱 每次收到对方的信息时 她都想答应下来 但心里 又会莫名其妙地开始慌乱 她怕这种奇怪的现象延续 所以强迫自己拒绝 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以前也没有出现过 类似的情况 现在唯有暂时逃避对方 这种慌乱的感觉 才会消失不见 但总觉得 这样也不是办法 毕竟她也不想 失去杨凡这个朋友 也不知是因为 钱不想失去 还是因为其他什么 心里暗示自己 过段时间再说吧 或许过段时间就好了呢 于是 李威就这样稀奇古怪的 自己把自己给说服了 这时 一个穿得很嘻哈的男生 走到李威附近说道 你怎么了 妹子看了她一眼 随意说了句 什么怎么了 男生有些疑惑地问道 不是大家约好了 一起吃午饭吗 你怎么突然不去了 是哪里不舒服吗 不想去了 你跟他们去吃啊 管我干嘛 李威说完后 转身就走 到角落里去坐着休息 啊 只留下男生 一脸尴尬地站在原地 李威刚刚来舞蹈教室的时候 就因为漂亮的外貌 和良好的身材 被不少男学员 和老师给惦记上 一开始 每天都有不少人献殷勤 但她的态度太冷了 显得非常不合群 以至于愣是没有一个 能与她走得近的 也就跟女学员和女老师 还会聊聊天 一起约约饭什么的 让别人一度以为她是个拉拉 后来有这种传闻出现后 她干脆连女性 都不怎么接触了 就弄得舞蹈教室的人有些猛 每次都是自顾自地学舞练舞 下课后就独自回家 这次还是一名女学员说 今天请大家吃午饭 李威本来都答应了 这零食又突然变卦 其他人倒是已经对她的特立独行 见怪不怪了 就没有多说什么 但这名男生才来教室不久 一眼就喜欢上了李威 想凭借着自己长相阳光帅气 加上家里有点小钱 把对方给追到手 奈何平时根本约不到 但好在能说上几句话 比其他男生要稍好一些 她觉得自己很有希望 第85章 徐山强行为我喝茶 但最近这段时间 李威又对她表现出了冷淡 这让满腔热情的她 有点摸不着头脑 本来见到大家都吃饭去了 教室里只剩下李威 她故意留下来 想陪对方聊聊天 看看对方突然变卦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打算关心一下来刷好感 但对方好像不太想搭理她的样子 这就很无语 深知追女孩 要胆大心细脸皮后的她 没有就此离开 而是朝坐在角落的李威走过去 谁知她还没有开口说话 只见李威用不太友善的眼神 看向她 冷冷地说道 能让我静静吗 男生文言一愣 感受着美女语气中的冰冷后 心里有些退缩了 但还是勉强鼓起勇气 轻声问道 是出什么事了吗 说出来或许 妹子顿时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你很倒笑呢 我的事 跟你有什么关系 见美女这样说 男生心里有些不爽 但见对方要生气的模样 嘴上还是说道 你别生气啊 我走 我走还不行吗 说完就无语地转身离开舞蹈教室 这时 李威有点神游太虚 想到了自己与杨凡的相处 想到了她那根本 不管自己生不生气 不管自己是否对她冷言冷语 甚至打她咬她 她都继续缠着自己 耍无赖的样子 还有自己差点被车撞 对方替自己道歉的场景 以及在健身房中 自己故意整她 她还满脸吃痛地配合自己 本来冷着脸的美女 不自觉露出一丝笑意 李威亲密度加二 已经收拾好 正在想约谁吃饭的杨凡 突然发现 李威这妹子 长了两点亲密度 就很疑惑 喃喃自语地说道 看来自己之前是多心了 小美女 这不是挺正常的呢 还会主动长亲密度了 她看了看之前 给她发信息的三个妹子 顾瑞杰在上课 恭敬她不太想约 根本长不动 那就只剩下徐山了 给这丫头消费和转钱 还勉强能长亲密 对方也约自己好几次了 想到对方那张可爱的娃娃脸 配上大长腿 以及既大胆又主动的风格 偶尔换换口味 还是挺不错的 于是直接一条信息甩过去 出来吃饭 在学校正考虑 今天中午跟闺蜜顾瑞杰 吃什么的徐山 突然发现杨凡回了她信息 顿时一阵激动 心想 不容易啊 看来对方是真的喜欢顾瑞杰这种 带点茶味 又装得十分乖巧的类型 自己这才刚刚试着尝试一下 明显就有所收获了 看来要再接再厉才行 赶紧回到 好的 在哪吃呢 人家马上就过去找你 杨凡看着徐山语气明显 与之前不同 多少觉得有些古怪 这小妮子今天是怎么了 算了 管她的 反正不影响体验 随即发了一家知名餐厅的定位 给她 妹子表示 只需要二十分钟就能到 徐山结束聊天后 看了看身上的穿着 还行 因为要来学校上课并没有穿得太离谱 很适合装乖 再说 也来不及回家换了 总不能让土豪等自己吧 那下次不是更难约了 她戴上小包包 准备在车上的时候补补妆 随即就火急火燎地 往学校大门处走去 谁知被准备来找她吃饭的顾瑞杰看见 珊珊 你要去了 啊 听见是自己闺蜜在喊她 徐山一转头 多少有些心虚 怎么突然有种 小三被抓包了的感觉呢 随即摇了摇头 把这种不好的想法赶出脑海 镇定地说道 啊是瑞瑞啊 我要出去一趟 下午的课就不上了 顾瑞杰狐疑地看向她 下午可是有老妖婆的课呀 你确定要逃课 徐山当然知道下午的课程 但杨凡难得约她一次 她可不想错过 我会以身体不舒服请假的 你别管 我走了 妹子说完 迈起大长腿 就快不离开 啊 顾瑞杰没有多说什么 又开始考虑起 只有她一个人的话 中午去吃什么了 当杨凡到底餐厅门口时 徐山已经站在门口 妹子上身穿着米黄色体恤 下身是蓝色短裙 尽管只露了腿 但配合上那张非常可爱的娃娃脸 依然是那么吸引人目光 姓名 徐山 年龄 19 身高 171 体重 53 综合颜值 85 95 状态 正常 亲密度 23 对面的美女此时也看见了她 心里再不断提醒自己要装乖巧 对 还要带点茶味 于是露出甜美的笑容 迎上去就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 并小声说道 人家这段时间超想你的爱 但人家知道你一定很忙 所以也能理解 谢谢你抽空约我吃饭 我好开心 被妹子抱住的杨凡有些猛 什么情况 刚刚才看了对方的亲密度 与那天一样 还是23点没有变啊 怎么感觉这妹子改变有些大呢 杨凡对着她的翘脸上映了一下 随即说道 走吧 先吃饭 好大 二人进入餐厅点好菜后 妹子又开始作妖 只见她不断给杨凡加菜 加了一些后 一脸期待的说道 如果是你家丢我的菜 吃起来一定会更香吧 这妹子是在干嘛 老子瓦特了 还是说最近流行茶艺 所以都跑去学 但你也不能因为我茶喝呀 你这茶香味 还没有顾瑞杰那个菜鸟 来得自然好吗 于是吐槽道 你犯病 啊 本来一脸期待的徐山文言 顿时被噎了一下 差点破缝 还好压制了下来 一脸不一的说道 你怎么能这么说人家呢 讨厌 杨凡翻了翻白眼 你这是被哪个绿茶给传染了 还有旧吗 还有旧的话就给我正常点 妹子文言沉默了一下 这时她哪里还看不出 自己的茶艺 好像没有起到作用 看来还是太业余了 于是有些委屈的说道 我以为你喜欢这样的女孩吗 谁告诉你的 意思是你 为了我故意这样的 那可不 你以为这样说话 我不累吗 啊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你之前的性感小野猫的样子 突然变成这样我有点受不了 感谢CEO大大送来的大神认证 感谢各位大大送来的各种礼物 万分感谢 第86章 态度端正的徐山 徐山白了他一眼说道 你说你喜欢我本来的样子 那我每次约你这死鬼 你为什么都推脱 杨凡两手一摊 你刚刚不是都说了我很忙 你能理解吗 妹子美好气的瞪了他一眼 你忙个屁 我看你是忙着勾搭其他小妖精吧 他可是知道 对方前两天约了自己闺蜜的 并且闺蜜一夜未归 对方在忙什么可想而知 杨凡并不知道 徐山与顾瑞杰的关系 文言愣了一下 暗想 这小妮子居然猜对了 但这种事情 他怎么可能承认 调笑着说道 呦 吃醋了 徐山顿时一脸不屑 我才没有那闲工夫吃你的醋 我不管你有几个女人 我会陪着你 但你以后不许冷落我 妹子这话 确实将她给震惊了 多少有点目瞪口呆的感觉 但这不就是她想要的结果吗 虽然这小妮子很物质 但不肯否认 她也很贴心 这个态度就非常不错 可以说是深得她心 完全可以掩盖其他缺点 至于亲密度可以慢慢长 只要偶尔砸砸钱 总会变高的 随即杨凡恢复平静 脸上带了一些喜色 你认真的 妹子肯定地点了点头 当然 你就说愿不愿意吧 废话 多一个这么有觉悟的小美女 做自己女人 傻子才不愿意 但嘴上却不怀好意地说道 那就要看你的表现了 妹子已经看出 对方对自己的决定很高兴 见她现在嘴硬 才不惯着她 轻横 一声后吐槽道 得了便宜还卖乖 男人 杨凡一点也不在意对方的吐槽 笑着说道 快吃饭 吃完带你逛逛去 顺便消食 妹子文言 眼睛一亮 我想逛商场 这玩意对杨凡来说毫无压力 很干脆地答应下来 可以 徐山亲密度加二 他见妹子长了两点亲密度 心里有些好笑 不怕你败金 就怕你像恭敬那样 吃了不认账 得了好处后 肯长亲密度就好办 二人很快结束用餐 正好离这不远的地方 有家大商场 南国花景 二人在街上漫步 形成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徐山挽着他的手 与他肩并肩地走着 虽然妹子穿的是平底鞋 但个子看上去 没比他矮多少 再加上妹子交好的外貌条件 使他成功地收获了 不少羡慕极度恨的目光 碰 哦 注意看路啊 小兄弟 啊 对不起对不起 一名迎面走来的中年男人 眼神正不住地看向徐山 另一名路过的年轻男生 也故意回头偷看 其结果导致 两人正好撞在一起 以至于发生刚刚喜剧性的一幕 杨凡见状 好笑地对身边妹子小声说道 魅力挺大啊 妹子瞟了他一眼 习惯了 魅力大有什么用 还不是弥不住某个死鬼 是吗 那你可得在家把劲了 哼 二人又散步般地走了一段路 成功进入南国花景 小美女一进来 就高兴地拉着他 往楼上走 杨凡看了一眼 一楼全是高端化妆品的柜台 好奇地问道 你不买点化妆品 小美女摇了摇脑袋 化妆品我前几天买了不少 我们先去看看衣服吧 杨凡想到这妹子身上 可是有些钱的 前几天会跑去购物 导也正常 于是没有多说什么 跟着对方静止朝服装区而去 进入一家全英文的店铺后 妹子挑挑选选了好半天 拿着两套 看上去有些性感的私质服装来问他 你觉得我穿哪套好看先 杨凡文言后 坏笑着说道 我觉得你不穿最好看 哈哈 妹子白了他一眼 压低声音 死鬼 虽然不穿更好看 但那也只能给你看啊 难道你想我给其他人发福利 还是说 你有戴帽子的癖好 我戴你大眼 想陪在我身边 需要有的觉悟 不用我多说吧 哼 你要是以后对我不好 我 妹子本来一脸傲娇的说着话 但突然发现 杨凡的表情 渐渐的有些不太对 赶紧打住 话音一转说道 放心吧 我没有那么傻 也就是口嗨一下而已 我既然决定做你的女人 肯定不会再跟其他男人 有什么牵扯 妹子说完后 心里暗暗决定 回去后要马上把男票升级为前男友 撇清一切关系 若是因为这种事情 影响到他往高处走 可就亏大了 实际上 从那天与杨凡分开后 他就有了这个想法的 并且付诸了行动 这段时间 他一直没有搭理他的准前男友 直接跟对方打起了冷战 本想等对方受不了冷战的折磨后 开始发脾气 甚至冲动地提分手 那就皆大欢喜了 但意外的是 他男朋友还挺有耐心 虽然被突如其来的冷战 弄得有些莫名其妙 但这几天 现在他正与杨凡往好的方向发展 他可不想 因为一个已经不喜欢的男人 而前功尽弃 所以 他觉得 这个事情应该提上日程了 必须下狠心 随便找个理由分手 本想逼对方先提分手的 事到如今也顾不得这么多了 杨凡听妹子这么说 脸色才好转了不手 淡淡地说道 这还差不多 喜欢就都买了吧 妹子文言大喜 立马就让营业员 将这两套衣服包了起来 徐山亲密度加三 随即又去另外一家 买了一双鞋子和一个包 妹子美滋滋地结束了 这次的购物旅程 徐山亲密度加五 主要是他拿不下了 又不敢让杨凡帮他拿回家 他可是跟顾瑞杰住在一起的 让对方一起去 岂不是漏线了 二人离开商场后 徐山主动说道 你不是要去健身吗 你把健身房位置发个定位给我 我先把东西拿回去放好 就来找你吧 杨凡想了想说道 不用 你把东西放回去 就在家里休息一下 我见完身发信息给你 妹子对此当然没有任何意见 只要对方不跟自己去放东西就行 也好 那我等你信息 第87章 大胆的小野猫 逛完商场后 杨凡与徐山各自打车离开 徐山在车上看着旁边大包小包的奢侈品 脸上的笑容就没有停止过 果然 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这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这土豪花起钱来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就像花的是明币一样 只要让对方迷上自己 以后自己再开着豪车 住着豪宅 想买什么就买买买 这就完美了 直接超进道 走上了人生巅峰 小日子简直不要太舒服 无数女人肯定会极度的发狂吧 而自己所付出的代价并不大 反正都是便宜男人 便宜哪个男人不是便宜 既然能选择 那当然 要选择一个 能给自己带来美好生活的男人最好了 干嘛要便宜那些 只会嘴上甜言蜜语 一提到钱 就各种装穷的货色 正在徐山向往着以后的美好生活时 杨凡已经顺利到达了健身房 逛了一圈 确定没有特别亮眼的美女后 她自顾自的开始锻炼起来 这次稍微增加了几分钟锻炼时间 当第二轮锻炼结束后 她正在休息 顺便拿出手机来联系徐山 我结束了 好 说位置 我来找你 杨凡看了眼时间 距离饭点还早 而且她也不饿 于是回到 现在还早 去看场电影吧 你直接去璀璨星光旁边那家小电影院 我离那里不远 好 我现在出门 先到先到 结束发信息后 她没有急着走 而是去拿功能饮料喝了起来 这时 一个身材很好的男生 也拿着瓶饮料对着她走来 嘴上说道 兄弟 你来这点附近 杨凡印象中 好像在健身房 见过这男生几次 应该是经常来这里锻炼的会员 随意地摇了摇头说道 主要是练体能 男生点了点头 原来如此 我看你应该是新手吧 我叫万俊 经常来这里锻炼的 你要是在健身方面 有什么不清楚的 可以问我 杨凡文言一愣 这男的是在做什么 跟自己搭讪 不会是遇见那啥了吧 万俊见杨凡用诡异的目光 看向自己 顿时一脸黑线 赶紧解释 兄弟别误会 我那方面很正常 也不推销东西 就是单纯的喜欢交朋友 实际上 万俊会主动来找杨凡聊天 是因为杨凡跟李薇 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 他就注意到了这两人 并且 他还被李薇的美貌给惊艳到 去找这妹子搭过扇 结果被对方一具加V5万 给整破房 那时候 他就笃定有这种美女相陪的杨凡 应该是一个级别不低的富二代 心想 如果能跟这种人混在一个圈子里 对方经常过来锻炼 顿时升起了结交一番的心思 今天正好碰见对方过来拿水 感觉机会来了 所以就主动攀谈一下 打算先混一个熟脸 只要说上话了 等对方以后来时 自己去打个招呼什么的 是很正常的事情吧 如果能了解到对方的喜好 说不定自己还能 适当地展现一下能力 来个投其所好 这一来二去的 或许就能跟对方慢慢熟络起来 这就是万俊心中打的小算盘 杨凡不知道这些 更不知道面前这货之前 还想抢他看上的女人 是最终帮他让李威 长了些亲密度的罪魁祸首 对方打消了他的疑虑后 他点了点头 我叫杨凡 今天还有点事 就先走了 你慢慢练 万俊笑着说道 好的 你忙 我们回见 杨凡没有在意这个小插曲 直接拿着饮料 往健身房外走去 万俊看着他的背影 面露思索的神色 想着这几次都没有看见 对方身边的那个美女 要不要找个美女 来试探一下对方 面对美色 男人应该都是很感兴趣的吧 但健身房里的美女 也不算少 对方好像并没有什么兴趣的样子 难道是档次不够 这时他想到了 李威那经验的外貌条件 还真有这个可能 自己认识的人里有何事的吗 杨凡可不知道 竟然会有人想主动 给他介绍美女 此时 他正慢慢往电影院方向闲逛 等他慢悠悠地 走到电影院买好票后 徐山还没有到 于是 他躺在按摩椅上休息了一下 二十分钟后 一直到电影开场 一道高挑亮丽的身影 才姗姗来迟 出现在电影院门口 他一眼就看见了按摩椅上的杨凡 快步走了过去 有点堵车 久等了吧 杨凡看了他一眼 不满地说道 挺会掐时间啊 电影都已经开始了 美女瞬间笑了起来 小妾 大不了一会 人家补偿你吗 正起身的杨凡 文言一论 一会补偿自己 二人此时正要去看电影 妹子所说的 一会是什么时候 那很大概率 就是看电影的时候了 不过这正中杨凡下怀 据说这一家电影院 会有人进来做生意 所以没有摄像头什么的 于是与妹子一起进入放映厅 这场电影看的人并不多 就熙熙攘攘的几对小情侣 东做两个 西做两个的 妹子见状 指了指没人做的最后一排 其意思很明显 虽然杨凡买的是中间座位的票 但这时候 哪里还会去管这些 带着妹子到最后一排 靠里面的位置坐下 这时电影刚刚放映没有多久 根本没有人注意他们 五分钟后 徐山穿着短裙 坐在了杨凡怀里 眼睛紧盯着大屏幕一眨不眨 感觉她看得很认真 妹子轻声说道 人家迟到了 还生气吗 杨凡表示 天天迟到都没问题 第88章 已经加入叔叔行列 杨凡现在 心情复杂极了 好在那几对小情侣 都在各忙各的 没有闲心去管别人的事情 不然就是射死现场 这时 徐山回到原来的座位 小声在他耳边问道 开心吗 他没好气地说道 开心你妹的腿 你胆子也太大了点吧 妹子别了别嘴 不屑地说道 少得了便宜 还卖乖行吗 你把我约来这里 是为了什么 我能猜不到 一听见这个杨凡 就满脸郁闷 谁的便宜了 你当时的便宜了 我呢 不用管我了是吧 啊 妹子文言有些好笑 随即用充满诱惑的口吻说道 我怎么敢不管你呢 我们走 杨凡没有再说什么 此时哪还有心思看电影 带着妹子默默地走出电影院 就进找了家酒店 四十分钟后 杨凡坐在床边 看了眼手机时间 随即转头 对床上的徐山说道 起来吃晚饭了 妹子瞟了她一眼 没好气地说道 不想动 让酒店送饭菜过来 我们就在这吃吧 杨凡对此也没有在意 只是带着莫名笑意 看了对方一眼 就去拿起座机 打了个前台电话订餐 妹子见到她这副笑容后 顿时不满起来 哼 得一下站起身对着她说道 你在傻笑什么 有本事就过来啊 我们继续 正是佛门弟子状态的杨凡 没有接她的茶 而是好笑地说道 很嚣张吗 哼 妹子见她这样说 像是指凯旋归来的孔雀一样 轻哼一声 就继续躺着休息 当杨凡开门 把饭菜推进来后 朝床上的妹子喊道 吃饭了 妹子动也不动地说道 我要你喂我吃 杨凡文言顿时一脸黑线 老子数到山 真没情调 哼 男人 徐山虽然嘴上吐槽着 身体却很诚实地下了床 踩上拖鞋 就准备往她那边走 杨凡见状嘴角抽了抽 感觉额头上出现一滴汗 不知道注意一下 装什么装 之前也没有见你这么正人君子 真麻烦 他嘴里碎碎念 但还是听话照做起来 二人吃完饭 杨凡将餐车推到门口过道处后 回来问道 我要出去散会部 你去不去 刚刚回到床上的妹子文言 有些紧张地问道 还回来吗 回 听见肯定的答案后 徐山心里松了口气 那我在这等你 你快去快回啊 杨凡也没有强迫她 自己出去溜达去了 刚刚走出电梯 进入酒店大厅 检查到有效消费对象 是否查看信息 突然发现 系统提示的她 看见前方有一个盘起棕色头发 穿着一身职业装配 黑色高跟鞋的妹子 虽然只能看见背影 但对方娇好的身材 让她笃定 系统提示的 就是这个妹子心里默念 查看 姓名 韩娟 年龄 26 身高 166 体重 53 综合颜值 81 97 状态 正常 亲密度 0 看完数据后 她失去了不少兴趣 虽然数字是3还不错 但综合颜值偏低了点 这样的妹子 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吸引到心态有所改变的她上去搭讪了 巧合的是 出了酒店大门后 没走多远 又看见了这个妹子 此时 她正站在一个40网上的中年男人面前说着什么 表现得有些亲密 应该是被包养的小三什么的 而杨凡 也没有去听二人说话 直接离开 没有什么好发表意见的 她与那个中年男人 可以说是大哥 不要说二个 两个都差不多 紧接着 她漫无目的地溜达了一圈 在回酒店的路上 看见有个小妹妹 正站在一个地摊边卖花 看年纪 应该是还在读初中的样子 穿得很干净 不像是生活很困难的样子 应该是出来提前体验生活 不得不感叹对方家长的教育方式 小小年纪就让她出来锻炼自己 小妹妹见她看向自己的摊位 脸上一喜 确生生地说道 叔叔 买书花吧 这些都是我一只一只挑选出来包装好的 叔叔 杨凡听见这个称呼后 差点破防 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心想 原来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间加入了叔叔行列吗 回过头去想 时间过得是真快啊 她甚至对上初中时候的很多事情都还记忆犹新 就像才过去没有多久一样 甚至有时候晚上做梦 都会梦见自己在教室里上课 但她并没有表露出不满 而是走到小妹妹的摊位前 笑着说道 你这样可不行哦 哥哥来教你一招 想要让花更容易卖出去 那么从现在开始 遇见男的就叫哥哥 遇见女的就叫姐姐 老年人才叫叔叔阿姨 知道吗 小妹妹文言呆呆地点了点头 根本不接她这茬 继续问道 我知道了 那叔叔你要买书花吗 杨凡好笑地说道 叫哥哥 小女孩一愣 脸上顿时红了起来 有些不好意思叫了声 哥哥 这就对了 来 我要最大的那一束 小女孩瞬间露出笑容 谢谢哥哥 这一束八十块钱 小妹妹倒是很实诚 卖得很便宜 这样的花束 若是在花店里 起码要往两百跑 杨凡直接用V将钱扫了 拿上花束笑着说道 看 这不就好卖多了吗 记住了哦 小女孩露出甜甜的笑容 点了点头 我记住了 哥哥 第八十九章 玩王者的高手 随即杨凡抱着花回到酒店 一路上吸引不少人的目光 当她拿出房卡 打开房门走进去时 正坐在床上 玩手机游戏的徐山 惊呆了傻愣愣地 看着门口那个抱着花束的男人 徐山亲密度加三 此时妹子心里五味杂陈 倒不是她没有收到过鲜花 相反 她不止收到过 而且还收到过很多次 但之前从来没有今天这种感觉 其他男人送她花时 她并没有多少感觉 甚至有时候人不对的情况下 还会出现排斥的情绪 但今天为何会觉得有些开心呢 或许是她潜意识中 就不觉得杨凡是会送她花的那种男人吧 毕竟她清楚地知道 自己只是对方的女人之一 并且绝对不是最受宠爱的那一个 杨凡也没有想到 自己随手而为的一件小事 竟然会让徐山长亲密度 要知道 这妹子除了一开始 莫名其妙地加了二十点以外 就只有转账和买奢侈品市场过 其他无论什么情况 亲密度都没有什么动静 徐山在床上动也不动 完全没有要下床接花的意思 表情变化 一脸调笑地说道 哟 你居然还学别人送花 老土 杨凡见妹子这反应感觉有些好笑 这么嫌弃 那你倒是别长亲密度啊 随口说道 不要算了 我一会让服务员拿去扔掉 妹子闻言 这才不紧不慢地下床 嘴上嘟囔着 切 没诚意 不过看在你第一次送花的份上 我就给你个面子吧 说完 双手接过花纹了一下 被花挡住的翘脸上 此时满是笑容 随即很淡定地 把花放在桌子上 又跑回床上打游戏去了 杨凡来到妹子身边 看了眼她的手机屏幕 此时上面正有几个海贼王里的人物 站在两边 一看就知道是很正宗的抽卡游戏 海贼王 妹子看也不看她 紧盯着屏幕 无聊的时候玩玩 不太像啊 看你那元宝数量 没少充钱吧 呃 也没充多少了 听她的口气就知道充了不少 不过杨凡不在意 反正钱给她了 就是她的 她高兴怎么花就怎么花 别少了自己的亲密度就行 随后杨凡拿出手机 才刚刚进入游戏 就被旁边的妹子看见 好奇地问道 你竟然玩竞技游戏 杨凡文言有些疑惑地反问 不能玩 不是 玩竞技游戏 不是浪费了你那得天独厚的天赋吗 啥玩意 杨凡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自己有什么得天独厚的天赋 所以就显得有些猛 妹子健壮恨其不争地继续说道 你应该玩我玩的这种 这才是最适合你的 多充点钱进去 妥妥的全服大哥级人物 霸占排行榜首不在话下 杨凡这才知道妹子的意思 合着自己得天独厚的天赋 就是超能力呗 美好气地说道 什么乱七八糟的 玩你的游戏去 妹子文言不干了 苦口婆心地说道 我是说真的 你试试吗 杨凡没有搭理他 直接点开一局游戏玩了起来 或许是运气不好 这次跟他兑现的玩家技术不错 全程压着他打 当他第一次被对方单杀后 屏幕刚黑 就听见旁边传来一阵笑声 哈哈哈哈 我都说了 这个真的不适合你 杨凡转头过去 瞪了他一眼 徐山却毫无收敛的想法 对着他认真地说道 相信我 他顿时没好气地吐槽 相信你妹的腿 敢不敢来一局 妹子顿时露出了笑容 来啊 谁怕谁 不得不佩服你的勇气啊 就你这技术 也敢挑战我 见妹子这么自信 他心里也泛起了一阵嘀咕 难道真的是个高手 不过他可不会露怯 对方什么水平 打过才知道 于是说道 等我打完这局 好 妹子痛快地答应 随即又不怀好意地说道 但就这么敢打的话 也挺没有意思的 不如我们挂点彩头怎么样 杨凡好笑地问道 你想来什么彩头 妹子笑着伸出一根手指 一局一万块 这么有自信 当然 就问你敢不敢吧 妹子这口气 基本上就是笃定 杨凡不会是他的对手了 但一万块一局 完全没有压力嘛 于是杨凡很光棍地 就同意了下来 行啊 一言为定 结果没有出任何意外 杨凡完全不是徐山的对手 连输几局把心态都给打崩了 看不见一丝胜利的希望 已经赢了五万块钱的妹子 笑着问道 继续 我打了好几局 现在状态正在下降哦 是个好机会呢 杨凡心里吐槽 前两局 你也是这么说的好吗 别说你现在的状态 是不是真的下降 反正我是心态都被你给打崩了 完全没有状态 于是理都没有理他 随后杨凡愿赌服输 给徐山赚了赌注 随着时间流逝 他抱着有些慵懒的徐山 近距离的看着那张可爱的娃娃脸 心情十分愉快 两人说了好理会悄悄话 由于都有些疲倦 在不知不觉中沉沉睡去 第九十章 邀约李欣然 第二天 当杨凡起床的时候 妹子已经离开 只留下一条信息 今天不好继续请假 我上课去了 不要太想我哦 死鬼 他没有去管信息 去洗漱完毕后 伸了个懒腰 只感觉跟这只小野猫在一起时 太过于放纵了 今天好好休息一天算了 不过开心也是真的开心 毕竟口味各有不同嘛 徐山很大胆 所以味道还是非常不错的 他吃了碗粉后 随便溜达了一下 就打车去健身 今天没有再继续约李威 虽然对方是一名原装美女很难得 但已经约了三次都没有约出来 就没必要继续了 缓缓再说吧 反正有系统在 他总能再找到戴浩林的美女 不过是多花些时间而已半小时后 他已经身在健身房中 才刚刚开始热身 昨天那个叫万俊的 就笑容满面地走过来 打起了招呼 杨哥来了 午饭吃了吗 这家伙在知道杨凡的名字后 对他直接喊起了歌 既然人家这么客气 他也不是那种腰不起台的人 于是点头回应 吃过了 你来得挺倒啊 嗨 我已经习惯了 健身都成了爱好 有的人喜欢钓鱼 有的人喜欢踢球 我恰好就喜欢健身 这个他倒是没有瞎说 本来一开始他健身 只是为了能更容易勾搭到美女 但见着见着就成了习惯 杨凡对此表示理解的点了点头 心想 自己的爱好算是什么呢 现在来看的话 应该是搞钱 美女 享受生活 大概就是这样吧 其他的暂时没有多大兴趣 即使坚持健身 也是因为生活所迫 没有一副好身体 怎么更好地享受生活 万俊见他 好像没有多少聊天的兴趣 也识趣地说道 那杨哥你先练着 我也休息得差不多了 再去来一做 好 回聊 万俊转身离去 此时他心情不错 走到另一个区域 就掏出电话 拨了一个出去 接通后第一句话就是 宝 昨天我跟你说的那个事情 还记得吗 电话中 出现一道女生的声音 记得是记得 我今天也跟他说了 他可能不相信我 没有答应 还吐槽了我几句 什么 你居然没有办妥 这怎么办 我想结交的那个人 现在已经在健身房了 他直接就拒绝了 我能怎么办 你再去跟他好好说说 只是让他来健身房玩玩而已 如果能成功结交到对方 对我和他来说 就是双赢的事情 要不是身边 确实没有更好的人选了 我也不会想到他 行吧 那我再试试 万俊挂了电话后 开始锻炼起来 时间缓缓流逝 此时 杨凡已经做完两轮锻炼 正在休息 万俊拿着两瓶 功能饮料走过来 递给他一瓶 杨哥 给 杨凡狐疑地看了他一眼 不明白 这货怎么老喜欢 往自己跟前凑 不过还是伸手接过饮料 谢了 万俊笑着说了声 别客气后 又开始跟他随意地聊了几句 随即恰到好处地离开 他也没有在意这家伙 休息够了后 恢复一下元气 躺在床上 玩了几个小时的游戏练技术 想到昨天因为游戏打输了 没能得偿所愿 心里多少还是有些遗憾的 第二天 他睡醒后 看见有几条美女们发过来的信息 其中有一条是翘寡妇李欣然的 亲爱的 你起床了吗 他一看时间 是一个小时前发来的 不知道对方有什么事情 所以回了一下 起了 你方便视频吗 他看见信息后 第一感觉就是 这美女应该是几天不见 想自己了 按以往的轨迹来看的话 如果现在约对方出来 亲密度大概率 可以一举突破到60 虽然这是他自己的猜测 但感觉还是比较靠谱的 于是回道 怎么 想我了 嗯 亲爱的 我想你了 见对方这么直白 他直接发起了邀约 那就出来吃午饭 正在家里抱着女儿 发信息的李欣然 见到信息后 心里先是一阵欣喜 随即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 脸上出现有些犹豫的表情 女儿在他怀里 好奇地问道 妈妈 叔叔答应 跟我视频了吗 原来李欣然问杨凡方 不方便视频 是因为女儿 李欣然这几天 给女儿买了好多新衣服 和玩具什么的 并且每次都告诉女儿 说是一个叔叔买来 送给他的 女儿还小 只觉得这个神秘叔叔 对他很好 又经常听妈妈说起这个叔叔 所以他就产生了 想要见见神秘叔叔的想法 但妈妈却说 叔叔很忙 于是想到了 用打视频的方法 实际上李欣然 也想让杨凡 见见自己的女儿 如果他能喜欢自己的女儿 那可就太完美了 虽然对方知道 自己是个寡妇 并且也明确表示 接受了自己 但他心里多少 还是有些忐忑不安的 所以就有了之前的信息 这时见杨凡的回信 他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回 犹豫了好一会 才打字道 亲爱的 我答应了小糖果 今天会带他去公园玩 嗨 那不是正好 让我见见咱闺女吗 我们先吃饭 吃完了一起 去玩公园 此时美女脸上的笑容 再也止不住 顿时显得非常明念动人 亲爱的你真好 随即二人 约好了时间地点 李欣然笑着 对怀里的女儿说道 小糖果 不用接视频了 叔叔一会 要跟我们一起 去玩公园 女儿开心地问道 真的吗 妈妈 叔叔今天不忙了吗 嗯 真的 耶 他好了 看着女儿这么高兴 李欣然也露出了 会心的微笑 他放下女儿 拿出镜子 检查了一下自己的妆容 发现没有什么问题 不需要补妆 因为今天 本来就要带孩子去玩 所以他已经提前画好了 于是 去跟李母说了一声后 就带着女儿出门 车上女儿 有些好奇地问道 妈妈 你说叔叔 他会喜欢我吗 先声明 这不是水文 正文的字数是 没有减少的 一 白丝笑花 无沙沙 极乐净土 二 空降主播 陆小璐 第一个空降 三 JK美少女 顾瑞杰 赔完一 四火车窑 阿黎 未见 五 商场营业员 风玉婷 公交站偶遇 六 恋爱脑 陈思怡 陪婉二 七 南航空姐 恭敬 机场偶遇 八 双胞胎 代表姐妹 未见 九 狼人杀主播 小闪电 未见 九 小野猫 徐山 顾瑞杰 闺蜜 十 翘寡妇 李欣然 十一 乌拉国主播 妮娜 未见 第九十一章 如洋娃娃一般的小糖果 李欣然笑着说道 小糖果这么乖 叔叔当然会喜欢 而且叔叔他不是给糖果买了这么多新衣服和玩具吗 女儿文言笑的眼睛都眯了起来 频频点头 嗯嗯 叔叔给我买了好多好多东西呢 二十分钟后 已经先到地方的杨凡 等了没多久 就看见一个烈焰红唇的大美女抱着一个如洋娃娃一般可爱的小女孩 对着他这边走来 姓名 李欣然 年龄 二十八 身高 一百六十二 体重 五十 综合颜值 八十八 九十八 状态 正常 以生育 亲密度 五十九 杨凡发现他们后就赢了过去 李欣然看见走向他们的那个男人 瞬间露出笑容 温柔地对女儿说道 糖果 你看 叔叔来接你了 女儿文言顿时瞪着乌溜溜的大眼睛 四处张望 很快就发现了走过来的杨凡 高兴地说道 我看见了 我看见叔叔了 已经离近的杨凡 也听见了这个 长得如洋娃娃一般的小女孩声音 由于之前李欣然已经发信息 跟他沟通过了糖果知道他的事情 所以他并不意外 笑着上前说道 哇 这个可爱的小天使 就是我们家小糖果吧 长大了 肯定比他妈妈还漂亮 李欣然还没来得及说话 小糖果已经笑着在他怀中 对着杨凡伸出双手 用童真的声音喊道 叔叔抱 杨凡见状一愣 没有想到 这小丫头一点也不怕声 第一次见他 就要他抱 他还正愁不知道 怎么跟小朋友相处呢 看这样子 好像不用去费那心色了 正准备去接过小丫头时 李欣然假装不高兴地 对着女儿说道 糖果 怎么能一来就让叔叔抱呢 还有没有规矩了 下来自己走 被放到地上的小女孩 顿时一脸委屈 用那双水弯弯的大眼睛 可怜巴巴地看着杨凡 杨凡见状对李欣然 有些责怪地说道 你说他做什么 你看把咱闺女给委屈的 闺女喜欢我 想跟我亲近 这不是好事吗 说完赶紧伸手 将小糖果给抱了起来 小丫头一脸委屈的双手 还住他的脖子 将头埋在他肩上 杨凡轻轻拍了拍 丫头的后背说道 糖果 别打理妈妈 跟叔叔说说你想吃什么 小丫头闻言后 抬头看了一眼李欣然 见妈妈好像没有真生气的样子 这才小声说到妈妈说 挑食不是好孩子 杨凡闻言 看向李欣然会心一笑 这妹子在教育孩子方面 还挺有一套 李欣然这时说道 给他点一些 没有辣椒的菜就行了 对了 他喜欢吃芙蓉蛋 杨凡笑着问小丫头 是妈妈说的这样吗 小丫头点了点头 嗯 得到答案后 他双手一抬 给小丫头来了一个举高高 嘴上说道 那就走了 吃芙蓉蛋去了 小丫头面对举高高一点也不怕 嘴上咯咯咯咯咯咯 的笑个不停 这孩子平时也不这样 除了自己 还没有这么年过谁 就连外公抱他 他都一直想跑 难道这就是缘分 见杨凡这么喜欢自己女儿 他的心里 也是彻底松了口气 李欣然轻密度加一 李欣然 以攻略 好感度达到六十 奖励二级返线卡 一张 使用后可获得二级返线 十次 抱着孩子走在前面的杨凡 发现提示后 顿时停下了脚步 回头看向李欣然 只见这大美女 正一脸幸福地看着她和女儿 顿时知道了突破原因 再发什么呆呢 走了 你不饿 咱家小天使肯定也饿了 唉 好 李欣然快走几步追上他们 见杨凡全程都在逗弄自己女儿 心里很是开心 吃饭的时候 看着饭桌上 大多数都是清淡菜 完全能感受到 对方对自己女儿的宠爱 他用几种菜加芙蓉蛋 给女儿办好饭后 来到正互相做鬼脸的二人面前说道 糖果 先把饭吃了再玩 杨凡文言笑着说道 我来吧 说完就伸手 去接李欣然手中的碗 他本来想要说些什么 但见对方满脸笑容的样子 也就顺了对方的意 看着正一口一口 为着女儿吃饭的杨凡 美女心中 顿时有一种名为温馨的感觉涌出 脸上的笑容 越发明艳起来 这种场景 真的很像是一家三口 李欣然亲密度加一 饭后三人 打了个车去公园 一路上杨凡都将糖果抱着 还好这个小丫头不中 不然可能就要丢脸了 当来到动物园时 糖果激动地指着一个方向喊道 叔叔你快看 是大熊猫 杨凡也配合着 哇 是大熊猫呢 小糖果知道吗 这可是 我们国家最珍贵的动物呢 小丫头拍着小手兴奋地说道 我知道 我知道 大熊猫是国宝 它们吃竹子 杨凡转头纳闷地 瞟了李欣然一眼 这妹子不会连动物园 都没有带女儿来过吧 看小丫头那兴奋镜 明显很少来 甚至是第一次来 李欣然被杨凡的眼神 看得有些猛 亲爱的 怎么了 杨凡摇了摇头 想着这个单亲妈妈也不容易 之前可能一门心思 都放在赚钱上了 随即又带着小丫头 看遍了所有动物 使得对方的笑容 从来没有停止过 当他们坐船游壶的时候 小丫头可能瞌睡来了 直接在她怀里睡了起来 李欣然小声地对杨凡说道 亲爱的 谢谢你 杨凡知道对方在说什么 顿时一脸无语 谢什么 我很喜欢咱闺女 李欣然满是慈爱地 看向熟睡的糖果 悠悠地说道 这孩子从小就没有父亲 当时他才一岁 甚至还不知道父亲代表着什么 这还是他第一次 与一个男性这么亲密 还有些话他没有说出来 也觉得不好说出口 眼看着 明年糖果就要上幼儿园了 或许到时候 他会从其他小朋友的口中知道 每个孩子都是有爸爸的 如果他来问自己 自己该怎么回答 第九十二章 系统再次警告 杨凡闻言后 笑着摸了摸在他怀里睡着的小糖果 轻声说道 我也是第一次陪孩子玩 李欣然没有继续想女儿 上幼儿园的事 而是转移了话题说道 亲爱的 你上次给我的钱 我考虑了好久 想要用来投资一个小工会 你觉得怎么样 杨凡听后愣了一下 疑惑地问道 工会 就是运营主播的那种 妹子点了点头 是的 现在是流量为王的时代 很多人都削尽了脑袋 网线上行业钻 连一些会娱乐圈的明星 都想在直播行业分一杯羹 或是合作 或是直接开播带货 我很看好这行业的前景 听妹子说完后 她点了点头 虽然她也不懂投资 但对方的观点 她还是认可的 反正对方是她的女人 反线卡很坑 想要继续搞钱的话 迟早会把她的女人们 都弄成小富婆 不过 这无所谓 有系统的亲密度功能支撑 她也不怕遇见白眼狼 自己的女人们富裕起来了 对自己又没有什么坏处 成富婆了 会主动给自己买东西 表示心意吧 房子车子的得送送吧 综合算下来 钱还不是勉强算在自己家中流动 于是很大方地说道 我之前就说过 钱给你了就是你的 你想投资什么 就投资什么 既然看好就去做 不需要问我 还有 你那点钱 恐怕只能小打小闹的 我会再给你转席过去 玩大点 不要有心理负担 记住 咱不怕亏 李欣然听见她 又要给自己转钱 赶紧说道 不用再给我 听我的 这个事就这么定了 结果妹子话 还没有说完就被打断 看见她认真的表情 也就没有继续说下去 而是温柔地回了一声 嗯 都听你的 李欣然亲密度加二 妹子突然觉得自己好幸福 自从认识杨凡开始 她的生活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杨凡见对方亲密的增加速度挺快的 现在已经达到了65点看着节奏 这个翘寡妇 大概率会后来居上 成为第二个突破70的 到时候又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而她实际上却并没有付出什么 甚至一直在享受生活 笑着对妹子说道 或许等你投资了工会 我还可以帮你一把 她是想到 自己可以给妹子的工会旗下女主播 刷礼物拉人气 打打活动什么的 造一两个大主播出来 这样看来 李欣然选择投资工会 好像没有亏的道理嘛 除非她的工会 连一个80分以上的女主播都找不出来 不过这种事是不可能发生的 就算真找不出来 自己都可以帮她抓一个壮丁 妹子却没有理解她的意思 但也没有细问 而是开起了玩笑 难道亲爱的想来 我工会当头部主播 杨凡文言有些好笑 我 当主播 还头部主播 咦 对啊 自己要是开直播赚了钱 那岂不是可以雄厚本钱 虽然攻略美女获得反线卡后 本钱成倍增长 速度已经很快了 但钱这玩意 谁会嫌多 至于她直播能不能赚钱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事情 绝对嘎嘎赚 她就算随便直播一下自己的日常 哪怕就是直播给女主播们刷礼物 都会有人看 更不用说她还可以开挂 那就是到处给女主播们撒钱 当她开直播时 别人来回礼 是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越想越可行 她感觉自己好像突然找到了 另外一条生财之路 但还没等她来得极高兴 突然出现的系统声音 直接给她浇了盆凉水 第二次警告 作为大冤种 宿主不可做出乞丐行径 如果非要做这么丢人的事情 系统将脱离宿主 宿主开直播 必须关闭打赏功能 杨凡听见声音后 脸色一炯 平时怎么呼叫 都没有反应的系统爸爸 一发现 自己有要赚钱的想法 就蹦跶出来威胁自己 还特意强调是第二次警告 被警告多了以后 该不会有什么惩罚吧 惩罚什么的 她倒是不怕 她就怕系统突然收拾东西搬家 如果搬去哪个幸运的读者 大大那里 自己哭都没有地方哭去 直播而已 神特么的乞丐行径 这也不算是直接找别人要钱吧 充其量只能算是卖艺 看来系统大概率 是不准自己因为金钱 而做出丢人的事情 卖艺虽然不丢人 但一个大冤种系统加深的宿主 并且还是网络上的知名神豪 突然跑去卖艺赚钱 就确实有些丢人了 算了 这条财路是彻底断了 自己是不可能去试探系统爸爸底线的 不过既然说了 关闭打赏功能就可以开播 那自己倒是可以偶尔玩玩 这时他有些恶趣味的想到 也不知道谁友们 看见他身边的美女经常换 会不会破防 李星然见他有些发愣 不明所以的说道 我就是开个玩笑 他这才缓过神来 我知道 走吧 我们靠岸 好 带船缓缓靠岸后 杨凡抱着熟睡的小糖果 带着李星然这个大美女 往公园大门走去 完了一下午 时间已经不早了 二人都多少有些疲倦 路上偶尔会听见一些类似 哇 你看那个小女孩 长得好可爱 人家也好想生一个同款的 这样的话语 此时 二人对于人们的注视 都基本免疫了 也不觉得有什么 离开公园后 李星然看了一眼睡觉的女儿 小声对杨凡说道 小糖果今天起得早 可能是完累了 我先把她送回家 再来找你吧 杨凡文言犹豫了一下 虽然她本来是打算 让这大美女 晚上好好陪她的 但要想到 小丫头要是醒来后 发现叔叔和妈妈都不见了 肯定会伤心吧 经过短短一下午的相处 虽然不是她的孩子 但至少也勉强算半个了 就很宠爱 自己和李星然 有的是机会 不急于这一时 于是她将自己的意思 告诉了妹子 第93章 李星然来访 李星然听后 见杨凡这么快 就开始为自己女儿着想 顿时感动得不要不要的 但她没有马上同意下来 而是说道 亲爱的 其实不用这样 她外婆 杨凡摆了白手打断她 好了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这样吧 等你把闺女哄睡了以后 再来找我 不过她现在就在睡觉 晚上还能睡吗 妹子笑着点了点头 能的 她睡不了多久 小孩子瞌睡多 但睡不久 那行 走吧 随后二人打车 去到李星然附近的 一家酒店开了间房 杨凡将还在睡觉的小丫头 交给他妈妈后 就躺床上玩游戏去了 李星然回到家中 李母看见静家的女儿 和外孙女 顿时迎了过去 小声问道 睡着了 妹子点了点头 已经睡了一个多小时了 睡这么久了 那你也是够累的 来 我给她报仕去 妹子文言顿时笑着摇了摇头 妈 不用了 今天一直 是她叔叔抱着她 我才刚刚接手呢 李母文言一愣 疑惑地问道 叔叔 你说小杨 她抱着糖果 这丫头不闹她吗 怎么会闹 这丫头可喜欢她叔叔了 一下午都站在她叔叔怀里 连我都不要了呢 妹子说到这里 丝毫没有吃醋的表情 反而是一脸幸福 李母作为过来人 乃能看不出 女儿这表情 是发自内心的 也是欣慰地点了点头 那就好 那就好 对了 你这死孩子 怎么不让小杨来家里做做呢 这眼看也快到饭点了 呃 下次吧 我还没有跟她说呢 妈 我晚上要出去 今天小糖果就跟你睡啊 李母文言 狐疑地看了女儿一眼问道 去陪小杨 妹子大方地点点头似的 等糖果 醒了我哄哄她 陪她玩玩就走 李母文言松了口气 那就行 我跟你说 小杨这样的冤 其人不多见 你可不能乱来 她见女儿才跟杨凡分别 晚上又想跑出去 并且明显准备夜不归宿 难免想岔了 李欣然文言不满地说道 妈 你说什么呢 你女儿是这种人吗 说完她就抱着糖果 朝卧室走去 谁知刚刚将女儿放在床上 对方就醒了 就有点落地响 小糖果睁开睡意朦胧的双眼 嘴里甜甜地喊了一声 叔叔 随即发现不对 因为她只看见了妈妈一个人 用手揉了揉眼睛 坐起身来 四处寻找了一下杨凡的身影 却没有任何发现 疑惑地看向李欣然问道 妈妈 叔叔呢 李欣然慈爱地摸了摸糖果的小脑袋说道 叔叔他累了 回家睡觉去了 他让我告诉小糖果 他下次又回来看你呢 糖果听后 一脸委屈地撅起嘴巴 叔叔 他怎么都不跟糖果说再见就走了呢 李欣然温柔地说道 因为糖果一直在睡觉呀 叔叔他不想吵醒你 可是 可是我也还没有跟叔叔说再见呢 我不应该睡觉的 他见女儿这有些懊恼的表情 笑着问道 小糖果很喜欢叔叔吗 小丫头肯定地点了点头 嗯 糖果喜欢叔叔 那妈妈帮你问问叔叔睡了没有 没有睡着的话 你自己跟叔叔说好吗 本来闷闷不乐的小丫头 文言顿时开心了起来 他好了 妈妈你快问问叔叔 李欣然只好发信息问了一声 杨凡此时刚刚结束一局游戏 就收到对方的信息 点进去一看 亲爱的 你睡了吗 还没 怎么了 糖果醒了 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找你 知道你走了后 挺难过的 杨凡看见信息后 会心一笑 他在你旁边吗 在呢 随即他直接拨了个视频电话过去 对面刚一接通 他就看见了那个既熟悉又可爱的小天使 声音也同步传来 叔叔 我是糖果 杨哥见到这小丫头 脸上情不自禁地挂上了笑容 我知道 我们家小天使 什么时候睡醒的呀 糖果听见他说话后 顿时发出欢快的笑声 哥哥哥 我刚刚睡醒 叔叔就不见了 你能来陪我玩吗 小糖果睡醒了 但叔叔有些累了 叔叔也想睡觉怎么办 小丫头歪着脑袋想了想 那我等叔叔 睡醒好吗 咱家糖果真怪 但是叔叔睡醒后还要工作 只能过几天再陪糖果玩了 糖果会生叔叔的气吗 小丫头毫不犹豫地说道 才不会呢 糖果最喜欢叔叔了 说到这后 他顿了一下 小脸又露出疑问的表情 叔叔说的 过几天是哪一天呢 是明天还是后天呢 呃 杨帆忘了 小孩子好像没有过几天这个概念 但见对方满脸期待的表情 他还是给了个肯定的答复 那就后天吧 后天让妈妈带小糖果 来找叔叔玩好吗 耶 他好了 随后二人又聊了些比较幼稚的话题 才在糖果依依不舍的表情下挂掉视频 时间匆匆流逝 很快来到了晚上 杨帆此时已经躺着睡着了 忽然听见电话铃声响起 拿起一看 是李欣然打来的 知道是妹子已经准备过来了 接通后 喂 现在过来吗 对面传来妹子的声音 我已经到你房间门口了 杨帆文言直接挂掉电话 起身去开门 刚一打开就感觉眼前一亮 只见一个身穿职业装配高跟的都市立人 面带微笑地站在门口 与上次一样画着烈焰红唇的精致妆容 却给了他不一样的感觉 妹子见他盯着自己看 心里也是一阵欣喜 暗想着 不枉自己精心打扮了一番 很明显 他想要的效果是达到了 嘴上温柔地说着 亲爱的 你还没有吃晚饭吧 我给你带了几样刚刚做好的小菜 还有一瓶茅台 不如我陪你喝一杯吧 杨帆这才发现 妹子手上提着一袋东西 感谢OPK一哥 大大送来的 大神认证和武章 崔更福 感谢 美不美看大腿 大大送来的 大宝剑 感谢各位 大大送来的各种礼物 万分感谢 第九十四章 惹人怜爱的李欣然 杨帆笑着问了声 白酒 你行吗 随即侧身将对方让了进来 李欣然一边走 一边轻声回应 可以喝一点的 他走到桌子旁 将盒子装着的饭菜 一个一个放上面 嘴里说道 都是些家常菜 我刚刚做的 还热着 你来尝尝吧 随即打开茅台的小盒子 从里面拿出两个小酒杯 到洗手池去洗了一下 回来给他们倒满酒 杨帆还没有吃晚饭就睡了 这时也感觉到有些饿 只觉得李欣然做的菜相当美味 不自觉就吃得有些快 这美女的贤惠程度 与他那烈焰红唇的外貌 一点都不相符 这年头 正经美女会做饭 且还做得这么好的 可不多见 这妹子还不止厨艺不错 各种家务和带娃 也很是精通 想到这里 杨帆看了一眼 对方此时诱惑力极大的穿着打扮 心里想着 甚至在伺候人方面 也很有独到之处 可以说是标准的上得了厅堂 下得了厨房的贤妻良母型 李欣然见杨帆的眼神 扫射着他的白衬衣和包裙黑丝 心里暗喜的同时轻声说道 我穿这个好看吗 这是我特意买的 家里还有一套护士服 如果你喜欢的话 我下次穿 四 杨帆文言后 感觉有些莫名的激动起来 这不废话吗 喜欢 必须喜欢 谁他妈要是不喜欢 我拿大逼多呼他 这妹子很懂事 但现在还在吃饭 他把内心的激动压制了下去 调笑着问道 护士装 妹子一边给他夹菜 一边说道 到时候可就要麻烦你了 李欣然可以很配合地 与他聊这些话题 并且不会有任何害羞的表情 这给了他不一样的感觉 在美女的要求下 他吃了些饭菜 垫了垫肚子 两人开始喝起了小酒 妹子喝下一小杯后 用手指轻轻摸了摸诱人的嘴唇 露出醉人的笑容 随即又将二人的酒蒸满 他们就这样 你一杯我一杯地喝着 很快半瓶酒下肚 此时美女的脸上 已经露出迷人的红韵 看着杨帆的双眼 也已经眉眼如撕起来 只见妹子缓缓起身 走到她面前 温柔地坐在了她身上 双手还住脖子 诱惑地说道 亲爱的 人家有些醉了 你不可以欺负人家哦 如果你想对人家做什么的话 人家现在是没有办法阻止的 面对美女的这种变相邀请 还有什么好说的 怒气冲破脑门的她 直接起身 抱着李欣然 就往一个方向走去 第二天 正睡觉的杨帆 感觉到身边有动静 她睁开眼睛一看 发现一个妖娆的身影 正在轻脚轻手地想要下床 你去哪 李欣然听见声音后一惊 顿时转头看向她 可能是动作有些大 扯到了什么地方 突如其来的疼痛感 让她皱了下眉 死 杨帆见对方吃痛的样子 立马想到了原因 关心地询问 还痛吗 妹子见她关切的样子 温柔地摇了摇脑袋 轻土如蓝地说道 已经好很多了 没关系的 你休息一下回回神 我去给你做饭 见美女强忍疼痛 准备起来给自己做饭的行为 她只感觉心中一股暖流 缓缓而过 起身将美女抱住 开口说道 别做了 我昨天看了 这家公寓酒店的冰箱里没有菜 咱们让酒店送熟食 你好好休息一下 想吃什么我来点 妹子感受到了这个男人的关心 也就顺着她意 带着笑容靠在她怀里 轻声说道 嗯 听你的 随后又加了一句 我吃什么都行的 点你喜欢吃的吧 杨帆此时也不在意 自己点餐反不反现的事了 一顿饭而已 花不了几个钱 于是 拿起床头柜的电话 就拨去了前台 随后二人腻在一起 杨帆温柔地摸了摸妹子的秀法 昨晚 嗯 她才刚刚准备说话 妹子突然转头 用嘴堵住了她的嘴巴 以至于后面的声音没有发出 30秒后 妹子轻声说道 亲爱的 不用在意那种事 只要你开心 我就开心 杨帆文言 也不继续说那些矫情的话了 只是抱着妹子的手 更紧了几分 妹子当然也感觉到了 眯着眼睛在她怀里蹭了蹭 换了个更舒服的位置 安静地靠着她 好像很享受这种宁静的时光 吃过饭后 二人又在这里待了好几个小时 天南地北地聊着天 一直都处于兴致勃勃的状态 总觉得怎么聊都不会倦 时间渐渐来到了下午 这时李星然的身体 已经基本痊愈 可以行动自如 而不会疼痛了 当然 杨帆还是不放心 对方做什么太过激烈的运动 妹子这时问道 亲爱的 明天我真的要带糖果 来找你吗 会不会打扰到你 其实小孩子 杨帆好笑地捏了李星然一下 怎么 我像是个不守信的人 鬼女约好了 你明天就必须乖乖地 把鬼女给我带出来 嗯 我知道了 正在二人聊天中 杨帆的电话突然响起 他疑惑地拿起来一看 来电信息上显示的 居然是莎莎 第95章 莎莎抵达避暑室 杨帆皱了下眉头 没有想到 莎莎会突然打电话给他 他都晾着对方好几天了 对方一点动静都没有 还以为根本不在意他这个大哥呢 本来打算二人的缘分就此断掉的 现在这小妮子 竟然主动打电话 大冤种的他 这段时间身边并不缺美女 所以对莎莎并没有太过于上心 作为他打赏的最多的一个女主播 对方一直端着不表态 那他就不继续给对方刷 这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吗 对于唯一一个会主动给他转账的女主播 他还是比较有好感的 也打算在对方表态后重点守护他 但还是那句话 他虽然是个大冤种 却不喜欢哪个女人真的把他当成冤种 他不一定真要跟对方发生点什么 但至少他希望对方的态度得摆出来 这样的话 他继续给对方刷起来也愉快很多不是吗 当然 他也不会强迫任何人 妹子们要是不愿意 他之前刷的就当做白送 他不会去索药 更不会去整治对方 但让他继续给对方刷的话 是不是就有点过分了 他过不了心里那个坎 说到底就是 他只负责撒鱼儿 鱼儿们要不要上钩 全凭他们自愿 上钩就继续刷 不上钩就不刷了 大家你请我愿的事情 就很简单 看着不断响铃的手机 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接通了 对面很快传来纯净中带些灵动的声音 喂 逍遥哥吗 我是莎莎 杨凡听见这熟悉的声音后 没有直接挑明 而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的问道 我知道 你打电话过来 有事吗 我 我到避暑室了 现在在机场呢 我对这里不熟 你能来接我一下吗 这丫头到避暑室了 杨凡听后十分惊讶 心里感觉有些不可思议 这小妮子竟然不声不响的 直接来了避暑室找她 之前可是一点前奏都没有呢 吃惊地问道 你怎么突然就过来了 都不提前跟我说一声 嘿嘿 我想给逍遥哥一个惊喜吗 我知道 逍遥哥一定不会把我丢在机场不管的 所以就直接过来了 你都不知道 天府实在是太热了 你这边的温度好舒服 沙沙滔滔不绝地说着 但绝口不提这段时间被她冷落之事 还算是个聪明的小妮子 你这丫头真是 你有没有想过 万一我再忙 或者不在避暑室呢 当然有想过 但只能说明我的运气不好 就得等下个周末再想办法过来了 但从逍遥哥的口气中就能听出 我的运气好像不算太差的样子 对吗 杨凡文言犹豫了一下 他转头看了一眼怀中的李欣然 刚刚二人还在聊晚饭吃什么的事情 结果出现了这样一个突发情况 李欣然就在杨凡的怀中 沙沙的声音 他也隐隐约约地听见了 但心里却并没有吃醋的感觉 自从选择给杨凡当情人后 他就已经做好了这方面的准备 态度很端正 不会去争不会去抢 只要这个男人还需要他 那么对方就会是他唯一的男人 这样的话 不管对方有多少女人 他都大概率是不会失去这个男人的 所以 他只是对着杨凡笑着摇了摇头 表示自己没关系 甚至在情况不明之下 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就很善解人意 杨凡明白了李欣然的意思 抱歉地看了他一眼后 对电话中说道 那你先找个喝东西的地方坐一会 我很快就过来 好的 我等你 随即杨凡挂掉了电话 搂着李欣然说道 我可能要出去一趟 她 怀中妹子用手轻捂着她的嘴巴 打断了她后面的话 并温柔地笑着 亲爱的 你不用跟我解释 我明白的 只要你不赶我走 无论将来发生什么事 我这辈子都赖定你了 何况我们明天不是约好了 还要见面的吗 听着这个惹人连爱的美女 说着动人的情话 杨凡不自觉地紧紧抱住对方 虽然她的表态 与之前的小野猫徐山 说的是一个意思 但总觉得同样的话 从她嘴里说出来 更加让人感动 若是被徐山知道 杨凡现在所想 肯定会吐槽 这不就是在山寨我吗 都是一个意思 为什么我说出来 就得差点意思 杨凡轻轻地 用嘴在对方脸上印了一下 认真地说道 那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李欣然从她怀里离开 快去吧 我也回去看看 糖果去 她文言点了点头 嗯 那我先走了 晚饭你就要自己搞定了 你放心吧 我没问题的 随后二人一起离开酒店 各自打车而去 半小时后 杨凡所坐的出租车 已经来到了机场 由于开不进去 她只好下车走一段路 到达沙沙所在的出口后 拨了个电话过去 机场里面 一家叫耐血的茶的奶茶店中 一名青春气息爆棚的 双马尾女孩正坐在那里 双手握着奶茶发呆 她就只是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 就已经引得附近的人 频频转头看她 隔壁桌的一名男生 更是不自觉地跟她的朋友 开始自吹自擂起来 意图用这种方式 来吸引到这位美少女的注意 其实钱这玩意 没有你想象当中那么难赚 比如我现在 一天一两千块钱的收入 根本花不完 平均每天能花掉一半的收入 就已经很牛逼了 她的朋友也很配合 我怎么能跟三哥你比 圈子都不一样 我的圈子里 全都是月收不过万的 三哥 你这收入 足以超过全国百分之九十多的人了吧 嗨 超过多少人我不知道 反正我现在又没有结婚 一个人也花不了多少 每个月都要存下不少钱 两人就在那里 一个吹一个台 隔壁的美少女 并不是没有听见他们说话 而是直接无视掉了 一直心不在焉的 想着自己的事情 就在这时 她的手机突然响起 屏幕上的来电显示 备注着逍遥哥三个字 第九十六章 第二位戴昊玲的美女出现 莎莎见到杨凡打来电话 一改放空状态 直接按下接听键 将手机凑到耳边 逍遥哥 你到了吗 嗯 我在门口 你出来吧 好的 你等我一下 随后妹子挂掉电话 稍微整理了一下服装 拿起旁边挂着卡通玩偶的可爱包包 就离开了奶茶店 隔壁坐的一个男生 见状小声提醒着朋友 老三 老三 那个小美女走了 这时三哥也不喊了 直接就是老三 惹得被叫老三的男生 翻了翻白眼 我看得见 此时他在犹豫 要不要追上去 要一个联系方式 他刚刚之所以在这里 故意跟朋友吹收入 就是想引起沙沙的注意 为了待会要联系方式打基础 因为他从对方进入奶茶店的那一刻 就突然有了种心动的感觉 一种名为初恋的味道 弥漫在空气中 他连富二代的人设都准备好了 只是还没有来得及吹出来 小美女居然就走了 这么着急干嘛 本来还准备认识这个小美女 以后就冒充富二代 带着他去五星级酒店喝咖啡 他正好有个朋友 在里面的咖啡厅做服务员 花不了多少钱不说 到时候 他朋友故意当着美女的面 称呼他 为什么总什么总的来抬高逼格 叫哥几个把家产准备好 假装打牌娱乐什么的 输赢时 当着美女的面互相大额转账 之后赢家私下把书家的钱 转还给他就行 一套接一套的 如果只求一息支援的话 这种年龄小的美女 还是比较容易上套的 现在美女一走 自己的计划 岂不是要落空了 那怎么能行 于是他也起身说了句 走 跟上去找机会要V 于是就带着朋友起身离开 杨凡站在门口等了一会 突然看见一个梳着双马尾 穿着蓝色连衣短裙 配白色的美少女走出来 由于线下的沙沙 与直播间的区别并不大 所以他一眼就认出了对方 检查到有效消费对象 是否查看信息 嗯 杨凡看见这清纯 与诱惑并存的美少女后 心里默念 查看 姓名 吴莎莎 年龄 18 身高 167 体重 53 综合颜值 87 100 状态 正常 亲密度 39 代号0 这 这个小美女的数据 让杨凡顿时有一种惊艳的感觉 可以说是他见过的这么多美女中 综合数据最好的一个 个子和综合颜值都很不错 最重要的是代号0 这还是他见过的第二个 相比起来 竟然比李薇还要优秀一些 而且对自己的亲密度并不低 要知道 自己最近一段时间 可是在故意敲打他 但这丫头 居然能有39点亲密 对比起来 另一个女主播小鹿 在这方面 可以算得上是完败 这确实是杨凡没有想到的 他一时间对这个妹子的好感大增 不自觉地露出了笑容 正要上前去相认 谁知 突然有两个男生掀了他一步 只见其中一个 走到莎莎旁边 嘀嘀咕咕地说着什么 莎莎只是不耐烦地瞟了他一眼 并没有搭理 而是在四处张望 莎莎 这时 一道男人的声音响起 他顿时转头看去 只见不远处 有一个男人在对着他举手示意 他没有搭理旁边搭讪的人 赶紧小跑几步 来到杨凡面前 笑着问道 逍遥哥 杨凡点了点头 是我 走吧 说完就转身准备离开这里 吴莎莎轻密度加三 咦 突然出现的提示 使得他迈起的脚步一顿 有些疑惑地 转头看了莎莎一眼 田知道 他本来是 做好了减轻密度准备的 毕竟 这已经算是常态了 但没有想到 这个小美女 居然会跟李星然一样 都这么有眼光 他暗暗想着 难道是自己 最近突然变帅了 不应该啊 之前照镜子时 还跟之前一点区别都没有了 不过这总归是好事 他不知道 莎莎虽然选择了 以开盲盒的方式见面 其中也有逼自己一把的意思在里面 但一路上会忍不住各种担忧 是难免的 当真正见到他时 莎莎心里才稍稍松了口气 想到 逍遥哥的外表 比自己想象当中要好不少 而且还算年轻 所以直接长了三点亲密度 此时 他见对方用疑惑的眼神 看向自己 不解地问道 逍遥哥 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 杨凡微微摇了摇头 没有 就是感觉你线下比直播间还漂亮 妹子顿时笑了起来 哈哈 果然还是逍遥哥有眼光 不瞒你说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后面的三哥和其朋友 看见这么可口的美少女 竟然跟着一个男人走了 全都露出一副怀疑人生的表情 这时朋友小声问道 老三 咱还跟不跟上去 老三瞪了他一眼 没好气地说道 还跟什么跟 跟上去找家打吗 咱是有身份的人 打家那是街溜子才会干的事情 那些瓦片 能跟咱瓷器比 杨凡此时正跟莎莎 一起往机场外走 突然电话铃声响起 他一看是恭敬打来的 随手就接了 电话那头 传来妹子调笑的声音 哟 咱们杨老板挺辛苦啊 又跑到机场来接美女了 嗯 他第一反应 就是恭敬在附近 拿着电话四处看了看 却没有发现对方的身影 随即开口问道 你在哪 反应很快吗 我刚刚跟你擦肩而过 你都没有看见我 真伤心 擦肩而过 杨凡敢保证 本来这附近的人就不多 刚刚的行人中 绝对没有恭敬存在 我的眼睛可没有这么差 不说算了 挂了 唉 等等 我 嘟 嘟 走在他旁边的沙沙 见状虽然好奇 但却没有询问 只是说道 不愧是避暑室呢 走在外面 也感觉不到很热 挺舒服的 要是能多玩 几天就好了 杨凡文言笑了笑 你还在读书吧 趁周末过来的 妹子一边走 一边张开双手 做出拥抱阳光的姿势说道 是啊 大一了 第九十七章 巧一恭敬 二女初见 杨凡见到这美少女脸上 露出的清纯笑容 一时间 有些思绪万千 就在这时 一辆小轿车 停在他们旁边 车窗打开后 露出一张漂亮的脸蛋 只听脸蛋的主人 对着杨凡的方向吐槽道 你个没良心的 竟然挂我电话 杨凡听见熟悉的声音后 往车窗看去 开车的人 却是刚刚打电话 给他的恭敬 只见对方 穿着一身男行的空姐制服 一脸不满地看着自己 他无所谓地 摸了摸鼻子说了句 真巧啊 恭敬顿时白了他一眼 巧个鬼 我可是专门绕过来的 啊 这下杨凡知道 对方电话里说的擦尖 过是什么意思了 感情是开车 与自己擦尖而过 然后跑前面去 掉头绕过来 他现在对恭敬的兴趣不大 特别是在看见了 沙沙的数据之后 他只想说 果然是人比人得死 或比或得扔 对方只需要当好 他的人事部 恭聚人就行 于是随意地问道 有事 恭敬见他一点也不热情 再看了看他旁边的那个 正看着自己的美少女后 不得不感叹 这家伙扎归扎 眼光是真的好 怕是又一个小天鹅 要落入魔爪了 事风日下 他猜想着 对方可能是因为 这个小美女在身边 才这样敷衍自己吧 恭敬一时间 感觉自己掌握了密码 决定放他一码 开口问道 要不要我送你们 杨凡一想 连恭敬独有车了 自己是不是也该 把买车的事提上日程了 总不能每次都打车吧 不过 这车该怎么买是个问题 反正他不会花钱 给自己买车的 干脆给自己的女人买车 自己拿来开开 不算是违规操作吧 毕竟车又不在自己名下 想到这里 他觉得可行 等把手上 这张二级返线卡用了后 本金可以达到120多万 确实可以买到不错的车了 唉 你想什么呢 正在他想买车一试的时候 恭敬出声打断了他 他摇了摇头说道 没什么 你下班了 是啊 刚刚从天府飞回来 可以休息两天 这妖巧 他有些好笑的 转头看了一眼 莎莎问道 她是你那趟航班上的空姐 莎莎从刚刚开始 就在打量着恭敬 只觉得对方的身材好好 长相好漂亮 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成熟美 即使身为笑话的自己 跟对方一比 好像也有点稍显逊色 不过自己还小 要是再过几年 身材肯定会更好的 到时候 也会有这份成熟美吧 这时听见逍遥哥问他话 他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 我没有太注意呢 不过这个姐姐长得真漂亮 恭敬文言 瞬间满脸笑容 小妹妹 你才漂亮呢 连姐姐看了都嫉妒 你是从天府来的吗 嗯 是的 那我们肯定是同一趟航班过来的 还真是有缘 快上车吧 莎莎转头看向杨凡 想询问他的意思 杨凡并没有客气 直接拉开后座门 对他说道 你先上 莎莎见他表态 也就直接坐了进去 待二人上车后 恭敬一脚油门将车开走 路上恭敬问道 你们打算去啊 你推荐一家好吃的餐厅吧 我们还没有吃晚饭 那不是正好 我也还没有吃呢 不介意 我跟着去蹭一顿吧 面对恭敬这个厚脸皮 他能说什么 总不能对方把自己二人送到后 就把对方撵走吧 那就一起 二十分钟后 经过恭敬的介绍 他们去到了一个风景不错的山庄里 这里的装修和风景都很不错 虽然名气不大 但菜品的价格还是挺高的 据恭敬所说 他曾进来吃过一次 味道很好 所以强烈推荐他们尝尝 杨凡对此倒是没有什么意见 他在服务员的安排下 刚刚入座 由于选的是四人餐桌 恭敬很主动地迈着大长腿 朝他走过来 准备挨着他坐 他转头瞪了对方一眼说道 坐对面去 随后看向对方身后的美少女说道 莎莎 过来坐这点 恭敬亲密度一 本来笑容满面的空姐 脸色顿时一僵 心里吐槽 你敢不敢在后次薄比一点 以前找人家要联系方式的时候 叫人家小甜甜 买香水都要买食瓶的那种 现在有了新欢 就让人家坐对面去试把横 男人 你的名字叫做 最过分的是 咱俩什么都还没有发生过 你就开始厌旧了 真够奇葩的 空姐的心里吐槽归吐槽 但杨凡都这样说了 他也只好挪开步子 往对面而去 吴莎莎亲密度加一 小美女见杨凡 让那个美女空姐坐对面去 让自己挨着他坐 对此 心里感觉还挺受用的 他虽然不知道两人的具体关系 但他看得出来这个美女 空姐一路上 总是有意无意地在勾引逍遥哥 关系肯定不会太普通 但逍遥哥明显不爱搭理他 总是爱找自己聊天 走路也与自己走在一起 坐也要跟自己坐在一起 这些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自己果然对逍遥哥来说 是比较独特的吗 在线上对方 是因为自己 才开始在斗音上刷钱的 线下也对自己很宠爱 这不 他刚刚挨着逍遥哥坐下 对方就将蔡丹帝给他说道 想吃什么尽管点 不要拘束 他露出甜甜的笑容 点了点头 好的 对于杨凡的好意 他不想去拒绝 没看见对面的空姐 此时都翻起了白眼吗 恭敬无语地看着那个 喜心厌旧的臭男人 自顾自地找服务员 又要了一本菜单 开始点了起来 并且还故意安贵地点 似乎这样做 能让他心里舒服些 没过多久 服务员就上好了满满一桌菜 恭敬看见杨凡和莎莎 互相帮对方加着菜 而他就像是不存在一般 早知道是这情况 自己跑来凑什么热闹 想是这样想 但他还是帮忙活跃了一下气氛 时不时地与二人攀谈一下 他的交际能力不错 使得三人很快就聊到一堆 并且他说话也很有分寸 丝毫没有提过杨凡的风流运势 甚至还在莎莎面前 说了他不少好话 第98章 美少女 杨凡见恭敬这妹子 扮影会地跟莎莎夸赞着自己 就像是在帮自己泡妹子一样 心里觉得有些好笑 但也不得不说 对方这番操作成功地 获得了自己的好感 恭敬知道不可能限制住杨凡后 就很光棍地做起了 助纣为虐的工作 现在的他可以说是与之前 打造出来的高冷形象天差地别 是一个很有思维的妹子 属于在不同的环境下 底线就很灵活的那一类人 正跟莎莎聊天的他 也用于光瞟到了杨凡脸上的满意之色 心里很是受用 心想 你以为老娘愿意做这种事 老娘很喜欢自己的高冷人设好吗 只能怪你给的有点多 从他答应给杨凡牵线的那一刻起 他就已经不奢望能独享对方了 既然如此 那就以搞钱为主 这样最符合他的利益 对方想做什么 他都会无条件配合 这种想法确实可以算得上是 深得杨凡之心 唯一的遗憾是这妹子不加亲密 一顿饭结束恭敬 笑着向杨凡询问道 你们下一站去啊 我送完 你们可就不当电灯泡了 很显然 他也看出来了 今天有那个美少女在场 他跟杨凡是不可能有独处机会的 所以打算送完这次 就麻溜地离开 杨凡看向旁边的莎莎说道 天色不早了 先去给你开间酒店吧 休息一下 明天带你去景区逛逛 莎莎闻言身体不自觉地轻震了一下 暗想着 要来了吗 虽然来之前 他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打算将这次旅行当作是一场梦 但真正湿到临头后 还是感觉很紧张 只是勉强地点了点头后 轻轻地 嗯 乐一声 随后 恭敬将二人送到一家五星级酒店 还主动跑去给他们开了间房 然后才跟他们挥手道别 只留下一句 我过几天联系你啊 转身出门 就开车离开 杨凡带着从吃完饭后 就显得有些沉默的莎莎进入了总统套房 这房间对于恭敬来说 可不算便宜 虽然之前杨凡给他转了些钱 但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可他还是选择这样做了 就是心里笃定自己帮杨凡做了事 对方大概率是不会让他吃亏的 所以连提都不提 杨凡见到莎莎一进门 就坐在沙发上不断玩着自己的衣角 看得出这妹子很局促不安 他走到冰箱处拿出两瓶水 然后坐到了妹子旁边 递了一瓶给他 轻声说道 你看起来很紧张 喝点水吧 妹子小声回应 谢谢 随后接过水 双手握着没有打开 或许是酒店这个特殊地方的原因 他全程都是微微低着头 连看都不敢看杨凡一眼 完全没有在机场时的活跃 莎莎现在可不是只有紧张的情绪 还对即将要到来的事情感到害怕 要不是一直想着 对方给他刷礼物时的那一份豪气 他甚至有逃离的想法 杨凡当然也看出了他此时的状态 并没有给他太多压力 而是温柔地说道 别那么紧张 你不愿意的话 我是不会强迫你的 你突然跑过来 我还以为你做好了心理准备呢 身为大冤肿的他 这一生注定不平凡 可不屑于去强迫任何妹子 这点格局还是有的 莎莎闻言有些犹豫 本来他自己也以为自己做好了准备 可世道临头却突然害怕起来 但他还是鼓起勇气 抬头看向身边的男人 结结巴巴地说道 我 我准备 好了 说完就紧紧闭上眼睛 做出一副慷慨就义的模样 乌莎莎亲密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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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卧槽 杨凡发现这妹子不断在减亲密度 想也不想地赶紧阻止 直接弯着两根手指 给对方的小脑袋刮来了一下 咚 呀 好痛 挨了一下的妹子睁开眼睛 用手揉着脑袋 颇有些莫名其妙地看着杨凡 一脸的猛逼削 削瑶哥 你看我脑刮崩做什么 我要是不阻止你 那亲密度照你这样剪下去 还得了 这可是我的事业啊 她笑了笑 你做没做好准备 难道我看不出来 别急 我们先聊聊天 缓解一下紧张的心情 妹子闻言心里稍稍松了口气 点了点头 好吧 逍遥哥想聊什么 杨凡沉吟了一下问道 我看得出你是个好女孩 能告诉我 为什么要选择过来找我吗 乌莎莎亲密度加一 听见杨凡夸她是好女孩 她心里还是很受用的 但后面的话一出来 又不由地开始默默吐槽 我为什么过来 你心里没数吗 都被你打入冷宫了 我不得为自己争取一下 想是这样想 但嘴上可不敢这样说 而是认真地说道 我可以说 是因为你给的太多了吗 真够实诚的 杨凡顿时感觉有些好笑 那如果是别人给的更多 你也会空降吗 才不 这个问题问得有些尖锐 妹子几乎是脱口而出 但随即看见对方 那似笑非笑的表情后 她之后的话戛然而止 低着脑袋说道 至少有逍遥哥了 我就不会 她又不傻 怎么可能当着杨凡的面乱说 虽然她口中说不会 但杨凡却清楚 这个美少女 可以因为钱空降自己 那自己如果不给她刷了的话 以后遇见另外一个 给她大刷的人 她同样也会选择空降别人 像对方这种各方面 都很优秀的原装美女 自己如果不拿下 将来也会被其他有钱人给拿下 与其将来便宜别人 还不如便宜自己 至少自己会保证 在她想要的物质方面 可以极大程度地满足她 既然对方本来就没有打算 将第一次交给爱情 那自己也没有必要 有太大的心理压力 不再刨根问底 而是换了话题 那你现在在顾虑什么 莎莎闻言摇了摇头 小声说道 我没有顾虑 我只是 我只是有些害怕 我家里管的言 也一向洁身自好 所以还从来没有交过男朋友 我 我很干净 第99章 系统的奖励 对于莎莎说 自己很干净这一点 杨凡倒是门清 这个美少女到现在为止 绝对算得上是 最干净的成年女性之一 她认真的点点头 这个我绝对相信 莎莎见她口气不似座尾 也是愣了一下 随即再次抬头看向她问道 可是 我都主动过来找你了 你不应该怀疑一下吗 杨凡突然感觉有些无语 这妹子什么脑回路 自己都说相信你了 你还问我不该怀疑一下 笑着摇了摇头 不怀疑 无杀杀亲密度加二 妹子哪知道她有系统 这个作弊器 只以为对方对自己很信任 毕竟这年代装 纯洁的人太多了 而且 她还做出了空降这种不好的行为 她刚刚之所以会说这个 就是想让杨凡知道 别看她做出了这种行为 但她是绝对干净的 并且即将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交给她 以此来换取以后更好的对待 对方既然没有丝毫怀疑 就选择相信她 这种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就在她想着这些时 杨凡的声音又传入她的耳中 既然你做出了选择 那么我会尽量满足你的物质所需 但相对应的 我不结婚 并且已经不止一个女人 即使这样 你还愿意吗 沙沙文言后并没有纠结 她这次空降 本来就不是奔着爱情来的 不然也不会开盲盒了 结婚这种事 对于她还太久远了 根本没有去考虑 对方有没有其他女人 跟她的关系好像并不大 既然对方承诺了 会满足她的物质需求 那么她的目的就算是达到了 所以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 嗯 勒一声 经过刚刚的聊天后 她明显放松了不少 没有之前那么害怕了 杨凡见妹子 既然都已经同意 那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她先是伸手轻轻搂住妹子 感觉对方的身体 有些轻轻颤抖 但并没有拒绝她错过来的脸 莎莎翘脸微红 有点不好意思地 看着近在咫尺的她 眼神飘忽 有些闪躲 她双手抱住妹子 在其耳边说道 还怕吗 妹子摇了摇头没有说话 只是闭着眼睛抱住她 并没有其他动作 杨凡轻声在她耳边说道 没事的 嗯 吴莎莎亲密度20 在杨凡愣神的时候 莎莎只感觉脑海中一片空白 她呆愣了片刻后 突然有种忍不住想哭的冲动 心里就感觉很丧 愣神的杨凡发现 莎莎竟然一下子 捡了这么多亲密度 也很猛逼 此刻的心情 简直是欲哭无泪 但还没有等她来得及 消化这个事情 系统的提示再次出现 直接让她惊讶起来 奖励大渊种牌 S保一瓶 还有这种好事 真不愧是系统爸爸呀 有一句话 一直在网文圈流传 那就是 系统出品 必属精品 她不认为系统会害她 所以这玩意 绝对是好东西 但系统给她奖励这玩意 安的是什么心 用脚都能想到 简直可以说是齐心可诛 奈何她喜欢 配合着坚持锻炼身体的话 将来的美好生活 正在向她招手 戴昊玲竟然有额外奖励 这是她没有想到的 她不自觉地露出了笑容 也不去在意 美女捡亲密的事情 以后再找机会加回来就是 或许 将对方发展成自己的女人 不断去提高对方的亲密度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说不定会有其他惊喜 紧闭着眼睛的莎莎 疑惑地睁开 迷茫地看了她一眼 但见到她那张笑脸后 又赶紧闭上眼睛 紧张地问道好 好了吗 杨凡听后 只感觉自己如遭雷劈 还是劈得秋黑的那种 神那么好了吗 但她现在满心都是联系 当然不会吐槽对方 跟走过路过的读者大大门 求点用爱发电 感谢 第100章 可口的美味 40分钟后 她搂着莎莎小声说道 没事了 莎莎也抱着她 将小脑袋埋在她肩颈位置 喃喃地说道 好了吗 杨凡满意地点点头 嗯 好了 吴莎莎亲密度加舞 妹子听见自己的这场梦已经结束 心里顿时松了口气 连带着亲密度都跟着长了一些 杨凡见她可爱的模样 脸上露出一丝宠蜜 晚饭想吃什么 我让酒店做 我不知道 我现在感觉心里好慌 杨凡文言 用手轻抚着妹子的后背 温柔地说道 别怕 有我在呢 说完她也不急着去点菜 而是继续搂着她不断说着安慰的话 过了好一会 妹子才稍稍恢复正常 轻轻喊了一声 逍遥哥 嗯 我饿了 杨凡文言一笑 好 我这就去点菜 说完她去拿起座机 往前台打去 而莎莎也将眼睛睁开 看着她的背影 眼中露出复杂的神色 妹子现在心里有些乱 但经过对方的安慰后 比之前好了很多 她不知道自己的选择对不对 但既然已经选了她 就不想去后悔 心里只希望对方可以看在 自己将纯洁交给了对方的份上 对自己好一点 记得之前的承诺 当看见杨凡挂掉电话后 她又赶紧闭上眼睛 杨凡转头时 正看见这丫头拉被子 心里有些好笑 慢慢走过去 靠在床上 拨弄一下妹子的双马尾 调笑着说道 现在才当是不是晚了点 妹子文言说了句 讨厌 后 干脆一拉被子 将脑袋也得盖住 杨凡笑着再次搂住妹子说道 你现在这样子 哪里还像是以前那个 在直播间里叫嚣着 小姚哥大访 娶一万个婆娘的莎莎 妹子文言闭着眼睛 伸出一只手来不断拍打她 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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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跟线下 肯定是有区别的嘛 见妹子这样 杨凡也知道 她基本已经恢复正常 不再像之前 那么害怕更无助了 于是继续跟她说着话 时不时地调笑一下 很快 她点的餐 已经做好送来 当她将餐车推进来后 妹子正准备起来时 却在扭动过程中突然停顿 疼痛感让她停止了动作 翘脸上眉头紧锁 杨凡见状 赶紧放下餐车 快步走过去责怪道 都告诉你 不要乱动了 怎么就不听话呢 她坐到床边 轻轻搂住对方 傻丫头 我 我有点不好意思 乖乖坐好 不要乱动 就在床上吃 嗯 随后杨凡添了碗饭 各种菜都加了一些 端到妹子面前 我喂你 妹子不好意思地说道 不用了 我自己吃就好 她文言没有说什么 将碗筷递给了妹子 谢谢 不用 随后 她自己也去添了一碗 过来陪着妹子吃 饭后二人又腻在一起 妹子见杨凡一直在这里陪着她 心里好受了很多 正要说什么的时候 突然发现 手机来了信息 她好奇地点开一看 顿时大吃一惊 只见这条信息 竟然是她银行卡里 突然多出来六十万块钱的到账记录 嘶 她倒吸一口凉气后 下意识地看向旁边紧挨着她 且正在操作着手机的杨凡 惊讶地问道 逍遥哥 钱 钱是你转的 杨凡对着她微笑着耸了耸肩 不然呢 还有谁会给你转 是的 刚刚她闲来无视 将昨天从李星然那里获得的二级反线卡给使用了 第一个就是给旁边的这个小丫头转账了六十万 为什么普通卡的单笔转账最高的工商银行 都只能一次性转出五十万 而她可以转出六十万巨款 这就要归功于系统了 本来她还在想自己要怎么升级更高级的银行卡 系统就突然来了提示 宿主的银行卡属于大冤种卡 无转账限额 放心使用 她这才知道原来自己的银行卡早已被系统动了手脚 这就不需要去考虑升卡的事情了 所以她直接使用二级反线卡 然后给吴莎莎赚了六十万过去 没有任何意外直接转账成功 但莎莎此刻却不淡定了 虽然这段时间杨凡经常会去她的直播间里大刷特刷 但实际上拿到她手中的钱也就是几十万 现在突然多出了六十万转账 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但她心里此刻升起了一个令她很不安的想法 逍遥哥为什么给自己转这么多钱 不会是打算一次性买断吧 这可不是自己想要的 虽然这钱已经很多了 但自己付出这么多 可不是为了这六十万 而是为了以后的细水长流 对方承诺过 以后会尽量满足自己的物质所需 现在难道是想食言了吗 此刻莎莎想着这笔转账的意义 顿时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 吴莎莎亲密度8 正微笑的杨凡发现 旁边妹子亲密度突然减8的提示后 笑容直接僵住了 整个人处于蒙圈状态 什么情况 白送六十万还减亲密度 见妹子呆呆的样子 明显在想着什么事情 她赶紧阻止 丫头 你在想什么呢 第101章 大冤种系统很可靠 莎莎顿时一脸不安地看向她问道 逍遥哥 你 你给我转钱是什么意思 杨凡听她这样问 稍微思索了一下 也回过未来 这妹子 恐怕是把这笔钱给想复杂了 于是 咚 得一下 谈了妹子一个脑瓜崩 呀 痛 你又谈我做什么 妹子捂着脑袋 一脸委屈地看着她 这时她才没好气地说道 谁叫你个小傻瓜 喜欢胡思乱想 我那是转给你零花的钱 你倒是跟我说说 你想哪去了 唉 莎莎闻言后愣了一下 也感觉到自己好像想差了 但她可不会承认 我没有乱想呀 我只是奇怪 逍遥哥你为什么突然转钱给我 杨凡心里翻了翻白眼 你没乱想 那亲密度会减 还一下子减了八点 心里吐槽 但她却没有说出来 反而去宽妹子的心 身为我的女人 都是不定期会有零花钱的 你也不例外 当然 如果你不愿意做我的女人 我也不会勉强 现在嘛 做一天和尚 就撞一天钟咯 她与妹子们的相处方式 并不是那种 吃了就不认账的交易性质 愿不愿意做她的女人 这种选择题 会交给妹子们去做 虽说她对于妹子们的 去留问题 并不是特别在意 但她相信 妹子们一旦选择成为 她的女人后 将来就很难会离开她 很简单 她给的多呀 而且还有个亲密度功能在 谁对她是真心实义 谁对她是虚情假意 她完全是一目了然 妹子们的亲密足够高后 肯定是不会离开的 而且刷不动的那种 她都懒得去刷 也算是杜绝了大部分 有离开风险的妹子 但若是将来 真有妹子要选择离开她 她也不会强留 反正她自觉也没有 对不起人家 就比较问心无愧 毕竟到现在为止 她都是扎在明面上的 妹子们 知道她是个渣男 还愿意把自己交给她 这出发点 本身就不是纯粹的爱情 所以 也就不存在对不起人家 正因为这样 她也不希望妹子们 做出对不起她的事情 要走可以 提前说 别背着自己 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纯洁度功能 可不是吃素的 沙沙文言有些意外 她没有想到 对方竟然是将 自己当做对方的女人看待 她还以为 就是大部分女主播 跟榜一大哥的关系而已 一个涂色 一个涂财 你请我愿的 说不上谁吃亏 但现在 既然能成为对方的女人 那自己肯定将获得更多 这从刚刚对方一言不合 就转过来六十万的行为中 就可想而知 而且这样的话 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 会更牢固更长久 或许这是个很好的选择 反正自己现在 并没有交男朋友的打算 就当是谈了场恋爱 也不是不能接受 毕竟自己最珍贵的东西 都已经给人家了 还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呢 而且 谈这场恋爱 可能可以使自己 得到很多财富 从此过上美好的日子 一个人想过好日子而已 这有什么错 所以还是 比较好取舍的 妹子瞬间就想清楚了利弊 认真地说道 逍遥哥 我知道了 我愿意做你的女人 无沙沙亲密度加十三 这妹子的亲密度 属于来得快去的 也快的那种 一下子把刚刚捡的 补回来不说 还多加了五点 姓名 无沙沙 综合颜值 八十七 九十九 状态 正常 亲密度 三十三 因为之前那次 直接减二十 所以导致妹子的亲密度 还没有刚见面的时候高 杨凡摇了摇头 没有去在意 笑着说道想清楚哦 愿意当我女人的话 就不可以与其他男人 有任何牵扯 我这人比较小心眼 在这期间你 只能属于我 当然 如果有一天你想离开 我绝不会阻拦 但要提前跟我说清楚 莎莎没有犹豫 认真地点了点头 我想清楚了 对方连后路 都给自己留好了 将来想要离开 就可以随时离开 这还有什么好想的 随后 杨凡又继续 给她的其他女人们 赚着钱 其中获得最多的 就是翘寡妇李欣然了 JK小美女顾瑞杰 和小野猫徐山 没转小路 是因为她偶尔会去直播间 给对方投食 不需要特意去赚钱 呆毛姐妹和恭敬 则是因为这些妹子 还不是她的女人 她以后获得反线卡时 转的数额只会成倍增长 如果她与这些妹子的关系 得不到进一步的提升 以后这些妹子 就很难会收到她发的福利了 所以剩下的七次 共计420万 她全部转给了李欣然 除了支持对方 投资工会的事业以外 还特意让对方去买一辆好车 这样一来 自己以后 就可以白嫖小寡妇的车开了 以后再给她的 其他女人们也配上 好车换着开 还不用花自己的钱 就挺好的 李欣然看着杨凡连续 转过来的钱 一时间感动得无以复加 并没有去奇怪 对方为何60万60万的转 只以为是对方 那张卡限额了 对于对方 让她买辆好车的要求 她当然没有拒绝的道理 直接就答应了下来 还让对方有时间的时候 陪她一起去看车 另一边 此时正看着手机短信中 到张60万信息 一个静傻笑的徐珊 心中非常激动 甚至还感觉自己 开始想这个转账之人了 直接发信息 你可真是个 让人欲罢不能的死鬼 有时间吗 出来玩 然而 她正在等杨凡回信息时 一道声音传来 吓了她一大跳 珊珊 你一个人在这傻笑什么呢 徐珊感觉关掉手机屏幕 回头看去 不出意外 来人正视她的闺蜜 监视有顾瑞杰 她随意地说道 没什么 就是想到个开心的事情 顾瑞杰也没有在意 继续说道 肯定是又在欺负 你家那个学霸男票了吧 走 今天本仙女高兴 我们出去吃大餐去 我请客 第102章 升级男友 只需一个电话 听顾瑞杰将话说完 徐珊心里好笑地想着 你倒是提醒了我 是时候该把那家伙 给升级为前男友了 不然要是哪天不小心 被那个死鬼误会了的话 自己少奋斗一辈子的梦想 岂不是要落空 想到自己卡里 刚刚收到的60万巨款 她更加坚定了决心 于是对顾瑞杰浅笑着问道 小瑞瑞 你今天这么高兴 是因为你家土豪哥哥吧 发生了什么好事 说来听听 其实徐珊心如明镜似的 看对方这高兴的样子 肯定也是收到了杨凡的转账 自己能收到那个死鬼的福利 顾瑞杰身为自己的前辈 肯定也能收到 只是不知道 对方收了多少 想到这 她心里突然出现了一丝攀比心理 所以想要套出闺蜜收到的金额 顾瑞杰可不知道 对方的小心思 颇为兴奋地说道 哥哥他又给我转铃用钱了 整整六十万呢 天哪 我真是太幸福了 走走走 吃大餐去 吃完我们去逛街 你不是一直想要那条手链吗 姐给你买了 这妹子此时就显得很好奇 然而这话听到徐珊的耳中 她心思就有些复杂了 听见对方也只获得了六十万 她心里突然涌现出来一种莫名的开心 想着 这是不是证明 那个死鬼在某些方面 已经将自己与闺蜜 放在了同一地位 随后 她看着顾瑞杰那没心没肺的笑容 很自然地 就想到自己与对方口中的土豪哥哥的那些疯狂场景 最奇怪的是 一想到这种事 为什么会突然有一种莫名的刺激感呢 徐珊亲密度加二 这种状态的她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 她想着 不得不说自己这个闺蜜 对自己还是很不错的 还记着自己以前喜欢 但却舍不得买的一条手链 并且还准备买来送自己 但对方不知道的是 自己现在已经不喜欢了 或者说是 已经看不上那种七八千的手势了 徐珊心里想了不少 表面却笑着说道 吃大餐可以 手链就不用买了 对了 你等我几分钟 我弄好了再出门 顾瑞杰没有多想 只以为是闺蜜不好意思收 她打算等对方生日的时候再送 面对等几分钟再出门这种事 她更是没有任何意见 直接点头同意下来 徐珊带着复杂的心情 回到房间 降门给锁上 随后坐在床上拨打了一个号码 对面很快接通 同时一个年轻男生的声音传了过来 珊珊 你终于肯联系我了 你这几天到底怎么了 如果是我做错了什么 你跟我说 我肯定会改的 男生很珍惜自己的这个女神女朋友 同学和朋友们 也都非常羡慕她的好运气 本来一切都挺好的 但自从前段时间开始 女朋友突然对自己冷漠了起来 不愿意见面不说 还信息不回 电话不接 彻底陷入了冷战期 天知道她这几天心里有多难受 每天干什么都提不起兴趣 满脑袋都是自己的女朋友 还在网上到处查找处理这种情况的方法 感觉自己都有些魔症了以后 很意外地收到了对方打过来的电话 心里顿时狂喜起来 徐珊的声音就很平淡 赵斌 你什么都没有做错 不需要改 我知道你最近利用下课时间 再没日没夜地送外卖 非常辛苦 你是想送我那条手链吧 说真的 我很感动 男生听后脸色一洗 有些不好意思说道 原来珊珊你都知道了 没事的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可是你知道吗 我不想你这么辛苦 我喜欢的东西很多 而且都很贵 照你这么做的话 就算身体累垮了 也是满足不了我的 男生听见这话后 感觉味道好像有些不太对的样子 疑惑地出声准备询问 珊珊 但她才刚刚开口 就被徐珊的声音给打断 你先听我说完 好 你说 你现在应该把心思 放在学习和毕业后的打算上知道吗 我不想因为我而影响了你的前途 这样我会很愧疚 我这几天不联系你 就是因为我在考虑 考虑我们这段感情 是否还有再继续下去的必要 现在我得到了答案 为了你好 也为了我好 我们还是分手吧 男生听后如遭雷劈 同时又满脑袋的问号 不敢相信地询问道 珊珊 你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你是不是还在生气 我 你怎么还不明白呢 一段已经同时影响了两个人的感情 是没有存在必要的 我曾经说过 如果有一天你压力太大 太过辛苦的话 我一定会帮你减轻负担的 没有我以后 你就不需要这么辛苦了 压力自然也就消失了 以后好好为你的前途努力 分手吧 洒脱点 让我们彼此带着一个好印象离开 男生听后 一时间竟然无言以对 合着你以前说的这句话 是这么个意思 还记得 当时我都被你给感动坏了 不 我不答应 其实我 嘟 嘟 你嘛 男生正激动地准备说些什么来挽回时 徐山已经很干脆地挂断了电话 他赶紧回播过去 却发现自己竟然被对方给拉黑了 直到现在 他都还接受不了 自己突然被分手的事实 感觉挺莫名其妙的 心情可以说是复杂极了 既难受又猛逼 而徐山将对方的联系方式拉黑后 心里松了口气 总算是了却了一桩重要的事情 随后他推门出去 准备跟闺蜜一起出去吃大餐 另一边正搂着沙沙聊天的杨凡 可不知道 自己在无意当中拆散了一对鸳鸯 对于怀里的这个合法长腿罗利 要说不喜欢是不可能的 他在杨凡心里的地位 甚至后来居上 隐隐超越了其他妹子 没办法 谁叫人家的第一个男人 就是自己呢 这是不由自主 就会出现的特殊好感 沙沙也发现了身边这个男人 好像很喜欢抱着自己 而现在的他 对于这种亲密接触 已经完全能够接受 不再像之前那样害羞 第103章 后来居上的沙沙 杨凡之后一直陪着沙沙 但却没有做出什么过分的事情 想让对方好好休息一下 妹子也感受到了他的怜惜 心里很是受用 他今天肯定是不能直播了 二人一晚上都在聊天 和一起打游戏中度过 直到夜深相拥而眠 第二天 杨凡睡醒后 看见沙沙如同一只小白兔般 趴在自己怀里沉睡 他脸上不自觉地露出了微笑 不由自主地想起了 自己以前那种狗逼日子 只觉得 现在这样的场景 是以前做梦都不太感梦的画面 但很快 他就有些窘迫起来 刚刚睡醒时 本就那傻 何况现在还没女在怀 他想着小丫头此时的状态 就颇为怜香惜玉 正准备起床时 谁知这动静 将沙沙给弄醒了 只见妹子蹭 得一下坐起了身子 正想发出尖叫时 看清了旁边男人的模样 这才让叫声胎死腹中 杨凡见妹子此时正满脸 惊恐地看着自己 感觉有些好笑 脸上不自觉地露出了笑容问道 怎么 睡迷糊了 沙沙这才想起昨天的事情 心里顿时松了口气 刚刚睡醒时 他感觉到旁边有一个人 这个发现 可把他给吓得不轻 要知道 他一直都是自己一个人睡的 即使是妈妈叫他起床 也只会在门口叫 很少会进他的房间 他之前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中 潜意识以为自己还在家里 所以反应才会这么大 沙沙拍了拍胸口 不好意思地说道 吓死我了 杨凡见他那可爱的模样 忍不住逗他 装作不满地吐槽道 你这一惊一乍的 被吓到的人应该是我吧 妹子却露出了笑容 嘿嘿 活该 妹子的状态明显比昨天好了很多 在他面前恢复了之前活跃的样子 杨凡见他这副模样 浅笑着说道 我去点东西吃 说完就下床去打电话给前台 当二人吃完饭后 杨凡接到了李星然的电话 今天是他与糖果的约定日期 看了眼正在床上玩手机的沙沙 他走过去说道 你好好在这里休息 我要出去一趟 最迟晚上回来 明天再带你去玩 沙沙对此倒是没有什么意见 他这次过来的目的已经达到 又不是真过来玩的 想玩紧点什么的以后 有的是机会 但还是表示了一下自己的不满 我明天就要回去了 下次见面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呢 什么事情这么重要 让你把我丢在这里 自己跑出去 杨凡搂着他说道 这是在你来之前就答应好的 乖 我过段时间去天府看你 真的 当然 那你去吧 早点回来啊 随后杨凡留下沙沙 独自一人离开酒店 几十分钟后 当杨凡到底欢乐 古游乐场门口时 听见一个童真的声音 在附近响起 叔叔 他转头一看 只见一个小天使 正张开双手 迈着小短腿 满脸笑容地朝他跑过来 后面还跟着一个美艳少妇 原来是提前到了的 李星然和小糖果 他赶紧快走几步 上前蹲下身体 一把将小糖果抱在身上 他怀里甜甜地笑着 哥哥哥哥 叔叔你终于来了 嗯 我们家小天使等很久了吧 小丫头文言掰着手指头 算着 等了 嗯 结果还没有算出来 就被紧随其后的李星然打断 我们也是刚到不久 小丫头却嘟着嘴巴不满起来 妈妈骗人 我们都等了好多分钟了 杨凡笑着说道 是叔叔不好 叔叔迟到了 那么作为惩罚 叔叔亲 我们家小天使一口当作 惩罚可以吗 好呀好呀 他对着糖果的小脸蛋巴鸡 一下 引得小丫头 哥哥直笑 李星然则满脸幸福地看着面前 这对和谐的如同妇女一般的 一大一宿 心想 他们要是真的两妇女 他有多好啊 杨凡逗弄了一会小糖果后 就抱着他去买票 还不忘招呼 后面的李星然一声 愣着干嘛 走了 唉 好 此时的他们在外人眼中 与正常的一家三口无异 感谢死神镰刀砍小鸟 大大送来的大神认证 感谢各位 大大送来的各种礼物 万分感谢 第104章 一家三口的平淡日常 杨凡三人进入游乐场后 他抱着的糖果 每当发现有人盯着他看时 他都会很大方地喊一声 哥哥姐姐什么的 这不 刚刚路过的两个女生 被小丫头叫姐姐的声音 给弄得满脸笑容 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女生 看着三人的背影说道 哎呀 怎么办 刚刚那个小女儿太萌了 简直是骗我生闺女系列的罪魁祸首啊 他的同伴也笑着出声 那是他妈妈的功劳 刚刚那个美女太漂亮了 好有气质 确实啊 幸好没有随他爸爸 还没走出太远的杨凡 听见背后的小声一轮 脸上顿时出现一道黑线 你们礼貌吗 不过 很快就恢复正常 心里安慰自己 他们说的是 小糖果的爸爸 关自己什么事 不过 总觉得这种理由不够硬 旁边的李欣然 当然也隐隐约约听见了一轮声 被别人夸赞 本来挺愉悦的 但看了一眼 脸色古怪的杨凡后 他赶紧装作 没有听见的模样 这时糖果 指着前面的旋转 木马兴奋地说道 叔叔 我想骑马 好 那我们就先玩这个 随后 杨凡抱着小丫头 就上了一匹木马 一只手留来护住丫头 一只手抓着把手 当开始转动时 小丫头明显很激动 呀 驾驾 哥哥哥哥 李欣然没有去骑 而是站在外面喊着 糖果你报警 叔叔别乱动啊 注意安全 当旋转停止后 小丫头很失意犹未尽 期待地问到叔叔 我能再骑一次吗 杨凡文言一笑 当然 但我们需要再买一次票 耶 他好了 我这次要骑粉红色的那一匹 由于很多刺激的游乐设施 都不能带小丫头玩 所以他们并没有买通票 完全就是想玩什么线买票 李欣然本来以为杨凡和女儿要出来了 正准备迎上去 谁知看见他们又买了张票后 换了匹马骑 只能笑着摇了摇头 继续等待 谁知这一等就等了三次的时间 看见总算是出来了的两人 他笑着问道 真是的 这骑木马就这么好玩吗 你们还骑上瘾了 杨凡耸了耸肩 闺女喜欢骑几次就骑几次 咱又不是没有这个条件 随后将头身向他的耳边 小声说道 骑木马可没有骑你上瘾 妹子文言千娇百妹地白了他一眼 丢下一句 你喜欢就好 随即不再继续这个话题 他们一人牵着糖果的一只小手 朝碰碰车那边走去 之后 他们几乎将游乐场里儿童能玩的设施 玩了个遍 此事已经完了 一下午的小丫头也累了 但却没有像上次一样睡觉 一直到杨凡喂完小丫头吃饭后 才发现他坐在沙发上打瞌睡 杨凡笑着 看了一眼李星然 然后指了指眼睛都已经睁不开的小丫头 糖果或许是感受到了他们的目光 用小手啪啪 打了两下自己的小脸蛋 半睁开眼睛问道 叔叔 你吃完了吗 杨凡和李星然被小丫头这自己 把自己给揍醒的操作给多笑了 他走过去抱起对方 温柔地说道 糖果要是困了就睡吧 小丫头摇了摇头 我不睡 我睡了 叔叔就不见了 杨凡感受得到 这个小丫头对自己确实是挺依赖的 宠溺地摸了摸他的小脑袋说道 就算你不睡 叔叔也是要走的呀 但叔叔答应糖果 如果糖果乖乖听话的话 叔叔一有空就会带糖果玩 小丫头歪着脑袋想了想 糖果最听话了 叔叔 你一定要再带糖果出来玩 嗯 叔叔保证 但你现在要乖乖睡觉 小丫头点了点头 张开双手 好 叔叔抱着我睡 杨凡笑着将她抱在身上 小丫头很快就睡着 看来之前一直在强撑 早就困得不行了 她转头对李欣然说道 走吧 我送你们回去 妹子面带笑容 这小丫头可真黏你呢 以前还从来没有过 杨凡看了看已然睡着的小丫头 露出会心的笑容 我的小棉袄年我不是应该的吗 李欣然突然认真的说道 亲爱的 谢谢你 自从成为杨凡的女人后 她发现自己的焦虑症 在不知不觉间痊愈了 生活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连最担心的女儿问题 也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她看得出 对方是真心喜欢自己女儿的 女儿也很喜欢对方 两人的相处与妇女无异 唯一欠缺的 或许就是让女儿改口叫爸爸了 但这个问题她觉得暂时还不好去提 准备再缓缓 一切都在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 而带来这一切的 就是面前这个男人 可以说 是她一手拯救了 自己那个乱七八糟的人生 杨凡见着美颜少妇 突然这么认真的道谢 也是一漏 随即坏笑着说道 就光是嘴上显 没诚意 李欣然一点也不介意她的调戏 我们先把糖果送回去吧 然后 你想让我怎么谢都可以 要不 我把护士装戴上 这对杨凡来说 倒是挺诱惑的 但实际不太对 现在酒店中 还有个妹子等着她呢 莎莎明天就要回天府了 对于这个将纯洁 交给自己的小美女 她很快做出了选择 改天吧 今晚我有点事 李欣然听后 懂事的点点头 好的 只要你有空 随时都可以 她大概能猜到 对方可能晚上要去陪其他女生 但丝毫没有吃醋的意思 她态度很端正 并且觉得 对方已经为自己付出很多了 自己要是去介意这种事情 就多少有些不识好歹了 杨凡将李欣然母女送进小区 正准备与她们分别时 突然一个看上去四五十岁的大姐窜了出来 满脸笑容地说道 哎呀呀 欣欣 这位就是小杨吧 可算是见到真人了 杨凡愣了一下 还没有反应过来 只听李欣然开口 朝这个大姐说道 妈 你怎么在楼下 原来是妹子的母亲 难怪看着自己 笑得这么灿烂 第105章 丈母娘看女婿 李母本来是吃完晚饭出来溜弯的 刚刚散了圈布 准备回家 就看见自己女儿和一个男人进入小区 那男人还抱着自己外孙女 瞬间就明白了对方的身份 她可是早就想见见自己这个便宜准女婿的风采了 看看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奇人 竟然会做出那么多奇事 奈何女儿一直不肯把人带回家 她也没有办法 今天却正好被她撞了个正子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这不得赶紧上去认识一下自家准女婿 于是才有了之前那一幕 杨凡听见对方是李欣然的母亲后 也礼貌地说道 阿姨你好 我是 结果她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李母打断 我知道 我知道 你是欣欣的男朋友小杨吗 我们欣欣在家可没有少提到你 走走走 到家里坐去 面对李母的热情 杨凡一时间不好拒绝 但旁边的李欣然却开口道 妈 她还有事要忙 李母不满地说道 嗨 上楼喝杯茶也耽误不了多少功夫吗 小杨啊 你吃饭了吗 阿姨给你做几道拿手菜啊 吃了饭再走 呃 吃了吃了 不用麻烦阿姨了 我们刚刚吃完没多久 小杨啊 你也知道我们家欣欣的情况 她是个苦命的孩子 阿姨要感谢你啊 感谢你对他们娘俩这么好 阿姨 您千万别这样说 欣然她对我也很好 糖果这小丫头我也很喜欢 那感情好啊 我们家欣欣还是不错的 这孩子打小就乖巧 长得也随我 要模样有模样 要身材有身材的 人还勤快 什么家务都会做 很贤惠 你俩可以说是男才女貌 娶回去肯定能把家 给你操吃得明明白白的 你看你们什么时候 把事给办了 是是是 杨凡本来在笑着赞同李母的话 但听着听着 感觉不对位起来 笑容瞬间僵住 旁边的李欣然赶紧解围 妈 你在说什么呢 也不怕吓到别人 我们有自己的计划 你就别操这心了 李母这才停下滔滔不绝 不好意思地笑着 那啥 小杨啊 你别怪阿姨唠叨啊 实在是跟你一见如故 不知不觉的话就多了起来 她也怕自己真的吓到这只金龟婿 没有再继续替结婚的事情 这样的奇人在不了解性质的情况下 还是不能乱下的 要是给吓跑了 这辈子都别想遇见第二个 到时候 别说女儿会怪自己 就连自己都原谅不了自己啊 要知道 女儿才给了自己二十万 让自己空闲时 带老伴到处玩玩 用脚趾头想都知道 这钱肯定是面前的 这位奇人给的 反正二人才在一起没有多久 结婚那种事也不急于一时 只要他们感情稳定 那比啥都好 随后李母还是拗不过李欣然 没能成功将杨凡带上去喝茶 当然 这里面也有李母怕杨凡真的有事要做 她可不想耽搁了对方 也就借颇下驴的 没有勉强 半小时后 杨凡顺利地回到酒店 此时 莎莎已经穿戴整齐 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听见动静后 转头看向她 微笑着说道 萧遥哥你回来了 杨凡走到沙发处 紧挨着妹子坐下 嗯 你吃晚饭了吗 吃了 让酒店送的 那就好 说着她伸了个懒腰 妹子见她 好像有些疲倦的样子 好奇地问道 你下午做什么去了 很累吗 杨凡摇了摇头 不累 就去了趟游乐场 游乐场 妹子闻言有些惊讶 她想过很多地方 唯独没有想到游乐场 杨凡有些疑惑 游乐场怎么了 让你这么惊讶 莎莎笑着说道 你胆子挺大呀 我在抖音刷到过 好几次游乐社 试出事故的视频 有钱人不应该 都挺惜命的吗 原来小丫头 在想这玩意 杨凡好笑地说道 你不知道 很多意外身亡的 都是有钱人吗 什么极限运动啊 灯珠峰啊 一桩飞行什么的 这些是穷人玩的东西 妹子闻言后 眨了眨大眼睛 随即露出一副 恍然大悟的表情 你这么一说 好像还真是你你 不会也喜欢 这些危险的运动吧 杨凡摇了摇头 我跟其他有钱人不一样 我惜命 我在游乐场 都是玩旋转木马 和碰碰车这些 别说过山车和大摆锤了 我连海盗船都不晚 妹子扑呲 一声笑了出来 笑了一回说道 总感觉你这样 怕死的心态 才更像是正经有钱人 随后二人天南地北的 聊了很久的天 杨凡去洗了的早上床 抱着小美女 闭上了眼睛 莎莎见状 脸上满是纠结之色 心里犹豫了好一会后 轻喊了一声 逍遥哥 正在嗅着少女香味 闭目养神的杨凡 并没有睡着 听见对方叫她 条件反射地应了一声 嗯 莎莎红着脸蛋 小声地说道 我 我们做些什么吧 闭着眼睛的杨凡文言一愣 吃惊地睁开 颇有些不可思议地 看向一脸羞涩的小美女 她看见对方这个模样 就知道自己没有猜错 还真就是那个意思 面前这个可口的美少女 发出的邀请 让她很是心动 但还是问了一声 已经不痛了吗 莎莎羞涩地点点头 好很多了 我 我明天就要走了 妹子倒不是因为 尝到滋味后 忍不住想再来一次 主要是因为 她明天就要回去了 下次见面 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她怕自己长时间 不在对方身边 对方对自己的喜爱会减少 但她能做的事情不多 只能再给对方 留下一个难忘的夜晚 让对方多记着点自己的好 既然已经确定 要做对方的女人 她也算是想开了 虽然对于这种事情 她还是很不好意思 但最终却是发出了邀请 杨凡见这个可口的美少女 就多少有点不难人了 直接一个翻身 在妹子的惊呼声中 慢慢地开始操作起来 跟走过路过的读者大大们 求点用爱发电 感谢 第106章 巧遇万句 莎莎靠在杨凡的怀里 小声说道 等放假的时候 我再找时间过来晚几天 然后你有空 也要去天府看看我 知道吗 她要尽力维护好这段感情 杨凡多少有些猜到妹子所想 轻轻在对方红润的翘脸上 映了一下后说道 我答应你 妹子笑着点点头 轻轻问 微生 就不知不觉地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 杨凡在迷迷糊糊中 感觉到身边的一阵动静 茫然地睁开眼睛 就此醒了过来 待视线聚焦后 发现动静的来源 是莎莎这个小美女 正在旁边准备起床 她微笑着问道 起这么早 妹子见她醒了就是一愣 随即白了她一眼 都快中午了 那我也起吧 先出去吃饭 趁还有点时间 带你去逛逛 好 随后妹子很自然地 任由她搂着出门 到大厅后 更是主动地跑去前台 把剩余的账 给截了进出酒店的 一些不同年龄段男性 看见二人后 都对杨凡投来了极度的眼神 甚至有一个 看着跟她差不多大的胖子 对她一脸见笑地 竖起了大拇指 杨凡见状 表面上只是勉强笑笑 实则心里感觉 还是比较爽的 莫名其妙地 被满足了虚荣心 二人离开酒店后 就近找了家餐厅 开始点菜吃饭 期间随意地聊着天 很快一顿饭吃完 买单时一听八千多 莎莎说了句 逍遥哥我来吧 然后主动拿出手机 准备去扫码 杨凡直接拉住妹子的手 阻止了她的行为 我来 虽然妹子的行为 让她有些舒服 但这种立马返现的钱 不花白不花 莎莎对此也没有多说什么 搂着妹子离开餐厅后 突然听见一个 有些熟悉的男性声音 杨哥 随之而来的 还有系统的提示 检查到有效消费对象 是否查看信息 杨凡先向声音的方向转头 一看是健身房中的 那个帅哥万俊 他身边还跟着两名美女 其中一个 竟然让杨凡 有些眼前一亮的感觉 系统提示的 应该就是这个妹子吧 此时 万俊看见了杨凡搂着的沙沙 这小美女 顿时给了她很惊艳的感觉 但她演示得很好 瞬间就调整好表情 满脸笑意地走过来 打起了招呼 杨哥真巧啊 你来这吃饭吗 杨凡点了点头 随意地说道 是啊 你呢 来这边玩 嘴上这样说着 心里在默念查看 姓名 张若曦 年龄 24 身高 168 体重 58 综合颜值 86 98 状态 正常 亲密度 0 杨凡心想 这女生的数值不错 代号是2 难怪会让自己 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但也就是处于还好的阶段 身材比沙沙风雨一些 颜值差不多 但纯洁度却完全不能比 虽然如此 但万俊这小子身边有个这种级别的美女 还是让他有些意外的 这时 万俊笑着说道 我带朋友去前面喝杯咖啡 杨哥要不要一起 问这话时 他心里充满了期待 然后杨凡的话 却让他失望了 只见杨凡摇了摇头说道 你们去吧 我还有点事 万俊见他拒绝 也就不再提喝咖啡的事情 第107章 撞枪口上的小野猫 随后 杨凡与万俊随便聊了几句 就带着沙沙离开 万俊看着二人的背影想着 自己果然没有猜错 对方的身边 竟然又换了一个 这么高水准的美女陪伴左右 既年轻又漂亮 那身材更是谁见谁心动 而且他们刚刚出来的这家餐厅 万俊他们也清楚大概的消费 杨凡很有钱的印象 已经烙在了他的心里 这时 那个没有获得系统提示的女生问道 宝 刚刚那个杨哥 不会就是 你说的那个 档次比较高的富二代吧 万俊点了点头 就是他 随即他转头看向张若曦问道 张大美女 感觉如何 张若曦稍微回忆了一下 刚刚那个男人 只是随意地瞟了自己一眼 就一开目光 跟其他男人初次见到自己 是有很大不同 他淡淡地说道 长得很普通 但他身边那个女伴 确实很不错 就他那样的 若没有点实力的话 恐怕还真吸引不到 万俊理所当然地说道 都说了没有骗你 怎么样 让我来介绍你们认识一下 张若曦思索了片刻 觉得可以先与对方认识一下 进一步了解对方的大致情况后 到时再考虑其他 于是说道 走吧 咖啡厅里聊聊 万俊心里一喜 知道这美人 大概率是同意了 他今天通过自己的女人 将对方约出来的目的 就是想跟对方聊聊杨凡的事情 没想到灰之妖桥 与郑主遇上 他想要结交杨凡 而张若曦拜金 可以说是合作双赢 要说这万俊也大气 他以前刚刚见到张若曦时 就迷恋上了对方 多次明里暗里的追求后 却被对方养了鱼 在被对方砸七砸八地 祸祸了两三万后 却连手都没有得牵过 他也就醒悟了过来 及时止损地 直接将对方给删了 好巧不巧的是 一年后 他聊不到的一个女生 正好是张若曦的 大学同学兼室友 以至于他们再一次聚会上 再次见面 但两人都没有怎么搭理对方 只是打了个招呼 连普通朋友都不如 也就是万俊想用美女 来当桥梁结识杨凡的时候 思索了一遍 自己认识的所有士林女生 竟然发现没有合适的 最后才想到了张若曦 她很清楚 对方是个不折不扣的拜金女 以前就是在逗她玩 根本就看不上她 或许当时对方 还同时吊着好几个男生 也说不定 妥妥的扎女 但奈何对方长得 确实是很漂亮 个子高 身材又好 这点即使是被她伤害过的万俊 也不得不承认 要说人选 这妹子反而是最合适的 如果自己能利用她 来达到目的 至少心里会舒服一些 到时候 自己私下里将对方 是拜金女的事情 如实告诉杨哥就行了 杨哥应该不会因为这种事 对自己有看法 反正大多数富二代 根本不在意 女伴是否拜金 颜值和身材是首选 所以她想到就做 直接让自己的女人 联系张若曦 把事情跟她说了一下 一开始 对方根本不相信自己 直接拒绝 后来 经过多次软磨硬泡 总算成功 把对方约出来喝杯咖啡 现在看起来 张若曦好像对这是有点兴趣了 另一边 已经与莎莎 开始逛着商场的杨凡 完全不知道 刚刚见到的那个美女 是万俊准备介绍给她的 她本来想给莎莎多买些东西的 但莎莎拒绝了 理由是带太多 贵重东西回家的话 不好跟妈妈交代莎莎的妈妈 虽然知道 女儿做直播 赚了不少钱 但具体数字是不太清楚的 她要是拿一大堆奢侈品回家 她妈妈一定会刨根问底 主要是这些品牌 她妈妈绝对都认识 用高仿这个谎言 来蒙混过关的话 有被拆穿的风险 为了避免麻烦 也为了方便携带 她只选了一个不算太贵的包 和一对耳钉 而她也主动给杨凡 买了一身阿玛尼的行头 对于杨凡给她买表的提议 直接拒绝了 还是学生的她 不想将自己弄得太高掉 于是只能作罢 时间匆匆流逝 这时已经快到了莎莎登机的时间 二人只能打车往机场而去 最后依依不舍地吻别 自此 莎莎避暑市之旅的行程结束 离开机场的杨凡想了想 这两天 她不但本金顺利达到了120万出头 还获得了一瓶系统奖励的 大冤种牌慎宝 或许是该试试效果了 之前没有用 是因为不清楚效果的情况下 贸然使用的话 怕沙沙承受不住自己的怒火 她可不想把对方 给弄出心理阴影来 就自己的正常发挥 都能让这丫头眼泪婆娑的 吃了那玩意还得了 但对于其他三个 在避暑市的女人 就没有这方面的顾忌了 正在她想着翻谁牌子时 竟然有人主动送上门来 手机震了一下 她拿出一看 是徐山那只小野猫发的信息 心里一乐 这妹子还真是赶巧了 死鬼 你又不回我的信息 是不是忘记答应过我什么了 杨凡回忆了一下 之前徐山说她 不管自己有多少女人 都会陪着自己 但自己不能冷落了她 她这条信息 应该是对自己经常 不回她信息的行为 表示不满 杨凡笑着回了一条 我在博顿酒店等你 速度 刚刚下课 正在回家路上的徐山 本想习惯性地发条信息 吐槽一下那个 不回自己信息的死鬼 但这次 对方不但回了 还直接约自己 这是她没有想到的 心里的那一点点不满 瞬间烟消云散 取而代之的是开心 是的 开心 徐山亲密度加一 因为她很清楚 这几天自己的闺蜜顾瑞杰 都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 没有夜不归宿 也就代表了 杨凡从上次 与自己疯狂过后 并没有约过自己的闺蜜 而现在对方又再次约了自己 这是不是代表着 自己那方面 给对方的感觉更好呢 竟然隐隐有一丝 后来居上了的感觉 这可是一个好的开始 或许等对方更加宠爱自己后 自己就可以找个机会 跟对方坦白 自己是顾瑞杰闺蜜的事情 到时候 对方应该不会为了顾瑞杰 而抛弃自己吧 感谢 Lizie 大大送来的 抱更洒花 感谢各位大大送来的各种礼物 万分感谢第108章 惊讶的徐山 徐山想着想着 露出了微笑 直接回复信息 我20分钟到 随即也不回去换衣服了 身上这套白体恤 本来就高 踩上一双小白斜显腿长 等他坐了个网约车 到达约定地点时 正看见杨凡拿着杯奶茶 慢悠悠地往这边走 他迈着大长腿 就朝对方直接就迎了上去 嘴里不满地吐槽道 哼 买奶茶都不帮我带一杯 杨凡坏坏地一笑 一把搂住徐山 在他脸上映了一下 小声说道 一会 后面声音太小 妹子看着他坏笑的样子 感觉自己听懂了言外之意 但并不介意 而是妩媚地白了他眼后 故意咬了咬下嘴唇 做出诱惑的表情轻哼 一声 杨凡见他这张娃娃脸上 出现这么一副 媚态摆出的表情 瞬间感觉到 一种名为反差的诱惑 心里居然直接出现了怒气 不得不感叹 对方真是知勾人的小野猫 一时没忍住 对着他的小嘴就印了上去 而这一印 就如同粘上了一般 直到将近一分钟时间才分开 徐山一脸无语地说道 呀 你喝的是墨香味吧 你这是 连我喝的什么都尝出来了 厉害啊 二人轻密地走进酒店 顺利开了间房后 在迎宾的带领下进入房间 杨凡在冰箱里拿了瓶水后 趁徐山去洗手间洗澡的功夫 他取出了系统奖励的大渊肿牌 瓶子并不大 瓶身上写着很多字 但大概意思就是 每日一例 效果很好 打开一看 里面是个头部小的药丸 只有实力的样子 够吃十天 正好一个疗程 也不知道吃了后会有多大变化 他也懒得去想 出于对系统的信任 直接拿起一粒就往嘴里塞 用手中的矿泉水送服 仔细感应了一下 只觉得身体内部有些暖洋洋的 一股暖流在里面乱窜 还挺舒服 两分钟后 这种感觉消失 吃下这玩意并没有太大的反应 但他觉得 系统给的东西不会这么简单 还是要等会试 试才知道 因为只是随便冲了个凉 所以没过多久 徐山就裹着浴巾出来了 往床的方向一边走 一边对杨凡说道 你也去洗一下吧 这天奇怪 他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杨凡一把抱起 惹得他一声惊呼 见到对方这样子 他也不再多说 双手还住对方的脖子 带着妩媚的笑容 四十多分钟后 小野猫一脸不可思议地说道 你 你不对劲 杨凡根本不搭理他 徐山亲密度加二 杨凡一脸轻松地躺在徐山旁边 将他搂在怀里 心想 那玩意确实管用 可惜说明上写着 现在的效果是不稳定的 得吃完一个疗程 才能长期发挥稳定 想要再增强 那就还要吃一个疗程 心里高兴的他 搂住徐山的手 不自觉地紧了紧 这时 小野猫也稍稍缓过进来 一脸愤愤不平地咬了他一口 但下嘴不中 嘴上不满的嘟囔道 你个坏家伙 怎么能这么对本小姐 少吃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对身体不好 这妹子以为杨凡吃了那啥 虽然他确实吃了 但并不是对方想象当中的那种 见妹子这样的状态 这是我锻炼身体的成果 徐山文言翻了翻白眼 锻炼的成果 你看我像是个傻子吗 你承认我又不会笑话你 本小姐下次一定要报仇 他前几天才与杨凡疯狂过 对于对方的战斗力 还是大概有数的 什么锻炼 能让他几天时间像变了个人一样 这不是扯淡吗 肯定是这家伙 想给自己一个惊喜 但又不好意思承认 杨凡见妹子 这明显不相信的样子 也没有多做解释 反正以后 自己都是这战斗力 甚至更高 长此以往 也由不得对方不相信 于是好笑着说道 欢迎报仇 要不就现在 这话顿时惹的妹子脸色一僵 随即满脸怨念地看着她 做出一副咬牙切齿的模样 有本事等我休息一下 杨凡见她这可爱的样子 缓缓将头凑到她的耳边调笑道 行啊 但你答应我的事还没做吧 妹子文言不屑地瞟了她一眼 怪我了 给了你机会 你不珍惜 过期作废 第109章 再次输掉游戏 二人黏在一起聊了一会天后 杨凡突然想到 如果现在跟徐山打王者的话 自己的胜率应该会很高吧 于是开口说道 来 把手机拿出来 我们打一句王者 她怀里的小美女文言疑惑了一下 想了片刻才勉强想起来 不确定地问道 你是说单挑王者 杨凡点了点头 嗯 妹子直接翻起了白眼 无语地吐槽道 好家伙呀 本小姐都这么依着你了 你怀 算了 反正你不是对手 杨凡开始挑衅 经过我这几天的苦练 实力大有精进 你怕输的话就算了 我大度地放你一码 也不是不行 妹子用一副不屑的目光看着她 淡淡地说道 我不敢 就你 别说苦练几天了 让你练几个月 也不是本小姐的对手 徐山说完 就去拿过自己的手机 当她打开一看 有好几个未接来电 全是顾瑞姐打的 还有一条信息 珊珊 你放学跑哪去了 要一起吃饭吗 徐山心想 还好自己有先见之明 将手机尽阴望 然后情不自禁地看了杨凡一眼 竟然觉得对方越来越有吸引力 徐山亲密度加一 杨凡也注意到 妹子正用一种感觉 有些古怪的眼神看向自己 并且还加了亲密 这时 徐山回了顾瑞姐一条信息后 拿着手机走回来 随后二人打起了王者 没过多久 她就发现自己小看了徐山 人家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想要打赢她 还是没有什么难度的 一连输了三把 她索性不完了 妹子笑着说道 继续啊 别怂 杨凡才不管她怎么说 确实打不赢就没有办法 索性不搭理她 赚了输掉的三万给对方后 就直接打开了斗音刷视频 妹子不屑地看了她一眼 哼 没意思 杨凡的手机屏幕 这时进入到乌拉国女主播 妮娜的直播间 妹子正在唱着歌 她直接拍了十个佳年华上去 把对方给砸停了 只见妮娜满脸笑容的喊道 欢迎逍遥哥来妮娜直播间 感谢逍遥哥的嘉年华 见到你妮娜好开心 逍遥哥有什么想听的歌吗 杨凡旁边的徐山 听见女主播的声音后 凑过去好奇地 看向她的手机屏幕 顿时有些惊讶 因为屏幕中 是一名金发碧眼 且长相出众的外国女主播 对方清凉地穿着 和娇好的身材 连同样身为美女的徐山 都不得不承认 确实是一名充满了 抑郁风情的美女 顿时在旁边打趣道 呦 看来是本小姐的服务 不够周到呢 咱们家死鬼 这是对杨的有兴趣 杨凡听她阴阳怪气的 顿时有些好笑 伸手摸了摸 妹子的脑袋说道 怎么 吃醋了 之前是谁说的 不管我有多少女人 都会陪着我的 妹子文言脑袋一阳 一脸傲娇地说道 本小姐才没有吃醋 这种程度就吃醋的话 我怕我迟早 被你的醋给酸死 那你阴阳怪气地做什么 徐山美好气地 白了她一眼 有本小姐 这个大美女在这里 你居然隔着手机 去看其他女人 你觉得这合适吗 怎么 本小姐就这么没有魅力 杨凡听见她这么说后 也还算贴心 直接关掉豆音 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 与妹子聊了会天后 相拥而眠 感谢 爱吃由闷红虾的贺长青 大大送来的 抱更洒话 感谢各位 大大送来的各种礼物 万分感谢 跟走过路过的读者大大们 求点用爱发电 感谢 第110章 顺路的爱心奶茶 第二天 杨凡迷迷糊糊地 听见手机震动声 还感觉旁边有动静 不自觉地睁开了眼睛 卧槽 只见一个披头散发的人影 处在自己眼前 并且越离越近 这情况吓了她一大跳 瞌睡都被吓醒了 她下意识地用双手 去挡住自己的头 随即听见了银铃般的笑声 哥哥哥哥 死鬼 你干嘛呢 睡猛了 杨凡听见 这熟悉的声音 疑惑地看了那披头散发的人影 一眼带发现是徐山后 心里这才松了口气 没好气地说道 你有病啊 披着头发 往我面前凑什么凑 吓我一跳 徐山嘟着嘴巴不满地说道 我要去上课了 本想亲你一下再走的 谁知道你突然醒过来 杨凡这才知道妹子的打算 顿时觉得有些不好责怪她了 于是一把将其抱住 温存了好一会后说道 去上课吧 妹子点了点头 好 我走了 现在还走 你再睡会 随即杨凡再次闭上眼睛 待她在睁开时 时间已经快到中午 而小野猫已然不见 她想着昨天的疯狂 脸上不自觉地露出了笑容 系统奖励的东西 效果果然牛逼 但自己的体力 也得跟上才行 于是她洗漱完毕后 打算坚持锻炼 离开酒店打了个车 去到飞跃健身附近 准备在这边随便吃点东西 下车后 正在闲逛找吃的 当路过李维学跳舞的那栋楼时 她很自然地停了下脚步 脑袋中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这个妹子 这几天她没有再约对方 而对方也没有联系过她 想到对方是维尔的满唇节妹子 肯定也是有特殊奖励的吧 想了想 觉得还是算了 连续三次都没有约出来的妹子 就没有必要继续约了 不然太过于暴露需求感 反而会落入下城 于是继续向前走去 她不知道 不远处正有一双眼睛 在用颇为复杂的眼神注视着她 李维练了一早上的舞 本来正想下楼来吃午饭 刚刚出门没有多久 就发现一道熟悉的身影 在不远处的人行道上走着 她下意识地找了个转角遮掩 那道身影走到路口停下来 眼神还往这边看了几眼 好在对方是抬头看大楼 并没有发现 站在转角墙后的她 见对方看了大楼后 好像有些出神的 想着什么事情 李维心里暗想 恐怕她现在是在想我吧 毕竟这栋楼里 对方应该只认识自己一个 想到这里 她顿时感觉心里有些暖暖的 但她依然没有现身的打算 反而强迫自己不要去想这个事情 她觉得自己暂时还没有做好 与对方见面的准备 看见那道熟悉的身影离开后 她转身回到大楼 准备点外卖吃 不出去溜达了 此时已经在吃着路边摊的杨凡 并不知道刚刚李维看见了她 更不知道 自己已经能影响到对方的情绪 毕竟这个妹子 对自己的亲密度很低 可以说仅仅是正数而已 她哪里会想得到这些 但对李维这个妹子来说 能让她仅仅是不排斥的男性 都很少很少 年纪差不多大的人里 杨凡还是唯一一个 能调动她情绪 让她会故意去躲避的男人 更是绝无仅有 本来她想直接把这个 能够影响到她情绪的男人 给直接扇了走捷径 但又下不了手 毕竟她排斥男人 但不排斥前 杨凡吃完午饭后散了会部 溜达到不远处的亨特国际商场里 在商场外买了两杯奶茶大包 随后就熟门熟路地 找到了香袋化妆品专柜 一眼就看见正坐在里面 端正碗盒饭吃得正香的封玉婷 一身职业装的她 还是那么美 姓名 封玉婷 年龄 二十三 身高 一百六十五 体重 五十 综合颜值 九十 九十九 状态 正常 亲密度 四十三 杨凡笑着走过去时 正好被封玉婷旁边的一个妹子发现 只见她放下盒饭 立马起身 想要招待 先生 你看看有什么需要 我可以给你介绍 这时 封玉婷也转头看了过去 见到那熟悉的身影顿时一乐 随即起身 快速将嘴里的米饭咽下 端正盒饭向杨凡走了几步 杨哥 你怎么来了 杨凡对先迎上来的那个女孩说了句 不用招呼我 然后 看向封玉婷笑着说道 路过这里 过来看看你 诺 半堂的杨汁甘露 妹子闻言后 在同事打趣的目光中 翘脸一下子就红了起来 但还是强作镇定的 接过奶茶说道 谢谢 杨哥你吃饭没有 我给你 吃了 我也是当当吃完 散不过来的 随即二人又聊了一会 由于妹子在上班 她也不好过多打扰 在与妹子约好周末一起吃饭后 就离开了 封玉婷亲密度加二 她一走 妹子就聊胜于无地增加了两点亲密 而这时 妹子的店长走过来对她打趣道 诱 专程来给你送爱心奶茶呢 还挺有心 你们两个发展得挺快嘛 嘴上还一直说什么 没考虑好没考虑好的 封玉婷闻言有些害羞 不一地说道 那姐 杨哥他就是正巧路过这里 来看看我而已 那姐却好笑地说道 骗鬼呢 还正巧路过 怎么就没有哪个男人 正巧路过 给我送杯爱心奶茶呢 老实说 你们发展到哪一步了 已经开始恋爱了吗 妹子被修得一跺脚 娇称道 你胡说什么呢 不理你了 已经离开商场的杨凡 并不知道还有这种后续 更不知道 妹子的店长一直在帮她说好话 撮合她的妹子 不然一定要请人家吃顿大餐表示一下 当她散步去到健身房时 已经差不多消失了 直接开始热身运动 健身房中 正在锻炼腹肌的万俊 看见她后 眼睛顿时一亮 思索了一下 没有过去打扰 而是走到另一边 拿出手机拨了的号码 待对面接通后 她小声说道 张大美女 人来健身房了 你要不要过来 对面传来一个女生的声音 发位置 第111章 万俊约饭 美女张若曦 杨凡这次又增加了一些运动量 刚刚锻炼完一轮休息好的她 正在进行着第二轮跑步 此时她注意到旁边那台跑步机上来了人 为什么会引起她的注意 因为是个有些亮眼的美女 这美女个子较高 头发竖起 额头拴着一条粉红色头带 上半身穿着粉红色的运动文胸 凸显出了体积不错的窝窝头 下半身是黑色运动短裤 外加一双运动鞋 双腿修长而比直 属于是那种偏向于筷子腿的腿形 大腿没有比小腿粗上太多 小腿肚子上也没有坠肉 看上去很匀称很直 当然也很白 此刻她正在慢跑 头一直朝着前方 使得杨凡只能看见侧脸 虽然只看见侧脸 但还是觉得这个妹子挺好看 然而令她疑惑的是 妹子都离得这么近了 系统居然没有出现提示 难道是个侧脸杀 或者是人工美女 但她相信系统不会出错 于是失去了兴趣 现在的她还是比较挑食的 连系统都不提示的女性 即使看上去再好看 她也是没有丝毫兴趣的 瞬间收起心神继续锻炼 她不知道的是 并不是这个美女没有达到80分 也不是系统不主动提示 而是昨天中午就已经主动提示过了 她也查看了人家的信息 但她看完在心里随意评价一下后 就将人家的长相给忘了 当时她也只是看了一眼 并且人家是跟着万俊准备去喝咖啡的 而她身边又有更好的小美女沙沙陪着 所以对方没有给她留下太多印象 不错 在她旁边跑步的那个美女 正是她昨天有过一面之缘的张若曦 对方在接到万俊的电话后 精心打扮了一下 就故意来这家健身房与她偶遇 张若曦的余光 其实一直在有意无意地注意着旁边 见旁边这个男人 只是一开始看了自己一下后 就继续锻炼 并且之后 还真就没有再往自己这边看过 就跟昨天看见自己时的反应特别像 一时间也是有些郁闷 暗想 应该是对方见过的美女太多了 身边不缺 没有多少反应 这就有点不太好办了呀 本想利用自己教好的颜值和身材 来吸引对方的 这样可以占据主动权 现在看来 可能不太行得通 但也有可能是对方 没有主动搭讪的习惯 毕竟她身边不缺美女 张若曦想了一会觉得 还是让万俊那家伙 来促成自己与对方认识算了 认识了以后再观察 妹子没有放弃之前的想法 因为在对方主动出击的情况下 她才有可能占据更多的主动权 她还真就不相信 凭借着自己的外貌条件 会对对方没有一点吸引力 杨凡可不知道 旁边这个美女 从一开始的目标就是自己 她又跑了几分钟后 开始休息起来 刚刚停下没有多久 万俊就拿着两瓶功能饮料 笑意应该往这边走来 杨哥今天过来锻炼了 你好像有几天没有来了 平时肯定很忙吧 说完就递了一瓶给她 经过前几次 杨凡对于这家伙 会过来跟自己打招呼 聊聊天什么的已经习惯 所以也没有在意 接过饮料说道 谢了 前两天有点事 没有过来 万俊笑着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而是看向一边 正在慢跑的美女喊道 张大美女 可以休息一下了 来喝点饮料 美女文言停了下来 用肩上的毛巾擦了下汗 走过来接过饮料后没有说话 而是自顾自的 走到一边喝了起来 仰头喝饮料的美女 身体的曲线确实诱人 但杨凡的心思 没有在她身上 而是询问万俊 你朋友 万俊点了点头 嗯 想减肥 我让她从跑步开始锻炼 对了杨哥 说起来 你跟她昨天还有过一面之缘呢 嗯 听了万俊的话 她顿时回忆起了 昨天中午与对方相遇时 对方带着两个美女 其中一个 还是系统提示过的 这一下 她有点反应过来了 看了一眼美女后 默念查看 姓名 张若曦 年龄 24 身高 168 体重 58 综合颜值 86 98 状态 正常 亲密度 0 原来如此 难怪刚刚系统没有主动出现提示 原来是她昨天查看过的那个妹子 随即她点了点头 想起来了 你小子眼光不错 万俊文言一愣 随即笑了一下 杨哥你怕是误会了 我跟她只是朋友关系 杨凡本想说 大多数男女朋友可都是从朋友发展成的 但想到美女就在他们附近 就没有说出来 而是露出一副我懂的神色 他们二人的对话 当然是被离得近的张若曦听去了 妹子虽然眼睛没有看过来 但却一直在注意他们 此时她心里一阵吐槽 合着对方昨天见过自己后 就已经很干脆的将自己给忘了 难道自己的魅力越来越小了 不应该啊 从自己的那些舔狗的态度中可以看出 自己的魅力根本没有什么变化吗 这时万俊说道 杨哥 昨天你要陪美女 我们咖啡没有喝成 今天赏个脸 待会跟我们一起吃个饭吧 这附近有一家酒楼的菜很不错 她既然要邀约杨凡 当然不会选太差的地方 并且还特意点出了我们两个字 代表张若曦也会去 张若曦见万俊开始说到正题上 也在一边侧耳倾听着 杨凡不知道他们是有备而来 面对不熟的人邀请吃饭 她还是礼貌性的拒绝 好意我心领了 吃饭就算了吧 你们两个是不是挺好的 我跑去做什么 改天吧 万俊又解释了一下 自己与张若曦的朋友关系后 再次进行邀约 她可不会这么轻易放弃 杨凡见对方再三邀请 平时对自己也很礼貌 感觉不太好拒绝 而且自己今天确实也没有想 好晚饭怎么解决 于是还算给面子的答应了下来 万俊和张若曦见她答应 心里顿时松了口气 两人又聊了好一会 从始至终张若曦都没有加入到聊天行列 表现得比较高了 感谢小逸零零大大送来的 抱更洒话 感谢各位大大送来的各种礼物 万分感谢 第112章 张若曦的心态变化 待杨凡又运动了一组划船机后 跟着万俊与张若曦一起去了附近的一家酒楼 万俊刚刚招呼她 坐下就将手上的菜单递了过来 杨哥 你看咱们第一次约饭 也不知道你平时喜欢吃什么 你来点菜吧 我这也没有什么忌口的 杨凡推辞了一下 你们点 我不怎么挑食 万俊间她不想点 也没有继续纠结 杨哥吃辣应该没有问题吧 那我点些避暑菜和天府菜 可以的 于是她选了几个菜后 对着杨凡抱起了菜名 并询问意见 最后才将菜单递给了张若曦 虽然她与张若曦之间并不愉快 但此时还是隐藏得很好的 最后她还客气地询问杨凡 杨哥 你晚上有事没有 要不我们喝一杯 你平时爱喝白的 还是皮的 杨凡思索了一下拒绝道 酒就算了吧 你们喝 倒不是她喝不了酒 实际上她酒量不差 但喝酒分人 这才与对方刚刚认识 第一次吃饭的情况下 她不太想喝 万俊也没有勉强 那行 酒就不要了 待各种菜端上桌时 万俊和杨凡两人 一边聊着天一边吃 张若曦也自顾自地慢慢吃着 从始至终都没有怎么说过话 实际上她的注意力 却一直放在杨凡身上 眼看饭都快吃完了 对方只是偶尔 与万俊聊聊天 她这时也发现了 对方好像真的没有 主动搭理自己的想法 心想 既然没有吸引到对方 那自己估计得换个方式了 要稍微主动点才行 于是 她首次主动找杨凡说上了话 杨哥 你也是避暑式的人吗 杨凡文言微微一愣 但很快反应过来 转头看向美女说道 是的 听我口音应该听得出来吧 美女淡淡地点了点头 搭上话了就继续聊 我看万俊称呼你杨哥 也就跟着叫了 但我觉得你看上去挺年轻的 是哪一年的 看起来年轻吗 嗯 这个美女也挺有眼光 我比万俊大一点 你叫声哥也不算把我叫老了 实际上 张若曦对于她是哪一年的 并没有多大兴趣 只是用这个来打开话题而已 随后 她就偶尔有一句没一句的 与杨凡聊了好一会 但大多没有什么营养 此时她说道 杨哥 你们先吃着 我去一下卫生间 说完起身的时候 偷偷给万俊使了个眼色 然后才迈着白嫩的大长腿离开 杨凡没有注意到妹子的异样 只是心里有些意外 意外对方一路上都不怎么说话 但刚刚却主动跟自己攀谈 然而她也没有过多 去在意这个 因为她觉得 这种现象还算正常 有些人就是这种性格 不爱跟不熟的人说话 一旦熟起来 实际上话很多的 万俊全程将妹子的操作 收入眼底 包括离开 时时的那个眼色 于是 妹子刚一离开 她就一到杨凡旁边 来坐下 小声询问道 杨哥 不知道你觉得张若曦这女生怎么样 杨凡听后愣了一下 有些没弄明白 这货是什么意思 自己跟这妹子也不熟啊 才刚认识 她心里生起了一个想法 但却不能确定 于是疑惑地问道 什么怎么样 万俊笑了一下 人长得还是很不错的 当然 不能跟你身边的那些美女比 但杨哥 你如果有什么想法的话 我可以笑老 卧槽 这家伙是想拉屁条 他一直以为是万俊 想追这个妹子呢 不然怎么会又约人家喝咖啡 又叫人家健身呢 但现在看来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嘛 自己应该是想岔了 毕竟没有哪个男人会这么慷慨 将自己喜欢的女人往外送 杨凡想了一下张若曦那漂亮的模样 和娇好的身材 以及还算高的纯洁度 要说一点兴趣都没有 那是不可能的 毕竟对正经男人来说 经常换换口味这种事 还是很有诱惑力的 而且 对方又是通过了系统认证的美女 还可以白票一下反线卡 之前没有什么兴趣 是因为对方的数值 还没有优秀到 吸引她主动出击的程度 所以懒得麻烦 现在的她跟刚刚获得系统的时候 心态不太相同 很简单来说就是 因为最近她吃饱了 不遇到很亮眼的美女 她都不太想去弄得太麻烦 如果由万俊来帮忙搞定这个妹子的话 倒是会方便很多 但这样一来 自己就肯定欠下对方人情了 对方怎么也算是没人吧 她不太喜欢欠别人人情 而她的大渊种系统 注定了她帮不了男性什么忙 所以她觉得还是算了 反正身边美女太多 不缺这一个 于是摇了摇头说道 好意我心灵了 不过不用麻烦你了 我比较喜欢顺其自然一点 万俊文言后 心里有些惊讶 好家伙 帮你安排这种级别的美女 你都拒绝 不愧是高眼光的富二代 跟自己的格局就是不一样 但经过这次吃饭 她与杨凡也算是熟弱了一些 勉强达到了她结交的目的 既然对方并没有明确表示 对张若曦不感兴趣 那倒是还可以操作 她也就不再继续这个话题了 她深知 有些东西点到为止就行 免得别人生厌 那我就不下掺和了 嘴上是这么说 但她还是给张若曦 发了一条信息过去 正在卫生间里 照着镜子等候的张若曦 收到信息后皱了下眉头 嘴里喃喃自语道 顺其自然吗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她对自己还是有兴趣的 但却不想主动 果然 这些有钱人还是挺麻烦的 哪里有舔狗们来的方便 妹子心里想着 看来得提高自己的主动程度了 先接近对方 吸引对方 等对方对自己的好感 增加到一定程度后 照样可以拿捏 要说她对杨凡有多少好感 那还真的谈不上 就只是单纯的 想从对方身上捞钱而已 所以她很快想好了对策 打算吹响进攻的号角 就不信那个男人能顶得住 于是她拿出唇膏 在嘴唇上轻轻抹了抹 眨巴了一下嘴巴后 对着镜子微微一笑 随后转身出门 第113章 这个美女有点假 张若曦从卫生间里出来时 坐回原位 看着杨凡微笑着问道 杨哥 你经常去健身房锻炼吗 杨凡随意地回答 嗯 常去 其实我跟你一样也是新手 是吗 我看你挺熟练的呀 我就是为了减减肥 改善一下身材 所以才会去锻炼 杨凡文言打量了一下 对方的稍显风银 但已经算是很不错的身材 你这还需要减肥 果然 女人不管多重多想减 妹子有些遗憾地说道 我对自己的身材不是十分满意 觉得还有不少提升空间 杨哥你不觉得吗 她说完后 还站起来朝杨凡的方向走了两步 慢慢地转了一个圈 将自己娇好的身材 展现给对方看 杨凡只觉一阵相风袭来 鼻子不自觉地想要深吸一口 但却被她的脑袋刮制止 开口夸赞了一下 我觉得很好啊 根本没有必要减 不过经常运动一下 当做锻炼身体 还是很不错的 真的 妹子文言露出了笑容 干脆直接坐到了她的旁边 继续说道 还是杨哥有眼光 不像我那些闺蜜 老说我这里不太行 那里不太行的 害我都有些不自信了 张嘴就开始无中生闺蜜起来 杨凡见对方 竟然直接坐到了自己旁边开始聊天 多少感觉出了妹子的主动 转头看了一眼 正夹着猜的万俊 露出一副这什么情况 的表情 万俊面露无辜之色 表示他也不知道 随即加入话题 我早就跟你说了 你没有必要减什么肥 你就是不听 事实证明 不是我一个人这样说吧 随后三人 就不嫌不淡地聊了起来 待吃完饭 万俊去结账的时候 张若曦对杨凡说道 杨哥 一会我们去走一走消消食吧 对于这个提议 他倒是没有拒绝 本来就有饭后消食的习惯 于是点头同意下来 待万俊结好仗回来 三人准备离开酒楼时提议道 现在时间还早 要不我们去青霸里坐坐 这是准备约第二场了 杨凡还没回话时 张若曦抢先说道 我跟杨哥已经约好了出去走走 而且我也不喜欢喝酒 聚酒吧没有什么意思 万俊闻眼睛一眯 显然不太高兴 他感觉这女人用完他这个跳板后 不打算带他一起玩了 亏他还准备之后 与对方合作愉快呢 虽然他也知道 女人拆桥的速度是不是太快了一些 但她的表情只是稍纵即逝 很快恢复正常 笑着说道 也行啊 那我们就先去散散步 如果想找个地方坐坐的话 再商量 张若曦见这家伙这么不懂事 非要来当电灯炮 心里有些郁闷 但却不好当着杨凡的面说这些 这两人虽然配合得很不默契 但杨凡压根就没有往那方面去想 只是明显看出了 张若曦对自己的态度变化很大 但想到对方那还是零点 动都没有动过的亲密度 她也有些疑惑 她可不知道 她大冤种的身份 已经被两人抿成了档次不低的富二代 不过这不妨碍 她与妹子散步 三人就这样漫步在大街之上 张若曦全程走在杨凡身边 挨她很近 二人的手臂时不时地会产生接触 但妹子并没有闭一下的想法 杨凡就更不会去装什么绅士了 如果不是另一边的万军 时不时地插入几句他们两人的对话 这两人间的气氛会显得比较暧昧 三人散了十多分钟的步后 这时正路过一个很大的广场 张若曦的眼睛顿时一亮 像是想到了什么 她右手突然抓住杨凡的小臂 左手指向广场中租汉冰鞋的地方 颇有些兴奋地问道 杨哥 你会划汉冰吗 杨凡突然被妹子抓住手也是有些惊讶 这时的张若曦那里 还有一开始高冷的样子 但这不是她遇见的第一个一开始高冷 后来变得比较热情的妹子了 之前在空姐恭敬的身上体会过一次 除了说女人善变 她还能说什么 不过 汉冰她还是会划的 正划倒划都会一些 只是技术有限 那时她读书时 学校附近就有划冰场 收费不贵 经常有女学生爱去玩 所以她也就顺其自然地学会了 她在划冰场中 女学生的手倒是没有少牵过 但最后却一个都没有搞定 白瞎了她苦学不少时间 于是点头说道 会一些读书的时候常划 但很多年没有划过了 张若曦笑容不变 用期待的眼神看着她 那你教教我好不好 我一直想试试 但因为没有接触过 自己一个人又不敢划 拜托拜托 杨凡想着 现在时也消得差不多了 玩玩也没什么 自己确实也很多年 没有划过了 还有点小怀恋 那就走吧 好 走走走 张若曦闻言后 拉着杨凡就往租冰鞋的方向而去 心里想着 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来 还真就不相信吸引不到你 她走的路线 还是用自己的魅力 来吸引杨凡这一套 只是将被动吸引 变成了主动吸引万俊 也只好跟着去租了一双冰鞋 丝毫不在意 张若曦嫌弃她这个电灯泡的眼神 心里想着 你先开始你的表演 等我找机会 将你的老底透露给杨哥听时 我倒要看看 阁下如何应对 当万俊看见杨凡牵着张若曦的手 教她滑冰时 她笑得像一个天真的孩子模样 也不得不承认 这妹子确实有些厉害 这种治愈的笑容 连她都有些微微动心 不愧是有实力的捞女 杨凡的心里 却并没有太多感觉 就是享受生活的同时 吃吃这美女的豆腐而已 因为她看得见亲密度 张若曦跟她学滑冰时 即使表现得再开心 笑得再灿烂 但亲密度却从未长过 这甚至让她感觉 这个妹子很假 反而在心里降低了不少好感 现在就是乐得 跟对方逢场做戏而已 自己玩开心就好 这是张若曦打死都不会想到的 感谢蓝色妖姬大大送来的 爆更洒花 感谢各位大大送来的各种礼物 万分感谢 本书免费全靠各位 为爱发电小礼物的支持 大大们点一下 作者能分一毛 请大大们动动发财的小手 感谢 第114章 滑冰场的日常 杨凡在前面站着 张若曦穿着滑冰鞋 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 朝她的方向走 她的脸好像绽开的白兰花 上面写满了笑意 嘴角上扬着一个美丽的弧度 杨哥 我有点害怕 你别往后退啊 她发现自己没走一步 杨凡都会相对地退后一点 摆明了想让她试着自己滑 所以忍不住叫喊出声 正看着她的杨凡 都不得不承认 这个妹子的笑容真的很好看 很治愈 但特么要不是有亲密度功能 谁能想到 这妹子是装出来的 心里想归想 但她嘴上随意地说道 就是要这样 你才学得会 继续往我这边滑 你别光抬腿走啊 试着滑一下 张若曦心里感觉有些好笑 见到杨凡一直离自己都不算远 稍微思索了一下 心里就生出一计 只见她故意加快了 一下迈出去的步伐 假装没有站稳的样子 惊叫了一声 呀 随即跌跌撞撞了两下 一脸惊慌失措 眼看就要摔倒 杨凡见到这情况 没有多想 条件反射的 就上前伸手去扶 当她扶到妹子时 妹子的重心已然不稳 直接拖着 本来就技术有限的她 一起摔了下去 只听妹子哀忧 一声 随后 碰 一声轻响后 杨凡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而妹子则摔在她的身上 被她抱住 这一下 使得二人都有些吃痛 杨凡对着正趴 在自己身上 皱着眉头的张若曦问道 你没事吧 张若曦 亲密度 三 有些吃痛的妹子 心里正在吐槽 扶个人都扶不稳 这也太菜了点吧 早知道自己就不演得这么逼真了 摔下去的时候 不知道撞在这家伙的哪里了 可真痛 但转念一想 现在二人抱在一起 很是亲密 自己想要的效果 也算是达到了 于是 她忍着疼痛 舒展开眉头 有些可怜巴巴地说道 杨哥 我没事的 就是不知道撞在什么地方了 有些痛 她说着 微抬了一下脑袋 一眼就看见 杨凡那张近在咫尺的脸 一时间 气氛充满了暧昧 她心里一喜的同时 感觉这样就差不多了 随即赶紧假装害羞地 将脑袋转开 小声说道 杨哥 能 能先扶我起来吗 杨凡见妹子这样的表现 顿时一脸飞现 对方的亲密度 第一次有了动静 竟然是在减少 那你搁震动的气氛 这么暧昧干啥 唯一的安慰 是她的胸膛 刚刚狠狠地享受了 一把窝窝头的滋味 软玉温香抱满怀 感觉很不错 听见妹子的话后 她也不继续抱着对方了 应了一声 就将对方扶起来 随后说了一句 去那边休息一下吧 妹子摇了摇头 再次露出了笑容 不用的 我没事 薛华兵哪有不摔跤的 我们继续 但杨哥 你得拉着我滑 我怕又摔了 另一边坐在台阶上 看向这边的万骏 见二人又开始手拉手地 慢慢滑了起来 只是无语地摇了摇头 刚刚杨凡二人的情况 她都看在眼里 猜测张若曦 有很大概率是故意的 其目的 就是制造些身体接触出来 心里想着 自己以前 怎么就会这么轻易地 入了这个女人的套呢 难道是因为当局者迷 杨凡与妹子 又玩了好一会 其中豆腐可没有少吃 身体接触算是很频繁 这弄得她开心的同时 心里也有些不上不下起来 出现了一些怒气 她现在还没有完全弄明白 张若曦的意思 带着父亲密度送豆腐 给自己吃的操作 就有些烧脑 就跟当初的小野猫徐山 有点像 完全就是主动送上门那种 但人家徐山当时 好歹是有二十点亲密度的 她也猜测过 张若曦或许是认出了 她这一身阿玛尼 所以态度才会转变这么快 但又感觉这个理由 有些牵强 毕竟能穿阿玛尼 并不代表很有钱 有可能就这一身战袍 专门穿出来骗火包的 大部分的妹子 应该不会这么轻易上当 但对此她并不介意 看着近在咫尺 一脸巧笑 嫣然的张若曦 杨凡慢慢将头凑过去 想硬对方一下 心里想着 送上门的豆腐 不吃白不吃 张若曦见她这模样 心里乐开了花 看来自己假装不经意的撩拨 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现在 可不能让对方 这么轻易的硬道 于是她假装羞涩的一扭头 双手抵住杨凡靠过来的胸膛 嘴上不满地说道 杨哥 你要做什么啊 杨凡见妹子阻止 也停下了举动 并没有勉强 只是觉得有些兴致缺缺了 你跑来撩拨我 现在给我来个点到极致 于是说道 今天就到这吧 我也滑累了 她对这妹子 撩完自己 就撤退的行为 有些不满 如果说 刚刚她还觉得玩得挺开心 但现在已经有些没有意思了 失去了兴趣 还继续跟这妹子 玩什么暧昧游戏 当然是闪人了 张若西文言一惊 知道自己好像有些玩脱了 但又觉得有些离谱 她并不觉得自己 刚刚的行为有什么问题 第一 这里是广场 附近人不少 女生在这种场合撒狗粮 会觉得害羞 会阻止是很正常的事 第二 自己与她第一天认识 让她尝到不少甜头 就已经很不错了 再让她硬 就比较影响人设了 第三 虽然她确实是刻意去接近对方 并且想吸引对方 但现在还什么实质性的信息 都没有弄清楚 啥好处也没有看见 她就去这样扩大投资 万一对方 根本就不是万俊口中说的 那种情况怎么办 加大投资的话 自己岂不是血本无归了 这个不是她的风格 毕竟她对万俊 有些信不过 综合上述 她感觉杨凡的反应 有些过了 之前还好好的 就因为自己 不给硬就不满 这就显得很小气 虽然知道对方有些不满 但她不会因为这个 就去加大投资 总不能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你不顾及一下 我的感受也就算了 这次 要是迁就了你 下次呢 你过会 要是带我去开房我不去 你又不满怎么办 所以 她在没有获得实质性 好处的情况下 不会去太惯着对方 第115章 空姐即将到来 张若曦脸色一变 装作一副 我有委屈我不说 我沉默 的表情 默默地跟着杨凡去换鞋子 一路上并没有说话 杨凡也没有在意 招呼了一声 万俊后三人换好鞋子 她稍稍适应了一下双脚 开口说道 那我就先回去了 我们下次再聚 万俊文言疑惑地 看了旁边沉默的张若曦一眼 见她对此并没有什么反应 心里有些奇怪 但嘴上说道 好的杨哥 你开车来了吗 要不我送你 杨凡摇了摇头 不用送 你把她安全送回去就行了 唉 好 杨哥你放心 那我们改天再聚 好 拜拜 杨凡说完就与二人分道扬镳 自从去换鞋后 她与张若曦就没有任何交流 她也看出了 妹子用沉默的方式在表示不满 但她不会去哄对方 两人都抱着这样的想法 没有什么交流 就实属正常了 万俊看着杨凡 渐渐消失在远方的背影 疑惑地问道 你们俩刚刚是发生了什么 之前不是好好的吗 妹子这时委屈的表情消失不见 脑袋里若有所思地想着事情 经过之前的相处 她很明显地感觉得出来 那个男人对她是比较有兴趣的 但突然间的反常行为 让她不太能想得通 只能归纳为 对方属于性格怪异 善变的一类人 她不知道的是 杨凡因为有系统附带的亲密度功能 把她之前做的所有系都 几乎给看了个通透 知道她这个妹子很假 本来就是打算跟她逢场做戏 乐呵乐呵的 结果她还端着 杨凡当然就失去了不少兴趣 虽然张若曦不知道这些 但她可不会轻易放弃 她对自己还是很有自信的 于是摇了摇脑袋说道 没什么 我走了 说完就准备离开 这弄得万俊一头雾水 虽然很好奇 刚刚还表现得比较暧昧的两个人 怎么突然说变脸就变脸 但她也知道对方既然不愿意说 那自己肯定就很难问得出来 于是快走几步 追上张若曦说道 等等 刚刚你也听见了 要不要我送你 张若曦文言好笑地转头白了她一眼 别 小女子可不敢麻烦你 说完继续往前走 但刚走出去 没有几步就停了下来 背对着万俊认真说道 对了 我想我需要提醒你 我们的目的并不冲突 最好是井水不犯河水 别想着利用我当踏板 你要是坏了我的事 你的算盘也会落空 相信我 我能做到 说完就迈起大长腿 头也不回地走掉 万俊在后面 神色复杂地看着她的背影 很明显张若曦一直防着万俊呢 一开始甚至想过 杨凡有可能是万俊请来 想坑自己的人 但经过相处后又感觉不太像 倒也不能完全确定 万一两人的演技好呢 不但如此 她还要防止万俊达到目的后 过河拆桥 在对方那说自己的各种坏话 拿她当店搅拾 她一开始就觉得 万俊要么是想坑她 要么是想利用她 但她又何尝不是在利用万俊 只要操作得当 谁获利还不一定呢 这也是她之前 不肯加大投资的原因之一 张若曦打了辆出租车后 随意地拿出手机看了一下 点开一个消息99家的V裙 欧米切新座系列女士万表 200亿位 还差三个人 有意私聊 速度上车 图片 JPG 看这表的橙色还挺新 可以 算我一个 饶欣那小妖精 最近勾搭上了一个富二代 好几天都没看见她水裙了 答应我的饭还没请吗 真是见力妄议 全新的巴黎世佳了呀 有妖创的极美吗 只要 这个群的名字叫做 避暑名媛群 看他们的信息就知道 全是一些伟名媛 真实身份 属于是经常把自己打扮的光鲜亮丽 然后出去吊凯子的捞女 他们经常会一起集资 拼各种奢侈品 甚至是租豪车拍照 精致下午茶拍照什么的 发朋友圈 反正就是各种包装自己 实则大多穷的一匹 不少都没有正经工作 全靠捞男人的钱生活 而张若曦正是群里比较有名气的一员 因为坐车很无聊 所以 她跟她的极美们聊了起来 另一边 杨凡在街上闲逛 拿出手机来发现 有几条未回信息 其中有两条是恭敬发的 你要的美人 明天到避暑室 我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给你搞定的 记者点我的好 你定个时间见一面吧 你倒是给个答复啊 能不能改改你这不爱看信息的坏毛病 真是 算了 看见以后记得回个信 杨凡这是想到 之前看见的那张很美的空姐照片 嘴角不自觉地露出一丝笑容 那个妹子 如果不比照片差多少的情况下 各方面看上去 都要比今天的张若曦要好不少 而且 恭敬肯定已经帮自己 做好前妻工作了 这样就很方便 她此时心里出现少许期待感 回了句 知道了 明天她到了 你联系我 看见顾瑞杰这小妮子的信息时 她想到 确实有好几天没有见过对方了 说起来 这妹子还是她这辈子 有实质性关系的第一个美女呢 对方虽然缺点不少 但在她面前确实很乖巧 亲密度也很肯涨 是现在为止 唯一一个破七十的 经常换口味固然重要 但身为元老的顾瑞杰 她也不想太冷落 她还想看看 亲密度达到八十后的奖励是什么呢 虽然她觉得 按系统爸爸的尿性 有可能是四级反线卡 但这也说不定 直接给小妮子发了信息过去 红通城电影院 此时 顾瑞杰正与她的闺蜜小野猫徐山 在中间排坐着看电影 荧幕上正放映的是一部动漫 小妮子看得津津有味 偶尔抓几颗手上拿着的爆米花 往嘴里塞 突然感觉到手机震 她拿起一看 顿时一脸喜色 但随即想到自己 今天没有穿JK制服出来 还有特意买的女仆装也没有戴 于是回信息 哥哥你可以多等等我吗 我想给你个惊喜 第116章 舔狗的悲哀 旭 杨凡看见顾瑞杰的信息后 有些疑惑 不知道会是什么惊喜 但只是多等等的话 倒是没有太大问题 于是答应下来 行 你过来的时候联系我 随即她就去逛水果店去了 准备买些水果 带酒店去吃 现在她的荷包 可不像之前那么拮据了 花这种小钱 没必要非带一个妹子去结账 电影院中 顾瑞杰收到杨凡的信息后 露出了笑容 但随即想到电影 才看到一半 自己就要开溜 颇有些不好意思的 看向旁边的闺蜜 小声说道 珊珊 不好意思啊 我可能要提前离开了 认真看着电影的 徐山文言一愣 正想问对方 发生了什么事实 突然想到了什么 只是调笑地问了一句 晚上回家吗 顾瑞杰笑了起来 可能 可能不回去了吧 你睡觉时反锁门吧 徐山文言就瞬间确定了 闺蜜肯定是要去找那个死鬼 心里随意吐槽了一下 倒也没有不开心的情绪 说到底 闺蜜和对方 本来就在自己之前 而且自己 还悄悄去勾引了闺蜜的男人 这要是吃醋的话 就不太厚道了 于是白了闺蜜一眼说道 去吧 顾瑞杰文言并没有马上走 而是留下了一句 还是珊珊最体贴 我欠你一顿大餐 明天兑现 走了呀 说完后起身 弯着腰悄悄走出电影院 出门就以最快的速度 打了辆车到小区门口 并让司机在这里等他十分钟 还答应司机 如果愿意等的话 一会多给对方三十块钱 对方见他 不像是在斗自己玩的样子 欣然同意下来 顾瑞杰下了车后 静止往小区中走去 他没有发现 小区门口来来往往的人群中 正有一个黄头发的小帅哥 在看着他的背影愣神 像是陷入了回忆 正是之前在小区门口 质问顾瑞杰 为什么拉黑他联系方式的那个男生 今天他在离这不远的地方 吃亲戚家的酒席 饭后散步时 竟然鬼使神差地走到了这里来 或许是思念导致 或许是享受回忆 反正他来了 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他在这附近 回忆着以前 与顾瑞杰相处时的点点滴滴 没想到 竟然可以见到自己的女神 从出租车上下来 虽然距离不近 但那个已经烙印 在他脑海里的身影 他一看 就可以将对方给认出来 他下意识地想躲避 而是显得有些匆忙地进入小区 眼见女神的背影渐行渐远 他的脚步不自觉地往小区方向移动 想要再多看一眼 出于自我保护 他不敢上去叫住对方 只想默默地多看对方几眼 当他走到出租车那里时 女神的身影已经消失不见 他脸上顿时写满了失落 重重地叹了口气 随后又觉得 自己今天的运气不错 来这边享受回忆时 竟然很巧合地遇见了女神回家 心里不可思议地出现了一个离谱的想法 那就是自己空闲时或许可以再来 就算在远处默默地见见女神也好 正当他对自己会生出这种想法 有些自嘲时 却发现女神坐的那辆出租车 竟然一直停着没有离开 顿时思索起来 观察了好一会见对方 确实没有开走的打算时 他心里出现了一个想法 鬼使神差地走过去 对正在玩手机的司机问道 师父走吗 司机转头看了他一眼 不好意思 走不了 我等人 男生听后没有多说什么 但已经猜到自己刚刚的想法 很有可能是真的 这个司机大概率是在等顾瑞杰 也就是说自己的女神 只是回家一趟 还要出门 想到这个 他心里竟然出现一丝窃喜 突然出现了 想要跟着去看看 女神去哪里的冲动 虽然他也觉得 这样做不好 还很卑微 但他就是控制不住 这种想法在脑海里 根本驱散不掉 于是他顺着马路往后面走去 准备先找到一辆出租车 这样才能跟得上 当顾瑞杰再次出现时 已经换好了一身JK制服 上身是黑色衬衣 打着条酒红色领带 下半身是暗红色格子短裙 配黑色长筒袜 以及一双棕色小皮鞋 手里提着一个 拴得很严实的黑色带子 这身打扮很亮眼 以至于在他走过来时 把已经人到中年的出租车司机 都给狠狠地惊艳了一把 在他上车后 对方更是有意无意地 与他说着话 难怪人家会说 男人很专一 不管多大年龄 都喜欢18岁的 顾瑞杰的年龄和外貌 以及身材 绝对是不折不扣的美少女 大多数男人看见他 都会或多或少地心动一下 司机当然也不例外 对于顾瑞杰来说 这种事情他遇多了 早已见怪不怪 他发了一条信息给杨凡后 就在车上拿出小镜子 开始补妆 对于话多的司机 并不怎么搭理 对方在发现这个情况后 也就没有继续自讨没去了 他们不知道 后面有一辆出租车 正跟着他们 当顾瑞杰到约定地点时 很快就看见了杨凡 顿时露出甜甜的笑容 两人此时距离还有十来米 只听见妹子娇声喊道 哥哥 然后对着杨凡小跑去 跑到她的面前 直接就张开双手 投入了她的怀里 哥哥 我想你了 姓名 顾瑞杰 年龄 十九 身高 一百六十八 体重 五十 综合颜值 八十七 九十七 状态 正常 亲密度 七十五 不少路人见状 心里顿时出现一声 卧槽 男性纷纷朝美人在怀的杨凡 头去羡慕极度恨的的目光 杨凡笑着摸了摸妹子的长发 开口问道 有多想啊 妹子在她怀里小声说道 好想好想 说完根本不介意周围人的目光 直接朝她的嘴巴印了上去 路人 马德 正在极度的他们 猝不及防地被为了好大一嘴狗粮 心里出现各种吐槽的声音 然而 正有一名黄头发的小帅哥 站在不远处的人群中 呆愣地看着正拥吻的二人 红红的眼睛里泪水不受控制地顺着脸颊往下流 哭得很伤心 也很无声 像是有什么东西彻底破碎了 第117章 乖巧的顾瑞杰 一分钟后 纯分的杨凡搂着顾瑞杰说道 真天 我们走吧 妹子听见她的夸赞 脸上的笑容明显更喜悦了几分 实际上她倒是没有说谎 亲密度已经高达75点的她 有时候确实是会不自觉地去想杨凡 就连她自己对于这种现象都有些疑惑 最后得到的答案是 自己可能是真的喜欢上哥哥了 再也没有之前 想把杨凡当作一条高质量鱼的打算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后 她被动地违背了初心 二人进入附近的一家酒店房间 杨凡将手里的一袋水果放在桌子上 好奇地询问顾瑞杰 你那袋子里装的什么 就是你说要给我的惊喜 顾瑞杰点了点头 神秘兮兮地说道 哥哥 你先等我一会 说完就将袋子放在床上 然后打开 将里面的东西全部拿出来 杨凡好奇地走过去 看了一眼妹子拿出来的东西后 眼睛顿时一亮 心里直呼 好家伙 以她的经验 当然一眼就看出了 那是一套齐全的二次元女仆装 和一双黑丝 再想到上次 她与妹子确实聊过这个话题 没想到对方这么快就给落实了 心里莫名地有些激动起来 顾瑞杰在她面前显得十分大方 直接就在床上一件一件地开始换了起来 顿时让她大饱眼福 心中的怒火也自然而然地升起 且在不断提高中 当妹子换好后 只见她一头乌黑的绣发散披肩头 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充斥着可爱与呆萌 虽然杨凡知道 这副天然呆的模样 是小妮子故意装出来的 但却不得不说很吸引她 黑白相见的女仆装之下 是一双修长的腿 在黑色丝袜的包裹下 透露出丝丝性感 妹子稍微向下拽了拽白色的蕾丝裙摆 最后将一对猫装饰戴在头上 下床穿上了拖鞋 这时杨凡已经不由自主地 被这小妮子吸引了过来 一把将其抱着 二话不说就朝嘴巴印了上去 顾瑞杰见到她的反应 心里窃喜不已 想着 哥哥果然很喜欢这种吊当呢 或许自己应该再多买几套不同款式的 二人纯分后 在对视中 他发现杨凡显然有些激动 想要进一步动作 于是故作一脸呆萌地看着她 用着家子音说道 哥哥 现在还不可以瑟瑟呀 死 杨凡见对方这勾人的小模样 差点没远住 但心里也想要看看这小妮子 想要耍什么花样 于是便没有轻举妄动 而是询问 哦 那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呢 妹子先让她坐在床边 去打了盆水过来 放在她面前的地上 诺诺地说道 哥哥 请允许人家给你洗脚吧 杨凡笑着说道 准了 妹子突然怕 得一声轻响 低下身子温柔地帮她脱下鞋袜 捧着她的脚慢慢放进盆里 轻轻地擦拭着 认真的如同在清洗什么宝贝似的 杨凡看着面前这个乖巧的小美女 一时间征服感和成就感 同时涌上心头 感觉就很好 妹子洗了好一会后 细心地给她擦干 随即扬起带着猫耳的脑袋 与她对视 翘脸上出现甜甜的笑容问道 哥哥 人家表现得好吗 杨凡的脸上也露出笑意 说了一句还不错 算是对她刚刚的行为表示了肯定 这时 妹子满脸期待地看着她 那人家可以拥有奖励吗 杨凡文言一愣 随即询问 你想要什么奖励 她以为顾瑞杰是想要些奢侈品什么的 所以并没有在意 但仅仅片刻时间 她就知道自己想多了 以顾瑞杰今天表现出来的乖巧程度 又怎么会在这种时候 真的跟她要奖励呢 直见妹子的视线移到了她身体上 杨凡看着妹子的动作 顿时明白过来对方想做什么 这也能算是奖励 这怕是你在奖励我吧 随后 妹子在她已经怒火中烧的目光中 然而顾瑞杰不知道 已经吃过两次大冤肿排圣宝的杨凡 已经经非昔比了 她自己要求的奖励 可把她给害苦了 欲哭无泪地看着半迷眼睛的杨凡 杨凡当然也看见了 她那副可怜巴巴的小模样 虽然心里的怒火越来越大 但想到自己现在确实有点那傻 于是摸了摸妹子的脑袋说道 换 妹子摇了摇头 小声说道 请哥哥允许我休息一下 杨凡见她这打扮和娇俏的模样 怒火都快烧到脑袋了 哪里还等得了 直接蹭 得一下起身 在妹子的惊呼声中 一把将其抱起 由于她之前就被妹子操作了不少时间 再加上怒火烧得比较旺盛 所以仅仅半个多小时 妹子就一脸疲惫地蜷缩在她的怀里 这时杨凡突然推了推她 妹子有些疑惑地问道 哥哥 怎么了 杨凡笑着说道 去洗漱一下 哦 好的 妹子文言没有多说什么 因为她知道杨凡为什么会让她这么做 此事说来话长 这就要从刚刚对方死活不敢亲她说起了 所以 她只是乖乖地起身 连一些凌乱都没有整理 就这样落落大方地 在杨凡的视线中走向洗手间 顾瑞杰这小妮子 经过上次的派发任务游戏后 现在在她面前可以说是毫不避讳 与之前跟她解释的那一次完全不同 果然 玩游戏还是很能促进关系的 以妹子今天的表现来看 这不是进步很大吗 带妹子出来后 看着她认真地说道 哥哥 我洗漱了很多次 肯定没有问题了 杨凡笑着点了点头 嗯 乖 妹子又说道 我看你买了一些水果 你现在想不想吃 我拿去洗 她也是这时才记起自己 还买了水果 拿去洗了吧 感谢爱吃糖的紫荆 和深海二号大大送来的 大神认证 感谢各位大大送来的各种礼物 万分感谢 第118章 越发乖巧的顾瑞杰 当顾瑞杰带着洗好的水果回来后 哥哥 我来为你吃 说完将水果放在一边 人坐上床靠过来吧 杨凡看了看 那双黑丝长腿 没有拒绝 靠上去后 顿时感受到了柔软的弹性 顾瑞杰拿着一半刚包好的橘子 缓缓喂进她的嘴里 杨凡嚼了几下橘子咽下 夸了一句 真乖 妹子文言也乐在其中的 继续喂着她其他水果 哥哥喜欢就好 哥哥想让人家做什么都可以哦 但还请一定要联系 杨凡又吃下一粒葡萄后 坏笑着说道 我倒是想再好好联系你一下 但可能需要你的帮助 妹子一听这话就明白了言外之意 知道对方现在正处于CD冷却中 若是不被一些威力不俗的技能击中 恐怕没有这么容易结束冷却时间 于是娇撑着说道 哥哥你又开始乱想 这样是不可以的哦 你现在要做的 应该是好好享受一下人家的福 杨凡现在正式合上时间 倒是也不急于一时 配合着顾瑞杰继续玩着角色扮演 但这种游戏并没有玩太久 杨凡冷却时间一结束 就感觉到了怒火 看着身边的这个乖巧美女 她直接一把将其抱住 小美女也没有反抗 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的顺理成章 随着时间匆匆流逝 已经四十分钟过去 顾瑞杰此时心里也发现了有些不对劲 已经隐隐感觉到了杨凡的变化 但她不想扫兴 一直勉强配合着 心里想着 自己和坏家伙才多久没有见啊 怎么感觉 她像是变了个人一样 不会是吃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吧 只能说她与徐山不愧是闺蜜 两人面对这种情况时的第一反应都一样 不同的是 两人的应对方法不同 一个是直接开口吐槽 一个是配合 当时间超过一小时 杨凡才满脸享受的停了下来 顾瑞杰亲密度加一 妹子如释重负 像自己取得了一场防御战的胜利一般 心情放松之下 贡献出了一点亲密度 这还是妹子 今天第一次增加亲密度 杨凡当然也收到了提示 心想 亲密度高了以后果然很难长 这段时间 这个小妮子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 对于她一心想要当包租婆的梦想 或许过些日子 可以找个时间先给她置办一套房产奖励一下 试试亲密度能不能一举突破到八十 正在她想着事情的时候 还没有缓过进来的顾瑞杰 挣扎着稍稍挪动了一下身体 投入她的怀中小声说道 哥哥 你好厉害啊 杨凡文言笑了起来 这还是第一次受到这个小妮子夸奖 感觉就很不错 她搂着妹子 清秀了一下对方柔顺的长发 调笑着说道 喜欢吗 妹子轻轻点了点头 喉咙里出现一个小声的 嗯 刺 想说话 杨凡继续说道 以后你会更喜欢的 妹子文言一愣 犹豫了一下后问道 哥哥 你今天是不是吃了什么东西 连主人都不喊了 可以看出 他这时是在认真地询问这个问题 杨凡知道 对方在疑惑什么 别说是妹子了 就连他自己都觉得 这两天龙金狐猛了很多 什么都没有吃 就刚刚吃了些你喂的水果 怎么会 听他这样 说顾瑞杰更疑惑了 虽然心里不怎么相信 但他却没有继续这个话题 这也是他的乖巧之处 即使是自己不理解的事情 如果杨凡不想说 他就不会去问 随后他嗯 雷医生没有再说话 就只这样静静地 趴在杨凡怀里 没过多久 正想说些什么的杨凡发现 妹子有些过于安静 低头一看后露出了微笑 此时 他已经听见了妹子 均匀的呼吸声 原来是妹子 在不知不觉间睡着了 可以看出妹子 刚刚还是受了些苦的 这时的杨凡 也感觉不太想动 于是就抱着妹子 闭上了眼睛 没过多久 沉沉睡去 第二天 顾瑞杰醒来时 杨凡还睡得很香 他看着近在咫尺的 那张熟悉的男人脸庞 在想到 昨晚的疯狂 脸上出现了一丝笑意 掘起嘴巴轻轻 硬了一下对方 随后轻脚轻手地 开始脱离对方的怀抱 慢慢下了床时 他发现自己身上 一片狼藉的女仆装 露出了颇为无奈 又有些好笑的表情 感觉还有些犯困的他 慵懒地伸了个懒腰后 心里想着 这坏家伙 昨天也不知道 受了什么刺激 一点也不知道怜香惜玉 此时 他买来才穿过一次的女仆装 刚刚发挥完作用 就要宣布退役了 只能是再重新网购一套 同款了 他换上自己的JK制服 在洗手间洗漱完 好好地整理了一遍着装后 将女仆装和黑丝 装进黑袋子里 准备带出去丢掉 眼看时间快不够了 所以他并没有化妆 但仅凭他那很能打的素颜 就算不化妆 也依然是个不折不扣的美女 所以没有什么心理压力 临出门时 他回头看了一眼床上 还在熟睡的男人 对着床的方向挥了挥手 小声说道 坏家伙 做个好吗 随即转身离开了房间 出了酒店后 他将东西往垃圾箱里一扔 随即打了个车 朝学校而去 并在车上给杨凡发了条信息 第119章 对自己抠门的风欲停 当杨凡睡醒时 已经是几个小时以后了 他睁开眼睛 没有看见身边的顾瑞杰 不需要去看信息 就知道对方肯定是上课去了 他起床洗漱完毕后 拿出手机来看了一眼 未回信息倒是有 但却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 也就懒得去回了 恭敬还没有发信息给他 应该是那个 代价而故的美女空姐 还没有到 杨凡退了房后离开酒店 路上想了一下 反正都要去健身 或许可以顺便 约一下健身房附近的风欲停 一起吃午饭 想到就做 直接一条信息发了过去 再上班吗 我一会要去你那边 你们的工作 能不能出来吃午饭呢 刚刚卖出一只口红的风欲停 感觉到荷包里的手机震动 拿出来一看 是杨凡发来的约饭信息 脸上出现一丝笑容 想了一下后回到 正在上班呀 我们倒是可以出去吃饭 但有时间限制 怎么 你要请我吃午饭 当然 不然我问这个大马 妹子想到 店长提议的 要跟对方多相处 多了解一下 再做决定 自己也觉得有些道理 但自己大多数时间都在上班 又不好意思 经常主动去约一个男人 恰好这次 对方主动约午饭 倒是解决了 不变之处 所以 只是稍一犹豫 就答应了下来 那我就先谢谢杨哥了 对了杨哥 你怎么老喜欢往这边跑啊 杨凡心想 那不是 正好在那边办了健身卡吗 之前觉得有李威在附近学舞蹈 两人平时 可以一起健身 这位置 还是挺好的 但不知道那妹子 最近是怎么了 自从陪自己去了一次之后 就约不动了 以至于这张健身卡起到的作用 直接降低了一半 反正办 都办了 就将就着用呗 现在也没有更好的锻炼地方 心里是这样想 但她可不会这么说 回信说道 我在那边办了张健身卡 空闲时候 会过去健身 离你不远 可以偶尔去看看你 风玉婷看见这条信息后 问了一下 脸色不自觉的有些古怪起来 心里有个疑问 杨哥他不会是因为 自己在这边上班 所以才会在 离家这么远的地方办健身卡吧 毕竟健身房到处都有 离对方更近的地方 都数不清有多少家 对方会跑来这边健身 本来就是件很不合理的事情 再加上对方 每个段时间 总会突然出现在自己上班的地方 妹子越想越觉得 自己的猜测 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了 风玉婷亲密度加二 妹子觉得 对方对自己 确实是有心了 于是在她的自我攻略之下 亲密度得到了提升 当然 虽然她觉得 自己得到了答案 但她可不会把事情给点破 而是发信息说道 原来是这样吗 那杨哥你多久能到 我要去提前跟店长说一声 半小时吧 另一边 杨凡发现 风玉婷的亲密度增加后 也露出了笑容 至于为什么会增加她 还是猜得到的 直接拿手机 预约了一辆网约车 当她到亨特国际时 已经是二十分钟以后了 没有发信息给妹子 而是直接走了进去 当她走到香奈专柜那边时 妹子就第一时间 发现了她 于是在店长和同事们 打去的目光中 妹子没有给她走过来的机会 威红着翘脸 快步对着她走过去 带到面前时说道 杨哥 我们走吧 说完也不等她 就慌忙地往商场外走 杨凡看了一眼妹子身后 见她的同事们 都在看着这边 也大概知道 为什么妹子会急着想离开了 她笑着跟了上去 当选择吃饭地点时 二人出现了意见不统一的现象 只听风玉婷说道 杨哥 就随便吃点就好 别去那些地方了 死贵死贵的 杨凡好笑地说道 你说 你平时对自己抠门也就算了 还想让我跟着你学啊 听我的 她发现 风玉婷这个妹子 对自己太抠门了点 明明收入并不算太低 但衣服全是很普通的便宜货 都不说了 至少人长得漂亮 穿什么都好看 但在吃方面也吝啬到不行 上次来看她时 她们这工作 明明是可以出去吃饭的 但她却端着碗盒饭 吃得很香 可以想象 这妹子可能平时就是吃这些 当作午饭 杨凡刚刚问她想吃什么 她提议两人一起去吃烫菜 理由是便宜又好吃 性价比高 可将杨凡给雷得不轻 还好这妹子没提议去吃粉面和炒饭 那些性价比更高 这么看来 妹子第一次约她时选的地方 还算是稍微破费点的了 但自己大老远过来 就带你吃烫菜 那怎么行 所以她断然拒绝 并提议去吃这附近很有名的一家私房菜 味道有名的同时 价格也很有名 这下妹子不干了 于是就出现了之前的那一幕 接下来 妹子跟她争辩了好一会 在她一句再不走就不能准时回来了 直接败下阵来 二人一边走一边聊 待进入那家私房菜馆 在服务员的安排下入座后 杨凡见妹子显得有些拘束 所以没有将菜单递给她 而是让服务员去给她介绍 或许是为了面子着想 妹子在服务员的不断介绍 以及杨凡的提议下 最终还是勇敢地点了几道菜 吃饭期间 她见妹子面对美食 吃得还是挺香的 很明显 她也是很喜欢吃这些食物的 只是她那对自己抠门的性格 导致她很难会选择去吃贵的东西 属于那种 不管是买什么还是吃什么 首先要去盘算一下性价比 然后才会做出选择的人 这种人很容易出现购物障碍的现象 但他们却乐在其中 因为觉得自己省钱了 当他们吃完午饭 杨凡去买单 妹子听见 他们刚刚竟然吃了六千多块钱 也是暗暗折舌不已 在离开餐厅往回走时 妹子一脸不好意思地说道 杨哥 刚刚真是让你破费了 我 杨凡摆了摆手 将其打断 别 你平时怎么对自己抠门都行 我不太好管 但我们要约法三章 以后谁约的 谁做主行吧 第120章 健身房蹲点的张若曦 别 你平时怎么对自己抠门都行 我不太好管 但我们要约法三章 以后谁约的谁做主行吧 封玉婷见杨凡这样说 瞬间出声争辩道 我才不是抠门呢 我那是 我知道 不是抠门 是节约 是美德 该省省该花花嘛 但以后谁约就听谁的你 总不能有意见吧 妹子想了一下 觉得对方的提议确实很合理 也就同意了下来 午饭的时间总是短暂的 两人慢慢散步到商场门口 封玉婷笑着与杨凡道别 杨哥 那我就先回去上班了 周末再见 这算是我约的吧 吃什么得听我的 嘿嘿 杨凡颇为好笑地对着妹子挥手道别 待妹子进入商场后 她转身离开 朝健身房方向去 当进入健身房 已经是十多分钟以后了 她正在慢慢热身时 一个运动气息爆棚 身材娇好的妹子走了过来 杨哥你来了 吃午饭了吗 这妹子正是昨天认识的张若曦 今天她换了一身 与昨天不同颜色和款式 但更显身材的运动纹胸与短裤 将头发给扎成了丹马尾 这妹子美是真的美 但她的兴趣却不大 就凭对方那已经假出一定境界的德性 除非是满纯洁度 或者综合颜值能达到90以上 那么 或许她才会花些心思去攻略一下 然而 对方两项都没有满足条件 所以 她对于现在身边并不缺美女的杨凡来说 吸引力很有限 如果是刚获得系统时 杨凡遇见这样的妹子 甚至都会主动去搭讪认识 期待着与对方发生点什么 但现在嘛 只能说 这妹子出现的晚了点 并没有赶上好时候 于是 她只是一边做着热身运动 一边随意地说道 吃了 说完就不再搭理 自从妹子走过来后 她仅仅是瞟了一眼 就一直在热身 说话也很敷衍 明显没有与妹子聊天的打算 任谁见了她 这副模样 都看得出 她对旁边这个妹子的兴趣并不大 妹子自然也能看得出来 张若曦看着面前不断做着运动的男人 脸色不变 但心里咯噔 一下 想着 她这是想要欲擒故纵 所以故意表现出来的 还是因为昨天的事情还没消 手段那倒是能理解 毕竟跟自己使用各种手段的男人 她都遇见过 但无一例外 最终都会暴露原形 但若说对方小气到还在生气的程度 那也算是一朵奇葩了 现在她还不能确定对方所想 这些也只是猜测而已 于是打算继续观察一下 她今天会在中午前来到健身房 实际上就是来蹲洋帆的 因为昨天的不愉快 导致二人没有及时留下联系方式 她想要继续与对方接触 就只有在健身房巧遇这一个办法 好在没有等多久 对方真的来了 也不辜负她早上精心打扮一番 跑过来 然而对方却看都不怎么看 就随意地瞟了一眼 这让她很无语 她想接触杨帆 就是想弄清楚 对方到底是不是真的很有钱 如果是的话 那她肯定会加大投资去便宜对方 如果在接触期间 她发现了什么端倪的话 那么她会直接撤退 及时止损 但想达到目的 那必须得接触不是 于是 她直接无视杨帆的冷漠 露出她那招牌式的治愈笑容后说道 杨哥 我也是刚刚来 说完就自顾自地在对方的旁边做起了运动 引得好几个一开始 就盯上她想要搭讪的男性 很是失望 都将杨帆误以为是这个美女的男朋友之类的了 杨帆虽然对此有些无语 但妹子也没有影响到她 所以不好多说什么 期间 妹子偶尔会跟她试探性地说两句话 但她并不怎么搭理 以至于之后二人只是默默地做着运动 当杨帆做完拉伸运动后 准备休息一下 去运用机器时 随意拿出手机看了一眼 结果发现空姐宫敬发了信息过来 只见信息写着 你起床了吗 你要的大美人已经到避暑室了 我正在去接她的路上 你怎么说 一看信息是十多分钟前发的 她正准备回时 电话突然响起 一看名字还是宫敬 索性不用回了 直接接通 喂 她为了一声后 手机中传来宫敬的声音 你不会是还没有起床吧 信息也不回 起了 刚刚没注意到信息 宫敬认识她也有一小段时间了 他们大多数时候都是用V联系 所以 妹子对于她不怎么看信息的性格 是深有体会的 也就没有纠结这个话题 直接说起了正事 人我可是给你接到了 刚刚下飞机 就在我旁边呢 你要不要跟她说两句 杨凡从恭敬打电话过来 就基本猜到 是她说的那个妹子到了 但想着自己 才开始健身没有多久 连机器都还没有使用 于是说道 我现在在健身房呢 要不你们先去玩着等我一会 咦 你还健身呀 位置发给我 我把大美女给你带过去 这大太阳的 也没什么好玩的 杨凡想了一下 让他们过来 好像也可以 反正机场不近 等他们到了 也要花不少时间 到健身房后 让他们休息一下 自己今天的锻炼 也差不多可以结束了 于是说道 这样也行 先挂了我发位置给你 好 杨凡挂掉电话后 休息了一下 就开始走上跑步机 几乎跟她同步的张若曦 也到她旁边的机器上 慢跑了起来 刚刚杨凡接电话 并没有刻意避开她 她虽然听不见对面的声音 但杨凡说话 她还是听见了 大概意思 好像是对方今天有约了 让她的朋友 先去玩着等她 张若曦觉得 这是一个好机会 如果在对方锻炼完之前 自己跟她的关系 能得到缓和 那自己撒撒娇 表现出想约对方的情况下 或许有机会 能作为对方的朋友 跟对方去见见她的其他朋友 毕竟想了解一个人 是不是真的 很有经济实力 那么观察一下 她的朋友圈子 会是个不错的选择 第121章 称职的人是不公聚人 于是 张若曦一边慢跑 一边转头看向杨凡 杨凡的余光发现妹子在看自己 转头瞟了她一眼后 没有去在意 而是用肩膀上的毛巾 擦了擦汗水 继续慢跑 妹子顿时一脸无语 你就是问我一声 怎么了 也好啊 我这一副明显是有话 想跟你说的模样 你看我一眼 就继续跑步 算是什么情况 你就不好奇 我想说些什么 妹子心里在吐槽 谁知杨凡还真不在意 她想要说什么 过一会 就有两个美女空姐要来找她 她现在对身边 这个妹子的兴趣 就更低了不少 如果不是这个妹子太假了 让她失去兴趣的话 那她在将其吃到嘴里之前 也不会让恭敬二人来健身房找她 毕竟让这个还没有搞定的妹子 看到她和其他美女约会 这不是想翻船的节奏吗 但现在她却不在意这个 张若曦不知道 杨凡已经对她失去了兴趣 还在想着 怎么缓和自己 跟这个小气鬼的关系 从而得到进一步的信息 成功了解到对方的真实情况 见杨凡不搭理她 她只好主动开口 杨哥 下午我们一起吃顿饭 不了 下午我有事 张若曦心想 我知道你有事啊 这不就是想让你带我去吗 有我这么个大美女跟着你去 你在朋友面前 也显得更有面子些不是 不得不说 美女大多都是很自信的 她又继续说道 这样啊 就算有事 也是要吃饭的吧 如果你办完事不是太晚的话 或许可以约一下 我正好也有点话想跟你说呢 杨凡转头看了她一眼 范肯定约不成 你有什么话在这里不能说 张若曦间自己都这么暗示了 对方还是无动于衷 那肯定是真的没有打算带上自己 心里顿时一阵郁闷 妹子又开始沉默起来 虽然没有继续说话 但却一直在注意着杨凡 心里吐槽 不就是昨天没有给你印吗 犯得着这样吗 是不是多少有点小题大做了 杨凡见她没有继续说 索性就不去管她了 自顾自地锻炼完一组 开始休息起来 早已在休息的张若曦 这次没有凑到杨凡跟前去 而是朝另外一个方向走了 待杨凡休息了不少时间后 妹子才拿着两瓶功能饮料走回来 长相很是貌美的美女 在接待小妹的带领下走进健身房 一下子就吸引了健身房中 几乎所有男性的目光 都以为这两美女是来参观一下健身房的 很希望她们能够就在这里办卡 至少以后自己健身时 可以多出两道靓丽的风景线 甚至运气好的话 还有机会与这种级别的美女认识一下 两名美女显然对异性的目光已经免疫 一路上走来都很优雅且淡定 这种自信是骨子里的 而一路上的男性们 有不少开始有意无意地展示着自己的肌肉 正在锻炼的那些则如同打了鸡血一般 刷刷刷 得开始加速 把吃奶的力气都用了出来 他们都有同一个目的 那就是希望能以此来吸引到 那两名大美女的目光 然而他们注定要失望 这两位美女明显对于他们这些肌肉男不感兴趣 待二人路过后 男人们停下锻炼 开始小声议论着 卧槽 刚刚那两个美女真的可以说是极品啊 确实 这两个简直就是女神 完全就是按照我喜欢的样子长的呀 这难道就是缘分 靠 你之前不是还说跑步机那里的那个扎单马尾的美女 是按照你喜欢的样子长的吗 你喜欢的样子有点多呀 那个也是我的女神 可惜好像已经名话有主了 一直围着那个连肌肉都没有的男人打转 真没眼光 前台小妹带着两位美女来到跑步区 其中一个一眼就看见了正在休息的杨凡 笑着对她喊道 杨大帅哥 杨凡和正准备过去给她递饮料的张若曦 以及正在这附近锻炼的人 全都在同一时间转头看过去 好美的两个妹子 她们第一眼就忽视了前台小妹 看到了她身后的两名高挑美女 其实前台小妹也是个长得很不错的女孩 经常会有会员去想方设法的跟她说上几句话 但此时 她的光芒却死死地被这两名美女给掩盖住 甚至达到了让会员们忽略掉的地步 此时的整个健身房里 或许就只有张若曦在面对这两女时能有一战之力 但她无论是身高 容貌还是身材都要稍训一筹 非要对比的话 她也只有膝败着一个结局 与其他人的心里不同的只有杨凡一人 因为她一眼就认出了 喊她的是空姐恭敬 看到是她后 那她旁边的那位大美女的身份 当然也就呼之欲出了 只见那位美女长着一张精致的瓜子脸 有一双大大的眼睛 弯弯的柳眉 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着 白皙的皮肤透着淡淡粉红 可以说是容貌甚美 穿着一身有些像晚礼服的酒红色 吊带连衣短裙 配上一双黑色高跟鞋 把她衬托得前吐后翘 就像一枚熟透了的水蜜桃 身材好到爆 看上去甚至比恭敬这个大美女 还要夺人眼球一些 最最吸引人的是她综合看下来 竟然给人一种混血儿的感觉 这也难怪 恭敬曾经说过 这妹子的母亲是新疆人 她长得随她母亲多一点 自然也就算半个了 众所周知 新疆的美女 大多都给别人一种混血儿的感觉 此时这名美女正面带微笑看着她 煞时间媚态横生 艳丽无比 宛如一朵含苞带放的牡丹花 美而不腰 艳而不俗 千娇百媚 无与伦比 这让杨凡不自觉地心动了一下 心里大呼 恭敬这妹子的办事能力 是真心不错呀 人事不恭聚人 非她莫属 这时 两名美女缓缓朝她走了过来 同时 系统的提示也适时出现 检查到有效消费对象 是否查看信息 本书免费全靠各位 为爱发电小礼物的支持 大大们点一下 作者能分一毛 请大大们动动发财的小手 感谢 第122章 极品美女出现 系统的提示刚刚一出现 杨凡几乎下意识地就默念查看 这个看着比她个子还高 身材和长相异常出众的妹子 确实吸引到了她 所以她很想了解一下对方的纯洁度 姓名 冯磊 年龄 27 身高 163 体重 52 综合颜值 81 8 状态 写了过不了 亲密度 0 杨凡在看见这种数据后 大吃一惊 差点没开口 就是一句 卧槽 她的第一反应 就是绝对不可能 都每成这样了 才81分 而且 身高完全就对不上号 还有那可怜的各位数 这特么乃是空姐啊 这绝对就是叶总会上班的吧 都快达成百人展成就了 正当杨凡满脸问号时 还好系统接着给出了第二份数据 姓名 林婉晨 年龄 25 身高 175 体重 60 综合颜值 91 100 状态 正常 亲密度 13 这数据 代号0 杨凡看了第二份数据后 胡 得一下松了口气 因为这上面的数字 才能跟与公敬一起走过来的那个大美女对上号 至于第一份 这时他附近正有一名长得还不错的女生 跟着一位肌肉男往外走 那男的看见公敬他们后有些愣神 从而停住了脚步 这下不用想都知道第一份数据属于谁了 这系统突然调皮一下 直接将他给弄傻眼 当他再次将目光看向林婉晨时 只感觉这美女越看越有味道 比照片还好看不少 心里大呼 捡到宝了 这下捡到宝了 颜值很高 身材超好 还蛮纯洁 各方面数据都是他获得系统后 检测到的最好的一位美女 堪称极品 说不心动 那是不可能的 而且 人家只是从宫敬那里听过自己后 就有了十三点的初始亲密度 比宫敬那收了 自己转账的白眼狼还高呢 不过 想到宫敬竟然给自己找到了一个这么极品的美女 杨凡觉得 算是将功补过吧 就不跟他计较了 这时宫敬和林婉晨 已经走到了他的面前 刚刚他震惊的眼神 可是被这两名美女捕捉到了 所以 宫敬也看出 对方对自己带来的人很满意 他走过来 就笑着张开双手 杨大帅哥 好久不见 可想死人家了 来抱一下 杨凡没想到 这妹子这么热情 还没反应过来 对方就抱住了自己 一时间相继扑鼻 短暂的拥抱过后 恭敬放开他 笑着说道 怎么样 我给你带来的这个闺蜜 不错吧 给你们介绍一下 说完他就开始介绍起来 介绍完毕后 林婉晨脸上带着迷人的微笑 显得很大方的 对杨凡伸出了白皙的小手 手指很纤细 很高兴认识你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 这么有气质的美女 杨凡嘴上夸了一句后 就礼貌地握了上去 只是轻轻握了一下就放开 可以说是一触即分 虽然他很想握着就不放了 但明显不合时宜 随后杨凡说道 你们先等一下 我这里还有一组运动要做 一会一起去吃个饭吧 林婉晨笑着点了点头 好的 我和静静先在这参观一下 恭敬则在一边翻了翻白眼 心想 好家伙 两大美女当前 这货居然来个 还有一组运动要做 让我们等等 林婉晨见闺蜜这搞怪的表情 直接拉着她的手往旁边走去 走远后小声说道 这不是挺好的吗 不会因为美色 而改变自己原本的计划 这性格是个能诚实的人 恭敬调笑地看了她一眼 哟 这就开始帮她说话了 说真的 你第一感觉怎么样 林婉晨思索了一下 第一感觉 还行吧 至少眼神不像其他男人那样 与我对视也没有丝毫露怯 感觉得出是个很自信的男人 那外表呢 也还好 没你说的那么差 我觉得她长得挺 那个善良的 而且我又不是外貌协会的 这个不重要 恭敬笑着点了点头 你满意就好 我看得出她对你也挺满意的 如果她给的零花钱 能达到你的要求 那就更好了 一提到这是林婉晨心里 就叹了口气 相比起给有钱人当情妇 她还是更愿意嫁给对方 毕竟她一直手身如玉多年 就是想如灰姑娘一般 有朝一日 能够嫁给一个真正的有钱人 她知道 有钱人都比较在意这个 现在的科技又很发达 想检测出一个女生 到底是不是真的满唇洁 还是不难的 所以 从高中到大学时期 追求她的男人无数 其中不乏帅哥和家庭条件 还不错的二代 但她都守住了自己的本心 因为她知道 那时候的恋爱 是不稳定的这些事 自从她长大以来 她母亲就给她灌输的思想 但近几年 随着网络的轰炸 她从侧面了解到了很多信息 比如 大多数富豪家庭 都讲究一个门当户队 灰姑娘的故事 在现实中 但女主角的婚后生活 也往往没有自己想象当中的那么好过 于是她动摇了 再加上闺蜜的事迹 以及平时给她传播的一些思想 让她有了认同的感觉 想过公主般的生活 不一定非要嫁给富豪 而且 就算成功嫁了 也不能保证 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而被富豪长期包养则不同 定好了每个月给多少零花钱 和一些其他条件 那好处是 实打实揣在自己荷包里的 只要给的钱够多 还怕顾不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林婉晨一想 好像是这么回事 所以就被龚敬给带偏了 也就有了今天来见金主的事情发生 她这时有些犹豫 不确定地向龚敬问道 你觉得我这些要求 她会同意吗 龚敬一脸好笑着说道 问我干嘛 我又不是她 我怎么会知道 不过我感觉 她肯定有这个经济实力就对了 不然也不会把你介绍给她 第123章 系统才是大渊种 另一边 自从两大美女与杨凡打招呼后 就显得有些心不在焉的张若曦 此时正目光复杂地看向 正在使用卷腹肌的那个男人 她不得不承认 刚刚那两个高挑美女的 外貌一点也不输给她 完全是同一个级别的 而且 其中一个刚一见到杨凡 就热情地献上了拥抱 很亲密的样子 一看二人的关系 就不一般 当时嘴里还说着 另一个更加漂亮一些的美女 是带来介绍给杨凡的 这让张若曦心里 直接咯噔 一下 这不是在坏自己好事吗 她现在有些后悔 昨天阻止杨凡应自己了 应该一边害羞 一边半退半就地 对方就是一个很有钱的二代了 因为 她听万俊说过这个男人 曾经带着个很漂亮的妹子来健身 自己又碰到过 对方带着另一个小美女 吃饭逛街 再加上今天的两个 对方脚踏几条船且没有翻 这就能说明很多问题了 张若曦作为一名美女 她很清楚 一个男人 想在众多美女之中 纵迷花丛 还能做到 让他们去接受这种渣男行为 所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钱 必须得很有钱 这绝对跑不掉 总不能说是 这个男人的魅力太大吧 所以 这绝对是个 真正的金主 万俊并没有骗自己 总不能是花钱 请这些美女来 专门做戏给自己看吧 她觉得这种可能性 微乎其微 所以 自己持观望态度 明显就奇差一招了 谁能想到自己 还没来得及下手 就又出现两个强敌 还好 只要有力可图 自己并不介意 做众多条船中的一条 如果能是比较特殊的那一条 就更好了 张若曦的心态 已经渐渐变化 是有着主动进攻的打算了 但今天这情况 明显不太合适 两名对手有点强 正在锻炼的杨凡 可不知道张若曦想了这么多 她甚至觉得 对方见到今天的场景 肯定会对自己失去兴趣 不会继续跟自己玩暧昧游戏了 时间匆匆 当她又锻炼完一组后 开始擦汗时 宫敬和林婉晨迎了过来 宫敬毫不避讳地 伸手摸了摸她的身上 打趣着说道 看你锻炼得这么认真 怎么感觉不到肌肉啊 你藏哪了 杨凡擦完汗 抓住她的手 瞪了她一眼 没好气地说道 别搁着跟我动手动脚的 宫敬顿时收回 对她抛了个媚眼 那个哪可以对你动手动脚呢 这妹子现在在杨凡面前 与以前大不相同 那高冷女神的模样 已经完全消失不见了 化作一名性感女郎 会主动挑逗她 杨凡文言没有接她的茶 转头看向林婉晨说道 等我去洗一下 然后我们就吃饭去 妹子微笑着点了点头 好的 可是你刚刚运动完 不需要休息一下吗 不用 一会在餐厅休息 也是一样 杨凡说完就朝一个方向而去 而宫敬看着不搭理自己的杨凡 顿时翻了下好看的白眼 跟闺蜜聊了起来 二十分钟后 杨凡带着两大美女走在街上 那回头绿就不用多说了 路人就像是看见了 什么神奇的东西一样 不管男女老少 都会去多瞄两眼 三人很快进入了 附近的一家高档餐厅 被迎宾领进包房 待二女点好菜后 身为中间人的宫敬 开始帮闺蜜说起了好话 杨大帅哥 婉儿他在我认识的人里面 可是风评最好的一个了 而且还是个大美人 我跟你说 不管公司里还是公司外 追他的人可不少 但他一直与异性保持距离 杨凡点了点头 就凭人家那一百的纯洁度 风评能不好吗 之前恭敬说 对方是代价而沽的美女时 他就想到过 对方的纯洁度肯定高 但既然高到这种程度 这确实让他很惊喜 他心里已经打定主意 一定要把这个妹子给拿下 既然对方是代价而沽的妹子 目标肯定是钱 那对于他来说 想拿下并不难 跟白送的区别不大 花着系统的钱 可以享受到如此极品的美女 一时间他觉得 跟自己比起来 貌似系统才更像是 那个真正的大渊种吧 难怪会叫大渊种系统 见杨凡点头认可 恭敬正想继续说 这时一边的林婉晨补了一句 因为从小受母亲的熏陶 我一直坐着嫁入豪门的梦 所以拒绝了很多男性 我到现在为止 还是完全干净的 如果你有疑虑 可以带我去检查 恭敬文言反应比杨凡还大 顿时一脸震惊地 转头看向闺蜜 脸上写满了不可思议 倒不是林婉晨 没有跟他说过 自己满唇洁的事情 但他表面上相信 心里却是不怎么信的 所以都没敢直接跟杨凡说 对方是满唇洁这种事 只是说了 风评很好 但现在 闺蜜竟然连让对方 带他去检查的提议 都有耻无孔地说出来了 这可信度就非常高了 至少他是不敢去检查的 他那层是怎么来的 他比谁都清楚 林婉晨见闺蜜这副表情 只是微微一笑 这么惊讶做什么 我没有告诉过你吗 或者 你以为我是骗你的 啊 没有 没有 林婉晨见闺蜜有些尴尬的样子 也就不继续 揪着这个话题了 而是看向杨凡 想看看这个男人 对此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结果让他意外的是 这个男人竟然表情 认真的看着他 对他说道 不用 我相信你 林婉晨亲密度加五 就这短短的一句话 林婉晨感觉自己的内心 被触动了一下 直接长了五点亲密度 不得不说 有时候 女人也很简单 杨凡见到妹子 障亲密并不意外 虽然他说 不用检查的原因 是因为系统已经检查过了 不必去多此一句 还不如营造出一种 自己信任对方的感觉 林婉晨收起微笑 认真的看了他一眼 轻声说道 谢谢 恭敬这时 又开始帮起闺蜜来 直接切入正题 杨大帅哥 我闺蜜具备的这些条件 就算打着灯笼 都不好找吧 你以后准备怎么安置他 你们就自己聊 我去下洗手间 第124章 林婉晨的请求 待恭敬离开后 杨凡看着对面 这个诱人的美女 虽然很是心动 但他没有表现出来 只是淡淡地说道 相信恭敬也跟你沟通过了 我的意思你应该清楚 那我们就切入正题吧 林婉晨已经从闺蜜那了解到 对方是打算包养情妇 他这次过来 就是想让对方见见自己 从而好开出条件 如果他不与金主见见面 就直接开出条件的话 他怕会直接把金主给吓跑 自己的胃口有些大 但给别人做情人 是要彻底放弃 他一直以来的梦想的 必须要有足够的利益 他才不至于后悔 心里那观也好过很多 毕竟他多年来 不但洁身自好 还一直坚持做着瑜伽 学习塑形 美容这些 永远把保养放在第一位 还要尽量去自律 让自己有一个 良好的生活作息和饮食习惯 而他做这一切 就为了让自己的容貌和身材 保持在最佳状态 所以他为了能实现梦想 确实也有所付出 实现梦想的几率 越来越渺茫的话 他是不会被恭敬的观点 给说动的 他也怕自己付出了这么多以后 竹篮打水一场空 再加上到现在为止 他确实没有看见 任何嫁入豪门的希望 所以才会退而求 其次趁自己各方面 都还很吸引人的时候 去换取一个好价钱 他心里很清楚 这相当于是交易 但他并不介意 甚至可以坦然面对 嫁入豪门 又何尝不是 另一种方式的交易呢 从始至终 他的第一选择 都不是爱情 见杨凡准备切入正题 这也算正中他下怀 于是他收起微笑 认真的看向对面这个男人 大大方方地说道 这是关乎我一辈子的大事 那我就直说了 如果你能满足我的请求的话 我以后就完全属于你 只属于你一个人 我可以辞职 以后专心做你的金丝雀 并且是最乖巧的那一只 也可以在你任何需要我的时候 及时出现在你的面前 你想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你不希望 我做的 我碰也不会去碰 林婉成说这些话时 没有丝毫不好意思的样子 他没有先谈要求 而是先表示自己 当杨凡的情人时会很听话 杨凡听后 见着妹子说的 像是要把自己卖给他一样 不过感觉还挺不错的 一想到这样一位大美女 从今以后会完全属于他 难免会忍不住心动 他知道 妹子先说这些事在铺垫 特别是第一句话就点名了 这是关乎他一辈子的大事 至于铺垫什么 那当然是铺垫 他接下来开出的条件了 杨凡点了头后说道 我对你所谓的请求很感兴趣 既然话都说到这了 他说一下自己的事情来进一步铺垫的 但对方明显是想知道 自己开出的条件 索性也就不来那些虚的了 只见他伸出手掌 张开五根纤细的手指说道 五十万 杨凡文言有些惊讶 倒不是说妹子开得太高了 而是他以为 对方这样去铺垫 是想要狮子大开口 确实没有想到 会是五十万这个数字 这下子他连价都不打算还了 毕竟钱是系统的 跟白嫖这个大美女 也没有多大区别 只见他随意地问道 一个月 林婉成文言露出了微笑 现在看来 自己的第一个条件 对方能接受 那之后的会容易接受很多 于是他点了点头后说道 是 但我还没有说完 嗯 你继续 我希望第一年的零用钱 你能一次性给 这对我来说 也算是有了保障 你能理解吗 杨凡心里 对妹子的提议 倒是能理解 虽然他给恭敬说过 只要妹子不介意 自己有其他女人 不争风吃醋 乖乖地当好一个情人的话 那对方就可以 一直当他的女人 但对于妹子来说 这种话 是没有任何保障的 确实林婉成 也是这样想的 他怕杨凡完了一个月后 将他给抛弃 虽然五十万也算很多了 但他却接受不了 保存了这么多年 不就是为了一个好价钱吗 若最后只获得了五十万 九人财两空 那他自己都会觉得 自己是个傻子 毕竟他是见杨凡打算 长期包养 才愿意选择 做情人这条路的 这样能拥有保障和归宿 若是不能长期 他肯定是不会接受 虽然他有信心 凭借自己的美貌 让杨凡舍不得抛弃他 但万一呢 他不会去冒这种险 而且包养合同 是不具备法律效力的 签合同没用 所以他的第二个条件是 至少第一年的包养费 要一次性支付 杨凡想了想 觉得问题不大 这样一来 妹子也有了安全感 他也没有什么损失 于是点了点头 还有没有 林婉成见他听了第二个条件 也没有任何犹豫的样子 顿时心里大喜 暗响 果然如恭敬说的一样 这个男人很有经济实力 但他表面上 而是一改刚刚那认真的样子 有些期待地看着杨凡说道 如果你能答应前面的请求 那剩下的对你来说 更没有什么难度 我希望能有一套 市中心的房子和一辆车 这个倒是合理的要求 金屋藏娇 首先得有个屋吧 虽然林婉成要求的这些 都差不多能超过 他之前花在这么多妹子身上的总和了 因为车和房他也要用 不可能买太差的 但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嘛 反正吃亏的绝对不是他 当然 更不会是林婉成就对了 不过就是一次性 多给自己的女人一些钱而已 甚至都没有流出去便宜外人 却能享受到一个这么极品的大美女 这个生意绝对能做呀 这样一想 他没有任何心理压力 直接说道 银行卡号给我 嗯 正期待着他答复的林婉成文言后 愣了一下 没有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杨凡见状颇为好笑地看着他 怎么 还有其他条件 没 没了 那我同意了 把银行卡号给我 第125章 极品金丝雀 林婉成现在还不知道 面前这个男人 这是答应了自己的全部条件 别说讲价了 甚至连犹豫都没有犹豫 不得不说 对方真的很大气 出乎他意料的大气 他甚至对于自己以后的日子 有了不小的信心 林婉成亲密度加五 随后 妹子从包里拿出来一张银行卡 递给他 杨凡接过后发现 妹子长了五点亲密度 心里有些搞怪地想着 要是我现在 说是逗他玩的 他会不会直接减五十亲密度 当然 想归这样想 但妹子们的亲密度 对他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他没有拿这个来开玩笑的打算 五十万一个月 一年就是六百万 这时杨凡突然想到 自己卡里正好一百二十多万 需要转五次 这数字这要巧 随后他开始了转账大业 林婉成的手机事实响起 他打开一看短信 一向淡定的他 顿时有些口干舌燥的感觉 只见他的手机信息 全是一条接一条的转账信息 每一条都是一百二十万元的金额 他不知道 自己此时是什么心情 只感觉脑袋多少有些矿 虽然他开口就是六百万 但实际上他 就连一百万长什么样都还没有见过 虽然他家里条件还行 但说到底也就还是普通家庭而已 他这两年因为收入不错 自己也存了些钱 日子过得还算滋润 十万八万的他 倒是不会觉得什么 但这百万百万的他 就真的是第一次接触了 但他也仅仅是呆愣了片刻 就回过神来 深吸了一口气 想使自己的心情平复一些 杨凡转完账后 看向正拿着手机的林婉成 将银行卡递回去 笑着说道 等会我给你写个自愿赠予的协议 这些钱就完全属于你了 房子和车子的话 我们找时间去看看 妹子见他想得如此周到 觉得自己也应该懂事一点 只见他大大方方的起身 面带微笑的 走到杨凡身边 准备挨着他坐 杨凡见对方主动 也就不客气了 拍了拍身上笑着说道 坐这 林婉成微笑着 看了他一眼后没有拒绝 缓缓坐下 用手还住他脖子 他一时间只感觉相遇满怀 由于是坐姿 妹子紧绷着 勒紧了他惊人的好身材 再加上他好看的瓜子脸 和精致的五官 以及那份混血儿一样 奇特而夺目的美丽 和细腻白皙的肌肤 这一切都很吸引杨凡 他用手搂住林婉成纤细的腰肢 感受着他那如魔鬼般惹火的身材 清秀着他 混合着香水的诱人体香 这直接导致他可耻的有了动静 妹子的身高跟他一样 而且身材比例非常好 腿长超过了一米 且腿形又好看又直 再加上他还穿着高跟鞋 这已经不是腿完年系列了 因为杨凡觉得 只是一年的话根本不过完 林婉成第一时间就感觉到了杨凡的异常 这种感觉让他身体稍稍有些紧绷 翘脸也有些微红 由于他还是首次与一个异性如此亲密 所以一时间不太习惯 但他强忍住起身的冲动 任由对方虽然不老实 但并不算过分的行为 他知道 不出意外的话 他必须得去习惯与这个男人的亲密接触 因为有很大可能 这将会是他的男人 是第一个 或许也是最后一个 杨凡虽然为对方的美丽而着迷 随即就说道 发信息给宫敬 告诉他可以回来了 顺便叫服务员上菜 好 妹子应了一声后 拿出手机发起了信息 没过多久就听见 有高跟鞋的脚步声接近这里 很快宫敬的身影出现在包房中 本来正笑着的他 看见包房中的情况后 笑容直接僵在了脸上 他被两人的发展速度给惊讶到了 愣了一下后 一脸不可思议地问道 你们这就已经谈妥了 都开始不背人了 他可是知道 闺蜜准备提出的条件内容的 虽然他说是说 他觉得这些条件对方肯定能拿得出来 却不代表对方真愿意用这笔巨款 来砸在一个情人身上 这可是一字星六百万 还不算防河车 他之前也暗示了一下 闺蜜可能条件偏高了 但闺蜜不这么认为 所以 他并不是完全看好今天能成 觉得这两人 怎么也要在条件方面协商一段时间 没想到这么快闺蜜 就已经与对方亲密接触上了 他哪还看不出这两人已成 而且 以恭敬对闺蜜的了解 对方要不是已经将钱转给他 事情也基本谈妥的话 如此亲密的 想到六百万巨款 恭敬感觉自己有些流口水 甚至心里不断想起一个声音 自己有没有机会 自己有没有机会 虽然他很想拥有同样的待遇 但他知道自己跟林婉晨的情况不同 甚至没法放在一起比 倒不是说外表问题 要说外表的话 他不会输多少 他们长相可以说是各有千秋 闺蜜比他优秀的地方 在于身材上 那魔鬼般的身材 连他都有些嫉妒 当然 闺蜜那混血儿般的长相 也是一个亮点 但这些他不会输多少 他唯一完败的地方 这玩意对男人的吸引力不可谓不大 然而 这是他没办法拥有的 让他怎么去比 正在他羡慕闺蜜 能获得这么好待遇的时候 杨凡的声音响起 发什么怠呢 让服务员上菜了吗 这声音打断了恭敬的遐想 看见杨凡正看着自己 也意识到 对方是在跟自己说话 叫了 菜马上就上 你这不是还吃着吗 急什么 要说杨凡现在在吃着什么 那当然是在吃林婉晨 这个大美女的豆腐了 他还没有来得及说话 林婉晨就面带笑意地看向恭敬问道 静静你这是在羡慕 他知道恭敬对杨凡有想法 之前还不觉得有什么 但现在他不知道 自己该不该帮闺蜜一把 撮合一下两人 毕竟不介意杨凡有其他女人是一回事 自己总不能还主动将其他女人 往他身边送嘛 何况这人还是自己的闺蜜 感谢乌拉尔黑皮猪 大大送来的两个大神认证 感谢 我是你的新面 大大送来的 抱更洒花 感谢各位大大送来的各种礼物 万分感谢 本书免费全靠各位为爱发电 小礼物的支持 大大们点一下 作者能分一毛 请大大们动动发财的小手 感谢 第126章 想取而代之的男人们 恭敬文言白了一眼杨凡怀中的闺蜜 随后自顾自地在他们对面坐下 嘴上吐槽道 以前怎么就没有看出来 你个小妖精 也是个见色妄逸的呢 有了男人就来挖苦我 女人 林婉晨文言后 不确定闺蜜这话 是不是再点自己 提醒自己不要建立妄逸 感觉有点这种可能 想到自己能成功解决这一桩心事 找到个能接受自己条件的男人 确实是多亏了这个闺蜜 关键是 这个男人不但非常有钱且大方 人也挺年轻 算得上是良配了 闺蜜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 但她的的确确是与自己分享了 自己是应该记下这个人情 自己有机会 还是帮她说说好话吧 至于他们能发展到哪一步 那确实不是自己能管得到的 这个男人身边都不知道 已经有多少女人了 以后肯定还会增加 这是自己没法阻止的必然情况 多自己闺蜜一个 好像也不算多 关键是以自己跟闺蜜的熟悉程度 也算是天然的盟友了 杨凡不知道 自己怀里的这个大美女 在想着这些 她享受了一会后 拍了拍妹子说道 坐旁边去吃饭吧 嗯 林婉成应了一声后起身 坐到了她旁边 紧挨着她 心里稍稍松了口气 心想 果然还是不太习惯被一心抱着 这种问题 确实要克服一下才行 既然选择了这条路 若是自己不能让这个男人满意 很有可能会发展成一锤子买卖 这是她不愿意见到的 别看现在钱已经到她手上了 按理说等 对方签了自愿赠予的协议后 在法律上这笔钱就完全属于她 但拿钱不办事的这种事情 她不敢做 一个眼睛都不眨一下 就能拿出六百万包养情妇的人 那是自己这个小女人能去得罪的 这里解释一下 由于不少大大觉得一千二百万有些浮夸 所以我把钱面修改了 砍了一半 对于之前一心想嫁豪门的妹子 钱太少她肯定不会敢 现在这样挺好的 她不想自找麻烦 所以即使她感觉与异性接触有些不适 第一想法也是尽量克服 很快 饭菜就陆续上来了 林婉成很懂事的 先帮杨凡盛汤加菜 并在她去拿汤食阻止后说道 汤还有点烫 先冷会吧 你想喝的话 我给你吹吹 说着就拿着汤勺盛了一勺 放在嘴边轻轻地吹着 随后才细心地伸到杨凡嘴边 微笑着说道 可以了 你尝尝吧 杨凡一时间只觉得 这个美人好细节啊 对方的身份转变得很快不说 这种行为不但不会让她觉得做作 甚至会感觉很好 谁能拒绝一个大美人 对自己如此讨好呢 当她一口喝完后 美人又要去给她吹汤 她开口说道 先放那 等她冷了再喝 你先吃饭 好 对面的宫敬 看见二人的这些举动后 直翻白眼 埋头吃了起来 很快一顿饭吃完 杨凡提议先去散散不消食 两位美女当然没有任何意见 两大美女一左一右地走在杨凡两边 宫敬因为看见她搂着林婉晨 于是眼珠子转了转 在她另一边 轻轻地用一只手臂 挽着她杨凡疑惑地看了宫敬一眼 见着妹子 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根本看都不看她 也是一阵无语 不过见林婉晨一点也不在意地跟她聊着天 她手臂又被良好的触感所包围 也就没有把手抽出来 要说宫敬也确实是个大美女 唯一的遗憾就是 唇洁太低了 不然杨凡肯定不会放过她 但对方主动送豆腐给她吃 她还是不会去嫌弃的 也就任由对方挽着了 因为两大美女都穿着高跟鞋 所以看上去都比她高 这样的组合就有点不协调 但她们一路漫步下来 依然是形成了一道回头率极高的亮丽风景线 引得好多路人小声议论 尼玛 有钱是真的好 你看这左拥右抱的 她这样的生活才是男人梦寐以求的 经常在网上刷到 某富二代喜欢带一堆美女炸街和玩意店什么的 没想到现实中也遇到了这种情况 卧槽 这两个美女不会争风吃醋的吗 千万别委屈了自己啊 大巴掌往那渣男脸上甩啊 死 痛痛痛 媳妇轻点 你看什么看 羡慕还是嫉妒 要不你也去再找一个来跟老娘一起伺候你 一路上出现无数想取而代之的目光 当杨凡三人进入一家超市时 她才将两女放开 准备去买个榴莲吃 结果在伸手碰到榴莲壳时被刺了一下 死 她吃痛后本能地一缩手 林婉晨在旁边看得真切 赶紧关心地问道 被刺到了吗 快 给我看看 说完就一把抓住杨凡的手看了一下 发现没有大爱后 在她惊讶的目光中 将她被刺的那根手指 放进了自己的小嘴里 这 正出于惊讶当中的杨凡 看着妹子那张俏脸 感受着有什么东西 在不断倾抚着自己的手指 传来有些痒痒的感觉 但心里却是一片火热 不行 不行 这美人太特么勾人了 这时 林婉晨俏脸 微红地放开她的手 轻声说道 没流血 榴莲的刺是没毒的 应该没什么事 还痛吗 杨凡看了看 自己有些湿润的手指 除了微红以外 其他倒是没什么 于是摇了摇头 没什么事 只是被扎了一下 美女微笑着点了点头 温柔地说道 下次要小心一些 旁边的恭敬满脸 不可思议地看着自己那平时高傲的一匹的闺蜜 心中大呼 卧槽 牛逼呀 姐妹 学到了 学到了 但同时又感觉到 自己跟着这两人在一起 多少有点像是多余的 怎么办 这就很无语 杨凡此时 对林婉晨 是越来越满意 短短时间里 这美人 就给他提供了不少 情绪价值 让他心里很舒服 只感觉这钱花的值 买完榴莲 他也不打算继续逛了 准备先去公正机构 将自愿赠与协议给公正了 让美人安安心的同时 也想要晚点 就好好爱护 一下对方这些 完全是他根据林婉晨的表现 主动想要去做的 妹子压根就没有提过 第127章 来自林婉晨的诱惑 杨凡也发现了 林婉晨这大美人 确实挺会利用自身的优势 来讨好自己 但他对此事毫不介意 甚至乐在其中 既然对方已经属于是他的女人了 那么 只要对方不去对他的其他女人耍手段 而是把手段全用在讨好他上面的话 他是很乐意去接受的 当买完榴莲后 杨凡也不打算继续逛了 于是提议先去公正机构 林婉晨对此没有什么意义 毕竟这是可以说是跟他的利益牵扯巨大 两小时后 当三人从公正机构出来时 自愿赠与协议已经是办好了 林婉晨表面上跟之前没有什么区别 依然与杨凡十分亲密 但心里却是美滋滋的 林婉晨亲密度加实 杨凡发现 妹子亲密度加实后 哪能不知道对方现在很开心 虽然长得不算快 但能长就好 这时他查看了一下旁边的公正 当看见那个卫竖的亲密度时 心里不自觉地吐槽了一声 呸 白眼狼 公正不知道 他又莫名其妙地被杨凡给嫌弃了 此时笑着对林婉晨说道 婉儿 现在事情也算是尘埃落定 真是恭喜你了 林婉晨微笑着点点头 静静 谢谢你 我们永远是最好的闺蜜 这两人话里有话 一个是提醒闺蜜 现在事情尘埃落定了 可别忘了是谁一手帮你签的线 另一个也表示了感谢 既然是最好的闺蜜 当然会互相帮助 杨凡确实是没有听出来 他们的弦外之音 但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话让他想起了 他还没有给公敬这个人事不公聚人报仇 不得不说 这次对方给他介绍的这个大美人 他十分满意 为了让对方能更好的为自己招贤那时 他决定重赏 让对方以后如打了鸡血一般 为自己招揽良才 但这种事 不好当着林婉晨的面直说 不然弄得像是在跟一个拉皮条的做生意一样 所以暂时没有提 而是对旁边的林婉晨说道 今天就委屈一下住酒店吧 过两天 我们去看房子 妹子文言愣了一下 好在他对即将发生的事情 已经做好了足够的心理准备 至于他的条件中 还没有买的房子和车 他却不急 这个男人连巨款都很豪气地 直接给了自己 他不相信对方会在房子和车上面失信 于是很大方地说道 你别这样说 我并不觉得会委屈 说完就亲密地抱住杨凡的一只手臂 用柔软将其包围 对于杨凡不将他带回家 而是去酒店一时 他并不排斥 要是对方打算将一个情人给带回家他 反而才会觉得奇怪 呼 当妹子抱上杨凡手臂的这一瞬间 舒适地感觉在他手上蔓延 很快传遍全身这种感觉 使得他有些上头 这样的体验他可不是第一次了 就在刚刚散步时 恭敬才让他体验过 但不得不说 这次是感觉最好的一次 因为林婉晨的身材太好了 所起到的效果 当然是不怎么相同的 当三人在附近找了家酒店后 杨凡疑惑地看向旁边的恭敬 你还跟着 恭敬文言脸色一窘 心里想着 大哥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 这样的大美人给你送来了 说好的报酬 你是一个字不提啊 但他最多也就是在心里吐槽一下 不会说出来 而且他相信对方不会让他白忙活 看这情况 对方是没有打算现在给自己福利了 那他能怎么样 等呗 于是笑着说道 我送你们进去就回家 十多分钟过去 当杨凡和林婉晨进入酒店房间时 恭敬已经离开 刚一进去关上门后 杨凡就急色地一把抱住妹子 在他吃惊的眼神中 对着他的小嘴就印了上去 妹子此时瞪大了眼睛 脑袋有些空白 就这样愣了好一会后 才稍稍清醒过来 没想到自己的初吻消失得这么突然 但他并没有阻止这个贪婪的男人 而是脸色微红地闭上了双眼 木讷地体会着 这有些怪怪的感觉 不到一分钟时间 这时林婉晨感觉自己有些呼吸困难了 想将头后撤 但对方正勾着他的脖子 直接宣布撤退失败 急得他不自觉地 怕打了杨凡几下 对方才将他给放开 杨凡看着自己怀中脸色微红 不断喘气的妹子 颇为好笑地问道 你是想把自己给憋死吗 林婉晨喘了好几下后 有些不好意思地看着他说道 我不太会 时间如果能稍微短一点的话 之后的话他没有说出来 杨凡觉得有点意外 按理说 莎莎也是初吻啊 但那小丫头当时并没有出现 林婉晨这种窘迫的现象 难道是天赋问题 正当他好笑地想着这些时 已经好转的林婉晨 竟然主动将嘴硬了过来 他健壮哪还有客气的道理 一分钟后 这次妹子多坚持了一下 虽然还是有些喘气 但明显好了不少 杨凡开口说道 把高跟鞋脱了 以后这种鞋出门再穿 这妹子穿着高跟鞋的个子太高了 并不方便接吻 她刚刚竟然情不自禁地点脚了 妹子对此当然没有意义 直接去沙发处换上了拖鞋 换好后还没来得及起来 就被杨凡搂住 缓缓倒向沙发上 正当他感受着魔鬼身材的快乐时 也同时感觉到了 林婉晨的身体有些紧绷 知道这妹子虽然表现得比较大方 但心里肯定很紧张 于是小生说道 别这么紧张 没事的 林婉晨也想尽量放松一些 但从未经历过这种事的他 还是有些放不开 略带歉意地看着杨凡说道 是有些紧张了 让我稍稍调解一下就好 我能去洗个澡放松一下吗 杨凡虽然现在已经怒气冲冲 但想着对方是第一次 感觉可以体谅 也想给自己的女人 留下稍微好点的回忆 于是应了他一下 从他身上起来 去吧 妹子起身后抱歉地说道 我会很快调解好 不会让你久等的 他笑着点点头 好 不用太急 我等你做好准备 感谢爱吃红巴鱼吃的李翠萍 大大送来的大宝剑 感谢各位大大送来的各种礼物 万分感谢 作者带着他怀孕的小姨子跑路了 现在急需生活费和奶粉钱 大大们有钱地捧个钱场 有人的点点用爱发电吧 感谢大大们 第128章 华丽的乐章 当林婉晨进入洗手间后 门被缓缓关上 杨凡拿出手机 给恭敬赚了50万块钱过去 他本来就打算重赏这个妹子 对方这次的事情 办得很合他心意 把奖励扩大的话 对方以后会对这种事情更上心 刚刚到家的恭敬正打开空调 靠在沙发上悠闲地吹着 突然发现手机来的信息 他漫不经心地拿起一看 顿时搜 得一下站起了身子 满脸的惊讶之色 嘴上喃喃自语 个 十 百 五十万 随着他再次确认了一下金额后 脸上顿时露出了笑意 还不自觉地深呼吸了几下来 凭静激动的心情 这个男人还真够大方的 这样 慷慨的确实少有 成为他的女人 应该会很幸福吧 虽然他前前后后 一共获得了杨凡90万的转账 已经是非常多了 但正因为这样 他就更加渴望 能成为对方的女人 毕竟谁会嫌钱多呢 这个男人对自己尚且如此豪气 那他的女人 岂不是会被他给宠上天去 这时 他又想到了自己的闺蜜林婉臣 谁说不是呢 闺蜜与他才刚刚开始 就已经获得了这么多 自己获得的这点钱 与对方的福利比起来 完全是小巫见大巫 此时 恭敬的心中 不自觉地出现了一丝羡慕极度的情绪 恭敬亲密度加五 他打开V 给杨凡发了条信息过去 需要我去找你吗 杨凡看见恭敬这条信息 也是心中一荡 颇有些心动 但随即看了一眼卫生间方向 还是摇了摇头 于是回信道 不用 继续做好你的工作 以后照着林婉臣这样的游物 去对我物色 好处不会少了你的 恭敬看见信息后 心情有些复杂 其中失落和兴奋交织在一起 失落是因为 他都这么主动了 那个男人却拒绝得很干脆 自己怎么说 也是跟林婉臣齐名的大美女啊 除了那层玩意以外 并不会比对方差多少吧 他有点想不通 但他不会就这样放弃 准备以后继续加大 对杨凡的诱惑 俗话说得好 女追男阁曾杀 何况这女的还很美 恭敬就不信 对方能一直这样无动于衷 而兴奋 是因为杨凡信息里的意思明显 是想让自己以后 继续帮他物色合适的情人 也就是说 他还打算包养 此时恭敬对于对方的雄厚财力 感到暗暗则舌 对方才花了这么大笔巨款 包养了一个 现在估计还没有吃上了 马上又想包第二个了 但这些不是他该操心的事情 他一想到 刚刚到账的那五十万巨款 满心都是兴奋 甚至如打了鸡血一般 马上开始在脑袋瓜里 筛选他认识的美女们 还不时地翻看 一下手机联系人和V上的好友 此时的他 可以说是干劲十足 读书的时候 都没有这么努力过 不然清华和北大 估计还是有一点点希望的 另一边 杨凡回了恭敬的信息后 就靠着玩手机 果然 林婉成这妹子并没有让他久等 看见出来的林婉成 他顿时有一种心神荡漾的感觉 只见林婉成此时 一头乌云般的秀发 还有些许湿润感 并没有完全吹赶 他那张充满抑郁风情的俏脸上 带着浅浅的微笑 看见杨凡看他的眼神时 虽然有些害羞 但却没有躲避 坚定地朝他缓缓走了过去 一时间杨凡只感觉这个美人气质 淡雅优美 身材出众 林婉成缓缓走到床边 已经做好足够心理 准备的他此时 没有做出一副小女人姿态 而是落落大方地靠近杨凡 还是和之前一样 获得大冤肿一瓶 随着时间渐渐流逝 这时的美人 已经没有了迷人的微笑 用略带歉意的口吻说道 对不起 杨凡直接印住了他 没有让他继续说下去 第129章 空姐恭敬的过往 接近一分钟时间后 杨凡看着林婉成 那张近在咫尺的俏脸 轻声说道 傻瓜 干嘛要道歉 他说完后一翻身去拿东西 在递给妹子时 看到了一抹神圣的颜色 十分钟后 杨凡搂着妹子说道 你现在要做的事 好好休息 睡觉时 做一个好梦 明天又是美好的一天 知道吗 妹子对他用哄小女孩的方式 哄着自己 觉得有些好笑的同时 心里又有些暖暖的感觉 对方这么成功的一个男人 对待自己时 却非常温柔 这让此时多少有些疲倦 和一些心慌意乱的他 感觉好了不少 他靠在杨凡怀里的身体挪了挪 脸上带着微笑的看向 他说道 可我还不想睡呢 我们来聊聊天吧 杨凡当然不会拒绝 好啊 你想聊些什么呢 聊什么都行 我只是想跟你说说话 内容并不重要 对了 你喜欢我怎么称呼你啊 老公 亲爱的 又或者是宝贝 杨凡笑了笑 这些都没有什么心意啊 如果让我选的话 我更喜欢你叫我 林婉辰文言一愣 差点没忍住 想抱粗口 还好及时克制了下来 将想法扼杀在摇篮里 别以为女神级别的大美人 就不会骂人 只是他们 大多会因为要注意形象 所以比较克制 但如果真把他们惹毛了 骂你绝对没商量 妹子用手拍了他一下 娇称道 讨厌 你个坏蛋 真是没个正形 能 能换一个吗 这个确实太难为情了 杨凡搂他的手稍微紧了紧 那就 啥玩意 林婉辰文言满脸问好 随即没有忍住 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这一刻的他 犹如百花盛开一般娇艳 他是实在没有弄懂 这个男人是什么脑回路 想出来的这些称呼 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 妹子眼中充满笑意 娇滴滴地喊了一声 可我没有姐姐啊 静静他比我大一岁 我们情同姐妹 姐夫你该不会是在暗示着什么吧 本来这大美人那声娇滴滴的姐夫 叫得杨凡心里一荡 很有感觉 但随后说出的话 差点把他给弄无语 你这纯属是胡说八道 我要是对恭敬有意思 还需要在你这里暗示 我开玩笑的 我当然知道 只要你想 静静他百分之百是愿意的 林婉晨现在已经是在试着帮闺蜜的忙了 他说完后 见杨凡没有回话 思索了一下后 继续说道 其实静静人还是很不错的 就是命运有些坎坷了 杨凡文言有些好奇 想着反正是陪妹子聊天 那就随便聊聊呗 于是接着话题问道 他怎么坎坷了 妹子见杨凡有兴趣听 心里想着 静静啊 可别说我这个当闺蜜的不计你的情 随后缓缓出声 说起了恭敬的事迹 静静他也跟我一样 一直都很洁身自好 只希望将来能找到一个良配 他 等会 你说啥 恭敬他一向洁身自好 这特末不是在跟我说鬼故事了吗 杨凡刚听了个开头 就将林婉晨的话给打断 不可思议的询问出声 说别人也还罢了 代号十三的恭敬像是个洁身自好的人 你个傻瓜 他不是被你那个闺蜜给骗得团团转吧 林婉晨见杨凡的反应这么大 赶紧说道 你听我说完吗 我刚倒没有说清楚 我说的是以前 他以前和现在不一样 啊 杨凡倒是有些疑惑 以前洁身自好的妹子 现在怎么会变成这样 于是说道 你继续 林婉晨的声音再次响起 他刚刚当空姐时 被一个渣男富二代给骗了 他们谈了半年的恋爱 静静都始终坚守着底线 那渣男也很有耐心 恋爱期间 不断用花言巧语轰炸静静 让他一度以为 对方会是他的归宿 对方也答应了 会娶他 然后他脑袋一闪 就像赌博一样 将自己交给了对方 后来他才知道 那渣男在跟他谈恋爱的期间 还有其他不止一个女人 他去找对方闹 对方明确表示 只是跟他玩玩而已 他是不可能进 对方家门的 还说了一些难听的话 然后就把他给甩了 静静为此消沉了大半年 后来在飞机上 认识了一个帅气的男生 这个男生从一开始 就疯狂地追求他 脸皮很厚 还很会玩浪漫 甜言蜜语 更是信手拈来 正处于消沉期的静静 当时内心很敏感 很容易被甜言蜜语感动 在这个帅哥 苦苦追了他好几个月后 他想着自己当初的梦想 既然已经破灭 那倒不如找一个 对自己好且满眼 都是自己的男生 托付终身 命运弄人 谁知道这个男生 比之前那个更渣 他达到目的后发现 静静不是那什么后 态度大变 不但去勾搭其他女生 还经常找静静要钱用 时间长了后 清醒过来的静静 也知道自己 怕是又一次所托飞人 于是 他想跟这个男的分手 好聚好散 谁知这个男的不愿意放手 提分手之后 还经常去找静静要钱 静静当然不会给了 但有一次 这个男的喝了酒去要钱时 与静静发生了争执 他 他打了静静 还骂他 骂得非常难听 之后静静就水泥风心了 自此不再相信爱情 全心全意为自己考虑 满眼都是利益 为此 他确实做了一些 自甘堕落的事情 但说到底 他的命运 也确实是很坎坷 但他人是真的很好 没有什么坏心眼 杨凡听着恭敬的过往 感觉有些愣神 心里也有些唏嘘不已 这妹子 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吸扎体质 大改了两遍 总算是放出来了 被关了六天 希望还能有流量 不至于死书后去吃土 跟走过路过的大大们 求一波礼物 可怜一下才二十多万字 就已经三进宫的作者吧 有钱的捧个钱场 有人的动动发财的小手 送三个免费的用爱发电吧 万分感谢 对了 没有存稿 因为根本不知道 还能不能出来 所以为了不至于吃土 这几天一直在写新书 希望大大们能理解 第130章 我属于你 林婉成靠在杨凡怀里 悠悠地继续说道 相比起静静来 我算是很幸福的了 杨凡文言一笑 不再想恭敬的事情 他只要用心帮自己做事 在自己这里 他总能得到想要的利益 他搂着美人的手紧了紧 你真这么认为的 妹子肯定地点了点头 见他不继续聊恭敬的事情 也识趣地顺着他的话题说 当然 我想不到 还有谁会像你这般看中我 其实一开始 我是做好被你拒绝地准备过来的 哦 我为什么要拒绝 你这样一个有物 妹子听后微笑起来 讨厌 你明知顾问 其实我也是想要一份保障而已 毕竟有静静的先例在那放着 你能理解吗 杨凡一想 确实是这么回事 前有恭敬亲信 富二代掉进了火坑 作为闺蜜的林婉成 要是也摔进了同一个坑里 那可就真的是傻子了 这美人说出恭敬的故事 其中一个原因 应该是想借闺蜜的遭遇 来向自己解释 解释他之前的行为 比如 为什么他会将条件开得高 而且要像交易一样 先交钱后交货 不过是想得到份保障而已 不至于像恭敬一样 被别人给空手套白狼 最后落得个人财两空的下场 实际上 杨凡对于这个根本就不在意 因为他压根就没有任何损失 就享受到了这种有物 怎么算都不吃亏 妹子姐不解释 她都不会对这是有什么想法 她随意地点了点头 轻声说道 嗯 我理解 妹子闻言 转过头 带着迷人的微笑看着她 倾土如蓝 我跟你商量个事情吗 杨凡颇为豪气地开口 你说 我辞掉工作以后 不想太闲 能找些其他事做吗 那些在家里就能做的事情 他清楚 现在自己是杨凡的情人 肯定不会再想着跑出去工作了 要给到对方足够的安全感 但他又不想太闲 所以有了这个提议 杨凡文言后愣了一下 转头疑惑地看着林婉晨 这个都要跟我商量 听见他的疑问 近在咫尺的那张翘脸 对着他就应了过来 唇分后 美人认真地说道 当然 我说过 我属于你 看着面前这个认真的美人 杨凡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连这种事都要跟自己商量 对方还真是把他当成自己的私有物了 这妹子的这些话 能极大地满足一些大男子主义 男人的心理 恰好杨凡也有着比较强的占有欲 这一下令他舒坦了不少 大方地说道 准了 你平时无聊的时候 可以跟小姐妹出去约约饭 喝喝东西 逛逛街什么的 还真想把自己当成笼子里的金丝雀吗 我可没有这么狠心 妹子一下子就抓住了这句话的重点 微笑着说道 放心吧 有男的在我绝对不去 妹子都这么懂事了 杨凡还能说什么 要不是想到这大美人现在的状态 他真想好好疼爱一下对方 随后两人就这样互相搂着 愉快地聊着天 不知不觉中杨凡先睡着了 林婉成看着自己这辈子的第一个男人 脸上的表情不断变化地想着事情 最终像是松了口气一般 笑着闭上了眼睛 夜晚的时间总是过得飞快 很快来到第二天 当杨凡迷茫地睁开眼睛时 他的身边已经空空如也 被子中还散发着一种很好闻的香味 他坐起来伸了的懒腰 随后听见一阵拖鞋走动的声音 转头一看 正是已经梳洗打扮好的大美人林婉成 这时他又将她 昨天那件很像晚礼服的酒红色 吊带连衣短裙给穿上了 妹子带着迷人的微笑 走到床边说道 你醒了 三明治和牛奶可以吗 杨凡没有回答 而是问道 你怎么下床了 自己什么情况 自己不知道吗 面对他颇有些责怪的话语 妹子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 相反心里 还有些暖暖的 林婉成轻密度加一 林婉成缓缓坐到床边 双手缓住杨凡的脖子 用涂抹了唇高的嘴唇 对着他慢慢硬了过去 三十秒后 妹子温柔地说道 没关系的 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 杨凡闻着扑面来的芬芳 一脸好笑地说道 我还没有洗漱呢 抱着就啃 妹子不一地拍了他一下娇称道 讨厌 我才不会嫌弃呢 你先起床吧 早餐已经做好了 还是热的 我会做的食物不多 但我以后会好好学习 杨凡没有说什么 直接穿衣起床后去洗漱 昨晚与林婉成发生亲密关系后 他又获得了一瓶大渊肿牌肾宝 看来代号林美女的奖励 大概率是一样的 不过这玩意除了肾以外 对其他方面也略微有所提升 是个好东西 既然是好东西 他就不嫌多 洗漱完直接吃了一粒 然后走出去 这时林婉成 已经将他做好的三明治和牛奶 放在了桌子上 杨凡坐下后 看着食物是两份 疑惑地问道 你没吃 妹子笑着点点头 嗯 我等你起床一起吃 杨凡无语地白了他一眼 开口说道 以后不需要这样 我又不是古时候的地主老财 好的 我知道了 他咬了一口三明治后 嚼了嚼 感觉味道还不错 多少有些意外 没想到这样的女神 居然还有这种手艺 这时林婉成看着 吃得津津有味的杨凡 娇声问道 味道怎么样 还和你的口味吗 杨凡咽下后 赞赏地看了他一眼 随即说道 挺好的 但他只是好笑地应道 你喜欢就好 杨凡又继续开始吃了起来 期间没有说话 第131章 准备去车展 林婉成文言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只觉得自己做三明治时 没有白花心思 虽然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也会坐来吃 但今天绝对是他做的最认真的一次 杨凡走上前 搂住他小声说道 今天你就好好休息一天 明天我们就去看看房子 他也觉得 一直住酒店不太好 而且 既然要给林婉成买房 他也不想太后此薄笔想着 是时候 陆续给他的其他女人们 安排一套房了 金屋藏娇 首先得有个屋吧 又不是没有这个条件 至于他自己 就暂时不需要了 以后吃百家饭算了 谁叫自己兜里 只有三瓜两枣的 买一套普通公寓后 都得吃土 真可怜 好在他女人的财产 也还勉强算是他的 自己女人的车他 想开哪辆就开哪辆 自己女人的房子 他想住谁的 就住谁的 这百家饭 吃得就跟古代的那些皇帝 翻牌子似的 倒也挺不错 这时林婉成 看着面前的这个男人的眼睛 轻声说道 好的 那就休息一天 但我真的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也好好休息一天 到床上躺着去 妹子顿时露出为难的神色 说道 刚刚吃饱不能躺 我得保持身材 需要走动一下消失 杨凡上下打量了一下 妹子的魔鬼身材 这确实应该好好保持 不然就太浪费了 嗯 身材方面 你自己把握好 我肯定没有你懂 走吧 既然你不想休息 那我们出去溜达一下 消消失 妹子对此没有意见 亲热地挽着她的手臂 使得她被柔软包裹 老公 我真的没事 只要不剧烈运动就行了 今天就不做瑜伽了 但出去逛逛是没有问题的 杨凡听后 以为妹子是想急着看房子 她也不弯酸 大度地说道 反正你的身体 你自己要重视 既然你说没事 那我们就顺便去看看房子吧 林婉成文言一愣 知道对方误会自己了 赶紧解释道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 但她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杨凡给打断 好了 我知道你不是这个意思 但我是这个意思 要不是担心你身体 我本来就是打算越早去越好的 妹子见她这么说 反而不好继续解释了 不然就多少 显得有些矫情 于是 林婉成再次穿上她的高跟鞋 二人散着步离开酒店 漫步在大街上时 这大美人吸引来了 几乎所有路人的目光 不管男女老少 总是会多看她两眼 杨凡不得不感叹 综合颜值91的魅力 就已经达到这种程度了 要是95以上 甚至是100的话 那还得了 至少杨凡 想不出95以上的游物 会美成什么程度 因为她觉得 即使把林婉成丢进娱乐圈里 她在颜值方面 都算是很能打的了 倒不是说 女星们没有比她更美的 肯定有 但不多 而且 即使比她美 也美得很有限 估计只是略胜她一筹的样子 但论到身材的话 她或许说不上是最顶级的 但肯定能排在顶级之下的一个梯队 所以杨凡感觉 顶级女星的综合颜值 估计也就能达到95的样子 所以 95以上能美成什么样 在没有见到之前 她暂时还想象不出来 两人散了好一会不后 杨凡对挽着她的林婉成说道 你没有带换的衣物过来 等看完房子 我们去逛逛商场 给你买一些 林婉成微笑着摇了摇头 不用的 旅行箱在静静那里 到时候 让她帮忙给送一下就行了 咦 除了风玉亭外 这还是第二个 拒绝自己带她逛商场的妹子 既然她都这么说了 杨凡也没有勉强 随即转移了话题 你来定吧 我们去看哪个楼盘 啊 林婉成被杨凡突如其来的话题弄猛了 停止脚步 转头惊讶地看着她 随即不好意思地说道 我还没有去研究过这个问题呢 都不知道有哪些楼盘 杨凡有些无语了 你说你一开口 就要市中心的房子 真要带你去买了 结果市中心有哪些楼盘 你都不知道 她白了妹子一眼 那我们总不能没有目的性地挨个楼盘看吧 林婉成抱着她应了一口 娇声道 老公 那我们今天就不急着看了吧 等我回去研究一下 有目标了 我们再去好吗 一时间觉得 跟人家比起来 自己这半辈子 简直是活到狗身上了 杨凡不知道他们的举动 已经伤害到了一位大龄单身狗 听见林婉成这样说 今天看房仪式也只好作罢 这时她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拿起一看 是翘寡妇李欣然打来的 没有多想就接通了 只听对面传来一道好听的郁姐英 亲爱的 你说话方便吗 有事吗 你说 旁边是林婉成这个美人 以对方跟自己的关系 没什么不方便的 对方又不是不知道自己有其他女人 这时电话里的郁姐英显得有些兴奋 是这样的 今天新城区有个车展 你前几天不是让我买辆车吗 我打算去看看 不知道你有没有空 我做完发信息给你 你可能没有看见 所以就打了电话过来 原来是这样 他刚刚还奇怪 李欣然怎么突然打电话过来了 原来是他从起床 就没有去注意手机 导致没有看见对方的信息 他想了想 今天既然看不成房了 倒是可以先去看看车 正好有车展 给林婉成先买车 再买房也是一样 可问题是林婉成和李欣然见面的话 杨凡思索了一下后 觉得问题不大 虽然他们两个现在 都是自己的女人 但他们也都知道自己不止一个女人 而且 就他们表现出来的性格来说 都挺懂事的 两个都不像是会给他闹出 什么幺蛾子的那种 正好可以尝试一下 让他们见见 看看反应 这次出于新流粮 少了非常多 全靠老读者大大们的支持 才不至于让书凉掉 感谢你们的支持 感谢机械硬盘 大大送来的大神认证 感谢物看海一 大大送来的大宝剑 感谢流光岁月 大大和飓风山的陈小林 大大送来的抱更洒话 以及感谢各位 大大送来的各种礼物 和用爱发电 万分感谢 走过路过的大大们 有钱的捧个钱场 有人的洞洞 你们发财的小手 送三个免费的 用爱发电吧 第132章 不自信的李星然 于是杨凡对着电话说道 可以的 但我这里会带一个人一起去 李星然文言一愣 心里多少有些猜测 但他并没有表现出 任何意义 只是说道 好的 那你发个定位给我 我现在过去找你 好 杨凡挂掉电话后 还没来得及说话 林婉成就看着他问道 你带着我去 会不会不太好 他疑惑地看了妹子一眼 摇了摇头 没有什么不太好的 怎么 你紧张 林婉成露出自信的笑容 这倒不是 有姐夫护着我 我才不怕 从杨凡打算 让他跟其他女人 见面这件事中 他就可以看出 这个男人并不打算 把他们全都养起来偷偷吃 而是要让他们互相认识 接受彼此的存在 他对自己的身份很清楚 倒也没有什么不甘的想法 只是怕对方的其他女人们 不好相处 他并不想去与别人勾心斗脚的 那样会很累 但别人欺负到他的头上 他也是会反击的 他林婉成 可不是像表面上看上去一样的那种柔弱女人 不然也不会长相这么出众 在外面打拼几年 却没有吃过亏 杨凡抱住他 感受着他的曼妙身姿 认真地说道 放心吧 他们谁要是敢欺负你 我就让他滚蛋 当然 你也不许欺负他们 我可不喜欢没事找事的女人 林婉成文言后 轻轻点了点头 嗯 我不会的 我不奢求其他 只要你能对我好我就满足了 他是个聪明的女人 杨凡这样一说 他就找准了自己的定位 表现出一副自己没有野心的模样 虽说会哭的孩子有糖吃 但在有些地方是不实用的 如果把大人哭烦了 说不定没有糖不说 还会挨一顿打 他想着 有时候乖巧是最大的杀手锏 自己只需要表现的乖巧 不管发生什么事 都像是一个受害者的模样 那这顿打就 大概率不会落到自己身上来 只要自己家的孩子一直很乖 他相信 没有哪个大人会不喜欢 杨凡对着他的小嘴硬了一下 在大街上撒起了狗粮 惹得一些过路的行人 心里在唾弃他们这种行为 特别是那些羡慕极度恨的单身狗们 很想两个大逼都给杨凡删去 甚至想对他吐口水 当他们在附近的一家奶茶店中 坐了二十分钟左右 一鸣看上去二十出头 棕色大波浪加烈焰红唇 看着很诱人的美女走了进来 这位美女正是俏寡妇李欣然 她今天穿着一件米黄色的紧身连衣短裙 配上很薄的肉丝 踩着一双米黄色高跟短靴 煞时间就将她凹凸有致的身材 体现的淋漓尽致她刚一进门 就吸引到了不少顾客的贪婪目光 正当她环顾四周 在找寻着什么时 坐在靠里位置的杨凡站起身举手示意 欣然 这脸 一身性感装扮的俏寡妇李欣然 听见这个熟悉的声音后 顿时带着满脸开心的笑容 转头过去 正准备快步走过去 投向自家男人的怀抱时 突然看见一个充满抑郁风情 同时又美得让人心惊的油雾 也在杨凡身边站了起来 李欣然的心里顿时咯噔 一下 脸上的笑容也有点僵重 一向对自己的容貌和身材非常自信的她 都不得不承认 这个女生真的很美 个子高身材好 绝对是美女中的一时之选 她一眼就看出 坐在一起的这两人关系绝对不简单 基本可以确定自己来之前的猜测 虽然她不想承认 但已经结过婚 有过孩子的她 在看见林婉晨的这一刻开始 突然间就有些不自信起来 最近这段时间 是她从丈夫去世以来最开心的日子 她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 所以将杨凡看得很重要 本来她以为她早已做好了 杨凡身边有其他女人的准备 也打算要坦然面对这种事 但今天真正见到这样的美女时 她竟然多少有些不自信起来 实际上 李欣然除了个子比林婉晨来以外 身材比例却是很好的 最多只能说是逊色一筹 相貌方面更是各有千秋 她之所以会不自信 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 她是一个单亲妈妈的身份 她一想到杨凡身边的大美女 恐怕不止这一个 心里就有些害怕 怕她的小心福不能长久 怕这个男人会离她而去 使得她才消失不久的焦虑症 又有了一些要冒出苗头的节奏 心里突然出现一种 患得患失的感觉 杨凡此时也看出了 正慢慢走过来的李欣然 脸上的笑容有些僵硬 状态好像有些不太对 多少有些猜测到原因 于是她略一思索 就上前几步朝对方迎了过去 在奶茶店中 其他顾客和店员的惊讶眼神中 一把将这个翘寡妇摞在怀里 嗅着对方身上混合香水的体香 脸上带着笑容温柔的问道 想我没有 李欣然这时稍稍缓和了一下心态 仔细感受着这个男人给予的温度 他知道自己不能掉链子 要好好表现 要学会争取自己的幸福 于是她紧紧抱住杨凡 动情地说道 亲爱的 我想你了 好想好想 杨凡也紧紧抱住妹子 想多给她一些安全感 对着她的翘脸硬了一下 傻瓜 你是不是在胡思乱想 我 我 对不起 我不应该 不许道歉 啊 李欣然亲密度加二 杨凡坚这么轻易 就让妹子的亲密度长了两点 可想而知她 现在的状态肯定不太好走 我给你介绍一下你的小姐妹 说完她就放开妹子 随后搂着她 走向正微笑着 看向这边的林婉晨 她觉得没有必要点名 她相信 只要她不断给予安全感 李欣然自己就不会再胡思乱想了 让自己的女人们 多少有点危机感 还是有必要的 这样一来 她们多棒相争 自己渔翁得利就很舒服 当然 前提条件是必须良性竞争 谁敢对自家姐妹 使什么不好的小心机 自己绝不偏袒 情节严重 直接赶滚 自己这样的态度可以 有意无意地表露出来 让妹子们知道 她倒想看看 哪一个会蠢到来 当这个出头鸟 先声明 这不是水文 正文的字数是没有减少的 一 白丝笑花 无沙沙 极乐净土 二 空降主播 陆小璐 第一个空降 三 JK美少女 顾瑞杰 赔完一 四 火车窑 阿黎 未见 五 商场营业员 风玉亭 公交战偶遇 六 恋爱脑 陈思怡 陪玩二 七 南航空姐 恭敬 机场偶遇 八 双胞胎 带毛姐妹 未见 九 狼人杀主播 小闪电 未见 九 小野猫 徐山 顾瑞杰闺蜜 十 街舞女孩 李薇 第一个满唇 十一 翘寡妇 李欣然 十二 乌拉国主播 妮娜 未见 十四 伟明媛 张若曦 健身房蹲点 十五 极品金丝雀 林婉晨 十六 美女车模 杨宇斌 车展 十五 极品金丝雀 林婉晨 第一百三十三章 两女相见 三级返线 带杨凡和妹子 走到林婉晨面前后 他对着李欣然说道 这位是林婉晨 年龄比你小一些 你们的性格都很好 应该会比较合得来 以后多亲情亲近 然后又转头 对林婉晨说道 这位是李欣然 别看她是当姐姐的 但性子却比较柔 你可不许欺负她 林婉晨文言 白了杨凡一眼 随即面带微笑地 看向李欣然 对她伸出手说道 欣然姐 很高兴认识你 我是林婉晨 你可别听她瞎说 我们肯定可以相处得很愉快 李欣然轻密度加二 李欣然 以攻略 好感度达到七十 奖励三级返线卡 一张 使用后可获得三级返线 五次 返线等级 三 五次 返线比例 一比一 四 杨凡听见系统的声音后 嘴角微微上扬 心响 这样一来 自己的本金又可以得到一次飞跃了 距离成为富豪 又进了一步 正好自己三人要去看车展 这五次转账机会 可以用来给他俩买车 这样一来 白嫖两辆车不说 本金也可以翻两倍 甚至还有额外好处 至于是什么额外好处 他都给两个妹子买车了 妹子们不牺牲一下自己 让他好好享受一把 似乎有点说不过去吧 李欣然之所以会突然长轻密度 完全是因为 听见杨凡让林婉晨不许欺负他 他切身地感受到了 这个男人在有意无意地护着他 心里很是温暖 本就突然陷入不自信 杨凡的操作给予了他此时很缺乏的安全感 让他安心了不少 以至于轻密度直接突破七十大关 他心里正不断给自己打着气 也礼貌地伸手握住林婉晨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 以后我就叫你婉晨妹妹吧 林婉晨笑着点了点头 好的 姐姐也可以教我玩 我的闺蜜都是这样教我的 他一句话 就将李欣然放在了与闺蜜同等的地位上 这一下子就让这个俏寡妇好感大仗 他想都没想 就选择了玩这个称呼 并且心里松了口气 感觉到了这个大美女 完全没有他想象当中的那么难相处 两女一时间开始姐妹相称 聊起了一些女人的话题 见她们和睦相处的样子 杨凡也很是欣慰 他看着正聊保养知识 聊得很起劲的两大美妞说道 差不多该走了 李欣然文言后点了点头 应了声好后 就去挽住她的一只手臂 林婉晨也紧随其后地 准备去挽住另一只 但却被她一把搂住细腰 杨凡就这样左拥右抱地 带着两位风情万千的大美女 走出奶茶店 这现象可将奶茶店的顾客 和店员给震得不轻 一名二十岁左右的小男生 瞪大了眼睛 情不自禁地惊呼出声 卧槽 还可以这样 说完后她瞬间反应过来 这是在公共场合 赶紧心虚地看向四周 却发现根本没人看她后心里 才松了口气 因为其他男人 此时心里也跟她的想法差别不大 满脸都是一副 大丈夫当如是的表情 心想 只有这样的日子 才不往来这人世间走一遭啊 但很快又补了一句 我他们下辈子不来了 这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也太大了 就连女的都在想着 刚当那两个美女真的好漂亮 那个男的一定很有钱吧 不然他长得又不帅 何德何能被两位美女同时青睐 已经出门的杨凡三人 一路上就没有见到 不看他们这个组合的人 李欣然看见周围各种各样的目光 有点不自在 亲爱的 我们这样会不会太招摇了 这段时间的经历 已经使得杨凡几乎免疫了别人的目光 所以他只是摇了摇头 随意地说了句 不会 不用去可怜他们 两个妹子顿时无语 差点没憋住笑出来 但他们见自家男人 很享受这种 令他虚荣心爆棚的事情 也就由着他了 毕竟其他人怎么看待他们 他们不会过于介意 一些不自在 哪有让自己男人高兴来的重要 三人就这样上了出租车 一起坐进了后排 片刻过后 杨凡有些无语地 看向出租车司机说道 师傅 能专心开车吗 啊 谁知师傅被盗破后 一点也不觉得尴尬 反而笑呵呵地说道 哈哈 年轻人厉害啊 想当年我啊 那也是 司机直接就自来熟地 吹起了自己的想当年 话里话外都在诉说着 他当年那也是 十里八乡有名的帅小伙 妥妥的万花丛中 过片夜不沾身的浪子 杨凡听得直翻白眼 心里吐槽 你当年这么浪 你现在来开出租车 怎么不继续浪了呀 半小时后 出租车开进了 新城区的一个大商场附近 杨凡三人在这里下车 在李欣然的带路下 他们走入了商场一层 来到了举办汽车展会的地方 感谢各位大大送来的各种礼物 和用爱发电 万分感谢 出租后不给推荐了 新流量不到之前的十分之一 全靠老读者大大们支持 请求老读者大大们 近段时间别养书了 会养粮的 感谢大大们 走过路过的大大们 有钱的捧个钱场 有人的洞洞 你们发财的小手 送三个免费的用爱发电吧 第134章 做街头采访的漂亮妹子 由于是免费入场的 所以杨凡一行三人 很顺利的得以进入 展厅面积很大 人流非常多 能听见不少说话声音 但却不算吵闹 虽然人很多 但他们三人刚一进门 就收获了无数注视的目光 虽说来看车的男性 很多都是有些经济实力的 并且携带女伴的不在少数 有的甚至还携带了不止一位 但依然不能改变 他们羡慕极度杨凡的事实 因为他身边 两个美女的质量太高了 并且在场男性中 左拥右抱的 只有他一个 他们正走着 杨凡发现 前方围了不少人 于是说道 走 我们也过去看看 当他们靠近后才发现 原来这些人 是在看着一个出入口 不少人还对着那个方向 举着手机 不知道是准备拍照 还是直播什么的 挽着杨凡手的李欣然 好奇地问道 亲爱的 他们这是在看什么呢 杨凡对此 也有些摸不着头脑 很光棍地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 这时他搂着的林婉成 像是看出了什么 开口解惑 应该是有模特 要从那个出入口过来 这里的人可不全是来看车的 看模特的应该会比看车的还多 杨凡听后觉得有道理 难怪这边大多数 是没有写女般的男性 对此 他也来了点兴趣 于是带着两个妹子 在这里逗留了片刻 检查到有效消费对象 是否查看信息 咦 车模们还没有出来 就先出现了系统提示 这使得杨凡愣了一下 想到闲着也是 闲着就查看了起来 姓名 赵孟佳 年龄 21 身高 160 体重 51 综合颜值 83 99 状态 正常 亲密度 零 数字还算不错 但综合颜值方面 稍微有点欠缺 个子也偏矮了 他身边现在 跟着两名各方面 都玩爆这个数据的大美女 所以对于这个数据的主人 并没有什么兴趣 都没有想着去看看 对方到底长什么样 然而他不去看 对方却主动送上门来了 只听一道好听的女性声音 从他们旁边响起 哥哥姐姐你们好 可以打扰一下吗 杨凡三人转头看去 说话的是一个 长相很可爱的妹子 一头不到肩膀的短发 穿着牛仔超短裤 和绿色体恤 看上去有种青春靓丽的感觉 这妹子此时正挂着 礼貌的微笑看向他们 她长得虽然不如 李欣然和林婉成那么漂亮 但也算是个不折不扣的美女了 分低的原因 应该是个子和不够前途后翘 这大概率 就是刚刚那份数据的正主了 因为她接近这边 所以触发了系统提示 杨凡疑惑地看着她问道 有事 可爱妹子点了点头 嗯嗯 哥哥是这样的 我叫赵孟佳 是一名街头采访博主 我逗音号叫小丸子 有很多粉丝的 我在那边 看到你和两个姐姐 她们真的长得好漂亮好漂亮 不知道能不能让我采访一下她们呢 就问些简单的问题 不会耽误太多时间 原来是这种事 杨凡见这丫头还挺有礼貌 就没有帮两个妹子拒绝 而是颇有些好笑地说道 你想采访她们 你去问她们 问我干啥 妹子心想 那不是你先跟我说话吗 当然就跟你说明来意了 随即她看向林婉晨和李欣然问道 两位小姐姐 可以接受一下我的采访吗 你们这么漂亮 这条视频肯定能上热门 两女文言不约而同地看向杨凡 杨凡笑道 看我干嘛 你们想接受就接受 这种小事自己随意 林婉晨露出迷人的微笑说道 万一姐夫你不喜欢我上镜呢 这种事 肯定要得到你的首肯呀 姐夫 好家伙呀 赵孟佳一听这称呼 就惊得眼睛都瞪圆了 如果她没有看错 这个姐夫的手 可是一直搂着这个美女的 两人这么亲密 作为姐姐的另一个美女 都不吃醋 随即 赵孟佳就将目光 投向了一世姐姐的李欣然身上 只见人家面带笑容地挽着这个男人 丝毫没有介意的意思 就很大度 此时 小丫头心里只有一句话 桂圈争乱 不只是她 就连周围听见 这称呼的其他人 也全都不可思议地看着这边 就差没有把羡慕 两个字写在脸上 杨凡白了林婉晨一眼 知道她是故意的 但却一点也不介意 等回家我再好好收拾你 小妹妹挺有礼貌的 不嫌麻烦的话 就让她采访一下呗 赵孟佳亲密度加巴 好 我听姐夫的 巴鸡 林婉晨说完 还故意在杨凡脸上亲了一口 然后看向李欣然问道 欣然姐 你要一起吗 李欣然之前是做过主播的 对于上进什么的 倒是无所谓 见自家男人 对此没有什么意见 也就同意了下来 赵孟佳见两大美女都同意了 脸上的笑容更剩了几分 眼珠转了一下 对杨凡满脸期待地说道 哥哥 你看姐姐们都同意了 要不你也跟他们一起吧 小丫头想得很简单 就凭这三人的这种组合 这个男人只要保持着 现在这左拥右抱的姿势 那她的这条视频 必将上热门 但杨凡听在耳中却犹豫了 想了一下后 还是拒绝道 我就不上镜了 你采访他们就行 她是想到 风玉婷和李威还没有搞定 这视频要是被两个妹子看到了 估计好感大将 反线卡都不会给她贡献一张 她倒不是想隐瞒梁女什么 只是觉得 时机还没有到 准备先把好感度提高 至少嫖到反线卡 再寻找时机坦白 让他们做决定 现在这个时机明显不对 赵孟家闻言后有些遗憾 但很快就想到了办法 只听她说 哥哥 如果是有顾虑的话 我可以给你打马的 而且 你全程不用说话 这样行吗 她本以为杨凡会接受这个提议 脸上全是期待的表情 谁知对方略一思索后 还是摇头拒绝 妹子也不好继续勉强 第135章 有点厉害的李欣然 赵孟家亲密度加5 咦 杨凡见自己拒绝后 见这个妹子 又长了5点亲密度 就有些意外 挺肯长的呀 自己啥都没有付出 就直接增加了13点亲密 虽然这妹子的综合颜值 稍微偏低了一点 个子也偏矮了一些 但这些丝毫不影响 她嫖一张反线卡呀 嗯 可以认识一下 她开口问道 你平时直播吗 赵孟家闻言笑着 露出两颗可爱的小虎牙说道 我很少开播 都是做街头采访的视频 哥哥姐姐们 那边人少 我们到那边去采访吧 杨凡三人没有什么意见 配合妹子走到一边后 妹子就招呼另一个同伴 拿出手机来拍摄 而她则拿着一个麦开始询问 一年不够物和一年不碰男人 不知道两位小姐姐怎么选择 林婉晨听见这种问题后愣了一下 随即露出迷人的微笑 转头看向 已经站在摄像范围外的杨凡说道 如果我选择不碰男人的话 我姐夫恐怕会不高兴的 所以只能委屈一下自己 选一年不够物了 李欣然也是温柔地笑着 我不选 我家亲爱的说了算 她让我不够物 我就不够物 她让我不碰她我就 我就会多争取一下 面对这两个大美女的回答 赵孟家十分兴奋 这也太会营造视频效果了吧 这可比重归重举的回答要好很多 她已经可以预见 当视频发出去的时候 配合着这两大美女 各有千秋的绝美颜值 和犀利的回答 一定能引起很大的话题性 连林婉晨都颇为意外地 看了李欣然一眼 完全没有想到 对方会这么回答 有点厉害 果然 她发现一边的杨凡 此时正带着笑容看着李欣然 显然对对方的回答 要满意一些 随即赵孟家趁热打铁 立马抛出第二个问题 你们觉得你们的男朋友帅吗 林婉晨这次学聪明了 没有去先回答 她想看看 李欣然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李欣然却丝毫不虚 只见她满脸幸福地说道 她不能用帅去形容 她就像是夜空中最亮的那颗星星 照亮了我人生路上的所有黑暗 驱散了整个世界的迷雾 我离不开她 赵孟家心里大呼 卧槽 这美女就差没问我相不相信光了 你男朋友怕不是凹凸曼吧 怎么看这种话都感觉有些尬 但是从这个满脸幸福的性感美女 口中说出来又显得特别真挚 别说是现场的三个人了 就连一边摄像的小伙子 和好奇围观的三名大龄男人 此时都有一种 我特没有相信爱情了的感觉 赵孟家又一次兴奋了 赶紧看向林婉晨 想看看这个美女会怎么回答 林婉晨心里颇有些哭笑不得 早知道是这样 还不如先回答算了 自己一时之间 去哪想出这么深情的话语啊 但她一点也不露怯 脸上习惯性的带上迷人微笑说道 我没有男朋友 也不需要男朋友 我有姐夫就足够了 姐夫在我心里是最帅的 她仓促之中的回答 就显得比较平平无奇 但她在这种场合 还称呼杨凡为姐夫 很显然 她不在乎别人的闲言碎语 只要这个男人喜欢 这个称呼就行 赵孟家看了一眼场外的杨凡后心想 什么叫姐夫 在你心里是最帅的 你要是说他没有钱 打死我我都不相信 随后 她又问了两个问题后 这场简单的采访就结束了 毫无疑问 等视频上传时 他们口中的姐夫和亲爱的 会被无数男人羡慕嫉妒 随后赵孟家感谢完 与三人加了个V 就表示不打扰他们看车 带着摄像师离开 围观的三个大龄男人 直接对杨凡竖起了大拇指 也不知道是夸他艳妇不浅 还是在夸他调教的好 经过这一单个 车模们已经开始在中央表演 简单的舞蹈 这也是他们这边 没有多少人围观的原因 全都跑去看车模去了 杨凡搂着两大美妞 带着欣赏的眼光去看跳舞 由于离得不够近 所以没有触发系统提示 她很快在美女车模中看到了两个 她觉得最漂亮的 各方面都很好 就是稍微偏瘦了一点 不过并不影响美感 一个撩人的姿势 脸上一直带着笑容 游客们顿时四散而去 到各自喜欢的车模那边拍照去了 这怎么看都不太像是来看车的 三人逛了一会后 杨凡问道 怎么样 你们有没有什么异项车型 李欣然先说道 我在家就做好功课了 你要买一辆贵的 我在今天会展示的资料里选了好久 觉得奥迪A8就挺不错的 你觉得呢 杨凡文言后白了他一眼 好笑地说道 这不算贵吧 重新选一辆 李欣然顿时惊呆了 这还不贵啊 买下来要上百万呢 大胆点 按照贵的选 林婉成听见二人的对话后 心思活络了起来 心想 看来他是准备给自己两人买贵的车 顿时心里欢喜起来 李欣然思索了一下 虽然觉得一百多万已经很贵了 却没有对杨凡的话提出意义 知道他想买贵的后又提议道 这样啊 那兵力天悦呢 我看评价挺好的 就是买下来很贵 要三百多万呢 杨凡觉得这个倒是可以 于是说道 这个合适 重点是你喜欢吗 李欣然笑着说道 这么贵的车 谁能不喜欢 就是感觉太贵了 要不是你说要买高价位的 我肯定舍不得买它 喜欢就好 有了目标后 看起车就快了 他们直接走到兵力天悦那里去看了起来 检查到有效消费对象 是否查看信息 姓名 毛新月 年龄 24 身高 172 体重 49 综合颜值 84 96 状态 正常 亲密度 零 这个车模长得还不错 不然也不会分来这种价位的车这里 但还是要稍微差它之前 觉得漂亮的那两个一些 此时摆着撩人姿势的美女车模 也在有意无意地看着他们 这对奇怪的组合 一眼就能看出 这个男人肯定很有钱 或许这台车有机会卖出去 出于后一直量着 感谢小黑屋 本书免费 全靠各位大大的 用爱发电 和小礼物支持 大大们点一下 用爱发电 作者能分一毛 请大大们动动发财的小手 感谢 第136章 豪横的杨凡 车模们展示的车 每卖出去一辆 就会得到相应的提成 这才是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 参加车展的活动费并不高 没有活动的时候 更是只能拿着底工资 当然 他们即使是平时的收入 也要比普通的打工足高 这就是综合颜值高 带来的优势 但汽车这种奢侈的东西 哪是那么好卖出去的 特别是这种 动辄几百万的豪车 并且 车展上的各种汽车品牌 和型号不少 导致竞争力很大 一场车展下来 像这种三百多万的豪车 能卖出一辆 就已经可以谢天谢地了 所以 车磨毛新月 见到杨凡这个看上去 就不差钱的男人后 顿时起了些小心思 正撩人的倚靠在车身上的他 很自然地将眼神 看向不远处的杨凡 二人很快对视上 妹子只是露出一个礼貌的微笑 并不敢去弄些 笔心什么的手势 怕弄巧成拙 毕竟人家身边 跟着两个大美女呢 她就这样对着杨凡微笑 见到对方注意到她后 她不在意着车 而是开始动了起来 只见她用举止优雅的肢体语言 和面部表情 指引着这辆车的重点在哪里 由于这辆兵力天跃的定位 是高端奢华 为了契合这辆车的文化概念 美女车模全程优雅大方 肢体动作恰到好处 高端与大气的碰撞 使得这样一幅 乡车美人画面 给人一种颇显贵族风范的感觉 可以看得出 这名美女车模 还是很专业的 实际上 毛星月也是看菜下饭 之前她就只是很普通的倚着车 或者在车旁边僵硬地站着 公摄影师和游客们拍照而已 那是因为 她没有发现目标客户 直到看见杨凡三人过来 她才开始用她的肢体动作 和面部表情 不断地牵引着对方的视线 给这辆车的气质添砖加瓦 见杨凡带着两女朝车旁而来 毛星月心里一喜 却没有表露出来 而是带着微笑 迎上前两步落落大方的说道 先生女士 如果你们对这辆 兵力天月感兴趣的话 请允许我来为你们介绍一下 杨凡看向李星然问道 感觉怎么样 妹子笑着点了点头 还不错 主要是这车的评价也好 她虽然不懂车 但却做了不少功课 不然也不会直接 就有了异象车型 杨凡看向毛星月说道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随机车模一边给三人做着讲解 一边打开车门 让他们进去感受一下 看看那是什么的 杨凡见面 带笑容频频点头的李星然 知道她对这车确实很满意 虽然这份满意 可能更多是来自她觉得评价好 所以先入为主了 但这丝毫不影响 杨凡直接使用之前得到的 那张三级返线卡 随后赚了三次120万的金额 给李星然 准备把买车钱出了 妹子身上的钱 就留给她投资工会算了 正在听着美女车模 介绍汽车内部的李星然 感觉到手机震动 随意地拿出来一看信息 嘶 看完三条转账信息后 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瞪大眼睛吃惊地看向杨凡问道 亲爱的 你又给我转这么多钱做什么 你前几天给的钱 就足够买这辆车了 确实是 不久前杨凡才一次性赚了420万 给她来支持她创业 她算是唯一一个 在获得金额方面 能与林婉晨比较的妹子 现在杨凡又打算出钱给她买车 如果再买套房的话 她得到的都和林婉晨差不多了 但林婉晨那是她自己提的包养条件 而李星然 这里却是杨凡自愿给的 这就有区别 但谁叫人家懂事呢 随时把她伺候得舒舒服服的 还经常给她提供大量的情绪价值 受宠一点也正常 她随意地说道 嗨 我高兴给你买 你的钱自己留着用 李星然满脸感动地走到她面前 直接投怀送抱 根本不管其他人的目光 嘴里呢喃细语地说着 亲爱的 我爱你 李星然轻密度加三 听见轻密度加三的提示后 杨凡也很高兴 要知道 这玩意上 七十以后就很难涨了 顾瑞杰那小妮子 就是前车之剑 她自从上了七十后 都是一点一点地涨 一直到现在才爬到七十五点呢 李星然大有后来居上 超过她的节奏 这次直接涨三点 大概率是动情了 要不是场合不太对 估计这美艳的俏寡妇 会想要好好伺候她一番 杨凡拍了拍她的后背 笑着说道 乖 去把车买了吧 嗯 李星然应了一声 收拾了一下感动的情绪 带着满脸幸福 脱离她的怀抱 刚刚他们两人的对话 将林婉成和美女车模 弄得思绪万千起来 林婉成心里想着 看来之前杨凡就给了李星然很多钱 现在又转钱给她买车 最重要的是 这些并不是李星然要求的 而是杨凡自愿的 一时间她感觉 或许自己的路走窄了 以这个男人的大方程度 自己只需要给她提供大量情绪价值 她自然不会亏待自己 所获得的可能 远远不止每个月50万的包养费 李星然就是很好的例子摆在眼前 之前她可是听说了 对方也是 才跟了杨凡不久 对方明明在外表方面 要插自己一些 但却更受宠爱 这肯定是有必然原因的 她回忆着 今天对方的一些表现后 好像有点误了 这一刻 她感觉自己在李星然身上 学到了东西 而美女车模毛星月 此时的心理活动 就完全是震撼了 脑袋里不断回想着一句话 你前几天给的钱 就足够买这辆车了 也就是说 这个男人前几天 才给了这位美女 300万以上的钱 今天又转300多万 给对方买车 这也太好横了吧 难怪 她可以左拥右抱 两大美女 还一副很愿意配合她的样子 换成自己 自己也愿意啊 别说左拥右抱了 你再多来几个 我都一万个愿意 实在没有我位置的话 我跟在你后面 做吉祥物都行 毛星月轻力度加15 然而 她心里虽然羡慕极度的发狂 但却不敢表露出来 最多是脸上的笑容 没有之前那么自然了 第137章 全场最佳的美女车磨 当知道杨凡一行人 准备买下这款兵力天月后 立马就有工作人员过来 要带他们去办手续 杨凡想着 要办的东西不手 自己就不跟着去了 打算带着林婉成 继续看看其他车 于是对李星然说道 我带婉去选选车 你自己跟工作人员去办手续 没有问题吧 李星然懂事的点了点头 没问题的 你们去吧 随后 她就跟工作人员离开 杨凡此时 看向林婉成说道 走吧 该给你买了 有什么意向车型吗 妹子思索了一下后说道 我喜欢的跟星然姐不太一样 我比较喜欢跑车那种车型 不用买太贵的 普通的就好 杨凡点了点头 她也觉得 美女开跑车会更适合一些 但李星然选车 看中的点与她们不一样 这妹子有自己的喜好 所以也就由着她了 那行 走 我们去看看跑车 杨凡说完就看向 离着不远的一台法拉利 那辆车的车头坐着的 正好是她一开始觉得 模特中最漂亮的两个之一 正准备走时 一道声音响起 感谢先生女士 选择宾利天悦这台车 我们能合个影吗 原来是毛星月见她们要走 顿时心里一急 特别是听见对方 是要去给另一名美女 买车时 赶紧出声叫住了对方 她心里一直希望 那个男人能主动跟她说说话 最重要的是 找个机会把联系方式交换一下 然而 对方一直到要走时 都没有这方面的想法 她也顾不上还在工作了 本想主动开口 要联系方式的 但对方还有一个女伴在场 时机并不好 于是想到邀请拍照 她是彻底被这个男人 对自己女人的慷慨程度给震到了 以至于心里开始响如飞飞 杨凡文言后心里有些好笑 就凭对方之前 直接长了15点好感度来看 她就多少有些猜测到 对方的小心思了 如果她现在去要联系方式 对方百分之百会给她 而且 要不了多久 就可以在对方身上换换口味 但无奈的是 她没有看上这个模特 综合颜值不算高 纯洁也不算高 就个子高 而且唯一拿得出手的身材 还有点瘦了 可以说是没有什么亮点 所以杨凡对她兴趣缺缺 直接拒绝道 不用了 我们还要继续去看车 随后就搂着 林婉晨往不远处的法拉利走去 她想顺便看看她之前看中的 那两个美女模特之一的数据 毛星月亲密度五 面对杨凡的拒绝 毛星月脸上没有表露出来什么 但心里就很不适滋味 突然感觉自己好像损失了很多 被杨凡搂着的林婉晨 将一切都看在眼里 心里有些玩味 那个车模是什么想法 她可以说是门青 但她却不准备说 只要杨凡看得上 她不会介意 检查到有效消费对象 是否查看信息 当二人离近那台法拉利后 系统的提示适时出现 姓名 刘静文 年龄 25 身高 173 体重 51 综合颜值88 85 状态 正常 亲密度 零 杨凡一看见 这个数据 直接在心里吐槽一句 真不愧是我看上的车模之一啊 综合颜值确实不错 但这阅历 是不是有些过于丰富了一点 想过服的男人多达15个 有点多啊 溜了溜了 杨凡看见数据后 搂着林婉晨 与法拉利擦身而过 没有停留 继续往前走着 正坐在车头上 做出各种诱惑姿势的美女车模 刘静文 见状就是一愣 但周围还有其他游客 他很快就恢复自然 他可是之前就注意到了杨凡三人这种独特组合的 想法也跟刚刚那个车模一样 那就是 这个左拥右抱的男人 必定很有钱 在看见工作人员带着对方的其中一个女伴去办手续时 更加笃定了这个想法 所以 在杨凡两人朝他这边过来时 他还挺惊喜的 想着有希望将车卖出去了 甚至能借机与这个男人认识一下 谁知对方只是过来看一眼 随即就像是路过一样离开了 这让他有些摸不着头脑 对方是不喜欢这辆车 还是我没有吸引力 竟然直接走了 但他也没有办法 只能在心里叹口气 自我安慰着 运气不好 可惜了 连林婉晨都有些疑惑 他一开始也以为 杨凡是要带他去看这辆法拉利的 心里还有些小激动 毕竟这车比刚刚那辆兵力天月 还贵上不少 谁知道 仅仅是路过 但他很快调整好心态 就像没事发生一样 顺从地跟随自家男人的脚步 杨凡一边走一边看 结果在一台保时捷911德卡尔的展台那里 发现了第二名美女车模 顿时心里感觉有些古怪 他一开始还以为是越漂亮的车模 分配到的展示车越贵呢 以之前的情况来看 似乎确实是这样 但他感觉 站在保时捷911旁边的这名车模 看上去隐隐有点全场最佳的意思 难道自己的审美与举办方不同 他没有多想 直接带着林婉晨走了过去 检查到有效消费对象 是否查看信息 姓名 杨宇斌 年龄 23 身高 170 体重 54 综合颜值 88 99 状态 正常 轻密度 0 这数据不是挺好的吗 综合颜值确实是现场最高的一个车模 妥妥的校花级别 那怎么没有让他去展示更贵的车呢 是个子不够高还是体重重了点 杨凡知道车模们都是有体重要求的 所以大多是偏瘦的骨感美女 总不能是纯洁度高被排挤了吧 巧合的是 这车模也信扬 跟自己还是家门 如果林婉晨能喜欢这辆911的car的话 他就打算买下 二人走了过去 他嘴里问道 娃儿 觉得这辆车怎么样 妹子一听就知道 杨凡有意象给他买这辆车 他对此倒是没有太多想法 虽然这辆没有李欣然的那辆贵 但也达到了200多万 这价格比他来之前想象的 已经要高出很多了 他出来乍到 是不可能去跟杨凡之前的女人攀比什么的 所以微笑着点点头 看起来很漂亮呢 感谢流光岁月大大送来的大宝剑 第138章 矛盾美女 杨宇冰 杨凡看着林婉晨点了点头说道 既然第一印象不错 就听听介绍吧 他说完 转头看向还在车头位置 坐着一些搔手弄姿动作的美女车模杨宇冰 却不经意间 被他一脸妩媚笑容的撩头发姿势 给撞了一下腰 随即妹子换了一个位置 坐在车头旁边 轻轻翘着那双白细的大长腿 做出一副勾人模样 供摄影师拍摄 杨凡心里暗响 挺纯洁的一个妹子 看上去竟然这么妖娆 有点意思 他不太清楚的是 因为这辆是跑车中的越野版本 主打的就是一个热情似火 黄野奔放 车模不过是为了 与这辆车的文化概念相互契合而已 与之前那辆兵力的车模 有不同气质也是正常 这时林婉晨走到车模旁边说道 美女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辆车吧 杨宇冰面带微笑地看了他一眼 顿时眼睛一亮 随即缓缓起身说道 当然没有问题 这是911里的一款越野版本跑车 相信你也看出来 它的设计比一般的911要夸张霸气很多 通过车模的不断讲解 林婉晨觉得 他对这辆车越看越喜欢 与其他跑车比起来 这辆明显更独特 更霸气 外观也十分好看 谁说女生就一定都喜欢 稍显小巧精致一些的跑车了 这个普遍的现象 在林婉晨这里并不适用 这辆稍显狂野的911的car 就成功地抓住了他的心 特别是他所具备的独特性 更是在缓缓地吸引着他 当车模很专业地给他介绍了一遍后 他已经是很满意 这个座驾了 他转头看向身后的杨凡交声问道 老公 你觉得怎么样 杨凡心情不错 笑着说道 看来你对他挺满意的 那就买下来吧 妹子文言心里很是高兴 也有样学样地投入他的怀里 用诱惑的嘴唇映了他一下 老公你真好 谢谢老公 林婉晨亲密度加5 杨宇斌亲密度7 杨凡发现系统提示后 顿时有些疑惑起来 林婉晨会增加亲密度他倒是不意外 但这个小车模突然减7点 是几个意思 自己准备买下这辆车 他不应该很开心吗 杨凡稍一思索 难道是撒狗粮的原因 这就离谱 而杨宇斌表面上没有什么变化 实则心里再直翻白眼 对杨凡这个渣男很是不屑 脚踏两只船不说 还来他面前撒狗粮 但杨凡还算很有格局 并没有因为杨宇斌将了亲密度这种事情 就反悔不买这辆车 直接用手机赚了两次120万给林婉晨 五次返现就此用完 他的本金此时也达到了360万这个数字 得到了飞跃般的增长 现在即使光看本金的数目 他也能勉强算是一名有钱人了 当然 距离富豪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还需要再接再厉 林婉晨收到钱后显得很高兴 抱着杨凡腻歪了好一会 才与工作人员离开 期间并没有注意到杨宇斌 一直有意无意地看向他们 当妹子去办手续后 杨凡则准备到附近逛逛等他们 本来他之前打算借买车的契机 需要一下杨宇斌的联系方式的 想先认识一下 看看有没有发展的空间 但经过对方刚刚降亲密度的行为后 他也没有了这种想法 谁知他正准备走时 却被杨宇斌给叫住 这位先生 感谢你与刚刚那位女士 选择这款保时捷911的car 不知道你怎么称呼 杨凡没有想到 这美女车模会主动找他搭讪 文言后有些意外 脚步顿了一下 转头看向对方说道 我姓杨 美女缓缓上前两步 面带笑容地说道 咦 好巧 我也姓杨呢 能和张颖吗 杨凡听着这语之前 毛星月很是相像的话语 后心里更加疑惑了起来 这妹子是什么意思 话说 你刚刚直接降十点好感度 应该是有些讨厌我这样的男人才对吧 现在 这又是在唱哪一出 他笑了笑 随即调侃般地说了一句 我对何颖兴兴趣不大 不过 我对你的接头暗号倒是有些兴趣 杨宇斌亲密度 二 杨宇斌听见杨凡的话后 瞬间就明白了过来 对方果然没有出乎他的预料 开始要联系方式了 于是再次捡了一些亲密度 但表面却一直带着礼貌的笑容 轻声说道 哦 接头暗号的话 还得请杨先生借手机用一下 真准备给 杨凡将手机解锁递了过去 心里却在想着 这妹子到底怎么回事 一边捡着亲密度 一边又愿意跟自己交换联系方式 待杨宇斌将手机递还给他时 手机已经拨打了一个号码 只听妹子说道 杨先生真的不考虑和张颖吗 杨凡将手机放进兜里 随意地说道 下次一定 随后转身离开 只听身后传来一句 杨先生请慢走 杨宇斌说完这句话后 带着职业微笑 盯着他的背影看了一下 随即回到那辆911的car旁边 又开始做出一些撩人的姿势 杨凡一边走一边想着 既然与这小车模互换了联系方式 那证明对方 还是被他花两百多万 给女人买车的举动给吸引到了 他猜得没错 其实杨宇斌之前就注意到了他 没办法 他身边的两位大美女 实在太吸引人眼球了 想注意不到 他们这个组合都男 所以杨宇斌也很清楚 他是个渣男 本来与他无关的 没想到对方会到他这里来秀恩爱 所以 心里渐渐地生起了一些反感的情绪 因为这不自觉地勾起了他的回忆 想到了自己被渣的往事 所以 亲密度直接减了七点 那他又为何还想要与杨凡认识呢 毫无疑问 就是因为这个渣男很有钱 第139章 买兵力进行时 因为这个渣男的两位女伴 现在都不在身边 基本可以确定 两个都正在办买车手续 虽然不知道他给另一位美女 买的是什么车 但想来再不计 也不会比保时捷911的卡 便宜到哪里去 一个对女人这么舍得花钱的男人 杨宇斌表示 自己想要去认识一下没毛病吧 而且他之前就捕捉到 杨凡在他给林婉成讲解车的信息时 眼神经常会看向他 所以他感觉对方或许对他 还是多少有些意思的 他甚至在林婉成去办手续后 都已经做好了 被杨凡要联系方式的准备 虽然他确实对这个男人 没有什么好感 但这却丝毫不影响 他去认识有钱又大方的人 这听起来或许会很矛盾 但实际上却是很正常的事情 如果你有机会 能够在一个人身上获得利益 可能这利益还不小 那么即使你讨厌这个人 你也一样会去接近他 甚至是讨好他 比如一个你不喜欢的大客户 或者你不喜欢的公司老总 而杨宇斌现在就是将这种心态 付诸了行动 虽然他不知道 刚刚杨凡为什么在身边 没有女伴了的情况下 也不开口要他的联系方式 反而很干脆地准备离开 他也不想去猜测对方 是不是在玩欲擒故纵这种小伎俩 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的他 直接借着感谢的机会 主动与对方搭讪 所以就有了之前的一幕 随着时间流逝 已经办完手续的两大美女 在商场外面与杨凡会合 看见两女过来后问道 多久能提车 李欣然上前坐下说道 要三天时间 杨凡缓缓起身 那就走吧 说完后 他就起身就走 林婉成主动地去挽住 他手臂温柔地说道 今天这么高兴 一定要吃顿大餐 好好庆祝一下 他已经知道杨凡很有钱 对于吃大餐这种小事情 对方根本不会在意 所以才会毫无压力地提议 虽然这个提议正合杨凡的意 但他还是故意对妹子调侃的 你们是高兴了 我又没有洗涕新车 为什么要高兴啊 林婉成抱着他手臂 使得他顿时感觉到一阵凉好 只听妹子笑着说道 连我都是你的 我洗涕新车 跟你洗涕新车 有什么区别吗 杨凡文言笑了笑 嗯 这话说的倒是有些道理 随后 杨凡在路人们吃惊的目光中 在附近找了家高档餐厅 美美地大吃了一顿气肩 他身边的林婉成 不断给他家菜吹汤 那态度非常的热情 不得不说 这个妹子也是很有自己想法的 饭后三人散了会部 经过的杨凡提议 林婉成离开去找龚敬了 从刚刚的聊天中 他知道下一站就是去了 一想到这个 他心里就顿时感觉到 很是有些别扭 杨凡对此并不在意 看向李欣然笑着说道 我们也走吧 对方当然没有任何意见 感谢爱看小说的网易云 和小烟圈大大送来的 大神认证 感谢九月木林森 大大送来的 抱更洒花 感谢各位大大送来的各种礼物 和用爱发电 万分感谢 走过路过的道友们 请留步 有钱的捧个钱场 有人的洞洞 你们发财的小手 送三个免费的用爱发电吧 万分感谢 第140章 红颜知己 套房中 杨凡看着自己怀里的李欣然 脸上不自觉地露出了微笑 有你这个红颜知己在身边真好 李欣然这样全心全意 为他着想的红颜知己 可不多见 至少目前来说是第一个 对于这种时常表现出 以他为天的女人 他想不喜欢都难 这不 李欣然在听见他说这话后 一时间笑得很灿烂 嘴上却是说道 能有幸遇见你才是我最大的幸运 第二天 当杨凡睡醒时 伸了个懒腰后 拿起床头柜上的手机 看了一眼时间 此时已经快到中午了 见到手机上有好几条未回信息 他随意看了一下 大多都没有去管他 只回了林婉成的信 这妹子说自己已经将换洗的衣服 全部收拾好了 问他睡醒没有 要不要给他带吃的来酒店 他看了一眼李欣然挂在 衣架上的包包还在 就知道 这妹子肯定是在厨房准备吃的 所以直接回了去 不用带 妹子也很快回了他 那我现在过去找你吗 杨凡想了想 晚些我联系你 好的 随后他看见 除了信息以外 还有一条添加好友的信息 对方的网名叫做 夏虫不可与兵 杨凡笑了笑 不用看留言都知道 这肯定是昨天的那位美女车模杨宇斌了 他也没去多想 直接给添加上 想着 先认识一下 看看这妹子肯不肯长亲密度再说 肯长的话 拿来偶尔换换口味也不错 谁知才刚刚加上 对方的信息就发了过来 杨先生 中午好啊 杨凡只是看了一眼 没有去回他 而是撑起身子 去穿拖鞋下床 走到厨房门口时 看翘寡妇李欣然 那身材比例很好的娇躯 对方此时果然正在煮着什么东西 听见脚步伸后回头 对着他甜甜的一笑 随后转身快走几步来到他面前 直接就投入他的怀里 抱着他温柔的问道 亲爱的 你醒了 杨凡清秀着他盘起的头发说道 嗯 他能感受得到自家男人的宠爱 现在感觉自己越来越有安全感 昨天见到林婉晨时的轻微焦虑 和患得患失的感觉 也已经基本消失不见 他已在杨凡怀里 脸上不自觉地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继续说道 饭已经做好 我看汤有些凉了 刚刚去热了一下 你先去洗漱吧 洗漱回来就可以吃了 杨凡文言对着妹子的翘脸就应了一下 随即应了一声就起身离开 避暑市新城区的一间公寓里 一位身材很不错的长腿美女 此时正拿着手机在刷视频 从他偶尔会退出来打开V的界面 看一看的举动中 可以看出 他应该是在等什么人的信息 这位美女正是杨语斌 他见杨凡加上自己后 很快就发了条信息过去 结果现在已经过去十多分钟了 对方都没有回 他有些不满的 又想再发一条过去 单字打到一半却停了下来 随即又将之前编辑好的内容全都删掉 想了想后退出了界面 这时可以看见 他屏幕上其实是有很多小红点的 这些红点代表着未看的信息 杨语斌看了看这些小红点后 笑了一下 心里想着 没有想到 自己也被别人用同样的方法对待了呢 他对于杨凡刚刚添加上 他就开始冷落他的行为 有些不高兴 但他很清楚 自己拿那个男人 没有任何办法 于是 他的眼睛看向V上的另一个名字 一看备注名 就知道是个男人 他点了进去 只见屏幕上显示的 全是这个男人嘘寒问暖的一些信息 他甚至都没有仔细去看 这些对他来说很无聊的信息 在说些什么 就直接点了一下视频电话过去 但刚刚响了两声 杨语斌就将其给取消掉了 就像是在打对方扣机一样 第141章 舔狗也分等级 视频电话还没有人接听 就被杨语斌给取消掉 但很快他屏幕上就来了信息 语斌 你终于出现了 怎么突然打视频通话过来呢 我手机在包里没有接到 杨语斌面色平淡的回复 按错了 我多希望你不是因为按错 才给我发视频通话的 你前几天说你要睡觉了 结果你这一睡 就睡了整整四天啊 我天天都发信息 给你你也不回 男人开始述说起了自己的委屈 就像是 希望女神能看在他这么痴情的份上 赏他磕糖吃一样 发完后 他就一直盯着屏幕 结果等了好半天 对面都没有回信息 十分钟后 语斌 怎么突然不回信息了 是有什么事吗 十分钟后 以后有什么事要忙的话 其实可以跟我说一声的 你先忙吧 忙完了 记得回信息 男人发完这条后 正准备去忙自己的事情 谁知道 女神又发了条信息过来 刚刚在刷痘音 男人看见这条信息后 面色一僵 嘴角抽了抽后 平复了一下心情 又开始编辑信息 哦 这样啊 你吃午饭没有 你经常都挺忙的 老实不好好吃饭 我给你点个外卖吧 你想吃什么 十分钟后 怎么又不回信息 十分钟后 不断胡思乱想的 男人现在很不高兴 对于这个他追了很久 关系却毫无进展的女神 他受够了对方忽冷忽热的态度 杨宇斌对他热情时 信息通常回得很快 说话又好听 两人有时候 甚至能聊上一两个小时 对方偶尔还会跟他分享自己的日常 比如 今天准备去吃什么好吃的 或者哪里有车展 他要去工作几天什么的 那时候 男人就感觉 这个女神好甜好甜 越来越喜欢对方 但女神一旦冷起来 那堪比寒冬腊月 冻的人受不了 比如四天前 两人很开心地聊到晚上 一直到女神说自己困了想睡觉 两人才互道晚安 随后离谱的事情再次发生 女神这一睡 就睡了四天 期间无论自己怎么发信息 给他都不回 打语音也不接 就像消失了一样 弄得自己很摸不着头脑 根本不知道 为什么会突然发生这种事 今天好不容易 女神被自己的坚持给感动 播了个视频电话过来 结果是按错了 也行吧 按错就按错 那咱们来聊聊天吧 谁知女神根本不理她 本来还以为女神在忙 对方却说是在刷痘音 然后就又不理自己了 男人心里就很难受 还有点生气 直接就开始发一些 气氛的信息过去 算了吧 我受够了 你总是对我忽冷忽热的 经常爱搭不理 你拿我当什么了 我也是有尊严的 我以后不会再打扰你了 之前都我太卑微 以后不会了 谢谢你让我重新认识了自己 终于说出来了 突然有种轻松很多的感觉 我们各自安好吧 半小时后 刚刚从游戏中退出来的 杨宇斌点开这个男人的信息 看了一眼 心里感觉有些好笑 随手发了几个字过去 你有腾讯会员吗 有 爱奇艺的也有 需要吗 对面回的就很快 杨宇斌看见男人的这条信息后 脸上顿时露出一丝不屑的冷笑 之前被杨凡不回信息的郁闷感觉一扫而空 心里顿时舒服了不少 只是他这样的操作 颇有点斗转心仪的感觉 将不高兴的心情 加倍地转移给他的舔狗 这做法就挺狠的 关键是 人家的舔狗愿意 并且被伤害了 还要继续舔 这种你情我愿的事情 找谁说理去 毕竟不愿意承受这些的话 这个男人完全可以对杨宇斌 甚至是骂他删他吗 但人家选择继续舔 这能怪谁 随即杨宇斌施舍般地 又陪这个男人聊了几句 随即点开杨凡的对话框 思索了一下后 再次编辑信息 杨先生怎么都不回人家信息呢 一定是太忙了吧 像你这样的大忙人 平时要多注意休息 身体才是革命的本前忧 另一边 已经吃完饭 与李欣然到外面去散布的杨凡 压根就没有去看杨宇斌的信息 他此时正搂着妹子 一边走一边聊天 身边的妹子面带笑容地问道 亲爱的 那你今天还要不要去健身呢 杨凡想了想 左右也没有什么事 昨天都停了一天了 今天还是去练练比较好 要不你陪我去 李欣然文言温柔地看着他说道 你想我去的话 我当然听你的 那就走吧 说完杨凡就带着妹子去打车 当两人进入健身房后 杨凡去换了衣服 出来就带着李欣然 去跑步区附近开始热身 他们的到来 很快就被不远处眼间的万俊给发现 只听他对一边 正玩着健身球的张若曦说道 嘿 你蹲的人来了哦 今天又带了一个非常性感的游巫过来 嘖嘖嘖 烈焰红唇大波浪 不愧是我杨哥呀 身边的极品美女就是多 万俊带着羡慕的目光 看向跑步区的杨凡和李欣然 又转头看了看 已经停止完健身球的张若曦 一时间觉得 杨凡今天带来的这位没有见过的美女 看起来一点也不比张若曦差 而且隐隐觉得 还要略胜一筹的节奏 因为对方看起来更有味道一些 给人一种成熟妩媚 而又温柔似水的感觉 确实是位难得一见的极品美女 张若曦这时 也目光平淡地 看向杨凡所在的那个方向 当然也看见了李欣然 就连自信如他也不得不承认 这又是一位与他同级别的美女 他心里此时有些复杂 自从前天杨凡带着两名身材高挑的大美女 离开健身房后 他并没有死心 相反 还激起了他的胜负欲 他不觉得 自己自傲的外表会比那两名美女差 最多说是各有千秋罢了 或许喜欢他们 那种类型的男人会很多 但喜欢自己这样的也不少就对了 所以 为了达到目的 他昨天又来健身房蹲点 并计划好要拿到杨凡的联系方式 但等了好几个小时 对方都没有来 他只能信心离开 但韧静十足的他一点也不灰心 今天再接再厉得来这蹲点 总算皇天不负有心人 让他把想等的人给等来了 被关小飞屋时写的新书已经签约上架 跟这本属于同背景同类型 就是改了设定 书名叫软饭硬吃 开局强迫笑话听我心声 有兴趣的大大可以去看看 本来是想以后再放出来的 但这本一直不给推荐 再读狂调 全靠天天追更的大大们才能活着 非常感谢 感谢认认真真的父亲 大大送来的大神认证 感谢巴云颖大大送来的 十个激情催更 第142章 再给人事不招个人 张若曦看见杨凡热身完毕 开始休息后 脸上带着笑容朝对方的方向走了过去 颇为亲切地说道 杨哥 你又来健身了 跟在他身后的万骏 也喊了声杨哥 算是跟杨凡打了个招呼 杨凡转头对他们笑着点点头 你们来得真早啊 这时张若曦看向杨凡旁边的李星然 微笑了一下 随后走过去打算与杨凡攀谈 但杨凡只是随意地敷衍他两句 一副不太想搭理的样子 因为他刚刚查看了一眼 这个妹子的数据 姓名 张若曦 年龄 24 身高 168 体重 58 综合颜值 86 98 状态 正常 亲密度 负三 他不搭理这个妹子 倒不完全是因为 对方长不动亲密度 毕竟他就没在人家身上花过钱 人家不长 也算正常 主要还是因为 这妹子没有什么亮点 虽然各方面数据都算是不错 但还是那句话 杨凡现在是饱餐状态 这个妹子出现的不是时候 本来那天张若曦刻意接近他 他都想着跟着妹子玩玩的 逢场做戏 大家开心一下吗 谁知道这妹子 先是主动制造些粉红和亲密接触出来 在他要进一步动作的时候 又突然开始抗拒 玩起了拉扯 主要是他当时还没想干啥呢 就打算应一下罢了 对方就开始装起了矜持 怎么 主动玩暧昧的也是你 还没干啥就喊停的也是你 这不就是在吊着他玩吗 对于这种情况 他肯定不惯着 既然这游戏玩得不开心 那索性不跟你玩了还不行 杨凡身边的美女可不少 压根不缺张若曦一个 多她一个不多 少她一个不少 就很无所谓 万俊现在是已经看出 杨凡对张若曦没有多大兴趣了 看着这个妹子 贴着贴着的去靠近人家 心里就有些好笑 想当初 自己怎么就喜欢上了这么个货色呢 还被他捞了一笔 果然 男人一旦动心 智商直线下降 他很有眼力价 看得出杨凡此时 并没有跟他们多聊的欲望 所以他只是随意说了两句 就离开了跑步去 万俊走后 杨凡看见张若曦 没有一起离开的打算 还想留在这与他攀谈 赶紧说道 吃饭的事就以后再说吧 我最近挺忙的 说完他就不再搭理这个妹子 而是转头去跟李欣然说话 张若曦蹲了两天 才再次蹲到杨凡 本来是想好好跟他聊聊的 争取将关系升温 但对方今天是带着女伴来的 这就太限制他发挥了 特别是李欣然一直站在杨凡身边 有好多暗示性的话语 他根本不好说出来 心里就感觉好气啊 看着杨凡不理自己 在一边跟那美女有说有笑的 心里郁闷的张若曦 想做最后的努力 于是一咬牙上前两步笑着说道 杨哥 我突然想起 我们还没有交换联系方式呢 先加一下V吧 等你忙完这段时间 我们再约饭 他觉得这么说 还算合情合理 杨凡有些不太想去搭理这个妹子 本来想直接拒绝的 但他突然想到了 恭敬这个人事部的工具人 还蛮好用的 虽然那妹不肯长亲密度 但办事还算很靠谱 没花多久时间 就给他找来了个林婉成 这样的极品游物 或许把张若曦也发展成工具人 这是否可行 他见张若曦明明是父的亲密度 还一直想要接近自己 心里多少也是猜到了一些对方的打算 肯定是妹子猜测出了自己有钱 所有想贴上来捞点 但又不想付出太多 杨凡心想 本来 你想在我这捞点前 我是没有什么意见的 大家开心一下吗 你情我愿的事情 给你捞点 我也不会吃亏 但你又想捞钱 又不想付出 这要是被你给空手套白狼了 你估计被地里还要骂我傻吧 这跟他有时候 爱胡乱打赏女主播是不一样的 他打赏女主播 而张若曦不一样 这妹子就是朝着捞她的前方向走的 情绪价值都舍不得提供 就想捞钱 这两者性质完全不一样 不过把这妹子发展成人事部的工具人 倒也不是不行 只是不知道 她的圈子里 有没有比较极品的美女 左右不过是个联系方式而已 给了也就给了 不高兴随时删了就行 没有什么影响 于是说道 你扫我吧 正有些忐忑的张若曦闻言后 心里顿时一阵欣喜 只感觉自己 获得了一场阶段性的胜利 两人加上V后 她也没有继续打扰杨凡和李欣然 到辞了一声后就离开 走时 脸上一直挂着笑容 内心也很是窃喜 一边走还一边思索着 下一步应该怎么操作 杨凡在做着拉伸运动的时候 李欣然提都不提她刚刚与张若曦交换联系方式的事情 就像刚刚无事发生一样 反而脸上带着笑意地说道 亲爱的 你这姿势好像不太对 杨凡文言白了他眼说道 你一个平时不健身的人懂什么 这才是标准姿势 李欣然听后憋着笑不再多说 他此时也看出来了 杨凡是因为身体比较僵硬 只能做到这种程度 而不是故意弄错姿势 他对这些也是有着一定研究的 因为他需要做身材管理 一些瑜伽和拉伸动作 他平时都会在家里自己做 本来他说出来 是想帮杨凡纠正一下姿势的 但现在的情况很明显是纠正不了 所以就不继续说了 就当默认了自家男人做的 这才是标准姿势 两小时后 已经做了几组运动的杨凡 去洗了一下身体 换好衣服后 带着李欣然离开健身房 去找了家海鲜火锅店吃大餐 饭后李欣然接到电话 李母说糖果炒着要妈妈 她本来想跟女儿通话 让她乖乖在家跟外婆玩的 结果杨凡说道 回去陪女儿吧 李欣然文言一愣 有些不舍地说道 可是 杨凡看见他脸上的不舍表情 转身一把抱住他印了一下 去吧 顺便你的事业也该忙活一下了 我们以后有的是时间 妹子在他怀里轻声说道 嗯 都听你的 第143章 对闺蜜无语的林婉成 李欣然打车回家了 杨凡拿出手机来发信息给林婉成 吃饭没有 一套公寓中 林婉成刚刚收拾好 一袋垃圾拿到门口去放着 准备下楼的时候就带下去扔掉 这已经是他昨天来到这套公寓后 收拾出来的第四袋了 昨晚他来到宫镜这里时 被他这个表面光鲜亮丽的闺蜜住的地方 给惊呆了 一进门就看见墙边放着几个 装着垃圾的外卖袋子 这个还好 至少装好了 只是没有人而已 地上放了一排空的饮料瓶和矿泉水瓶子 摆放的还很整齐 问题是 这些玩意留着干啥 当装饰 桌子上放着几个烟巴屁臭的水果 也不知道放冰箱里 沙发上还有三双穿过的黑丝搭在扶手上 厨房的洗手台上 放着一些枯萎的蔬菜 洗手池里是好几个没有洗的碗正用水泡着 电磁炉上放着一个装了小半水的锅 锅里的水很浑浊 有点像是面汤 仔细看的话 或许还可以在里面看见面条 地板也是一看就知道 有些日子没有打扫了 这房子就像是没人住一样 林婉晨还记得自己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 这特么是人住的地方 但他知道 他的闺蜜宫镜大多数时候飞完 都会回到这里休息 这就很无语了 因为明明是有人住的嘛 唯一令他欣慰的是 闺蜜的房间还比较干净整洁 床单被套看上去很干净 梳妆台上的化妆品也都摆得整整齐齐的 这也是整套房子里唯一很干净的地方了 咋的 就卧室需要收拾 其他地方就不需要管了 他实在是对他这个 平时看着光鲜亮利妥妥的女神级 闺蜜无语了 昨天就在对方不好意思的表情下 帮他收了一些来丢 今天又帮他打扫了一遍 总算是全部弄干净了 这时他看向郑用心拖着地的恭敬说道 大小剑 我麻烦你以后注意点自己家的卫生行不行 我谢谢你了 你以后要是再这样 你这个房子我是再也不敢来了 恭敬文言脸上一红 不好意思的说道 我也不知道你昨晚会突然过来啊 这不是没有来得及收拾吗 我平时也是偶尔会收拾干净的 我上次还邀请杨大帅哥上来做做呢 我要是不收拾 我敢让他来我这里 女神形象还要不要了 林婉晨文言有些好笑的问道 你还邀请他来过这里 让他来做什么 你给我老实交代 你们是不是 嗯 恭敬耸了耸肩膀 毫不在意的说道 我是邀请了 就很主动 但他拒绝了 林婉晨笑了笑 其实我也很奇怪 我们静静再怎么说 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大美女啊 都送上门了他还拒绝 你是不是之前给他留下了什么坏印象 恭敬也是有些摸不着头脑的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 林婉晨突然想起 那天晚上他跟杨凡说恭敬跟他一样 很洁身自好的时候 对方的反应很惊讶 就像笃定恭敬不洁身自好一样 他觉得他可能想明白了原因 他敢肯定恭敬自己是不可能 将他自甘堕落的那种事情往外说的 那大概率就是对方查过恭敬的底子 对此 他也只能表示无能为力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他确实是没法帮闺蜜这个忙 正准备说些什么的时候 突然响起了一道铃声 听见这铃声的林婉晨赶紧拿出手机 因为这是他专门为杨凡一个人设置的铃声 既然现在响起了 那么是谁发信息给他 就不需要多说 看见杨凡问他吃饭没有 他回复道 还没有呢 我跟静静正准备去吃海底捞 你要跟我们一起吗 杨凡才刚刚吃完 当然是吃不下的 我吃过了 你们去吃吧 我去溜达一下 你吃完联系我 好的 结束聊天后 林婉晨对着还在拖地的恭敬说道 可以了可以了 平时也不见你这么勤快 吃饭去 恭敬文言一愣 手持拖把 有些疑惑的 看向自家闺蜜 心想 之前是谁说的 我不把地拖干净 就不许吃饭 他陪我耗着来着 哼 女人 你的名字叫做善变 但早就饿了的他 听见要去吃饭了 哪还顾得上拖地 直接将拖把一扔 小跑去 拿起自己的小包包 穿上黑丝和高跟鞋 以极快的速度 整理了一下仪容仪表 随后与闺蜜一起出门 另一边 杨凡百无聊赖地 在街上闲逛着 突然系统的提示出现 检查到有效消费对象 是否查看信息 咦 遇上一个 他转头看了看附近 只见右边离他不远的地方 有两男两女在那闹着玩 其中一名穿着休闲的年轻妹妹 正坐在地上说道 我不走了 没人背我 我就走不动了 旁边一个个子跟杨凡差不多高 长相挺帅气的男生笑着说道 不走就算 那我们走了呀 一会被别人捡走了 可别怪我 说完就做事要走 另外一男一女 就站在一边看着地上的妹子笑 妹子不吃这一套 继续耍着小脾气 嘴里说道 捡走就捡走 看看到时候后悔的是谁 旁边的杨凡一看就知道 这两个小情侣表面是在闹别扭 实际上更像是秀恩爱 他开玩笑般的对着那边喊道 有人要没有 没人要我可捡走了呀 哈哈哈哈 捡走捡走 快来把他捡走 那边站着的三个人都笑了起来 开玩笑般的 让杨凡将女孩捡走 但女孩还是坐在地上不肯起来 我不管 你不背我 我就跟大叔走了呀 杨凡本来还跟他们开着玩笑的 一听女孩称呼自己大叔 感觉突然中了一箭 顿时脸上出现一道黑线 小妹妹啊 你这样突然搞偷袭 咱们还能不能愉快地玩耍了 随后 他没有再去跟这几个小年轻开玩笑 这场玩闹最终还是在男生的妥协下 女生跳上了他的后背 查看 姓名 刘成立 年龄 18 身高 161 体重 47 综合颜值 80 99 状态 正常 亲密度 零 看见女生的数据后 杨凡笑了一下 心里想着 这个社会的诱惑实在是太多了 不知道这对情侣将来能不能经受得住各种诱惑 最终走到一起 感谢一往情深的王妍大大送来的 抱更洒话 第144章 一起去玩KTV 当林婉晨打电话过来的时候 已经是一个小时以后了 这时 杨凡正坐在广场边看着人来人往 感慨着现在这种惬意的人生 他接起电话 对面很快传来一道好听的郁姐声音 老公 我们吃完了 你在哪里啊 我在人民广场 你过来吧 老公 静静说 现在还早 他提议我们去KTV做做 我得询问一下你的意思 才能给他答复 杨凡文言一愣 看了看时间 现在确实还早 去酒店的话 除了做喜欢做的事情和玩手机以外 好像也没有别的事可做 带美女去KTV做做倒是也可以 于是说道 行吧 我这附近正好有一家 KTV 你们直接过来 好的 那你稍等我们一会 很快就到 带林婉晨挂掉电话后 龚静面带喜色的问道 他答应了 林婉晨看着他叹了口气 我只能帮你这么多了呀 其他的就看你自己了 龚静笑着点了点头 我就知道 玩儿对我最好了 放心吧 我绝对不会跟你争宠的 林婉晨文言感觉有些好笑 他一点都不担心 这个闺蜜跟自己争宠 他看得出 杨凡明显很看重一些 恭敬没有的东西和特质 自己这个闺蜜 想要受宠可太难了 但如果只是想多获得些好处的话 那或许还是有可能的 走吧 恭敬没有开车出来 两大美女就直接打了辆车 去找杨凡 仅仅十多分钟 他们就在KTV楼下 看见了一个长相和个子 都十分普通的男人 但看见这个男人后 两女都显得很高兴 林婉晨首先加快脚步 嘴上还娇声喊道 老公 随即到杨凡面前 开始投怀送抱 这声欲姐因撒娇般的叫喊 引得周围的行人 纷纷看了过来 大多脸上出现一丝 热了狗的表情 杨凡感受着这个妹子 那凹凸有致的魔鬼身材 居然仅仅只是抱着她 嗅着她身上香香的味道 心里就出现了一些怒气 真有点想现在 就狠狠地揍她一顿 但场合明显不对 她也并不急于一时 吃了些美女的豆腐后 就放开她说道 走吧 我们进去 说完后 对妹子身后的宫敬点了点头 就搂着妹子往KTV里面走 而宫敬也快走几步 上前去挽住她空闲下来的 另一只手 宫敬注意到杨凡只是愣了一下 但并没有拒绝的举动 心里松了口气 随后宫敬一边挽着她走 一边将她的手贴近自己的身体 借着走路的节奏不断接触 杨凡顿时感觉到 她此时是幸福的 也为宫敬突然的举动 感到一丝疑惑 但她没得表现出来 因为这感觉还不错 也就默许了妹子 强行为自己吃豆腐的这种行为 三人在一路上 惊讶和羡慕的目光中 开了尖包房进入 当酒水和小吃这些上齐后 两名美女一左一右地挨着她坐 并且都算是扮依在她的怀里 清秀着两名美女身上的香味 感受着她们柔软的娇躯 杨凡此刻只觉得一阵心神荡漾 哪还有什么唱歌的心思 宫敬缓缓往她身上靠 使得两人贴得越来越紧 随后还直接伸手去牵起了她的手 杨凡对于宫敬的这种举动 也有点意外 转头好奇地看向她 但她却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眼睛盯着前方正放着 拒绝黄赌毒这首歌的屏幕 林婉晨借机说道 老公 我唱歌给你听好吗 对于这种小要求 杨凡还是很迁就的 只见她点了点头说了声 好 林婉晨凑过来 印了她的侧脸一下后 脱离她的怀抱 去拿麦克风 顺便到点阁那里去坐着 宫敬知道这是闺蜜 故意再给她制造机会 心思也活络了起来 这时杨凡哪里还不知道 这个妹子心中在想什么 不得不说的是 这样的感觉还挺不错 她转头看向宫敬美艳的侧脸 没有说话 只是顺其自然地将其搂在怀里 使得妹子心里有些窃喜 她已在杨凡怀里若无其事地说道 你要我办的事情又有些眉目了 对方长得是很不错 风评也还可以 但她还没有考虑好 杨凡淡淡地回答 不急 你只管办事就行了 不会亏待你的 嗯 我当然相信 但我这么用心地为你办事 就没有点其他奖励吗 此言一出 杨凡哪里还不知道 对方在说什么 但她却没有明说 而是调侃地问道 比如呢 宫敬转头 用有些期待的神态看着她 比如 嗯 这里不方便说 要不我们换个地方 哦 去哪 宫敬用洁白的牙齿青 咬着下嘴唇 做出一副诱人的模样 轻声说道 跟我走吧 说完就牵起杨凡的手起身 而杨凡看了一眼 还在点搁的林婉晨 知道这妹子 是在故意帮宫敬 于是也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林婉晨见两人 从她身边走过 只是随意地看了一眼 然后就坐回沙发上 准备唱歌 就很淡定 第145章 KTV中的插曲 杨凡的眼睛 与宫敬对视着 面对妹子口中的奖励 露出一副赞赏的表情 宫敬眼中带着笑意 她知道 他们之间的关系 向前跨出了一大步 这时的她 对于杨凡来说 肯定已经不能完全算是外人了 如果再把杨凡交代的任务做好 以后只要不惹对方生气 那自己这个不是秘书 却胜似秘书的职位 估计是能坐稳了似的 宫敬暂时的想法 是先抱稳这条大腿 把自己的定位 看成是对方的私人秘书那种 这样她将来肯定能在对方这里 获得更多的利益 半个小时过去 待宫敬出去时 杨凡已经在沙发上 搂着林婉晨 在笑着说些什么 她也不见外 直接走到对方的另一边 去挨着她坐下 林婉晨看见宫敬 卖着那双又白又直的大长腿 走过来时愣了一下 好一会才反应过来 心想 我倒是可以多买几双来备用 待林婉晨一取中料 也加入了陪杨凡喝酒的行列 而且喝着喝着 这妹子就喝到杨凡的怀中去坐着 那曼妙的身姿 使得她感觉非常舒坦 林婉晨的脸上露出迷人的微笑 娇声说道 老公 人家敬你一杯 杨凡文言笑着应了声 好 随即将空酒杯递给旁边的恭敬 准备让这个妹子帮她倒酒 谁知林婉晨却阻止下来 只见她往嘴里喝了一小口酒 然后看向杨凡 脑袋慢慢靠近 最后对着她应了上去 而杨凡一时间只感觉这酒很醉人 一分钟后 旁边的恭敬 趁林婉晨起身去拿水果时 也端起酒杯 用勾人的眼神 对着杨凡放电 嘴上说道 人家也敬你一杯 说完她正准备去喝酒 这举动顿时吓得杨凡一个机灵 知道这妹子是想学灵婉晨 赶紧说道 你可拉倒吧 那么的 下次 下次一定 刚刚将酒喝进嘴里的恭敬 脸色变得有些古怪 用忧怨的眼神看向她 喝下酒后 不一地拍打了杨凡一下 没笑着说道 讨厌 你故意的吧 杨凡此时心情不错 主动将恭敬给搂在怀里 两人的关系明显升温了很多 这时林婉晨拿着水果回来喂她吃 男航空姐中的四大美女 其中两个陪她玩KTV 确实是件赏心悦目的事情 又完了两个小时左右 她们才一起离开 出门后 恭敬很懂事地 自己叫了辆网约车回家 今天闺蜜明里案里帮了她很多 她不会去得寸进尺 此刻开始 杨凡是属于闺蜜一个人的 她就不继续跟着当电灯炮了 看着恭敬上车的背影 杨凡也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嘱咐她注意安全 酒店的总统套房里 一个巨大的落地窗中 倒映着两个人影 杨凡抱着林婉晨 站在离窗子较近的位置 她们面对着巨大的落地窗 眼睛看着窗外 欣赏着夜景 只觉得今晚的夜色非常美 感谢爱吃素烧魔芋的圆池记 大大送来的 大神认证 感谢各位大大送来的各种礼物 和用爱发电 万分感谢 走过路过的大大们请留步 有钱的捧个钱场 有人的动动 你们发财的小手 送三个免费的用爱发电吧 万分感谢 第146章 巧遇伟名媛 第二天 杨凡起床后 林婉晨正靠在床头 拿着一本书在看 此时的她已经穿戴整齐 还画上了精致的妆容 发现旁边的动静后 转头温柔地与杨凡对视了一眼 轻声问道 睡好了吗 要不要再睡一会 杨凡揉了揉眼睛 打来个哈欠后问道 几点了 十点半了 杨凡撑起了身子 坐在床上伸了个懒腰 不睡了 说完就张开双手 准备去抱旁边的大美人 妹子也很配合地 投入她的怀里 用郁姐因温柔地说道 水烧好了 我做饭给你吃吧 杨凡摇了摇头说道 这都中午了 别忙活了 咱们出去吃大餐去 对于她的提议 林婉晨当然没有任何意见 于是 两人走出房间门 离开酒店 这次选了附近的一家 高档的西餐厅 两人在服务员的引领下 刚刚入座 刚刚坐下杨凡就愣了一下 她的这个角度 正好看见一道熟悉的身影 视线放在离她们这桌的不远处 那里正有五个打扮的 很时尚的妹子 其中一个比较亮眼的都市里人 被她一眼就给认了出来 正是经常在健身房 遇见的美女张若曦 她心里想着 这妖巧 此时 张若曦跟另外三个女生 站在一边没有入座 坐在那桌的 是一名不认识的女生 长相还不错 多少有点颜值和身材 只见其中一个女生 拿着手机 咔咔咔 得对着这个女生 和桌子上的食物 一顿猛拍 各种角度都来了好几张 看得出旁边的几个美女 好像在小声催促着什么 坐着的那个女生 只好不太高兴地停止摆造型 站起来离开了座位 瞬间就有另一名满脸笑容的女生 坐了上去 拿出自己的手机 递给另一个妹子 又是一阵咔咔咔 得猛拍 实际上 那张桌子 只有一份单人餐而已 这番操作 看得杨凡一脸古怪 也多少 看出了一些门道 她没有想到 张若曦还喜欢弄这些 虚头巴脑的东西来包装自己 对面的林婉晨 发现她一直盯着那边看 也好奇地转过头去看了一眼 瞬间就明白过来 这几个女生是在干啥了 顿时一脸不屑地摇了摇头 只见她回头笑着 对杨凡说道 这些是伟名员 现在这样的女生很多 她们表面看上去光鲜亮丽 实际上那些食物 是她们五个人 集子买下来拍照的 她们靠包装自己来勾搭男人 以捞男人的钱为主要职业 这样的女生 你不会也有兴趣吧 她以为是杨凡看这几个女生漂亮 心里有了点想法 所以给对方解释了一下 这些女的是什么情况 对于伟名员杨凡也听说过 但这还是她第一次见到 这种操作确实有点搞笑了 感觉瞬间拉低了这家餐厅的档次 她点了点头说道 我也看出来了 只是觉得有点意外 随即她正准备收回目光 却正好被看向这边的张若曦看见 两人对视上了一眼 张若曦看见这个熟悉的男人 心里突然咯噔 一下 本来还不错的心情顿时跌落了谷底 这绝对是一失足成千股恨 谁能想到 她与群友拼单午饭的时候 正好遇见自己心心念念的目标人物 这也太巧了一点吧 她相信 以对方经常出入高端场所的身份 不可能看不出 他们这是在做什么 顿时一股自卑感涌上心头 一想到自己包装了好久的人设崩了 这些天的努力即将化为泡影 就多少有点响哭的感觉 她再也没有心情拍精致午饭了 只说了一句 你们拍吧 我还有事先走了 钱不用退 说完就迈起大肠腿走了 心情十分复杂的她 此时只想快点离开这里 哎 若曦姐 你怎么了 若曦 你去呢 下一个就轮到你了 然而 任由她们如何呼喊 张若曦头也不回地快步离开 杨凡当然也见到了这种情况 心里感觉有些好笑 想着 这妹子 不会是因为小秘密 被自己撞破而感到羞愧 所以跑了吧 这抗压能力也不行啊 她转头看了一眼 对面一太优雅的林婉晨 如果换作是这个大美人的话 以她的性格 或许会大大方方地走过来 与自己打招呼吧 随即杨凡不再去想张若曦的事情 跟大美人愉快地用起了午餐 跑出去的张若曦 现在心里很乱 不知道出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闲逛了好久 才想到跟闺蜜诉诉苦 看看对方能不能给出什么建议 她拨通了一个号码 很快电话中出现一个好听的妹子声音 喂 若曦吗 找我有事 四四姐 是我 咦 你怎么了 声音死气沉沉地 平时的朝气到美去了 四四姐 我现在心里好乱 我 别急 慢慢说 出什么事了 随后张若曦将她与杨凡的事情 跟这位思思姐说了一遍 并问对方有没有能帮到自己的意见 她自己是想不出该怎么办了 本来她今天之所以会出来拼午餐 就是因为昨天加上了杨凡的V 她想在她稍显单薄的朋友圈中 再包装一下自己 所以 她会出现在这里 多少还有些杨凡的因素在里面 第147章 不愧是李威 张若曦本来是准备拍完午餐后 出去随便吃点东西 然后就打车到健身房去蹲杨凡的 谁知道今天出门 就像是没有看黄厉一样 竟然这妖巧的被对方给碰上 还正是她排队拍照的时候 天知道 她还故意选了一个离健身房比较远的地方来拼单 居然会出现这种事情 真是人倒霉了 喝凉水都塞牙 电话那头 听见张若曦说完后 也大致了解了情况 只听她缓缓说道 你可真够倒霉的 我的意见是换一个目标 张若曦听见这话直接无语了 要是想换目标 我还纠结什么 现在她身边根本就没有合适的目标 大多数都是穷表司 及个别能有点小钱 真正有钱的人 杨凡是唯一一个 怎么可能轻易放弃 于是她对着电话说道 思思姐 我不想放弃 我是来找你帮忙的 不是让你劝我放弃的 就没有其他办法吗 电话那边的思思 没好气地说道 这还能有什么办法 你都被人家抓住现场了 别告诉我 人家看不出你们 那是在做什么 人设方面你不用想了 已经崩了 你要是不想放弃 那就只能大大方方地承认 往可怜方向走 看看对方的反应 张若曦听后 悠悠地叹了口气 也知道思思姐 对于这种事情 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我好好想一下吧 那就这样 我先 等等 对面听见她想挂电话 赶紧出声阻止 张若曦还以为是思思姐 突然想到了什么办法 眼睛一亮 开口问道 思思姐是不是想出什么办法了 对面稍微沉默了一下说道 也算是办法吧 把你这个优质资源 让出来给我 你帮我制造巧遇 我获得好处了分你一半 你觉得如何 操 张若曦听见这个提议后 差点没忍住 直接抱粗口骂人 心想 果然 这种塑料姐妹花 就是靠不住 竟然想从她口中夺食 这骚货不是个好人哪 不能深交 还好处分我一半 你得了多少好处 我能知道 难不成我还去问人家 给了你多少 到时候 你随便给我个几千块 把我打发了 你自己 却捞得盆满钵满的 这不是拿我当傻子 她心里气愤 但表面不动声色 我考虑一下吧 说完后 不给对面说话的机会 直接将电话给挂掉 随即发现自己 更苦恼了 心想 索性就跟杨哥大方承认了吧 反正她也看见了 另一边 杨凡与林婉晨吃完饭出来 妹子有些犹豫地说道 我想去一趟 公司办离职 工资可以不要 但总觉得连招呼都不打 一个就不去了 总归不太好 你说呢 杨凡思索了一下 也觉得妹子说的有道理 这种小事 迁就她一下 倒是没什么 于是说道 你去吧 可以的话 把你的空姐制服带回来 林婉晨一听 就知道了杨凡的想法 她点了点头 微笑着说道 好的 我知道了 你要跟我一起去吗 我去做什么 你自己去就行 好那我晚些给你电话 嗯 待林婉晨打车离开后 杨凡也上了辆车 准备去健身房锻炼一下 当车子路过 李威练武的那栋大厦时 她恰好看见了 那道熟悉的身影 对方正从大门往外走 师父 前面停一下 她不假思索地 让车子在前面停 打算提前下车 说起来 她有段日子 没有见过李威这个妹子了 对方也没有发过信息给她 但对方三天两头的 会出现一次长亲密度的提示 虽然每次都长得不多 但这种情况 很明显是对方偶尔会想到 她并且是往好的方向向 最后自我攻略成功 但这妹子就是不肯联系她 这就让她有点摸不着头脑了 这次既然正好遇上 她准备下车去打个招呼 看看对方到底是什么情况 她对李威 还是印象很深刻的 这妹子再怎么说 也是她得到系统后 遇见的第一个满唇节美女 当初还激动了好一会 所以 有一丝特殊的感觉 掺杂在里面 当她付钱下车后 朝李威的方向走去 快追上妹子时 她正准备出声叫住对方 却看见一个年轻男生 抱着一束玫瑰花 小跑过去 抢在她前面喊道 李威 你别走啊 我是不会放弃的 前方背对着杨凡 和这个男生的李威 转过身来 表情冰冷 欲气不耐烦地说道 你放不放弃 关我什么事 真搞笑 请你别跟着我 不然我报警说你骚扰 我 说到这里 妹子顿时停住了 瞬间瞪大眼睛 冰冷的表情消失 变成了满脸吃惊 因为 她看见了男生后面 不远处的杨凡 她没有想到 自己出来吃个午饭 会刚好遇见对方 她倒是知道 对方经常会在中午 路过这里 她之前就看见过 但今天她故意 晚出来了一个小时 就是想错开 对方有可能会 路过这里的时间段 没想到还是撞上了 一时间 心情有些复杂 一些回忆片段 涌上心头 李威亲密度加二 只见妹子 在男生疑惑的眼神中 走向杨凡 开口说道 真巧啊 姓名 李威 年龄 21 身高 166 体重 50 综合颜值 86 100 状态 正常 亲密度 23 杨凡刚刚听见 李威冷着脸 对那个男生时 竟然有一种 莫名的熟悉感 心想 不愧是你啊 这确实很李威 看到妹子走过来 跟她说话 她点了点头 笑着问道 你们这是 李威没有回答 而是转移话题说道 走 吃饭去 我请你 杨凡虽然刚刚才吃完 但他可不会说出来 想都没想就应下了 看见两人离去的背影 男生很是惊讶 他没有想到 一直对异性冷言冷语的 冰山美人 居然会对这个男人 这么和颜悦色 还邀请对方去吃饭 看了看手里的玫瑰花 脸上顿时出现 一副毕了狗的表情 第148章 辽伯李威进行时 李威带路 杨凡跟在旁边并肩行 妹子一边走一边心里纠结着 沉默了好一会后 淡淡地说道 那男的是 舞蹈教室的一个学生 除此之外 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杨凡文言后 心里一乐 这个小美女 竟然想着主动跟他解释 这种行为所代表的东西 就有待深思了 他点了点头 理所当然地说道 很正常 窈窕淑女君子好求吗 要是连追求者都没有 还怎么称得上美女 谁知他话一说完 妹子有点较真起来 重复了一下刚刚的话 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杨凡文言一愣 他感觉李威好像很在意这个 稍微思索了一下后 觉得可能是自己 刚刚的回答有些问题 于是认真地说道 我知道了 李威亲密度加二 他发现这妹子的亲密度 因为自己一句话就长了 也觉得事情 好像不太一般起来 妹子好像就是需要 自己的这种答复 他就像是在跟自己 汇报这件事一样 自己只需要表示 收到了他的汇报就行 实际上的情况 倒也确实跟他想的差不多 没有太大出入 李威这段时间 隔三差五的 会不自觉地想起他来 作为妹子 第一个不排斥的同辈异性 其待遇 就是会偶尔出现在他的脑海中 妹子多次想从脑袋里 将他的身影给驱赶出去 但每次都是越想驱赶就越清晰 甚至不自觉地 会想起两人发生的一些事情来 其中出现最多的 就是杨凡文他的场景 还有杨凡无视他各种冷漠的态度 依旧对他很强势的画面 以及给他转账 和为他给别人道歉这些 每当陷入这些回忆后 他都会突然觉得 这个男人还蛮不错的 这也是他会三天两头的 这样一些亲密的原因 但越是对杨凡有好感 他就越害怕 每次都强行压制自己不去想 所以 他还没有做好 与杨凡见面的准备 今天的相遇就很突然 但不可否认 当他看见这个男人 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的那一刻 他的心情是挺不错的 听见这个男人问他 和送花男生这事 在做什么的时候 他心里还有点小慌 有点像做错了事的孩子 就想快点离开那里 并且一路走来 脑袋里都在想着 要不要跟这个男人解释一下 免得对方误会 但心里又很不想去解释 如果按照他的性格 那肯定是不可能 去跟任何人解释什么的 别人误不误会 与他无关 他不在乎 但直到两人走出老远后 他还是鬼使神差地 开口解释了一句 这让他顿时有了一种 自己不像自己了的感觉 杨凡见李渭长了亲密后 又开始不说话了 今天的他 就显得有些心事重重的感觉 于是他先打破沉默 有心事 妹子转头瞟了他一眼 关你什么事 他当然不会说 自己在想他们两个之间的事情 直接就给对了回去 杨凡也不惯着他 又喝 我发现一段时间 不见你脾气见证来 你是不是忘了我 可是你的债主 妹子疑惑地看向他 什么债主 他调侃道 你可是还欠着我两个吻吗 怎么 想赖账 我 你 你 妹子听后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了 杨凡继续笑着说道 你什么你 没忘了好 我告诉你 我可是好不容易才抓到你这个老赖一次 今天说什么也要先还一个 妹子文言却没有刚刚那么激动 只是白了他一眼后继续往前走 嘴里说道 无聊 杨凡见状会心一笑 知道妹子这样的反应 就已经算是同意了 两人走进一家牛肉火锅店 点了一份小锅的黄焖牛肉 开始吃了起来 他虽然不饿 但也跟着吃了些肉 李渭见状有些疑惑地问道 你不吃饭 不吃 妹子听见回答后不再说话 自顾自地吃了起来 本不想去搭理 但没多久 他发现杨凡放下了筷子好一会了 看样子是不准备继续吃 于是忍不住问道 你这就不吃了 杨凡无奈地点点头 尽力了 确实吃不下了 妹子这时才突然反应过来 你吃过午饭了 他耸了耸肩 一脸随意地说道 很显然 是的 我 你怎么不早说 亏我还点了这么多 他一脸无辜地两手一摊 你也没问啊 妹子顿时一脸黑线地看着他 颇有些咬牙切齿地说道 你这是强词夺理 嗯 我就想夺你 怎么 你咬我 见他这犯贱的样子 李维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直接吼道 我夺你大眼 还好他们在包房里 这里的动静 没有引起其他人的注意 不按服务灵的话 服务员也基本不会进来 只见妹子一脸气鼓鼓地瞪着杨凡 但亲密度却丝毫没减 经过上次的研究 杨凡已经基本找到了 与这个妹子相处的模式 他与其他妹子不一样 若是一味地温柔和呵护的话 他只会不屑一顾 要时不时地让他炸炸毛 然后再把他的毛给捋顺了 最后讲了一颗糖 或者让他发泄一下不满 你就会发现 他会很神奇地增加亲密度 至于这是什么原理 杨凡也没有弄懂 但也没有必要去弄懂 只要会撩拨对方的情绪就行了 他看着对面瞪着自己的妹子 一脸好笑地问道 你那是什么眼神 怎么 真想咬我呀 这里没人 我可以考虑让你咬个够 李维闻言后懒得搭理他 嘴里吐槽了一句 白痴 然后就继续端七碗吃饭 不再去看他 杨凡却没有放过他的打算 继续见兮兮地说道 据说小气的女人容易长皱纹 来 让我看看 你开始长了没有 妹子闻言只是翻了翻白眼 根本就不搭理专心吃饭的妹子 很快就吃饱了 他看见还剩下半锅的牛肉 再次不满地瞪了他一眼 还剩这么多 要不你拿个盒子 打包回去吧 看来妹子是准备让他打包带走 第149章 反其道而行之 李维说完这句话后 顿时想起了杨凡神豪的身份 心想 自己怎么会想着 让他打包圣菜呢 真是够笨的 于是改口说道 算了 还是我打包走吧 下一顿热一热 还可以吃 杨凡见李维这样说 也没有去阻止 不浪费是种美德 本来他的打算 是借此事撩拨妹子 至于谁来打包这种事 却是无所谓 当妹子拿着一个盒子 选完圣菜里的牛肉后 看向他说道 我们走吧 我要回去了 下午还要练舞 杨凡不怀好意地笑了笑 那可不行 我好不容易抓到你一次 哪能这么轻易把你放走 之前可是说好的 今天必须要还一个才行 这个地方就很合适 李维无语地吐槽道 谁跟你说好了 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 古奶奶才不奉陪 说完就要往包房门方向走 谁知杨凡眼疾手快 直接一把搂住妹子 在她的惊呼声中 将她搂到旁边的墙壁处 去壁东了 李维轻密度二 妹子被她突如其来的袭击 吓了一跳 直接捡了两点轻密度 但被壁东后 她的表情明显有些不对劲起来 只见李维眼神茫然中 带着一丝害怕 看到杨凡静在咫尺的脸后 她脸上刷 等一下就红了 见到缓缓靠近她的男人脸时 她心里很乱 脑袋有些猛 不断重复着三个字怎么办 怎么办 在杨凡即将印到她时 她条件反射地伸手去推 嘴里小声嚷嚷着 你 你要做什么 放 放开我 然而妹子慌乱中的动作 并没有推动杨凡 而杨凡则觉得 对方这算是有心理准备了 不愿错过这种好机会 对着妹子的嘴巴就印了上去 妹子慌张地一扭头 使得她硬歪了 直接对在了那张俏脸上 不过也不亏就是了 随后她看向挣扎的妹子说道 别乱动 妹子根本就不听 挣扎得稍微激烈一些 低声喊道 你混蛋 放开我 一会有人进来怎么办 杨凡看着近在咫尺的那张俏脸 缓缓将自己的脑袋凑近 这时妹子一转头 再次躲过 用力推开她后 用一张看上去有些冰冷的脸盯着她 声音冷淡地说道 你闹够了没有 欺负我很开心吗 任谁看见妹子此时的这个表情 再配上冷淡的语气 说出这种话来 都会感觉她现在很生气 大多数人 站在杨凡的角度 或许都会选择去哄对方 甚至是直接道歉什么的 但杨凡 却准备反其道而行之 因为她根本不去管李维的表情和脸色 甚至不去在意对方话里的内容 她只看亲密度的浮动 她只知道 别看妹子做出这副很生气的模样 但她的亲密度压根就没有减少 很明显 对方这套变脸完全是装的 于是她老实地点了点头 嗯 真的很开心 别废话了 李维文言有些猛逼了 心里不可思议地想到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材料做成的 这么不摇臂脸的吗 但她表面上还是异常冰枉 混蛋 你信不信我报警 杨凡文言后等了两三秒钟 发现没有减轻密度的提示 直接就上前一把将李维抱住 对着她的嘴就印了上去 妹子顿时瞪大了眼睛 满脸震惊 脑袋直接当机了 她是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不摇臂脸的是真敢问 毕竟自己都说要报警了 当李维从当机状态中清醒过来时 已经被杨凡占了好一会的便宜 最过分的是 对方的一只手还很不老实地游走 大吃一惊的妹子 情急之下 直接咬了一口 哎呦卧槽 杨凡被咬后 吃痛之下闪电般地撤退 用手捂着嘴巴一阵无语 这种情况完全是她的失误 她知道 李维这妹子急了之后会咬人 但她以为是咬肩膀 毕竟之前咬的都是肩膀 这时她把捂嘴的手挪开 只见嘴角出现一丝血迹 李维也看见了 顿时愣了一下 也知道自己刚刚下口太重了点 结结巴巴地说道 你 你 我 我 谁叫你真的吻上来了 你个混蛋活该 李维轻密度加实 杨凡听见妹子果然如以前一样 被吻到了会长亲密度 只是这次好像长得要多不少 该不会是因为这次是强吻的原因吧 也有可能是因为 把自己咬出血了 又或者是 两者都有吧 反正这是好事 算上刚刚壁东时减的亲密度 还近赚八点 想到这 她只是微微一笑说道 先说好 这次不算还债啊 都被你给咬出血了 最多只能算打平 你还是欠我两次 啊 李维文言直接猛逼了 一时间没有弄懂这家伙是什么脑回路 被咬出血后 想的居然是这种事 她不自觉地翻了翻好看的白眼 气鼓鼓地说道 无聊 懒得理你 说完就想去开包房门 杨凡笑了笑 再次奔上去搂住对方 嘴上说道 把我咬出血了 就想跑 妹子转头看向她 你抱也抱了 亲也亲了 还想怎么样吗 杨凡只是淡淡地说道 说好今天要还一个的 刚刚那个不能算 李维狐疑地看了她一眼 直接对道 凭什么你说了算 你可真倒笑 让开 说完就想挣扎着脱离她的怀抱 但杨凡抱得很紧 嘴上笑着说道 不答应我就强吻 我特吗 李维闻言差点抱粗口 只见她一脸不善地说道 你能要点脸吗 你把我当什么了 杨凡至时收起笑脸 表情认真地说道 当我的女人 感谢佛罗里达群岛的徐诺兵 大大送来的大宝剑 感谢风度翩翩云歌 世间绝无笑容于 大大送来的抱更洒话 感谢各位 大大送来的各种礼物 和用爱发电 万分感谢 第150章 自我攻略的李维 李维听见杨凡这话后 愣了一下 心里顿时有些不知所措起来 虽然她一直都清楚 对方的目的 也在心里去想过 很多次这个事情 无奈的是她并没有得到答案 每次想到 杨凡如果作为男朋友 还不错时 她都会不自觉地 生出害怕的情绪 这是为什么她也不清楚 她有个好习惯 那就是想不清楚的事情 就不想了 到时候再说 本来打算传到桥头自然值的 但现在传还没有到桥头 杨凡就将是说破了 以至于她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如何去应对 于是又开始发挥出了她的性格 欲试不决就逃避 只见正在杨凡怀里的她李维 脸色微红地瞪了她一眼说道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莫名其妙 放开 我真的要回五岛教室了 李维轻密度加二 说完就慌慌张张开始挣扎 但在杨凡不放手的情况下 她根本挣脱不开 心里羞怒之下 抬起穿着运动鞋的小脚冬 得一下躲在杨凡的脚背上 杨凡虽然感觉有些吃痛 但这点痛完全能忍耐 所以并没有放开妹子 而是趁妹子抬头的机会 突然发动偷袭 将嘴硬了过去 李维一开始 还想争信地挣扎一下 后来发现 挣脱不开后 又准备故技重施的开药 但还没有行动 就想到 对方刚刚才被自己咬出血 不太忍心起来 就在她心里 各种想法交织之时 却正被杨凡硬着 李维的心里 渐渐地也越来越猛 脑袋越来越迷茫 最后停止了挣扎 双手缓缓地放在杨凡的背上 轻轻闭上眼睛 她此时也不知道 自己在想什么 脑袋处于半当机状态 直到差不多一分钟过后 她感觉到 有一只手 去了不该去的地方 才顿时惊醒过来 使劲推了杨凡一把 而没有防备的杨凡着了刀 被她一把推开 只见李维脸色通红 目光复杂地看了杨凡一眼 随后抬起长腿 一脚踢在她的腿上 转身走 打开房门后 小跑而去 全程一句话都没有说 等杨凡笑着追出去时 哪里还有李维的人影 这丫头跑得还真快 她拿出手机 发了条信息给李维 但对方并没有回 拨打语音也不接 既然如此 就等妹子 自己消化一下 今天的事情吧 当她离开这里 正准备往健身房方向走时 突然出现系统的提示 李维轻密度加六 她脸上顿时出现了笑容 随即悠闲地 往健身房方向 溜达过去 等到达时 已经过了十多分钟 刚刚走到跑步区 就见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走过来 正是之前才见过的张若曦 只见这妹子的脸上 带着些许不好意思 却生生地走到她面前 看向她的眼神 有些闪躲 嘴里轻声说道 杨哥 我 我 你刚刚也看见了 所以 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了吧 说完后 她微低着头 做出一副 不敢与杨凡对视的样子 看上去就特别的小心翼翼 还透露出一丝自卑的模样 她现在的表现 与之前那个自信满满的张若曦比起来 简直可以说是判若两人 杨凡心里有些疑惑 就算被自己撞破了她假明云的身份 也不至于这样吧 你们这种群体 我确实有听说过 只是没有想到 你也是其中的一员 张若曦听后 一点要狡辩的意思都没有 也不去为自己解释什么 而是说道 杨哥 很抱歉之前隐瞒了你 既然你现在知道了 那你会不会看不起我 这话就使得杨凡 有些摸不着头脑了 心里想着 咱们是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吗 会不会看不起你的这种话 从何说起 但她没有去询问 而是说道 每个人选择的生活方式不同罢了 你为什么会这么在意别人的看法 你自己活得开心 不就行了吗 张若曦一时间 不能完全确定杨凡的态度 只是抬头看向她 继续小心翼翼地说道 我不在乎别人的看法 我只在乎你的 而且我也活得不开心 之所以做这种事 就是想 有朝一日 自己能过得好 过得开心 但进了这个圈子后才发现 这太难了 确实 伪迷员非常多 但不是每一个都能捞得到钱的 大多数都是只能捞到些田狗的小钱罢了 就更别谈什么 成功嫁给有钱人的案例 那更稀少 也是一个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圈子 杨凡听后眼睛一亮 张若曦接触的圈子里 美女应该不守 毕竟她自己的水准就蛮不错 想要从里面找出个别极品的美女来 这个可能性还是有的 反正是不是伪迷员自己又不介意 真把自己伺候开心了 让她当的小富婆 还是轻而易举的 还是那句话 想捞自己的钱 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得看你如何付出 如果是想空手套白狼的话 不好意思 给老子滚一边去 主打的 就是一个身边美女太多 不缺你一个 所以 让张若曦像恭敬一样 给自己当个人事部的工具人 应该还是合格的 一想到恭敬 想到对方不但勤勤恳恳地帮自己办事 还在KTV尽心尽力地服侍自己 她对这种工具人的工作态度 还是很满意的 想到这里 她心里不自觉地出现了一丝怒火 看了看面前这个 在自己面前小心翼翼的美女 不由地感叹着 有钱是真的好啊 她开始揣着明白装糊涂起来 假装好奇地问道 你为什么要在意我的看法 妹子听后 心里犹豫了一下 随即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 咬了咬牙开口说道 杨哥 我想成为你的女人 这妹子 还真够直白的啊 看来今天中午在餐厅的事情 给她带来的变化很大 第151章 张若曦的巨大转变 杨凡笑着摇了摇头说道 我不学女人 本来你是有机会的 但你自己放弃了 这句话 就多少有点杀人猪心的意思了 不过她既然已经准备要用张若曦 那就打算 借着这个机会 再狠狠地打击一下这个妹子 将她面对自己时的自信心 彻底击垮 这样她才会更加乖巧 方便自己用她 杨凡对之前那个脸上笑嘻嘻 心里MMP的张若曦不是很喜欢 各方面都太假了一点 果然 张若曦在听见她的这句话后 脑袋里轰 得一声 顿时如遭雷劈 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起来 不得不说她 确实是被后面的话给刺痛了内心深处 肠子都快毁清了 打死她都没有想到 只是因为广场滑冰那天 自己拒绝了对方印自己的这种小事 竟然会带来这么大的后果 一个男人 能小气到这种程度 这未免 也有点太不可思议了吧 她努力调节着自己的情绪 还想再做最后的努力 于是小声地开口问道 杨哥 能让我说个明白吗 难道就是因为 那天在广场滑冰时 杨凡没有等她说完 就开口打断道 算是吧 实话说 我身边并不缺美女 虽然你也算是美女了 但跟我的女人们比起来 并没有什么优势 那天 你主动靠近我时 我心情还不错 也准备给你一个机会 然而你把机会放弃了 而我又并不缺你一个 懂了吗 这下张若曦算是知道 为什么明明是一件小事 最后却会发展成这样了 但她心里更加不甘起来 可惜不甘心 也没有什么用 心里想着 好不容易遇见一个 真正的有钱人 自己这还没有开始行动呢 机会就莫名其妙的没有了 难道只能放弃了吗 就在她心里难受时 杨凡的声音再次响起 如果你只是想赚钱的话 不一定要成为我的女人 你可以选择帮我做事 我这里正好有一份工作可以给你 只要你好好干 收入方面 你肯定会满意 咦 正在很失落的张若曦文言一愣 抬头看向杨凡 没有弄明白对方的意思 试探地问了一句 杨哥 你要给我一份工作 是什么工作啊 我从毕业后就没有工作过 没有经验 可能 可能无法胜任 虽然不是很明白 但这并不影响 她对杨凡最后一句话动心 所以想询问清楚 收入肯定能令她满意 这就很吸引人 杨凡随意地说道 你肯定能胜任 就看你愿不愿意了 赚钱这种事 张若曦当然很感兴趣 虽然不能做杨凡的女人 让她很是遗憾 但退而求其次的机会 她还是想要把握住的 她没有立刻答应下来 而是询问道 杨哥 可以跟我详细说说吗 杨凡也没有去卖关子 直接就把她的打算说了出来 工作内容很简单 你的圈子里 美女肯定不少 你帮我物色一些极品 只要我看上了 你负责帮我搞定 不管是让她同意做我女人也好 还是我出钱包养也罢 每成功搞定一个 你就能拿到酬劳 张若曦听得一愣一愣地 想到会是这种工作 本来有心拒绝 但又想到 如果价钱合适的话 倒也不是不能做 而且杨凡有钱 帮她撮合美女并不难 自己还可以在美女那边吃回扣 两边拿钱 但最重要的 还是要看杨凡愿意出多少钱 于是她组织了一下语言问道 杨哥 你能先跟我交个底吗 这样也能方便我开展工作 杨凡当然明白妹子的意思 而且听她的口气 也大概率是准备答应下来 就是想了解一下钱的数目而已 于是她开口说道 这么说吧 之前有一个空姐 帮我搞定了她们南行的四大美女之一 这个美女是满纯洁的 我很满意 所以我给了这个空姐五十万的酬劳 当然 不是谁都值这么多 这要看你介绍的美女够不够极品 如果太普通 那就一文不值 最多给你点辛苦费 五十万 张若曦被这个数字给震惊了 她辛辛苦苦去与那些男人周旋 挖空心思的 想办法捞钱 花费周期很长 最后能捞个两三万块 就已经是很好的了 现在的男人很多都比较精 所以大多数时候 连一万块都捞不到 而帮杨凡拉皮条的话 五十万 并且 这工作相当自由 根本不会耽误她多少时间 她平时想做什么 还可以去做 这种生意绝职地做 于是 她只是稍一犹豫 就想答应下来 但随即突然想到了什么 眼睛一亮 顿时满脸期待地看着杨凡说道 杨哥 你看我行吗 我把自己介绍给你吧 我不奢望能成为你的女人 你把我当成个小丫鬟 甚至是吉祥物都成 而且 我的圈子虽然不太好 但我只谈过两次恋爱 没有乱来过 张若曦的反应就很快 立马想到了 把自己介绍给杨凡这一招 虽然帮对方物色美女钱很多 但满纯洁的美女可不好找 而且 自己可以双管齐下 两不耽误 杨凡文言也是愣了一下 没想到张若曦会冒出来一个这种提议 她倒是很清楚 对方高达九十八的纯洁 是做不了价的 随即她将目光放在这妹子身上打量了一下 虽然没有太大亮点 但确实是个不折不扣的美女丫鬟 吉祥物 如果只是这样的话 倒也不是不能拿来偶尔换换口味开心一下 心里想着 你早跟我谈钱不就完了吗 非要弄得这么复杂 杨凡思索了一下后说道 这个提议还不错 这样吧 试用期一个月 每月十万零用钱 如果表现得好 以后是情况增加 张若曦听后大喜 虽然每月十万听起来没有物色美女的五十万那么多 但这钱是肯定能得到手的 而那五十万她可没有多少信心能拿到 谢谢杨哥 我一定会尽力让你满意 对了 这样的话 那份工作我还能做吗 杨凡点了点头 当然 感谢 宣志文大大送来的 大神认证 感谢各位大大送来的各种礼物 和用爱发电 万分感谢 顺便推一下同类型新书 软饭硬吃 开局强迫笑话 听我心声 第152章 来自张若曦的反差感 张若曦文言后 安心了不少 打算回去好好研究一下 她名媛群里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至于现在并不是想这个的时候 她知道 此刻自己还只是试用期 想获得每月十万块待遇 的话还要看自己的表现 如果这笔收入能稳定 那不比 她到处掉男人 想方设法捞男人钱 要好上很多 何况表现的好待遇 还可以增加 至于所要付出的东西 不过是像交了一个男朋友一样 即使会卑微一些 但跟着待遇比起来 就显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了 赚钱嘛 不寒碜 所以 她还是很珍惜这次机会的 将自己的姿态放低 只见她怯生生地 走到杨凡面前 看着她说道 杨哥 现在有需要我做的事情吗 我愿意为你效劳 杨凡看见之前颇为自信 心机不少的张若曦 此时在自己面前 表现出一副软妹子的模样 这反差顿时让她 不自觉地生起一股成就感 伴随成就感而来的是一丝怒火 想狠狠揍面前 这软妹子一顿的怒火 但想着自己来都来健身房了 不锻炼一下 就去换另外一种锻炼方法的话 感觉不太好的样子 所以消了消气 淡淡地说道 暂时不需要 等我锻炼完 妹子微微低下头说道 好的 若曦随时为你待命 杨凡笑了笑 上前一步 伸手去摸了摸面前 这个妹子的脸蛋 妹子脸上带着微笑 眼睛微眯 做出一副很享受 对方抚摸的表情 看见这妹子乖巧的模样 甭管她是不是装出来的 但确确实实有一丝征服感 从杨凡的心中升起 这感觉还蛮好的 她笑着说道 我要开始热身了 现在是你的自由时间 说完后 收回正摸妹子翘脸的那只手 开始做起了热身运动 张若曦只是轻轻说了声 是 后就一开几步 从一开始张若曦过去找杨凡时 就在时不时地注意着他们那个方向 当看见两人说了会话后 杨凡伸手摸张若曦的脸 显得有些亲密后 她知道 这妹子的计划恐怕是成功了 心里想着 看来这张若曦还是挺有些手段的 现在她已经达到目的 自己或许也该加快脚步了 想到这里 她拿出手机给张若曦发去了一条信息 张大美女 恭喜你得偿所愿 正在看着杨凡热身的妹子 见到这条信息后 脸上露出一丝不懈的笑容 她知道万军为什么会突然给她发信息 还不是看她像是成功了 想让她按照约定帮忙与杨凡搭个桥 把关系给提升提升 天知道 自己现在并没有成为对方的女人 而是以她的说不清楚的身份 出现在对方身边 果不其然 万军的信息很快又发了过来 张大美女应还记得 我们之前的约定吗 我的事情可就拜托你了 张若曦看见对方发来的信息 跟自己猜测的一丝不差 脸上的表情渐渐变成嘲讽 好说 等我找机会 随即就不再搭理对方 继续守候着健身的杨凡 时间匆匆流逝 当杨凡慢跑了十多分钟下来休息时 不远处的张若曦已经不知何时 手里多出一瓶功能饮料 只见她缓缓走了过来 笑着说道 杨哥跑累了吧 来 你先喝点饮料 补充些能量 我来帮你擦擦汗吧 妹子说完就将功能饮料递了过去 杨凡也没有拒绝 打开就喝 而此时 张若曦已经细心地帮她擦起汗来 由于妹子离得很近 顿时一阵好闻的香味 钻进她的鼻子里 她们在这如同秀恩爱般的举动 看得附近健身的会员们 眼睛都直了 张若曦这个大美女 由于这段时间天天都来健身房 所以很多会员都知道她 甚至有几个去搭讪她的 都以失败告终 去她面前 有意无意秀肌肉的 也被直接无视 一时间 冷美人的外吼 传遍了健身房 杨凡在这个健身房也很有名气 只因她的身边 偶尔会出现不同的极品美女 这本来也没有什么 头抬头的好是人家的本事 但令她们没有想到的是 以现在的情况来看 隐隐有着健身房 第一美人称号的 冷美人张若曦 好像也没能逃脱对方的魔爪 这不 这美女此时正温柔地 给人家擦着汗呢 这就使得不少 对张若曦很有好感的男会员们 直接破防 一想到这样的女神 很快要被其他男人按着揍 他们就不自觉地有些心脚痛 当杨凡又做了几组运动后 对着正给她擦汗的张若曦说道 不用擦了 去洗澡换衣服 张若曦这才停下手上的动作 点了点头好 我现在就去 说完转身离开 杨凡也去洗了个凿 把衣服换上 出来时 看见有林婉晨发来的信息 我已经办好离职了 现在要过去找你吗 看你没有回信息 一定是在忙吧 那我先去静静那里了 杨凡想了想 还是没有打算让林婉晨 现在来找她 因为她等一会 准备换换口味 试试张若曦的滋味 但又想着 林婉晨这个妹子的房子 还没有买 经常往宫镜那里跑 也不太好 正好明天妹子 就可以提车了 这两天 让她把楼盘选好 后天带她去 把房买下来算了 到时候 自己也可以换个地方住 再过两天 自己也勉强算是 有车有房了 这神豪的格局 正在缓缓打开 等给林婉晨买了房后 就带着她去购物 可以多买些 自己用的东西 放在房子里 这样就可以经常去住一下 于是给林婉晨 发信息过去 我这里有点是 好的 我知道了 妹子没有打听任何事情 反正杨凡怎么说 她就怎么做 当杨凡把手机 放进荷包走出去时 张若曦已经乖乖地 在门口等着了 看见她出来 顿时露出一个甜甜的笑容 迎上前两步 做出一副想投入她怀里 又不太敢的小模样 第153章 慧眼的张若曦 杨凡见张若曦 这怯生生的小模样 虽然感觉 对方有些像是在演她 但她不在意 只要这妹子乖乖听她话 给她提供情绪价值就行了 她也没指望在对方这里 捞到反线卡什么的 也没打算将其当成是自己的女人 就像对方所说的 当个丫鬟 吉祥卧 这些就挺不错 她直接一把将张若曦搂在怀里 带着心里有些窃喜的妹子 离开健身房 出门后 就竟找了家高档酒店 豪华房间中 张若曦很清楚 对方带自己来这里的目的 但她既然已经做出了选择 那就没有什么好犹豫的 她可是还记得 自己现在只是在试用期这种事情 所以为了讨好杨凡 她打算主动点 看着刚进来就坐在沙发上休息的杨凡 她缓缓走过去 依偎在对方怀里 脸上露出一副妩媚的表情看向她 见这样 看着也不说话 杨凡见她 这有点软妹子的小模样 直接伸出手搂住她 感受她柔软的娇躯 妹子却没有任何躲闪的举动 这使得她 无论是从感觉上 还是妹子的反应上来说 都挺满意 半小时后 张若曦的脸上 顿时露出惊奇的表情 心里也大大的松了口气 随即露出一副怯生生的表情 用那双会笑的大眼睛 看着杨凡小声说道 没有让你失望吧 杨凡此时已经拿出手机 来对张若曦说道 把你的银行卡号给我 张若曦一听就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瞬间大喜 赶紧应了一声后 跑去翻自己的包包 根本就不在意 自己现在还是艺术品状态 没过多久 就见到这妹子 拿着手机傻笑 因为屏幕上正显示着 到账十万元 她知道这是她第一个月的工资 杨凡看见她这副模样 有些好笑 但没有去理会 拿出手机玩了起来 张若曦因为在她的怀里 完全不去打扰她 就如同一只小猫咪一样乖巧 杨凡打开了逗音 发现时间还早 自己熟悉的那几个女主播 基本上都没有开播 特别是莎莎这只小白兔没有在 自从这丫头回去后 每天都会跟她聊几句 报备一下自己的日常 偶尔还会接接视频 问她什么时候能去天赋 因为这个妹子的特殊性 所以一直都还比较受宠 这时在线的 直接进去给她甩了十个嘉年华 妹子激动的声音顿时响起 哇 欢迎逍遥哥 谢谢逍遥哥的嘉年华 杨凡飘频问道 今天怎么播得这么早 只见妮娜笑着说道 妮娜快考试了 晚上要复习 所以早点播 杨凡无语了 既然要考试了你 倒是别播了 哪头 亲哪头众都拎不清 不过这是人家自己的决定 她也不太想去掺和 但妹子的这句话 倒是提醒她了 暑假即将到来 到时候让妮娜过来一趟 或者自己过去旅游也行 获得系统后 自己可以说是纵逆花丛 其乐无比 但唯独这外国美女的滋味 还没有品尝过呢 那不得尝尝先 以后有机会 还可以试试樱花国 和泡菜国的美女 杨阳国威也挺不错的 将这个事情记在心上后 她听了慧哥 与妮娜互动了一下 再次留下十个嘉年华后离开 因为其他女主播没上线 她直接退出去 开始打起了游戏 两小时后 此时已经来到了饭点 怀里的张若曦小声地问道 杨阳你饿了没有 我给你点外卖吧 感谢爱吃美味妻子饼的鸣盒 大大送来的 抱更洒话 感谢各位大大送来的各种礼物 和用爱发电 万分感谢 第154章 阿里想空降 杨凡看着张若曦随意地说道 就在这里点餐吃 说完她就穿上拖鞋 往洗手尖尖而去 妹子对此并没有什么意见 直接在打电话点了些菜 两人就在房间里吃了起来 饭后 杨凡靠在床上准备玩会游戏 而张若曦则在他身边休息 谁知他还没有进入游戏 就收到了一条信息 原来是女主播阿黎发过来的 逍遥哥 你最近有空吗 我想去避暑市玩玩 在那边人家只认识你一个 能不能招待一下 杨凡一看 阿黎这话就差没有直说 自己要空降 问他有没有时间了 怎么突然主动起来了 他想了想 正准备回复时 突然又多了一个小红点 瞬间出现在最顶端的位置 仔细一看 原来是小鹿也发了一条信息过来 逍遥哥 逍遥今年的年终活动要开始了 你说我要不要参加啊 看见小鹿的信息 杨凡才反应过来 原来是这么回事 难怪平时不怎么主动的阿黎 会突然想要空降 这下妹子按的什么心 用脚动的想得到了 他没有猜错 若不是被迫无奈 阿黎是不想主动空降的 之前是想要杨凡持续给他刷 所以必须表态 但他心里实际上 恨不得杨凡一辈子 都不对他提出这种要求 但最近这段时间 杨凡并不像之前那样 天天都上斗音去大刷特刷 即使有时候 正好去到他直播间 也就是随意刷一点就做 本来这问题也不大 毕竟其他几个女主播 除了莎莎以外 也没有比他好上太多 本来与莎莎有了隔阂的杨凡 又重新开始醉宠莎莎了 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种转变 阿黎还是猜得到的 也就是那点破事呗 做他们这一行的人 哪能不知道 女主播跟榜一大哥的恩怨情仇 但这并不是阿黎准备空降的主要原因 最主要的是 公会说了 如果自己能够说服逍遥哥答应出手 大力支持自己 打这次年终活动的话 公会也会将资源倾斜过来 拿自己这里 当做主战场之一 来捧自己 虽然公会捧不捧自己 还要去看杨凡的态度 这让他很郁闷 也很无语 但也不是不能理解 毕竟肯给自己刷的大哥中 除了杨凡以外 其他人的战斗力 确实比较有限 根本刷不了多少 这种情况下 公会如果想借助年终活动 捧自己的话 那将会多花出很多资源来 这么一算 公会肯定是会选择 其他性价比更高的女主播去捧 伤人逐利吗 阿黎既然是做这一行的 当然不想错过这个机会了 但就这样 让杨凡帮他打活动的话 他毫无把握 感觉对方大概率是不会答应的 人家守护的女主播 又不止自己一个 自己甚至没有 跟人家线下见过面 会大力支持自己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 打活动可不比平时 那不是几万 甚至几十万就可以搞定的 想要拿到好点的成绩 动则够百万 甚至几百万都很有可能 当然 他有自知之明 也没有打算去 争什么头部的名次 大主播太多了 他还不够格 所以 阿黎打算去避暑室 陪杨凡几天 将对方陪开心了 再商量 让对方帮自己打活动的事情 只要对方愿意 公会已经答应 对方刷的票公会 和自己分文不要 全部返还 杨凡是猜到了 阿黎这妹子的小心思 虽然对方长得确实很诱人 但他身边诱人的妹子可不少 现在基本上 每天都处于饱餐状态 还经常换口味 他对阿黎的兴趣 已经完全不能跟当初 看他跳火车摇的时候比了 所以并没有打算搭理他 自己要帮女主播打活动 那肯定也是首选沙沙呀 这只小白兔 现在 可是完全属于自己的 再不计 也还有一个小鹿排着队呢 怎么轮也轮不到阿黎 于是他直接无视了对方的信息 开始回复小鹿 想参加就参加 到时候 我来给你刷 第155章 依旧很听话的沙沙 杨凡觉得 如果是沙沙和小鹿这种属于他的女人 想参加的话 他去大刷一下 捧他们一把 倒是无所谓 其他女主播暂时不考虑 本来他大可以让阿黎先过来 吃了以后再说的 但他现在女人不熟 确实没有太大兴趣 相对来说 乌拉国的妮娜 和大概绿满纯洁的呆呆和毛毛他 还比较有兴趣一些 但现在实际未到 这时 小鹿的信息又传过来了 你真好 爱死你了 等活动结束我过去好好陪陪你 等我呀 到时候再说 我玩游戏去了 随即杨凡没有去管信息 打开游戏 开始玩了起来 一直玩到晚上 他才退出游戏 打开抖音 这个时间段 除了妮娜和呆毛姐妹以外 他熟悉的三个女主播都在线 没什么好说的 直接就跑进了沙沙的直播间 看着对方那熟悉的面孔 就忍不住想到 他在自己面前 那副害羞的可爱表情 今天他还是照常穿着白丝 但头是换了 改成了单马尾 看上去也别有一番风味 想到屏幕中这个正巧笑嫣然 跳着二次元舞蹈的美少女 在之前被自己一手 从少女变成了女人 他脸上就不自觉地露出微笑 直接冲之后 啪啪啪啪 的 一口气甩出二十个嘉年华 由于妹子此时正在跳舞 并没有发现她来了 反而经常蹲这个直播间的水友们 纷纷与她打起了招呼 Ad半世逍遥 逍遥哥最近很忙 这段时间没怎么看你上线啊 Ad半世逍遥 我刚刚还在说 莎莎可能失宠了 你这就跳出来拆我台 我就说嘛 逍遥哥可是从这个直播间 开始玩逗音的 这里可是初恋 莎莎哪有这么容易失宠 有钱人肯定都挺忙的 哪有时间天天蹲在直播间 看妹子跳舞啊 楼上的 我感觉你是在说我穷 你再骂 还得是逍遥哥呀 一进来就先砸二十个嘉年华的见面里 莎莎别跳了 逍遥哥来了 都不知道欢迎一下 你们看 这小丫头现在飘了 逍遥哥把她打入冷宫吧 就是 这么不给逍遥哥面子 必须打入冷宫 逍遥哥你以后就别来了 让她后悔去吧 卧槽 你们的算盘声 打得我在国外都听见了 但我也支持逍遥哥 去宠幸其他女主播去 这个小丫头就交给我们了 逍遥哥放心地走 有事我会出手 逍遥哥一路走好 我们会好好照顾莎莎的 你放心地去吧 逍遥哥一路走好加一 那我加10086 你们这是干啥 国外的手机打不了阿拉伯数字 杨凡看谁友们聊着聊着 突然变位了 脸上顿时出现一条黑线 正想打字时 突然听见一声悦耳的声音 哇 是逍遥哥来了 欢迎逍遥哥回家 莎莎最爱你了 你都好几天没有来了 连莎莎都以为自己是宠了呢 正式跳完舞回来的莎莎 她发现了杨凡刷的20个嘉年华后 借用感谢的机会 满脸委屈地吐槽着杨凡不来看她 杨凡也没有去跟她解释 甚至没有在直播间说话 而是切换到V的界面 给她发了一条信息过去 不是快考试了吗 你不打算好好复习一下 还在直播间里 又蹦又跳地搞直播 妮娜对她来说是外人 外人怎么样她管不着 但莎莎可是她最宠爱的女人之一 她觉得 有必要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 但直播中的莎莎 显然没有注意到她的信息 还在直播间里说着 逍遥哥 人呢 不会进来 刷了礼物 就挂着机跑了吧 估计是又去忙了 艾玛 累死我了 等我休息一下再跳 我们先聊聊天 这时 杨凡又给这妹子在斗音私信了一下 没想到对方还是毫无反应 直接与水友们聊起来了 她无奈之下 只好发了一条飘瓶 看信息 正在聊天的莎莎 第一时间就看见了这条飘瓶 轻疑 勒一声后说道 你们等我一下呀 说完 这妹子就站起身离开了屏幕 看样子是私人手机不在身边 莎莎在看见杨凡的信息后 很快就开始回复 逍遥哥 我下播了就复习 没问题的 这种事 杨凡可不惯着她 叫什么逍遥哥 私下里要叫老公 平时你直播我不管 但你现在的身份是学生 那就要 以学习为重 这段时间别播了 好好复习 无沙沙轻密度加二 小美女看着杨凡的这段信息 脸上不自觉地露出了甜甜的笑容 甚至还长了轻密度 虽然做直播可以说是她的工作 但就现阶段来说 直播相比杨凡而言 却并没有这么重要 她心里清楚 只要杨凡持续宠爱自己 自己就算直播没有什么起色 也能生活得很好 所以 哪头青哪头 重她还是拎得轻的 于是回复道 遵命 老公 那我去跟水友们打一声招呼后 就下播去复习 杨凡健小美女这么听话 感觉自己还有点想她了 这时对方要是在自己身边 一定要好好疼爱她一番 莎莎回到屏幕中 第一句话就是 不好意思啊 宝子们 莎莎今天恐怕要提前下播了 你们也知道 快开始考试了 莎莎也想考个好成绩 所以 考试前可能就不播了 等考完了 再恢复直播 华 这话一出水友们就炸锅了 一时间发言区的字幕刷得飞快 都在七嘴八舌地说些什么 但莎莎没有去看 而是继续表示着自己的歉意 然后说着考试的事情 希望宝子们能支持莎莎的决定 毕竟莎莎的主要身份还是学生 应该以学习为重 那我们等考完试后 不见不散 说完后 莎莎的直播间就关闭了 她知道 这样一来 肯定会损失掉不少人气 而直播间中的人气 本就不是很多 算是雪上加霜 但还是去做了 本就准备尽量多几时间 出来复习的莎莎 现在不用纠结了 反而感觉轻松了不少 这下相当于是杨凡 帮她做出了有些困扰她的选择 感谢 炸天帮六个核弹 大大送来的 大神认证 感谢 太空木马人 大大送来的 大宝剑 感谢 爱吃馒头的玛丽莲曼森 大大送来的 抱更洒话 感谢各位 大大送来的各种礼物 和用爱发电 万分感谢 这段时间 流量远远不如以前 全靠大大们的打赏支持了 非常感谢 第156章 有旅游的想法 沙沙下播去复习后 杨凡又到小路的直播间 去投了播时 然后开始刷着视频玩 没刷多久 她的屏幕在一个直播间停了下来 这个直播间 正在直播一场 献下狼人杀 而她会停下来 是因为看见了一个熟人正在发言 这是一名长相甜美 笑起来很可爱的美女 最熟悉的 还是她那张正在巴巴巴 盘着逻辑的小嘴 这妹子正是之前 她打赏过的游戏主播皮卡丘 人称小闪店 她看了一会后 就点了进去 这直播间里的人出奇的多 达到了七八万人 看来喜欢看狼人杀直播的谁又不少 这时 画面中已经轮到另外一个 杨凡不认识的女生发言 只见这个女生正拿着几张纸条 不断翻看 嘴里说着 感谢 不要摸那里 姐姐的头石 感谢 水泥风心 哥的头石 感谢 念了好几个感谢头石的名字后 又从桌子下 拿出一束鲜花 对着镜头比了个小爱心说道 感谢 少妇杀手 哥空头过来的花束 好漂亮 我很喜欢 我结束以后会带回去的 谢谢 随后 妹子将花放回桌下后 才开始她的发言 杨凡硬生生的看完了这局 线下狼人杀游戏 才在裁判复盘的时候 从对方那里知道了 要怎么做 才能给场上的选手们投石 她好笑的想了想后 打算给小闪店来一波 看了一下 里面的商品不少 并且价格都不算高 本想多投一些的她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铺张浪费 所以 食物选的不多 但各种各样的花 却没有少选 当第二场游戏快开始时 刚刚坐下的小闪店 有些茫然的看着工作人员 不断抱住各种花束 往她这里跑 顿时开玩笑般的说道 全往我这边搬做什么 不会全是空头给我的吧 其中一个刚刚放下花束的工作人员 对着她笑了笑 嗯 都是你的 唉 这下小闪店是真的猛逼了 以前她也不是没有收过花和吃的 但收的多点 也就两三数而已 今天这是怎么了 自己位置附近都快堆满了 已经开始放到别人的空位上去了 不只是她有点猛 连带着跟她一起的选手们又开始纷纷打趣起来 只听她旁边的那个女生笑着说道 哇 闪电 哪个大哥这么宠你 这是准备用花把你给埋了吗 还在搬 真好横啊 闪电自己也有些摸不着头脑 直到一个工作人员给她送来了一大堆需要感谢的小纸片 她挨个看了好一会才有些哭笑不得 因为这上面空头花束的名字全是一个人 心想 原来是逍遥哥来看我打比赛了 这就不奇怪了 她趁还没有开始比赛 赶紧问裁判 这么多树花 我总不能一直感谢吧 谁知裁判笑着说道 那是你的事 你不想感谢的话也可以不谢 随即比赛开始 小闪电想都没想就选择了上井 等前几个人发完言后总算轮到她了 只见她戴上耳脉满脸笑容的说道 我上井就是为了来感谢空头的 首先感谢我们家逍遥哥来看小闪电比赛 然后 说到这里 她拿着小纸片一张一张的翻看 嘴里巴巴巴的说着 感谢逍遥哥的头石 感谢逍遥哥空头的花束 感谢逍遥哥空头的花束 随后 她就在其他选手的笑声中 一直在重复着感谢空头花束的话 持续到裁判提醒 发言时间还剩30秒 感谢逍遥 嗯 逍遥哥你别再送这么多了 我拿不回去啊 听说外面还有 这不得找货车来拉吗 你行行好吧 你的心意我收到了 感谢感谢感谢 本来还在念着感谢语的小闪电 听见发言时间快到了 赶紧停下来 把结尾的话给说了 直播间中的水友们 看见这妹子附近 全是各种花束 也在不断讨论着 而杨凡并没有去看他们刷屏般的聊天 发言的人太多了 根本看不过来 于是在听完小闪电发言后 她就笑着离开了直播间 退出斗音 正准备玩游戏时 只听旁边的张若曦 小声说道 凡哥 听说逍遥号豪华游轮要首次起航了 跟你的网名很配哟 你有兴趣吗 嗯 杨凡文言一脸疑惑地看向妹子问道 什么逍遥号游轮 她连听都没听说过 不知道张若曦为什么会突然问她这么一句 妹子组织了一下语言说道 就是很多艘豪华游轮啊 坐着他们可以旅游附近的几个国家 每到一个国家 他们都会停留一定时间供游客游玩 虽然大部分时候是在海上 但船上几乎什么玩的都有 游客不会无聊 由于这条航线是第一次起航 所以很多有钱人都想去试试呢 这玩意杨凡确实没有关注过 但听上去还不错 有机会倒是可以去旅游一下 她长这么大 还没有好好玩过呢 别说是豪华游轮 出国什么的了 她甚至连飞机都没有坐过 现在老天爷可怜她 让她获得了系统成为天选之子 那将来的日子就正是她享受人生的时候 至于创业什么的 她没有兴趣 那些玩意交给她的女人们去做就行了 反正她不怕亏 说不定将来还可以培养出几个女强人来 她一个野鸡大学毕业的穷屌丝 啥玩意都不会 创什么业 去掺和这种东西干啥 利用系统 明明可以潇潇洒洒地过完这一生 傻了才去假装忙碌 自讨苦吃 创业不就是为了钱和社会地位吗 钱自己以后肯定不缺 可以一边享受美女一边赚钱 这不香 而且走的还是恐怖的现金流路子 这可是大佬中的大佬 至于社会地位 砸钱扶持自己的女人们就行了 自己只负责砸钱 辛苦的事情他们去干 等他们在各个领域有所成就了 那不就算是有社会地位了 她需要做的就是享受生活 苦逼了小半辈子 那就要快了大半辈子补回来 所以她对张若熙提出的豪华邮轮旅游 还是有点兴趣的 于是问道 听起来还有点意思 怎么 你对这个感兴趣 第157章 两大美女 喜提新车 张若熙文言后 被杨凡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怯生生地说道 我关注这个 是因为民园群里在传这个消息 他们并不是真想旅游 而是因为这种游轮上的有钱应该不少 他们在犹豫要不要花钱上游轮 但价格不便宜 他们想去的同时 又怕到时候血本无归 杨凡一听就明白了过来 这些伟名员是想上游轮去掉凯子 或者当陪游什么的 但又怕亏本 心里觉得有些好笑 这些妹子还弄得像在搞投资一样 怕投了本钱 到时候却没有捞到好处 这样畏守畏伟的做事方式 虽说比较稳 但也难有大作为 他笑着说道 如果你们花钱就能上去的话 那这游轮也未必有你们想象中的那么好 真正的有钱人很少会去 上面大多是些有点小钱的那种 确实是啊 连张若曦这种级别的名媛 都在考虑 要不要花钱上去掉凯子的地方 能有什么真正有钱的人上去 所谓的豪华游轮 不过是商人打造出来的穴头罢了 基本只能吸引到小有资产的那类人 毕竟穷人肯定也是完全无视这种项目的 张若曦一听也觉得有些道理 毕竟杨凡这个真正的有钱人 肯定更了解有钱人的心理嘛 他说的话 肯定比自己那些群友们说得更可信 很多这妹子 本来在与杨凡没有什么进展的时候 也考虑过 要不要狠狠心花钱上游轮的 但现在似乎不用去想这些了 跟着杨凡就挺好的 虽然有时候辛苦一点 但对方身边的美女很多 自己需要陪她的时间肯定不会多 一个月能有几次都了不起了 这样就有十万块钱拿 还要什么自行车 这笔账张若曦还是算得明白的 所以即使辛苦一些 她也不会叫苦 而且还会尽全力去将对方给服务好 对方对自己越满意 自己才能干得越长久 现在的首要任务 是先度过试用期 成功转为正式的 只见她娇滴滴地投入杨凡怀里 很是赞同地说道 凡哥你好厉害啊 一眼就看破了本质 不像他们现在还陷入误区 而不自知 你们哪是陷入误区啊 你们那是钻进前眼里去了 听见商家打出来的噱头后 满脑子想的都是要不要上船捞钱 不过她没有说出来 而是问道 你之前也有想过上船去碰碰运气吧 这个都不用想 要是张若曦没有想去的打算 她去关注这个干啥 张若曦也想到了这点 所以毫不隐瞒 老老实实地说道 是心动过 但是现在不心动了 因为我已经有了一份很好的工作 不用再去做那些事了 杨凡似笑非笑地看了她一眼说道 那就好好表现 表现好了有福利 妹子文言笑着在她怀里点了点头 嗯嗯 我会的 她现在在思索 如果自己去这游轮上旅游的话 要不要带自己的女人去 带的话又带谁呢 而且游轮上应该会有张若曦 他们这种想法的女人 或许还不会少 也不知道其他省市的伪民员们 有没有比较极品的妹子 如果遇上了 说不得自己也主动当一次凯子 算了 暂时不去想这些 这游轮旅游现在还处在宣传期 短时间肯定还起不了行 确定准备去的话 让张若曦帮自己订票就行 反正又不止一艘船 不需要抢票 随后她搂着张若曦 开始用手机看起了电影 但两部电影看完后 妹子已经在她的怀里睡着了 她没有去把对方弄醒 而是手机一放 搂住妹子就开始睡觉 第二天 当杨凡醒来后感觉手有点麻 迷茫地睁开眼睛 看了看压在自己手上的张若曦 此时对方是醒着的 呆呆的样子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杨凡抽了抽已经发麻的手臂 没好气地说道 起来 妹子赶紧撑起身子 还关心地去帮她捏手臂 一边捏着 一边怯生生地说道 对不起 我 我是怕把你给吵醒了 所以就 那模样 就像是个做错事的小女孩一样 杨凡心里叹了口气 暗想 虽说这妹子肯定是在演 但她如果能在自己面前 一直这样演的话 倒也算是个人才了 难怪她在自己怀里睁着眼睛 明明早就醒了 却没有起床 原来是在为现在做铺垫 看她那怕被责怪的小模样 杨凡摇了摇头说道 没事 一会就好了 说完后 她撑起身子靠在床上 开始活动自己的手臂 张若曦则带着微笑 看向杨凡说道 凡哥 我去给你叫早餐吧 你想吃什么 杨凡拿起出手机看了一眼 随即说道 不用 我有约了 张若曦文言一愣 随即笑着点了点头 好的 那我时刻等着凡哥的电话 她嘴里这样说 心里却想着 我就知道她女人很多 不可能跟自己待得太久的 果然 杨凡起来穿戴整齐后 去洗漱出来 发现张若曦还没有离开 于是说道 现在是你的自由时间了 对了 记得洗漱 好的 我知道了 凡哥慢走 她点了点头离开酒店 她之所以要离开 是因为收到了林婉成 和李星然两位美女的信息 说他们在车展买的车已经到了 杨凡迫不及待地 想去感受一下 自从她大学毕业那年 拿到驾照后 还一直没有碰过车 本来还想着下本书 如果再铺街的话 就去包辆出租车来跑 也算是可以一边虎口 一边过过开车的影了 她完全没有想到 计划还没有来得及实施 就好运地被系统爸爸给选中 所以 这辈子是不可能去跑出租车了 感谢各位大大送来的各种礼物 和用爱发电 万分感谢 作者朋友的那本 主角长辈在我胯下 已经确定出不来了 所以大大们知道 作者为啥要辛辛苦苦地写两本了吧 因为欠着钱 现在每天下班后 都是马自到半夜 PS 任何说要带你赚钱的人 你都要先思考 他是不是想搞你的钱 天上不会掉馅饼 只会掉陷阱 第158章 杨凡开上兵力了 当杨凡站在酒店外的马路边时 没过多久 就开来了一辆全新的兵力天月停在路边 车窗打开 翘寡妇李欣然 那张熟悉面孔显露出来 只听他温柔地对车窗外的男人说道 亲爱的 上车吧 杨凡打量了一下这辆车 暗自点了点头 虽然外形说不上多经验 但是气质还是不错的 他对着李欣然笑着说道 你坐副驾驶去 我来试试 唉 好的 李欣然闻言 虽然有些意外 但还是乖乖地下车 然后准备绕到副驾驶去 却被杨凡给截胡 只见他一把搂住着烈焰红唇大波浪的翘寡妇 对着他的小嘴就印了上去 李欣然温柔地配合着他 任由他贪婪的品尝 两人就在这马路边撒起了狗粮 根本不在意路人的眼神 两酒醇分后 妹子紧紧抱住他轻声 在他耳边问道亲爱的 今天我大伯过生日 约我们一家吃饭 我下午可能陪不了你了 我妈还想让我把你带去 我说你很忙 去不了 杨凡听后暗自点了点头 这妹子很懂自己的心思 他大伯过生日 自己确实没有兴趣 拒绝了挺好 于是他清秀着妹子的发香 笑着说道 还是我们家欣然最懂我 那你多买一份礼物带去 就说是我送的 我就不去了 李欣然听见杨凡夸他 甜甜地笑着 你放心 礼物我已经准备好了 他点了点头 将妹子放开 走吧 先吃饭去 好的 随后他直接上了驾驶位 李欣然坐上了副驾驶 而这一切 正好被刚刚走出酒店 没有多久的张若曦给看见 这台兵力天悦 还悄悄拍了张照 随即拿起手机搜索起来 当看见这辆车的价格后 他脸上顿时露出了笑容 心里有些羡慕地想着 天哪 凡哥对他的女人也太好了吧 这辆车可得三百多万呢 也不知道 自己以后能不能也有这种待遇 此时他下定了以后 一定要更加努力伺候好杨凡的决心 即使做不成他的女人 也要让他在自己这里流连忘返 杨凡将车缓缓开走 一开始不敢开快 甚至还有些紧张 但驾驶知识却没有完全忘记 随着时间流逝 也慢慢有些熟练起来 副驾驶的李欣然 见他开得这么慢 再加上开得很专注 也多少猜测到了一些原因 只见俏寡妇温柔地说道 亲爱的 我也很久没有开车了 之前开的时候 还有点紧张 但平时多开开 过不了多久就熟练了的 杨凡知道被妹子看出来了 也不隐瞒 笑着说道 嗯 我很少开车 以前嫌开车挺危险的 所以一直兴趣不大 属于荷包驾照 多开几天应该就好了的 你坐我的车怕不怕 李欣然脸上露出微笑 我才不怕 有你在我身边 我就有了无穷的勇气 我什么都不怕 杨凡听见妹子这样说 即使是这种平常的聊天 也丝毫不亚于最动人的情话 一不注意 心弦又被这俏寡妇给拨弄了一下 汽车缓缓行驶在道路上 很快就到了杨凡这段时间 去的不少的一家中餐厅 将车停好后 妹子亲密地挽着她的手进入 吃饭期间 两人都只是聊着普通的家长 杨凡在犹豫今天还去不去健身房 但后来她发现 她现在的兴趣在练习开车上 所以决定休息一天 反正经过系统奖励的大冤种 排扇保补了一下身体后 她已经没有以前那种 想要锻炼身体的急切 赶了两人散了一会不后 杨凡开着车带上妹子到处兜风 熟练度正在一点一点增长着 三个小时后 早已开车开累了的杨凡 这时正带着李欣然在一座湖边 相互依偎着坐在草地上聊天 享受着这宁静的时刻 正说话时 妹子的电话突然响起 她有些抱歉地对杨凡说道 亲爱的 是我妈打来的 我先接个电话 随即就听见 她对着电话与李母交谈起来 两分钟后 她挂掉电话脸上 露出些许不舍的表情 亲爱的 我要走了呢 我父母想提前过去打麻将 我得去带小糖果 杨凡笑着摸了摸妹子的秀法 对着她的翘脸映了一下 颇为宠爱地说道 没事 我们过几天再聚 妹子点了点 然后将车钥匙递给她 贴心地说道 你先拿车去练习几天吧 我暂时也用不上 杨凡见李欣然这么说 也没有去客气 她本来就有这个打算 只是妹子先说了出来而已 于是接过钥匙说道 那我就拿去玩几天 我开车送你回去吧 好的 那就麻烦亲爱的了 李欣然说完 抱着她献上了自己的香吻 一分钟后 才带着甜甜的笑容 挽着她的手 没有说话 两人按原路返回 杨凡上车后开起导航 倒不是她不知道路 只是不熟悉怎么走步违规 半小时后 她看着下车踩着高跟鞋 正往小区里面走的美女背影 心里想着 自己现在去哪里溜达呢 看了看时间已经快五点了 突然想到 这应该到了放学时间 或许可以约JK美少女顾瑞杰 或者小眼猫徐山出来 算起来也好几天 没有见这两个妹子了 但拿起手机后 她又有些犯难了 再纠结于哪一个 最后还是顾瑞杰占据了上风 谁叫人家到现在为止 是亲密度最高的一个呢 不仅如此 也是她杨凡这辈子 那啥过的第一个美女 所以 那小丫头在她心里的地位 虽然不能与之前满纯洁的 那两个妹子比 却并不代表她的地位就低 于是杨凡直接给这丫头 发了条信息过去 下课没有 结果刚刚发过去没有多久 就收到了小丫头的回复 快了快了 快下课了 哥哥今天有时间陪人家了吗 人家好想哥哥 第159章 财经大学玉美记 杨凡看见小丫头回复的信息 脸上出现一丝笑容 随即打字道 我现在去你们学校门口接你 真大 哥哥真好 其实不用麻烦哥哥的 你给我个位置 我可以打车去找你 不麻烦 我差不多20多分钟就能到 好大 最爱哥哥了 么么的 杨凡将手机放在旁边 一脚油门踩下去 汽车重新行驶在马路上 20分钟后 杨凡已经将车开到了 财经大学的大门外 这个时间段 这里竟然已经停了几辆车 并且看起来 还是比较贵的那种 这令他顿时想起了一个传闻 他虽然之前是穷婊丝 但也听说过大学门口车上 放水和饮料的故事 其中代表的意义 他也多少清楚一点 想到这里 他停好车后就走了下去 好奇地往其他车的车头 和车顶上看了看 然而令他意外的是 竟然一瓶水都没有发现 心想 难道是 还没有来得及放上去 正在他疑惑时 只听一道男人的声音 传到他耳中 兄弟 你这车不错啊 兵力天跃吧 弄下来花了多少 杨凡转头一看 是一个三十多岁模样 穿得很休闲时尚的男人 头发打理得不错 还做了个造型 此时正从不远处朝他走过来 很明显 开口说话的 就是这个男人 杨凡也没有端着 随意地回答了一句 三百多点 男人这时已经走到他面前 对他笑着说道 嘖嘖嘖 厉害了 三百多万 你这车往这里一放 我们几个恐怕 今天是不会有太大收获了 杨凡文言愣了一下后 也反应过来 对方应该是把他当作同行了 这个男人肯定是这里 其中一辆车的主人 听他的口气 也确实是来这里烈焰的 但没看见水呀 难道是他们又换花样了 还真有可能 毕竟杨凡听说 车上放水的故事 都是好几年前了 但他也不好去 直接询问人家 现在改成什么操作了 而是换了的方式 只听他笑着说道 那可说不定 我来这里 跟你们的目的不太一样 嗯 男人文言疑惑地看了杨凡一眼 好奇地问道 兄弟 你不是过来等猎物的 说完他还围着杨凡的车 走了半圈 再仔细看了看前挡风玻璃后 露出了笑容 嘿 还真不是来打猎的 连二维码都没放 兄弟 你是已经有目标了吧 杨凡一听对方这话 就知道 他们为什么没有放水了 合着是在车里放二维码呀 果然 时代在进步 虽然放二维码 没有放水这么方便 但胜在安全 不得不说 这年头 竟然连这种事情 都开始与时俱进起来 杨凡笑着点了点头 算是有目标了吧 来接我女人 男人一听 就开始发表意见 兄弟你条件挺不错的 急着找什么女人啊 不要为了一棵树 放弃整片森林吗 你看老哥我 妹子经常换 还都是大学生 这多潇洒 杨凡在心里笑了笑 想着 你怎么知道 我不是经常换女人 别说大学生了 空姐 主播 俏寡妇 伟名媛 应有尽有啊 但他没有说出来 而是说道 每个人喜好不同吗 男人点了点头有道理 还好你们喜好跟我们不同 如果像你们这样的也来 算了 不说这个 兄弟你一看就是正经人 老哥我就不无你耳朵了 在两人的闲聊中 已经陆续有学生在往外走 杨凡注意到 不少有点姿色的妹子 在路过这里的时候 都会有意无意地 打量一下这些车 这时 旁边的男人说道 兄弟 学生们下课了 看来没有时间多聊了 老哥我是做建材生意的 这是我的名片 如果将来有什么 需要用到老哥的地方 还望多多照顾一下 杨凡见他很客气 也就将名片给接了过来 看了一眼后 放进荷包里 并且客气了几句 好说 有需要一定联系 男人没有继续在说什么 而是将注意力 放在了路过的学生身上 这时 又从附近出现了几个男人 基本上都是三四十岁的样子 很明显 是其他几辆车的车主 但他们都不接近车群 就在不远处看着 或许是在等妹子 扫车上的二维码 杨凡注意到 已经陆续有妹子 在往路边停着的车方向走 这才没有多久 就过来了好几个 甚至开始出现扫码的情况 这些妹子扫好后也不停留 继续走着 或许是想换的地方再进行交流 毕竟现在是下课时间 过往的学生太多了 这时 杨凡只听旁边男生惊讶地说了声 卧槽 极品 他好奇地顺着男人目光的方向看去 只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那是位长相和身材 足以在学生堆里 鹤立鸡群的大美女 此时这名大美女 正在跟一个女学生 有说有笑地往外走 咦 当看见这个身影后 杨凡明显一愣 心里显得很是疑惑 因为这美女 并不是她要等的顾瑞杰 而是小野猫徐山 这妹子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难道她也是财经大学的学生 这可真是太巧了 她此时想到 一直以来都只知道 这只小野猫在读大学 自己还一直没有问过 她是读哪所学校呢 没想到 竟然跟顾瑞杰是校友 这时她的脸色有些古怪起来 暗想着 徐山和顾瑞杰这两个女孩 都长得这么美 在这个学校的名气 应该很大吧 大概率还是笑话什么的 她们很有可能彼此知道对方 这下可就有意思了 她看着离得越来越近 却没有发现她的小野猫 脸上顿时露出了笑容 开口喊了一声 徐山 郑宇同学说着话的徐山 听见这熟悉的声音后 整个人都抖了一下 脑袋如同被一道闪电劈中 直接给劈傻眼了 心里很乱 不断想着 她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刚刚小瑞瑞发信息说 要去陪她 所以自己约了另外的同学去吃饭 但这该死的小瑞瑞 怎么不说她会来学校接你啊 该死 真该死 感谢 喜欢山马皇的江川 大大送来的 大神认证 老板糊涂 感谢 喜欢飞刀鱼的严九安 大大送来的 十张催更服 感谢 喜欢牛舌头的严凯 大大送来的 爆更洒花 本书免费 全靠各位大大的 用爱发电和小礼物支持 大大们点一下用爱发电 作者能分一毛 请大大们动动发财的小手 感谢 第160章 小野猫首次感觉到害怕 徐山本来想着找机会 去杨凡那里自首 将事情给说清楚的 然而机会还没有找到 他想着 要不自己跑吧 但随后又觉得 杨凡既然都看见自己了 还喊了自己 就算现在跑掉 到时候 他在顾瑞杰那里疑问 还不是就露线了 但要去面对这种事情 又很难堪 始终主动勾引 闺蜜男人的那个是自己 马上就要 被这个男人和闺蜜 一起发现这种事 光是想想都尴尬 但事情已经发展成 现在这样了 自己还能怎么办 真跑了的话 不但没有任何作用 甚至还会让知道 真相后的杨凡 更不高兴 想明白这些后 徐山感觉自己 只有去面对 这是唯一可选的路 等把事情给说清楚 了不起自己做小骂 再让闺蜜数落一下 不还嘴 让他消消气 反正让自己放弃杨凡 是不可能的 于是徐山转头 对着身边的同学说了声 小语 我有重要的事情 今天的饭局取消 我改天再请你吃 随即看向杨凡 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走了过去 唉 徐山的同学 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傻愣愣地看着他的背影 来着烈焰的几个中年男人 也全都将目光投向了 正走过来的这个妹子 露出了很感兴趣的表情 只有杨凡旁边那个男人 脸上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 因为他是听见了 旁边这个兄弟 喊了声徐山后 这个鹤立基群的美女 才走过来的 对方大概率 就是他旁边这个兄弟 来等的人了 不得不感叹 不愧是开三百多万车的人 炮的妹子是真够极品的 那张清纯的娃娃脸 配上性感的穿着和打扮 就很有反差美 还有那双笔直白皙的大长腿 如果被一招剪刀脚的话 那不得爽歪歪 这时 徐山已经走到杨凡的面前 只见这妹子 微微低着脑袋也不说话 做出一副不敢去看 她的小模样 很像是一个 做错了事情的小女孩 这让她有些 摸不着头脑起来 对方这表现 完全不像是平时的小野猫 于是杨凡看着面前 这个妹子 会有些疑惑地问道 咱们家小野猫 这是怎么了 愁眉苦脸的样子 是见到我不高兴 徐山这才抬头看向她 满脸纠结地说道 老公 对不起 我做错了事情 有些事情隐瞒了你 你 会原谅我吗 杨凡文言一愣 这还是这只小野猫 第一次叫自己老公 平时都是称呼死鬼的 看她这副模样 再联想到她 也读这所学校 还有两人初识的场景 回忆开始慢慢 在杨凡的脑海中浮现 再回忆到这只小野猫 在KTV突然长不少亲密度 面对自己的接近非常配合 甚至当天 就被自己大发福利地主动 当时还一度让自己很是疑惑 以为 现在看来是自己猜错了 将这些画面 与现在的场景结合起来后 杨凡觉得自己 好像知道这妹子为什么道歉 还做出这么一副模样了 于是她看着徐山的眼睛问道 你是不是认识顾瑞杰 小野猫没有否认 直接点了点头 我跟小瑞瑞是闺蜜 我们住在一起 卧槽 杨凡本来以为 两人只是朋友什么的 没想到这么亲 原来顾瑞杰以前说过的 那个合租室友 竟然就是徐山 她想到这里 突然有种想笑的感觉 站在她的角度 她当然不会介意这种事情 虽说徐山隐瞒了自己 但自己并没有什么损失 相反 每次与这只小野猫疯狂时 都挺快活的 特别是看着她这张 很清纯的娃娃脸 做着非常放荡且疯狂的事情时 那种反差感 那种愉悦感 就比较特殊 所以 杨凡并没有因为这个而生气 徐山最应该道歉的人 不是自己 而是蒙在鼓里的傻丫头顾瑞杰 但她可不会告诉徐山 自己没有生气 反而还假装生气 用有些冷的语气说道 所以 你从一开始就知道 我跟她傻丫头的关系 然后故意接近我 还隐瞒真相到现在 要不是我碰巧来接她时 看见你了 是不是会被你一直蒙在鼓里 徐山听见杨凡用这种语气 跟她说话 顿时吓了一跳 知道对方肯定生气了 于是她赶紧解释 不是 不是的 我想找机会给你坦白的 但 但 杨凡故意冷笑了一声 打断她 坦白 KTV那天之后 咱们在一起的次数 也不算少吧 真的是没有机会坦白 徐山听后 有些急了 我 我 老公我错了 你就原谅我吧 我真的想跟你坦白的 好多次都想坦白 但我怕 我怕你会因为顾瑞杰就不要我了 杨凡听后 在心里翻了翻白眼 暗想 这小野猫 平时看上去大大咧咧的 也不像是个缺心眼啊 跟自己认识的时间虽然不长 但也疯狂了好几次 竟然没有看出 自己是个LSP的本质 怕自己不要她 这感觉有点像是在嘲笑自己傻呀 杨凡见徐山这只小野猫 难得露出这种可怜巴巴的表情 心里乐开了花 但表面却严肃异常 正准备说什么时 突然听见一声悦耳的声音 自远处响起 哥哥 徐山听见这个声音后 顿时一震 暗道 来了 简直是作孽呀 这边还没有解释清楚 还在生着气呢 那边又来了 就不能让自己缓缓 一个一个的解释吗 杨凡转头一看 只见校门方向 正有个青春靓丽的美少女 在对着他这边挥手 并快速走来 丝毫不顾及周围学生们的目光 几个中年男人 此时心里大呼 好家伙呀 又是找他的 杨凡旁边的男人也是 直接傻眼了 他因为离得近 将杨凡和徐山 这个美女的对话给听了去 虽然没有完全理解 但还是听懂了 美女叫杨凡老公 又说怕他老公 因为其他女人 不要他这件事 就像拍电视剧一样 这时又看见一个 丝毫不输这个妹子的小美女 往这边过来 男人不由得在心里感叹 这兄弟特么的偶像啊 这么极品的美女 他同时祸害两个 先声明 这不是水文 正文的字数是没有减少的 一 白丝笑花 无沙沙 极乐净土 二 空降主播 陆小璐 第一个空降 三 JK美少女 顾瑞杰 赔完一 四 火车窑 阿黎 未见 五 商场营业员 风玉婷 公交站偶遇 六 恋爱脑 陈思怡 陪完二 七 南航空姐 恭敬 机场偶遇 八 双胞胎 带保姐妹 未见 九 小野猫 徐山 顾瑞杰闺蜜 十 街舞女孩 李威 第一个满唇 十一 翘寡妇 李欣然 十二 乌拉国主播 妮娜 未见 十三 狼人杀主播 小闪电 未见 十四 伟明媛 张若曦 健身房蹲点 十五 极品金丝雀 林婉辰 十六 美女车魔 杨宇斌 车展 第161章 三个人的修罗场 顾瑞杰正笑着往杨帆这边走时 越走越疑惑 因为他看见自家哥哥面前 有一个十分熟悉的侧影 那穿着打扮非常熟悉 只是稍微一想 顾瑞杰就想了起来 这不是自己的闺蜜 徐山吗 他怎么会跟自家哥哥在一起 他们认识 不应该啊 自己将哥哥藏得好好的 都没有介绍过 这丫头思索了一下 突然想到了一种可能 那就是 自己的闺蜜 肯定是发现 哥哥开来的车很贵 所以去找哥哥搭讪 本来满脸笑容的 现在却是皱起了眉头 眼睛一眯 心里顿时升起警惕之心 气质开始发生了些许变化 再也不是刚刚那副傻白甜的形象 如果是其他妖艳货他 倒不是很担心 但自己这个闺蜜 可是学校里少有 能与自己媲美的美女 如果是他 去勾引杨凡的话 不行 本来还在走着路的顾瑞杰 瞬间迈起大长腿 开始朝着杨凡和徐山的位置 小跑而去 倒不是他 对于自己 这个闺蜜不信任 如果其他的事情倒还好 对方大概率能信任 但杨凡不一样 他可是活真价实的神豪 以他的想法 就是 很难有女人 在结识了这种神豪后 会没有点想法 即使动歪脑筋 也太正常不过了 就因为这个 他现在信不下徐山 面对神豪的吸引力 别说是闺蜜了 他谁也信不过 顾瑞杰很快跑到杨凡面前 丝毫不顾其他人的眼光 直接张开双手 给了对方一个大大的拥抱 嘴里甜甜的喊道 哥哥 人家好想你 杨凡也伸手 抱住顾瑞杰笑着说道 傻丫头 还是这么乖巧 这时 顾瑞杰在他怀里傻笑着说了声 然后假装才发现徐山 一脸惊讶地问道 杉杉 你怎么会在这里 杨凡和徐山两人心里 都不相信 这个小丫头 是刚刚才发现徐山的 但没有说破 我 我 徐山此时有些心虚 不知道怎么回答顾瑞杰 毕竟自己偷了他男人 所以有了半天 没有我出个屁来 随即满脸求助之色地 看向杨凡 杨凡只好帮他解围 搂着顾瑞杰说道 先上车 换个地方说 然后就将顾瑞杰 带到副驾驶上去坐着 他转头 看了一眼满脸纠结的徐山 面无表情地说道 还愣着干嘛 上车 嗯 好 坐在副驾驶的顾瑞杰见 杨凡竟然叫徐山上车 还要换个地方说 顿时就感觉到了 事情有些不同寻常 脑袋思索着可能性的同时 眼睛再次眯了起来 可以看得出 他现在的心情并不太美丽 待徐山坐进后座 杨凡启动车子开走 早就注意到 他们的几个学生 开始一轮纷纷起来 怎么回事 那不是大一的两大校花 顾瑞杰和徐山吗 他们怎么上了一个男人的车 不会吧 难不成我的女神 也在做这种生意 不要啊 切 只要价格够高 上男人的车 很正常吧 他们说不定正准备去黑黑黑呢 不太像 刚刚顾瑞杰叫 那个男人哥哥 还一见面就拥抱 明显是认识的 叫哥哥有什么稀奇 只要给钱 还有叫干爹的呢 杨凡开着车 离开了财经大学 顾瑞杰沉默了好议会之后 顿时露出一丝浅笑 满脸好奇地转头 看向后座的徐山问道 杉杉 你跟我家哥哥认识 我怎么从来都没有听你说过呢 了解顾瑞杰的徐山知道 别看他脸上再笑 但大概率是假笑 这是发现 不对劲了来跟自己兴师问罪呢 他心里苦笑不已 要不是感觉到心虚 或者换一个女生的话 他就直接大大方方地承认了 但对方是他最好的闺蜜 他一时间真不知道该怎么说 瑞瑞我 见徐山说着说着又停了 顾瑞杰却没有打算放过他 而是带着笑脸温柔地问道 嗨 你结结巴巴地干嘛 这可一点也不像你呢 说到这里他顿了一下 随即像是突然想了什么似的 顿时一脸惊讶的惊呼出声 你该不会是对我家哥哥有意思吧 这可不行哦 哥哥他可是我的 呃 呸呸呸 你看我说什么胡话呢 肯定不可能 你可是有男朋友的人 正在开车的杨帆 闻言一愣 徐山有男朋友 这个对方可是从来没有提过 他完全不知道 看来这只小野猫隐瞒的事情不少吗 正好趁今天给他全揭开了 杨帆心里一边开车一边想着 渐渐地开始吃起瓜来 徐山闻言后满脸怨念地 看向自己这个闺蜜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对方是故意这样说的 就是故意将自己 有男朋友的事情给抖出来 想看看杨帆知不知道 徐山心里想着 看来杨帆在自己顾瑞杰心里的分量 要比自己重不少啊 不过这也很正常 自己又何尝不是呢 不然也不会背着闺蜜 偷他男人了 但他是真的不想失去顾瑞杰这个闺蜜 所以一直不知道 该怎么将事情的始末告诉对方 但现在事已至此 闺蜜都开始在杨帆面前将自己的军了 自己要是再继续沉默 肯定会让杨帆误会 到时候 事情就更麻烦了 于是 他深吸了口气后 看向顾瑞杰缓缓说道 小瑞瑞 你也不用试探了 我告诉你就是 这个事情 今天本来就是要说开的 没错 我是有男朋友 但我的男朋友 就是杨帆 至于前男友 我早就分手了 顾瑞杰的笑脸 慢慢僵在了脸上 虽然他心里多少 已经猜测到了答案 有了些心理准备 但真正从徐山口中说出来后 他还是有些接受不了 但他反应很快 脸上重新挂上笑容 还比刚刚笑得更甜美了几分 我很奇怪 你是怎么认识我家哥哥的 他都不用问徐山勾打杨帆之前 知不知道 自己与杨帆的关系了 就凭徐山换男人了 也从来没有在自己面前提过 自己一直都还以为 徐山为什么要故意隐瞒自己 肯定是因为 他知道他勾搭的是自己的男人 感谢喜欢棍子鱼的小舟 大大送来的 十章催更福 感谢各位大大送来的各种礼物 和用爱发电 万分感谢 开学了 这本书受到了很大影响 从昨天开始 本就不多的流量彻底跳崖了 原来读者大大们 大部分是学生 这就很惨 第162章 三个人的修罗场 序 徐山文言犹豫了一下 知道今天肯定是没有办法避开这些问题了 索性直接说了出来 实际上是巧遇 有一次 我跟圆圆姐去他街的 KTV活动中当模特 安排我们的那个策划 正好是你家哥哥的朋友 竟然巧合地 将我们给安排到了一间包房里 那天可是你家哥哥 先来找我搭讪的哟 顾瑞杰听后皱了下眉头 随即转头 看向杨凡甜甜地问到哥哥 是这样的吗 嗨 杨凡没有想到 这么快战火就引到了自己身上 文言后略微尴尬地咳了两声 然后很光棍地说道 嗯 确实是这样认识的 站在徐山的角度 他说的也没错 的确是杨凡先主动搭讪他的 但那是因为杨凡发现 他莫名其妙地 长了很多亲密度才去的 不过亲密度这玩意 只有他自己知道 就没有必要说出来了 索性直接认了 反正他本来就是 要明着当海王的人 谁要是不满意他这个做法 直接走人就行了 顾瑞杰听后 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甚至说难受 由于他的亲密度 是众妹子中最高的 所以他对杨凡的依赖 也是最深的那一个 如果可能的话 他当然是想独占杨凡的爱 但现在看来 机会很渺茫 但难受归难受 他可不会去放弃杨凡 且不说对方神豪的身份 就说明明是自己 先跟他在一起的 凭什么是自己放弃 要放弃 也应该是徐山这个 插足别人感情的 第三者放弃才对 俗话说的好 防火防盗防闺蜜 闺蜜什么的 有点厉害啊 自己都没有介绍 两人认识过 却莫名其妙地遭遇被刺 但他还是对徐山 抱有一点希望 只见他冷静地问道 你们认识的那天 你知道他跟我的关系吗 徐山文言沉默了 他知道顾瑞杰的意思 也想过 要不要用谎言去骗他 但最终说出来的话却是 知道 我看到了你朋友圈中 他的侧脸照 所以把他给认出来了 如果不知道的话 他能搭讪成功 正开车的杨凡 感觉自己又中了一枪 暗想 这小野猫 还真实诚啊 他这意思 不就是在说 要不是知道自己神豪的身份 面对自己的搭讪 他根本就不会理会 这就有点嘲讽人了 合着要不是因为有钱 我他妈根本入不了 你发眼呗 顾瑞杰也感觉自己中了一枪 他确实是没有想到 帮着两人牵红线的 居然是自己发的一条朋友圈 早知道自己发那玩意干啥 简直是守欠嘛 但徐山的意思 也确实伤害到了他 这两闺蜜的感情 正处于即将破碎的边缘 只见他沉默了一下后 微笑着看向徐山 珊珊 你可真是我的好闺蜜啊 明知道是我的男人你还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有些事当着杨凡的面说不太好 于是对杨凡说道 老公 可不可以靠边停一下 我跟瑞瑞或许有些问题需要解决 杨凡听后心里好笑 但嘴上却斩钉截铁地说道 不可以 有问题就当着我的面解决 他不会让这两妹子 自己去处理这个事情 谁知道他们会闹出什么幺蛾子来 至少他在场的话 还可以震得住场子 不至于将问题扩大 也不会让矛盾激化 徐山文言满脸怨念地看着杨凡的背影 一时间有些无语顾瑞杰却淡淡地说道 哥哥不是外人 我不觉得有什么事情是需要避开他来处理的 你想说什么就在这里说吧 徐山心里叹了口气 这顾瑞杰真是气死人不偿命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不忘在你家哥哥面前踩我一脚 既然如此 他也就不继续顾虑其他的了 先把眼前的事情解决了再说 只见他认真地看向顾瑞杰说道 瑞瑞 这件事情确实是我做得不对 是我对不起你 但我不后悔 你知不知道你之前跟我谈论他的事情时 我有多羡慕你 知不知道 我看见每天朝夕相处的你 突然变成一个深受宠爱的公主时 我有多羡慕你 知不知道 每当看见你满屋子的名牌包包和各种奢侈品 以及你收转账时 我心里有多想要 明明我各方面都不比你差 可我却要继续坚持赚钱 待遇天差地别 我也想要过更好的生活 既然被我遇见了这么好的机遇 我怎么能不抓住 我没有想跟你争什么的意思 甚至面对老公的其他女人 我会坚定地站在你这一边 我希望你能明白 老公不会因为我而对你的爱减少一分 面对徐山的抱怨 顾瑞杰本来没有听进去的 直到后面听见对方说 面对老公的其他女人 他喃喃地问道 哥哥的 其他女人 徐山见他的反应后 语气转为温柔地说道 瑞瑞 你不会以为老公他只有我们两个女人吧 这一下 顾瑞杰难受起来了 感觉自己有点委屈 为什么徐山都知道的事情 而他不知道 脸上的笑容彻底消失 咳咳咳 杨凡听完小野猫这一段长篇大论后 见枪口又要往他这里瞄准 忍不住又干咳了几下 没好气地说道 我说 你们两个是怎么回事 你们解决你们的问题 老把枪口对准我干啥 我是有其他女人 我本来就是不打算结婚 要当海王的人 但我对你们不够好吗 谁要是有意见说出来 我马上放你们离开 顾瑞杰亲密度2 徐山亲密度加8 杨凡既然参与进来 还说了这样的话 这使得徐山心里彻底松了口气 暗想着 听他的口气 完全没有要抛弃自己的意思 甚至隐隐有在帮自己的嫌疑 这就由不得他不感激了 杨凡既已经没有什么瓜可吃 但问题还是要解决的 所以直接参与进来表个态 强行镇压住场面 谁知还直接收获了 小野猫的亲密度 顾瑞杰文言也是愣了愣 心里闪过一丝苦涩的同时 甚至有点想赌气离开 第163章 镇得住场子的杨凡 顾瑞杰虽然心里不好受 想要赌气一走了之 但他还保留着一份冷静 这份冷静不允许他这么做 虽然他心里很乱 但却保持着必要的思考 能分析出来利与弊 沉默了好一会后的顾瑞杰 不得不承认自家哥哥说的对 他对自己已经够好了 扪心自问 如果因为这件事情 自己就轻易地放弃 这么有钱的男人 这绝对是他的巨大损失 这无异于是便宜了徐山和其他女人 吃亏的只会是他 而他明明是先与杨凡确定关系的那一个 凭什么要去便宜别人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他才不要去做这种傻子 想到这里他心里其实已经有了答案 但心里不舒服的他 还在继续沉默着 现在场上的情况 全部被杨凡收入眼底 但他一点也不担心 就像他说的 不满意可以离开 而已 他对这两个妹子的了解 可以十分笃定地说 他们一个都不可能选择离开 既然如此 那难受就难受一下吧 用其他方式 给顾瑞杰这小丫头 做出些补偿 也算是变相的宠爱了 此时车里的三人都处于沉默中 汽车也缓缓行驶到了一家 中餐厅门外的停车位 杨凡松开安全带后 没好气地说道 不想离开 就给我乖乖下车去吃饭 一个两个的 臭着张脸做什么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在欺负你们 顾瑞杰文言心里吐槽 你本来就是在欺负我吗 但却不敢说出来 只好乖乖地下车 堵着嘴巴 感觉心里好委屈 正在这时 一只手伸过来 将他给搂住 使得他身体一将 快速转头看去 发现是杨凡后 心里才松了口气 这时杨凡轻声说道 傻丫头 来亲一个 顾瑞杰文言有些意外 本以为杨凡是要来 跟他解释一下什么的 谁知道一来 就这么简单粗暴 本就心里委屈的他 直接别起了嘴巴 一转身抱住杨凡 可怜巴巴地喊了声 哥哥 杨凡轻抚摸了 几下他的后背 嘴上问道 你会离开哥哥吗 妹子在他怀里摇了摇头 带着哭腔说道 不 我不会 我最爱哥哥了 杨凡文言一笑 我就知道 我们家傻丫头最乖了 既然你不离开哥哥 那哥哥以后 一定会好好对你的 会更加宠爱你好吗 直接开启红小孩子模式 虽然有点油 但效果却很好 只见顾瑞杰轻轻摁 乐一声 杨凡知道 基本上已经搞定 至于他们两闺蜜的事情 或许需要些时间 慢慢帮他们打开心结 肯定不能急于一时 于是他轻轻后仰 看着已经有泪光 在眼睛里转的顾瑞杰 一脸怜惜地 对着他那张小嘴印了上去 小美女尽管心里不好受 依然给予了他热情的反馈 以至于他们这一印 就印了将近两分钟 才分开 随后杨凡搂着他温柔地说道 走 吃饭去 小美女点了点头 嗯 好 正搂着顾瑞杰 往餐厅方向走的杨凡 还不忘回头看向 徐山这只小野猫 没好气地说道 还愣着做什么 跟上啊 徐山翻了翻白眼 在后面跟着两人 他知道 事情没有这么容易解决 前面两人都在生自己气呢 不过把事情说开后 他心里也像是落下了一块大石头般的 松了口气 他很清楚 虽然杨凡在生他的气 但并没有要放弃他的打算 这对他来说就是好事 只需要找到机会 好好跟对方道下范 对方一定是会原谅自己的 但闺蜜顾瑞杰那边 就比较难搞了 如果想修复关系的话 只能慢慢来 今天对方正在气头上 还是让他消化一下比较好 自己再去纠缠这个事情 只会适得其反 被杨凡搂着走的顾瑞杰 听见他对徐山的语气后 一点也不同情 更不会帮这个曾经的闺蜜说话 毕竟他刚刚才发现 自己遭遇了对方的被刺 现在根本就没有原谅对方的想法 是的 他能原谅杨凡的花心 并不代表他能原谅闺蜜的被刺 杨凡这边 他是不得不去原谅 不然吃大亏的 只会是他自己 还会便宜别的女人 他不是圣母 这种舍己为人的傻事 是不可能去干的 但闺蜜的被刺 他凭什么要去原谅 于是吃饭时 他在跟杨凡表现恩爱的同时 连看都没有去看过徐山一眼 而徐山也不好去主动跟他说话 更不好当着他的面 去杨凡那里争宠 这只会激化矛盾 所以就一直默默地吃着饭 一顿饭下来 杨凡也发现了 这两个妹子之间尴尬的气氛 思索了一下后觉得 暂时还是把他们分开 让他们各自冷静一下的好 等他们冷静下来 自己再找机会去搭把手 促使他们和好 毕竟都是自己的女人 他也不希望两人的矛盾持续下去 何况这个矛盾还跟他有关系 于是他在饭后对徐山说道 你先回去吧 我过两天再收拾你 徐山亲密度加三 顾瑞杰亲密度加一 小野猫文言后 非但没有不高兴 反而还直接长了亲密度 心里想着 会收拾自己就好 只希望你过两天 扎扎实实地收拾自己一顿 然后就原谅自己 他很清楚 如果说自己用什么方式 能够更好地取得杨凡原谅 那一定是让他使劲收拾自己一顿 如果不够 那就几顿 这笔任何道歉都管用 所以他老老实实地应了一声 好 那我就先回去了 说完后 对顾瑞杰点了点头 随即转身离开 当背对着二人时 这只小野猫轻轻吐出了口气 对他来说 至少他最在意的东西是保住了 心里就没有这么彷徨 徐山走后 杨凡带着顾瑞杰重新回到车上 直接开启了一个 避暑室5A集警区的导航 顾瑞杰发现后有些意外 暗想这天都快黑了 哥哥还带自己去警区玩 于是有些疑惑地问道 哥哥 我们去那里干嘛 杨凡点了点头 露出一丝不怀好意的笑容 对 去那里干 小美女文言顿时一脸猛逼 感谢那年福大大送来的 两个抱更洒花和秀 老板糊涂 感谢各位大大送来的各种礼物 和用爱发电 万分感谢 各位上学的大大们 其实放学是可以看小说的 开学把我人都开麻了 走过路过的大大们请留步 有钱的捧个钱场 有人的洞洞 你们发财的小手 送三个免费的用爱发电吧 万分感谢 第164章 5A集警区的夜晚 顾瑞杰愣了一下后醒悟过来 顿时翘脸微红 但他没有反对 只是一路上都红着脸 杨凡也没有再去调戏他 默默地开着车 仅仅半个小时后 车子直接开进了景区里面 在一片小树林旁边 稍显宽敞的地方 将车停下 由于时间已经是晚上 景区里本来就没有什么游客 并且大多数 还都在规划出来的露营地附近 他专门找了个比较偏的地方停车 这里四下无人 杨凡转头看向副驾驶上 有些紧张的顾瑞杰 只见这小美女不断拽着衣角 微微低着脑袋不说话 但一看他红扑扑的脸蛋 就知道他很清楚 即将要发生什么事 此时的顾瑞杰 虽然会感觉很不好意思 还有些小紧张 但还是跟着杨凡去做到了后排 杨凡此时的状态明显不太对劲 只见他一把搂住顾瑞杰轻声说道 丫头 今天感觉到委屈了吧 已经有些习惯听杨凡话的妹子 并没有反驳 而是一脸羞涩地说道 才没有委屈 杨凡看见小美女 这娇艳欲低的小模样 愤怒的情绪顿时上涌 对着她的小嘴就硬了上去 随着时间匆匆流逝 早就将身处的环境给忘了的小美女 这时正一脸娇称地看着杨凡 哥哥真讨厌 杨凡此时心情舒畅 我们去露营区租个帐篷 今天就在这露营吧 顾瑞杰听后有些小开心 但随即又想到了什么事的 开口问道 会不会有蚊虫呀 杨凡摇了摇头 帐篷里肯定没有 小美女听后笑了起来 那好 我还是第一次露营呢 杨凡将车开到了露营地 这里已经搭了很多帐篷 还有不少人用灯照着搞烧烤 最奇葩的是有两组人可能是没有带灯 直接开着车子的大灯照亮 也不怕明天电瓶没电 当她的车开过来停下后 不自觉地吸引了附近游客的目光 只听在烧烤的一桌男女 小声讨论着什么 其中一名短发女生 被身边的另一名性感风韵的少妇问道 海霞姐 这标志是宾利吧 这是哪一款啊 眉烟少妇 看着新开来的这辆车子 眼神闪烁了一下 随即小声说道 兵力天月 三百多万 刷 周围的几个男女文言后 都好奇地将目光投到车子上去打亮了一下 这时 车子的大灯熄灭 驾驶位和副驾驶位同时开门 有人下来 当看见下来的那个男人 将副驾驶的小美女搂着走时 被称为海霞姐的少妇眼中的光芒暗了一下 顿时失去了不少兴趣 她本来还打算看看 是谁开的这辆车 过去与对方认识一下的 说不定有机会进一步发展发展 谁知对方是带着女伴来的 不会输给那个小美女 但对方胜在年轻啊 这种学生媚模样的小丫头 对成熟男人来说 那诱惑力可要比她大多了 这一点从她这桌男人的那些目光中 就能看出一二 像她这样的少妇 只有在年轻小男生那里的竞争力才会更大 所以她感觉自己是没有多大机会了 这时她这桌的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男人 说出一句很酸的话 不过又是一个靠家里的富二代罢了 这种蛀虫要不是投了的好胎 别说开好车了 能养活自己都好 美燕少傅一听这男人说话这么酸 心里顿时不屑地翻了翻白眼 你一个开十多万车的人 去这样评价一个开三百多万车的人 真的好吗 你怎么知道 人家就一定是靠家里的 你怎么知道 人家连养活自己的能力都没有 第165章 与顾瑞杰露营 美燕少傅只觉得这个男人 太过于小家子气 什么都不知道 只凭自己的猜测 就去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的 这样只会显得他这个人极度心强 无脑仇富 没有格局 所以 他直接对这个男人的好感度大将 以至于对方好几次想跟他说话 他的态度都有些冷淡 杨凡可不知道自己被酸了 不过即使知道 也不会去太过在意 他此刻正搂着顾瑞杰去租帐篷 到帐篷出租的地方 他没有租太小的 而是租了个最贵的 还多给了一百块钱 让老板帮他们搭好 中年老板娘闻言后 顿时眼睛都笑眯起来了 赶紧对着身后大声喊道 快出来帮客人搭帐篷 一天躲在里面啥事不干 老娘嫁给你真是倒了八辈子血眉 杨凡与顾瑞杰对视了一眼 差点没笑出声来 这老板娘挺彪悍 很快就小跑出来个 看上去老实芭蕉的中年男人 笑着说道 来了来了 什么事啊 老板娘将搭帐篷的事情 重复了一遍后 还加了一句 用心搭呀 要是客人不满意 老娘扒了你的皮 唉 好好 你放心 我的技术你还信不过吗 中年男人点头哈腰的 硬了一声后 赶紧将杨凡选中的 那顶帐篷和支架 全放在门口的小三轮上 随后客气的对杨凡二人问道 小兄弟 你们位置选好了吗 我骑三轮 把帐篷先给你们拉过去 杨凡看着这个满脸笑容的中年男人 一时间有些感慨 咱们西南F4的很多男人 是真的不容易啊 但这是人家的家事 他可不会去插嘴 心里想了一下 刚刚停车的那个位置 正好有不小的空位 搭帐篷还比较适合 所以就直接给对方指了方向 要说这中年男人 虽然是个爬耳朵 但但起活来 还是很利索的 仅仅十多分钟 还用锤子将四面给仔细的固定了一遍 随后客气的对杨凡说道 小兄弟 帐篷搭好了 这样 你留一个我的号码 你们明天要走的时候联系下我 我过来收帐篷 顺便退你押金 你看行不行 对此杨凡当然没有什么意见 这帐篷 他又不用搭 又不用收的 只管睡就行了 还有比这更方便的 所以直接答应了下来 男人骑着小三轮走后 杨凡带着顾瑞杰 准备去到不远处的小河边溜达一下 看看风景 当路过几个搞烧烤的男女时 虽然感觉那几人都在有意无意的看他们两个 但他们并没有去在意 这种情况 他们习惯了 但突如其来的系统提示 却让杨凡愣了一下 检查到有效消费对象 是否查看信息 他没有想到 会这妖巧的 在自己帐篷的不远处 遇上了超过80分的美女 之前没有注意到 于是颇有兴趣的查看 了一下 姓名 陈海霞 年龄 32 身高 164 体重 51 综合颜值 85 93 状态 正常 轻密度 24 嗯 其他的倒是没有什么 但这少傅居然对自己有初始轻密度 并且还不低 这特么什么情况 就因为自己开了辆好车来 那这就太肯涨了吧 要不要发展一下 其他的都还好 但纯洁度有些低了 杨凡想了想 觉得还是算了 他现在已经被他的女人们给弄挑食了 对于已经七个的女人兴趣不大 他仅仅是条件反射的 转头看了一眼 就发现了这份数据的主人 因为正在他转头时 那几个男女中 有一个长得很有风韵的美艳少傅 也正在看向他 一时间 两人的目光对视上 看着对方那风情万种的身材和俏脸 杨凡的眼睛一亮 不得不感叹 这个少傅还是很有味道的 32 在这个女人如狼似虎的年纪 应该别有一番滋味吧 但他还是将头转回 搂着顾瑞杰继续往小河边走 虽说他得承认 这个少傅比较有诱惑力 但人家是跟朋友一起来的 说不定里面还有他老公吗 而且纯洁偏低 吸引力有限 自己又带着顾瑞杰综合这些情况 很显然 这并不是烈焰的好机会 陈海霞看见杨凡渐走远的背影 嘴角出现一丝微笑 他刚刚可是从对方 看向自己的眼神中 读懂了兴趣两个字 暗想着 这绝对是个渣男 吃着碗里的 还看着锅里的 不过这样不是很好吗 正所谓苍蝇蝠钉无缝的蛋 对方要是对自己不感兴趣 自己还真没有办法去认识一下 随后他收回眼神 继续吃起了烧烤 杨凡与顾瑞杰 来到河边的草地上坐着 他搂着小美女 小美女轻轻倚靠在他身上 两人享受着这难得的宁静 随后他轻声问道 快考试了吧 怎么样 有把握考好吗 顾瑞杰文言一愣 随即有些吞吞吐吐地说道 哥哥 我 我 我会努力的 杨凡一听就知道 这小丫头没有信心 但他没有说什么责怪的话 也没有调侃 他很清楚 如果小丫头是学习的好材料 也不至于读这种 没有多少名气的大学了 只是摸了摸他的秀法 温柔地说道 努力就好 只要你努力去考了 等放假后 就去学个驾照吧 哥哥奖励你一台车 顾瑞杰文言 眼睛顿时一亮 兴奋地说道 真大 哇 哥哥最好了 人家爱死哥哥了 一边兴奋 还一边主动地将自己的小嘴 凑到杨凡的嘴边 给他肆意品尝 直到小美女面红耳赤后 才停了下来 随即杨凡好笑地问道 这么激动干嘛 你是不是忘了 这个奖励是有前提条件的 小美女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神情认真的保证道 哥哥你放心 我一定会努力复习 好好考试的 实际上 无论小丫头这次考得好与不好 她都会给对方买车 这样说 只不过是用车来刺激一下她 让她尽可能地取得更好的成绩 于是轻轻点了点头 嗯 哥哥相信你 感谢苏肖木大大送来的 两个抱更洒花 感谢追风筝一个傻瓜 大大送来的大神认证 感谢两位老板的打赏 老板胡托 感谢各位大大送来的各种礼物 和用爱发电 万分感谢 第166章 迁就顾瑞杰 杨凡在小河边搂着顾瑞杰聊天 期间妹子很聪明地 没有去提徐山 也没有去问其他女人的事情 顾瑞杰觉得 既然她已经做出了选择 那么杨凡不主动说 她就不去问 她甚至想着 或许哥哥要给自己配台车 就是知道自己心里有委屈 再以这种方式补偿自己 既然哥哥都对自己这么大方了 自己再什么 也改变不了的情况下 就只能改变自己了 如果想要更符合自己利益一点 那就应该不吵不闹 表现得懂事一点 想着跟杨凡在一起后 她生活发生的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 现在俨然就像是一个小富婆一样 天天都开开心心的 成为大部分同学和朋友羡慕的对象 既然如此 还有什么好委屈的呢 顾瑞杰亲密度加一 小美女想多想着自己 就加了一点亲密度 不过徐山那个混蛋藏得是真够深的 以自家哥哥的大方程度 打死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这个前闺蜜 没有获得转账这些福利 但这么长时间了 自己却是一点也没有发现端倪 还被她蹭了好长时间的大餐 甚至还送了对方好些个化妆品 以及准备给对方买她喜欢的首饰 这是何等的卧槽 一想到这些顾瑞杰心里 就感觉有点提不上气来 合着我拿你当闺蜜 你不但背刺我 偷偷勾打我的男人 还拿我当冤种 天天蹭事吧 小美女突然觉得自己变成了的大冤种一样 靠在杨凡怀里 嘴巴不自觉地多了起来 杨凡不知道怀中的妹子在想些什么 但增加亲密度了就是好事 这次徐山给她闹出来的幺蛾子 算是彻底解决了 不过那只小野猫就是欠收拾 这么刺激的事情 现在才让自己知道 要是早点知道 或许两人在疯狂的时候会更有感觉吧 自己失去的快乐 一定得从这只小野猫身上找不回来 两人在河边静静地待了二十多分钟 又开始起身 沿着河边逛了起来 一边聊一边走 时间过得很快 当他们走回帐篷时 已经过去了接近一个小时时间 进入帐篷的杨凡和顾瑞杰没有发现 隔壁营地的那位美艳少傅 一直在有意无意地注意着他们 陈海霞见着两人形影不离的 一时间也找不到接近杨凡的机会 只能是暗中关注 待他们进入帐篷后 这少傅有些微微皱眉 觉得今晚估计是没有机会了 不过 他也没有太过放在心上 接近有钱人这种事 本来就不是一定能成的 得知他性 失知他命 心态就放得很好 杨凡和顾瑞杰进入帐篷后 开始窃窃私语 只见躺在他旁边的小美女 一翻身抱住他小声说道 哥哥 我还是第一次睡帐篷呢 杨凡轻抚着他的娇躯 露出一脸不怀好意的笑容说道 可不是单纯的睡帐篷这么简单哟 你没有感觉到 这种环境下 很适合做些什么呢 啊 顾瑞杰感受着他有目的性地游走 在听见这句话 立马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哥哥 可是我们附近有很多人呢 杨凡好笑地说道 这样不是更刺激吗 小美女此时脸红得都快滴出水来 显然很紧张 见到这妹子这么可爱 杨凡感觉自己的怒火又出现了 一把将她搂住 开始吃起了豆腐小美女 虽然心里不很情愿在这种地方 但又不想拒绝这个男人的要求 一时间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他感受着自家哥哥的行为 心里紧张得要命 很想拒绝又说不出口 只好闭上眼睛任由对方作恶 顾瑞杰亲密度 这突如其来的提示将正冒着怒火的杨凡给打断 顿时满脸无语 他看着眼睛紧闭 身体紧绷 翘脸通红的小美女 想着 看来这丫头是真的很排斥在周围有人的情况下 面对邪恶 以至于都紧张到 开始掉亲密度了 这丫头可是现在为止 亲密度最高的一个 距离八十已经不远 杨凡还打算等她升上去以后 看看奖励是什么呢 略一思索 想着降就降吧 反正很快就可以长回来 他刚一停下 小美女就瞬间感觉到了 只见小美女缓缓睁开眼睛 有些迷茫的 看向近在咫尺的男人 紧张地问道 哥哥 怎么了 杨凡美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心里吐槽 还怎么了 你这都开始掉亲密度了 我还继续 你说 你既然这么排斥 还弄出一副 又羞涩又配合的模样干啥 我特么还以为 你是在跟我玩一句还银这种小情调呢 顾瑞杰被他这一眼 给瞪得有些莫名其妙 心想 自己怎么了吗 明明心里这么不情愿 都没有拒绝你 你还瞪我 但他没有说出来 正准备出声问问时 杨凡对着他 想说话的小嘴印了上去 一小时后 浑身轻松的杨凡 搂着妹子温存了好意会后 突然感觉到一阵尿意 于是开口说道 我出去找个地方小姐一下 你乖乖待在这里等我 第167章 陈海霞耍心机 顾瑞杰文言后点了点头 乖巧地说道 那哥哥 你要快点回来哟 我一个人有些害怕 杨凡笑了笑 没事 不用怕 这里到处都是来露营的人 有什么事你就大声叫 说完后 他就拉开帐篷离开 四处看了看后 找了个没人的方向走去 当他走了三四分钟后 在一个还算隐蔽的地方解决了一下 正准备回去 远远地看见一个人影 正往这边走来 由于这附近露营的人很多 他也没有去多想 但随着这个人影越来越近后 他惊讶地发现 来人竟然是之前那个叫陈海霞的美艳少妇 对方那妖娆的身姿 让他不自觉地多看了两眼 但还是很快收回目光 由于正处于CD冷却状态中 即使对方确实性感 他却没有什么兴趣 但对方离境后 哎呦 突然一声好听的欲姐音出现 随后就见他蹲下身子捂着脚踝 当杨凡走到他附近时 他顿时抬起头 脸上略带痛苦之色地看向杨凡说道 小哥 我脚矮了 能服服我吗 杨凡文言一愣 有点莫名其妙地 看向这名蹲在地上的少妇 不明白 他怎么会突然提出这种要求 但对方现在的样子 就很有些我见犹怜的感觉 梅燕少傅见他看着自己发愣 心里好笑的同时 脸上痛苦之色不变 语气略带恳求地说道 小哥帮帮忙吗 扶我到那边坐一下 拜托了 杨凡这时才缓过神来 有些疑惑地问道 这不太好吧 要不我回去帮你跟你朋友说一声 陈海霞文言差点无语了 暗想 自己这个大美女 故意跟上来 给你发福利 你都不要 遇见这种情况 还打算丢我一个人在这里 你怕不是块木头吧 小哥不会是怕男女受受不清吧 我都不介意了你还这么矫情吗 杨凡一想 好像确实也是 扶一下美女而已 这有什么好矫情的 于是说道 你不介意就行 说完就上前两步 伸手去扶陈海霞 谁知刚刚把对方搀扶起来 对方整个人就往他身上靠 两人顿时紧紧贴在了一起 一阵好闻的香味 钻进杨凡鼻子里 这时美女在她的搀扶下 刚走动第一步就又是 哎呦 一声轻哼出来 像是将脚给弄痛了 同时嘴里说道 真倒霉 准备过来方便一下 居然碰到这种事情 真是麻烦小哥了 要不是正好遇上你 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杨凡听完美女的话后顿时无语 你来方便就方便 没必要跟我跟陌生男人说这个吧 而他不知道的是 陈海霞说 这个本来就是故意的 面对这种情况 他不但感觉不到一丝害羞 反而还开始撩了起来 当杨凡将他扶到不远处的 一块大石头上去坐下时 他双手还紧紧抱住杨凡的手臂 而杨凡见陈海霞都坐下了 居然还不放手 这事也有点醒悟过来 这特么是故意的 杨凡感觉有些奇怪 因为之前他看见对方的数字 并不算很低 直到对方又说了一句话后 他才感觉到自己没有猜错 小哥 你留在这里陪我说说话吧 我一个人有些害怕 对了 你会揉脚吗 如果能帮我揉一下的话 应该会很快好起来 说完还用颇为期待的目光 看向杨凡 这下杨凡要是还没有反应过来 那就太迟钝了点 心里吐槽着 揉脚 我呸 他甚至在心里猜测 这美女根本就没有崴脚 就是看他往这边走后 故意跟上来的 很明显是被他的车给吸引了 杨凡想到这里 直接淡淡地说道 不会 你自己想办法 我走了 陈海霞很明显 也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心里叹了口气的同时 嘴上悠悠地说道 小哥有些无情呢 我知道你有女朋友了 杨凡这时也开门见山地问道 说说吧 为什么故意跑这里来崴脚 陈海霞顿时笑了起来 因为你很有吸引力啊 想来跟你认识一下 杨凡收回手后 好笑地问道 你认识别人的方式很别致啊 感谢 巨风山的陈小林 大大送来的 大神认证 感谢各位 大大送来的各种礼物 和用爱发电 万分感谢 第168章 买别墅的想法 陈海霞听见杨凡调侃的话后 一点也不建议 反而媚笑着说道 也不是每个人都 值得我这样来认识的哦 杨凡听后心里颇为好笑 直接一把将对方搂住说道 这么说来 你还挺挑天 美女顺势靠在她的怀里 眼神中带着些许窃喜 娇声说道 我一向很相信自己的眼光 那么我们正式认识一下吧 我叫陈海霞 工作室房产销售 目前在龙湖顺山府楼盘 小哥怎么称呼 嗯 一个卖房子的 能有这么高的数字 实属难得 应该是各式各样的人见多了 所以他说他相信自己的眼光 杨凡 工作吗 纵一花从算不算 陈海霞听后 不但没有丝毫排斥的感觉 反而眼睛一亮 随后笑着调侃道 小哥 你知道吗 你是第一个把海王当做工作的人 还说得这么清新脱俗 哈哈 只听杨凡淡淡地说道 或许你成功认识了一位大客户 嗯 美艳少傅文言一愣 但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惊讶地问道 小哥的意思是 你要买房 杨凡点了点头 明天就先买一套 听说龙湖顺山府的别墅还不错 别墅 陈海霞听后有些惊讶 不过想想 人家开的车就是三百多万 虽然龙湖顺山府 绝对是避暑市的高档小区 但一套别墅 也就只比人家的车贵些 普通的四五百万就能拿下来 于是 他狐疑地看向这个 近在咫尺的男人问道 小哥可是认真的 杨凡笑了笑 我还没有必要去骗你吧 而且 明天只是第一套 好了 留个联系方式给我 赶紧的 小丫头还在等着我回去呢 正好明天要带林婉晨买房 反正自己也要住 直接给他买套别墅也没什么 自己住着舒服不说 更能让林婉晨死心塌地 而且 偶尔还可以 与面前这位美女交流一下 三权其美 所以 无论明天林婉晨选中的是哪里的楼盘 在他提出改买别墅后 这妹子有的也只会是开心 陈海霞与杨凡交换联系方式后 紧紧犹豫了片刻 就拉住他的手 妹笑着说道 小哥 我想你是误会了 我可没有怀疑你 仅仅只是惊讶罢了 他感觉得出 这个男人说的是真话 他可不想给对方留下什么不太好的印象 特别是听见明天 仅仅是第一套的话后 随后 杨凡和陈海霞像没事人一样 往营地方向走去 即将分别时 美女说道小哥 那我明天等你电话哟 杨凡直接挥了下手后 往自己的帐篷方向去 哥哥 你怎么去这么久呀 留人家一个人在这里 有点害怕 杨凡刚一进入帐篷 顾瑞杰就投入了他的怀里 嘟着嘴巴做出一副委屈的模样 只见他轻轻摸着顾瑞杰的后背说道 这不是回来了吗 别怕 这里到处都是人 有什么好怕的 哥哥你不知道 真的很吓人呢 杨凡好笑地说道 傻丫头 现在可是法治社会 这里还是景区的露营地 哪有你想的这么危险 现在他回来了 顾瑞杰明显松了口气 也就是抱怨两句后 就没有继续这个话题了 而是问道 那哥哥之后不离开了吧 杨凡肯定地点了点头 嗯 不离开了 一直陪着你 随后二人躺在帐篷中 抱在一起 说着悄悄话 第169章 有物林婉晨 第二天 当杨凡睡醒后 摇了摇身边的顾瑞杰 只见这小美女 睡眼朦胧地睁开眼睛 看见杨凡的脸后 露出甜甜的笑容 娇声喊了一句 哥哥 然后就凑过去 习惯性地想要亲她 杨凡赶紧伸手阻止 美好气地说道 还没洗漱你瞎亲什么 啊 妹子这时 才想起她昨晚忙活了 好半天的事情来 别起嘴巴不满地轻横 一声 坏哥哥 杨凡笑着说道 该起床了 我送你回去 顾瑞杰文言一愣 随后情绪开始有些低落起来 低着头小声说道 我 我不想回去 杨凡文言先是奇怪了一下 随后好像想到了什么 出声问道 是因为徐山 小美女沉默地点了点头 我不想看见她了 杨凡见状颇为恋爱地 将小美女搂在怀里说道 你们两个现在都是我的女人 总不能以后都不见面了吧 顾瑞杰紧紧抱住她 将头埋在她肩膀小声地说道 可是 可是 她居然这样对我 我 我 这小美女 现在是一提到 她那个前闺蜜 就气不打一出来 如果换一个女生的话 或许还不会这么影响她的情绪 估计这就是所谓的 爱之深恨之切吧 能接受其他女人争强 独独接受不了 被自己信任的闺蜜被刺 杨凡也觉得 这个事或许需要她来插手 打算先安慰一下 面前这个小丫头 于是说道 我知道你说委屈了 这个事 我肯定站你这边 我会帮你惩罚她的 到时候让她来给你道歉 还要扣掉她 下次的零用钱 把她的那份 拿给你当补偿 顾瑞杰听后 小声地问道 真的 哥哥是站在我这一边的吗 杨凡肯定地点了点头 那当然 难道你感受不到 哥哥的宠爱吗 小美女文言 顿时笑了起来 甜甜地说道 哥哥真好 人家最爱哥哥了 杨凡笑着摸了摸她的脑袋 那你也不想让哥哥太难做吧 等惩罚完她 咱们就大度点 不跟她计较了好不好 顾瑞杰犹豫了一下想着 既然哥哥都出面 开始帮那混蛋讲和了 自己也确实不好 揪着这个事情不放 以免哥哥对自己有什么想法 那就亏大了 杨凡的面子是一定要给的 先放在混蛋一码也不是不行 于是认真的说道 那哥哥 你一定要狠狠地惩罚她 她的那份零用钱不用给我的 只要知道 哥哥是站在我这边的 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杨凡文言露出了笑容 这个小丫头 虽然有时候心思比较多 但总的来说 在她面前还是很乖巧的 她对于这个小美女 现在的态度也比较满意 于是开口说道 我说了 她的那份拿给你就拿给你 你乖乖收着就行了 不然不是太委屈 我们家傻丫头了吗 嘿嘿 谢谢哥哥 听哥哥这样说 我已经好多了呢 真乖 走吧 好的 随后杨凡打了个电话 让老板来收帐篷 顺便看了一眼 陈海霞那边的营地 已经空空如也 很显然是已经离开 当她开车 带着顾瑞杰 行驶在回去的道路上时 只听正在玩手机的小丫头 突然说道 哥哥 等我学了驾照后 开车带你进葬晚好吗 杨凡看了一眼 有些雀悦的小美女 一脸好笑地说道 你就算拿到驾照 短时间内也上不了高速 就算能上 我也不敢做呀 顾瑞杰文言 雀悦的表情瞬间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 嘟着嘴巴 小声说了句 哼 坏哥哥 竟然看不起人家 杨凡随口问道 你想进葬旅游吗 小美女点了点头 我刚刚刷豆音 看见好多去旅游的呢 有开车的 徒步的 骑自行车的 华汉兵的 最惊讶的是 还有坐改装轮椅的 这一路上肯定很好玩 杨凡文言笑着问道 都这么卷的吗 那你开车不能上高速 准备怎么去呢 顾瑞杰想了想说道 坐飞机和火车 就没有意思了 哥哥 要不我们徒步吧 小美女这句话 直接把杨凡给弄无语了 顿时没好气地说道 我可走不动 我应该卷起来 我觉得我更适合 坐担架进葬 现在还缺两名 志同道合志士台担架 我看你和徐山就很不错 要不要报名 顾瑞杰文言后 一时间满脸地问号 心想 这是人能想出来的进葬方式 原来你才是最卷的那一个呀 还想让我和那混蛋 来给你开担架 不吃 顾瑞杰想到 自己和徐山一前一后 给杨凡抬着担架赶路的场景 一时间没忍住笑了出来 笑了好一会 才顺了顺其说道 哥哥我力气小 不过我觉得 徐山肯定能与你志同道合 我推荐他 他能胜任 一路上 两人有说有笑的 汽车就在这种轻松的气氛下 开到了顾瑞杰租房子的小区附近 两人找了家还不错的店 将早餐连带中午饭混做一顿吃了后 小美女才一脸依依不舍地与杨凡道别 哥哥 你忙完机的找我邀 不然人家会想你的 好想好想的那种 杨凡给了他一个拥抱后说道 一定 我过几天就联系你 好的 哥哥拜拜 顾瑞杰回家后 杨凡拿出手机 拨通了林婉晨的电话 对面很快接通 婉儿 你在宫进那里吗 对的 你睡醒了吗 林婉晨虽然知道 杨凡今天要带他去买房 但这个时间点 妹子以为他才睡醒 所以之前也没有打电话给他 怕吵到他 那你等我一会 我开车过去接你 好的 当杨凡接到林婉晨时 已经是二十分钟以后了 只见这动人的油雾 今天依旧是吊带连衣短裙 配黑丝加高跟鞋 只是连衣短裙和高跟鞋的款式换了而已 而且 今天穿的黑丝上面有字母 风格立马就与之前不太相同了 但依旧美得不可方物 不得不说 这大美人 不仅在身材管理方面很厉害 在穿搭方面也很擅长 感谢 逍遥感太监就砍似你 大大送来的 大神认证 大大这名字 感谢 番茄低穷人 大大送来的 抱更洒花 感谢各位 大大送来的各种礼物 和用爱发电 万分感谢 第170章 找美燕少妇买别墅 林婉晨看见面前 停下的兵力天月后 就猜到 是杨凡开着李欣然的车来了 微微弯腰看了一眼 确认无误 就上前打开副驾驶的门 优雅地坐了上去 只见他四处看了看后 对杨凡柔声说道 欣然姐的这辆车 看起来很不错呀 空间挺大的 杨凡文言后愣了一下 随即露出一脸不怀好意 我可以陪你感受一下 美人文言 瞬间就反映过来他的意思 但却没有说什么 只是脸上 带着点点迷人的微笑看着他 杨凡健壮 笑着摇了摇头 一脚由门踩上去 将车开走 然后口中说道 先去买房 等办完正事 再好好收拾你 林婉晨只是露出 一脸迷人的微笑 并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 而是说道 我昨天研究了一下 感觉有两个楼盘都很不错 一直没有决定下来 要不你帮我定一下吧 谁知杨凡对于买房 却早有打算 他没有去问 美人看中的是哪里的房子 而是直接说道 我也考虑了一下 看在你最近表现 很不错的份上 我打算给你买套别墅 楼盘也选好了 就龙湖顺山府 他说的这话倒是不假 要说他的女人中 谁最懂事 那首选肯定是李星然 但第二位的话 就非林婉晨莫属了他 一点也不争什么 即使自己得到的车 比李星然的便宜了一百万 也没有任何不满的表现 依然保持着对杨凡的感激 表现得热情似火 还能在杨凡跟他闺蜜恭敬 在KTV亲密时 做到一点也不吃醋不生气 甚至暗暗帮忙撮合 这就有点郑重下怀了 要说这两大美女 对自己没有感情 那也是说不通的 毕竟李星然的亲密度 是所有女人中的第二位 高达70多 而林婉晨也在陆续增长中 这让他还算满意 偶尔奖励一下 给点小惊喜 他也乐意 林婉晨亲密度加时 这不 林婉晨听见杨凡 要给自己在龙湖顺山府 这种全市排得上号的 高档小区买别墅后 顿时眼睛一亮 一直比较淡定 随时落落大方的他 这时也不自觉地 露出了满脸惊喜的表情 还顺带着亲密度大涨 要说 这个美人样样都好 就是亲密度不怎么出现变动 但每一次变动都长得不少 可能这与他淡定习惯了的性格有关吧 只听美人感激地说道 谢谢你对我这么好 遇见你真的是我的父亲 杨凡笑了笑 以后还是叫老公吧 你吃午饭了吗 已经吃过了呢 我自己做的家常小吵 他听后颇为好笑地问道 嗯 公斤这么不地道的吗 你去他那里做客 他居然让你下厨 林婉晨微微摇了摇头 不是的 静静他休息时间结束 又工作去了 只有我一个人在 我又不喜欢吃外卖 所以就自己做饭吃了 原来是这样 随后的时间 就在二人的闲聊中度过 直到车子开进新城区后 杨凡才用手机 给昨晚的少妇陈海霞 拨了个电话过去 对方很快就接通 喂 小哥吗 我是陈海霞 我快到你们售楼部了 你准备一下 还没有出售的别墅资料 听见这话后 对面少妇的声音 顿时充满了喜悦 那真是太好了 你放心 我马上就准备好 行 杨凡说完后 直接将电话挂掉 然后专心开着车 十分钟不到的时间 车子就驶入了 龙湖顺山府的售楼部 这时 身穿一身职业装后 更显风情万种的 美艳少妇陈海霞 已经在大门处等着他了 见到他的车停下后 就赶紧迎了过去 看见下车的杨凡 今天又带了一个身材极好 且很有气质的大美女后 他顿时愣了一下 心里想着 好家伙呀 这才短短一晚上没见 这家伙又换了一个 更美的美女待在身边 难怪自己主动送上门 这家伙都不带考虑的 这名充满抑郁风情的美女 连自己都不得不承认 对方确实是一名难得的有物 但这也从侧面印证了 这个男人真的很有钱 自己的眼光 果然还是挺毒的 杨先生这边起 有林婉晨在杨凡身边 他不但不好称呼杨凡为小哥 也不好与对方并肩而行 所以就踩着高跟鞋 走到前面 第171章 寿楼部的小姐姐们 挽着杨凡的林婉晨 微笑着对他说道 老公 这寿楼部看上去还挺气派的呢 杨凡点了点头 卖房吗 寿楼部就是门面 要是在自己的招牌上 都舍不得投资的话 他们的房子 又怎么能吸引得到客户 两人很快就跟着陈海霞走了进去 直接被带到了一个 装修精致的房间里去坐着 并没有在人不少的大厅停留 陈海霞给他们倒好茶后 礼貌地询问他们 吃过饭了没有 表示可以提供午餐 得知吃过了以后 这才拿出厚厚的资料出来问道 不知杨先生打算购置 大概多少坪的别墅呢 如果信得过我的话 就由我来给你们推荐户刑 不然资料太多了 你们看起来也麻烦 杨凡看着那厚厚的一大碟资料 也是颇为头痛 这要是拿给他来翻看的话 那得看到什么时候去 所以毫不犹豫地 就选择了简便的方法 让陈海霞来推荐 只见他点了点头说道 你来推荐吧 一般情况下 就住两个人 所以太大的住起来 反而不方便 你看这介绍 要护行 装修和环境都好的 还要能马上入住那种 如果满意的话 我还会陆续买几套 对于急着 要入住的杨凡和林婉晨来说 他们可没有时间 买毛批房来慢慢装修 林婉晨不是避暑室的人 在这边没有住的地方 总不能一直住酒店 或者是往工进那里跑吧 所以买一套精装修的 就很方便 陈海霞文言后 顿时心里一阵惊喜 以至于连表面上的笑容 都更加美艳了几分 赶紧说道 我明白了 我一定会给二位推荐最好的 争取让二位多满意 说着 他就从资料中 找出了几小本 来放在桌子上 准备给杨凡二人翻看 结果杨凡 看向林婉晨说道 给他介绍就行了 房子是给他买的 他觉得哪套合适 你就带我们去看哪套 啊 陈海霞文言后心里十分震惊 不可思议地想着 感情这套别墅 他是准备给他的女人买 这待遇简直 但是心里就好羡慕啊 怎么办 这个美艳少妇 在听见杨凡给林婉晨买别墅后 心里就多出了一些想法 但却没有持续多久 他很清楚 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先用心推荐别墅 然后一举拿下这一单 才是他现在该做的 于是收起了小心思 拿着资料坐到林婉晨旁边 给他仔细地介绍了起来 杨凡喝了杯茶后 无所事事 起身出去到大厅里去逛逛 等两个女人在这里慢慢看 大厅的人不少 穿便装的也很多 但大多都穿得很普通 也不知道有多少 是真正来看房的 毕竟这里的房价 在整个避暑室来说 还是算很高的梯队了 所以房子并不会很好卖 而且他知道有种兼职 就是假装来看房几个小时 给售楼部充充人气 一天可以有两三百块钱的收入 杨凡的朋友 之前就叫他跟着干这个 本来他听见酬劳后 是很心动的 结果被他朋友一句话打消了想法 他朋友说 这一行竞争太大了 一个星期也很难干的上一天 这样算下来 那还不如继续写小说呢 所以他笃定 这些穿便装的 至少有一大半是请来的托 检查到有效消费对象 是否查看信息 他刚刚溜达出去没有多久 就发现了系统提示 四处看了一下后发现 正好有一名穿职业装的小美女 经过他附近 无聊之下他直接选择查看 姓名 成名 年龄 26 身高 162 体重 48 综合颜值 82 76 状态 正常 亲密度 0 杨凡看了这位小姐姐的数据后 在心里点了点头 想着 这才像是他心目中卖房子的小姐姐吗 陈海霞那样的 就有点假冒伪劣产品的嫌疑 只见这位穿工作装的小姐姐 走到大门口后 满脸笑容地 挽着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地中海 往里走 这位连杨凡都想称呼为大叔的中年男人 应该是刚刚那个小姐姐的准客户了 看起来还挺亲密的 他又转悠了好一会 期间查看了好几个穿职业装的小姐姐 惊讶地发现 陈海霞的纯洁度居然暂时处于第一梯队 还真算是有点难得了 这时他的电话来的动静 是林婉晨发来的信息 这大美人说他已经选好别墅了 让杨凡回去看看 杨凡直接回复 不用看 你选好就行 直接去看房吧 我在门口等你们 随后 他和林婉晨 还有陈海霞 一起上了去看房的车 经过十多分钟的路程 才开到一处别墅区 这一路上的环境还是很不错的 可谓是空气新鲜 鸟语花香 当看见林婉晨选的那套 不算大的别墅后 他心里也满意地点了点头 只能说 这个大美人很有欣赏水平 感谢二饼子大大送来的 大神认证 感谢一颗方糖泡咖啡 大大送来的 十张催更福 感谢 我永远喜欢白衣 大大送来的 抱更洒话 老板们糊涂啊 感谢各位大大送来的各种礼物 和用爱发电 万分感谢 开学后 流量跌嘛了 不出意外的话 以后都会在午休时候 更新第172章 激动的美艳少妇 林婉晨这位大美人 好好地参观了一下这栋别墅 随后对杨凡露出迷人的微笑问道 老公 你觉得这里怎么样 杨凡对这个地方 倒是没有什么意见 比他住的那套老婆小客 要好太多了 所以他肯定是满意的 于是点了点头说道 我觉得还不错 你喜欢吗 林婉晨优雅地走过来 挽住他的手 随后开始面露犹豫之色 像是有话想说 又不知道该不该说的样子 杨凡见状后 心里多少有些猜测 于是笑着说道 有什么意见就说出来 跟你自己的老公说话 需要这么纠结吗 林婉晨文言后笑了笑 我觉得其他的地方都还行 装修和户型方面都还满意 就是三层楼的话 我刚刚去试了一下 觉得上下楼有些不太方便 杨凡一听就明白了 这个美人的意思 虽说三层楼的肯定要贵些 买这种对他只有好处 但他首先考虑到的 却是住着方不方便的问题 而不是去盲目地选择 价值更高的 这就挺好 第一个来看的 肯定是选出来后 价格最高的一套 这个很正常 于是杨凡问道 那就去看看两层楼的 有被选吗 林婉晨点点头 有的 我选了三套位置和户型 都很好的出来 准备一套一套的看呢 那行 那我们去看下一套 好的 随后 他们又将剩下的两套 都看了一遍 谁知两套各有特色 林婉晨表示 都还挺喜欢的 所以有些为难 杨凡见状 陈海霞为此特意打电话 给他们领导 帮忙申请了个折扣 虽然杨凡对此事不太在意的 但也没有风骚地去表示 不需打折这些 最后的成交价格是 480多万 房开公司还答应 帮忙添置林婉晨 列在清单上的一些需要的家具 当然 是指定品牌的 回到售楼部后 杨凡直接分两次 赚了500万 给林婉晨 让他去跟陈海霞签合同 可把这两个妹子给高兴坏了 而他也收到了妹子们 亲密度上涨的提示 林婉晨亲密度加10 陈海霞亲密度加8 别看陈海霞跟林婉晨加得差不多 那是因为 他的亲密度还低 所以涨得快 而林婉晨的 已经接近60了 相信过不了多久 杨凡又可以收获一张一级反线卡 本来他与林婉晨之间 只能算是交易的 这从这段关系之初 两人就心知肚明 但这美人 现在却渐渐地开始动感情了 这也正常 虽然林婉晨成为杨凡女人的时间还短 但杨凡对他的好他 还是全都记在心里的 所以他早已不是 抱着之前那种纯交易的想法 林婉晨肯定也发现 自己开始 有些依赖杨凡的这种事情 但他并不排斥这种感觉 反正都下定决心 一直跟着这个男人了 如果这期间 自己还能真正爱上他 那将会是一个很完美的结局 两女签完合同后 陈海霞这美艳少妇 笑得很灿烂 对着杨凡和林婉晨说道 感谢你们支持我的工作 我立刻安排人去你们的别墅 里里外外地大扫出一遍 将床上用品全换成新的 争取让二位今晚就能入住 杨凡文言微微摇了摇头 不用太敢 打扫仔细点 我们晚一天入住也无妨 那后续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我们明天再住进来 虽然这些还没有卖出去的房子 肯定会有人定期打扫的 而且他们看房时 也确实觉得干净 但入住前再大扫出一遍 还是很有必要 并且杨凡和林婉晨 也确实不急这一天 今晚住酒店就行了 这样可以有充足的时间 将别墅打扫仔细些 不至于敢攻 陈海霞听他这样说 当然不会有任何意义 直接认真地说道 杨先生 林女士你们放心 我会亲自去监督他们打扫 保证打扫得仔仔细细的 让你们明天入住时 即使戴着白手套来检查 都挑不出任何毛病 杨凡对这美燕少妇的工作态度 还是比较满意的 看他激动的神色 就知道他确实很重视这个事情 估计在这一单上没有少赚 不过杨凡对此没有任何想法 人家本来就是靠这个吃饭的 而且 这美燕少妇也不是没有付出 所以卖房了拿提成 这天经地义 第173章 林婉晨的变化 之后 杨凡谢绝了陈海霞的吃饭邀请 交代了一下 他就带着林婉晨离开 没有回老城区 直接就在这边吃了顿晚饭后 在附近找了家高档酒店入住 这时 林婉晨坐在沙发上 对着杨凡的脸印了一下说道 宝宝 谢谢你 你今天陪我看了一下午房了 身上出了不少汗 去洗一下吧 正靠在沙发上休息的杨凡文言一愣 转看向林婉晨那副绝美容颜 此时 这美人的脸上 正带着些许妩媚 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上 写满了温柔 他知道这美人 是想用这种方式 来感激他今天将买房改成了买别墅 这可不在一个价位上 林婉晨确实也是这样想的 自从他跟了杨凡后 对方给他的福利 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设想 他是真的感觉 自己做了件很对的事情 本来还在犹豫 要怎么将他跟杨凡的关系 告诉自己母亲的 毕竟母亲一直对他的期望 都是洁身自好 然后嫁给有钱人 但他之前与母亲通电话时 试探性地提了一下 自己现在的情况 当然没有说得太明白 而是将之改成 认识了一个对他很好的男人 他在与这个男人试着交往 然后将杨凡的情况说了一下 还说 才刚刚在一起没多久 对方就给他 买了一辆两百多万的车 和一套近五百万的别墅 以及赚了六百万 给他用 然后林婉听了直接傻眼 再三确定 女儿没有偏自己的情况下 直接表示支持感慨 值了 这样的男人值了 你也长大了 有了自己的想法 只要你过得好就行 找时间回家来看看 林母压根没有去提 结不结婚的问题 或许是猜到了 女儿在试探自己口风 虽然不确定 女儿是不是被包养 但想到 女儿现在获得的这些 她肯定会支持女儿的决定 她自己生养的女儿她清楚 很有自己的想法 既然女儿现在日子过得很好 又是好车 又是别墅的 那还要什么自行车 所以 林婉晨也算是了却了一桩心事 对杨凡心怀感激之下 她觉得 自己能做的也不多 现在最适合做的事情 就是全心全意 为这个男人 这时 杨凡微微一笑 随后站起身来说了个好字 一小时后 林婉晨为大美人 靠在杨凡的怀里小声说道 老公 我有些困了 你就这样抱着我睡好吗 随后两人不再说话 没过多久 就听见美人 均匀的呼吸声 看来已经睡着 另一边 顾瑞杰 正在自己的房间里 看着手机 而手机上面竟然是科目一的考题 这丫头 居然是在做着科目一模拟考试练习 她这用功的样子 如果被杨凡看见 一定少不了一顿批评教育 明明是考试在即 这丫头答应得好好的 要努力复习 这时候 竟然是在 为自己考驾照 买车而奋斗 看来在她心里 考驾照的重要程度 甚至在考试之上 被杨凡知道 肯定地感叹 这丫头没救了 咚咚咚 正当顾瑞杰 乐此不疲地 坐着模拟考试 她的房间门 被轻轻敲响 听见敲门声 她顿时皱起了好看的眉头 面露不爽之色 这时间段 会是谁敲她的门 她心里非常清楚 除了跟她合租的 前闺蜜徐山以外 不可能再有其他人 但她不想搭理 故意不去开门 也不发出声音 继续将目光 放在手机屏幕上 咚咚咚 没过多久房门 再次被敲响 这下顾瑞杰 可就不高兴了 满脸不耐烦地 朝着门外喊道 徐山 你够了呀 没事来敲我的门做什么 她现在已经是 连珊珊都不喊了 直接喊全名 可想而知 她心里还憋着气 门外安静了一下后 传来徐山的声音 瑞瑞 外面下雨了 天气预报说 今晚会有雷震雨 顾瑞杰文言一愣 随即想到 她怕打雷的事情 以往每次打雷 她因为害怕 都会找徐山来陪着自己 晚上困了 就两人一起睡 但现在两人的关系 已经大不如前了 她心里就很纠结 想到以前自己 跟徐山的要好程度 一时间有些沉默起来 感谢 姓默大大和 G1203大大送来的 大神认证 两位大佬糊涂 感谢各位 大大送来的各种礼物 和用爱发电 万分感谢 走过路过的大帅笔们 请留步 有钱的捧个钱场 有人的洞洞 你们发财的小手 送三个免费的 用爱发电吧 万分感谢 第174章 怕打雷的小美女 这十门外 徐山的声音再次响起 瑞瑞 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 我就在里面陪着你 我不说话 而房间里的顾瑞杰 赶紧摇了摇自己的脑袋 强迫自己不去回忆 随即不爽地 对着门外嚷嚷着 别来这一趟 你再来烦我 我明天就找房子搬出去 徐山听见这话后 也不继续说话了 他很清楚 对方不可能这么轻易 就原谅自己 所以也不着急 就在客厅的沙发上 坐着打开电视看了起来 顾瑞杰见终于没有了动静后 走到窗子 边去紧张地看了一下 发现确实开始飘雨了 心里也有些担忧 没过多久 只见黑漆漆的窗外 突然亮了一下轰隆 随后 一声惊雷响起 直接吓了坐在床上的 顾瑞杰一大跳 他的脸色 顿时有些不太好起来 但有一些害怕的表情 赶紧起身 揉了两个小纸团 塞在耳朵里 然后拿出床上的小熊 紧紧抱着 他现在这孤单无助的小模样 看起来就像是个受惊的孩子 他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会这么害怕打雷 反正小时候就很怕 本以为长大了就可以克服 却没有想到长大了还是怕 特别是夜晚的惊雷 一旦想起 他必须得有人陪着 才睡得着 轰隆隆 面对第二声更加大的雷鸣声 身体有些微微颤抖的顾瑞杰 不敢往窗户位置看 紧紧闭上眼睛 将头埋在小熊身上 他也发现了 自己耳朵里的小纸团 并没有起到太大作用 轰隆隆 噼啪啪啪啪啪啪 雷声还在继续 甚至伴随着密集的敲打窗户的声音 这时开始下冰雹了 避暑是夏天的雷震雨 有时会伴随着冰雹 这种天气就很是诡异 顾瑞杰这下就更害怕了 身体渐渐开始冰凉的他 此刻多想被杨凡搂在怀里 摸摸他的脑袋 温柔地说一声 傻丫头别怕 有哥哥在呢 正满脸恐惧地 想要打电话给杨凡时 哗 哗啦 突然一声颇大的玻璃 破碎声音响起 吓得小丫头啊 得一声尖叫出来 是冰雹将他房间的 一扇窗户的玻璃给砸碎了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不但将小丫头给吓得不轻 还使得之后的雷鸣声 更大了起来 避暑式的冰雹很大 确实是会砸碎窗户的 作者家五月底 还是六月初时 就遇上了这种情况 直接框 得一声将窗户给干碎了 听见顾瑞杰的尖叫声后 客厅中坐着的徐山叹了口 起身再次敲响对方的房门 咚咚咚 瑞瑞开门吧 我们的恩怨先暂时放下 我知道你现在很害怕 别在那死撑了 作为多次在夜晚的雷雨天气中 站出来陪伴顾瑞杰度过的徐山 心里很清楚 自己这位闺蜜有多怕打雷 何况今天的雷震雨 还伴随着不断拍打窗户的冰雹 已经很是恐惧的顾瑞杰 再也顾不上其他了 赶紧起身去给徐山开门 当门打开时 徐山看见自己 这位美丽的闺蜜 此时已是披头散发 脸上隐隐有着泪痕 显然是哭过了 小野猫见到他这副模样 顿时感觉到心里一痛 上前一把 将他给搂入怀里 不断安慰着 没事了 没事了 我会保护你 徐山身为顾瑞杰最要好的闺蜜 他们之间的感情 还是比较深的 不然 他也不会在对方冷脸对待他时 还多次想要和好 而顾瑞杰 也不会特别接受不了 被徐山被刺 此时 只听徐山小声说道 瑞瑞 你还记得我们以前的约定吗 就算我们将来吵架了 冒翻了 闺蜜没得做了 你到全世界面前去说我坏话 我也不会将你非常害怕 打雷的糗事告诉别人 将头埋在徐山肩膀上 死死闭着眼睛的顾瑞杰文言后 愣问一下 思绪再次被带到从前的回忆里 想到他们一起上学 一起放学 一起吃饭 一起睡觉 一起开心 一起难过 有什么事都喜欢一起分享 沉默两久后 安静了好一会的空气中 突然传出了顾瑞杰有些沙哑的声音 珊珊 窗户被冰雹砸碎了 徐山听见顾瑞杰肯跟他说话了 并且再次叫他珊珊 脸上顿时出现了笑容 他知道 这表示 距离对方原谅自己已经不远了 心里想着 还真是多亏了今天晚上 这场雷震雨加冰雹 不然自己还真不知道 怎么去取得对方的原谅 他用手轻轻拍了拍顾瑞杰的后背 柔声说道 没事的 明天我让人来重新装一款 只希望没有掉下去 砸到别人才好 你傻吗 有防护栏在很难掉下去 而且这种天气 还有人敢在外面溜达吗 车子都能砸出凹陷的冰雹 不敢砸他 徐山听见顾瑞杰的吐槽后 直接笑了出来 哈哈 看你还能吐槽我 证明已经好多了 这我就放心了 今晚我们一起睡吧 已经在徐山的安慰下 慢慢缓了过来的顾瑞杰 文言后顿时傲娇地说道 先说好 我可还没有原谅你的 徐山文言笑容不减 了解闺蜜的他知道 对方这表现至少是不会跟他绝交了 于是开口说道 我知道 我知道 随后 徐山趁着这个机会 开始跟顾瑞杰聊起了一些以前的话题 有开心的也有糗事 反正主打的就是一个回忆局 另一边 酒店中已经抱着林婉晨睡着了的杨凡 完全不知道 因为一场雷震雨 几乎使得顾瑞杰和徐山和好如初 本来还以为 他们这种情况 必须得自己出手才能搞定 这一下看来他是失算了 小看了人家的闺蜜情 不过总归来说 这对三个人都是一件好事 毕竟两个小美女都是他的女人 杨凡当然希望 他们两个能够和和睦睦的 以后 这两个一乖一爷的小美女成为战友 一起伺候他时 那滋味肯定是非常得尽的 第175章 杨凡和林婉晨的新家 第二天 杨凡与林婉晨起床洗漱完毕以后 让酒店送来了一顿 以天府菜为主的中午饭 还没有开始吃 就接到了美艳少妇陈海霞的电话 对方在电话中客气地说道 杨先生你好 你与林女士购买的别墅 已经彻底打扫完毕 钥匙和门禁卡 也已经给你们准备好 你们随时可以入住了 杨凡好笑地说道 搞这么正式做什么 我知道了 我们晚点过去 好 那我等你们过来验收 他挂掉电话后 旁边刚刚帮他盛好饭的林婉晨 脸上带着些许兴奋的问道 老公 我们一会就可以入住我们的新家了吗 杨凡微笑着点点头 嗯 吃完饭就过去 太好了 但是老公 你今天又不去健身吗 昨天看房 已经单单你一天了 其实我可以先陪你去健身 然后再回家的 刚刚端起碗的杨凡 本来还稍微注意着这位大美人说话 结果听着听着 感觉有点不对位起来 转头疑惑地看向他 只见他脸上带着迷人的微笑 还有点淡淡地关心 这使得杨凡心里一阵嘀咕 难道自己多心了 不过还是没好气地对美人说道 怎么 我现在的身体不够好吗 胃不保你 竟然让你这个小妖精 这么关心我健身的事情 林婉晨文言顿时脸色一种 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刚刚的话中有奇异 于是温柔地说道 怎么可能呢 老公你误会我了 我家老公是全世界最棒的 根本不需要健身 我超级幸福的 我们吃完饭就回家 林婉晨这美人 经过跟李欣然的那次见面后 也开始偶尔夸赞杨凡了 但他这只能算是硬夸 没有撬寡妇那充满感情的感染力 效果自然就没有对方的好 好在他知道对方 在这方面比他强 他也愿意去学习 这些讨好杨凡的事情 所以出发点绝对是好的 杨凡当然也知道这个 所以也不点穿他 而是满意地笑了笑 哈哈 吃饭吃饭 林婉晨文言后 赶紧拿个碗给他盛汤 然后拿勺子 一边细心地吹着 一边喂他喝 期间还穿插着给他包虾壳什么的 这些才是这位大美人的强项 杨凡也很享受 这个待遇饭后 两人驾车去到新买的别墅 跟陈海霞拿过钥匙这些后 在里面又一次参观了起来 陈海霞还是挺用心的 不但床上用品这些焕然一新 就连平常的日用品也全都准备齐全 对此杨凡和林婉晨还是比较满意的 只听他对大美人说道 以后这里就属于你了 你看看如果还缺什么的话 抽时间购置一下就行了 林婉晨也看着 这套属于他的别墅满脸都是笑容 转身用手还住杨凡的脖子 感激地说道 老公 谢谢你 说完就将嘴唇对着对方印了上去 两酒后才分开 老公 等静静下次休息的时候 我们约上他和欣然姐一起来暖暖屋吧 你说好吗 杨凡思索了一下也觉得可以 如果是暖暖床的话 那应该会更好 于是点了点头 可以的 不过这段时间 你欣然姐恐怕会比较忙 你等恭敬回来后 再去联系你欣然姐 尽量照顾她的时间 林婉晨微笑着硬道 嗯 我知道了 一定以欣然姐的时间为主 随后杨凡在沙发上躺着 脑袋枕在林婉晨那双一米多的大长腿上 享受着这位大美人的暗头服务 嘴上还调侃着说道 玩儿 你这双腿是真的绝了 暂时还没有发现 谁的比你这双更有魅力 她说的这个倒是真心话 林婉晨个子高 腿当然要比其他妹子的更长 关键她身材管理的还很好 所以既白又直且不失肉感 就显得更有诱惑力许多 杨凡现在认识的妹子中 唯一能跟她比比腿的 也就恭敬一个了 但也只能惜败收场 况且 林婉晨不仅一双长腿略胜恭敬一筹 其他方面还直接完败她 再怎么说 这大美人也是现阶段综合颜值最佳的一个 关键是以现在来说 这辈子还只有自己一个男人 各种光环一套上 这就让杨凡对这位大美人 有些爱不释手了 林婉晨听见自家男人夸赞她的双腿后 顿时露出迷人的微笑 低头看着正享受的杨凡 吐气如蓝地说道 老公喜欢的话 今天晚上我就用它 后面的声音显得很小 要不是杨凡离得近 估计都很难听清 但这丝毫不影响她心里激动 毫不犹豫地就硬了下来 那我可得好好体验一下 对了 你的空姐制服带回来了吗 林婉晨满脸温柔地点了点头 带着呢 在刚刚的行李箱里 我晚上就换上 但我没有经验 可能做得不会太好 还希望老公体谅 不过我会尽力去做的 杨凡对此丝毫不担心 就凭林婉晨的这副人 比花椒的容貌 和凹凸有致的魔鬼身材 在服务自己的时候 只要不是瞎几把乱整 那都必然会是一段很愉快的经历 于是带着鼓励的语气说道 你一直都做得很好 我相信你 那 说到这 他的手机铃声突然响起 打断了他后面的话 林婉晨伸手将茶几上的手机拿过来 看也不看一下就递给杨凡 老公 你手机响了 杨凡接过后 一看是小恋爱脑沉思怡 给他拨过来的语音 自从上次与这妹子 在漫窑吧暧昧过之后 距离现在 已经有一个多星期没有见过了 平时也只是平常的发信息聊聊天 没想到 今天对方直接拨打语音过来 刚刚按下接通键后 对方的声音 就从手机里传了出来 坏蛋 你在做什么呢 杨凡随意的说道 在午休 刚准备睡一会 啊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 我看你今天一直不回信息 以为你没有注意看手机 就打了过来 没想到会打扰到你午睡 找我有事 嗯 我本来想约你下午 一起去看电影的 你先睡吧 等你睡醒了再约 拜拜 妹子说完就将电话给挂了 感谢爱吃歌摊的夏晴 大大送来的 大神认证 感谢各位大大送来的各种礼物 和用爱发电 万分感谢 第176章 来自陈思怡的邀约 杨凡拿着被挂掉的电话 犹豫了一下 想着陈思怡那个妹子的样子 感觉 现在兴趣好像并不大了 如果这个妹子 不主动约她的话 她甚至都没有想过 要去约对方 没办法 当初她刚获得系统时 还没有吃到过美味 更没有经历过 这么多各式各样的美人的时候 点赔完点到了 陈思怡这样的美女 当然是很有兴趣 很想揍的 但在那妹子身上的攻略 过于缓慢了一点 拖到现在后 这种现象 连她自己都感觉到 她越来越挑食了 不过这也比较正常 人总归是会随着不同的经历 有不同的心态 这算是成长了吧 只是这成长来得有点快速 如果是换做一个月以前 还没有获得系统的时候 陈思怡这样的美女 只需要对她勾勾手指 她肯定就屁颠屁颠地跑去了 大概率最后 还会获得一张好人卡 虽然她之前 给这妹子赚了六万块钱 让妹子与渣男男朋友分手 还送了好些奢侈品 和一次转账 但对方也给她提供了一张反线卡 算是一点不亏 要不就放这妹子一马 想到这里 她将手机递给林婉成 让其放茶几上 她则继续靠在美人的大腿上 闭目养神 美人健壮 也温柔地给她按摩着脑袋 嘴上问道 老公 你要是有事的话 就去忙吧 我会乖乖在家等你回来 到时候换上制服 好好伺候你 杨凡文言顿时露出了微笑 果然还是 林婉成这样的极品油物 更吸引她 各方面都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于是她小声说道 没事 我睡会 林婉成文言不再说话 案头的力度 也稍稍减轻了一些 以期望这样 能使得自家男人 更方便入睡 果然 时间没有过去多久 她就听见了杨凡均匀的呼吸声 知道自家男人已经睡着 赶紧停下案头 身体也不敢乱动 怕不小心把她给吵醒 细节就做得很到位 此时这个大美人 看着杨凡那张熟悉的面孔 有些出神 像是在想着什么事情 一时间 竟然还入迷了 当杨凡睡醒后 已经是三个小时过去 她睁开睡眼朦胧的眼睛后 发现自己 正侧躺在林婉成那双大美腿上 抱着对方的细腰 可能是这种姿势 睡得过于香甜 嘴角还淌了点口水 在这位大美人戴字母的黑丝上 她翻过身来 发现林婉成一只手搭在她头上 一只手拿着手机在看着什么 发现她的动静后 顿时露出迷人的笑容 低头看向她说道 老公你醒了 睡得还好吗 杨凡文言后 打了个哈欠 随即问道 我睡了多久 林婉成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 有三个小时了吧 嗯 杨凡文言一愣 撑起身子坐起来 转头看向旁边的大美人 惊讶地问道 都睡这么久了 我这样一直靠着 你的腿不妈吗 大美人只是微笑看着她说道 妈了 但没有关系 过一回就好了的 说着她开始用小拳头 锤打着自己的腿 杨凡见状 微微摇了摇头说道 我来帮你 说完就伸手去帮林婉成按了起来 顺便好好感受了一下 丝袜的质量 这感觉还是挺好的 她揉了好一会 差点把怒气都给揉出来才停下 不过 林婉成丝毫不介意 只是站起来试着走了几步 发现已经好很多了后 正准备说话 就发现自己的腿 被杨凡给一把抱住 使得她愣了一下 杨凡看着一双诱人的大长腿 包裹着戴字母的黑丝 在自己眼前晃来晃去的 晃得她火大 她才不会去灌着这双腿 所以一把抱进怀里 好好感受 林婉成见自家男人 把脸埋在自己的腿上 也是露出了笑容 心想 看来她真的很喜欢自己的腿呢 自己一定要好好保养 杨凡微微一用力 使得大美人坐在了她的怀里 她顿时开始不老实起来 当手覆盖住林婉成的壮阔时 这大美人温柔地问道 老公 要不我去换制服吧 很明显 她感受到了杨凡的异样 知道现在自家男人有了怒火 那她的任务 就是乖乖地负责灭火 谁知令她意外的是 杨凡竟然开口拒绝了 只听自家男人小声说道 不用 晚上吧 先这样温存一下 既然她都这样说了 林婉成当然没有任何意见 只是优雅地用双手还住她的脖子 任由她那所谓的温存 两人都没有说话 非常享受此刻的宁静 这样足足持续了几分钟后 杨凡轻声对怀中的大美女问道 饿了吗 林婉成微微摇了摇头 还好 老公想吃的话我就陪你 杨凡拿起手机 本来打算看看 有什么想吃的东西没有 结果刚一打开 就发现了几条沉思一发来的信息 只见照片上的美女 剪了个刚刚过肩的中长发 身上穿着一件篮球服 是很多年前的动漫 灌篮高手里的湘北队球服 手里还抱着个篮球 杨凡一眼就认出了 照片上的美女 正是陈思怡这妹子 就挺运动疯的 看来这妹子很喜欢这样穿 之前是阿根廷的足球服 这次是湘北队的篮球服 下面还有她发过来的语音 坏蛋 你睡醒了吗 你看看我穿这个好不好看 像不像赤木琴子 哈哈 我想穿着这个 去看灌篮高手的电影 嗯 你陪我去可以吗 收到信息后 要回话哟 杨凡听后感觉这妹子 今天有些不一样 但太具体的 又说不出来 总感觉对方可能是想通了 像是在主动给她释放信号一样 之前陈思怡因为刚刚分手 不想很快的无缝衔接 所以让杨凡给她些时间 现在算下来 距离她分手也大半个月了 难道是考虑好了 杨凡不知道 陈思怡这妹子还算敏感 她这段时间渐渐地感觉到了 杨凡对她 好像没有了当初的热情 每次聊天都是很平淡的几句信息 甚至很多时候直接不回 第177章 杨凡的变化 陈思怡对于这种现象 心里想了不少 最终得到的答案是 或许两个人会发展成这样的原因 就是因为她迟迟不肯表态 所以杨凡没有耐性了 但她也确实有她的苦衷 也明确地给杨凡说了 给她些时间 陈思怡觉得 这等于就是在说自己对她是有好感的 只是需要时间 难道她听不出来吗 竟然这样对自己 觉得自己很委屈的妹子 本来想赌气不搭理杨凡 然后等她主动约自己的 结果左等右等的 等了一个多快两个星期 对方还是那副 自己找她就随意聊几句 不找她 就像消失了一样的态度 想等她主动约自己 根本就不可能 已经超过60亲密度的陈思怡 面对这种情况 难免会胡思乱想 甚至自己帮杨凡找起了理由 觉得是不是自己暗示的不够明显 让这个坏蛋 以为自己没有答应下来 是想吊着她 一想到这个 她就感觉到一阵心慌 她对杨凡 现在还是算很有好感的 想来想去 还是不想两人就这样错过了 所以今天正好趁她爱看的 灌篮高手在上映中 主动约杨凡去看电影 打算借此再拉近一下 彼此的关系 顺便再暗示一下这个呆子 自己对她是有好感的 不是想吊着她 但陈思怡不知道的是 她将杨凡的心思 完全给猜错了 如果知道对方真正的想法 估计她会难过很久吧 杨凡看着信息也有些犹豫 正在要不要祸害 这个小恋爱脑的选择中纠结 随即想到了一种方法 那就是跟这妹子摊牌 如果她能接受自己 还有其他女人的话 就把她给拿下 如果接受不了 那就放她一马 准备用这种 快刀斩乱麻的方式 处理这段关系 这样就不需要纠结了 所以还是打算去一趟 想到这里 杨凡转头看了林婉晨一眼 正准备说什么时 只见这大美人 满脸温柔的 先开口说道 老公你想去就去吧 我等你回来 晚饭我自己解决就可以了 不用担心我的 我会好好照顾自己 等着老公来宠爱 这妹子是真特么懂事 也难怪 自己会被他们给弄挑食了 但她还是摇了摇头说道 我陪你吃完晚饭再去 快的话 我看上电影就回来 好的 我等你 随后 杨凡给陈思怡发了条信息过去 表示自己快吃饭了 邀约只能约晚一点 妹子对此倒是没有意见 表示 她也先去把晚饭吃了 随后杨凡开始在网上 点了些高档餐厅的外卖 选了些想吃的菜 打算与林婉晨就在家里吃 毕竟今天刚刚搬进来嘛 虽然因为没有买食材 自己做不了饭 但用吃外卖 来给家里添点烟火器 也是可以的 当两人吃完饭后 已经是过去一个多小时了 这时 杨凡跟林婉晨打了声招呼 就开车出门 由于跟陈思怡约好了 所以车子开到他家小区门口的时候 杨凡就看见了 穿着一身篮球服 站在路边等着的靓丽女孩 车子直接停在她的身边 按下车窗后 在妹子疑惑的神色中 喊了一声 11 上车 陈思怡这才知道 这辆车是杨凡开来的 于是打开副驾驶坐了上去 妹子一上来 脸上就挂着淡淡笑容 显然心情还不错 坏蛋 这是你的车吗 我看标志是兵力吧 杨凡点了点头 是的 把安全带系上 哦 好 在妹子用安全带 将自己的身材凸显出来后 杨凡一脚油门将车开走 姓名 陈思怡 年龄 21 身高 163 体重 47 综合颜值 85 97 状态 正常 亲密度 61 顺便看了一眼这个妹子的数据 当初这样的美女 可是已经能很吸引她了 但现在在看时 总感觉有些差强人意 路上妹子淡淡地说道 嘖嘖嘖 不愧是土豪哥哥呀 原来是开兵力的 话说 你最近都在忙什么呢 杨凡思索了一下 还是打算晚点再摊牌 至少陪妹子将这场电影给看了 于是随意地说道 忙赚钱了 还能忙什么 妹子轻轻笑了一下感慨道 你都这么有钱了 还这么努力啊 等我毕业了 也要向你学习 杨凡听见这妹子的小夸奖后 感觉有些好笑 努力这两个字 好像跟她不太沾边 她所谓的忙赚钱 不过就是勾搭美女而已 完全就是在享受生活的同时 把钱给赚了 论摆烂的话 还真没有几个有钱人能跟她比 人家王校长都这么有钱了 都还想着创创业什么的 而她就只学到了 人家纵意花丛的这一个优点 在他们的闲聊中 汽车很快开到了红通城附近 找地方把车停了后 二人进入商场 杨凡发现在走路时 陈思怡这妹子 有意无意地挨着她 离得很近 经常会有肢体接触 这样的情况下 她哪里会看不出来 妹子是在刻意为之 或许是已经想好了 所有在暗示她表态 但这时的她 心态已经不一样 没有去接招 一路上就挺绅士的 当妹子取了票 买了爆米花和饮料后 两人在大厅坐着 等待电影开场 大厅中 此时已经出现了几个 与陈思怡一样 穿着篮球服来看电影的人 其中有男有女 看来 这些都是真爱粉 陈思怡见自己一路上的暗示 杨凡都视若无睹 心里有些无语 想不明白 明明之前很爱吃 自己豆腐的坏蛋 怎么一下子就变得这么绅士了呢 但妹子还是没有打算太过主动 准备再等等 所以就这样轻松地 与杨凡聊着天 一直到电影开场 两人进入后 陈思怡一开始 还津津有味地看着 但当电影都播放了一大半后 她的心思已经不在电影上面 找了个时机 故意趁杨凡伸手去抓爆米花时 也将自己的小手伸过去 对于妹子有预谋的操作 两人的手 当然是不可避免地碰到了一起 杨凡摸到妹子的手后愣了一下 准备收回时 却被妹子一把牵住 感谢G1203大大送来的 大神认证 感谢乌拉尔飞皮猪 大大送来的 新版爆更洒话 两位老板糊涂啊 感谢各位大大大送来的各种礼物 和用爱发电 万分感谢 第178章 等了十多年的遗憾 杨凡知道这是陈思怡要开始主动了 也不刻意去弯酸 顺势将妹子的手给牵住 正盯着屏幕的陈思怡 感觉到杨凡的配合后 心里出现了一丝喜悦 随后二人就手拉手地看着电影 一直到结束后 陈思怡对着杨凡小声吐槽到 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好看呢 总感觉电影版的主角 换成了宫城良田一样 明明是来看樱幕花道和刘川峰的 还有那个赤木琴子也是 明明是动漫里颜值最高的两人之一 怎么搬到电影上 就变成这副模样了 真是让人大失所望 虽然陈思怡这妹子 对着杨凡巴巴巴的没完 但她并没有不耐烦 反而深表赞同地附和着 就是 想当年琴子还是我的女神呢 电影上这副模样 真是吓了我一大跳 做美术的简直太坑了 本来是来弥补童年遗憾的 现在看到这电影 拍得真的是有些不尽人意了 而且结局时居然没有想起 直到世界尽头 这首歌曲像是在看盗版一样 差评 妹子听杨凡这样说 顿时激动了起来 对的对的 我就说 好像差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你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来了 这么经典的片尾曲居然没有出现 简直连盗版都不如啊 亏我还专门买了套衣服来看 陈思怡亲密度加一 妹子说完 还因为自己的话题 得到了杨凡的附和 而直接长了一点亲密度 随后 两人就带着遗憾的心情往外走 一边走 一边吐槽着这部电影 杨凡甚至心想 早知道是这个鬼样子 自己就应该带个音响来的 电影一结束就放歌 让灌篮迷们嗨起来 他之所以会跟陈思怡一起吐槽这部电影 倒不是为了配合这个妹子 事实上他也是个灌篮高手的动漫迷 讲道理 当年的一句全国大赛剑 让他足足等了十多年 从一个青涩的少年郎等 成了奔三的中青年 动作快一点的话 孩子都会打酱油了 所以 他对这部电影也是抱有期待的 两人手牵手地走出电影院后 陈思怡绝口不提回家的事情 因为他今天的目的还没有达到 于是停下脚步 颇有点不好意思地对杨凡说道 坏蛋 我们去酒吧坐坐吧 杨凡闻言后 乃能不知道 这个妹子现在已经算是在明示他了 因为他们上次去酒吧玩时 两人都喝了些酒的情况下 很多动作都非常亲密 就像情侣一样 现在妹子再次提出去酒吧玩 其中的含义 只要不是太傻的人都能听得懂 杨凡此时有些纠结 想着是等陈思怡的亲密度 在涨高点后再摊牌 还是现在就说明白 本来他以为自己对这个妹子的兴趣已经不大 这次来也是抱有摊牌的心思 结果现在才发现兴趣不大的原因 那是因为两人没见面的时候 才会有这种感觉 现在这个活泼的妹子 就在他身边牵着他的手 跟他谈笑风声 甚至还很主动地提出去酒吧玩 他突然又发现 当初陈思怡给到自己的那种吸引力 又慢慢地开始出现了 就有点死会复燃的感觉 心想 这特么不是自己跟哪个妹子在一起时 那个妹子就对自己有吸引力吗 靠 妥妥的渣男啊 在发现这个无语的问题后 他还是决定暂缓摊牌 想到这里 他直接在陈思怡疑惑的目光中 换了一只手牵他 而本来牵他的那只右手 改为搂住他的细腰 妹子 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举动 弄得身体僵了一下 但随即想到了什么后 并没有去拒绝 身体也渐渐放松下来 脸色微红 心里想着 这个呆子 总算是听明白了暗示 真是呆头呆脑的 非要暗示的这么明显 就像完全是 我在主动推进关系一样 不过结果是好的 就是多少有些不好意思罢了 想到这里 他微红的脸上出现了一丝笑意 就这样任由杨凡搂着他走路 但杨凡嘴里却说道 傻瓜 忘了我是开车来的吗 还提议去酒吧 陈思怡小声说道 有什么关系吗 你可以叫代价的呀 杨凡笑了笑 酒吧下次再去吧 我们今天去别的地方玩 陈思怡闻言 倒是没有什么意见 他刚刚之所以提议去酒吧玩 仅仅是为了暗示杨凡 并不真的很想去 但他还是疑惑地问道 去哪里玩啊 跟着走就行了 问这么多做什么 哼 霸道 陈思怡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身体却很诚实地 被杨凡搂着走 一点也没有不想去的感觉 非常配合 两人上车后开起了导航 一脚油门将车开走 这一开就开了半个小时才停下 杨凡松开安全带后说道 到了 下车吧 陈思怡有些疑惑 这是哪呀 你下去就知道了 两人下车后 杨凡在妹子疑惑的眼神中 搂着她往一个方向走去 直到走了好几分钟 陈思怡渐渐地看到了 不远处有个湖泊 仔细看还会发现 湖畔有很多一闪一闪的 小亮光在漂浮 他脸上瞬间出现了 惊喜的表情说道 是萤火虫 杨凡笑了笑 搂着妹子朝湖的方向前进 没过多久就从小路来到湖边 此刻他们周围到处都漂浮着 稀稀疏疏的萤火虫 就显得十分有意境 自来到这里后 陈思怡的笑容就没有从脸上消失过 此刻更是激动地说道 哇 这里好漂亮啊 你是怎么找到这种地方的 杨凡看着妹子 用一根食指放在嘴边 做了个虚的手势后 轻声说道 说话小声点 妹子见状有些疑惑 还以为这里是不准人进入的地方 赶紧四处观察了一下 却什么也没有发现 随后有些紧张地问道 为什么 被人发现后会被驱赶吗 杨凡摇了摇头 表情认真的小声说道 那倒不是 让你小声点事 怕你被打 唉 被打 这话说的陈思怡有些摸不着头脑 但见杨凡认真的模样 他顿时就更紧张了 赶紧将音量放小问道 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会被打呀 第179章 恋爱恼陈思怡 杨凡四处看了一下后 小声地对陈思怡说道 相传啊 这片湖泊不简单 里生活着一群很神奇的大嘴巴鱼 他们的 妹子文言情不自禁地问道 神奇的大嘴巴鱼 他们的嘴巴很大吗 有多大 充满了好奇心 杨凡被他给打断后 顿时白了他一眼 别打岔 听我说完 妹子文言不好意思地点点头 好 你说你说 我保证不插话了 杨凡这才继续说着 这湖里的大嘴巴鱼 他们的尾巴像扇子一样 很长很大 平时很少会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 但一到晚上 如果有人大声喧哗 吵到他们睡觉的话 他们就会蹦出水面 用他们的大尾巴 给喧哗之人啪啪 两个大嘴巴子 所以才称呼他们为大嘴巴鱼 当然也有人称呼他们为大尾巴鱼 我就是怕你被他们打 所以才让你小声点 陈思怡听完后 顿时面露古怪之色 随即再也憋不住了 哈哈哈哈 一边笑一边扑上去 用小拳拳捶打杨凡 你这是 在拿我当傻子吗 哈哈 还神奇的大嘴巴鱼 何这是这种大嘴巴吗 哈哈 杨凡也笑着与陈思怡 闹了一小会 直到双手将他抱进怀里后 两人才停了下来 妹子本来还笑容满面的 但突然看见 杨凡此时正直勾勾地看着自己 顿时愣了一下 随后见这个男人的脑袋 在缓缓靠近自己 陈思怡的脸蛋 又开始渐渐红了起来 他心里只是象征性地纠结了一下 就缓缓将自己的眼睛给闭上 完全是在以这种方式 表示他的态度 杨凡看着妹子默认的举动 和面前这张翘脸后 像是得到了鼓励 直接对着妹子的嘴唇 就印了上去 才刚刚印上没有多久 杨凡见妹子很配合 一开始还好 一切比较自然 但当他很熟练地接触又起时 陈思怡瞬间被他的举动惊醒 顿时瞪大了眼睛 想要将他推开 两人唇分 陈思怡此时满脸害羞地看着杨凡 结结巴巴地说道 坏蛋 你 你 我 杨凡见他这副模样 也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开口说道 你今天出来是做什么的 陈思怡文言后 犹犹豫豫地说道 不是 这样有点太快了些 再给我些时间吧 好吗 他今天的主要目的是想告诉杨凡 自己对他有好感 不是想吊着他 希望他给自己些时间 其他的并没有完全做好准备 他怕他 刚刚要是不阻止杨凡那样做 这个坏蛋很有可能会顺势而为 在今天就将自己给吃掉 当事情脱离了他的打算后 顿时出现了惊慌和纠结的情绪 情不自禁地 就将杨凡给推开了 但推开后 他又怕杨凡会误会他的意思 所以 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说 就莫名其妙地解释了一句 杨凡倒是不在意 他今天本来也没有打算 在这品尝美味佳肴 还准备留着肚子回家吃呢 刚刚会那样 完全是因为他养成了情不自禁 如果他真要办正事的话 那肯定是要等摊牌后 他现在身边根本就不缺女人 对于可有可无的陈思怡 他没必要去隐瞒什么 所以他笑了笑说道 没事 我们沿着湖边走走吧 沉思一闻言后 心里松了口气 嗯嗯 好 随后 他凑到杨凡旁边 语气肩并肩 有些小心翼翼地问道 坏蛋 你没有生气吧 他怕杨凡 因为刚刚的事情生气 所以还是很担心的 杨凡见他这副 怕自己生气的模样 顿时又想起了 这个傻瓜跑出来 当赔完赚钱 给男朋友花的事情 心里叹了口气 这妹子 与他身边的那些美女不太一样 明明也是个不错的美人 结果却有着一副恋爱脑 太软了 其他美女都是找备胎设于堂什么的 从男人身上 获得情绪价值 或者金钱利益 陈思一道好 同样身为美女 他跑去舔他的男朋友 想办法赚钱给他男朋友花 这就奇葩 完全是一个 一旦谈起恋爱 就智商直线下降的家伙 所以 在见到他 这副小心翼翼的模样后 杨凡也并没有真的去生他的气 一把将他给搂住 继续往前走着 嘴上说道 我像是这么小气的人吗 陈思一见杨凡不但没有生气 反而再次搂住自己 心里的石头顿时落下 突然有一股小幸福的感觉 涌上心头 陈思一亲密度加二 以至于又长了两点亲密度 杨凡看着被自己搂住后 在偷偷傻乐的妹子 又长了亲密 感觉对方是很有望突破70的 想放着妹子一马的想法 就越来越淡了起来 至少陈思一愿意跟着自己的话 自己会对他好 不会去骗他钱花什么的 换个男人遇上这个傻瓜 那可就说不定了 杨凡甚至怀疑 陈思一之前遇上的男朋友 可能从一开始 也是想好好跟他谈恋爱的 结果后来 被他这恋爱脑的性格 给活生生宠成了渣男 所以对他越发过分了起来 让自己女朋友 去当陪完陪其他男人 然后赚钱来给自己花 这样的极品男人 怕不是一天能养成的吧 所以这还真有可能 是这妹子自己的性格 害了自己 不过那些都是过去式了 不需要去想 既然这妹子 现在心里的人是自己 那只要他能接受 自己有其他女人 这个傻瓜以后 就交给自己来宠了 免得放出去 又碰上遇人不输的事情 于是杨凡调侃到一个人 在那傻乐什么呢 妹子脸上的笑容 根本掩饰不住 文言后说道 嘿嘿 就是觉得 你这个坏蛋 能体谅我 真是太好了 杨凡听见这话后 现在已经能明显感觉到 这个妹子又开始僵致了 说这样的话 不就是在告诉对方 对方在你心里很重要吗 你不断地给男人安全感 等他觉得自己 已经要不起台后 根本就不怕 你会离开他 到时候谁吃亏 感谢逍遥做个女主表格 大大送来的 大神认证 话说 这女主表格怎么做 做来发哪里 大大看见了的话指点一下 第180章 陆玉道友 虽然杨凡这样想 但他可不会去提醒 旁边这个妹子 因为这个妹子以后的男人 大概率就是他了 有这么个爱自己的恋爱脑 也是挺好的 即使他们两个 是因钱结识 又因钱杨凡 才开始渐渐吸引到陈思怡 但以对方恋爱脑的性格 一旦两人有了实质性关系后 那肯定就不会是 完全因为钱了 必定会有感情因素 掺杂在里面 想到这里 杨凡突然停下脚步 转头对着陈思怡的脸蛋 印了一下 这使得妹子有些愣神 瞪大眼睛呆呆地看着她 只见她笑着说了句 傻瓜 陈思怡见她做这么轻易的举动 虽然内心很是受用 还有一点点小开心 但表面上却做出一副 不满的样子说道 什么嘛 干嘛突然说人家是傻瓜 杨凡只是笑了笑 没有去跟这个陷入恋爱状态后 有点憨憨的妹子争辩 而是搂着她 继续在湖边闲逛 吹着夏日的晚风 不一会 陈思怡突然指向远处 惊讶地说道 咦 坏蛋你看 那边好像有个人呢 他躲在那里做什么呀 杨凡顺着妹子手指的方向一看 只见远处有个个子不高的男人身影 正一动不动地站在一棵树边 脑袋微低 像是在看自己的脚下 杨凡第一反应 就是在心里吐槽了一句 真不讲文明 于是他随意地对陈思怡说道 有人很正常啊 这地方虽然知道的人不多 但也肯定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随后他们又走了一小段距离后 杨凡开始发现有些不对劲起来 因为离得稍近后 隐隐约约地看见哪里不止一个人 而是两个 杨凡瞬间就反应过来 遇见道友了 这时 陈思怡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 唉 好像还有一个人呢 刚才都没有 走 陈思怡的话都还没有说完 就被杨凡搂着他 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 原地掉头 他还是比较有礼貌的 大家都是道友 所以比较懂礼貌 带着妹子转身就往回走 但妹子却有些疑惑起来 好奇地问道 为什么不过去了 那边的夜景也很好看呢 杨凡闻言后心里好笑地想到 何止是夜景好看啊 他没有回应妹子 而是继续带着妹子离开 陈思怡无辜地眨拔了一下大眼睛 本来有些迷茫的表情 好像突然想到了点什么 所以渐渐变为了满脸震惊 这个妹子没有这么单纯 一开始只是没有往那个方面去想 但通过杨凡带他离开的举动 他撬脸刷 得一下就红 一边聊着天一边在湖边漫步 看起来非常悠闲 直到杨凡觉得时间差不多了后 淡淡地对陈思怡说道 走吧 回去了 今天应该是看不见大嘴巴鱼了 陈思怡闻言后愣了一下 心里多少有点点不舍 但却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突然转身投入他的怀里 随后对着他就硬了下去 渐渐地双手还住他的脖子 唇分后陈思怡颇为认真的对着杨凡 说道再给我些时间好吗 杨凡知道这个妹子 因为怕自己不高兴 已经做出了不小的让步 所以小声地说道 看在你这次这么乖的份上 我就勉为其难地答应你吧 陈思怡闻言后紧紧抱住他 小声说道 嗯 谢谢你 坏蛋 第181章 与陈思怡分别 随后两个人一边逛着 一边聊着生活上的小趣事 随着时间渐渐流逝 杨凡见陈思怡这妹子越聊越起劲 那是绝口不提回家的事情 从这里可以看得出 这妹子还是挺想跟她多待在一起的 哪怕只是压狐边小路 但杨凡想到 林婉晨还在家里等着自己回去吃美味佳肴 他人虽然在这里 但魂已经飞回去了 既然决定在摊牌之前先不吃掉陈思怡 索性杨凡直接说道 今天就到这里吧 我送你回去 我手里还有些事要回家处理 啊 陈思怡闻言后 本来带着的笑容的脸色顿时有些僵住 但很快恢复正常 心里虽然带着不舍 希望能跟杨凡多待片刻 但听见他说 还有事要处理 又不愿意耽搁了他 于是微笑着点点头 颇为期待地说道 你去看花还好吗 杨凡闻言笑了笑 当然可以 路程也不算远 开车去还是很方便的 陈思怡顿时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那我们就这样说定了哟 嗯 一言为定 陈思怡亲密度加一 见杨凡答应后 妹子开心之余 直接又提供了一点亲密度 这让杨凡有些意外 心里暗想着 这妹子也挺肯长的呀 甚至自己今天一分钱都没有花 连电影票都是妹子团购买的 她竟然长了好几点 只能说 真不会是个小恋爱呢 两人往回走的路上 杨凡想了想 拿出手机 给陈思怡赚了十万块钱过去 妹子看见信息后一愣 顿时惊呼道 坏蛋 你又给我转这么多钱做什么 你上次给我的 都还剩下很多呢 杨凡伸手揉了揉她的秀法 笑着说道 拿点你你就只管用 平时对自己好点 别舍不得花 谁知陈思怡闻言后 只是白了她一眼 谁舍不得花了 我又不是傻子 只是这才多久时间 根本花不完吗 花不完你就慢慢花 杨凡说完后 不再与她谈论这个话题 带着她很快回到车上 但她奇怪地发现 自己赚了十万块给陈思怡 这妹子的亲密度 竟然没有动静 看来有时候 自己对这妹子 做出一些零成本的行为 会比给钱更管用 想到这里 她笑着摇了摇头 系好安全带后 一脚油门将车开走 等将依依不舍的陈思怡 送到她家小区后 杨凡直接将车开回别墅 这时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 当她开门走进别墅时 顿时愣了一下 只见刚刚还开着灯的别墅 竟然一片黑暗 刚刚在门外看 都还亮着的 林婉成趁自己开门时 把灯给关了 正在想 这妹子是搞什么鬼时 突然见到主卧里有亮光 她好奇地走了过去 刚刚走到门口 就发现 主卧里只摆放了一圈 新型的蜡烛亮着 新型中 兼占着一位一身 空姐制服的人间有物 这位美人的手里 还拿着一束鲜花 从门口 一直到新型蜡烛的路上 撒满了玫瑰花瓣 弄得还挺有仪式感 杨凡笑着走了过去 来到林婉成的面前 还没有来得及说话 这位大美人就先开口了 老公 欢迎回来 喜欢我为你准备的礼物吗 不太懂浪漫的杨凡 有些好笑地说道 这些小浪漫 不是应该男人为女人准备吗 你怎么 谁说的 他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林婉成给打断 随即听见美人继续说道 男人也是需要关心和爱护的忧 享受浪漫 从来就不是女人的专利 只是你们男人背负的太多 心里比较务实 所以浪漫这种不实用的东西 在你们心里的顺位 并没有排上名次 杨凡突然间感觉 还真被这个大美人给说对了 浪漫这玩意 确实是没有在他心里排上好 但此时见到这美人花心思 弄这些来让自己开心 心里又确实是感觉到挺舒服 林婉成见他没有说话 于是拿着花束 上前一步深情地看着他说道 老公 我爱你 杨凡顿时觉得自己 被拨动了一下心弦 伸手接过花后说了句 谢谢 杨凡看着面前 这位大美人心里有些异动 只见他将花放在地上 然后一把抱住对方印了上去 印大佬们的要求 偶尔在张杰末尾 给女角色做一个排练 先声明 这不是水文 正文的字数是没有减少的 一 白丝笑花 无沙沙 极乐净土 二 空降主播 陆小璐 第一个空降 三 JK美少女 顾瑞杰 陪婉一 四 火车窑 阿黎 未见 五 商场营业员 风玉亭 公交战偶遇 六 恋爱脑 陈思怡 陪婉二 七 南航空姐 恭敬 机场偶遇 八 双胞胎 带毛姐妹 未见 九 小野猫 徐山 顾瑞杰闺蜜 十 街舞女孩 李威 第一个满唇 十一 翘寡妇 李欣然 十二 乌拉国主播 妮娜 未见 十三 狼人杀主播 小闪电 未见 十四 伟明媛 张若曦 健身房蹲点 十五 极品金丝雀 林婉辰 十六 美女车模 杨宇冰 车展 十七美艳少妇 陈海霞 陆营业 基本就是这样了 有需要补充的 大大们可以帮个忙 第182章 空姐制服过了 换汉服 杨凡看着身边 一脸懊恼的林婉辰 笑着一把搂住她 你这是说什么傻话呢 已经很好了 不需要道歉 林婉辰顺其自然地 靠在她的怀里 小声问道 老公 你不会是因为 安慰我才这样说的吧 杨凡笑着揉了揉 这位大美人的秀发 清秀着从她身上 传来的香味 假装不满地说道 怎么 现在连我的话 都开始质疑了 林婉辰文言一愣 正准备从她怀中起身 却被她抱得有点紧 没有得意起来 这美人只好赶紧说道 老公 你知道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 好了 她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杨凡出声打断 只见杨凡继续说道 不是在安慰你 我说的是实话 林婉辰文言后转头 对着杨凡巴基 一声 硬了一下 随后笑得很迷人 老公真好 那老公你当当开心吗 杨凡今天 从湖边陈思怡那里 积蓄地怒火 加上回来后燃烧的小宇宙 已经在这位大美人的配合下 全部熄灭 怎么会有不开心的道理 于是笑着点了点头 嗯 很满意 等回头 你还可以买些 其他有特色的服装穿穿看 林婉辰的身材极好 可以说是他认识的女人当中 当之无愧的第一 完全就是天生的衣服架子 穿什么都很有一番风味 绝对好看 既然这美人 有这种得天独厚的天资 为什么不让他好好利用起来呢 林婉辰文言后 瞬间明白了杨凡的意思 他对此倒是没有任何意义 直接就答应了下来 好的 那我明天就买一些 比较有风格的衣服 对了老公 你说我穿汉服会好看吗 杨凡文言后 心里有些好笑 暗想着 就你这身材和相貌 别说穿汉服了 你就是穿套村姑的碎花大红棉袄 脑袋上再包一块洗脸毛巾都好看 但这美人既然提到了汉服 他才想起自己确实还没有试过 想了一下 感觉应该会还不错 所以认可地点点头 肯定好看 我们家娃儿穿什么都好看 这样吧 你选汉服的时候 买点男士的 比如古时候风度翩翩的公子哥穿的那种 林婉辰文言后 眼睛一亮 对着杨凡好奇地问道 老公你也要陪我穿汉服吗 我们来一场古装盛宴 想着还蛮有意思的呢 杨凡摇了摇头 好笑地说道 我不穿 买来你穿 林婉辰文言后 茫然地眨了眨漂亮的大眼睛 思索了一下后问道 老公的意思是说 我穿古代公子哥的服装吗 反串 杨凡笑了笑 看看你穿男装是什么样子的 影视剧里很多 女扮男装的美女都挺好看的 大美人这才完全明白过来 他的意思 顿时笑着附和 好啊 我还没这样穿过呢 那老公你穿什么呢 面对询问 只见杨凡淡淡地说道 刚刚不是说了我不穿吗 不是 我是问老公你 哎 林婉辰的话说到一半才反应过来 杨凡这句话的另一层意思 合着还真是不穿啊 顿时笑了起来 我明白老公的意思了 随后二人就互相依偎着 在床上窃窃私语地聊着天 很快林婉辰就闭上了眼睛 应该是刚刚累到了 呼吸渐渐开始均匀起来 杨凡一看就知道 这大美人是睡着了 于是没有继续说话 而他自己 由于下午出门前 才靠在这美人的大长腿上 睡了近三个小时 所以还没有什么困意 于是轻脚轻手地坐起身来 拿起床头柜上的手机玩了起来 因为不想吵到 刚刚才尽心尽力服侍自己的大美人 所以就没有去刷痘音这些 而是打算随机挑选一个幸运美女聊天 看了一下V里面 有好几个女人的未回信息 他首先将伟名员张若曦 和美艳少妇陈海霞的信息给无视了 随后竟然意外地发现 有一条街舞女孩李威给他发的信息 要知道 这个妹子可是好久都没有主动发过信息了 于是他打开一看顿时无语 原来这妹子发过来的是一张图片 上面有一只眯着眼睛的猫 一看就精神状态不佳 还写着四个大字 精神涣散 杨凡知道这妹子肯主动联系自己 已经比较难得 想到上次与她在包房中时 她竟然首次出现了配合的举动 也觉得这妹子 怕是在慢慢沦陷了 于是打算 就把她定为今天的幸运美女 但杨凡没有发信息 而是直接复制了对方发过来的那张图片 又给她发了回去 结果等了两三分钟 对方才会信息 最无语的是 这妹子又重新将这张图片发了回来 就是不说话 另一边 本来正靠在床上刷豆芸的李威 突然发现杨凡来信息的提示时 顿时心里一喜 几乎瞬间就弹出豆芸点进杨凡的聊天框 但她什么也没有做 就这样默默地看着 一直等到过去两三分钟后 才再次发了一遍图片 或许是这个妹子 心里不想让杨凡感觉自己 这种操作就比较奇葩 并且还不止一次 因为杨凡展现出了男士风度 没有与她玩斗图游戏 而是首先说话了 还没有睡 李威亲密度加一 虽然是很普通的四个字 但这妹子不但露出了笑容 还增加了亲密度 但她就是不急着回信息 而是傻愣愣地 开着杨凡的聊天框发呆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这次还是过了差不多三分钟 李威才几下子打出了一句话 打字速度很快 就像是她刚刚是在积蓄力量 流到此刻爆发一般 还没呢 你不是也没有睡吗 在干嘛呀 第183章 李威的心结开了 李威的信息发过去以后 杨凡那边倒是回得很快 明显没有打算学她 弄这些故意挽回什么的事情 没做什么 刚刚忙完 准备挽回手机睡觉 看见有你的信息 就优先回了 李威见到这信息后 脸上的笑容顿时更灿烂了几分 但回复的信息却是 油嘴滑舌 我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相信 我这信息都发了几个小时了 杨凡也没有去解释什么 没有精神的样子 不像你呀 你平时的朝气呢 李威犹豫了一下 还是打字回道 最近有些失眠 我有一门绝技 是一种高级的催眠术 可能对你的失眠有效哦 嗯 李威看见信息后 一脸都不相信 吹牛 你都不试试 怎么知道 我吹牛 怎么试 在这上面也能试 当然 我已经达到了 能神不知鬼不觉 就催眠对方的境界 李威根本不相信杨凡的鬼话 但耐不住他愿意跟对方聊天啊 所以就接着这个话题 回着信息 那你使出来看看 这就是标准的聊天分人了 面对想聊的人 你再怎么尬聊 妹子都会陪你聊 但遇见不想聊的人 你就是聊出一朵花来 妹子连回你一个标点符号 都觉得多余 杨凡的信息 很快就回了过来 好了 我已经施法成功 让你顺利地忘记了 你自己是一头小猪的事情 现在你对你自己的身份 还有印象吗 李威见到这段信息时 不自觉地翻了翻白眼后回道 无聊 你才是猪 你这个又蠢又笨的猪 看吧 我这个催眠术很厉害吧 刚刚一施展 你就彻底忘记了 自己是小猪的事情 李威亲密度加一 李威看见这么嘎的冷笑话 竟然笑了 还笑得很开心 甚至又长了一点亲密度 但他不是因为杨凡发的 这些个无聊信息而笑 而是因为杨凡的态度 他知道这个男人 是想逗他开心 虽然很尬 但态度是好的 杨凡却不知道这些 他只知道 妹子竟然短时间内 因为他的信息 连续长了两次亲密度 虽然都长得不多 但积少成多的道理还是懂的 于是开始将各种 能想出来的笑话 全部往李威这边甩 弄得妹子既无奈又好笑 却也配合着他尬聊 唯一可惜的是 两人都聊了快一个小时 李威再也没有长过亲密度 这弄得杨凡很是纳闷 心里想着 难道自己之后的 那些小游戏和笑话 一个都不好笑 不至于吧 既然没有继续长了 他也失去了 继续聊下去的兴趣 看了眼时间已经不早 于是发信息说道 不早了 你早点睡吧 明天要去舞蹈教室吗 一起吃午饭 好 你也早点睡 李威看见信息后 只是稍一犹豫 就答应了下来 随后躺在床上发呆 确实如他跟杨凡说的那样 他最近有些轻微失眠 这事还是从他与杨凡 在包房里热吻那天开始的 虽然后来他跑掉了 但这些个画面 会经常在夜深人静时 不自觉地浮现在他的脑海中 有时候甚至会想着 那个家伙现在在干嘛呢 他知道自己这时 对杨凡有了喜欢的感觉 其实他自从感觉到自己 这也是他为什么会刻意逃避了 一段时间的原因 但是用处好像不大 当他与杨凡再次相见时 他得承认 这是唯一一个 会偶尔出现在他脑海中的男人 也是最特殊的一个 他不知道 自己是应该顺其自然 还是继续逃避 这些问题纠结了他好久 甚至出现失眠的现象 所以他的失眠 真要算下来的话 还与杨凡有关 只是他没有说出来而已 但经过今天晚上 与杨凡的聊天后 看着对方不断想着 各种笑话到他开心 于是在对方再次约他时 他做出了选择 是的 他答应杨凡的邀约 就是准备不再逃避 跟这个男人顺其自然 想通了这个不断困扰着他的问题后 他的轻微失眠 就自然而然的好了很多 另一边 杨凡可不知道 李维心里的想法 如果知道了 肯定会笑出声来 他之所以兴致勃勃地 给这个妹子讲笑话 玩小游戏什么的 那是因为 之前随意玩了个小互动的游戏时 发现对方竟然长亲密度了 所以他之后的操作 出发点完全是为了 刷更多的亲密度 积少成多 慢慢突破60 还别说 杨凡身边这么多女人 要说刷谁的亲密度 最有成就感 那李维这个妹子 绝对算得上是 数一数二的 因为李维的亲密度 从一开始就负50不说 增加的方式 还有点稀奇古怪的 每次加的也不多 现在被他刷到了超过50的程度 已经是比较有成就感了 刚刚认识李维的时候 就这妹子那好感度 他估计对方 连想打他的心都有 不过 既然邀约到了李维 是他现实中遇见超过80分美女里的 第一个满春节吧 所以 心里对李维 还是多少有些执念的 但现在好像已经距离成功不远了 摊牌的难题 又再次放到了杨凡的面前 想了想李维这妹子的性格后 他决定 还是以先刷亲度为主 不然 他是真的没有什么把握 算了 懒得想这些 杨凡摇了摇脑袋 把手机放好后 闭上眼睛 放空自己 什么也不想 很快就睡着了 时间匆匆流逝 很快来到了新的一天 一大早 杨凡就睁开了睡眼朦朦的双眼 有些惊讶地看着林婉晨 而林婉晨也发现他睡醒了 却没有跟他说话 而是思故香 只是用会笑的眼睛看着他 感谢叶风魂大大送来的 大神认证 感谢 番茄第一穷人大大送来的 大宝剑 两位老板糊涂啊 第184章 年人的大美女 杨凡面对林婉晨这小模样 也不想说话 主打的就是一个 此时无声胜有声 林婉晨脸上顿时出现一丝笑容 温柔地说了一声 麻烦老公了 接近一个小时过去 杨凡搂着怀里的大美人问道 娃儿 怎么一大早 大美人在他怀里 一脸勾人地看着他 微微笑着说道 没想到把你给吵醒了 杨凡闻言后 轻轻摸了摸大美人的翘脸 而他见自己之前的突发奇想 受到了自家男人的好评 心里也有一些开心 他心里很清楚 自家男人身边的美女不少 以后可能还会越来越多 自己想在他心里占据一席之地 那就只能用些小小惊喜 来良性竞争 这就是他的聪明之处 也可以说是他母亲教导的好 让他很清楚 一个像杨凡这样的男人 是不会喜欢爱搞事情的女人的 即便这个女人长得很漂亮 也不行 所以他很清楚自己的定位 也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杨凡不知道林婉成心里的具体想法 如果知道的话 他心里一定会有感激阿姨的想法 大美人这样的良性竞争 他可以说是乐在其中 特别是精神层面上 如果他的其他女人 都能做到这种程度的话 那就真的是只限鸳鸯不限仙了 他曾经在斗音上刷到过一个视频 可将他给羡慕的不行 里面的片段 应该是从一部电影里截取的 但他没有看过 视频讲的是一个做工程的老板 五六十岁的大叔 他的座驾是一辆家常版的豪车 车上除了司机以外 坐着的全是穿着清凉 并且腹白貌美大长腿的美女 多少个他没有去数 反正挺多的 最厉害的是 这些美女全都属于这位大叔 当时很想大吼一声 放开那些美女让我来 但现在想起来 他觉得自己也可以做得到这种事情 并且比那位大叔更享受 以前梦寐以求的生活 现在对他来说 好像难度并不是很大了 老公 你在想什么呢 此时突然出现一道悦耳的声音 将杨凡的思绪打断 他暂时将梦想的事情抛住脑后 撑起身子后 对着林婉晨说道 没什么 走 起床 好 美人应了一声之后 就开始与杨凡一起起床 随后两人一起洗漱 一起吃早餐 俨然就像是一对甜蜜的小两口一样 随后他们一起温馨的黏在沙发上看电影 时不时地聊着天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中午 这时杨凡的手机出现动静 他拿起一看 果然是李微发来的信息 我现在准备出门了 你呢 行吧 我也现在出门 那我们就店门口见 好 随后杨凡将手机揣进荷包里 对怀中的林婉晨说道 我要出去一趟 美人文言并没有询问他要去哪里 而是说道 好的 那老公你晚饭要回来吃吗 我做好菜等你 杨凡想了一下 还是摇了摇头说道 应该不回来吃 你自己搞定吧 对了 感觉无聊的话就出去逛逛 替我照顾好自己 林婉晨文言浅浅地地笑了一下后说道 老公放心吧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那我等你回家哟 什么时候想回来 我都在 他大概能猜到杨凡凡准备出去做什么 毕竟是发了几条信息才打算出去的 但他提都不会去提 一点负担都不会给到自家男人 让他与自己相处时 轻轻松松 开开心心的就好 确实 他成功了 杨凡听见他这么说后 心里还是很满意的 正准备起身时 只见这大美人紧紧抱住他 脸上有些期待地问道 老公 你走之前 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哟 可以说吗 杨凡愣了一下 此时本就心情不错 面对这种情况 当然就答应了下来 你说 只见林婉晨缓缓抬头看着他 脸上露出迷人的微笑说道 老公贴贴 杨凡听见是这种事情 直接就笑了出来 看着美人这副翘模样 心里有些暖暖的 随即直接一把将他搂在怀里 二十分钟后 杨凡开车来到与李维约的店附近 正在找停车地方时 正好看见了这个妹子的熟悉身影 他上身穿着一件橙色小吊带 下身是黑色超短裤 一双运动鞋配白色船袜 比之平时多少有些怪异的穿着来说 今天要正常了很多 姓名 李维 年龄 二十一 身高 一百六十六 体重 四十九 综合颜值 八十六 一百 状态 正常 亲密度 五十二 此时 李维正沿着路边 往约定的那家店方向走 杨凡开到前面靠边将车停下 对着窗外喊了一声 李维 妹子听见杨凡的声音后 顿时愣了一下 停下脚步 转头看向四周 寻找着声音的来源 车里 再一次听见杨凡的声音后 李维才发现对方 向着车子的方向走去 第185章 改变心态的李维 当李维走到杨凡的车边时 本来有些喜悦的心情 直接变化为一脸调侃的笑容 哟喝 鸟枪换炮了 第一次看你开车 嘖嘖嘖 宾利耶 不错不错 杨凡见妹子这轻松的状态后 就是一愣 心里暗想着 上一次见她这样 还是两人第一次约着去健身房的时候吧 感觉到李维今天的状态正常了好多 杨凡虽然疑惑 但没有去多想 毕竟这是好事 她也希望这妹子跟她相处的时候 能轻松一些 只见她笑着说 道我先去找地方停车 你在门口等我一下 李维文言白了她一眼说道 我为什么要在门口等你 我先去开个包间 你停好了自己过来 说完后 她转身就走 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给杨凡 只留下一抹靓丽的背影 但杨凡却看不见 这个妹子此时脸上正挂着笑容 她笑着摇了摇头 听见这个妹子主动提出开包间后 她顿时就想到了 上次在包间里对方最后的配合 那这次 李维还打算在包间里吃 是否意味着 妹子的改变全都被她看在眼里 她感觉自己应该离成功不远了 现在比较重要的事情 反而是刷清密度 然后摊牌 毕竟她也不屑于用隐瞒的手段 去将李维的第一次拿到手 身为天选之子 格局还是要有的 想到这里她一脚油门将车开走 继续去寻找停车的地方 十分钟后 她看了一眼李维发来的包房名字 直接就找到位置后 敲了两下 然后开门进去 顺手就降门给关上 正坐在桌子边拿着手机的妹子 抬头看了她一眼好笑地问道 关门做什么 菜都还没有上呢 杨凡一听就知道 这个妹子的言外之意是说 一会服务员要来上菜 这就从侧面反映出 李维对她关门的行为并不排斥 而且也知道 关上门后 她大概率会想办法使坏 只能说 今天的李维真的不太一样 所以杨凡故意笑着调侃回去 你开包房来 不就是让我关门的吗 李维闻言翻了翻白眼说道 那我们换到大厅去吃 说完就起身往门口走 杨凡笑着走到她身前 将她给拦住 这就没有必要了吧 妹子好笑地说道 怎么没有必要 我觉得很有必要 让开 她说完就要 伸手去推面前挡路的男人 结果却被杨凡一把抓住手臂 突然往自己怀里一拉 呀 李维惊呼一声后 被杨凡给拉进怀里抱住 一时间香气扑鼻 妹子开始挣扎起来 嘴里不满地嚷嚷着 放开我 你这个贱人 怎么又来这一招 杨凡听后 差点没有笑出声来 心想 原来你还记得 自己被这一招占过便宜吗 那怎么不长激星呢 心里虽然这样想 但表面上却淡淡地说道 谁叫这一招好用呢 说完后 就开始好好感受着怀里的香欲 不得不说 抱着这个妹子的感觉 还是很不错的 特别是她挣扎的时候 多少有点越挣扎越兴奋的节奏 咚咚咚 正在李维准备说话时 敲门声突然响起 她的脸上顿时出现焦急的神情 结果还没有开始加大挣扎力气 就感觉到束缚自己的双手已经松开 进来 原来是杨凡同样听见了敲门声 知道是服务员来上菜了 于是很干脆地将李维放开 然后往座位上走李维见服务员 端着菜进来后 恶狠狠地瞪了杨凡一眼 也回到自己的座位 带两人开始吃饭 杨凡吃了几口后 看向李维说道 你选的这家店 味道不错呀 李维只是不满地看了她一眼后 傲娇地说道 不要跟我说话 杨凡见着妹子耍小脾气 也有些好笑 她的女人们大多都很顺从她 基本不会跟她这样闹别扭 偶尔出现一个这样的吊吊味 也是蛮不错的 她就先还一个 果然没出意外 她话音刚落 对面郑家菜的李维顿时就炸毛了 啪 美女将筷子往桌上一拍 用一双漂亮的眼睛瞪着她嚷嚷道 你个臭不要脸的混蛋 明明只欠一次了 嗯 杨凡听见李维的话后有点懵圈 对方会炸毛她猜到了 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待会给她捋顺了就行 对方前面的一句吐槽她的话 她也猜到了 妹子对她又不是一次两次 还算比较正常 但明明只欠一次了这句话 她是怎么也没有想到的 甚至还觉得这妹子有些可爱 于是笑着说道 一次就一次 一次也得划呀 你自己说说 就三个吻而已 你都拖多久了 最后一个等会吃完饭就还 李维不屑地瞟了她一眼 傲娇地说道 哼 还就还 说完后又拿起筷子开始吃饭 随后两人都没有说话 安安静静地吃着饭 看似气氛有些紧张 实则不然 这两人只是在各想各的事情罢了 杨凡是想着李维这个妹子今天的变化 而李维则想着饭后的那个吻 虽然她答应得痛快 实际上心里还是有些彷徨的 随着时间流逝 杨凡喝了半碗汤后 擦了擦嘴 首先吃饱 将碗放下 她也不说话 就坐在那里 似笑非笑地看着还在吃的李维 这让妹子心里那个气啊 她实在做不到 无视杨凡这种直勾勾 看着她的目光 抬头后 一脸不满地朝对面看去 你盯着我看什么 没见过别人吃饭吗 还有没有点礼貌 杨凡笑着调侃道 谁看你吃饭了 我这是在监视你 怕你故意拖延时间 我拖延你大眼 李维闻言后再次炸毛 对了她一句后 将还没有吃完的碗 朝桌子上一放 直接站起身来 不满地说道 混蛋 来 我现在就还 杨凡实在没忍住 被这虎娘们的反应给逗笑了 但她也配合地起身 走到明显有些紧张的妹子面前看着她 不但没有去闻 反而嘴里调侃着 我为你的勇气点赞 但你能不能先把你那满嘴的油给擦一擦 感谢乍天帮小妖王大大送来的 抱更洒花 感谢各位大大送来的各种礼物 和用爱发电 万分感谢 第186章 李维主动表白 李维听见杨凡说自己满嘴都是油厚 差点笑出来 随即又觉得场合不太合适 所以恶狠狠地瞪着她 你这混蛋还嫌弃我 杨凡无辜地耸了耸肩 淡淡地说道 嫌弃谈不上 我这只是蒋卫生而已 再怎么说你也是个美女啊 还是多少注意点形象 正瞪着她的李维听到这话后 顿时有些哭笑不得的感觉 但听见杨凡称赞她是个美女这一点 心里竟然出现了一种算你有眼光 的情绪还颇为受用 但表面上却依旧是瞪着杨凡 嘴里咬牙切齿地说道 见人就是矫情 说完后 她直接在桌子上抽出一张纸巾 有些认真的对着自己的小嘴擦了起来 这还不算完 还从荷包里拿出口香糖 包了一块放进嘴里嚼了起来 然后递了一块 给面前的杨凡美好气地说道 你也吃一块 不然满嘴的蔡薇太恶心 杨凡见这妹子 竟然还随身携带了这玩意 颇有点好笑的感觉 心想 难道就是为了接吻准备的 但她没有去拒绝这种小事 接过口香糖就放进了嘴里 她只是随意嚼了一会 待没什么甜味后 就将口香糖给吐在垃圾桶里 然后转头看向不远处的那个俏丽美女 不怀好意地笑道 行了 都没味道了 还嚼什么嚼 别想着利用口香糖故意拖延 李维闻言后白了她一眼 这次没有眨毛 而是拿张餐精纸包着嘴里的口香糖丢掉 随即看向缓缓走到她面前的这个男人 嘴里没好气地说道 来 说完后就一副慷慨敷义的模样 直接将眼睛给闭上 杨凡见这妹子的举动 脸上不自觉地露出了笑容 随后上前一把将她给搂进怀里 对着那张小嘴就硬了下去 李维小嘴微章 摆出一副不配合也不拒绝的模样 任由杨凡肆意品尝 杨凡对此也不在意 赵阳乐在其中 随着时间流逝 她甚至越发投入起来 开始做出了一些不老实的举动 李维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 对于杨凡稍微有些过分的举动 不但没有如以前一般挣扎和排斥 反而隐隐开始配合了起来 她双手反抱住杨凡 嘴上也有了些动静 竟是给出了回应 不再像之前那样 做出一副白目老实的模样 杨凡当然在第一时间 就感觉到了怀里这个美女的变化 美女给出这些反应 完全可以说是在鼓励她 直接就像是 在她有些燃烧的怒火上 狠狠地浇了一桶油 以至于她现在更加激动了起来 不单单是不断地索取着 举动也越发过分 直接覆盖上了李维的壮口 仔细感受了几下后 见妹子没有拒绝的意思 甚至还沉醉在热吻当中 完全就是默认了她的行为 杨凡心里顿时感觉到暗爽不已 精神层面上出现了一些满足 这还是第一次这么顺利的 与李维这个妹子这么亲密 这感觉就非常的不错 由于与这个美女的关系 此刻算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所以她甚至感觉到 有不少成就感涌上了心头 两人互相激励着对方 导致动作越发肆无忌惮起来 一直到杨凡忍不住伸手去探秘的时候 李维才一把将其推开 退后一步后 一边喘着气 一边用气氛的表情 看向对面的杨凡 并伸出一根手指 指着她嚷嚷道 你这个混蛋 别太过分 别人不阻止你 你就把别人当傻子吗 她对于杨凡越来越过分的举动 都差点与自己的壮阔灵距离接触了 心里有些接受不了 所以不得已之下 才将气给推开 李维轻密度加二 杨凡看着一脸生气模样的李维 在听着对方长轻密度的提示 哪里会被她 这副装出来的模样给吓到 直接一把抓住她 指着自己的手 故技重施地往自己怀里一拉 呀 李维惊呼一声后 发现自己又投入了杨凡的怀里 被她一把抱住 多少也有些傻眼 但很快就反应过来 开始一边挣扎 一边用小拳拳 你这个贱人 你又来 放开我 杨凡紧抱住妹子 任由她如何挣扎 就是不放手 嘴里好笑地说道 多跟你说了 这招对你好用啊 这都多少次了你还伸手 你伸手不就是想让我抱吗 李维听后感觉杨凡是在暗示自己傻 顿时不满地嚷嚷起来 我想你大眼 你放不放开 面对妹子的威胁 杨凡丝毫不拒 只是淡淡地吐出两个字 不放 谁知她刚刚说完就感觉肩膀一痛 不用想都知道 是李维这个虎娘们又开始咬她了 但她不但不放手 还抽空用一只手 轻轻抚摸了一下怀中妹子的秀法 正咬着杨凡肩膀的妹子 瞬间就感觉到了她的举动 愣了一下之后 缓缓地将牙松开 也不继续挣扎了 只是脑袋微微厚移 看向面前这个近在咫尺的男人 此时 这个男人的脸上 正带着笑容看着自己 丝毫没有因为自己咬她而恼怒 甚至在看见自己与她对视时 那张脸在缓缓往自己这里接近 李维见到这种情况 当然知道 这个男人是想继续与她接吻 但她这次没有闭上眼睛 只是伸手死命的阻止 杨凡剑没有得逞 深知过犹不及的她 没有去抢吻 反而松手将李维给放开 正准备说些什么时 谁知妹子却先开口了 只见她盯着杨凡的眼睛 认真地说道 答应你的三个文已经还完了 你不要得寸进尺 我已经不欠你了 杨凡文言一愣 有些不太摸得清 这妹子这样说是什么意思 也不像是要两不向欠的样子 然而 她没有摸清李维的意思不要紧 因为李维只是顿了一下 又继续说道 如果你再敢亲我的话 那就要负责 杨凡听见妹子说出这样的话 她哪里还不明白对方的意思 这跟变相的表白有什么区别 顿时心里大喜 第187章 渣男身份暴露 面对李维的变相表白 杨凡看着她的眼睛认真地说道 我负责 谁知她话刚说完 李维这妹子就一开了推她的手 改为直接还住她的脖子 随后主动将自己诱人的小嘴 对着她印了上去 一时间再次开始火星撞地球 可谓是一点就燃 要不是现在这个地方明显不合适 再加上杨凡不想在瞒着李维的情况下 取走她重要的东西 不然或许会忍不住将她给吃掉 李维亲密度加5 两人这一吻 无异于是在确定关系 以至于李维这妹子的亲密度 直接涨了5点 达到了59 卡在了奖励反线卡的关键点 不过杨凡并不着急 她的女人们基本上都在这个位置上卡过 但卡的时间并不会太长 不出意外的情况下 当他们下次见面时 妹子就自然而然地突破了 待他们纯分后 两人还是保持着相拥在一起的姿势 只见李维看着她的眼睛 颇有些傲娇地说道 最终还是让你这个 混蛋得逞了 我可告诉你啊 我还是初恋 你最好给我好好珍惜 杨凡笑着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但也算是硬了下来 李维的情况她很清楚 纯洁方面一点问题都没有 要不是当初自己对她 用出撒钱的招数 就以她这样的性格 自己基本上不会与她产生什么交集 而且要不是有系统的亲密度功能帮忙 杨凡只是撒钱的话 大概率是攻略不到的 因为当这个妹子的亲密度达到正数时 用钱基本上很难砸动了 全靠着系统帮忙 加上她的死皮赖脸 如果不是 每次都有好感度的 加减在提示着她 谁能想到 攻略李维要用这么奇葩的方法 毕竟这妹子每次冷言冷语 挖苦嘲讽 生气愤怒 甚至打人咬人 这些刺痛人的事情 都是很真实的在做 根本看不出任何破绽 至少杨凡是没有看出来 要不是系统给她提示 这妹子在露出这些情绪的时候 实际上是在长亲密度的话 她早八百年就放弃了 换做其他没有系统的人 被她这样对待 最多一两次就放弃了 因为看不到希望 还要被刺痛和嘲讽 能坚持多次的 绝对不多 杨凡甚至怀疑 要不是她现在把这妹子给顺利拿下了 或许对方的命运 会是当个老姑娘 李维见杨凡听她这样说了以后 只是笑着点头 没有认真的表态 就这么敷衍了 平时不是挺牙尖嘴利的吗 现在哑巴了 你这混蛋 我怀疑我的选择是不是草率了点 杨凡听着妹子又开始对自己 她也不惯着 直接吐槽道 你是不是傻 我费了多大劲才把你搞到手的 好不容易得偿所愿了我会不珍惜 真以为谁都像你这么傻吗 李维文言顿时又开始炸毛 杨凡 你这个混蛋 你就是这么跟你女人说话的 你让让你自己的女人会死 说你两句 你就非要对 非要对 我他妈真是瞎了眼 我 不许说粗口 杨凡刚开始听着 还没有觉得什么 甚至还乐在其中 正准备等李维说完以后 给他对回去 谁知听着听着 发现这妹子竟然开始 特么的特么的来 不自觉的就喝了一声 被杨凡的喝声打断的李维 顿时哑火 愤愤不平地看着他 随即嘟着嘴巴说了句 哦 不说就不说嘛 你好什么好 他看着李维这傲娇的小模样 笑了起来 对着他的小嘴凑过去就是 巴唧 一声应了一下 正准备说什么时 妹子却不高兴了 嘴里吐气如蓝地说道 哼 你这人怎么这样 刚刚吼完人家 现在又来亲人家 杨凡浅笑一下 淡淡地说道 那不是吼 那是提醒 我只是不喜欢我的女人 说特么的罢了 李维文言瞪了他一眼 哼 你管得还真夸啊 搞笑 换个人 我还懒得去管呢 李维文言翻了翻白眼 油嘴滑舌 老实交代 你到底用你这张破嘴 骗过多少女孩子 我排第几个 卧槽 面对妹子这突如其来的询问 以及其中的内容 使得杨凡不自觉地 被震惊了一下 随即有些发愣 傻眼之下 他一时间确实没有反应过来 该怎么回答 心里想着 李维这是在诈自己 还是真知道些什么 难道自己现在就要摊牌 会不会多少有点 实际尚未成熟的节奏 他心里对着自己 发出几连问 但却得不到答案 发愣了好一会 他已经知道 这下要糟 果然 李维见他愣了一下后 犹犹豫豫的表情后 狐疑地看了他一眼 却并没有生气 只是好笑地说道 在想着 怎么编对吗 别编 有什么说什么 我知道你是个渣男 但我不希望你骗我 想好了再回答 杨凡文言后 有些不可思议地看向李维 第一次觉得这个妹子 有点难搞啊 但你知道 我是个渣男 你还自投罗网 怎么想的 李维不屑地笑了笑 淡淡地继续说道 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 很意外 我知道你是个渣男 很奇怪吗 你可别忘了 我们是怎么认识的 你能拿钱砸我 难道不能拿钱去砸其他女人 真以为我傻吗 杨凡这一下是彻底服气了 这妹子说的确实有道理 并且第六感也真的很准 他本来也没有打算要瞒着李维 没摊牌 只是因为觉得实际味道罢了 既然对方都说得这么明了 他也不打算遮遮掩掩的 索性就默认了 直接问道 那你为什么还 他才刚刚开口 一句话都还没有说完 就被李维给打断 我为什么还要做你的女人 嗯 李维笑着说道 那你告诉我 为什么很多女生 愿意选择跟渣男谈恋爱 都不愿意选择老实 杨凡见妹子 到现在也没有出现 减轻密度的提示 心里算是松了口气 于是接着她的话问了一句 你是说情绪价值 李维这时认真地看着她说道 也可以这么说 因为你是这么多年来 第一个让我觉得不讨厌的男人 也是第一个走进我心里的男人 并且 你还很有钱 糊涂的老板呢 我以后不说 老板糊涂了 还不行吗 第188章 出声 你这么迫不及待 杨凡见李维一脸认真的在诉说着 话里话外的意思都是在说 对方知道她是个渣男 但不介意跟她谈恋爱 这就有点无语了 目光复杂地看着妹子问道 能成为你这么多第一个 我也感觉很荣幸 但你真的不介意 李维闻言后 洒脱地摇了摇头 我是个活在当下的人 本来对谈恋爱什么的 一点也不感兴趣 如果让我跟一些讨厌的男人相处 那我还不如一直一个人 至少我觉得 这样我会开心些 但你突然冒出来了 让我有了种 或许谈一场恋爱也不错的感觉 杨凡闻言后笑了出来 就这么简单 即使我是一个渣男 你也不在乎 李维双手伸展 做了一个伸懒腰的姿势 然后随意地说道 就这么简单 你是不是渣男又如何 我只是在做我想做的事情而已 我现在 只想体验一下谈恋爱的感觉 而你不过是我唯一的选择罢了 即使将来跟你分开了 我也不过是回归一个人的生活 杨凡听见李维这样 随意地诉说着这些话 总感觉听起来有些悲观 真不知道这个妹子的心里 都在想些什么 他不知道的是 李维实际上并没有他现在 表现得那么洒脱 不然他之前也不会选择逃避了 不过是昨天 才决定要顺其自然地 去面对内心的想法而已 按着自己的想法走 其余的不去考虑 说是有些放飞自我了 也不为过 杨凡一直注意着李维的亲密度 发现完全没有什么变化 他知道这个妹子 说的这些想法是真的 看着表面上带着笑容的李维 他不知道为何 总感觉这个妹子的内心挺悲观的 而且 他正在坦然面对这种悲观 于是杨凡上前一步 轻轻将李维摟入怀里 轻声在这妹子耳边说道 只要你不介意 我有其他女人 我们就不会分开 你也不会回到一个人的生活 他没有去询问李维的家庭 也没有去询问他 为什么会这么悲观 他这样会刺痛这个女孩 如果妹子想告诉他的话 自然会说出来 所以他只是实话实说 只要李维不介意 他有其他女人 那他与这个妹子一直在一起 又何妨 至于这个妹子 会不会背叛他这一点 他倒是不怎么担心 李维听见杨凡这样说后 愣了一下 随后微微一笑地吐槽道 别想用甜言蜜语来迷惑我 告诉你 我不吃这一套 我不会去过问 你与其他女人之间的事情 但你不能区别对待 在你用钱砸她们的时候 别忘了也砸砸我 我不想努力了 听见怀里这个美女话 杨凡差点笑出声来 这还是第一个 在他面前根本不顾及 他会对自己有想法的妹子 想说什么就说 于是微笑着说道 这么现实的吗 李维毫不在意地回应 不然呢 你以为我最看中你什么 看中你的臭不要脸 要不是我不想努力了 你以为你这么快就能得逞 妹子说着 就要挣扎着离开她的怀抱 但她并没有放手 她知道这妹子说话就是这样 明明已经59点亲密度了 就是喜欢死鸭子嘴硬 所以她根本没有去与妹子较真 而且左右不过是一些钱而已 转给李维后马上就能返还 这跟右白嫖到一个美女 毫无区别 心里毫无压力 于是放开李维后 直接用手机给她转了50万过去 然后嘴上说道 这些都是小问题 先叫一声好听的来听听 李维此时正看着手机上的转账信息发呆 心里五味杂陈 她不得不承认 这个男人实在是太大方了 说拿钱砸她就拿钱砸她 关键是 面对这么巨大的数目 她是真的无法拒绝 同时也对自己的选择充满了信心 这个男人本来就是现在为止 她唯一有好感的同龄异性 最难得的是又这么有钱 有钱倒足以让她不用努力 也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既然如此 这个男人扎一点 又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呢 人无完人嘛 总不能什么好事都被自己给遇上了吧 所以李维即使嘴上不说 心里其实是对杨凡这个男朋友非常满意的 心里现在很是有些小开心 只是不愿意表现出来罢了 只见她白了杨凡一眼后 笑着说道 谢谢你的转账 我会好好消费的 嘿嘿 对于对方说的什么叫一声好听的这些 她是只字不提 完全当作没有听见 杨凡也不跟她计较 而是问道 还吃吗 李维看了看饭桌 随即摇了摇头 不吃了 被你这家伙一打断就吃不下了 这也能怪在我身上 是谁刚刚豪气的一放晚 就嚷嚷着 让自己来吻她的 想是这样想 杨凡并没有说出来 而是伸手搂住李维 然后说道 不吃了就走吧 说完就搂着妹子 往包房外走 李维也没有去拒绝她这些颇为轻易的举动 毕竟两个人已经确定了关系 而妹子也基本做好了准备 两人离开餐厅后 杨凡直接将妹子带到车上 然后开车离开 坐在副驾驶的李维 见车子行驶的路线不太对 不是去舞蹈教室和健身房的方向 于是疑惑地开口问道 你这是想把我拉到哪里去 杨凡随意地说道 还能去呢 当然是酒店啊 你不会以为我会放你去舞蹈教室吧 我 你 你这混蛋够出声的 刚刚吃完午饭 就这么迫不及待地 把我往床上带 杨凡文言后故意调侃道 当然迫不及待 想吃掉你 又不是一天两天了 好不容易机会来了我不抓住 李维被他的话又给弄炸毛了 你个出声 你想吃就吃 问都不问我一声 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杨凡继续口哗哗地说道 当然是当成我的女人了 谁叫你看起来这么可口呢 抛开事实不谈 这能全怪我 你就没有一点问题 我特 等于我还得跟你说声抱歉了 李维本来差点又习惯性地说出 我特么的 但突然及时杀住了车 第189章 杨凡 你能要点脸部 杨凡只当作没有听见 继续专心开着车 但李维却不干了 在副驾驶嚷嚷着 你装什么傻 我再跟你说话呢 杨凡听后 只是随意地说了句 反对无效 我 杨凡 我现在都是你的女人了 你能要点脸部 杨凡文言好笑地调侃道 我就是要脸 才带你去酒店啊 我如果不要脸 就直接把你往小树林带了 李维听后忍不了了 愤怒地喝道 什么 你这个混蛋 还想玩也的 出声啊 老娘可还是第一次 你别逼我打人 停车 杨凡没有去搭理李维 他现在对这妹子 已经是有了自己的一套 但李维 见他不说话 也不停车 可就不干了 突然脸色一变 然后冷言冷语地说道 你再不停车 信不信我跳车送你上新闻 杨凡觉得差不多了 可以去将这虎娘们的毛 给捋顺了 于是带着一脸微笑 温柔地说道 乖 别闹 我跟你开玩笑呢 这是去公园的路 吃饱了 准备带你散散步把了 我怎么舍得 不把你的第一次当回事呢 唉 正在炸毛的李维 见杨凡突然温柔起来后 就是一愣 听见他说的话后 沉默地想了一下 发现这条路的不远处 还真的有个著名公园 顿时怒气消了不少 看向杨凡美好气地说道 那你直接说会死吗 非要说什么酒店 小树林的 不如我对你几句你 心里不舒服是吗 你说你是不是贱 妹子说着说着 声音就小了起来 嘟着嘴巴 也不提什么跳车不跳车的事了 几分钟后 当杨凡将车在公园外停好后 松开安全带 对着副驾驶的李维说道 到了下车吧 妹子白了他一眼 随后跟着下车 然而他刚刚下去没有多久 就被杨凡给一把搂住细腰 往公园方向走 妹子并可以排斥他的这些行为 相反还尽量挨近他 肩并肩地一起走 任谁看见两人的这副模样 都能知道他们是情侣 当二人买票进入公园后 杨凡轻声对旁边的妹子问道 三选一 红服四 动物园 还是钱林湖 这个避暑室的著名公园 就修建在市中心附近 所以 本市的人偶尔会来逛逛 一般来这里玩的人 基本都是选择去这三个地方 当然 时间很富裕的人 完全可以三个地方都去玩一遍 但杨凡基本上 每次来都只会选择一个地方 李维听见他的话后 这妹子的选择 有些让他意外 只见对方几乎没有犹豫地说道 去红服四吧 杨凡虽然心里有些惊讶 但并没有表露出来 只是点了点头 带着妹子 就往通向寺庙的那条路走去 由于本来就是顺便散步 所以他们没有选择去坐缆车 跟着人群一路往山上爬 一边走着 一边聊天 在路上遇见小麦布时 杨凡还顺便买了一小包散装的花生 刚刚买好 就将其打开 往荷包里揣了 还不忘递了一把给李维 李维健壮 摇了摇脑袋说道 我不吃这个 你自己吃 杨凡微微一笑 不是拿给你吃的 是拿给你喂猴子的 嗯 李维闻言后 眼睛一亮 但随后又有点心虚地说道 听妹子这样说 杨凡也没有去勉强 而是将剩余的花生 全部装进自己的荷包 裤子的包包里 就显得鼓鼓囊囊的 李维好奇地问道 你不怕他们挠你吗 听说他们抢东西很厉害的 杨凡笑着摇了摇头 不会挠我 等会你看我是怎么喂的 见他这么说 李维也没有继续询问 反而颇有兴趣地 准备看他喂猴子 两人又走了十分钟左右 李维笑着只向前方说道 快看 前面有好多猴子啊 这里的猴群 本来就是散养的 由于每天都有大量的游客 所以见多了的他们 根本就不怕人 还会经常到山下来 找游客要吃的 或者要饮料喝 甚至经常出现抢夺的情况 但你不去弄他们 他们也一般不会主动伤人 特别是经常来玩的本事人 很多都会一个万能的手势 只要对着猴子们一做出来 他们就不搭理你了 所以游客们在路上见到猴子 是件非常正常的事情 这时李维已经拿出手机来 然后对杨凡说道 你不是要喂猴子吗 我来给你拍照 杨凡点了点头 在四处看了一下后 发现一个位置上 正有三只小猴子蹲坐在地 他从荷包里抓了一小把花生出来 就走了过去 李维看见杨凡在喂猴子的画面 发现猴子们真的不挠他 也不抢他的花生 只是老实的伸手在他手里拿 这也太乖了吧 这怎么与自己了解到的猴子 不太一样 当他给杨凡拍了几张照片后 也升起了想喂猴子的想法 正准备过去找杨凡时 发现有些不对劲 正有不少猴子 在往他们这里聚集 大概十来只 不用想都知道 是被杨凡喂小猴子的举动吸引过来的 他赶紧提醒道 杨凡注意 有好多猴子去你那里了 杨凡闻言后丝毫不慌 转身对着过来的猴子们两手一摊 让他们看见自己两手空空 然后用方言说道 没的 不错 这就是对付这个公园里 猴子的万能动作 百事百灵 果然 猴子们在见到他这个动作后 好几只已经一脸晦气地离开了 而他走过来对李维说道 没事的 学会喂猴子了吗 妹子看了看周围的猴子们 发现他们真的就不搭理杨凡了 一时间有些疑惑地问道 他们怎么不抢你荷包里的花生啊 杨凡好笑地说道 只要别被他们 看见你从荷包里掏东西吃就行了 你跟他们 表示你两手空空 他们就对你没有兴趣了 现实的很 李维认可的点点头 他刚刚是全程看了杨凡的操作的 确实有效 于是颇有兴趣地说道 悄悄拿点花生给我 我也想喂 待李维获得一小把花生后 他大着胆子学杨凡 将两三颗花生放在右手掌上 小心翼翼地对着一只小猴子递过去 糊涂的老板们 真的连夜扛起火车跑了 不要啊 新书快扑接了 我很惨的 感谢各位大大送来的各种礼物 和用爱发电 万分感谢 第190章 功德箱上的二维码 当李维的手刚刚对小猴子伸过去时 小猴子只是好奇地看了他眼后 就去抓他手里的花生 随后往嘴里塞 几乎没有碰到他 李维见状 心里松了口气的同时 有些惊喜起来 他又为了几颗花生后 转头看向身后的杨凡 开心地说道 他好乖啊 真的不会挠到我呢 杨凡难得看见这个妹子 笑得这么开心 也多少被他感染了一下 但还是笑着提醒 注意了 有猴子正在包围你 李维看了看周围 果然有好几只大小猴子 正在朝他的位置 虎视眈眈眈地走过来 顿时吓了他一跳 赶紧将手里的花生 全部撒在地上 让猴子们抢 面对还盯着他的猴子 就学杨凡 做出两手一摊的首饰 说道没有了 没有了 你们看 真的没有了 果然 此话一出 猴子们晦气地 看了他一会后 就将目光给移开 四散离去 他此时开心地 像个孩子一样 回到杨凡的身边 颇为兴奋地说道 太可爱了 我回味了 再给我点花生 你待会帮我拍几张 喂猴子的照片吧 杨凡对此 当然没有什么意见 直接就答应了下来 他们一直在这附近 逗留了十多二十分钟才离开 期间李维一直在开心地 喂着猴子 根本停不下来 其结果就是 杨凡荷包里的花生 被这妹子给用完了 当然 也没有忘记给他照相 此时 李维正被杨凡搂着 一边往前走 一边拿着手机翻看着照片 有不满意的 就直接删了 看见满意的 就跟杨凡分享 这张还不错 咦 这张很温馨烟 杨凡见他 这像是一名小女孩般的模样 笑着问道 原来你喜欢拍照啊 但怎么没有看见 你朋友圈发过照片呢 李维毫不在意地说道 我拍来自己看的 干嘛要发朋友圈 好有道理的样子 不过这也让杨凡 对这个妹子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他与杨凡身边的 其他女人都不太相同 其他的那些美女 几乎都发朋友圈 只是发的侧重点不同 有爱炫美食和餐厅的 有爱炫自己女儿的 有爱炫自己的穿搭 和自拍照的 有爱发文案和心情 分享日常的 有爱炫奢侈品包包这些的 唯独就李维这妹子 朋友圈一片空白 而且并不是他设置 三天不可见什么的 是真的一条没发 但奇怪的是 要说李维这妹子 低调不喜欢炫吗 他又喜欢名牌包包 这些奢侈品 今天看他也是喜欢拍照的 但就是从来不发 反正这美女很多地方 就显得比较独特 但杨凡没有去 与他深聊这些问题 以后慢慢就知道了的 于是搂着妹子 继续往寺庙走 当他们快走到寺庙的时候 杨凡顿时想起了 上次他与JK小美女 顾瑞杰来这里玩时 遇见的一个奇特的男人 对方当时的话语 给他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 于是他不自觉地 就往上次 他们吃饭的那个方向看去 却没有看见 那个如流浪汉一般的身影 心里想着 或许是已经离开了吧 杨凡没有去多想 而是带着李维买票 进入寺庙 在里面买了两大把箱 他和妹子一人一把 随后对着李维问道 先从哪里开始拜 妹子想了一下后说道 大雄宝殿吧 顺便去抽两条红绳 行 随后两人就进入正殿 开始对着如来拜了起来 李维跪在蒲团上拜得很认真 嘴里嘟囔了好久才磕下去 一看就知道是真的在许愿 并且 这妹子在磕完头后 直接拿出手机来 准备去扫功德乡上的二维码 杨凡健壮 顿时一脸黑线的伸手 将他给阻止下来 妹子一脸疑惑地看着他问道 你做什么 杨凡满脸无语地看了他一眼后 小声说道 你猜佛主他老人家用不用V信 你扫码支付他 能不能收到 嗯 李维一听就明白了杨凡想表达的意思 于是站起身后 颇为好笑地说道 我当然知道佛主说不到啊 你的意思是不给香火钱 杨凡文言后 顿时露出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 进来的时候我们买门票了 香也是在里面买的 还给什么香火钱 这里的和尚可都是企业高管的收入 辞职以后 可比那些累死累活的打工人有钱多了 还给他们转钱做什么 啊 李维见杨凡这么说 赶紧私下看了一下 发现大殿里敲钟的大姨和麦红线的和尚 没有注意他们这边后才笑着说道 好吧 你说的有道理 那就不扫了 杨凡点了点头 只要对这些神佛怀有敬畏之心就行了 现在很多和尚只是个职业罢了 人们把他们全给捧成了土豪的操作 我是真的理解不了 李维文言后小声吐槽 行了 还土豪呢 你也不怕被人家听见 随后杨凡没有继续这个话题 带着妹子挨个拜了起来 最后花钱抽了两根红绳 互相帮对方戴在手上 杨凡抽到的是长命百岁 妹子抽到的是心想事成 对现在的杨凡来说 长命百岁明显是最好的祝福 其他的多数词条 他完全可以利用系统实现 所以这一个词条的祝福语 他是很喜欢的 虽然老了以后或许会少了很多乐趣 即使身边再多美女他也是有心无力 可就算吃不到 摸一摸也是很爽的呀 两人在寺庙中逛了一大圈 把里面的神佛全都拜了一遍 这时他们买的香也已经全部消耗完毕 待他们走出寺庙时 已经是差不多又过了20分钟的时间 这时杨凡正准备带着李维下山 突然发现刚刚来时 还空空如也的那个方向 此时多出了一道人影 杨凡见状愣了一下 仔细看去 这道人影也正在看向他 并且微微点头示意 虽然对方的穿着有了些许变化 但杨凡一眼就认出了 这就是当初那位流浪汉打扮的男人 此时他的头发依旧凌乱 但穿的并不是之前那么厚了 可能是这段时间天气太热了 他不知道从哪里去弄了件有些脏的短袖穿 第191章 在遇流浪汉 杨凡见到这个有过一面之缘的男人 想了一下 还是准备过去打一声招呼 于是搂着李维就往那个方向走 妹子见状有些疑惑地问道 去那边做什么 杨凡只是随意地回应 看见一个认识的人 过去打个招呼 嗯 李维朝那个方向看去 正好见到对面有个胡子拉叉 穿的有些邋遢的中年男人 正看着自己这边 应该说是正看着他身边的杨凡 认识的人 这 妹子对于自己的猜测有点猛 怎么看对面的那个男人 都不像是会跟杨凡有什么交集的人 但确确实实 又只有他一个人在往这边看 并且看的不是自己 而是自己旁边这个男人 在李维觉得很是疑惑时 杨凡已经带着他 距离那个男人越来越近 现在答案几乎已经明了了 杨凡所谓认识的人 就是那个邋遢男人无疑 因为前面已经没有别人 这时 中年男人也迎着杨凡走了几步 很快两人就碰面 只听杨凡先开口说话 之前看你没有在这 我还以为你已经离开了 中年男人面无表情地看着杨凡 用他那比较沙哑的声音说道 现在不睡这里 但偶尔会过来 李维愣愣地看着 这两个八杆子打不着的人 在这里像朋友一样 面对面地聊天 感觉很吃惊 不明白杨凡怎么会认识 一个这样的人 但他没有多嘴说话 准备暗暗观察一下 不只是他 同样疑惑地 还有不远处那些路人 目光或多或少地往这边看一下 一身名牌的男人身边 带着个大美女 正在跟一个流浪汉 像朋友一样聊天 杨凡对此毫不在意 而是很自然地说着话 最近怎么样 走 吃饭去 中年男人文言后 有些微微动容 但只是一闪而逝 瞬间就恢复面无表情的样子 死不了 饭就不吃了 小哥呢 最近有没有遇见什么 麻烦事 杨凡听后笑了出来 你还没有忘记这件事呢 对方摇了摇头 表情开始认真起来 沉生说道 忘不了 杨凡心里很是感慨 当初不过是一顿斋饭罢了 对方竟然寄到现在 还主动问他 有没有遇见什么麻烦事 现今社会 这样的人可不多见 于是他开口问道 这么久了 你还是没有进去寺庙 男人用深邃的目光 朝庙的位置看了一眼 随后微微摇了摇头 没钱 而且在外面 也一样 杨凡对这个男人 还是多少有些佩服的 以对方时常说话的语气 很像是老默那种人 但都穷得饿饭了 也不愿意去做讨饭 或者违法的行为 反正杨凡 感觉他 如果想弄点钱的话 不会太难 但却不屑去做 杨凡还记得对方 当时说过 每天在这里 虔诚拜佛的原因 是求心安 所以他问道 那你现在心安了吗 男人脸色顿时复杂起来 没有回答他的这个问题 杨凡见状当然知道 对方是不想说这个事情 于是很干脆地换了话题 有没有想过 找一份工作 你这样下去 也不是办法吧 男人看着杨凡 喃喃自语地嘟囔着 工作 不 我不愿 再被约束 旁边的李威 这时也隐隐感觉到 恐怕这个中年男人不简单 除了打扮 但他没有胡乱插嘴 只是静静地站在旁边 听着两人聊天 杨凡文言后 只是稍一思索 就猜到 这个男人 恐怕以前是什么人的属下 要受别人约束和指挥的那种 所以说的不是不愿受约束 而是不愿再受约束 想通关节后 他认真的说道 不被约束的工作 也不是没有 就是不知道 你敢不敢兴趣 中年男人文言愣了一下 看着杨凡淡淡地说道 我欠小哥一次没还 不愿再欠 杨凡早知道 这个男人的自尊心很强 不愿接受别人的帮助 虽然不愿欠别人的 可一旦欠下 就会一直记着 看来上次 他是真的饿得实在受不了了 才会吃下自己给他的斋饭 于是 杨凡有些偷换概念地说道 我不是要帮你 而是帮我自己 如果你接受这份工作 不但不会欠我 反而是在帮我 中年男人听他这样说后 顿时来了些兴趣 小哥说说看 杨凡沉淡了一下后 把刚刚想到的事情给说了出来 保护我的安全 除此之外 我不会约束你 你是完全自由的 他现在的财富和女人 都渐渐地多了起来 虽然现在是法治社会 但打架斗殴和违法犯罪的事情 并不是完全不会发生 所以他觉得自己 好像可以考虑一下 安全方面的问题 正好今天遇见了这个男人 他感觉对方 或许能胜任这份工作 于是提出了这个建议 即使这次被拒绝 他也打算找机会 去名气大的那种安保公司 雇佣几个保镖 谁知中年男人文言后 眼神中金光一闪 随后目光复杂地 看着杨凡久不语 而杨凡也没有催促他 就静静地等着他思索 但心里已经笃定 这个男人真的不简单 至少听见这种提议后 第一反应不是拒绝 而是思索 证明他自己觉得 自己是能够做到 保护别人安全这种事情的 换句话来说就是 这个男人很大概率 是有身手在身的 只是能达到什么程度 就不知道了 一分钟过去 中年男人看着杨凡说道 如果小哥需要的话 我接受 无需报酬 管饭就行 但小哥放心将 自己的安全 交给我这个来路不明的人 杨凡文言后 顿时一阵欣喜 天知道他对此 并没有抱太大希望 毕竟这个男人性格古怪 但没有想到 对方竟然一口就答应了下来 心想 难道对方 是用保护自己安全 来还那一贩之恩 不至于吧 一顿饭的威力 怎么可能这么大 更大的可能 或许还是因为对方觉得 与自己比较投缘吧 感谢 比岸花间花落 大大送来的 大神认证 和两个抱更洒话 感谢各位 大大送来的各种礼物 和用爱发电 万分感谢 第192章 还真像是老莫 杨凡赶紧笑着说道 我信你 但既然是工作 那工资还是要给的 你也别让我觉得太过不好意思 你能答应下来 我已经很高兴了 在这个法治社会中 他能穿成这样 在旅游景区里 一待就是近一个月 一没有出什么问题 二没有被带走的情况下 至少在明面上的身份 不会有什么问题 然而 男人只是看了一眼 杨凡旁边的李威 然后说道 小哥 借一步 说话 杨凡和李威文言后 顿时一愣 都明白了 这个男人接下来的话 想单独对杨凡说 他正在犹豫 要不要跟男人说不需要 自己的女人性的过时 李威已经懂事地说道 想必你们也口渴了吧 你们先聊 我去给你们买瓶水 随后 就从杨凡怀里离开了 这妹子 一边走一边想着 看来自己选择的这个男人 相当不简单 刚刚他们的谈话 就有些电视剧的感觉 妹子想到这里 心里不但没有害怕的感觉 相反还隐隐有些兴奋 实际上 是那个中年男人 跟他杨凡 可是连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他还真是个 简简单单的小市民 男人见李威离开后才说道 小哥误会我 意思啊 我不做保镖 所以不算工作 小哥有影响安全 方便的麻烦 我解决 你管饭 杨凡听懂了男人的意思 他不愿意给自己做保镖 毕竟保镖是要贴身 跟在自己身边保护自己的 对方应该是接受不了这个 但他又想为自己的安全 出一把力 所以选择 用他自己的方式 也就是他说的 如果自己有安全方面的隐患 他用他的方式 帮自己消除这个隐患 用这种方式来 变相保护自己的安全 至于这个男人会怎么消除 只怕是 杨凡听后 也不想勉强他 之所以想给他一份 保护自己的工作 只不过是觉得 这个男人不简单 想交好一下罢了 说不定将来出现 什么有势力的人 眼红自己 要动自己的话 这个男人 或许还真能帮得上忙 毕竟有些事情 是保镖们没法做到的 当然 最好是没有需要 用到对方的一天 但交好还是有必要的 根本无需付出什么东西 对方甚至不想要钱 只让自己管饭而已 这种生意为什么不做 于是杨凡点了点头说道 我明白 你的意思了 但酬劳你还是得拿着 收拾一下自己 找个地方住下 我可不想 还没有等到需要你的那一天 你就出现了什么意外 男人面无表情地 思索了一下后 觉得杨凡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于是点头 一些现金即可 我给你个号码 需要时再拨 平时 我们不见面 杨凡这时才恍然大悟 难怪这个男人 要将李渭给支走了 原来是在为他考虑 确实 如果有一天 真需要用上这个 老默一般的人物时 知道自己跟他有牵扯的人 越少越好 对方甚至还很有经验地 只收自己的现金 杨凡现在已经知道 这个男人该怎么用了 于是答应了下来 那我就先谢过你了 随后 男人嘴里念了一个电话号码 然后不再搭理杨凡 自顾自地往下山的方向走去 杨凡也没有继续纠 由于手里现在没有现金 他得找个地方去取 所以让男人 先去自住取款机附近等着 正在远处看着这边 见那个男人离开后 他才对着杨凡走了过来 连提都不提刚刚的事情 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般 递了瓶水给杨凡说道 口渴了吧 杨凡对着他微微一笑 结果谁打开就喝 随后搂着他下山 半小时后 杨凡去取了五万块钱出来 准备拿给中年男人 对于现在本经颇风的他来说 五万块钱已经不算什么了 一出来就拿着一个黑色塑料袋 将钱包住 然后往不远处的一个垃圾桶走去 而中年男人 此时正离垃圾桶不远 杨凡过去后 很光棍地将包着钱的塑料袋 往垃圾桶里一扔就离开了 这次与中年男人的再次相遇 他成功地与对方建立了关系 甚至得到了电话号码 要知道 上次杨凡问这个男人有没有手机时 对方可是说拿来换酒喝了 明显没有将联系方式给他的打算 只是承诺 如果杨凡遇见麻烦 可以来这里找他 他或许帮得上忙 与这次的情况有着很大的区别 当杨凡带着李渭离开公园后 这个妹子就像把刚刚的事情给忘了一样 只是说道 好嘞 我们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 杨凡闻言后不怀好意地调侃道 找地方休息 酒店如何 很适合休息哦 本来他只是打算日常逗逗李渭的 谁知妹子听见他的提议后 只是稍微犹豫了一下就说道 好 杨凡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顿时停下了脚步 用颇为吃惊的目光看向身边的妹子 这妹子怎么突然这么好说话了 他本来还以为想吃掉对方可能要费一番心思才能搞定 甚至没有觉得今天一定能顺利吃到这份美食 但没有想到他随口一提后 这个妹子居然破天荒地答应了 并且毫不排斥的样子 李渭见杨凡盯着他看 顿时没好气地说道 这样看着我做什么 你不就是想跟我那个吗 我答应了 杨凡闻言后笑着问道 想好了 妹子白了他一眼吐槽道 废话 从打算当你女人那一刻就想好了 怎么 不乐意就算了 这话题改天再聊 我先回家了 他说完就做事要走 杨凡一把将他给拉住 谁说不乐意了 现在想跑已经晚了呀 走了 哈哈 他说完就笑着再次搂住妹子 往停车的方向走去 李渭并没有挣扎 只是瞪了他一眼 就被他带着一路走上了车 杨凡没急着发动 而是将身体凑到副驾驶 去帮妹子系上安全带 顺便扒击 一声 对着妹子的翘脸硬了一下 第193章 与李渭有约 杨凡并没有急着 马上就带李渭去酒店 而是先找了个地方吃晚饭 顺便休息 在吃饭的时候 还抽了个空拨打了他 经常去的那家酒店经理的电话 杨先生您好 我是凯冰司机大酒店的王云 王经理 麻烦你给我订一件总统套 然后以最快的速度 帮我布置一下 以浪漫为主 花费算进房费里 有没有问题 电话对面的王云文言后明显一漏 但很快就反应过来 结合这位杨先生 时常会带不同的美女 来自己工作的酒店开房这一点 对方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他想通关节后 立马说道 当然没有问题 我现在就发动人手 以最快的速度 尽力将房间给布置得浪漫一些 至于额外的花费就不需要了 杨先生是我们酒店的贵宾 能为您办一点小事是我的荣幸 杨凡文言后 也没有跟对方 为这一点小钱而纠结 直接说道 那好 我大概一个多小时会到 你们可以行动起来了 好的 我马上安排 随后杨凡直接挂了电话 这一手 他还是从林婉成那个大美人那里学来的 当时对方布置那些东西 给他的感觉挺好的 所以这次打算现学现用 在李威这里试试效果 反正一个电话就搞定的事情 也不需要他太去费心 如果能起到的效果不错的话 以后偶尔浪漫一下 也算是一种小情调 将手机揣回荷包后 杨凡洗了个手 就回到包间与李威继续吃饭 饭后离开餐厅时 杨凡搂着李威提议道 去压压马路 李威有些疑惑的看向 他问道 呦呵 之前不是挺急色的吗 老是酒店酒店的 怎么感觉你现在挺风轻云淡啊 难道是因为我答应了 所以就觉得吃定我了 杨凡文言后 没好气的说道 这不是刚刚吃饱 不适合剧烈运动吗 亏你还是跳舞的 一点常识都没有 他故意对李威一句 打算转移话题 谁知道这妹子听后 只是似笑非笑的看着他 真搞笑 谁告诉你 我要剧烈运动了 想的可真美 杨凡顿时一脸黑线 颇为好笑的说道 嘿嘿 这你可就没有经验了 李威经过他这么一说后 恶狠狠的瞪了他一眼 咬牙切齿的说道 混蛋 你很有经验吗 真是越想越亏 杨凡转身抱着李威 对着他的小嘴就硬了一下 浅笑着说道 这件事确实委屈你了 我以后好好补偿 妹子听见这话后 才嘟着嘴巴 一脸傲娇的说道 哼 希望你说话算话 走吧 杨凡说完就带着妹子 开始压起了马路 大概半个多小时后 他收到了一条 王云发来的短信 杨先生 总统套已经布置完毕 您随时可以入住 在前台拿房卡即可 希望我们的布置 能让您满意 杨凡只是看了一眼就关掉 然后将手机放回荷包 对身边的妹子说道 差不多了 说完 两人就往停车的方向走去 当他们驾车 去到凯冰司机时 由于路程不远 只花了十多分钟 在停好车去到前台时 前台的小妹眼睛一亮 赶紧拿出一张房卡 来递给杨凡 满脸微笑地说道 杨先生 这是您的房卡 请收好 由于他经常来这里 所以这家酒店的前台 认识他很正常 他一点也没有感觉到意外 拿着房卡 就带着李薇去坐电梯 一切表现得就很轻车熟路 李薇见状 用手使劲掐了他一下 脸上带着不满之色调侃道 看你这样子 就像是回家了一样 平时没有少来吧 啊 杨凡文言被噎了一下 也发现自己进酒店后 表现得太轻车熟路了一些 不但前台小妹 直接称呼他杨先生 就连迎宾都没有主动给他带路 心里想着 之前是不是应该让王云 给酒店里的工作人员 打声招呼 把自己当作是第一次来的客人那样 对待会好些 毕竟给自己的女人 一个酒店常客的印象 总归是不太好的 不过也不算是什么大事 以后再说 好在李薇并没有跟他较真 已经很清楚 他是渣男的情况下 只是想吐槽一下他而已 见他脸上有些尴尬 也就不继续说了 只是傲娇的冷哼一声 当杨凡拿出房卡 打开总统套房的房门后 将房卡插在店员上的瞬间 房间顿时灯火通明一片 只见墙壁上贴满了 粉红色的新型气球和玫瑰花瓣 整个房间顿时充满了童话感 他只是稍一惊讶后 就恢复镇定 而李薇惊讶地看着房间内 沉默了好一会 当他被杨凡搂住进入大厅时 只见正前方的墙上 用玫瑰花瓣拼成了不少字 有些发愣的李薇 不自觉地将这些字 给念了出来人群中遇见你 是生活给我最惊喜的礼物 随即妹子又沉默了好一会 漂亮的眼睛呼闪了两下 心里有一丝甜甜的感觉 他确实惊讶到了 没有想到 一天就会惹他的 那个臭不要脸的男人 竟然还会想出这些来 李薇缓过神后 表情一变 转头看向杨凡淡淡地说道 哼 渣男 没想到啊 你竟然还会耍这种小花招 可惜本姑娘才不吃这一套 杨凡听见妹子这样说 感觉有些好笑 他刚刚已经看出 对方的状态不太对 可想而知 李薇的心里 绝对不是他表面上那么平淡 看来偶尔来点小浪漫 还是很管用的 他没有去接妹子的话 而是转身后 一把将其抱住 随即满脸温柔地 看着妹子的眼睛 脑袋慢慢向前移 李薇看见离自己 越来越近的脸庞 稍微犹豫了 一下就缓缓闭上了眼睛 算是给抱住自己的 这个男人表态了 哦吼 老板们又跑完了 这本书好不容易有了起色 今天又进攻了 第四次了 简直太惨了 我会努力修改 争取早点出来 第194章 系统的新奖励 杨凡映着李薇时 他还算比较配合的 看来这次的小浪漫 对于这个已经做好 思想准备的妹子来说 还是多少有点用处的 见到这个平时 虎拉巴唧的妹子 出现这么一副 乖巧的模样 无形当中 又给他的怒火上 浇了一桶油 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他正沉醉于 这种美妙的感觉时 怀里的这个妹子 不但没有拒绝 反而比较配合 一分钟后 此时杨凡正欣赏着艺术品 结果李薇却不干了 只见他翘脸微红 看向近在咫尺的杨凡 小声说了句 让我看看你的本事 卧槽 这能忍 这还有什么好说的 由于 奖励宿主 大渊种排养宝丸 请坚持服用 大渊种排养宝丸 主要效果 可使服用者 那啥略微长高长壮 次要效果 轻微强身健体 无任何副作用 请宿主放心服用 杨凡听见奖励后愣了一下 这次居然不是 大渊种排圣宝了 而是出了新东西 而且 这东西的介绍有点 他心里吐槽 这特么 到底是奖励我 还是奖励我的女人吗 虽然奖励的东西会变化 但好像一直是 围绕着那个方面来的 不过好在附带了一个 强身健体的次要效果 也还算不错了 这倒也算得上 是一种变相的精神层面 奖励了 可以可以 轻密度加十 达到六十 奖励二级反线卡 一张 使用后可获得二级反线 十次 正在杨凡想着 用了新奖励 将来会发生的去世时 系统提示再次响起 原来李渭一举突破六十 甚至直接达到了六十九点 只差一点 就可以出七十的奖励了 李渭见杨凡停顿 多少懂点这方面的他 先是愣了愣神 然后看见 近在咫尺的这个男人在发呆 以为他已经凉了 现在心里正不好受呢 所以妹子想了想 轻轻抱住 杨凡温柔的安慰道 没事的 听说这不算是什么大问题 被打断思绪的杨凡 顿时满脸猛逼 他哪还不知道 对方此时在想什么 被这样误会 谁能忍 于是没好气地说道 你个虎娘们 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呢 说完他不打算 给李渭回话的机会 一个小时后 正紧紧皱着眉头的李渭 这时才知道自己之前 对这个近在咫尺的男人 误会有多大 杨凡见妹子的眉头 一直皱起 轻轻地凑过去印了一下 而后温柔地问道 你好好休息一下 李渭这才稍微松了下眉头 我可没有你想得那么脆弱 从现在起 我就是你的女人了 你以后要好好对我知道吗 不然我 我咬死你 说完还要我杨威地 露出他洁白而整齐的两排牙齿 威胁杨凡 杨凡见状微微一笑 直接印了上去 第二天 当杨凡睡醒时 发现李渭并没有离开 正在他旁边靠在床头 用手机看着什么 见到他的动静后 转头看了一眼 你可真能睡啊 赶紧起床吃饭 我饿了 杨凡闻言后撑起身子 有些好笑地说道 饿了怎么不打前台电话 叫他们送餐 李渭白了他一眼 这不是在等你起床一起吃吗 别废话了 点餐吧 都快饿死了 杨凡伸手去搂住他 准备对着小嘴硬下去时 却被阻止 只见妹子没好气地说道 想轻就先去洗漱 怎么养成这种坏习惯 杨凡闻言有些好笑 却也没有去强吻 直接翻身 下床去打电话订餐 然后到卫生间洗漱去 总算是出狱了 不知道这次还能不能爬起来 祈祷不会就此凉了 由于每天都在不断修改 新书又没有流量 一点码字的心情都没有 所以先发一张 第二张 我下班回家就码字 晚上补 另外 非常感谢这几天来上坟的老板们 感谢 Mango不哭 大大送来的 大神认证 感谢 那年福 无聊看小说 金色神山的冲须 三位大大送来的 抱更洒话 感谢各位来上坟的各位 大大送来的各种礼物 和用爱发电 万分感谢 可怜可怜才三十多万字 就四进宫的倒霉蛋吧 走过路过的大帅笔们 请留步 有钱的捧个钱场 有人的洞洞 你们发财的小手 送三个免费的用爱发电吧 万分感谢 第195章 准备惩罚小野猫 当二人在床边吃了酒店送来的餐后 李薇正准备起床 杨凡疑惑地问道 你起来做什么 妹子看了他一眼 理所当然地说到 当然是回家了 待在酒店做什么 杨凡感觉有些莫名其妙 你都这样了 还急着回什么家 就留在这里好好休息 李薇文言白了他一眼 什么这样那样的 我没事 看把你能得 你不会以为这点小问题 我就需要休养了吧 面对妹子的挑衅 杨凡一把将他搂住 清秀着他身上的香味说道 这么拽 那我们继续 这次让你尝尝厉害 李薇伸手将推了推他 笑着说道 别闹 我回去有事 想让我尝尝厉害 就下次吧 希望你能说话算话 杨凡感觉自己多少有些习惯了 这个妹子的死鸭子嘴硬 明明是不敢继续来想要休息 嘴上却是死活不服软 但想到他现在已经是自己的女人了 让让他倒是也无妨 于是问道 真要回去 妹子肯定地点了点头 真有事 怎么 舍不得我走 舍不得也要忍着 等我过两天联系你 杨凡微微一笑 抱着他对着樱桃小嘴就印了上去 来了一个扎扎实实的吻别 由于妹子的配合 以至于这一吻就吻了好几分钟 纯分后 李薇在他耳边轻声说道 有男朋友的感觉还不错 昨晚的事情我会一直记着 那我就先走了哟 杨凡文言后微微一愣 没想到这个虎娘们也会说情话 感觉还挺好 于是笑着回应 以后的感觉会更不错 好好给我记着 从现在开始 你是完全属于我的 只属于我一个人 李薇听见他这霸道的言论 心里突然涌现出一道奇特的感觉 好像还挺享受这种感觉的样子 他虽然没有表现出来 但他确实是很重视自己的纯洁 既然选择将重要的东西交给了杨凡 当然也是希望对方能够珍惜的 他没有去在意对方是不是有其他女人 因为现阶段只有这个男人 给了他想要谈恋爱的想法 也只有这个男人他讨厌不起来 所以既然要谈 那杨凡就是唯一的选择 只要这个男人好好对自己 那其他的事情自己可以不在乎 至少现在看来 对方并不是那种得到了自己以后 就不知道珍惜的人 更不是穿起裤子就变脸的那种垃圾 所以李薇笑着应了一声 不是什么男人我都瞧得上的 不用特意提醒我 你居然也会出现没有安全感的时候 真有意思 杨凡知道 虽然李薇看似是在调侃他 实际上已经是对他的话做出了回应 只是他的性格所致 想让他乖巧的 说一些甜言蜜语 几乎没有可能 所以 渐渐对这个妹子有了些了解的杨凡 是一点也不介意 对方没有正面回答 由于李薇确定要走 所以杨凡搂着他离开酒店 刚刚一出大门就说道 我送你 妹子文言犹豫了一下 摇了摇头 不用 我自己打车 微信联系 说完就直接走到了马路边 转头对他挥了挥手 杨凡虽然有些疑惑 这个妹子为什么不要他送 但也没有去勉强 他猜想 或许是李薇不想让自己知道 他家在哪里 这个妹子的家庭方面 肯定有问题 但在他不想说的情况下 没必要把他的私人空间全部把占 等他想说时 自然会说出来 所以 杨凡没有去勉强 而是连马路边上的李薇挥手告别后 转身去停车场开车 而他不知道的是 李薇上了出租车后 并没有回家 而是对司机说了声 师父 去省医 而这时杨凡坐在自己的车上 想了想后觉得 趁现在没有什么事情 感觉有必要帮忙解决一下 顾瑞杰和徐山这两闺蜜的事情 于是拿出手机 给徐山发了条信息 在做什么 另一边 正与顾瑞杰吃着午饭的徐山 看着杨凡发来的信息后 脸上出现了犹豫之色 想了片刻后 还是没有将杨凡发信息 给他的事情说出来 直接回道 在吃午饭 你吃了吗 他与顾瑞杰经过那个 雷雨交加的冰雹夜晚 此时关系已经缓和了很多 虽然没有回到以前那么亲密 但也不再像之前那样剑拔弩张 这从他们都已经开始 约在一起吃午饭这种事情中 就可以看出来 杨凡却不知道这事 他还以为两人的关系 已经达到快要破碎的程度 想着 现在已经让这两个小美女 冷静了两天 是时候解决一下了 于是继续发信息 去跟顾瑞杰那丫头说 就说我让你吃完饭来找我 我要惩罚你为她出气 徐山见到信息后一愣 但很快就反应过来 杨凡这是打算插手 他们两个闹矛盾的事情了 随即心里一阵开心 好的 我马上就跟瑞瑞说 哼 我被你蒙在鼓里这么久 还要想办法帮你收拾烂摊子 你最好想清楚 一会怎么跟我解释 别以为我这么轻易就原谅你了 等安抚好顾瑞杰那小丫头后 看我怎么收拾你 杨凡可没有打算轻易放过徐山 现在可是让这只小野猫 妥协一些事情的好机会 反正打游戏肯定是打不赢他的 既然现在他做错了事情 那就别怪自己耍赖了 徐山看见他这段信息后 心里反而松了口气 虽然对方说要收拾他什么的 但这对他来说是件好事 肯收拾自己 证明已经做好原谅自己的准备了 就怕对方直接不搭理自己 那事情才真正大条了 想清楚关节的徐山 对着桌子对面的顾瑞杰喊了一声 瑞瑞 顾瑞杰抬头看了他一眼问道 嗯 你家哥哥刚刚发信息给我了 让我吃完午饭去找他 小丫头文言一愣 脸上神色开始古怪起来 没好气地问道 你跟我说这个做什么 炫耀 徐山坡有些无语地说道 我炫耀个毛啊 你家哥哥说要惩罚我给你出气 感谢亨宝亨大大和 满门忠烈约克城大大送来的 抱更洒话 这本书连一次全情都没有拿过 每个月至少要进去一次 简直太惨了 第196章 生气的顾瑞杰 顾瑞杰一听就乐了 特别是想着 哥哥把自己受委屈的事情记着呢 心情顿时好了不少 脸上却气鼓鼓地说道 你活该 只是惩罚你已经是轻的了 一提到这个事情 我就来气 算了 这饭是吃不下了 你自己吃吧 说完就将还没有吃完的碗 给放在桌子上 直接起身准备走 还真就打算不吃了 这时 徐山才刚刚看完杨凡发过来的 最新一条消息 让他在顾瑞杰面前装可怜点 见到对方要走他 哪能什么也不做 于是赶紧起身上前去拉住顾瑞杰 露出一副可怜巴巴的表情说道 瑞瑞 你别这样嘛 我确实是活该 虽然有些害怕 但他怎么惩罚我 我都接受 你就不要生气了吗 被徐山拉住的顾瑞杰 眼睛珠子转了转 随即说道 我倒想知道 哥哥会怎么惩罚你 你如果能让他 同意我也去的话 我可以暂时不跟你计较 徐山听后 哪能不知道顾瑞杰也想去见杨凡 但因为下午有课 他不想直接跟杨凡说这种事 怕惹他亲爱的哥哥不高兴 毕竟对方是想让他好好学习 提升考试成绩的 怎么能逃课呢 所以 想拿自己当枪使 但徐山虽然知道顾瑞杰的意思 却只是稍一思索 就准备同意下来 他可是知道自己这个闺蜜 跟自己一样 压根就不是学习的材料 逃个课而已 根本不影响他们稳定的成绩 所以 不管杨凡答不答应 自己都必须跟闺蜜 表明自己的态度 这可是修复关系的好机会 于是直接点头说道 好 我会尽力让他答应的 顾瑞杰文言后心想 这还差不多 但也不忘提醒一句 你可别说 这是我的意思啊 你要是害我被他说了 休想我再理你 徐山立马做了个OK的手势说道 放心 我懂 于是 杨凡就收到了小野猫的一条信息 死鬼 要不让瑞瑞也一起去吧 让他看见你惩罚我 然后你惩罚狠一点 这样才更容易让他消气 你觉得呢 徐山的这个提议 瞬间就让杨凡来了兴趣 于是准备试探一下顾瑞杰这小丫头的意思 所以 再给徐山回了句 我先问问他 后就开始给顾瑞杰发信息 徐山收到杨凡的答复后 顿时松了口气 于是对旁边的顾瑞杰说道 瑞瑞 不如使命 他答应了 顾瑞杰此时也看到了杨凡的信息 于是看向徐山冷 哼一声说道 你就不担心一下 哥哥待会会怎么惩罚你 徐山顿时一脸苦笑 担心有什么用 毕竟是我做错了事情 只要你们能原谅我 想怎么惩罚 我都可以 半个小时后 杨凡将车开到了财经大学门口 很快就看见 两名身材和相貌都很在线的小美女 朝他走来 两人今天都穿得挺休闲 顾瑞杰是牛仔超短裤配白体恤 徐山是黑色热裤配黑色体恤 青春气息一下子就上来了 不同的是 顾瑞杰走过来实脸上挂着甜甜的笑容 而徐山则有些愁眉苦脸 至于这愁眉苦脸的神色 有几分真几分假 杨凡并不想去判断 顾瑞杰很自然地坐上了副驾驶 甜甜的对他喊了声 哥哥 而徐山只能一个人坐后面去了 杨凡笑着凑过去 帮顾瑞杰这小丫头把安全带记好 然后对着她的翘脸映了一下 显得很亲密 然后才说道 这才没几天 就已经想我们家傻丫头了呢 顾瑞杰文言后笑得很灿烂 心里如同吃了蜂蜜一样甜甜的 真的吗 真的吗 人家也好想哥哥呀 很想很想 这丫头倒是没有胡说 由于亲密度够高 所以 她是真的时常会想杨凡 不然也不会再知道 徐山要来见杨凡后 她也想来 杨凡轻密地刮了一下小丫头的鼻子说道 哥哥知道 等我先收拾一下 把我们都蒙在鼓里的那个家伙后 哥哥再好好宠爱我们家傻丫头 顾瑞杰笑着点点头 嗯嗯 好的 坐在后排的徐山 文言后顿时翻了翻白眼 心里吐槽 看你们那亲热的样子 合着救我一个是外人是吧 但她不敢说出来 只能闷声不响地闭着嘴巴 继续愁眉苦脸的半可怜 当杨凡将车开走后 顾瑞杰好奇地问道 哥哥 我们现在去哪里呢 杨凡文言后微微一笑 去你们住的地方 两个妹子听后都愣了一下 但却并没有提出异议 当三人进入顾瑞杰和徐山的出租屋后 杨凡直接就去把窗帘拉上 然后在顾瑞杰好奇的目光中 将手里的黑塑料袋打开 当两位小美女看见她拿出来的东西后 顿时吃了一惊 特别是徐山直接瞪大了双眼 不可思议地看向杨凡说道 你 你想要我的命 就连顾瑞杰也觉得 用这些东西惩罚徐山 是不是有些狠了点 毕竟他们的闺蜜情 经过那晚以后 可是恢复了不少的 于是抱住杨凡的手臂问道 哥哥 这个就算了吧 徐山见顾瑞杰这个时候 竟然帮他说话了 觉得这是个好机会 于是一咬牙 心一狠 做出有些感动的模样 看向顾瑞杰说道 瑞瑞 只要你能原谅我 我愿意接受 说到这里 他顿了一下 转头看向杨凡继续出声 说吧 怎么来 那豪气的样子 颇有点舍身取义的感觉 先声明 这不是水文 郑文的字数是没有减少的 一 白丝笑花 吴沙沙 极乐净土 二空降主播 陆小璐 第一个空降 三 JK美少女 顾瑞杰 赔完一 四 火车窑 阿黎 未见 五 商场营业员 风玉亭 公交站偶遇 六 恋爱脑 陈思怡 赔完二 七 南航空姐 恭敬 机场偶遇 八 双胞胎 带毛姐妹 未见 九 小野猫 徐山 顾瑞杰 闺蜜 十 街舞女孩 李威 第一个满唇 十一 翘寡妇 李欣然 十二 乌拉国主播 妮娜 未见 十三 狼人杀主播 小闪电 未见 十四 韦明媛 张若曦 健身房蹲点 十五 极品金丝雀 林婉辰 十六 美女车魔 杨宇斌 车展 十七 美艳少妇 陈海霞 陆营也 第197章 可怜的小野猫 杨凡有些不怀好意地看着徐山这只小野猫 缓缓说道 先去换条短裙 然后自己选 徐山文言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好在这里 一个是他的男人 一个是他的闺蜜 被这两人看见自己不堪的一面 还算勉强能接受 如果有其他人 他绝对不会答应 于是心意很说道 好 随后转身朝自己房间走去 顾瑞杰此时又看了一眼 有些担心地问杨凡 哥哥 这会不会太羞人了 杨凡抱着小丫头 硬了一下说道 我不是答应 你要教训他吗 这还没有开始呢 你就心软了 小丫头脸上的神色 顿时变得古怪起来 心里想着 我也不知道 你会这样惩罚他 还真亏你想得出来 嘴上小声地说道 我才没有心软 我只是 好了 我知道我们家傻丫头心好 但你既然受委屈了 哥哥当然要让他 也跟着受委屈 顾瑞杰文言后 不再继续提这个事情 而是对着杨凡的嘴巴 就硬了上去 待两人唇分后 徐山已经换了一条 黑色青纱的超短裙出来 上身只有一抹横胸 脚上踩着拖鞋 当杨凡看见 脸上有些不乐意的徐山后 顿时心里出现了不少怒气 嘴上就说道 别臭这一张脸 你要是不愿意 可以拒绝 徐山转头瞪了杨凡一眼 此时也多少感觉到一些委屈 但让他拒绝 却是不可能的 毕竟 这也不是什么 非常接受不了的事情 于是露出一副 可怜巴巴的小模样说道 要不 还是去我房间吧 杨凡却故意恶狠狠地说道 不行 你没有发言权 环境得由咱们家傻丫头说了算 唉 顾瑞杰文言后 茫然地眨了眨眼睛问道 哥哥 我说的算吗 杨凡笑着点了点头 那当然 小丫头犹豫的一下 还是有些心软 于是说道 要不 要不就去她房间吧 杨凡文言后 心里觉得有些好笑 看来这两个小美女之间的感情 并没有自己想象当中的那么脆弱吗 从顾瑞杰这个小丫头的表现来看 心里基本上 是已经原谅徐山了的 现在更多的是 需要一个台阶 顺便出出气 杨凡点了点头说道 听你的 随后瞪了徐山一眼 既然小丫头都这么说了 那就便宜你了 说完 她就搂着顾瑞杰 先一步进入徐山的房间 意外的是 这只小野猫的房间 看上去还挺整洁的 一看就是经常都有收拾 这还使得杨凡在心里给她点了个赞 徐山当然也看出来了 杨凡和顾瑞杰的心思 所以 刚刚升起的一丝委屈 此时也烟消云散 提上黑色塑料袋后 心里吐槽了一句 这个混蛋 脑子怎么想的 全是这种不堪的事情 随后颇为无语地摇了摇脑袋 踢着塑料袋 进入自己房间 此时杨凡已经搂着顾瑞杰 此时正看着徐山 让这只大胆的小野猫 心里还是多少有些害羞 杨凡却开口说道 磨磨蹭蹭地做什么 不愿意就说 我们不勉强你 徐山文言 只是瞪了她一眼 没有说话 随即一副美景出现 怒气上涌得杨凡 还在一边 颇为不满意地不断催促着 使得小野猫下了狠心 随着时间流逝 顾瑞杰看着闺蜜 现在这副模样 心里本就不多的怨气 也基本上消散了 多少有些不忍心起来 在犹豫 要不要让哥哥结束 此时她却突然发现 搂着她的哥哥 开始不老实 正一边看着徐山 一边覆盖着自己 杨凡当然是被徐山 这只小野猫给刺激了 面对她那张娃娃脸上的 诱人表情和悦耳的歌声 心里的怒气 根本压制不住 顾瑞杰当然也没有拒绝 来自自家哥哥的亲密举动 但此时这种场景 使得她多少感觉有些怪怪的 半小时后 这时徐山用一副 要哭要哭的表情 不断给顾瑞杰诚心道着歉 而心软的小丫头 最终也表示了原谅她 并且还为她求情 哥哥 珊珊她已经知道错了 要不我们就原谅她吧 杨凡看着怀中 已经面红耳赤的小丫头 微微一笑说道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就到此为止吧 但我跟她还有些私人恩怨 顾瑞杰文言后 有些好奇地问道 哥哥 是什么私人恩怨呀 杨凡将嘴巴凑到小丫头的耳边 小声地说了些什么 顿时惹得小丫头大为震惊 只见顾瑞杰瞪大眼睛 不可思议地说道 这 这 杨凡好笑地说道 这是我跟她的私人恩怨 你紧张什么 难不成你想代替她 小丫头文言瞬间开始摇头 摇得像个波浪鼓一样 赶紧表态道 不不不 你们先忙 那个我还有点事就先回房间了 说完小丫头就想从杨凡的怀中 挣扎着起身 然而却被她紧紧抱住 只听她嘴上说道 你哪也不许去 这可以也是在为你出气 你就留在这 顾瑞杰文言后 满脸猛逼 她是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家哥哥在这种情况下 居然想将她留下来 正准备说些什么时 徐山的声音传来了 这妹子现在已经停了下来 可怜巴巴地对着顾瑞杰说道 瑞瑞 谢谢你原谅我 你不用帮我求情的 你让她放马过来就是了 顾瑞杰文言一阵无语 心想 现在不是我帮不帮你求情的问题啊 你根本就不知道 哥哥他要怎么收拾你 现在是这么羞人的事情 哥哥他不让我走啊 杨凡这时 对着有些傻眼的顾瑞杰印了一下 不怀好意地说道 乖乖的 哪也不许去知道吗 感谢决意大大送来的大神认证 和抱更洒话 感谢逍遥做个女主表格 大大送来的大神认证 感谢各位大大送来的各种礼物 和用爱发电 万分感谢 第198章 掉入坑里的顾瑞杰 顾瑞杰这次却没有听杨凡的话 嘴上说了句 哥哥对不起 后就搜 等一下往房间外小跑去 还请读者大大们见谅 别怪我了 我也不想这样写 但不这样写我就完犊子了 就这短短的一张 宫里的大佬直接给我标了33个违规地方 别看我都四进宫的人了 也从来没见过一张标这么多的 我要是敢不照这大佬的意思做 第五次马上就来了 所以这两张是全部删了重新写的 顾瑞杰脸皮薄 而且他知道 自家哥哥对自己很好 不会因为这种事情 就生自己气的 一会自己好好补偿他就行了 这样一想后 小丫头安心了不少 心里居然还莫名其妙的 隐隐出现了一丝期待 卧槽 杨凡见状后一愣 他是怎么也没有想到 顾瑞杰这个小丫头居然敢逃跑 但此时并不是去抓这小妮子的时候 身边可是有一个更诱人的小美女在呢 只能晚点再收拾他了 连徐山这只小野猫 见状也笑了起来 但随后 他就见到杨凡看向他时 那不怀好意的目光 又识趣地停止大笑 便为一脸挑衅地与这个男人对视 杨凡一把将徐山搂入怀里 一时间相遇满怀 还将头埋在他白嫩的颈部 清秀了一下这只小野猫的香味后 映了上去 直接不老实地撩拨了起来 小野猫可不惧他 不单单是配合着他 甚至青海咬了一下嘴唇 脸上的表情越发妩媚起来 杨凡一看见徐山那张清纯可爱的娃娃脸上 露出这么一副表情 再看着他娇好的身材和白皙的大长腿 这画风的冲突感极具魅力 使得杨凡的怒火瞬间被彻底点燃 而徐山见到自家男人那熟悉的眼神后 直接帮他开启了导航这时身在杨凡怀里的徐山 表情越发诱人起来 这只小野猫经过刚刚杨凡的指挥后 现在心里和脸上都充满了期待 只见他紧紧地抱住面前这个男人 就像是想将自己这幅动人的娇躯 彻底融入这个男人的身体一样 显得比杨凡还主动 面对此时魅力十足的小野猫 杨凡的理智在渐渐消失 两人开始你弄我弄起来 互不相让 不疑会 杨凡看着面前的艺术品虽然理智在减少 但却清楚地记得自己今天的目的 只见他不怀好意地 在小野猫的耳边叽叽咕咕地说了些什么后 导致这只小野猫的脸色大变 娃娃脸上那满怀期待的神色已经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震惊 不可思议地说道 死鬼 你 你这个家伙是真的狗啊 这不是趁人之危吗 杨凡一边感受着徐山有些发烫的身体 一边颇为好笑地在弃耳边说道 不然 你以为我这么容易就原谅你了 现在九十九步都走了 就差最后一步了 你就说行不行吧 徐山闻言后 想到他这段时间最担忧的事情 马上就能顺利解决 肯定不愿意前功尽弃 虽然心里对这种事还是比较排斥 但思索了片刻后 使劲拍打了杨凡一下 随即选择妥协 你别太激动了 杨凡一听就知道自己的设想达成了 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下来 放心 数分钟后 戴小野猫准备好 脸色有些强作镇定的看向 已经被怒火冲翻天灵盖的杨凡 死鬼 你要记着我的好啊 杨凡这时 哪还有跟他说话的兴趣 直接一把抱住小野猫 主打的就是一个此时无声盛有声 数分钟后 徐山心里震惊地想着 原来真的可以 接近一个小时过去 此时 杨凡看着旁边眉头紧锁的徐山说道 你休息一下 我去去就来 说完就准备离开房间 而徐山当然知道 这个男人这是急着去哪里 文言后翻了翻白眼说道 哼 男人 这时 杨凡已经出现在顾瑞杰的房间门口 发现这个小丫头居然没有锁门 轻轻推开一看 顿时一幅美景展现在自己眼前 这小丫头 竟然是已经换好了一身JK制服 还特意穿着一双黑色长筒袜 此时正翘脸 微红地坐在床上 微微眯着眼睛 杨凡一边看着这个小美女 一边缓缓走了进去 嘴上温柔地说道 傻丫头 哥哥来了 顾瑞杰文言后顿时一惊 赶紧转头看向杨凡 脸蛋刷 背下红的像要滴出水来 杨凡知道这小丫头 是被徐山的歌声感染了 现在看见她这傻傻的样子 心里就是一乐 带她走到床边 将小丫头抱住后 这小丫头 因为自己刚刚在座的事情 此时完全不敢看她 就像是一只受伤的小动物一般 嘴里可怜巴巴地喊了一声 哥哥 杨凡见顾瑞杰这可爱的小模样 直接就对着嘴唇映了上去 不断地检查着 那双黑色长筒袜的质量 对于小丫头的这身打扮 她是真的很喜欢 别看着小妮子 平时看上去呆呆萌萌的 实际上心里的小九九 却是很多的 总能抓住她的心理 此时她在顾瑞杰通红的耳边 轻声说道 小丫头 是不是翅膀硬了 之前居然敢不听哥哥的话了 小美女连忙小声解释道 没有没有 哥哥对不起 之前是我错了 你能原谅我吗 人家知道 你喜欢人家穿JK 现在特意传来道歉了 杨凡也没有跟她较真 见她此刻乖巧的样子 越发不老实起来 时间没有过去多久 邪恶已经将小丫头笼罩 而动听的歌声也适时响起 当杨凡紧紧搂着顾瑞杰时 小美女小声地问道 哥哥 还生人家的气吗 嗯 杨凡感受着小丫头的好身材 嘴上不满地说道 哪有这种容易 以后你再敢不听哥哥的话 看哥哥怎么收拾你 正在顾瑞杰想要说些什么时 门外突然响起了徐山的声音 我能进来吗 昨天有一张被审了十多个小时 今天又是夸张的33处违规 导致全部重写 看作者这么努力 大佬们不来点用爱发电支持一下吗 挺难的 工作量又大了很多 第199章 闺蜜关系升温 杨凡听见徐山的声音 吼微微一笑 这小野猫肯定不会这么老实 应该早就在门外了吧 不过他并不在意 直接说了一声 进来吧 徐山这时带着笑容走了进来 缓缓来到床边坐下 他知道杨凡现在心情肯定很好 于是轻轻挨着他小声说道 死鬼 现在可以原谅人家了吧 杨凡本来就没有因为那种 事情生这只小野猫的气 相反想着对方背着顾瑞杰 与自己亲密的样子 还觉得挺得劲 闻言后 装模作样的点了点头 嗯 暂时就原谅你了 本来准备等你们放假时 想让你们去学驾照 给你们配辆车的 但作为惩罚 你的车钱要拿一半出来 给傻丫头当作罚款 你同不同意 唉 徐山闻言愣了一下 心想 这有什么不同意的 这罚款罚的不是你的钱吗 虽然说是惩罚自己 但自己还能获得一半的车钱 买一辆稍微差点的车也很好了呀 而且只要杨凡和顾瑞杰 都原谅了自己 允许自己继续做他的女人 以后的好处数之不尽 何必在意当下的一些罚款呢 于是 他转身抱住杨凡的后背说道 我当然同意 只要瑞瑞能原谅我 你全部给他都可以 而杨凡怀中的顾瑞杰 此时也说话了哥哥 不用的 我已经原谅姗姗了 这个小丫头当然也知道 这所谓的罚款 根本就是不痒不痛的走个行事而已 说不好听一些 只要乖乖当好哥哥的女人 一辆车而已 真不是什么大问题 经过这段时间 跟杨凡的相处 小丫头现在的格局也打开了 知道最重要的是 细水长流 眼前的利益 根本不用去纠结 与其去要这个罚款 还不如给哥哥一个 自己很乖很懂事的印象 来得有用 还能顺便让徐山记着自己的好 面对两个小美女 此时的心里 各自打着自己的算盘 杨凡好笑地说道 你们都不知道 我准备给你们多少钱买车 就开始你推我让的 挺默契嘛 顾瑞杰依然在杨凡怀中 有些害羞地闭着眼睛 嘴上轻声说道 给多少都是哥哥对我的爱 我才不会去在意呢 只要哥哥一直一直爱我 我就很满足 徐山文言后 在一边心里直翻白眼 自己这个闺蜜 她是多少有些了解的 虽然知道 男人肯定喜欢对方表现出来的 这种带点点茶味的软萌美女 奈何她学不来 之前尝试过一次 自己别扭不说 还把杨凡也给弄别扭了 于是只能悠悠地说道 我也一样 哈哈 杨凡听后直接笑了出来 不知为何 刚刚徐山说这句话的时候 她突然想到了 张飞的那句俺也一样 不可否认 相比于在这方面 讨自己欢心的话 徐山这只小野猫 肯定是不如顾瑞杰这个小丫头的 但小野猫 也总能给到自己不一样的体验 再怎么说 她也是自己的女人中 反差感最强的一个 所以在那方面 往往能给到自己 精神层面上极大的愉悦感 所以两个小美女 各有各的好 这时徐山见杨凡笑话她 不满地用手拍打了一下 随即嘟着嘴巴说道 有什么好笑的 我嘴笨不行吗 杨凡直接翻过身 不怀好意地说道 嘴笨吗 让我来尝尝 到底笨不笨 说完就对着小野猫的嘴唇 印了上去 而她也极力地配合着 毫无相让 待二人唇分后 只听旁边的顾瑞杰 悠悠地说道 哥哥 人家的嘴也笨 你要不要也尝一尝呢 杨凡见着小丫头 已经不介意 自己刚刚印过徐山 这就是一个好的开始 经过今天的事 他们两闺蜜的关系 应该能恢复如初了吧 一时间杨凡只觉得 他突然身在了花丛中 这种感觉就挺好的 所以面对小丫头的索吻 他当然是要满足的 三人嬉戏了好一会 这时徐山问道 死鬼 你不会想带着我们两个 在这里待一整天吗 杨凡一想 确实现在时间还早 连晚饭时间都还没有到 于是说道 先去洗个澡 你们两个想想 有没有什么想去玩的地方 徐山对此倒是没有什么意见 直接就答应了下来 感谢各位大大送来的各种礼物 和用爱发电 万分感谢 第二百章 带两个小美女去玩 一个小时后 杨凡此时已经靠在沙发上休息 刚刚吹好头发的小野猫 缓缓朝他走了过来 直接坐在了他的怀里 用双手缓住他的脖子 杨凡小声地说道 你这张清纯的脸蛋和大长腿 不试着穿一穿校服 或者JK制服这些 多少有点可惜了 你觉得呢 小野猫文言后 颇为好笑地说道 哼 拐弯抹角的做什么 想让我穿就直说嘛 我又不是不答应 我找时间在网上选选 下次穿给你看 不过 我穿职业装应该也很不错哟 杨凡见怀里的小野猫答应后 抱着他的手紧了紧 正准备说什么时 顾瑞杰也走了过来 小丫头看见他抱着徐山那亲密的样子 心里多少有些吃醋 故意走到他们面前打断道 哥哥 要不我们去玩桌球吧 这附近正好有一家 嗯 面对小丫头的提议 杨凡明显愣了一下 随即问道 桌球 你会打吗 顾瑞杰顿时挺直了腰杆 笑着说道 当然会 哥哥可别小看我哟 我打得挺好的 杨凡还是有点怀疑 毕竟在他的印象中 桌球这玩意已经过时很多年了 记得当时流行的时候 他还在上初中呢 那时候 倒是经常利用下课时间去跟同学玩 一般都是打台费的 当时还是五毛钱一局 但他经常免费玩一下午 所以 别看他当时才上初中 但手上的技术 还是有点东西的 虽然很多年没碰了 但只需稍微熟悉一下 还是能找回部分技术 去怀念一下那个无忧无虑的学生时代 也不是不行 但顾瑞杰这年龄的女孩 接触那玩意 应该不会多吧 正在他想着这些时 怀里的徐山也笑着说道 小瑞瑞家里 可是开桌球厅的 他怎么可能不会打 从小就耳濡目染 技术绝对是过关的 原来如此 杨凡文言后 看了一眼有些不好意思的顾瑞杰 猜想 这个小丫头 提议去玩桌球 应该是想在自己面前表现一下 小丫头的这个想法 虽然有些幼稚 毕竟桌球打得不错 也只能当作是业余爱好 并没有什么用 总不能将来走这条路吧 但他想要在自己重视的男人面前 表现一番的心情 还是能理解的 杨凡甚至还觉得 这个想法很可爱 于是就答应了下来 好吧 那我们就去桌球厅玩玩 我也会打一些 正好见识一下 我们家傻丫头的实力 顾瑞杰一听就高兴了起来 耶 他好了 杨凡笑着拍了拍怀里的徐山 这只小野猫 也懂事地站了起来 随后他走到正雀跃的顾瑞杰面前 轻密地刮了一下他的鼻子说道 走吧 去玩一会 让我们找个地方吃晚饭 嗯嗯 好 随后三人收拾了一番后离开小区 由于顾瑞杰所说的那家桌球厅 距离这里并不算远 所以也就懒得开车了 三人开启了压马路模式 杨凡走在街道上 两只手臂都被包揽 顾瑞杰和徐山两位小美女 一左一右地挽着他 显得很亲密 让他再次享受到了 左拥右抱的待遇 不同的是 这次是两名青春气息爆棚的妹子 两位小美女在他的两边 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话 叽叽喳喳的声音 直接将他感染 瞬间激活了朝气 让他觉得自己顿时年轻了好几岁 路人们见到这三人的组合 大多都有些惊讶 不自觉地多看了几眼 有一个年轻小伙 看见杨凡旁边的两个小美女 长得惊艳 甚至偷偷地拿出手机 偷拍了好几张 他们这个亮眼的组合 估计是想发到朋友圈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他们还在一边走路 一边聊着两位妹子平日里 在学校里的趣事 很快就来到了一家电玩城门口 顾瑞杰却挽着他朝里面走 真弄得他有些疑惑 出声询问 不是去打桌球吗 怎么往电玩城走 顾瑞杰文言顿时愣了一下 正准备解释时 徐山先出声了 桌球听离这不远 因为我每次陪瑞瑞来玩桌球的时候 他都会先陪我玩一回跳舞机 所以成习惯了 小野猫此时心里有些小感动 自己闺蜜这个下意识的举动 无疑是代表着他真的原谅自己了 顾瑞杰此时 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道 哥哥 我们先进去跳一回舞吧 很好玩的 杨凡对此并没有什么意见 跳舞没有问题 但我可不会这玩意啊 我在一边看你们跳就行了 顾瑞杰见他没有拒绝 有些开心地说道 那就麻烦哥哥了 我们只玩一小会 很快的 杨凡没有说什么 搂着两位小美女走了进去 第201章 左右右抱提供的情绪价值 当徐山拿着一些游戏闭回来后 正好空着的跳舞机有点多 他们跟杨凡说了一声后 就选了两台挨着的站了上去 不一会时间 杨凡看着跳舞机上 动感十足的两位小美女 也有些惊讶 两人整齐的舞步 外加良好的身材 跳起舞来 还真有那么点赏心悦目的感觉 没看出来 这两个小丫头的才艺还不少吗 这是不是就是 网上流传的那种宝藏女孩 等待自己慢慢挖掘的那种 这时他们所在的区域 已经慢慢聚了不少人 全都是来看顾瑞杰和徐山跳舞的 并且开始议论纷纷 这两个小姐姐是高手爱 咦 这两个美女又来了 这两个小姐姐跳得很好的 之前见过几次 可惜他们不经常来 不然每天就多一个 赏心悦目的小节目了 看着他们的大长腿我哭了 取个这样的需要什么条件 小刘 我二脸的那个是真的极品啊 等他们跳完去要个V信吧 我喜欢JK制服的那个 嘿嘿嘿 看起来太有感觉了 一会试试能不能加到V 这两个小姐姐我知道 是我们才大的 才大一就被评为校花了 泡不到的 JK制服那个高的一匹 我二脸那个 据说有一个学霸男朋友 原来是校花呀 难怪长得这么得劲 这辈子要是能跟校花 谈一场恋爱就好了 可惜现在已经毕业了 错过了最好的机会 就算没毕业也追不到啊 除非你是富二代 或者学霸才有机会 现在的妹子 可没有你想的那么单纯 站在一边的杨凡 见附近的人群越聚越多 虽然没有完全听见 他们的小声议论 但从直言片语中 就能大概猜出来他们的意思 心里顿时升起 一种名为虚荣心的东西 还有一点点成就感 因为这些人议论的 两个小美女 可都是他的女人 正在跳着舞的 顾瑞杰和徐山 不知道 他们只是如平时一样 来玩玩跳舞机 却给杨凡提供了 不少情绪价值 如果知道的话 他们一定会很乐意 经常带杨凡过来 跳舞给他看的 正在人群议论时 突然走过来 一个穿着得体的中年男人 他走到顾瑞杰和徐山 正跳着的 那两台跳舞机的 投币处去连续投币 杨凡见状有些疑惑 旁边明明有空着的机子 这个中年男人 为什么非要去 自己女人 正玩着的机子投币 此时人群中有人说话了 那是这家店完成的老板 老板 那他跑去投币做什么 想老牛吃嫩草 肯定是老板 喜欢看这两个小姐姐跳舞 想让他们多跳跳 卧槽 你们那是什么脑回落 很明显 是因为这两个美女 跳得好 吸引了不少人看 所以送他们一些币 让他们多玩玩 这是在招揽人气 不是吧 这能招揽到什么人气 老板 这一手玩得溜啊 开酒吧的 还知道 弄些美女捉出来 只要美女来玩 就免费送酒 让其他顾客知道 他的酒吧 经常会有美女来喝酒 你猜男顾客 会不会经常去玩 原来如此 这些老板的营销手段不错呀 美女 放在哪里都能起到 招揽生意的作用 完全是老天爷 赏饭吃 我要是这里的老板 我直接就跟这两个美女说 以后经常来玩 不但免费 还送饮料 中年老板已经投完了币 转过头 笑容满面地看着 正跳得起劲的 顾瑞杰和徐山说道 你们慢慢玩 渴了的话 自己去拿饮料喝呀 谢谢老板 好的 每次来你都这么客气 我们都不好意思了 老板笑嘻嘻地说道 嗨 没事 说完就转身离开 完全不像是来跟两位妹子搭讪的 真就是来送游戏币的 但顾瑞杰和徐山 并没有跳多久 他们怕扬帆久等 所以只跳了几支舞后 顾瑞杰就转头 对人群说到 我们今天有事要早走 里面还剩不少老板 送的游戏币 你们玩吧 说完就吓了机子 对人群中的杨凡走过去 甜甜地喊道 哥哥 让你久等了 然后直接投入杨凡的怀抱 而杨凡只感觉到 一阵香风扑面来 抱着小丫头 用手温柔地摸了摸 她的秀发好说道 玩累了吧 先擦擦汗 嗯嗯 好 人群中本来有一个 自认为长得比较帅 又颇为自信的男生 见顾瑞杰不跳了 正准备上前 去跟她要联系方式 谁知才刚刚迈出脚步 就看见这小美女 投入了一个男人的怀抱 一时间 脸上出现一副 逼了狗的表情 但也就是一闪即逝 很快就调整好表情 露出一副 自认为很阳光的笑容 转头看向 正准备走下机子的 小野猫徐山 这次没有耽搁 直接就走了上去 小姐姐你好 你看上去很有气质 吴又跳得好 不知道能不能跟你认识一下 小野猫见到有人拦路 先是愣了一下 然后看了一眼 面前的帅哥 娃娃脸上 顿时露出一丝 可爱的笑容 这种事情 估计你得问问 我家老公哟 我说的不算 啊 帅哥被徐山的话 噎了一下 美女直接点名 自己有老公了 就是在明确地拒绝她 正当着小帅哥 还想着这种局 要怎么破识 只见他面前的 这个小美女 也朝着刚刚那位 JK美女的方向走去 嘴里还不满地说道 老公 你又后此薄彼了 只知道给小瑞瑞擦汗 你就不怕 人群惊讶的目光中 对着还在给 顾瑞结擦汗的杨凡 张开了双手 做出一副 委屈求抱抱的小模样 杨凡见状 只好停下擦汗的动作 朝小野猫的方向移了一步 一把将其抱在怀里 卧槽 人群中不管男女 见到这种情况 大多露出了一副 颇为不可思议的表情 特别是刚刚那个 想要徐山微信的小帅哥 脸上的表情古怪至极 我发现 读者大大们 都不怎么喜欢动动小手 送用爱发电 第二天加更一张 每个大帅 比一天能送三次用爱发电 只需二十分之一的大帅 比动动小手 送上一个就加更 不过分吧 感谢 爱吃天菜的宇大少 大大送来的 大宝剑 感谢 诺大大送来的 十张催更福 感谢 宁香居 爱吃奶油的李李小李 两位大大送来的 抱更洒话 感谢各位 大大送来的各种礼物 和用爱发电 万分感谢第202章 与良美的悠闲时光 想要徐山微信的 那个小帅哥 见到徐山 亲密地抱上后 卧槽 偶像啊 心里想着 这两个这么极品的美女 居然属于同一个男人 这么刺激的吗 这他们简直是偶像啊 大丈夫当如是 但他看着杨凡的穿着 也猜到这个男人 应该是有超能力的那种人 没法去复制人家的路 既然两个都是有主的 而且人家男人就在这里 他此刻也打消了 要美女联系方式的想法 然而 这世人群中 有个比他射牛很多的青年 直接对着正抱在一起的杨凡 和徐山两人走过去 嘴上说道 大哥 要怎么样 才能变得跟你一样优秀啊 你教教我呗 我拜师 华 这个小青年此言一出 引得人群中的不少人都轻笑了起来 当然 基本都是善意的笑容 全部都颇有兴趣地 看着这个射牛青年 和带着两位美女 出来玩的超能力玩家 想看看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趣事 而杨凡 也被这家伙给弄得有些好笑 见着看上去二十左右的青年 直溜溜地看着自己 他将抱着徐山的手放开 摸了摸鼻子 然后用开玩笑般的口吻问道 想学 谁知这青年直接对着他 一抱拳高声喊道 师父 还请师父传授心得 这青年直接就叫上师父了 逗得顾瑞杰和徐山两位小美女 都轻笑了起来 杨凡见很多人都在看他们 感觉留在这里 供别人观看有些别扭 想要脱身 于是随意地说了一句 很简单 努力赚钱 把自己变优秀就行 说完就转头 对着顾瑞杰和徐山说道 走了 然后穿过人群往门外走 两位小美女也赶紧跟上 人群见没有热闹 可看了后也就四散开来 各自去找各种机器玩了起来 而射牛青年 却紧随徐山的身后跟了出来 杨凡见到他后一愣 还没有来得及说话 这青年就抢先说道 师父你别急着走啊 钱我有 而且我也觉得我挺优秀的 然后呢 还需要什么 这么执着的吗 杨凡好笑地说道 既然你具备了最重要的条件 那只需要去认识美女就行了 你这么射牛 要美女的联系方式 不是很简单 这时 徐山上前一左一右地挽住杨凡 青年健壮 脸上写满了羡慕 在后面继续跟着三人走 一边走一边说道 师父说的这些我也知道 要美女的联系方式不难 跟他们谈恋爱也不难 但你是怎么做到 能让他们和睦相处的呀 不瞒师父你说 徒弟我前段时间也踩了两条船 本来也像师父你一样 挺幸福的 但五百二十那天不知道陪谁 时间没管理好 两条船都犯了 卧槽 杨凡本来以为这个青年 是个射牛的棱头青 但听他这么一说 好像有点把他想简单了呀 本以为是个青铜 实际上却是个黄金 徐山文言也来了兴趣 加入了开玩笑行列 只听他对青年说道 我跟小瑞瑞本来就是闺蜜 能和睦相处很正常呀 你要不也考虑一下 同时追一对姐妹 或者一对闺蜜试试 杨凡一听 好险没有笑喷出来 这只小野猫是真损啊 直接准备把别人往坑里带 青年一听就傻眼了 直接用崇拜的目光 看向杨凡说道 师父你这还是地狱难度开局啊 这个绝学你可一定要教我呀 以后徒弟我给你端茶地水 为你马首是瞻 杨凡看着他笑着说道 我已经跟你说了呀 有钱就行 你之所以会翻船 那肯定是你钱不够 相信我 你如果有足够的钱 这船肯定翻不了 这完全就是话操理不操 如果足够有钱还翻船的话 那就重新踩其他船就行了 总有翻不了的时候 这时他旁边的顾瑞结不满意了 一脸委屈地嘟着嘴巴反驳道 就算哥哥破产了 人家也是不会离开哥哥的 杨凡亲密地搂住小丫头的细腰 笑着说道 哥哥知道 咱们家傻丫头最乖了 嘿嘿 别看顾瑞结一开始 确实是被他的超能力所吸引 但现在这丫头说这种话 还是有几分可信度的 毕竟亲密度接近80了 虽然杨凡不知道 70多的亲密度 能不能在自己重新变成一个穷掉嘶吼 这个小丫头 还会对自己不离不弃 但80多甚至90的亲密度 肯定是能达到这种效果的吧 他甚至猜想 高达90多亲密度的话 别说他破产了 如果每天他出意外死了的话 估计小丫头都大概率会殉情的那种 如果一百是满植的话 那超过90 就肯定是属于爱到骨子里的那种了 只是亲密度超过70后 确实是很难提升 射牛青年在消化着杨凡的话 也明白了他的意思 大概知道怎么做了 但他没有操作过心里没底 所以说道 我明白了 师父 我叫王子豪 我们交换个联系方式吧 我以后有不懂的地方 可以请教你吗 他是真的想跟杨凡认识一下 看看这个师父到底是怎么操作的 对方今天这左拥右抱的风骚举动 确实把他给缠得不轻 而杨凡见这家伙师父长师父短地叫他 想着留个联系方式也没什么 就与他加了个微信 看着他那普通的卡通头像 又随意翻看了一下 他重规重矩的朋友圈后说道 想到妹子 首先你可以在朋友圈下点功夫 这属于是你的名片 可以把朋友圈弄得有吸引力一些 王子豪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一脸无奈地说道 师父说的是炫浮 这个我知道 但我不敢啊 不瞒师父你说 我怕被我老姐发现 她不让我炫富 说这样吸引来的只会是拜金女 连家里的车都不让我开 杨凡笑着摇了摇头 不一定是要炫富 朋友圈也可以发一些积极阳光的生活什么的 听你的口气 家里条件肯定不错 所以家里人对你找对象有要求是吧 第203章 男人的快乐 王子豪文言点了点头 我家以前确实还不错 但我老爹是做房地产的 这几年的行情 师父你也知道 日子不好过啊 好在我老妈和老姐都是自己开公司的 可以帮补一下我老店 我家里人对我找对象 倒是没有什么硬性要求 说到底 我家就一爆发户 这方面不言 就我老姐想让我找一个不是图前 而是因为爱情在一起那种 杨凡见王子豪毫无压力地说 自己家是爆发户 觉得有点好玩 说到底 他杨凡也是个不折不扣的爆发户 调侃着说道 所以 你现在是叛逆期 不想听理解的 其实对爆发户来说 拜金女更适合你 真的 不需要你花费太多时间和精力 用钱就能解决的事情 干嘛要去追求什么 只存在于传说中的爱情 王子豪文言后 眼睛一亮 兴奋地说道 哈哈 有道理 师父你 确实比我老姐更懂我 我就 咦 师父 你朋友圈怎么是空的 他刚刚听杨凡说 要在朋友圈下功夫 本来打算学习一下取取经的 谁知道 点开杨凡的朋友圈 一看 直接傻眼了 空白一片 什么也没有 杨凡好笑地说道 朋友圈只是其中一种方法 我不怎么需要 他确实不需要 他遇见看上的美女 就喜欢用钱砸 其他有钱人是不断投资自己 带美女 去消费 也大多数时候 只给自己买东西 算是拿钱给美女们看 以此来吸引他们 他更简单粗暴 直接拿钱给美女们花 给的还不少 虽然像那大渊种一样 但配合他的一些态度 明显这种方法更具效果 现在的美女们又不傻 你光在他们面前 显示自己有钱 他们什么好处也没有获得 怎么可能跟直接拿钱砸他们相比 杨凡这不是直接砸妥协了 这么多各式各样的美女吗 这时 四人不知不觉 已经走进了桌球厅 顾瑞杰去开了张台后 期待地对杨凡说道 哥哥 我们先打一局吧 杨凡对此 当然没有什么意见 本来就是带两个妹子出来玩的 直接点头硬下 随后看向王子豪问道 你会不会玩 要不陪你嫂子打一局 他说的是徐山 因为他要陪顾瑞杰玩 怕这只小野猫无聊 结果王子豪很干脆地摇了摇头 不会 只在电视上见过 那就没有办法了 徐山这时笑着说道 不用管我的 我看你们打就行了 我要是真想玩 完全可以跟助教打嘛 老公加油 小瑞瑞真的很厉害 你可千万别掉以轻心了 杨凡文言后 信心满满地开球 由于他们玩的是大小球争霸 所以他用杆子使劲一送之下 啪 球被全部击散 或许是因为大力出奇迹 直接被他蒙进了两个球 还都是大数字的 这简直是梦幻开局 以至于旁边的徐山都惊讶地喊道 哇 老公好厉害 连顾瑞杰都笑了起来 哥哥真棒 两名小美女的欢呼声 顿时引起了附近人的注意 一名二十多岁的男人 看了看颜值报表的两位小美女后 又转头看了看 自己旁边一脸猥琐的胖子 感觉突然有点不想打了 杨凡此时也有点飘飘然起来 但好景不长 由于他母球走位的技术不怎么样 仅仅是又打进两粒球后 不小心让母球也跟着静带了 交换球权 然后还要罚子 轮到顾瑞杰后 杨凡直接看傻眼了 这妹子一干接一干地 收着桌面上的小球 从不失误 只看见这个青春气息爆棚的美少女 不断围着桌子转圈 一会这里打一杆 一会那里打一杆的 虽然她打球的身姿非常好看 但手上的技术 却使得杨凡有些心惊 没花多少时间 小球就全部静带了 如果小丫头再将黑八给打进 那就是传说中的一杆青台了 杨凡也看出了 自己的技术 与这小丫头的差距很大 顾瑞杰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在最后一杆的时候 明显开始放水 故意没有打进 再次交换球权 但杨凡一眼就看了出来 好笑地对小丫头说道 你这样玩可就没有意思了呀 故意放水还玩什么 小美女文言后不一地交称道 人家才没有故意放水 就是失误了 人有尸首 马有尸体吗 这时在旁边看的王子豪 突然对徐山问道 是 那个 嫂子 这里的助教是交打桌球的吗 本来想叫师母的她没有叫出口 叫杨凡师父 她没有什么压力 但若是叫徐山和顾瑞杰师母的话 她有点喊不出口 徐山听她叫自己嫂子 也没有介意 反而颇有兴趣地问道 怎么 你想学完这个 王子豪点了点头 看着还不错 比那个打一杆 要走老半天的高尔夫 有趣多了 徐山闻言后 眼睛珠子转了转 笑着说道 这里的助教里 有个大美女哟 叫做小英 你可以跟老板说 让她来叫你打球 王子豪听后 眼睛一亮 大美女 好 我马上就去 说完转身就走 毫不留恋 这时 杨凡和顾瑞杰 已经结束了一局 没有意外 虽然小丫头有意放水 奈何她不争气 最后还是膝败 这时她对徐山说道 这傻丫头玩这个太厉害了 哎 你来跟她打一局 咦 那小子走了 她刚刚没有听见 王子豪和徐山说话 现在见那个射牛青年 不见了以后 以为对方走了 徐山摇了摇头 没走 她去找助教去了 随后接过杨凡 递给她的杆子 我也打不赢瑞瑞的 很快就会惨败 杨凡一把将旁边的顾瑞杰 搂入怀里 对着翘脸就映了一下 笑着说道 没想到咱们家傻丫头 还是个宝藏女孩呢 除了这个和跳舞机以外 还有没有什么拿手的 但这丫头被她夸了 以后就在她怀里傻笑 没有去回答她的问题 反倒是徐山笑着说道 瑞瑞玩农药的技术也不错 至少虐你这个菜鸟 是绰绰有余了 看来出绝招也没用啊 一天下来才六百多个用爱发电 催更都上两千了 如果点催更的大佬们 顺手送上一个用爱发电 就加更了呀 不会大家都在想 反正别人会点的 我就是不点吧 还是老规矩 一天之内两千发电加更一张 如果大佬们能点出四千来 就加两张 尚不封顶 提前感谢大佬们的发电 感谢爱吃五彩大拉皮的情间 大大送来的 宝更洒话 第204章 美女抬球助教 杨凡见小野猫 又抓住自己玩游戏菜 这一点来说是 顿时目光不善地看向她说道 你是不是又欠收拾了 谁知徐山根本不惧她 反而转身靠近她 露出一脸妩媚的表情 故作不好意思地说道 嗯 在这里收拾吗 这里人这么多 会不会不太好啊 死鬼 杨凡闻言美好气地说道 看来之前还没有尝到厉害啊 你继续皮 有你哭的时候 小野猫须都不须地对着她轻哼 一声后说道 谁怕谁啊 只管放马过来就是 说完还对着她挑了挑眉 一副挑衅的样子 徐山知道杨凡和顾瑞杰 已经原谅她了 心里再无压力 又恢复了她跳脱的性格 杨凡似笑非笑地说道 行啊 有本事 我收拾你的时候 你别那么卖力地唱歌 小野猫文言后 脸色一僵 有些害羞地投入杨凡的怀里 娇撑着说道 坏蛋 人家忍不住吗 顾瑞杰此时也帮忙捧了一手 只见她甜甜地笑着 小声说道 那是因为 哥哥你太厉害了 杨凡文言后 突然感觉 偶尔与自己的女人调调情 感觉也是蛮不错的 见顾瑞杰这小丫头这么乖 她顿时改为单手抱徐山 云出半边身体 来给小丫头 傻丫头真乖 哥哥抱抱 好搭 顾瑞杰也开开心心地投入了杨凡怀里 待相遇满怀后 此时她的第一反应 就是想到了小李飞刀里面的一个场景 当初看电视剧的时候 还羡慕得不要不要的 现在才发现 同时左拥右抱两位美女 并没有她想象当中的那么难 这时 台球厅那些不经意看向这边的顾客们 突然发现 自己猝不及防地 被喂了一嘴狗粮 并且比往常的狗粮还气人 一口就吃饱了 再也不想吃第二口的那种 有个稍微年轻点的男生 对身边刚刚打完球的同伴挪了奴嘴 小声吐槽道看 人比人气死人 希望下次我也能投个好态 这时 王子豪满脸笑容地 带着一个长相出众的美女走了过来 正好看见杨凡在轻易地左拥右抱 顿时有些傻眼了 心想 怎么自己才离开一小会 师父他又跟着两个美女秀起恩爱来了 在这种大庭广众之下的这样狗 简直太风骚了 我也好想要 同时有些发愣的 还有他带回来的那个美女 此时小鹰的眼睛都瞪圆了 因为被那个陌生男人搂着的两个小美女他认识 是经常会来这里打球的常客 由于以前他们有假期来这里当助教的想法 所以自己还跟他们聊过好几次天 算得上是普通朋友 所以对他们的情况多少有些了解 徐山的男朋友来这里接他的时候 自己见过一次 可以肯定的是 根本不是现在看见的这个男人 而顾瑞杰则话里话外 都是件鱼塘养鱼 发展备胎 对男人不屑一顾 完全没有好好谈恋爱的想法 但现在这是什么情况 他感觉自己的脑子有点转不过来了 心想 这才多久没见啊 这两个小美女的变化这么大的吗 此时心里的八卦之火已经点燃 小鹰带着好奇心走过去打着招呼 瑞瑞 珊珊 你们什么时候来的 检查到有效消费对象 是否查看信息 小鹰才刚刚靠近 杨凡就收到了系统提示 他看着一位长得挺不错的美女 走向自己这边 穿着一身黑色亮皮吊带短裙 下身是包裹整条大长腿的黑丝配高跟 虽然竖着一头其刘海 但因为这个穿着 还是给人一种又哭又撒的感觉 以至于杨凡颇感兴趣地默念了一句 查看 姓名 赵莹 年龄 24 身高 167 体重 52 综合颜值 86 97 状态 正常 亲密度 0 一看数据 果然没有比顾瑞杰和徐珊这种级别的美女差多少 纯洁也不算太低 这样的美女在避暑市这种二线城市 还是不多见的 妥妥的笑花级 可惜的是 她虽然看上去有点自己的特色 但却没有过于惊艳的地方 所以杨凡在看见纯洁没有满之后 瞬间降低了不少兴趣 只能说 这种级别的美女与张若曦一样 出现的有些晚了 现在的杨凡 已然开始挑食 不可能去主动勾打 当然 如果对方主动送上门来的话 她或许也可以尝尝味道开心一下 对于这种妹子 主打的就是一个不主动 不负责 她现在会有大兴趣的美女 要么是综合颜值九十以上的大美人 要么是满纯洁的小白兔 就连现在在她怀里的顾瑞杰和徐山 都是因为认识的早 那时候她还没有怎么吃到美味佳肴 所以 心态与现在完全不同 才会去主动勾打 既然主动勾打了 那当然 就要负责了 毕竟她是海神 又不是下头男 所以这两个小美女 也只是运气好而已 若是他们遇见现在的杨凡 杨凡也是不会有多大兴趣的 最多也就是不主动不负责的态度 开心一下可以 想入后宫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机会了 这时 顾瑞杰笑着对赵英说道 我们也才刚刚来没有多久 小英姐 你这是过来开工了 她说着 就脱离杨凡的怀抱 上去几步去跟赵英叙旧 而徐山这只小野猫 则小声地在杨凡耳边说道 死鬼 还看 眼睛珠子都要掉出来了呢 杨凡文言 美好气地拍了一下徐山的脑袋吐道 白痴 哼 你敢说你没有兴趣 要不要我帮你啊 若是顾瑞杰的小丫头 就绝对说不出这种话来 虽然小丫头迫于无奈 接受了杨凡 还有其他女人的事实 但她绝对不会希望杨凡的女人越来越多 就更不用说帮她泡妞什么的了 而徐山这只小野猫 就没有这个觉悟 只要杨凡跟她说 对赵英有意思 她是真的干得出 帮杨凡泡妞这种事情来 但杨凡却摇了摇脑袋 小声说道 没什么兴趣 唉 徐山文言愣了一下 第205章 找群夫二代来帮忙泡美女 徐山听见杨凡说 对赵英没有兴趣 一时间有些怀疑自己的耳朵 暗想着 难道这个男人并不是自己想的那样 只要是美女 就见一个喜欢一个 那当初 自己为什么这么顺利 就爬上了她的床 或许她喜欢自己这一款的 也对 自己的这张娃娃脸 再配上性感的身材 两者可是 颇为难得组合在一起的 这种反差感 对男人的诱惑力很大 再加上自己比赵英年轻不少 足够嫩也是 很加分的地方 杨凡不知道 因为自己随口的一句话 怀里的这只小野猫 自恋的挠补了好多东西 最终得到的答案 是她比赵英优秀 如果知道的话 杨凡一定会有一种 啼笑皆非的感觉 这时 与顾瑞杰寒暄完的赵英 向他们两人走来 嘴里问道 珊珊 你们在那叽叽咕咕的 说些什么呢 你不给我介绍一下 你身边这位小哥哥吗 徐山文言后 看向赵英 骆骆大方地说道 小英姐 很明显呀 这是我男人杨凡 也是瑞瑞的男人 虽然赵英刚刚见到 杨凡左用右抱 同时搂着顾瑞杰 和徐山两名小美女时 她心里就多少 有些猜测到了三人的关系 但那也只是猜测 而现在 徐山竟然明着 将这种三角关系 坦然承认后 她还是感觉 有些刷新她的三观 惊讶了片刻后 不可思议地问道 这 你跟瑞瑞 都已经好到这种程度了吗 徐山却丝毫不在意 她的看法 直接笑着说道 是啊 爱情这东西 总是来得这么突然 当她来时 挡都挡不住 所以我宁愿做小 也要与瑞瑞共享男人 当小野猫这话一出 将周围的几人 全都雷得不轻 特别是王子豪 这小子 此时 看向杨凡的眼睛里 满是小星星 就像是在朝圣一样 而徐山这样说 是因为杨凡表示了 对赵英不感兴趣 所以 她没有去影射杨凡的身份不凡 而是拿爱情来打马虎眼 至于承认自己愿意做小 这是主要说给顾瑞杰听的 直接表明自己的态度 让顾瑞杰知道自己 不会与她争什么 即使在外人面前 也可以毫无压力地 承认自己的地位 在顾瑞杰之下 果然 顾瑞杰这小丫头 听见这话后 心里好受了不少 而赵英则傻眼了好一会后 轻轻摇了摇脑袋 吐出了一句 跪圈争乱 随后看向杨凡点了点头说道 你好 初次见面 我叫赵英 见这妹子没有握手的打算 杨凡也不在意 同样微笑着 对她点了点头 你好 我叫杨凡 随后 赵英就开始工作 去旁边开了一张牌 叫王子豪打球 而顾瑞杰和徐山 也开始了他们的战局 杨凡则在一边 看着这两个小美女 打球的优美身姿 很显然 徐山的技术 并没有比她好上多少 很快就败下阵来 换杨凡上去又输一局 期间王子豪休息时 跑过来 给他们一人递了瓶水 然后神神秘秘地 对杨凡说道 师父 那个赵英助教 长得好漂亮 简直就是 照着我喜欢的类型长的 你一定要帮帮我 徒弟我感激不尽 杨凡知道 赵英那种级别的美女 肯定会比较容易吸引男人 特别是 对于喜欢欲解型的 小男生来说 那绝对是嘎嘎乱杀 所以王子豪会看上 对方他不意外 但他意外的是 这小子居然想着 让他帮忙 天地良心 他也不会追女生啊 他勾搭女生 全靠用钱砸 虽然很好用 于是说道 你之前不是说 跟美女谈恋爱不难吗 还要我帮你 王子豪文言后心想 师父的记性 这么好的吗 随后甘尬地笑了两声 颇为不好意思地说道 我那是吹牛皮的 想让师父你觉得 我是一块可雕琢的朴玉 这 杨凡文言后 顿时有些哭笑不得的感觉 简直对这小子无语了 面对这小子期待的眼神 他想了一下说道 两种方法 第一种 是先要联系方式 然后用钱砸 什么吃大餐 奢侈品啊 转账啊 这些通通安排上 不要怕花钱 这完全就是杨凡 自己勾搭美女的方式了 只要是拜金女 基本上百事百灵 可以看得出 她的确没有乱交 但王子豪听完却傻眼了 喃喃自语地说道 这么粗暴的吗 那第二种方法是什么 杨凡也没有卖关子 将他想到的第二种方式 说了出来 第二种就是炫富 找人来给你抬轿子 你应该有些二代朋友吧 找那些家境很好 但不如你的出来抬你 反正杨凡是不会提议 搞什么真爱啊 去感动妹子啊这些的 对王子豪这样的二代来说 那些完全是浪费时间 堂堂二代还挺的大 王子豪听后 眼睛一亮 激动地说道 师父 我知道了 随即就转身离开 而杨凡只能助这小子好运了 因为这种小套路管 不管用他自己也不知道 反正他没用过 不过赵英九十七的纯洁 明显不是很洁身自号的那种妹子 应该是管用的 随后杨凡和徐山两个轮流上去 跟顾瑞杰那个小丫头打球 奈何打了好几局 却一局都没有赢过 这时顾瑞杰说道 哥哥 你跟珊珊打一局吧 我休息一下 杨凡正准备说话 就听见几道声音传来 王少 王哥 他转头看去 只见几个二十出头的男男女女 朝这边走过来 准确地说是朝王子豪走来 杨凡心里好笑地想着 这小子的动作很快嘛 看来是真的对赵英上心了 王子豪找来的这几个援军 穿着打扮都不俗 应该是他二代圈子中的人 这时 其中一个戴着墨镜的小胖子 一边走一边说道 王少 你怎么跑我家抬球厅来玩 也不跟我说一声啊 真是招呼不周啊 王子豪听见这小胖子 这么说后顿时一喜 他之前确实不知道这抬球厅 居然是他圈子里 一个小二代家的产业 有这样的小弟 来帮他抬这个轿子 肯定更具效果吧 顿时感觉 看这个小胖子 越发顺眼起来 昨天烧好一些 到现在为止 达到了八百个发电 遗憾的是 愿意点一下用爱发电的大佬 两千个我是不抱希望了 看见老板们也挺厚爱的 发电加更改为累积形势 现在一千四百多了 不出意外的话 明天能加更一张 作者在这里 提前感谢大佬们的发电 感谢逍遥快更大大送来的 大神认证 感谢 一 小巨晚安大大送来的 抱更洒花 感谢各位大大送来的各种礼物 和用爱发电 万分感谢 第206章 又一个戴好灵的极品 王子豪见自己在二代群里 说了一声后 就来了好几个家庭条件 很不错的帮手 其中这家桌球厅的少东家 也很巧合的跑来了 心里想着 这样的阵容 应该能帮上大忙吧 但他可不会表露出来 是自己把他们叫来的 于是站在赵银的旁边 假装一脸疑惑地问道 你们怎么跑这来了 这群年轻人中没有几个笨的 其中一个看上去 跟王子豪差不多大的男生 此刻正搂着一名 学生模样的漂亮女孩说道 王少 我们听马胖子说 在这里看见你了 正好我们几个也没什么事 所以寻思着过来打个招呼 顺便玩几具台球 这时一名戴着白色鸭舌帽的 单马尾女孩也笑着说道 是啊紫豪哥 我也是过来学学打台球的 这位是嫂子吧 长得真漂亮 还是紫豪哥有眼光 王子豪听他们一唱一和的 顿时给了他们一个赞赏的眼神 正准备说话时 一道好听的御解音传了过来 王子豪 你这些朋友 不是你叫来帮你泡妹妹的吗 怎么 贵人多忘事 这么快就忘记了 王子豪听见这熟悉的御解音后 顿时一愣 跟众人一起 将目光投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只见大门方向 有一位自容绝色的大美女 正迈着优雅的步子 往自己这边走来 脸上带着似笑非笑的表情 众人见状 全部愣了一下 被这位大美女的美色给惊艳到 但王子豪的那些二代朋友们 有不少明显认识这位美人 赶紧散开一条路来 方便她走向王子豪 嘴里还纷纷讨好的喊道 紫嫣姐 紫嫣姐下午好啊 紫嫣姐你也来了 大美女面对二代们的声音 并没有什么表情 只是轻轻点了点头 就静止 王走到王子豪面前 刚刚还众心捧月 风光无限的王子豪 在看见 这位大美女后 不但没有露出丝毫发现油雾的眼神 反而是一副 老鼠见到猫的表情 小心翼翼地问道 姐 你怎么来了 很显然 来人正是她姐 对于从小就屈服在 自家姐姐淫威之下的她 连老爹老妈的话都敢不听 但唯独不敢跟这个姐姐对着干 因为这个老姐 是从小把她打到大的人 小时候调皮 老姐则不同 上来就先踹一脚 再问她发生了什么事 还不让她哭 只要一哭 被打得更厉害 要说她王子豪最怕谁 那面前这个美得不像话的女人 毫无疑问地排第一 估计这就是传说中的姐姐 对弟弟的血脉压制 这时 杨凡也在看着不远处的这个美人 她可以说是 这一片区域中 唯一一个带着看油雾的眼神 在看着对方 只见对方一身黑色的西装连衣裙 彰显了她的职业气质和自信 这套西装裙有些独特 在设计上简洁大方 完美贴合了她凹凸有致的极品身材 使她看上去多了一丝优雅和高贵 下身搭配的黑色丝袜和高跟鞋 进一步突出了她的修长眉腿 增添了几分气质和性感 精致到可与林婉晨相比的五官 外加一头黄褐色染发 使得她非常引人注目 杨凡看着这个既美丽 又很有气质的女人 心里顿时来了些兴趣 想要看看对方的数据 于是朝着对方和王子豪的方向 移动了几步 检查到有效消费对象 是否查看信息 当系统声音响起后 她基本没有犹豫 就选择了查看 姓名 王子嫣 年龄 27 身高 172 体重 53 综合颜值 92 100 状态 正常 亲密度 0 杨凡在看了这位大美女的数据后 顿时惊讶起来 倒不是惊讶于她高达92的综合颜值 因为她在看见这个女人的第一眼时 就知道对方在综合颜值方面 不会比林婉成差 除非整过容 或者化妆技术极为高超 然而 现在看来 对方这不多见的高颜值 是实打实的 没有弄虚作假 令她惊讶的是 这样的大美人 都27岁了 竟然是蛮纯洁 顿时使得杨凡不自觉地心动起来 自林婉成之后 她总算是又遇到了一个极品美人 王子嫣没有去在意 这边多了个男人 而是看了看王子豪旁边有些发猛的照音 在看见对方的打扮后 眼中闪过一丝失望 但也就是一闪即逝 非常隐蔽 随后似笑非笑地看向王子豪 用颇为诱人的预解音说道 选择一 现在老老实实地跟我走 选择二 拒绝我 然后 选一 选一 我选一 王子豪文言后 甚至没有把剩下的话 听完就毫无骨气地做出了选择 没办法 没有骨气一点 总比被老姐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打一顿要好得多 这里不但有她的小伙伴 还有她才认的师父 所以直接将食食物者为俊杰这一点 发挥到了极致 王子豪见状满意地点点头 随后直接转身 准备往大门方向走 王子豪赶紧朝不远处的杨凡说道 师父 那啥 我老姐找我有点事 徒弟我就先走了呀 咱们微信联系 他此言一出 二代们顿时都惊讶了起来 就连已经走出几步的王子豪 都是脚步一顿 转头扫了一眼 正在想 能让自家弟弟喊师父的 会是哪一个时杨凡说话了 只见他好笑地说了两个字 去吧 这时他看向王子豪的眼神 颇有点姐夫看自家小舅子的味道 只是这小子没有发现 王子嫣在用眼神看了一眼杨凡后 继续转身往外走 心里嘀咕着 喜欢跟这小子混在一起的朋友 自己几乎都知道 这个男人看上去有些眼神啊 师父 待会问问那小子 这时 王子豪与杨凡告白后 用不善的眼神 扫了现场的二代们一眼 淡淡地说道 最好不要被我查出来 是谁出卖了我 他老姐会跟这些二代们前后搅来到这里 他第一反应 就是自己被出卖了 此时面对二代们 王子豪与在杨凡和王子嫣面前大不相同 不负之前那个射牛的龙头亲母样 第207章 连续出现戴昊玲的美女 几名二代文言一愣 正准备解释什么时 王子豪已经屁颠屁颠地小跑着 去追他老姐去了 这时 带头的那个搂着学生妹的二代 看了同伴们一圈后问道 是谁将子豪在这里的事情 告诉子嫣姐的 众人文言后 纷纷摇着头表示不是自己 这时 压舌帽的小女生 思索了一下说道 不可能是他们 先不说这么做 对他们一点好处都没有 只会得罪子豪哥 就说他们 怎么可能联系得到子嫣姐 就连我都没有他的联系方式呢 只有我姐有 男生听后 眼睛一亮 恍然大雾般地 一拍脑袋说道 对啊 我们就是想告密 也得联系得到子嫣姐才行啊 没事了 这是我来跟子豪解释 众二代文言后松了口气 王家虽然是从王子豪父亲这一辈 才崛起的后起之秀 但多年以前最赚钱的行业是什么 房地产绝对是能名列前茅的 所以王家崛起得非常快 虽然近几年房地产行业 没有以前那么景气 但王家早已赚得盆满钵满 而且 人家可不止房地产一个金蛋 不管怎么算 王家在避暑市 绝对是第一梯队的家族 而王子豪作为 王家唯一男丁 基本上可以说是妥妥的继承人了 这也是这些二代们 愿意跟着他玩的原因 他们俨然算是一个圈子里的 所以 不希望王子豪怀疑他们 这时头戴鸭绳帽的那个女孩 转头看向正与徐山和顾瑞杰说话的杨凡 犹豫了一下后走了过去 检查到有效消费对象 是否查看信息 咦 正笑着说话的杨凡 突然听见系统提示后 这才注意到 二代群中的那个小女生走了过来 正用清脆的声音问道 请问 你是王子豪哥哥的师父吗 杨凡见着女孩长得挺可爱的 于是笑着说道 算是吧 怎么了 随后心里默念了一句 查看 姓名 秦初岁 年龄 17 身高 163 体重 46 综合颜值 84 成长中 100 状态 正常 亲密度 0 又是一个满唇节妹子 综合颜值虽然不算高 不过后面标注了一个成长中 那证明还有提升的空间 还算不错 但年龄小了一点 秦初岁 亲密度加10 咦 突然听见 这小姑娘竟然长亲密度了 杨凡第一反应就是 这妹子 不会是喜欢我这款的吧 应该不是 可能单纯是因为王子豪师傅这个身份 这时 妹子笑了起来 还露出了两个可爱的小酒窝 开口说道 我叫秦初岁 你可以叫我初岁 我能跟你认识一下吗 这 没有记错的话 杨凡这还是第一次被美女主动搭讪呢 虽然还是个小丫头 但感觉还蛮不错的 于是拿出手机说道 那就加个V吧 秦初岁见她很好说话 顿时笑得更开心了 但在加了她的V信后发现她身边的两位美女都看着自己 其中一个穿JK制服的露出一脸警惕的神色 另一个则是一脸玩味 她赶紧说道 两位姐姐都好漂亮呀 你们是师父的女朋友吗 秦初岁之所以会过来结识杨凡 就是因为王子豪走前称呼她为师父 还颇为恭敬地跟她告别 顿时就猜出了 这个男人肯定不简单 于是升起了认识一下 不会有坏处的想法 抱有这种目的过来的她 当然不会去惹得对方的女人误会 或者不高兴 所以准备化解顾瑞杰对她的警惕心 而杨凡一听 这妹子突然称呼她为师父后 顿时感觉有些莫名其妙 暗想着 难道这个小丫头喜欢王子豪 倒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但王子豪那小子的身边 明明有一个长得这个可爱的妹子 为什么没有发展发展呢 是兔子不吃窝边草 还是因为她喜欢玉姐 而且这小子的姐姐长得这么极品 她居然会说 明显差了不止一筹的照音 是按照她喜欢的模样长的 这就很迷 另一边 一辆兰博金尼正在马路上急驰 开车的大美女王子豪 一边握着方向盘 一边出声问道 你什么时候有了个师父 我怎么不知道 王子豪文言后一愣 本以为自家老姐 又要开始教育她追女生不要炫富 不然会遇见居心不良的人什么的 谁知道王子豪的第一句话 居然是打听自己刚刚认的师父 王子豪疑惑地反问 你问这个做什么 我交男性朋友 你都要管了 王子豪面对弟弟的反问 只是轻飘飘地吐出四个字 你皮痒了 啊 副驾驶的王子豪顿时被噎了一下 本来有点不满的脸色 瞬间变为陪笑 哪能呢 老姐你是了解我的 我就是没事喜欢口嗨一下 你别动不动就生气吗 容易长皱纹 王子豪没有去跟他计较 而是淡淡地说道 说说吧 这个所谓的师父 都教给了你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以他对自家弟弟的了解 他这个弟弟绝对不是那种 随随便便会对别人恭敬的人 对方一定是有什么地方让他服气了 他才会出现 之前恭敬告别的那种情况 所以作为姐姐的他也是很好奇 同时也不希望自家弟弟 跟别人学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所以打算问清楚 王子豪这下可就为难了 总不能跟老姐说 自己想跟师父学怎么脚踏几条船 不但不会翻 还能让女人们和睦相处吧 正如他老姐了解他一样 他也了解他老姐 要真这样说 那绝对是在找死 所以现在他的心思急转 以极快的速度想着说辞 短短几秒钟后他眼睛亮了起来 因为他突然想到了 杨凡一直跟他说 勾搭美女要用钱砸什么的 明显不是个简单的人 于是开始鬼扯起来 老姐你不是一直告诉我 人脉很重要吗 这个人很不简单 我想结交一下 虽然称他为师父 但因为才认识 他还没有开始教我东西呢 所以不存在教我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第208章 杨凡的魅力很大 加更 王子嫣文言愣了一下 随后问道 不简单 怎么个不简单 王子豪见老姐 一直追问杨凡的事情 心里那个苦啊 实话又不能说 只能继续编了 他很有钱 家境应该不会比我们家差 但具体身份 现在还不知道 可能是其他省的家族出来的 王子嫣文言后 皱了皱眉头 真的 他以前倒是一直告诉这个 弟弟人脉的重要性 而弟弟 也确实在身边 汇聚了不少 避暑式的二代 其中不乏家族继承人 这也算是一股 不小的力量了 对此 王子嫣还比较欣慰 但自己这个弟弟 现在都已经开始 结交其他省的人脉了 王子豪见自家老姐这样问 就知道 他大概率是相信了 自己刚刚说的话 心里顿时松了口气 然后保证道 当然是真的 我骗谁也不会骗你啊 世上只有姐姐好 王子嫣文言后 无语地摇了摇头 虽说人脉很重要 但步子 不要卖得太大了 在不了解别人之前 不要轻易地去信任对方 自己多个信念 王子豪认真地说道 你就放心吧 我又不傻 王子嫣点了点头 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 安静地继续开车 而王子豪见状知道 自己当下的这一关 算是安全度过了 另一边 桌球厅中 因为秦初碎打了个样后 二代们就没有几个傻的 纷纷上前来想结识杨凡 并且在他面前乖巧的一匹 全都反歌反歌地叫着 对于一心准备享受人生的杨凡来说 结识些避暑式的二代也不错 说不定 以后有点什么麻烦事 也可以用得上他们 虽然他不准备创业什么的 但也知道人脉的重要性 现在他没有费什么功夫 就因为王子豪的原因 结识了一帮二代 何乐而不为呢 而不远处的赵英 此时也在看着杨凡的侧影 露出思索的表情 经过刚刚王子豪的揭穿 他哪里还不知道 之前跟他学打球的那个男生 看上他了 并且看见自己打工这家店的少东家 对那个看上去比自己还小一些的男生 毕恭毕敬的样子 可以看出 那王子豪绝对是一个真正的富二代 并且还是档次不低的那种 想到这里 赵英的心里颇有些自得 心思也开始渐渐地活络起来 随后他又想到 王子豪这样的富二代 在顾瑞杰和徐山的男人面前 很恭敬的样子 并且称呼其为师父 再结合那两位眼光颇高的小美女 竟然心甘情愿地做出 两女共事一夫的这种奇葩事情来 毫无疑问 那个叫杨凡的 才是真正的大人物 或许 是的 虽然赵英觉得 王子豪这样的富二代很不错 可以认识一下 甚至是情况发展发展 但因为有杨凡这个注意在前 所以王子豪不可避免地 暂时成为了第二选择 他觉得自己可以先接触一下 这两个男人 先尽量多地去了解一下 然后再是情况而定 也不知道 如果杨凡明显能给他带来更多的话 会不会介意他来做第三个 他相信 既然王子豪看上他了 那就一定会再来这里找他 而通过王子豪 顾瑞杰和徐山三人 他就有了与杨凡接触的机会 但他不知道的是 杨凡对他的兴趣本来就不大 又在刚刚见过了王子豪那种极品大美人后 对他基本上没有兴趣了 在现在的杨凡心中 就连秦初岁那个小妹妹的吸引力 都比他大 也不知道 已经离开的王子豪 若是知道 赵盈竟然有了这种想法 会作何感想 随着时间渐渐流逝 二代们已经全部与杨凡告别后离开 毕竟他们本来就不是来打台球的 主角王子豪都走了 他们也不需要继续演戏了 这时 杨凡也感觉完得差不多了 于是对顾瑞杰和徐山说道 怎么样 玩过瘾了吗 走吧 去找个地方吃晚饭 好的 谢谢哥哥陪我来打球 顾瑞杰抢先回答 随即就上前来挽住他的一只胳膊 而徐山也笑着 挽住另外一只 三人准备离开 由于刚刚二代里的小胖子 已经打过招呼了 杨凡不愿意为了一点点小钱 与他争来争去的 所以连单都不用买 当他们走出大门后 突然传来赵盈的声音 你们要走了吗 怎么不多玩一下 只见他笑意盈盈地 从另一边走过来 赵盈可是一直在 注意着他们三人 所以在第一时间就发现了 他们要离开 顾瑞杰明显跟他要熟悉一些 闻言后直接回答道 不完了 我们要去吃饭 你吃 我们下次再来 到时候请你吃饭 这时 徐山的声音响起 将顾瑞杰给打断 顾瑞杰顿时有些莫名其妙 但对徐山很是了解的他 并没有继续说下去 他知道 闺蜜不会无缘无故地打断他说话 而赵盈心里那个郁闷 刚刚顾瑞杰明显是想邀请他一起吃饭 却被徐山给打断 他只好笑着说道 这样啊 正好我也到了吃饭时间 要不择日不如撞日 我请你们吃顿便饭吧 徐山继续自己的说辞 还是改天吧 改天我请你 今天我们有点私事要聊 赵盈见这只小野猫这样说 还算合情合理 心里知道 今天是没有机会接受杨凡了 只能下次再说 于是笑着应下 与三人道别后离开 杨凡搂着顾瑞杰和徐山 这两位小美女走在街上 小野猫调侃般地开口说道 死鬼的魅力很大呢 连自己徒弟看上的女人 都被你吸引了 你不会怪我没有给他接近你的机会吧 杨凡只是笑了笑没有说话 他知道徐山看似是在调侃他 实则是在跟顾瑞杰解释当刚为什么会打断他 邀请赵盈一起去吃晚饭 果然 顾瑞杰也不笨 只是之前没有往这方面去想而已 经过徐山这一提醒就反应了过来 知道闺蜜肯定是发现了蛛丝马迹 想到这里 他好奇地看向杨凡 想看看自家哥哥对这件事的态度 这还是我第一次加更 昨天用爱发电的数量大将 只有三百多 这是什么情况 怎么突然就拉款了 求一波用爱发电 大佬们动动发财的小手点一下吧 达到两千发电加更一张 感谢喜欢八蛋果的混天灵 大大送来的 十张催更服 感谢不爱取名的人 哼宝哼 大大送来的 抱更洒话 感谢各位大大送来的各种礼物 和用爱发电 万分感谢 走过路过的大大们请留步 有钱的捧个钱场 有人的动动 你们发财的小手 送三个免费的用爱发电吧 万分感谢 第209章 李威上热门了 杨凡见顾瑞杰看着自己 有些好笑地说道 看我做什么 有疑问你去问徐山啊 我什么都不知道 那赵英不是你们的朋友吗 顾瑞杰想想也对 今天他们一直跟杨凡在一起 对方与赵英 仅仅只是一开始打了个招呼后 就再无交集 心想 这赵英有问题 以前也没有看出他拜金啊 再说 不是有个王子豪看上他了吗 为何还对自家哥哥有想法 自己独占一个富二代不香 还盯上这种女人 都不知道有多少个的男人 实际上 要不是赵英见他和徐山两个小美女 愿意共事一夫 或许还不会对杨凡的兴趣有这么大 完美地诠释了 什么叫做有人抢的才是好东西 送上门的反而兴趣不大 随后顾瑞杰没有说话 任凭杨凡搂着压马路 不知道心里在想些什么 三人很快进入了附近的一家酒楼 就随意地点了几个特色菜 开始吃了起来 期间只是闲聊着一些没有营养的话题 当他们再次回到顾瑞杰和徐山的出租屋时 杨凡打算今天就在这里休息算了 这时他正靠在顾瑞杰这个小丫头的怀里 享受着妹子帮他按头 心里很惬意地同时想到 或许该给这两小丫头买套房 让他们住在一起 说实话 这个出租屋的环境有些过于简陋了 面积小不说 还是那种老小区 正好自己还有一张二级反线卡 没有使用 当他想到这里时 顾瑞杰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 只听小丫头温柔地问道 哥哥 这个力度可以吗 要不要再加重一点 杨凡闭着眼睛缓缓说道 不用 就这样挺好 这时徐山穿着拖鞋走了过来 拿着手机对顾瑞杰惊讶地说道 小瑞瑞 你看看 上次那个可恶的女人 被网友们人肉出来了 顾瑞杰文言一愣 正给杨凡按头的手 也是顿了一下 转头好奇地问了声 什么啊 哪个可恶的女人 徐山将手机凑到顾瑞杰的面前给她看 嘴上还说着 就是上去我们都捐款了的那个 得了先天心脏病的孩子啊 你忘了 逗音视频上不是有个恶毒的女人 与孩子妈妈的聊天信息吗 说 孩子妈妈只要在闹市区跪着走完整条街 就愿意捐款五万块钱 最后那位大姐跪完了 恶毒的女人却不认账 还骂别人是傻子的那个混蛋 顾瑞杰文言后 顿时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 眼睛盯着屏幕看了一小会 我想起来了 哼 活该 这种坏女人就该被曝光 不行 我也要发评论骂她 太可恶了 徐山接着说道 就是 这女人还是避暑式的人 看上去还挺年轻的 就是不干人事 杨凡听见这两个小美女在这里 你一言我一语地吐槽着别人 心里感觉有些好笑 但却没有去在意 逗音上这种恶心讨骂的人 简直是多如牛毛 只是没有想到 这两个小丫头 居然还主动做过慈善 就挺善良的 本来正带着笑容 听着两个小丫头 说话的杨凡 这时突然脸色一僵 因为她隐约听见 徐山的手机中 多次出现一个熟悉的名字 李威 心里想着 不会吧 避暑式 李威 应该只是巧合 以自己对那个虎娘们的了解 她绝对不是这种人 但杨凡还是直接起身 对着徐山伸手说道 拿给我看看 徐山以为她也想看看这种八卦 所以没有多想 就把手机递了过去 杨凡接过一看 没过多久 只感觉脑袋轰 等一下 不可避免地被震惊到了 因为逗音上的信息 大部分都能对得上 甚至还有一张远处 偷拍后打了马的照片 虽然不能完全看清楚 但李威身为他的女人 他还是认了出来 觉得大概率就是对方 此时杨凡的心里 全是不可置信 对于这种事 若是不认识的人 他还不好发表意见 但李威虽然性格特别了一些 却绝对不像是会干出 细耍可怜母亲这种事情来的人 他点开已经三千多条的评论进去看 里面充满了谩骂和诅咒声 全部都在攻击自己的女人 几乎无一例外 杨凡知道这个虎娘们是被网爆了 突然感觉有些心痛自己的女人起来 他是怎么也没有想到 中午才与李威分开 晚上就出现这种事情 死鬼 这个恶毒 珊珊 他身边 本来还想吐槽几句的徐山 被发现情况不太对的顾瑞杰及时阻止 小野猫见闺蜜打断他的声调有些高 顿时有些不明所以地看向顾瑞杰 只见对方面色严肃地对着他摇了摇脑袋 随后朝杨凡的方向拧了拢嘴 徐山看向杨凡那有些沉重的脸色后 也感觉到不太对劲 于是没有再继续出声 杨凡并没有去跟他计较 而是将手机递环给他后 拿出自己的手机 直接打开李威的微信 发了个语音通话过去 再想了好几声后 对面才接通 那道熟悉的声音瞬间传来 哟 怎么突然想到打语音给我 有事吗 杨凡从他的语气中 什么也听不出来 就很平淡 于是轻声问道 你在哪 电话那头的妹子明显一愣 顿了一下后反问 怎么了 你有点不对劲哟 说话这么小声干嘛 杨凡没有回答他 而是又重复了一遍 告诉我你在哪 对面又沉默了片刻后 才爆出自己所在的地方 我在乾陵公园 杨凡听后愣了一下 他没有想到 李威竟然会在那里 乾陵公园 正是他昨天 与这个虎娘们 确定关系失去的地方 心里感慨了一下后 温柔地说道 就在那里等着我 哪也不许去 我很快就到 另一边 正在公园里一边逛着 一边接听电话的李威 听见杨凡这么说后 明显也发现了 此刻这个男人 有些不太对劲 多少猜到了一些原因 但他却没有点名 只是说了个 好 自之后挂断了电话 第210章 李威这虎娘们很善良 挂了电话后 李威的心里 顿时感觉到有些甜滋滋的 他已经猜到 杨凡突然急着要来找他 肯定是因为他被网爆的事情 被这个男人发现了 李威想着 杨凡既然刷到了 豆音上的那些网爆他的视频 肯定也知道了 事情的来龙去脉 但这个男人打电话过来 并没有第一时间质问他 也没有怀疑他 而是担心他 准备来找他 这就让他感受到了温暖 觉得自己没有跟错男人 于是 他继续漫无目的地 在公园里走着 杨凡刚刚挂掉电话 看了一眼满脸古怪的 顾瑞杰和徐山说道 我有点事先走了 顾瑞杰这小丫头 虽然心里有很多疑惑 但却没有问出来 千言万语 最后只会成一句 好 那哥哥 你开车注意安全 徐山也没有去挽留 只是对着他的脸上 映了一下后 小声说道可能另有隐情 杨凡对着这两位小美女 点了点头后 转身离开 他刚刚出门顾瑞杰 就对徐山说道 哥哥肯定认识 这个叫李薇的女人 或许 他后面的话没有说出来 但身为他闺蜜的徐山 已经秒懂 随即认可地点了点头 大概率就是这个 死鬼的其中一个女人了 顾瑞杰悠悠地叹了口气 如果是哥哥的女人 估计不太会因为五万块钱 干出这种事情来吧 对于他的观点 徐山也表示赞同 半个小时后 杨凡出现在乾陵公园里面时 再次拨通了李薇的语音通话 仅仅几分钟时间 这个虎娘们就出现在他的面前 脸上还带着一丝笑容 杨凡看着这个熟悉的身影 带着笑容出现后 心里不自觉地哽了一下 缓缓走上去 将其抱进怀里 李薇也没有挣扎 就这样静静地将头 靠在他的肩膀上 多少有些疲倦的样子 杨凡略带责怪地说道 天都黑了 还一个人来逛公园 不怕遇见色狼吗 妹子见他没有询问 自己网报的事情 而是担心自己的安全问题 顿时微笑了起来 青土如蓝地问道 你是不是知道了 斗音上的事情 杨凡见他这样问 知道他有想要主动 跟自己聊这个话题的打算 于是直接点了点头说道 刷到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李薇没有去回答 而是反问道 你不是看了那些内容吗 为什么还要问我 杨凡文言后 轻轻摸了一下妹子的秀法 随后没好气地说道 废话 我怎么可能会去相信那个 我还不了解你吗 你虽然平时唬喇叭唧的 但绝对不可能干出那种事 妹子听后 顿时笑出了声 用手拍打了一下他的后背 颇为不满地吐槽道 混蛋 你才胡啦八唧的呢 说得像你很了解我一样 说到这里 他停了一下 然后说了声 不过被你信任的感觉还不错 杨凡继续摸着他的秀法 开口问道 既然话都说到这里了 那就跟你男人说说吧 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 李薇也没有打算隐瞒他 见他发问了 也就如实说道 如果我说我是故意的 你会不会很惊讶 杨凡文言一正 随即脱口出问道 故意被网爆 李薇笑了起来 是啊 但这么快就被网友们 给人露出来了个人信息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很厉害啊 杨凡文言后 顿时有些摸不着头脑了 疑惑地问道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妹子缓缓地说道 没办法呀 那个大姐的孩子才出生 就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现在急需医治 不然孩子撑不了多久了 缺钱啊 丈夫又不负责任地跑了 留下孤儿寡母的 能怎么办 于是我就想着帮他们一把 杨凡听到这里 眼睛微微眯起 顿时想到了 李薇这样操作的用一丝 想着想着他 想到了顾瑞杰和徐山 主动给这个孩子捐款一事 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 不可思议地问道 你是故意立一个 让人恨得牙痒痒的人 设来将这件事情 在网络上持续发酵 从而引来全国各地的 网友谴责你的同时 也引发社会各界 对这位大姐 和她生病孩子的关注 接而让心存怜悯的人 进行捐款 李薇文言后 眼睛都笑眯起来了 哈哈 这么快就想出了我的目的 还不算太笨吗 没有办法呀 那些捐款平台信不过 新闻不是经常报道 有人为病人捐了几十万几百万 结果拿到病人手里 只有几千几万吗 最后人死了 平台给出的理由是 捐款人是将钱捐到平台的 所以钱就属于平台 平台要帮助的病人很多 所以要怎么分配 这些钱由平台说了算 简直无耻 杨凡对这些也有所耳闻 办这种平台的 就没有几个不是为了赚钱去的 心黑着呢 做慈善最稳妥的办法 还真就只能是 她顿时感觉自己对李威 有些刮目相看起来 这妹子这番操作 可以说是妥妥的谋事啊 这时李威继续说道 一开始为让大姐 把各种资料拿出来 尝试着直接在斗音平台 发求助视频 然而这种视频 关注的人太少 由于影响范围不大 根本没有人捐款 既然赌不了人们的善良 那我就赌人们的怜悯 于是一个恶毒的女生出现 经过李威缓缓地诉说 杨凡心里有些震撼 心情也越发地不平静起来 有好多话想说 但又不知道怎么说 最终吐出一句 已身入局 胜天半子 在她怀里的李威文言后 身体一震 随后又拍打了她 一下后吐槽道 突然这么文绉绉地干嘛 小女子可当不起这般夸赞 杨凡搂住她的双手 更紧了几分 颇为联系地问道 现在看来 你的谋划成功了 但我有一个疑问 你手里 应该是有不少钱的吧 李威好笑地说道 你以前转给我的钱 我已经捐了很多出去了 啊 杨凡文言后 感觉有些意外 看来这个虎娘们的心地很善良啊 昨天五百多用爱发点 累积两千家羹 变成累积方式后 确实没有支钱给力量 大佬们看完后 随手赏几个发电吧 非常感谢 感谢 慈海今天不想上班 大大送来的 时章催更福 感谢老板 老板大放 娶一万的婆娘 感谢各位 大大送来的各种礼物 和用爱发电 万分感谢 第211章 以身入局 胜天半子 杨凡没有想到 自己以前给李威转的钱 他竟然拿出去做慈善 这样看来 这个心脏病孩子家 绝对不是他帮助过的第一家人 杨凡颇为赞赏地看着他 说道 你还真是让我感到意外呢 但你现在落得个人人喊打的局面 不后悔吗 李威微笑着摇了摇头 这本就是早已算到的事情 事件发酵得越激烈 关注的人就会越多 若是孩子最终得救 我只不过是被网报一下 有什么可后悔的 杨凡思索了一下说道 你的做法有点极端了 还真是个虎娘呢 但做出的事 又不得不令我佩服 让那孩子母亲 出来拍视频澄清一下吧 我来找水军 负责在网络上散步 还缺多少钱我来捐 妹子文言后 在他怀里愣了一下 随即双手还住他的脖子 淡淡地说道 不行 若是出来澄清的话 性质就不一样了 会有人来攻击我们 合谋骗取捐款 不管怎么说 这都是违背了 底线的卑劣手段 我倒是不在意别人怎么看 但那对母女 杨凡听后 面色沉重地深吸了一口气 但他是真的不希望 面前这个连他都不自觉 感到佩服的虎娘们 受到这颇天的委屈 想了片刻后 还是打算再劝说一下 无论如何 你都挽救了一个孩子的生命 在道德和生命之间 做出选择是困难的 如果澄清的话 或许会有人谴责 你们的行为 但也肯定会有很多人 能理解和支持 妹子听后眨了眨眼睛 脸上带着笑容说道 我知道你的意思 这些我也早就想到了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此风不可掌 若是我在这次事件中洗白了 甚至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那这种炒作骗款的行为 必然会被别人效仿 那将来类似的事情 一件接一件 是否会一次次 刺激公众的善心和怜悯心 以后 当公众连续遇到 类似情况时 他们是否还愿意伸出援手 若是公众以后 不再为这种事情 而付出自己的爱心了 那么 如果有真正需要 帮助的人出现时 会不会被怀疑是炒作 从而失去了希望 和救助的机会 当公众一次次 受到信任危机的冲击 必定会让这个社会 流动的善良 我已身在局中 就要坦然面对 这个事件的负面影响 也让慈善变成 新型炒作诈骗 给社会留点人 与人之间的信任 杨凡此时 已经是呆呆地 看着这个虎娘们 发现他说的这些话 自己竟然无法反驳 因为都是很大概率 会发生的事情 现今社会 本就一直处于信任危机 越来越多的人 把不要多管闲事 放在嘴上 记在心里 不是他们冷漠 而是网络上流传着 写的教训 比比皆是 遇见别人需要帮助 就已经准备好 舍身取义了 最让杨凡头疼的 是他还没有办法 去劝说 遇见这种高义之人 若是去劝他 反而显得自己 太自私了点 杨凡感觉 今天他就像是 重新认识了一遍 这个虎娘们一样 难怪他之前会说出 说得你像是 很了解我一样 那句话 若不是他主动 将这些说出来 自己是真的很难猜到 毕竟一开始 自己就只想到了第一层 本想着帮妹子澄清 以后洗白 就可以度过这次网报 但没有想到 李薇的谋划 却是在第三层 将方方面面 都已经考虑到了 自己与他的事业 直接是断层的 这时杨凡有些 担心地问道 那你之后 打算怎么做呢 谋划的后手是什么 李薇文言好笑地说道 网报而已 我根本就没有 去过多的在意 那还需要什么后手 网络是健忘的 等过段时间热度过了 自然就风平浪静了 经常都会有 新的热门话题出现的 特别是明星们的 劲爆新闻一出来 还会有多少人 一直盯着我 我又不是什么 十恶不赦的人 杨凡感觉自己的思维 是有一点 跟不上这个虎娘们 可能是关心则乱吧 他只想着 怎么去解决这件事情 但在李薇的思维里 这种事情 根本就不用去刻意解决 以网络上洗心厌旧的尿性 自然而然 就把事情给解决了 还不得不承认 他说的没有毛病 只要李薇 不会因为网报而抑郁 或者做什么傻事这些 就这样放任不管 还真能解决 看这个虎娘们的样子 也不像是会做什么傻事的人 想到这里 杨凡的心里顿时松了口气 此时他好想问问 这个虎娘们 怎么突然变聪明了 但却没有询问出口 而是对着妹子的红唇 印了上去 这次他印得很温柔 李薇也非常配合 一分钟过去 唇分后 杨凡看着妹子的眼睛问道 不委屈吗 李薇眨扮了一下大眼睛后 缓缓说道 会有吧 但一想到我只是被谴责一下 就能拯救一条生命 我就想被多谴责几次 是怎么回事 哈哈 妹子说着说着 自己就笑了起来 杨凡发现这虎娘们 现在的这种笑容 真的很美 充满了善良的美 她很欣赏李薇这样的人 但她自己却成为不了这样的人 若只是捐钱做做慈善还好 舍身取义 可不是谁都能做得到的 妹子笑了一会后问道 如果我说我委屈你会怎么做 杨凡文言一脸好笑着说道 当然是陪着你 怕你抑郁啊 不过现在我不担心了 你喜欢做慈善的话 有没有想过 成立一个专门做慈善的基金 她本以为李薇会对这种事情 很有兴趣的 故意说出来 让她开心一下 若是她愿意的话 可以给她投钱 毕竟 只要是真心做慈善的机构 还是很有社会地位的 对杨凡来说 花钱买社会地位 还做了很多好事 何乐而不为 谁知道李薇文言后 直接摇头拒绝 我不是那块料 而且很多慈善基金 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罢了 里面的谁很深 我做不了 第212章 有本事背我去酒店 杨凡听李薇说自己做不了后 直接摇了摇头 不相信地说道 就凭你这次显露出来的才华 我不相信你 做不了一个慈善基金 你肯定是有所顾虑 我 先听我把话完 李薇本来还想再次拒绝 谁知刚刚出声打断杨凡的话 就被他反打断了 于是好笑地说道 行行行 你先说 真是个霸道的混蛋 杨凡没有去计较妹子的吐槽 而是温柔地摸了摸她的秀法说道 首先 这个慈善基金我们独资 不接受任何外来捐款 这样就不会有人指手画脚 更没有被别人攻击的地方 我们自己的钱想捐给谁就捐给谁 这个没有毛病吧 李薇文言后一愣 他确实没有想到 杨凡会说出这么一番话来 不接受外界的捐款 这种基金不就相当于个人捐款 于是吐槽道 这样确实不会被道德绑架 但这跟个人捐款有什么区别 杨凡轻笑地看着他 当然有区别 做大做强嘛 招募人手来帮你管理基金和审核 考察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你来决策捐给谁和怎么捐 还要有人盯着捐款的具体去向 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 不能便宜那些良心不好的 这工作量可不是私人捐款能做得了的 李薇文言白了他一眼 你知不知这样弄的话 需要多大的资金 我知道你有钱 但也不能一来就把摊子铺得这么大 而且我现在名声已经不清白了 不适合做这种事 如果你真有这种打算的话 那就以你的名义来做 我可以帮忙 但我没有经验 我们可以先从小善开始做起 杨凡听后也觉得有一定的道理 确实是这个虎娘们 考虑得要全面一点 于是说道 可以 这么说 你是同意了 李薇点了点头 如果是你说的这样的话 我当然同意 我本来就对这方面有兴趣 但你确定不心疼钱 李薇能大概猜到 杨凡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 完全是因为他 不然对方怎么早不做晚不做 偏偏在知道他喜欢做慈善的时候 跳出来说想做慈善 所以他表面上虽然没有说 但心里却是感动的不要不要的 他比杨凡更清楚 做慈善有多少钱 虽然这件事与他不谋而合 但对方毕竟是他的男人 并且还是这么支持他的男人 所以他也要为对方考虑一下 于是提议 一开始别把摊子铺太大了 杨凡笑着说道 我又不是拿家产出来做慈善 既然要做就好好做 我晚点先赚一笔钱给你 你可以招募一些助手来帮你 先把摊子支棱起来 李薇也没有去问 自家男人要转多少钱给自己 反正有多少钱办多大事就行了 于是直接点头说道 行 顿了一下后又说道 陪我在公园里走走吧 杨凡对此当然没有意见 他知道这虎娘们 虽然嘴上不说 但遇见这种事情 心里肯定是会心情不好的 陪他散散心也好 于是 两人大半夜的 就在公园里逛了起来 之后没有再去说网报的事情 就像选择性遗忘了一样 渐渐的李薇又恢复了虎娘们的性格 比如此时杨凡问他 你今天怎么想到跑这里来的 李薇莫名其妙地看了他一眼说道 想来就来了 怎么 我去哪还要向你报呗 杨凡颇为好笑地开始调侃 这可是我们定情当天来逛的公园 不会是某人心情不好 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我 又不想联系我 所以才会来这里就地重游吧 妹子颇为不屑地 转头看向他冷笑了一下 哼 你还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啊 搞笑 杨凡见他开始渐渐地恢复以往的模样 也算是放心了 看来这心大的虎娘们 虽然会被网报影响心情 但这影响却是真的不算大 于是 心里轻松不少的他 开始继续调侃着李薇 两人一边逛着夜晚的公园 一边打打闹闹的 就显得很亲密 半个多小时后 他们此时正在一片很大的湖泊旁边漫步走着 这正是这个公园中的三大去处之一 乾陵湖 一路上基本就没有见到什么游客 显得很宁静 这还是杨凡第一次晚上来逛这个公园 跟白天人山人海的场景大有不同 却又别有一番风味 这时 李薇慵懒地伸了个懒腰后说道 我逛累了 我们出去吧 既然妹子的心情好了不少 杨凡也觉得可以了离开了 于是直接同意下来 好 谁知李薇苦着小脸对他说道 我走不动了 那先休息一下 面对杨凡的提议妹子 嘟着嘴巴说道 不 你背我 他这才知道这个虎娘们 打的是什么鬼主意 对于这妹子 渐渐地对他越来越亲密起来 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但深知如何与李薇相处的杨凡 并没有马上同意 而是没好气地说道 我跟你走了一样多的路 你走不动了我就走得动 李薇也毫不客气地开始回对 你还是不是男人 让你背一下自己的女人 都要叽叽歪歪的 我是不是男人 你不知道 要不要试试 切 试试就试试 有本事背我去酒店 杨凡文言心里好笑 但嘴上却说道 好 上来 于是微微弯下腰 由于他现在的身体 比之前好了很多 所以在李薇很是意外的表情中 将他背了很长一段路程 虽然没有坚持到 将他给直接背出公园 但却也至少背了一半的路程 随后李薇没有在闹着要他背 直接被他开车给带去了 离这里比较近的一家五星级酒店 刚刚进入房间 杨凡就直接转身 将李薇这妹子给避动了 在妹子的惊呼声中 还不忘将他的手往上按 随后对着小嘴就印了上去 李薇一开始瞪大了眼睛 但感受到杨凡越来越不老时候 他不但没有阻止 反而缓缓将双眼闭上 很是主动地回应着 他的反应有些激烈 就连正印着他的杨凡 都有些吃惊 心里暗暗想着 或许这虎娘们 是心里有些压抑 想要释放出来 于是他毫不相让 直接与妹子的壮阔 开始零距离接触 哦吼 没有老板的一天 昨天三百多用爱发电 加在一起九百 大帅笔们 是不喜欢累积加羹的方式吗 都不发电了 如果单天发电 能破千也加羹 还不行吗 大佬帅笔们 看完后动动小手赏几个吧 非常感谢 祝各位大佬 中秋快乐 全部心想事成 三年内实现左拥右抱 左手一个笑花 右手一个少妇 第213章 虎娘们 一个多小时后 此时 李薇像只慵懒的小猫咪一般 靠在杨凡怀里 安静了好几分钟 一句话都没有说 杨凡温柔地摸着她的后背 轻声说道 没看出来你还挺 她知道这个妹子 刚刚是在发泄心里的不愉快 不过这虎娘们 选择用这种方式来发泄 她当然不会有任何意见 甚至恨不得以后多几次 因为这真的很上瘾 现在李薇这虎娘们 完全属于她了 这让她心里还是有些成就感的 再怎么说 当初她看见这妹子时 心里也是非常想要拥有的 那时的她 可不像现在这样 已经是每天都处于保护状态 此时她的感觉 就多少有点得偿所愿的意思 这两天与李薇亲密后 她都会不自觉地回忆 当初她初见对方时的心态 所以这虎娘们 给她提供的情绪价值 还是很高的 在这种情况下 她不想去提那些 会影响李薇心情的话题 所以直接开启了调侃模式 想用这种方式 让妹子被她带动起来 也别去想 那些不开心的事情果然 这是管用的 靠在她怀里的李薇 听见她的调侃后 用手拍打了她的胸口一下 没好气地问道 混蛋 难道你不喜欢 杨凡笑了一下说道 怎么可能 这时李薇虎娘们的本质 瞬间暴露无遗 只见她用两根手指 在杨凡身上 稍微用力地掐了一下 哦 痛 你想谋杀亲夫啊 杨凡被这突如其来的 一掐弄得吃痛不已 直接就惊呼出声 李薇却冷哼一声 后没好气地说道 让开 我要去洗手间 杨凡放开妹子后跟 在她身后 这次对方没有说什么 只是白了她一眼后 就踩着拖鞋 往洗手间走去 很快就响起了水声 水声中伴随而来的是 李薇的吐槽声音 你这个混蛋别太过分啊 烦死了 别逼我动手 哈哈 哎 想动手的话 也可以 可以你大眼 你这个贱人 随后二人疯闹了好一会后 声音突然像是消失了一般的 安静了起来 只剩下水声 当他们两人出来时 已经是一个小时候了 此时杨凡靠在床上 看了一眼 正在吹头发的李薇 脸上露出了笑容 随后 拿起床头柜上的手机 陷入了思索 现在他手里有一张二级返线卡 他打算将其给使用了 正在思索该怎么分配 心里想着 又到了迫不得已 当大冤种的时间了 不过好在 这是为了让自己的本金翻倍 但现在转账的数字 已经渐渐的大了起来 可不能像以前那样 随意分配了 亲密度不够高的事 不能再乱给了 这倒不是杨凡舍不得钱 毕竟钱都是系统的 他就是单纯的 不想给自己找事做而已 所以不准备拿巨款 去考验那些现阶段 亲密度不够高的妹子 本来妹子们是准备老老实实 跟着自己的 但自己若是真相的大冤种一样 用过千万的巨款去砸对方 难保对方不会出现其他小心思 所以从现在开始 使用返线卡转账时 不能太不当回事了 必须得思索一下 再进行分配 还好自己这些女人们 有不少亲密度都够够 这就不会是白眼狼 还是能信得过的 这倒不是说杨凡信任人性 而是他信任系统 亲密度是系统给出的数据 足够高的大概率 是不会出现什么差子 思索了好一会后 他选择使用返线卡 第一个想到的人 就是顾瑞杰这个小丫头 因为对方的亲密度 一直是最高的一个 这肯定的奖励一下 直接赚了两次310万过去 共计620万 由于杨凡这段时间的花销 再加上取了些钱 给一次老莫的流浪汉 所以本金已经不满320万了 干脆取整数转310万 并给小丫头发信息 这钱是给你买车的 选两辆好车 剩下的自己留着用 不需买便宜的呀 是的 他打算给顾瑞杰配上两辆车 车多一些后也方便他开 毕竟他短时间内 是不可能用自己的本金买车的 证文字数足够 以下不是在水字数 1.白丝笑花 无沙沙 极乐净土 2.空降主播 陆小璐 第一个空降 3.JK美少女 顾瑞杰 陪玩1 4.火车窑 阿黎 未见 5.商场营业员 风玉亭 公交站偶遇 6.恋爱脑 陈思怡 陪玩2 7.南航空姐 恭敬 机场偶遇 8.双胞胎 带猫姐妹 未见 9.小野猫 徐山 顾瑞杰闺蜜 10.虎娘们 李威 第一个满唇 11.翘寡妇 李欣然 12.乌拉国主播 妮娜 未见 13.狼人杀主播 小闪电 未见 14.伟明媛 张若曦 健身房蹲点 15.极品金丝雀 林婉晨 16.美女车魔 杨宇斌 车展 17.美艳少傅 陈海霞 陆营业 18.台球陪玩 赵莹 徒弟王子豪 心仪的女人 19.美女总裁 王子燕 王子豪的姐姐 20.附加千金 秦初岁 避暑室的二代 第214章 笑着流泪的李欣然 随后 杨凡又赚了310万 给徐山这只小野猫 这倒是不能怪她厚此薄笔 谁叫这妹子的亲密度偏低呢 要不是看待这只小野猫 对她一直都比较尽心尽力 总是变招法地让她开心 同时又是在自己这里 获得最少的一个的话 甚至连这次发福利 都不一定会有她 所以绝对不算厚此薄笔 给她发的信息一样 是让她用来买车 两位小美女收到转账后 第一时间就发信息给杨凡道谢 这么多钱 可把她们激动得不轻 不断发着感谢的话语 杨凡回了几句后 看见两个小美女 还在巴巴巴个没完 隔着手机都能感受到 她们的兴奋镜 于是她索性不回了 因为根本回不过来 只要她不搭理两人 两位小美女自然而然就消停下来 转账给这两个妹子买车后 杨凡顿时想到了 自己现在还开的是 俏寡妇李欣然的车子 那得让这个比较贴心的女人 再买一辆才行 而且李欣然的性格非常好 又是亲密度仅次于顾瑞杰的女人 杨凡对她还是比较偏爱的 也不相信她会有什么二薪 所以直接赚了四次账过去 共计一千二百四十万 这使得俏寡妇一波就肥了起来 对方花钱的地方也多 首先是买车买房 这妹子对自己全心全意的 总不能让她带着女儿 一直跟着父母 挤在那种老小区的小房子里吧 然后李欣然现在还在创业 也算是在帮她做事了 毕竟她太懒 只打算享受人生 根本不准备自己创业 那就只能辛苦她的女人们 来做这种事情 所以多转一些给俏寡妇 也是应该的 另一边 李欣然正在书桌边 拿着一份详细的资料仔细看着 这已经是她这几天 看过的第七份资料了 每一份资料都代表着一家工会 从建立到运营 再到培养主播和合约方面 最后是盈利和亏损 她正在分析着 盈利和亏损的原因 不止这些 她最近还在了解各大平台 对新工会的态度和模式 能看得出来 做工会她是认真的 或许是不想辜负杨凡的信任 又或许是想要好好做出一番事业 来让自家男人高看她一眼 反正就是很努力 就在这时 妹子放在一边的手机 连续震动了几次 但她虽然发现了却并没有去管 而是继续看着资料 直到一个特殊的提示声响起后 她才停下来将资料放在桌子上 本来很认真的脸上 顿时出现了灿烂的笑容 赶紧去拿手机 因为这特殊的声音 是她专门为自家男人设置的 既然这声音响起 那么是谁发信息给她 就可想而知了 仅仅十秒钟后 李欣然的脑袋轰 被一下 如遭雷劈般地陷入一片空白 看见短信上的转账信息 和自家男人说的话后 她的笑容瞬间僵住 整个人陷入惊呆了的状况 甚至连身体在情不自禁的颤抖 都没有注意到 这时 她的脑袋里是空的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十几秒钟 才缓过神来 这时 李欣然的眼眶已经湿润 双眼中竟然出现了泪光 很快 两滴泪水顺着脸颊滑落 她也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流泪 但就是控制不住 明明心里满是感动和喜悦 却忍不住想哭 此刻她只感觉 好想自己的男人 于是迫不及待地发信息说道 亲爱的 我好想你 你现在有时间吗 我们见一面吧 太晚了 明天吧 注意劳逸结合 别太辛苦了 嗯嗯 亲爱的你不用担心 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那我们明天见 好 放下手机后 李欣然虽然脸上带有泪痕 但却笑得很甜 她虽然非常想见杨凡 但却很懂事地 在对方说了 明天见后 就没有去说什么 现在就想见面这些 虽然她晚上可能会因为 心情过于激动 而有些失眠 但即使这样 她也不会去让自家男人 感受到一丝负担 这就是她李欣然 此时她又进入了沉思状态 资料的话 今天肯定是看不进去了 满脑子都在想着 这笔巨款该怎么使用 是不是应该给正在组建的工会 加大投入 以及增加多少投入 杨凡此时将最后三次转账 也使用完了 其中给李卫赚了两次 林婉成赚了一次 至于小路和莎莎这两名主播 就不需要赚了 偶尔去给她们刷刷礼物 就已经是不小的福利 其余的那些人事部的工具人 和纯属寻开心 以及还没有吃掉的妹子们 是不可能享受到这一波福利的 为什么给李卫赚两次也很简单 这妹子虽然最近才被她给吃掉 但对方的亲密度可不低 自从这虎娘们 前天晚上将自己完完全全地交给她后 亲密度直接飙升到69点 要知道 现在上了70的妹子 可就只有顾瑞杰和李欣然两人 69已经很高了 遗憾的是又卡住了 不过这也能理解 70点亲密度也不是这么好突破的 这个分人 有些女人甚至结婚多年 都没有对自家老公突破70点亲密度 更是有一辈子都不可能 对一个异性突破70点亲密度的人存在 所以杨凡知道这种事情极也没用 索性顺其自然 一边享受着女人们的温柔 一边慢慢刷就行了 在她给林婉晨转完账 发了信息后 却迟迟没有收到对方回复 她知道 这位大美人肯定是睡着了 对方因为很会管理身材 所以一般情况下不会晚睡 可以说杨凡如果不从中做梗的话 林婉晨这位大美人的作息和饮食 是很规律的 这时李薇也将头发吹干 并且卸好妆过来了 看着那张精致的俏脸 杨凡不得不感叹系统的数据很精确 因为她的这些女人们的素颜 是真的很美 不像很多女人卸了妆后 就像是彻底变了一个人一样 咦 这时李薇惊讶的声音传来 四 天 你给我转这么多钱做什么 杨凡见她瞪大眼睛 微张着小嘴的表情 笑着说道 当然是做慈善啊 你可以先买一辆好车 剩下的钱就按你的想法 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吧 昨天三百多用爱发电 累计一千三 真难受啊 作者用家庚来跟读者大佬们 求些免费的为爱发电 也会被攻击 这不比明着 想让大佬们掏钱要好很多吗 感谢苏肖木大大送来的 两个大神认证 感谢穿AJ的玄松 大大送来的 抱更洒花 老板们大访 娶一万个婆娘 非常感谢各位大大送来的各种礼物 和用爱发电 万分感谢 第215章 李欣然被催婚 李维文言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颇有些不可思议的问道 这么多钱 真的就这样 拿给我去做慈善 你这是传说中的 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奸济天下吗 杨凡有些尴尬的摸了摸鼻子 心里想着 神特么的达则奸济天下 自己可没有这么高的觉悟 不过是花着系统的钱 为自己买社会地位罢了 因为他知道 李维现在名声已经不清白 他不会用自己的名义 进行捐款和帮助他人 那么他 还能给谁刷名声 当然是杨凡了 虽然杨凡做慈善的目的不纯 但是说到底 他这也是在做好事 至少比那些做慈善 是为了赚钱的黑心人 可要好太多了 所以他肯定是不会去反驳 这个虎娘们的 于是 脸上带着轻笑说道 随你怎么想 怎么样 有没有信心 将这样有意义的事情做好 李维文言后 表情前所未有的认真 难得面露严肃地 看着杨凡说道 既然你这么信任我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 杨凡健壮 也收起了嬉皮笑脸的表情 认真地对着妹子点了点头 我相信你 以后我会不定时地 陆续给你转账 你只管用心去做就行 当然 给你的钱 也不全是用来做慈善的 先去给自己买辆好车什么的 该花在自己身上的地方不要省 我可不希望我的女人过得不好 因为那样是在打我的脸 懂 李维听见这话后 此时心里多少有些感动 轻轻点了点头说道 我知道 我可没有 你想的那么高尚 做慈善 那肯定是在自己的生活质量 得到保障的情况下 才会去做的 你当我傻吗 杨凡伸手将李维搂在怀里 颇为好笑地说道 你不是傻 你是虎 你个虎娘们 竟然会去做将自己陷进去来 帮助别人在逆境中求生的事情 虽然值得敬佩 但这可不是 一个优秀的谋士会做的事情 轻轻靠在他怀里的李维 文言愣了一下 随即白了他一眼 我可不是什么谋士 但我对你口中 对优秀谋士的定义有些兴趣 怎么样 将你的观点说来听听呗 杨凡虽然在这方面没有什么经验 但他对历史多少 还是有些了解的 尤其喜欢三国时期的故事 所以在听见李维询问后 也不掉链子 直接说道 按我的看法 一名优秀的谋士 应该像三国时期贾许那样的 定下任何计策之前 都要先以自保为原则 谋士先谋己 苟在幕后 其余人皆可为棋子 唯独自己不入局 虎娘们笑着点了点头 你真的这样想 贾许他确实是当时的顶级谋士 最能审视夺势之人 但同时他也不知忠义 没有廉耻 或许可以说是良情责目而期吧 但你真的希望我跟着他学 他只是将谋士当做一份工作来做 就像一名打工人一样 遇上更强的 了不起换一家继续打工 杨凡一听就知道 这个妹子还是有水平的 对方这样说也没有错 直接抓住了关键点 自己当然不希望自己的女人像贾许一样 什么时候算计到自己身上来都不知道 遇见更强的就换一家 他清楚 自己就这两把刷子肯定辩论不赢李威 所以不打算继续这个话题 只是说了一句 好吧 说不赢你 那你就继续唬喇叭的吧 李威文言心里顿时来气 不满地说道 你这个混蛋才虎 但他知道杨凡来跟自己聊这些是出于好意 也可以说是担心自己 所以没有跟自己的男人计较 只是轻哼 一声后说道 收不早了 我要睡了 你随意 杨凡之前也走了不少路 还背了这个虎娘们好长一段时间 来到酒店也几乎没有怎么休息 换做以前 他早就扛不住了 即使现在身体好了很多 但他这时也依然感觉到有些疲倦 于是说道 行吧 睡觉 随后两人没有继续说话 很快就一掀以后 开始呼吸均匀起来 顺利进入梦乡 第二天 当杨凡睡醒来后 已经是快到中午 而身边此时已经是空空如也 他伸了个懒腰后 又有些迷茫的双眼 环视了一下四周 然后提高一些音量 喊了一声 虎娘们 然而却一点回应都没有 他知道 李薇肯定是在他睡得正香的时候 已经起床走了 估计是不想吵醒他 所以连招呼都没有打 他拿起床头柜上的手机看了一眼 果然见到了这个虎娘们的未读消息 点开后 只见聊天框中写着 懒猪 我还有事就先走了 回见 杨凡看了以后微微一笑 直接起床去洗漱 二十多分钟后 他已经收拾的差不多了 想着今天与李欣然有约 于是发了条信息过去 在做什么呢 对方很快就回复 亲爱的 你起床了 我正好有一件事 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呢 杨凡看见信息后 就是一愣 随即问道 是做工会的事情 不用问我 按你的想法去做就行 如果缺重点培养的主播的话 我倒是可以帮你找一两个 他说的自然是沙沙和小鹿了 这两个妹子一直没有签工会 怕遇见麻烦 毕竟网上偶尔会出现 大主播被工会坑得很惨的新闻 连已经做起来的大主播都会被坑 何况是他们这种小主播 因此缺少工会的运作 他们一直拨得不温不火的 特别是沙沙 才艺和颜值方面都是很优秀的 如果有工会帮忙运作 下本钱去捧的话 还是很有希望拨起来的 如果他加入同为自己女人的 李欣然弄的工会的话 就不需要有被坑的担忧了 但李欣然却回复道 不是的 我妈她又开始问我结婚的打算了 可能有些担心 我想安安他们的心 杨凡看见信息后有些无语 这种事情问我做什么 钱给你了你就自己支配 第216章 越发贴心的林婉晨 杨凡没有想到 李欣然连这种事情都要来问她的意见 这是真的拿她当自己老公了 事无巨细地跟她商量 随后这妹子打算先带着她母亲 去银行办定期存款 然后再来找自己 而杨凡则表示不用这么着急 直接约成晚饭时候见面 随后她顺便看了一下 其他的未读消息 别的倒是没有什么 稍微引起她注意的 就两条消息 一条是王子豪那个便宜徒弟发来的 敢巧的是她也想约今天吃晚饭 杨凡犹豫了一下 对于这个 她有意发展成小舅子的家伙约吃饭 还是可以给个面子的 虽然她已经与李欣然约好 但这并不影响 带上一起去就行了 反正晚上才是过二人世界的时间 虽然杨凡知道 像王子爷那种美女必然不好搞定 毕竟人家从小的生活条件就很优异 但先接触一下了解一下 有没有什么关系 万一有机可乘呢 如果打不成火时 就当作跟这些二代们认识一下 也不是什么坏事 说不定什么时候 就用得上这种圈子的人 于是直接答应了下来 还有一条是林婉晨这位大美人发来的 通篇都是情话小作文 一看就知道是睡醒时 看见她的转账后发的 并且说想她了 问她什么时候回家 杨凡思索了一下回复美人 告诉她自己现在去她那里吃午饭 然后就将手机揣进荷包里 离开酒店 去到停车场后 一脚油门就将车子开走 半小时后 车子开到了林婉晨的别墅外 随即杨凡下车去大门输入密码 刚刚打开门 就见到林婉晨这个大美人 穿着一身职业装 上身白衬衣 下身黑色包囤短裙配黑丝 踩着一双拖鞋 对着她小跑过来 脸上带着迷人的笑容 手上还提着一双男士居家拖鞋 美人小跑到门口的杨凡面前后 将拖鞋放在她的脚边 嘴上说道 老公你回来了 我来给你换鞋 杨凡健壮顿时一阵愉悦感涌上心头 她并没有去拒绝美人的好意 配合地抬起一只脚后 让美人帮她拖起了鞋子 待换好拖鞋 杨凡正准备往里面走 这时林婉晨放好她的鞋子 又小跑几步离开 没一会就拿过来一套男士的 夏天居家休闲装说道 老公 衣服也换了吧 身上的衣服 我给你拿去洗了 杨凡健壮一愣 笑着问道 你这是怎么了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她本来以为林婉晨这位大美人 突然做这些贴心的举动 是有什么事情要跟她商量 然而她想多了 只见美人笑着摇了摇头说道 没有什么事情啊 来老公 我们去沙发那里 我帮你更衣 但这次杨凡没有配合 而是自己将美人拿来的衣服 和裤子换上 别说还挺合身 随后她好奇地问道 真的没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 林婉晨知道她的意思 但只是温柔地看着她说道 如果非要说有什么事情的话 那就是 老公 我想你了 欢迎回家 杨凡此时心里的愉悦感 又不自觉地增加了几分 但她也看出来 这位大美人 应该是真的没有什么事情 要跟自己商量 此时林婉晨已经拿着她换下的衣服离开 不用想都知道是拿去放洗衣机里 才一小会时间 这个油雾又迈着黑丝大长腿小跑过来 老公 午饭已经做好了 现在吃可以吗 杨凡上前将这个油雾 一把搂入怀里 对着那张绝美的脸蛋 就印了上去 再巴唧 一下后说道 婉儿你今天好贴心啊 令她意外的是 她此言一出 林婉晨顿时露出歉意的表情说道 以前是我没有做好 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 杨凡文言后有些猛 暗想着 自己这句话 好像不是这个意思吧 明明是褒义 但她没有去解释 因为她知道 林婉晨肯定是听得懂她意思的 之所以会这么回答 更像是一种表态 看来这位大美人 这几天也没有闲着 在贴心方面 有了明显的变化 也不知道是在哪学的 杨凡抱着美人 颇为好笑地说道 走 吃饭 嗯 好的 两人刚刚走向饭桌 杨凡正看向桌上的两菜一汤食 林婉晨这位大美人 上前几步 把椅子给拉了出来 然后看向他笑着说道 老公 坐这吧 杨凡没有去博了美人的好意 直接走了过去坐下 这时 美人开始给他盛饭 当饭成好后 林婉晨并没有入座 而是来到他身边 给他盛汤 随后又加了一块小排 放在自己嘴上 杨凡本以为 美人是打算在他旁边吃 然后接下来发现 对方的那块排骨 并不是打算自己吃 而是放在嘴上看向他 绝美的翘脸慢慢凑近 其用意已经很明显 杨凡也配合着 将脑袋凑过去 把美人嘴上的排骨给吃了 心想 这油物又出现 新的服务他吃饭的方式 这时林婉晨温柔地问道 老公 要喝点酒吗 我买了一些放在酒柜 杨凡略一思索 就摇了摇脑袋 不用 你也坐下乖乖吃饭 我又不是生活不能自理了 吃饭还需要喂 他并没有白天喝酒的习惯 特别是下午还有约的情况下 就更没有必要喝了 林婉晨闻言后不一地说道 老公又说不吉利的话 什么自理不自理的 以后别这样说了好吗 啊 好吧 两人这顿午饭 吃得就像是在秀恩爱一样 不得不说 今天略微有些不一样的林婉晨 还是给了杨凡一些新鲜感 这感觉就挺不错 他不知道 林婉晨之所以有所变化 主要还是因为他 昨晚赚了一大笔钱的原因 倒不是说这大美人太现实 而是杨凡在原本答应他的基础上 不断地在超额地对他好 这些他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 别以为只是杂钱 就不算是对一个人好 相信任何人被这种 如同大冤种一般的杂钱 都会觉得杂钱之人对他很好的 这种事情不分男女 除非这个人恨钱 所以林婉晨的这些行为 是现学的 也算是有心了 祝各位大佬们 国庆节快乐 昨天还是300多用爱发电 累积到1500多了 大佬们今天多赏几个的话 明天就有机会能达到 感谢穿AJ的玄松 大大送来的 十张催更服 感谢悟空的七彩裤衩 大大送来的 抱更洒花 非常感谢两位老板的支持 以及感谢各位大大送来的各种礼物 和用爱发电 万分感谢 第217章 张若曦在工作中 当两人吃完饭后 林婉晨主动收拾起来 杨凡则靠在沙发上玩手机 这时发现 张若曦这位二号工具人 发了条信息给他 杨哥 你怎么好几天都没有来健身房了呢 杨凡一看就知道 这妹子这几天 肯定如往常一样 去健身房健身 顺便蹲他 结果却神奇地发现 以前经常去的他 突然开始不去了 于是忍不住发信息询问一下 平时遇见这种消息 他一般都懒得回的 也就是 现在没有什么事情做 正玩手机呢 所以才顺便 回了一句 以后会很少去 对面的信息 很快再次发来 哦 我知道了 对了杨哥 我物色到了一个 才加入明渊群的妹妹 看着照片挺漂亮的 前两天我故意与她拼单 趁机跟她聊了一下 感觉不像那些老油条一样 应该还比较纯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见一见 我来安排 杨凡看了这条信息后 就知道 张若曦对于这份 给她物色美女的工作 还是很伤心的 她那个圈子里的美女 肯定不会少 但她却没有贸然介绍 而是选了一个 才加入的新人去了解 这样的妹子 在纯洁方面 大概率是要比老油条们 更高一些的 杨凡虽然身边不缺女人 但是极品的油物 还是不嫌多的 总比留着便宜了 其他渣男好吧 于是想着找个时间去见一下 所以回复道 行 等我忙完这两天联系你 她今天肯定是没有时间去的 等过两天想起这个事情的时候 再说 对面的张若曦看了信息后 顿时露出了笑容 心里只希望杨凡 能看得上那个妹妹 这样的话 自己就能赚上一笔介绍费了 如果杨凡看上了 她就帮忙搞定这个妹子 对于能否搞定这一点 她压根就没有担心 怎么可能有不败金的妹妹 会加入名媛群 来跟他们拼单和交流心得 闲得无聊吗 所以 她都不需要了解 就知道对方绝对很败金 既然是败金女 那对于杨凡这种出手 十分大方的男人 就没有多少抵抗力 好的杨哥 我等你电话 正当杨凡与张若曦聊了几句 准备去刷刷斗音 这时 林婉晨已经洗好碗回来了 优雅地坐到她的旁边 挨着她轻喊了一句 老公 杨凡转头看了她一眼 见着大美人脸上挂着微笑 喊了她一声后 也不继续说话 于是疑惑地问道 娃儿 怎么了 美人只是微微摇了摇头 没事呢 杨凡见她这娇艳欲滴的翘模样 也是笑了起来 放下手机后 缓缓搂住她 我们家娃儿这么贴心 老公又怎么会不喜欢呢 林婉晨闻言后 对着她眨了眨会笑的大眼睛后 温柔地说道 老公你知道吗 娃儿现在感觉自己好幸福 能有幸遇见你 真好 咦 杨凡听见林婉晨这样说 总感觉这美人 此时说情话的样子 跟李欣然有些像 猜测着她 肯定是平时注意到了这些 所以在默默地 吸取着李欣然好的地方 这样爱学习的美人 真的很令人着迷 杨凡没有说话 只是与美人对视着 这时 林婉晨很自然地将她的手 放在自己的腰部 随后用那张翘脸 缓缓靠近她 面对大美人的这番举动 杨凡当然不会拒绝 对着林婉晨那性感的红唇 缓缓迎了上去 在印上的同时 两人都很默契地闭上了眼睛 与这大美人接吻的感觉是非常好的 不但嘴里会有香甜的味道 而且 她在这种时候 非常地温柔 待两人纯分后 杨凡感受着怀中美人的魅力 看着她那张美艳的俏脸上 此刻已然是出现 一副很动情的模样 这使得杨凡的心里 顿时就暮火中烧了起来 而林婉晨还故意撩拨她 只见着美人风情万种地 看着杨凡轻声喊道 老公 短短两个字 无异于在杨凡烧的 正旺盛的怒火上面 浇了些油 对于美人的邀请 她当然不会去客气 此时直接与又起零距离接触 因为林婉晨的身材极好 所以杨凡已经沉迷其中 对于这完全掌握不住的美好 她自然有她的办法 只见她直接映了上去 杨凡却没有时间 去欣赏美人脸上的景色 因为仅仅只是美人 清晰可闻的呼吸声 就让她着迷 没过多久 两人坦诚相待 林婉晨见到她的模样后 心里也很开心 她的表情越发妩媚起来 音乐声适时响起 深入人心 一个小时后 林婉晨优雅地 迈着大长腿往卫生间走去 杨凡看着这个油雾的背影 此时心里有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如果不是杨凡很确定 林婉晨这个油雾很纯洁 甚至都会以为是一位 经验很丰富的老师 昨天作者被居委会主任 拉出去过节 直接喝醉了 今天头不舒服 先更新一张 第二张下午或者晚上补 第218张 魅力十足的大美人 随后的时间里 杨凡都在别墅 陪着林婉晨这个大美人 两人在沙发上黏在一起 一边看着电影 一边聊着天 丝毫不会觉得无聊 这是杨凡对 靠在他怀里的大美人说道 玩 最近几天都没有出去玩一玩吗 天天宅在家里 不会感觉无聊 林婉晨文言后 转头看着他 微笑着说道 不会啊 我在避暑室 也没有什么朋友 一个人出门 也不知道玩什么 等静静休息的时候吧 等他休息时 约他去逛逛街 或者去景区照照相 杨凡就是知道 这位大美人 不是避暑室的人 每次与他发V信聊天时发现 他都是在家里 这都快成宅女了 想到龚晨一上班 自己又没有时间陪他的话 或许这种时候 这个游物还是蛮孤单的吧 于是搂着他的手 不自觉地就紧了紧 他还没有来得及说话 感觉到他情绪的林婉晨 就对着他的脸 轻轻硬了一下说道 老公是在担心我无聊吗 其实不用的 我待在家里玩的也很多啊 可以打游戏 可以追剧 可以做瑜伽 还可以跟朋友们通电话 你知道吗 我的朋友们都好羡慕 遇见了一个这么好的老公呢 还说把我交给你这样的男人 他们很放心 要知道 他们以前可都是经常说什么 没有男人能配得上我这些 杨凡听见美人这样说后 不自觉地露出了笑容 你怕是没有少跟你的朋友们 说我的好话吧 他们又不认识我 对我的印象 只能全靠在你嘴里听 你说我好他们 才会觉得我好 你要是抱怨我不好 他们自然也会觉得我不好 从而为你打抱不平 林婉晨文言后 也温柔地笑了起来 笑容很迷人 嘴上很有感染力地说道 我都感觉自己 生活在蜜罐子里了 被老公这样呵护着 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当然就是跟朋友们 分享我的小幸福呀 而且我都是实话实说 可没有可以夸你呢 杨凡听着大美人这些情话 也不自觉地感觉到一丝幸福 林婉晨这样各方面 都很优秀的女人 完全属于是那种大部分的男人 有幸得到她的青睐 都会捧在手心怕掉了 含在嘴里怕话了的那种女神 而现在 她却是杨凡众多女人中的一个 还表现得这么无怨无悔 这就很加分 而杨凡对此 却什么也没有付出 直接是靠着系统白嫖的 一时间又对系统充满了感激 如果是没有得到系统垂青之前的她 在见到林婉晨这种级别的女神时 恐怕连话都说不利索吧 潜意识就会觉得自己配不上人家 就更别说是让这大美人 各种瑟瑟地伺候自己了 想到这里 她将头埋在大美人白皙的脖子处 贪婪地闻着对方那诱人的香味 心里如喝了杯香醇的美酒一般 只觉得这美人有些醉人 嘴上轻声说道 游轮要起行了 你知道这个吗 是的 杨凡本来还在想自己去旅游的话 带谁陪游呢 毕竟带个自己的女人 在身边做什么都比较方便 一路上的消费 是不需要花自己的钱了 然后有个美人跟着伺候自己 也很有必要 现在看来林婉晨就非常适合 首先人家英语很好 一路上的交流问题算是解决了 毕竟杨凡对英语的了解 还停留在26个英文字母 和一些简单的单词上 其次 自己要是在旅途中 遇见很不错的美人 想体验一把异国风情的话 林婉晨这大美人也不会吃醋 他将自己的身份 可是定位得很好的 从来没有抱有能嫁给自己的幻想 林婉晨听后 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心里感觉甜甜的 倒不是说他很想去旅游 而是他知道 自家老公这么说 就已经是在用他的方式宠爱自己了 光是杨凡的这个态度 就足以让他很开心 因为他知道 自家老公的女人可是有很多的 现在却这么宠他 他怎么能不喜悦 他将自己的脖子 与杨凡的脑袋 尽量再贴近一些 抱着这个男人的手也紧了紧 口吻中带着高兴的情绪说道 老公你真好 不过这个逍遥号游轮 我在斗音刷到过 他周游的这些国家中 有一两个可是不太安全呢 嗯 杨凡听见美人这么说 顿时想到了嘎腰子的国家 虽然游轮的路线 没有缅甸这种地方 但是却有泰国 虽说泰国相对于缅甸来说 安全很多很多 但也有传闻 说是有人在泰国被绑架去了缅甸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人心难测 没有哪里是绝对安全的 想到这里 他觉得或许有必要 给自己雇佣一个保镖 以前烂命一条 根本没有担心过自己的安全 现在心态不一样了 现在他有钱了 也就渐渐开始惜命了 俗话说得好 人世间最悲哀的事情之一就是 明明很有钱 但才开始享受人生 就遇见了意外 这种事情 他肯定是接受不了的 于是将这件事放在了心里 嘴上去说道 泰国没有你想象当中那么危险 很多国人都去旅游了 也没见谁出事啊 何况邮轮肯定会注重我们的安全问题 而且 我们可以雇个保镖跟着 或者是去欧洲旅游一趟也行 由于杨凡是一边跟林婉成的脖子贴贴 一边说着话 这使得大美人的呼吸声 渐渐清晰起来 嘴里回应着呼 还是老公想的 周道 我儿当然是 呼 很想跟老公去旅游的 随后两人在别墅里腻歪了一下午 直到渐渐接近晚饭时间时 此时杨凡正闭着眼睛 靠在林婉成 这个大美人 质感很好的黑丝长腿上 而正在帮他温柔地 按着脑袋的大美人 轻声说道 老公 你晚饭想吃什么呢 婉儿去给你做 杨凡文言后 睁开眼睛 别做了 今天跟你欣然解约了吃晚饭 一会儿我们一起去接他 唉 太好了 我也有些日子 没有见到欣然解了 感谢各位大佬的支持 明天加更一张 还是老规矩啊 单天发电能破千 就直接加更 破不了就累积两千 感谢大佬们的支持 看完了 就随手赏作者三个发电吧 感谢用户3399 3245 大大送来的 大神认证 感谢我用户哥 感谢狗狗 我也不知道捏 大大送来的 十张催更福 和爆更洒花 感谢玉兽真君 大大送来的 十张催更福 感谢秦归祭灭 大大送来的 爆更洒花 非常感谢四位老板的厚爱 感谢各位 大大送来的各种礼物 和用爱发电 万分感谢 走过路过的大大们请留步 有钱的捧个钱场 有人的洞洞 你们发财的小手 送三个免费的 用爱发电吧 万分感谢 第219章 带着美人去接李欣然 杨凡见林婉成的反应 不似作为 应该是真的不排斥李欣然 想要与对方好好相处 或许 这就是他聪明的地方吧 实际上 林婉成是知道 该怎么做才是最适合自己的 他现在对杨凡的亲密度 已然不低 随着与这个男人的相处中 这个男人对他的慷慨大方 以及宠爱 都是实打实的 这些东西看得见摸得着 所以他觉得 这一段感情 已经不完全是在交易 可以说 是从一场交易开始 但却渐渐投入了感情 林婉成心里肯定也是 希望能独享杨凡的 但他知道这不可能 所以 他要表现得 尽量的善解人意 让这个男人更加宠爱他 这对他来说 才是最适合他的路 如果想着去改变一些 他无法改变的事情 最终吃亏的只会是他 非要去计较的话 大概率连 现在的小幸福都保不住 所以 这个女人聪明着呢 这时 杨凡已经再发信息 给李欣然了 你在家里吗 我开车去接你 亲爱的 不用接我 要不你给我个位置 我打车去找你就行了 他见到妹子回复的信息 就知道对方是不想他过于麻烦 但他却觉得 接一下自己的女人并没有什么 于是继续发消息 不用 你就在家里等着 我很快就到 发完后 他就将手机揣盒包里 然后从林婉成的黑丝大长腿上起身 转头看向美人说道 准备出门了 要收拾一下吗 林婉成站起身来 稍微整理了 一下自己的白衬衣 和黑色包屯裙 老公 你觉得我穿这一身出门可以吗 杨凡上下打亮了一眼 用肯定的语气说道 当然可以 非常漂亮 玩儿你穿什么都好看 这身装扮 如果再配上一副眼镜的话 或许会更有味道 林婉成文言后 露出他标志性的迷人微笑 那就不用收拾了 就穿这一身吧 眼镜的话我没有准备 不过老公喜欢的话 我就去买一副 下次带给老公看 杨凡笑着点了点头 这个大美人 穿着一身职业装 再戴上一副眼镜的话 肯定会很有感觉 俨然一副美艳老师的模样 这个油物是天生的衣服架子 这么极品的身材 如果不多尝试一下 各种风格的打扮 就多少有些可惜了 必须得随时改变着造型和服装 才能将他的美好 给体现得淋漓尽致 看着那被撑得 鼓鼓囊囊的白衬衣 杨凡感觉自己又有点缠了 不过很快就压下了心中的想法 那就走吧 说完他往大门的方向走去 而林婉成 却先他一步过去 将他的鞋子给准备好 待他穿上鞋后 美人才踩上他的黑色高跟鞋 亲密地挽上他的手臂 一起出门 林婉成没有开自己的车子 直接坐上了杨凡的副驾驶 车子开出别墅区 往李欣然住的地方而去 半小时后 收到杨凡信息的李欣然 对客厅正与小糖果玩的李母说道 妈 我先走了 糖果就麻烦你了 李母闻言后 笑容满面地看向自家 已然精心打扮过的女儿 细细打量了一下后点了点头 不错不错 我女儿就是好看 跟我年轻时候太像了 去吧 跟小杨玩开心便 别急着回来 糖果你不用担心 有我陪着呢 对了 帮我好好感谢一下人家小杨啊 李欣然笑着答应下来 我知道了 李母今天可高兴了 因为李欣然带她去办了一个 五十万的定期三年存款 说是杨凡孝敬他们二老的 本来还担心女儿感情问题的李母 这下彻底把心放在了肚子里 如果杨凡不是打算 好好跟女儿过日子 根本没有必要来孝敬他们二老 对于这个既有钱 又对他们一家如此大方的准女婿 她可谓是相当的满意 李欣然去逗弄了一下小糖果后 就离开了家里 已经将车停在小区外 等着的杨凡和林婉成两人 此时看见一名烈焰红唇大波浪 穿着一身红色吊带 连衣短裙 配上肉色丝袜高跟鞋的美女 从小区里走出来 瞬间露出了笑容 林婉成更是直接从副驾驶下车 朝着这位美女迎了上去 嘴里热情地喊了一声 欣然姐 她这么做 最主要的目的 可不是为了表现自己对李欣然的热情 而是为了顺理成章地 将副驾驶的位置给让出来 她知道有李欣然在 自己做副驾驶的话不合适 她看得出杨凡对这位俏寡妇的喜爱 所以觉得 没有必要在这种事情上去找不痛快 这时候 她只需要退一步 就能赢得老公和李欣然的共同好感 何乐而不为呢 先不说她 本来就不准备以争抢的方式来得宠 就算她想彰显自己的地位 对手也不会去选李欣然 因为林婉成敢她面对这个对手的话 她胜算不会太大 她有些东西都还在跟对方学呢 既然如此 那还不如自觉一点 李欣然看见迎上来的林婉成 也露出了笑容 快走了几步上去 拉住对方的手说道 玩 这才多久没见 怎么感觉 你又漂亮了不少呢 不行 有时间一定要跟你去取经 林婉成见对方一见面就夸自己 也赶紧客气道 哪有 欣然姐才是真的漂亮呢 你这样魅力十足的郁姐范 才是我该学习的 正当两位美女在这里互相称赞时 一名三十多岁的男人正好路过这里 本来看见李欣 然后想上去跟她打个招呼的 结果见到一个大美人 先她一步 她顿时就被这个身材极好 容貌不输李欣然的极品油物 给惊艳到了 心里想着 果然啊 美女的圈子里 很大概率会有其他美女 自己以前怎么就没有想到 这么关键的地方呢 于是 她稍稍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着 强行压下了心动的感觉 尽量使得自己看上去正常一些后 朝两大美女的方向走去 脸上带着微笑 看向李欣然说道 李欣然 真巧啊 你这是要出门吗 要去了 我开车送你们吧 第220章 对李欣然的信任 男人觉得自己的车还不错 算是能拿得出手 这是他的优势 所以 必须要一开始就表露出来 一名三十多岁 就靠自己买车买房了的男人 还是很有竞争力的 再加上他外表还不错 所以 必要的自信心还是有的 虽然欠着房贷和车贷 但他做着小生意 收入还算稳定 已经算是比较优秀的了 李欣然和林婉成文言一愣 同时转头 看了这个男人一眼 林婉成这时候不好插话 因为对方明显认识李欣然 而李欣然看见对方的样子后 还是稍稍回忆了一下 才想起对方是谁 直接拒绝道 不用 这口气 明显是不想与这个男人多言 因为对方是他那个喜欢 操心他感情问题的老妈 在三个月前 给他安排的一场相亲对象 当时李母 把这个男人一顿好夸 然后非要让他去见一见 他拗不过李母的劝说 再加上那时候 已经身患焦虑症 真的想给自己找一个依靠 所以就去了 结果这个男人的条件 虽说还过得去 但却有些自信过了头 对方将自己的条件说明以后 话里话外的意思 都是在隐隐地说着 李欣然是个丧偶带娃的寡妇 能找到他这样 既优秀 又没有结过婚的男人 很难得 他表示 不嫌弃李欣然 但糖果要让李欣然的父母来带 他们结婚后 再要一个自己的孩子 结果李欣然当时就怒了 心里想着 自己就算是一个带娃的寡妇 但什么时候 文德道你来嫌弃了 这个男人虽然嘴上说着 会将糖果当作自己的孩子来对待 但又说 想让李欣然的父母来带 这完全就是表里不一 再加上对方的条件 也不是足够优秀 所以结局就是 这场相亲没有了后续 男人当时还纳闷呢 他本来觉得 以自己的条件 李欣然肯定会同意下来 再不计 也会继续协商一下细节 到时候自己让让步 也不是不可以 结果李欣然明确拒绝了 他倒是也没有太当回事 抱着下一个更好的心态 继续相亲 直到今天再次遇见李欣然 男人发现 这位俏寡妇 竟然越发美艳动人了起来 有些后悔 当初没有做出让步 继续坚持一下 而看见李欣然的朋友 更加迷人后 心里又有了些小心思 于是主动上前打招呼 没有想到对方的态度这么冷漠 他不知道的是 第一 李欣然与他相亲时 根本没有用心打扮自己 而今天是精心打扮过的 第二是 李欣然最近陷入了甜蜜的爱情 得到了爱情的滋润 再加上心情 比起当初陷入焦虑的他来说 要好上无数倍 所以 比之前更美丽动人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男人此时还想坚持一下 笑着说道 虽说我们在一些方面意见 不能达成一致 但怎么说 也算是朋友吧 李欣然简直无语了 留下一句不好意思 我们不熟 玩我们走 然后直接拉着林婉晨 就往杨帆停车的地方走去 我 你 男人见李欣然 这副连话都懒得跟他说的驾驶 也有些猛 但见到他们两位美女 走到一辆豪车面前 他就更猛了 这时 李欣然走到车旁 忽然犹豫了一下 显然也发现了 副驾驶只有一个的问题 在看见林婉晨自觉地 去打开后座的门坐进去后 他顿时好感大张 但他也没有去 坐副驾驶 而是在窗边说道 亲爱的 我跟玩儿有好多话想说呢 我们坐在后面亲近一下 说完不等杨帆说话 他也拉开后座门坐了进去 杨帆见着两个大美女 争先恐后的往后排座的行为 也是有些无语 还有些好笑 不过按照两女的性格来看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也实属正常 所以他也没有去在意 毕竟不是什么大事 直接就将车给开走 而刚刚那个三十多岁的男人 看见这种情况 顿时傻眼了 脑袋上写满了问号 心里还有种很大的挫败感 车上李欣然给杨帆解释了一下 那个男人的事情 杨帆听后 只是一笑置之 嘴上说道 那是你认识我之前的事情 当时我还没有来得及参与你的人生 所以不用跟我解释 我只在意现在和将来 李欣然闻言后心里松了口气 他就是因为不想让杨帆觉得 他跟那个男人有什么牵扯 所以急忙跟那个男人撇亲关系离开 一上车就赶紧解释 好在杨帆确实没有去在意这种事情 这是他认真的表态 亲爱的 不管现在还是将来 我的一年四季都只属于你 此生只想与你尝尽烟火 谢谢你能相信我 旁边的林婉晨闻言后 反应比杨帆还大 他想不通 为什么这些听上去有些夸张的情话 从这个女人口中说出来 却丝毫没有违和感呢 难道是因为真诚的原因 不只是杨帆 连身为女人的她 都听出了李欣然真诚的态度 就这样把一句略显尴尬的情话 变成了拨动男人心弦的武器 林婉晨一直在悄然注意着李欣然 发现无论怎么看 这个女人都像是在说真心话 一时间也不得不承认 这位俏寡妇会这么受宠 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而杨帆对于李欣然是绝对信任的 第二高的亲密度 可不是说说而已 所以他压根就没有怀疑过 这个妹子与之前那个男人 会有什么瓜葛 于是没好气地说道 傻瓜 你什么样 我还不知道吗 我就算怀疑我跟那男的有什么牵扯 也不去怀疑你啊 扑 哈哈 老公你太逗了 林婉晨听后没有忍住笑了起来 但他虽然表面笑得开心 心里却在羡慕 暗想着 不知道自己在老公心里 是不是也有一份同样的信任呢 李欣然却没有笑 而是对杨帆的这句玩笑话 感动不已 自家男人这么信任自己 这是很难得的事情 二十分钟后 杨帆将车子开到一家装修的 很好的酒楼门口 在停车场将车停好后 带着两女下车 这是王子豪约他吃饭的地方 第二百二十一章 快被带骗的王子豪 加更 之前车子停着等李欣然时 杨帆就已经与王子豪联系好了 这时 对方已经在包房里等他 当两名大美女 挽着他的手 在迎宾的带领下 走到一个包房门口后 门一打开 包房里的三个人 同时朝门口看去 他们反应不一 王子豪是瞪大了眼睛 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 心里的震惊无以复加 他看着杨帆 旁边两位挽着他的大美女 心里的震撼 比当初在电玩城时 还要强烈很多 因为今天的这两名极品玉姐 完全是他喜欢的类型 用他的话 来说就是 这全都是按照他喜欢的样子长的呀 所以 震撼程度肯定是超过 顾瑞杰和徐山两名青春美少女的组合 不自觉地又出现了朝圣的眼神 心里想着 不愧是我王子豪认可的师父啊 用牛逼两个字 都已经无法形容这个男人了 然后是那个富二代小女生秦初岁 今天的他没有戴帽子 露出了一头可爱的水母头饰 换了一身休闲的穿着 看上去比上次见面时 加分了不少 他此时脸色古怪地看着杨帆 见对方身边 又换了两位大美女陪伴 并且 两位大美女的一身行头 以他的眼光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全是新款奢侈品 置办一身下来绝不便宜 顿时给杨帆打上了一个 给女人花钱很大方的标签 最后一个 是当初那个搂着一名学生妹的男二代 只是他今天没有带女伴 甚至他现在在想 自己是不是应该换一个更漂亮的女伴 以后带出来能给自己长面 师父你来了 快 快上座 王子豪呆愣了一会后 瞬间缓过神来 赶紧起身 热情地招呼杨帆过来入座 还悄悄给杨帆几眉弄脸地竖起了大拇指 但没有说话 因为现在情况不明 怕坏了师父好事 杨帆见他这副模样有些好笑 开口就调侃了一句 怎么 你没有约赵莹爱吃饭 王子豪文言后 脸上一炷 不好意思地说道 不瞒师父你说 还没有追到手呢 这不 正要向师父你取取经 杨帆毫不客气地走到主兵卫去坐下 而林婉成和李欣然挂上包包后 一左一右地挨着他 这时他看向王子豪说道 怎么个情况 说来听听 王子豪文言后笑了笑 我就中午的时候去了一趟台球厅 本来想约他下午一起来的 但他没有答应 不过 我将他的联系方式要到了 杨帆点了点头 还不错 既然他都已经知道你的目的了 还愿意给联系方式 这就是好的开始 王子豪也认可地点着头 我也是这样想的 追到赵赢我 还是有些把握的 但难点在于 说到这里 他停了下来 看了一眼杨帆身边的两位大美女后 没有继续说 而是话锋一转 师父你知道的 像你一样的话太难了 杨帆知道 王子豪在顾忌林婉成和李星然 于是笑着说道 我来介绍一下 他们都是你嫂子 李星然和林婉成 王子豪立马懂事地喊道 两位嫂子好 我是师父的徒弟王子豪 这时林婉成打趣道 你刚刚是想说 像你师父一样 左拥右抱太难了吗 不用遮遮掩掩的 我们没有这么小气 啊 王子豪见林婉成这位大美女 直接说破了她的小心思 一下子倒把她给弄不会了 于是将目光投向杨帆 而杨帆这边正跟秦初岁 和谢侯涛打了个招呼 这时秦初岁甜甜地说道 杨哥哥 我们又见面了哟 杨帆笑着 看向这个可爱的妹子 今天这个水母头 比之前戴帽子的造型可爱多了 很适合你 秦初岁文言眼睛一亮 高兴地问道 真的吗 嘿嘿 我也挺喜欢这个头饰的 杨帆正要说什么时 感受到了王子豪的目光 看着我做什么 你的嫂子们性格都很好 不然也做不到和睦相处 嫂子们 王子豪见到两位大美女 听后没有什么反应 于是又羡慕了 又开始发挥起了 她的射牛特长 只见她看向林婉成 和李欣然说道 两位嫂子 你们还有没有同款闺蜜 或者姐妹什么的呀 求介绍 两名美女听后都笑了起来 她们还没有说话 只听又一道声音 从另一个方向传来 我 我也求介绍 只见谢侯涛在一边举着手 也加入了话题 秦初岁明显对自己 这两个朋友的尿性有所了解 见到这种场景并不意外 只是翻了翻白眼后 去跟杨帆说话去了 而林婉成却微笑着 对王子豪和谢侯涛说道 没有 就算有优秀的闺蜜 我也是 先介绍给我家老公呀 怎么舍得介绍给你们 卧槽 这特么是什么虎狼之言 两人文言后直接猛逼了 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连郑与杨帆聊天的情出碎 都不可思议地看向林婉成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林婉成的闺蜜恭敬 还真的在她的暗中撮合下 被杨帆尝了下味道 不然肯定会怀疑人生 王子豪现在心里 对杨帆羡慕到了极点 吃惊地问道 嫂子 你真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 真的可以不吃醋吗 林婉成这大美人 笑容不变 比起吃醋 我们更希望我们的男人开心 对吧欣然姐 说完还转头问了杨帆 另一边的李欣然一句 而李欣然也配合地点了点头 只要她能开心 比什么都重要 我特么 王子豪顿时有种想抱粗口的感觉 这样的女人 到底去哪里去找啊 为啥她就遇不到 现在看来 自己这个师傅 在这方面是真的很有办法 你看她把自己的女人调教得多好 或许自己真的应该听她的 直接拿钱砸 但自己还在上学 每个月的零用钱也不算太多 这种方式不太适合自己吧 真想快点继承家产啊 本来王子豪想着 毕业以后就自己创业 抱着野心 打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商业帝国 而现在他动摇了 他恨不得能现在就继承家产 从此像自己师傅一样享受人生 或许比辛辛苦苦创业更适合自己 这张是加更的 又开始累积了呀 大佬们看完后 赏点用爱发电吧 感谢 感谢 巧克力啊 大大送来的 十一张催更福 感谢老板 感谢各位大大送来的各种礼物 和用爱发电 万分感谢 第222章 秦初岁害羞了 正在一边与秦初岁聊天的杨凡 可不知道 林婉晨仅仅几句话 就使得王子豪这小子 不想奋斗了 打算享受人生 但还没有继承家业的他 明显还躺不了 秦初岁这丫头 身为女生 好像对杨凡 经常左拥右抱的渣男行为 并不排斥 反而有些好奇 只见他问道 杨哥哥 你追女生 一定很厉害吧 杨凡不知道这丫头 为什么会突然问这个 但他自家知道自家事啊 他追女生厉害个屁 都已经到了那种 就算只是去搭个扇 女生都会减轻力的程度 能拿下这么多美女 完全是靠着超能力 可以说 就他这种文不成武不就 长得还不帅的普通人 如果不是有大渊种系统的话 美女们几乎不可能搭理他 所以 做个大渊种 拿钱去砸美女的行为 是挺适合他的 既然能简单地解决事情 何必把他给弄麻烦呢 但杨凡可不会承认自己 全靠超能力 毕竟他也是要面子的人 于是摸了摸鼻子 假装谦虚地说道 不算很厉害吧 你问这个做什么 秦初岁这小丫头 看见杨凡的举动后 吃惊地说道 咦 杨哥哥 你刚刚摸鼻子了 这是讲假话的时候 才会出现的小动作 你是在骗我 你追女生 肯定很厉害 坏习惯自己有必要改改了 连这个小丫头都能看得出来 其他人肯定也能 但这小丫头有一点说错了 那就是他刚刚说那句话时 是因为有些心虚 不自觉出现的举动 以后要注意了 还是尽量别出现这种 容易被别人揣测的微动作 和微表情比较好 于是他笑了笑说道 随你怎么想吧 秦初岁此时 直接起身在杨凡有些疑惑的表情下 走到了他的背后 颇有点神秘兮兮的 对着他耳边小声说道 杨哥哥 你能帮我个忙吗 闻到一阵清香扑面而来 随即在听见秦初岁这个丫头 给他说悄悄话后顿时愣了一下 虽然他不知道这小丫头 想让他帮什么忙 但他与这丫头不算熟 对方突然这样说 就多少有些冒昧了 但听见对方说不会让他吃亏 他又有了听一下的兴趣 于是问道 先说来听听是什么忙 我考虑一下要不要帮 这时他耳边再次响起秦初岁的声音 我给你介绍一个大美女 你把她追到手怎么样 我负责给你提供她的消息 这对你来说应该不是难事吧 杨凡听后直接无语了 这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 他确实是没有想到 小丫头所说的帮忙 竟然是这种事情 看来对方是真把她当成情圣了呀 肯定是上次抬球厅的顾瑞杰和徐山 这次的林婉晨和李欣然 这四位自己身边的美女 使得秦初岁对自己有了误解 他甚至都懒得去听这丫头 想介绍谁给他 于是直接拒绝道 没兴趣 唉 正在心里打着小九九的秦初岁 兼自己刚刚才将想法说出来 甚至连要介绍的美女信息都还没有说 照片也还没有给对方看 对方就直接拒绝了 这使得他有些傻眼 颇为疑惑地问道 杨哥哥你怎么会没有兴趣呢 你不是渣 呃 那什么 真的是大美女爱 要不你先看看照片 杨凡文言后 顿时脸上出现一条黑线 心想 这丫头本来是想说自己是渣男的吧 顿时带着不满的表情一转头 呀 谁知转头时 嘴唇正好触碰到想继续凑到 他耳边来说话的秦初岁的嘴唇 顿时惹得这小丫头惊呼一声 随即撬脸刷 得一下就红了起来 赶紧退后一步 秦初岁瞪着可爱的大眼睛 看着杨凡 有点不敢相信自己 刚刚竟然莫名其妙地与对方亲嘴了 这时 正与林婉晨说话的王子豪和谢侯涛 听见小丫头的惊呼声 顿时转头看过来 王子豪见他有些脸红 顿时狐疑地问道 初岁 怎么了 秦初岁见众人看向他 这时也缓过神来 虽然很清楚 刚刚那完全是个意外 但他毕竟还是被轻了 心里多少有些怪怪的感觉 但他可不想这种事情 被王子豪和谢侯涛知道 于是镇定地说道 没事 被杨哥哥说的事情给惊讶到了 这反而引来了二人的兴趣 只见王子豪问道 你跟我师父在聊什么呀 神神秘秘地还说悄悄话 秦初岁瞪了他一眼 没好气地说道 关你什么事 妾 就像谁愿意听似的 王子豪对小丫头还算了解 见他不肯说 也就失去了追问的兴趣 继续去跟林婉成请教经验去了 刚刚那一幕 只有离得最近 且没有加入聊天行列的李欣然看见了 因为秦初岁跟杨凡说悄悄话时 就是站在他这个方向 但李欣然只是笑了笑什么也没有说 秦初岁此时也不好意思 继续去跟杨凡说悄悄话了 像无视发声一般 走回了自己的座位 拿出手机玩了起来 杨凡知道这个小丫头肯定是害羞了 不过刚当的事也不能怪他 确实是个意外 随后他与李欣然聊了一会 没过多久就开始上菜了 当满满一大桌菜上齐后 只见林婉成很主动地 开始帮杨凡盛盛好汤温柔地吹着 老公 你尝尝 这狗粮撒的王子豪三人又是一阵无语 然后看见李欣然轻易地给杨凡加菜 林婉成吹完汤又开始给他包虾的举动 这三人看了看这两大美女的颜值后 顿时陷入了沉默 王子豪只感觉自己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想快点 继承家业果 心想 男人当如是啊 他确实对杨凡这小日子羡慕了 准备以后也照着这样的生活去过 即使被老姐多达几顿都认了 而秦初岁一边吃饭 一边沉默地想着事情 偶尔看向杨凡和两位美女的互动陷入思索 第223章 打算认识一下王子嫣 一顿饭很快吃完 这时 王子豪提一句夜店玩 结果心里装着试的秦初岁 首先拒绝 他也没有在意 而是将询问的目光看向杨凡 毕竟今天的饭局 主要是为了与对方巩固关系 杨凡见状说道 蹦迪就算了 太吵 都开车来的吧 别喝酒了 还想聚聚就找个地方喝点茶 聊聊天 杨凡之前一直去跟秦初岁聊天去了 没机会跟王子豪套套他姐的事情 所以也并不急着回去 王子豪听杨凡这样说 还想争取一下 于是说道 师父 就阿涛开了车 我跟初岁还没有买车 到时候 让他叫代价就行了 杨凡听后有些无语 堂堂富二代 连车都没有买 这么拉垮的吗 或许是见到他的表情古怪 王子豪不好意思的说道 我家里的车其实挺多的 但我姐不让我开 说学生就要有个学生的样子 等我毕业了 就给我买车 杨凡这才恍然大悟 难怪王子豪对自己提议的 用钱砸美女的方式兴趣不大 合着是家里管得太严了 手头不太富裕 这么看来 他的家教应该还不错 就是跟自己一样 贪图享受了一点 有个想要给美女们一个家的梦想 于是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 颇有些语重心长的说道 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 劳其筋骨 乐其体肤 忍忍吧 美好的明天在等着你 王子豪文言后 顿时哭笑不得 这时 秦初岁插话道 我觉得杨哥哥的提议不错 喝茶多好 那酒有什么好喝的 如果是喝奶茶的话更好 就这样 众人最终决定去喝茶 几人离开酒楼后 杨凡左拥右抱的 带着林婉成和李欣然去开车 走到停车场自己的车旁边时 才发现身后跟了个小尾巴 他回头好笑地问道 你跟着我们做什么 秦初岁理所当然地说道 我跟你们坐一辆车呀 应该坐得下吧 杨凡笑了笑 也没有说什么 只是让李欣然坐在副驾驶 林婉成陪小丫头坐后排 车上小丫头好奇地问道 杨哥哥 这就是你的坐驾吗 杨凡发动车子后 随意地回了一句 不是 是你嫂子的 秦初岁文言后有些惊讶 这辆车他当然认识 价格也清楚 本以为是杨凡的车 却没有想到竟然是他女人的 看来这个男人比他想象中还大方啊 随后他没有继续这个话题 而是跟林婉成聊起了身材管理方面的事情 连他一个小女生都不得不承认 这位充满抑郁风情的大美女 身材管理的实在是太好了 众人来到一家喝花茶的店 进入包房后 此时王子豪和谢侯涛也知道了 李欣然的车竟然是三百多万的兵力 使得这两人惊讶不已 王子豪更是心里想着 原来拿钱砸是这样砸的吗 他相信李欣然既然有好车 那杨凡的其他三名女人肯定也有 这四位还是他见过的 没见过的还不知道有多少 此时他对自己心血来朝任的这个师傅的财力 有了新的猜测 对方到底是在这些美女身上砸了多少钱啊 自己在继承家业之前怕是学不了吧 众人一边喝茶一边聊天中 这时杨凡故意将话题引到王子嫣身上 只见他对王子豪问道 这么说 你父母是想管教你的大权交给你姐了 王子豪苦笑着说道 谁说不是呢 想要多点零用钱都得经过我老姐同意 当弟弟的没人权啊 你姐还挺有能力的呀 自己倒腾出这么大个公司 王子豪文言后认可的点了点头 我老姐在这方面确实厉害 但她的时间和精力也全都放在了这个上面 说来师傅你可能不相信 我老姐都27岁了 竟然还没有谈过恋爱 杨凡假装惊讶的说道 不会吧 你父母不关心她这方面的事情吗 怎么会不关心 又是给她介绍条件不错的青年才俊 又是安排相亲的 但她一门心思的搞事业 对这些好像没有什么兴趣 真想她快点谈上恋爱啊 让她去管教她男朋友去 别再三天两头的来管教我了 一个事业心很重的女人 杨凡记了下来 正准备再问问其他的时候 王子豪顿时一脸狐疑的 看着她说道 师傅你不对劲啊 杨凡文言一愣 疑惑地问道 什么不对劲 王子豪脸色古怪的 打量了她几眼后说道 你老把话题往我姐身上引干嘛 你 卧槽 不会吧 我把你当师傅 你想当我姐夫 这家伙反应很快啊 杨凡也没有打算去解释 而是好笑地问道 这么明显吗 王子豪看了看 旁边本来正聊着保养 和身材管理话题的三位美女 此时全都将目光看向他们这边 然后他却神奇地发现 林婉成和李欣然脸上的表情 并没有什么异常 只是随意地看了一下 就移开了目光 反而是秦初岁的脸色有些古怪 对自家师傅调教女人的本事 已经有所了解的王子豪 并没有太过惊讶 只是无语地摇了摇头后 在心里吐槽了一句 真是长见识了 随后对杨凡肯定地点了点头 很明显 说完后 他叹了口气继续说道 虽然我是很向我姐谈恋爱 也承认 师傅你在这方面很厉害 但你想当我姐夫怕是没血 我姐她肯定接受不了与其他女人 那啥 你懂的 这方面杨凡也猜测过 不过即使搞不定 也没有什么关系 坏人就是了 虽然王子嫣确实很美很有气质 但他也不可能去太过花费精力 毕竟已经习惯了简单粗暴的方式 不过先认识一下 还是很有必要的 于是他对王子豪随意地说道 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 我不过是想认识一下你姐 又不是非得当你姐夫 王子豪倒是不排斥杨凡 与自己姐姐认识一下 毕竟他现在是真的感觉到 对方的财力很不错 于是点头说道 认识一下倒是不难 但其他的 我可帮不了你的呀 昨天三百多发电 大佬们看完随手赏两个吧 感谢唐欣欣鸭大大送来的 十张催更服 感谢E3P0I2大大送来的 抱更洒花 感谢两位老板的厚爱 感谢各位大大送来的各种礼物 和用爱发电 万分感谢 第224章 写两大美女回别墅 随着时间的流逝 杨凡见时间已经不走 于是起身说道 我先走了 你们想完的话就再玩坏 王子豪也跟着站起了身说道 师父你都要走了 我们三个在这里喝茶 也没有什么意思 那今天就到这里吧 我们改天再约 杨凡点了点头 那行 散了吧 改天约 这时 秦初岁与林婉晨和李星然道别后 对杨凡说了一声 杨哥哥再见 他今天因为出现点意外 导致他有些害羞 所以想跟杨凡聊的事情 并没有什么进展 就被迫停止了 于是打算下次再找机会 与三人道别后 杨凡带着林婉晨和李星然 两位大美女离开 到楼下停车场 去开着车 直接往林婉晨的别墅方下去 当三人进入别墅后 李星然四处打量了一下 笑着说道 这别墅好漂亮啊 周围环境又好 还是亲爱的和我儿妹妹有眼光 林婉晨为言后 上前拉住李星然的手 脸上带着迷人的笑容说道 星然姐 你的房间我早就给你收拾出来了呢 如果你喜欢的话 一定要多来陪陪妹妹啊 老公有时候不在 经常都是我一个人住这里 林婉晨心里清楚 如果自己能拉上李星然这位美女 来这里陪自己住 那杨凡一定会经常过来的 两位大美女住进这套别墅的话 那可就不只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了 对杨凡的吸引力绝对成几何增加 再不济 李星然只要经常过来陪陪她 也能达到一些效果 还能与对方的关系更上一层楼 李星然没有去想那么多 见林婉晨客气的相邀 她直接就答应了下来 那太好了 我正好也想与婉妹妹多亲近一下呢 不过 我最近可能比较忙 等过段时间一定来打扰 杨凡见两人相处的挺融洽 心里也很高兴 走过来加入话题 欣然要是觉得这里环境不错的话 可以考虑在附近买一套 林婉晨文言眼睛一亮 感觉这样好像也不错 于是帮衬着说道 对啊 欣然姐 我们住在一起 以后也能多个办 李星然笑了笑说道 既然你们都这样说了 那等我忙完这一段 就来这边选房子吧 林婉晨见她答应后 顿时高兴了起来 拉着她的手就往楼上走 嘴里还说道 走 欣然姐 我带你去看看你的房间 李星然转头对着杨凡说道 亲爱的 那我就跟娃儿去参观一下了 去吧 带两大美女上楼后 杨凡到沙发上去靠着休息 顺便拿出手机来准备刷刷斗音 刚刚登陆进去时看了一眼 莎莎没有开播 看来这小丫头很听话 考试前将时间全花在复习上 她直接点进了小路的直播间 见对方正如往常一般 跟水友们聊着天 于是二话不说 直接二十个嘉年华先刷出去 这妹子的相貌和身材 倒是都很不错 可惜就是没有什么才艺 想成为大主播很难 反而在这方面 选择选择选出嘉年华星号2 半逝选择选出嘉年华星号2时 看见满瓶连续出现嘉年华的特效 小路顿时笑了起来 笑得很开心 兴奋地喊道 欢迎我选择选择回家 一段时间没上线是因为与杨凡奔线的 当然也有直接说杨凡刷拉了的 还好的是暂时没有人说他去里面采缝刃机 现在他出现在小鹿直播间 见面里还是如之前一样豪横 谣言显然是不攻自破了 小鹿还在继续说着 早就告诉你们别听那些小黑粉带节奏 逍遥歌可是货真价实的神豪 并且是理性消费那种刷拉是永远不可能的事情 谁有们此时倒是没有带节奏的人出现 而是满屏滚动着 老板糊涂啊 还挺整齐 偶尔夹杂着几句诸儒 逍遥哥糊涂 小鹿他不配什么的字幕 使得小鹿一时间哭笑不得 他正在调侃水友时突然愣了一下 随后说道 逍遥哥 阿里连我了 接不接 此话刚刚一出就见水友们开始刷屏 接啊 怕什么 有逍遥哥坐镇输不了 接了 就算逍遥哥不出手 不是还有我吗 接 我会出手 你们是不是忘记 阿里也是逍遥哥守护的女主播了 这明显是强大哥来了 不接 不要打理他 就是 这是明目张胆的抢大哥来了 不接 就是抢大哥才要接啊 两个美女主播抢大哥不是挺好玩的吗 必须接 不接就取关 我有点好奇 逍遥哥会帮谁打 肯定是帮阿里 人家跳舞那叫一个妖艳 咱们小鹿可是没有才艺的 比不了 比不了 是不是傻 肯定帮小鹿啊 沙沙没开播 逍遥哥可是第一个就进了小鹿的直播间 不接就取关 杨凡听见小鹿的话后 只是随意地看了一眼字幕 滚动得太快了 根本看不完 只看见了几条 他好笑地飘频说道 半事逍遥 姐 小鹿当然是听自家大哥的 见到飘频后 瞬间与阿里开启连线 画面上顿时出现两名美女主播 相比起来 穿着露肩加露肚脐的阿里 更吸引人眼球 毕竟小鹿因为纹身的关系 穿得比较保守 并没有擦边行为 这时 穿着清凉的阿里笑着说道 我见逍遥哥来你直播间了 所以过来打个招呼 逍遥哥晚上好啊 小鹿一听就知道对方的来意 对他来说阿里可是竞争对手 当然不会太客气 只见他说道 简直离谱啊 你连我 PK是为了跟我家大哥打招呼 过分了啊 第225章 李欣然的魅力大 阿里是因为上次发信息 给杨凡说准备去避暑试玩 实际上就是暗示对方 自己打算空降过去 但让他意外的是 自己都这么主动了 杨凡竟然不回信息 这使得他有些摸不着头脑 后来又连续发了几次消息 对方也没有搭理 最让他奇怪的是 杨凡偶尔上线时 都是去其他女主播的直播间刷 已经有些日子 没进过他直播间了 为此他思索了好几次 反复回忆后 他很笃定 自己绝对没有得罪过对方 那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种情况呢 想来想去他 得到了两个答案 第一个是 对方对自己已经不感兴趣了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可就难办了 因为并不了解对方 所以不知道想让对方 对自己重新燃起兴趣的话 难不难 第二个是 对方知道自己之所以 在这个时间节点空降他 是因为想请他帮忙 打年终活动 而他不想帮自己打 或者是不喜欢自己 这种目的性较重的方式 阿里斯来想去 觉得第二种的可能性要大些 所以他有些后悔 贸然联系对方了 眼见年终活动的日期越来越近 工会那边也催得急 就在这时 工会直接发信息 给他说逍遥哥上线了 此时正在小路直播间里刷礼物 工会的意思很明显 想让他赶紧为年终活动 拿来强缘 但阿里此时的想法 却与工会不同 他觉得 即使杨凡不愿意 帮他打年终这个活动 他还是要退而求其次 想办法挽留这个豪气的大哥 毕竟这段时间 对方没有去他直播间刷礼物 直接导致他的收入大缩水 阿里知道杨凡这次上线 大概率会像前几次一样 不去他直播间 所以他才会主动连线小路 虽然他不知道 以这种方式 在杨凡面前刷存在感 有没有用处 但不尝试一下的话 他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他见小路说话 明显带着些许敌意 却并没有去在意 换作自己站在对方的角度 肯定也会不高兴 阿里正准备说话时 PK血条已经被小路给压制 他很清楚 出现这种情况 肯定是杨凡出手了 因为杨凡不出手的话 小路家的条件 跟自己家绝对不是一个级别的 他现在想看看杨凡的态度 看看对方在帮小路打的同时 会不会来给自己 刷一些医药费什么的 然而没过多久 他表面上虽然不动声色 但心情却开始沉重起来 因为PK打完后 杨凡还是没有丝毫 要来他直播间的趋势 现在他知道 想挽回对方 不是简单的刷刷存在感就可以的 只能另寻他法了 于是与杨凡和小路客气的道别后 断开了连接 小路此时非常开心 因为整场PK杨凡都没有去过对面 一直在帮他刷 显然他在这个男人心里 还是很有地位的 这时正玩着手机的杨凡 见到李欣然走过来 坐在他旁边 笑着看向他说道 亲爱的 你在看直播吗 杨凡招呼都没跟小路打 就退出了直播间 将手机放在茶几上 随后转身搂住李欣然的细腰问道 玩呢 妹子笑着说道 他说他有些累 回房间休息了 杨凡一听就明白了 但没有说话 而是脑袋缓缓靠近 李欣然也闭上眼睛 没过多久 只听他小声说道 洗澡去 李欣然亲密度加一 一个小时后 李欣然靠在杨凡怀里说道 亲爱的 刚刚吓了我一跳 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杨凡文言一愣 顿时就想到了原因 由于他吃了系统的奖励 肯定是有变化的 虽然变化不是很大 但却被李欣然给发现了 难怪刚刚这个妹子的情绪 比以前大了不少 而且还长了亲密度 要知道 亲密度70后 可是很难长的 看来系统奖励的效果有些显著 但他可不会说出来 而是摸着李欣然 还多少有些润的秀法 故意问道 是吗 具体说说 只见李欣然文言后 凑到他耳边 小声地说了句什么 杨凡听后心里好笑不已 但嘴上却说道 可能是你今天特别有魅力吧 这本来也跟状态有关 李欣然并不介意 与自家男人聊这种话题 虽然多少有些害羞 但还是小声说道 我要休息一下 正在这时 他突然听见了系统的声音 秦初岁亲密度加8 咦 突然听见秦初岁这个小丫头 加了8点亲密度 这使得杨凡有些疑惑 不由得想着 小丫头这是怎么了 昨天400多发电 加一起800 看完的大佬们 随手赏两个发电吧 单天破千 或者累积2000多加更 非常感谢 感谢唐欣欣鸭大大送来的 30个刀片 感谢老板的厚爱 以及大量刀片 感谢陆平大大送来的 两个秀 感谢各位大大送来的各种礼物 和用爱发电 万分感谢 第226章 不平静的秦初岁 避暑是市中心的一个大平层里 秦初岁此时 正在一间装修很温馨的房间中 坐着发呆 不自觉地想起了今天下午的事情 一想到自己莫名其妙地被亲了一下 就感觉很无语 但这场景又有点挥之不去的感觉 刚刚驱散没有多久 又不自然地想起了 连续好几次后 竟然自己把自己给弄害羞了 只见他脸上红扑扑得很是可爱 这时 秦初岁摇了摇脑袋后 喃喃自语地说道 怎么老是想起那个渣男呢 不就是不注意碰到一下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又没有声 呸呸呸 秦初岁呀 秦初岁 你都在想些什么乱七八糟的 随后小丫头站起身来 不满地用右脚剁了一下地板后 轻声喝道 邪灵退散 然后打开房间门走了出去 这时 客厅中有一名看上去文文静静 长相不俗 还戴着一副眼镜的美女 正在沙发上搭着腿看电视 仔细看去会感觉这位美女 跟秦初岁长得有些相像 但是给人的感觉 却完全不一样 若说秦初岁是青春气息爆棚的 可爱美少女 那这位美女 就是充满了成熟和知性的预解 她见到秦初岁出来后 转头看去 带着些好奇的表情问道 初岁 你还没有睡 秦初岁督着嘴巴反问道 你不是也还没有睡吗 美女轻笑了一下后 淡淡地说道 我跟你不一样啊 你明天要上课吧 秦初岁只是白了她一眼 管好你自己吧 美女听见她这样的口气后 并不意外 只是在心里叹了口气后 拍了拍自己的旁边说道 睡不着的话 过来聊一会 秦初岁却没有搭理她 自顾自地去冰箱里 拿了一瓶矿泉水 然后又往自己的房间走去 美女看见小丫头走回了房间后 只是轻轻摇了摇头 随即又转过头去看电视 并没有对于对方 这不礼貌的行为发表意见 而秦初岁回到房间里后 又坐在床上发起了呆 她刚刚老是想到下午的事情 本来是想出去 跟自家姐姐聊聊天 从而分散一下注意力的 结果看见姐姐后 她又突然变卦了 并不想搭理对方 是的 外面那位美女 正是秦初岁的姐姐 并且看小丫头的样子 并不像王子豪那样 怕自己的姐姐 反而说话并不怎么客气 因为一些原因 本来秦初岁今天 是想唆使杨凡 把她姐姐给泡了 但进展却并不顺利 另一边 李星然靠在杨凡的身上 温柔地问道 亲爱的 你不去玩妹妹那里陪陪她吗 这妹子的意思很明显 她感觉林婉成这个大美女 人还不错 想让杨凡语露均沾一下 毕竟杨凡跟她之前 才疯狂了一个多小时 杨凡文言 有些好笑地抚摸着她 白皙的后背说道 你倒是大度啊 竟然想把我往外推 对 李星然赶紧摇了摇脑袋 才不是呢 我 杨凡笑着将她给打断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但我们有日子没见了 而且 你最近事情又比较多 比较辛苦 今晚只陪你 李星然见自家男人 都这样说了 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免得真被误会成 自己想将她往外推了 于是 她对着杨凡文柔的一笑后 没有说话 一个小时后 李星然温柔地看向杨凡说道 亲爱的 我去一趟洗手间 杨凡只是点了点头说了个好 字 算是回应了 李星然对着镜子 按了按自己的俏脸 脸上的表情 却是带着一丝笑容 可以看出她 虽然有些疲倦 但心情还是不错的 第二天早上 当杨凡睡醒时 林婉成不知何时 已经进入了她的房间 并且声音很快 传进她的耳朵里 老公 你醒了 杨凡这才睁开 睡意惺忪的眼睛 看着不远处的那张 绝美俏脸 露出了笑容 第227章 王顿保镖公司 杨凡正在一边 映着林婉成 准备说话的她 顿时看见房门的方向 站着一个人 这使得她愣了一下 待看清楚 是满脸笑容的李星 然后顿时松了口气 本以为对方 已经起床离开的杨凡 看着对方问道 欣然 我还以为你走了呢 李星然笑着说道 还没呢 早餐已经准备好了 你们是现在起床 还是 杨凡还没有说话 林婉成就先开口 老公 我们起床吃饭吧 尝尝欣然姐的手艺 我本来想帮忙的 欣然姐让我留下来陪你 林婉成这大美人 提议起床吃饭的同时 顺便解释了一下 为什么李星然做饭去了 而她还在这里睡着 杨凡倒是没有太过在意这些 因为她清楚 林婉成和李星然 都不是懒的那种人 相反还比较勤快 她现在倒是没有太多怒气 可能是昨天累着了 于是放开林婉成后 坐起来伸了的懒腰说道 起吧 洗漱完了吃饭 半小时后 三人这时已经吃过了早饭 两大美女一起去收拾碗筷去了 而杨凡则拿出手机 来坐在沙发上玩 小鹿昨晚发过来的消息 只见她问道 逍遥哥 你怎么突然就走了 是有什么事情吗 那你先忙吧 空闲下来的时候 记得来看看我哟 她这才想起 昨晚本来还在看小鹿直播的她 因为李星然挨着她坐后 直接就把直播给关了 估计是让小鹿有些猛 不过这倒不是什么大事 她也没有去理会 就只回了一个 好 字 然后看向另外的 片刻时间后 看见了乌拉国美女主播妮娜的消息 随手点了进去 只见聊天框中写着 逍遥哥 妮娜这段时间要考试 就不直播了 妮娜快放假了 好高兴 逍遥哥 你之前不是说 有打算想去乌拉国旅游吗 等妮娜放假后 妮娜可以给你当导游呦 杨凡看见信息后回忆了一下 好像之前是跟这个乌拉妹子 聊到过这个事情 本来妮娜是 邀请她去妮娜生活的地方旅游的 但后来才知道 这个乌拉妹子留学的地方 是在南岛 这大夏天的往南岛跑的话 估计受不了 温度肯定很高 因为那边一年四季都是夏天 如果是冬天过去玩的话 肯定很适合 夏天的话还是算了 于是 她就随意地说了句 自己还没有去过乌拉国 想找时间去玩一趟 没想到这个妹子记在了心里 对她发出了邀约 至于这个乌拉妹子的目的是什么 杨凡还是猜得到的 不过她并不排斥 对于被系统亲爱的天选之子来说 给妮娜刷礼物 又不用花她一分钱 对于白嫖一个乌拉妹子这种事情 她还是有些兴趣的 至少比对阿里她们更有兴趣 因为她的女人中没有国际友人 说不得她可以为了两国友好 贡献出自己的微薄之力吗 尝尝国外美女的味道 也是不错的选择 于是回复道 那行 等你放假了联系我 这趟乌拉国之行 基本上算是敲定了 但杨凡现在还有个准备办的事情 那就是雇佣保镖 于是退出微信 在网上查了起来 经过一番查找后 发现龙国排名第一的保镖公司 叫做王顿保镖公司 主要提供私人保镖 女子保镖 临时保镖等服务 这家公司受到了社会各界的 一致高度认可与信赖 被誉为龙国王牌保镖公司 杨凡想着 安全对自己来说 还是很重要的 所以要顾当然是顾好的 既然有了牌第一的 就没有必要去了解其他的了 她看着公司的信息 发现这家公司的位置 是在京城 心里想着 看来有必要再近期去一趟了 特别是这家公司的 其中一项女子保镖 这感觉就很适合自己 希望到时候 不全是五大三粗的那种 自己的要求也不高 来一两个综合颜值 达到八十分的就满足了 到时候 直接将钱转给对方 就相当于卧槽 怎么现在 不管是什么事情 自己的第一想法 都是白嫖呢 不过白嫖起来 是真的会上瘾 正在杨凡想着保镖的事情 这时李欣然洗碗碗后走了过来 直接坐在他的怀里 用手勾住他的脖子 温柔地说道 亲爱的 我恐怕要回去了 最近事情有点多 我过段时间再好好陪你好吗 杨凡也抱住妹子 颇为联系地问道 欣然 会不会感觉太辛苦 如果 结果他话还没有说完 李欣然就用自己的烈焰红唇 对着他的嘴巴印了一下 将后面的话给堵住 戴唇分后 妹子才说道 一点也不辛苦 我一直想要有份事业来做 只是以前没有找到方向 我现在可是乐在其中呢 只是陪你的时间少了 你能体谅 我的对吗 杨凡当然能体谅 李欣然做事业 可以说是他缩始的 因为他太懒 所以把创业的事情 交给自己的女人们去做 而他继续享受人生 既然这样 他又怎么会不体谅呢 于是对着妹子就吻了上去 这一吻就吻了两分钟才分开 随后他拍了拍怀里的美女说道 平时注意饮食和休息 走吧 我送你 啊 李欣然啊了一声后 起身说道 亲爱的 不用送了吧 我 杨凡却笑着打断他 乖 听话 李欣然文言后没有再继续说 而是笑着点了点头 说了得好 自后 算是硬了下来 自家男人决定的事情 他基本不可能去反驳 随后杨凡对着正看向这边的林婉晨说了句 玩 我送你欣然姐回家 林婉晨这位大美人 对此当然不会有什么意见 只是应了一声后 上前来对李欣然说道 欣然姐 你有空的时候 一定要常来玩啊 李欣然很干脆地答应下来 随后杨凡搂着他离开 仅仅半个小时 车子已经开到李欣然父母住的小区门口 两人一一息别 昨天也是四百多用爱发电 累积到一千二了 看完的大佬们多赏几个的话 明天或者后天就能达到两千加羹 感谢大佬们的支持 感谢艾梅特塞尔克 大大送来的大神认证 感谢青三国火 巨老送来的十个大神认证 作者给神豪老板刻一个万分感谢 为了感谢老板的厚爱 作者加羹三章表示一下 最迟三天加完 这加羹与发电的分开算 大佬们的发电也不要落下 感谢各位大大送来的各种礼物 和用爱发电 万分感谢 走过路过的大大们请留步 有钱的捧个钱场 有人的洞洞 你们发财的小手 送三个免费的用爱发电吧 万分感谢 第228章 张若曦物色好了美女 杨凡在目送李欣然离开后 想了想拿出手机 来给张若曦发了个语音通话过去 才想两声 对面就很快接通 并传来有些惊喜的声音 喂杨哥 我刚刚起床 你电话打得还真是时候呢 杨凡没有去跟他寒暄 而是直接切入正题 只见他简短地说道 我一会儿要去健身房 把你说的那个妹子带出来瞧瞧 有没有问题 对方文言后立马回应 没有问题 肯定没有问题 我这就去安排 一会儿带着他过去找你 好 那就先这样 杨凡说完后 直接挂了电话 这使得还想跟他说说话的张若曦 一阵无语 心里吐槽着 真是个不懂情调的男人 好多天没有见了 也不知道问问人家想没想你 不过这妹子想到一会 或许就能在杨凡那里拿到奖金 瞬间又将这些事情给抛住脑后 准备一心投入到工作当中 只见他用很快的时间洗漱完毕 甚至没有先去化妆 就用手机拨打了一个电话 对面接通后 用有些慵懒的声音问道 喂 若曦姐妈 怎么这么早打电话给我呀 张若曦无语地说道 还早吗 都已经中午了呢 你不会当当才起床吧 啊 准确地来说 我还没有起呢 还在床上 这不是俗话说得好 美人都是睡出来的吗 若曦姐你找我有事 没事的话 我还想再睡会 张若曦文言后 脸上顿时浮现出一道黑线 心想睡睡睡 就知道睡 早死三年你可以睡多久 但一想到这个妹子 有可能成为洋凡的女人 自己以后说不得 还要她帮自己说说好话什么的 所以调整了一下心态 好生好气地问道 雅儿 你还记得我上次 跟你说的事情吗 雅儿文言后 显然愣了一下 随即犹豫了片刻问道 若曦姐 你跟我说过这么多事情 你问的是哪一件啊 就是我跟你说过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会给你介绍个金主的事情 还记得吗 嗯 雅儿听她这么一说 顿时就想了起来 当时自己听了那个金主的手笔后 还挺感兴趣的 瞬间就表了个态 说 如果可以的话 自己当然愿意被这样的男人包养 但张若曦却说 时机还没有到 得先去金主那边做做工作 所以就搁置了 现在 对方既然就是重提 这其中所代表的意思她 怎么会不明白 于是 雅儿顿时感觉自己精神了不守 说话不再慵懒 用有些惊喜的语气问道 那件事情 你做好工作了吗 要不你把那个金主的微信推给我 我先跟她聊聊天认识一下 张若曦听后好险没有直接吐槽出声 心想 让你们家微信自己聊的话 我的功劳岂不是大打折扣了 那可不行 于是 她思索了一下后 语重心长地说道 雅儿 如果你继续用这种态度对待这件事的话 那我认为大可不必介绍了 我可是要维护好我跟那位金主的关系的 不想因为你被金主责怪 唉 雅儿文言后 一时间有些摸不着头脑 不知道自己说错什么了 以至于让张若曦的态度突变 她想了一下后 还是觉得对方之前的形容诱惑力有些大 于是带着些许疑惑说道 若曦姐 别啊 难道不是先聊聊天 而是直接像相亲那样先见一面 别把金主当作你遇见的那些屌丝 他们是不同群体 有本质上的区别 你若是想要事情进展顺利 我劝你最好将傲气收一收 美女在普通男人面前有特权没错 但在金主面前是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希望你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这样才吃得了这碗饭 这算是张若曦的惊艳之谈了 因为她自己就差点错过了这位金主 雅尔听后虽然还有些云里雾里的 但张若曦想要表达的意思 她还是基本明白了 于是顺着对方的话说道 我明白了 谢谢若曦姐的指点 那我现在要怎么做 你现在马上出门 我先带你去美容电化个美美的妆 然后带你去见她 雅尔文言后没有反驳 也没有遗憾自己的叫睡不成了 而是直接答应了下来 好 我马上起床 你给我个定位 我很快去找你 张若曦的想法很简单 虽然这个妹妹在外表方面完全不输给自己 但还是去美容店里 用亚洲鞋术给她增加些buff 这样一来 杨凡看上她的可能性会更高 自己的奖金肯定也会更多 说起来还真挺羡慕那位只介绍了的妹子 给杨凡就获得了50万巨额奖金的同行 另一边 杨凡不知道张若曦那边已经基本搞定 她正在开车去健身房的路上 快到亨特国际时 突然想到 风玉婷那位美女 已经有日子没有联系过自己了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但却冒出了要不要顺道去看看她的想法 并且杨凡想到就做 直接将车先开到亨特国际附近的停车场停下 然后步行去商场 在路上还顺便买了两杯奶茶 当她提着奶茶进入商场 往香奈儿专柜走去时 在专柜区域并没有发现风玉婷的身影 心想 是今天没有上班 还是去吃午饭去了 于是她一边走 一边拿出手机来发了条信息给风玉婷 你今天没有上班 但等了一会后 发现对面没有回复的动静 就在她想着 要不要播个语音通话过去时 一个人影朝她走了过来 这个人影她见过几次 正是风玉婷的店长 于是打算问问对方 所以迎了上去 这时店长纳姐抢先说话 只见她微笑着对杨凡问道 你是来找婷婷的吧 她这两天没有上班 请假了 你来之前 怎么不提前联系一下她呢 这位店长静止朝杨凡走来 并且主动告诉她风玉婷请假的事情 对于这个第一次来这里消费 就买了六万多块钱的东西 来送给风玉婷的超能力男人 纳姐的印象还是很深的 刚刚一见到她 提着奶茶朝这边走来 就知道她是来找风玉婷的 想了想后 还是过来给她说一声 第229章 风玉婷遇见困难 虽然以店长纳姐的阅历 她了解到杨凡和风玉婷的相处模式后 再结合到这个男人有钱人的身份 她很容易就可以猜出 这个男人对风玉婷 肯定不是一心一意的 但她却从来没有 跟风玉婷说过这种事情 反而时不时地 帮杨凡说些好话 甚至交风玉婷要主动一些 这并不是因为她不喜欢风玉婷 故意使坏让她跟渣男谈恋爱 反而是因为 她比较喜欢这个单纯的小姑娘 才想着帮对方一把 让对方慢慢明白一些道理 作为过来人的内姐 很清楚钱的重要性 所以一个有钱 且舍得为风玉婷花钱的男人 肯定比所谓的爱情来得实在 虚头八脑的东西 怎么能跟实际拿到手里的利益相比呢 如果只是谈恋爱的话 杨凡绝对比其他男人要好不少 虽然她可能很花心 但她有钱 且舍得为女人花钱 这个特质很重要 谁又能保证 风玉婷那个傻丫头 找个其他男人 就一定是一个不花心的呢 或许也是结不成婚的 还穷 谈恋爱时 什么都唠不道不说 最后还是分手 在当今社会 这种现象可不算少 这基本上 就是那姐有意撮合 他们两个的想法 杨凡看着面前这个少妇 也感觉熟悉 于是笑着问道 我记得你是婷婷的店长吧 说起来 我还要谢谢你 在她面前帮我说好话呢 那姐文言先是一愣 随后反应过来 肯定是风玉婷的傻丫头 给面前这个男人说的 于是好笑地说道 我为你说好话 可不是在帮你 我是在帮婷婷 虽然有些貌美 但我还是希望你们 在谈恋爱期间 你能够对她好点 这是个好女孩 如果你家里不反对的话 可以多考虑一下她 这话从这位店长的口中说出来 杨凡确实感觉貌美了一些 但对方还是说了 或许对方平时 与风玉婷的关系很不错 听了这句话后 杨凡甚至有种 对方并不是很看好她和风玉婷 但为何还要帮她说好话呢 于是有些疑惑起来 这时那姐笑了笑 继续说道 或许是我多想了 你不必往心里去 听听她最近遇见麻烦事了 如果你喜欢她的话 现在正是你表现的时候 好了 我言尽于此 那姐说完后 就越过杨凡往商场大门的方向走去 显然没有要多聊的意思 就是想提点她一下 杨凡文言后沉默了一下 心里想着 风玉婷这两天请假 遇见麻烦事了 将这两句话组合在一起后 她拿出手机 拨通了风玉婷的语音通话 虽然这个妹子没有回她信息 但语音通话却是接通了 对面传来对方稍显平淡的声音 喂 是杨哥吗 对 是我 你在做什么呢 好些日子都没有音讯了 对方文言明显沉默了一下 然后才发出声音 没有 我就是最近有些忙 杨凡故意问道 你忙什么呢 我刚刚去你上班的地方 你的同事说你请假了 风玉婷文言后心里一暖 她没有想到 对方又去她上班的地方看她了 但很快就说道 我家里有些事 请了几天假 杨凡趁机问道 家里有什么事吗 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 对面再次沉默了一下 随后传来声音 没有呢 就是些家长里短的事情 杨凡一听就知道风玉婷不肯说 因为刚刚那姐几乎已经是在明示她了 说这妹子遇见了麻烦事 正是她表现的时候 而且 什么家长里短的事情 需要让这么节省的妹子 去请假几天 这可是要扣工资的 但她在听出 妹子不想跟她说后 并没有选择刨根问底 而是笑着说道 那好吧 如果有什么需要 记得联系我哦 嗯嗯 我知道 那好吧 就这样 等你忙完了 我们约饭 好的 我忙完了联系你 随后杨凡挂断了电话 直接迈开步子 朝商场大门方向快步走去 很明显 她是准备去追上那姐 既然从风玉婷口中问不出来什么 那就从那姐身上入手 那姐肯定知道 那个妹子遇见了什么麻烦事 由于杨凡走得快 所以刚刚出门 就在人群中找到了那姐的身影 只见她小跑几步追上去喊了一声 姐 你这是去吃午饭吗 那姐听见她的声音后 转头看向她笑了笑 你跟婷定一样 叫我那姐就行了 怎么 那个傻丫头 不肯跟你说 确实很像是她的作风呢 啊 杨凡文言后 露出有些错愕的表情 这女人很聪明 自己只是追上来打了个招呼 她就已经知道自己联系过风玉婷 且没有在风玉婷那里 得到想知道的东西 但她还是直接承认下来 点了点头说道 嗯 她明显不想说 我也就没有打破杀锅问到底 要不 我请那姐吃顿便饭吧 那姐笑了起来 开口调侃了一句 姐姐 我有约了哟 想请我吃便饭 还是下次请早吧 说到这里 她顿了一下 然后收起笑容继续说 婷婷她外婆病得很重 现在在省医住院呢 婷婷她最近几天 除了到处借钱 就是在医院陪床 这就是她请假的原因 梁凡文言后 算是了解了风玉婷的麻烦来源 但是这妹子 宁愿到处借钱 也没有想过找她 还有 钱的事情不应该是子女辈来操心吗 想到这里 她抬头看向那姐 正准备询问什么时 那姐先出声说道 她不告诉你 肯定就是不想借你的钱啊 也可能是因为我借了一些给她 事情暂时还不算很紧急 并不能促使她向你开口 但我估计 她迟早会找你借钱的 就看你借不借了 我没有多少存款 在这方面帮不了她 杨凡理解的点了点头说道 我是想问 她外婆的子女辈呢 那姐文言白了杨凡一眼 这我怎么知道 或许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吧 我只知道 婷婷几乎是她外婆一手带大的 感情很深 第230章 感谢青三国伙老板 家庚一 听到这里 杨凡算是了解了 如果只是借钱的话 这对她来说 完全是一件小到不能再小的事情 但是借钱给封玉婷的话 大概率不会返现 得直接送才行 用送的还划算很多 知道封玉婷面临的麻烦事后 杨凡看向那姐说道 我知道了 感谢你告诉我这些 放心吧 如果只是钱的问题 我来帮她搞定 那姐闻言后 打量了杨凡两眼 觉得她不是在说大话 心里竟然出现一种 自己没有看错人的感觉 于是颇为欣慰地 点了点头说道 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还有约就先走了 好那姐 改天请你吃饭 那姐正往前走的脚步一顿 回头微笑着说道 行 我等你约 就这样 那姐离开了 很快淹没在人群中 而杨凡心里则想着 现在放在自己面前的 有三种选择 一是找个时间主动去省医 将封玉婷的烦恼给解决掉 二是 直接给封玉婷转笔钱 让她渡过难关 第三 等封玉婷撑不住了来 主动找到自己 一看她心里的三个选择 就知道 她肯定是会帮这个妹子的 只是在想 怎么帮对自己比较有利 这也很正常 帮忙的话 对她来说 又不用付出什么 却能猛刷封玉婷的好感 还顺带着 救她外婆 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貌似没有什么坏处 杨凡的选择里 甚至没有让正准备 做慈善的李威 来解决这件事 因为面对她有兴趣的美女 她可没有做好事不留名的习惯 肯定是要自己 亲自出面去刷好感的 她想来想去 觉得还是自己 主动去一趟医院比较好 因为那姐刚刚 已经把这件事情告诉她了 她如果还故意 等到封玉婷撑不住来找她的话 以后难保不被这妹子知道 这与她刷妹子 亲密度的目的并不匹配 甚至 如果这妹子的外婆 因此出了什么意外的话 就别说刷亲密度了 估计她可以直接宣布 换人了 想通关键后 杨凡准备等见完 张若曦带的妹子后 今天下午或者晚上就去医院 于是去停车场上车 将车子往健身房的方向开去 杨凡可是有些日子 没有来健身了 她刚刚换好衣服去热身 就被健身成影 几乎天天都在的万俊看见 万俊的脸上露出喜色 她没有想到 有日子没来的杨凡 今天突然出现 她现在心里正在犹豫着 要不要去杨凡面前 把张若曦的牢底给揭穿 因为那个女人答应她的事情 根本就没有去做 当初她们约定好 由万俊来牵线 使得张若曦与杨凡结实 如果张若曦能顺利成为 杨凡女人的话 那么就要帮她进入杨凡的圈子 然而 经过上次杨凡与张若曦的 亲密举动 她明显可以看出 张若曦这个女人成功了 却没有要履行约定的打算 因为万俊靠着介绍张若曦的事情 并没有能让杨凡与她的关系 更进一步 所以就比较需要张若曦推动一下 但她每次找到张若曦 想让对方履行当初的约定时 那个女人总是嘴上答应的好好的 但转个背又没有音讯了 这让她看出了 那个女人根本不想帮她 所以她现在心里有气的同时 也有点想将张若曦给卖了 出口恶气 想到这里 万俊去拿了两瓶功能饮料 等到杨凡热身结束后走了过去 脸上带着笑容说道 杨哥 最近挺忙的吧 看你有日子没来健身了 来 喝点饮料休息一下 说完就将手里的功能饮料 对着杨凡递过去 一瓶杨凡一看过来的人 是万俊这个 还算有些熟悉的人 于是笑着接过饮料到了声线 这时万俊心意狠 想着 张若曦 既然你过河拆桥 可就别怪我拆你的台了 是你不讲信用在先 于是她笑着说道 杨哥 能聊几句吗 杨凡文言 有些疑惑地看着她 随意地说道 弄这么客气做什么 有事就说 平时她来健身 万俊都会来跟她打招呼 然后寒暄几句聊聊天 如普通朋友一般 可从来没有过问她 能不能聊几句的情况 今天明显有些反常 但她也没有在意 想听听 对方要跟她说些什么 直接万俊假意纠结了一下后说道 杨哥 我知道你这样的玩家身边的美女很多 但有些美女 还是要注意一下的 杨凡文言有些莫名其妙 但稍微想了一下之后 就知道对方在说谁 于是擦了擦 热身出的汗后 淡淡地问道 你在说张若曦 她怎么了 万俊点了点头 是的 张若曦 她是避暑市伟名园圈子里的人 这个圈子 杨哥你应该知道吧 杨凡看了她一眼后问道 知道 然后呢 卧槽 万俊发现自己在说到张若曦是伟名园后 杨凡的反应居然很淡定 此时她心里有个不好的想法 对方知道这件事情 这 张若曦会主动交代自己的身份 这怎么想也是不可能的事 难道是杨凡的情报网 有这个可能 面对接近自己的人 先调查一遍对方的信息 也就是说 自己的信息 杨凡或许也是一清二楚了 看来自己有些小看这种级别的富二代了 但现在怎么办 自己现在话都已经说出口了 这怎么回头 万俊此刻心里快速想着方案 最终还是笑着说道 原来杨哥你知道啊 那是我多虑了 你也清楚 这些伟名园眼睛里全是钱 既然如此 我就不多言了 杨哥肯定有自己的打算 这时 杨凡也猜到 万俊说这些的目的了 心里暗想 这张若曦不是你朋友吗 闹翻了 看来是的 不过你这样背后 给他使绊子的行为 真的好吗 想到这他暗自摇了摇头 随后好笑地说道 拜金女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对吧 说完后 他就不再搭理万俊 自顾自地锻炼起来 而万俊此时 也知道自己失算了 没有继续逗留 而是离开这片区域 有些心不在焉地想着事情 一个小时后 两名打扮得很吸引人眼球的美女 进入了健身房 一前一后地 朝杨凡所在的跑步区域走去 这张是加更的 哦吼 我的老板们呢 而且 昨天发电数也少了很多 只勉强达到300 加起来1500 看完的大佬们 动动发财的小手赏几个吧 非常感谢 感谢各位大大送来的各种礼物 和用爱发电 感谢第231章 又一个穿JK的美女 杨凡正在健身房中 坐着最后一组慢跑 这时突然出现系统提示音 检查到有效消费对象 是否查看信息 他虽然愣了一下 却没有去在意 而是继续慢跑着 在健身房里 偶尔出现一次系统提示 属于还算比较正常的现象 他也偶尔遇见过几次 但每次他查看后 都会发现 这些妹子并不算优质 他的那些女人们 来到这家健身房中 综合颜值 完全可以算是拔尖的那种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优质美女确实还是比较稀缺的 所以他的兴趣并没有多大 于是专心地锻炼着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此时正有两名美女 来到他的侧后方 同时引来的 还有这片区域中的大部分目光 特别是万俊 看见张若曦的身影后 脸色十分古怪 他是真的没有想到 并不是浅尝辙止 要知道 这个圈子里的美女们 可是出了名的无情无义 只看钱 完全是将男人当作客户来工作 这片区域的其他健身爱好者中 有一些是知道 张若曦和杨凡这两个人的 他们两个人 在这家健身房的名气比较大 见到这种情况 只能是在心里叹了口气 摇了摇脑袋 而少数不认识他们两人的 在见到两位外形很不错的美女时 都在想着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认识 只有一个看着年纪比较小的 杨光行小帅哥 这时眼睛一亮 高兴地朝两位美女的方向走去 而正在健身的杨凡 突然听见了张若曦的声音 杨哥 我们来了 他听见声音后 一边慢跑 一边转头 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姓名 张若曦 年龄 24 身高 168 体重 58 综合颜值 86 97 状态 正常 亲密度 32 只见张若曦穿着一身 颇为性感的九红色漏肩 连衣长裙 前凸后翘的还挺性感 下身穿着一双高跟凉鞋 脸上画着精致的妆容 将她 本就颇高的颜值 衬托得更加 美丽动人了不少 看得出张若曦在出门前 对自己的打扮 很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而她旁边正站着一个 看上去有些腼腆的美女 在外帽上 可以说是一点也不舒塌 且穿着一身JK制服 白衬衣黑领带 再加上一件黑色小西装外批 下身是黑色短裙 配黑丝加棕色小皮鞋 飘逸的长发 侧边系了个不小的红色蝴蝶结 背后背着的双肩包 可以说是青春气息爆棚 咦 确实不错 杨凡的第一反应 就是 这个美女 穿上JK制服的靓丽程度 完全可以跟顾瑞杰那小丫头一比了 虽然会略微逊色 但也勉强算是各有千秋 而且 JK制服配黑丝还挺好看 下次让顾瑞杰也这样穿试试 这时 杨凡停下了慢跑 走下跑步机 默念了一句 查看 姓名 孙雅琪 年龄 22 身高 165 体重 50 综合颜值 86 95 状态 正常 亲密度 13 其他的还好 但当杨凡看见这个妹子的纯洁度时 心里叹了口气 暗想着 张若曦这只傻妮子在搞什么鬼 不是说 很大概率比较纯吗 你恐怕是不会想到 你找来的这个 还不如你吧 这确实是事实 张若曦在除了杨凡以外 只有过两个男人尝到过她的甜头 但这个看上去又腼腆又纯的妹子 可是已经有了五个了 果然是人不可貌相 个子没有张若曦高 也没有张若曦那么前突后翘 唯一的优势就是 综合颜值跟张若曦一样高 但这个叫孙雅琪的女生 因为欠缺身材 综合颜值还能达到86 所以 那张青春靓丽的脸蛋 确实是很好看 杨凡刚刚升起的一些兴趣 顿时消失了不少 这样的女生 或许是很多男人 想要拥有都快想疯了的女生 但对于她来说 还真就没有什么亮点 想当她的女人是不可能的 收下这个 还不如收下张若曦呢 这时 孙雅琪见杨凡在看她 顿时装出一副有些害羞的样子 微微低下头 使得杨凡差点翻起了白眼 直接将视线移开 拿起肩膀上的毛巾 准备擦汗 这时张若曦的声音响起 杨哥 我来 我来给你擦 妹子一边说 一边上前两步 拿过她手上的毛巾 细心地帮她擦起了汗来 那大献殷勤的模样 妹子自己是丝毫不介意 然而她虽然不介意 却伤到了别人 只见一个刚刚走过来的小帅哥 在见到张若曦这番举动后 彻底傻眼了 停下脚步瞪大了眼睛 嘴巴微张 满脸的不可思议 这个小帅哥 在前两天来到这家健身房时 一下子就被张若曦的美貌 给勾住了魂 犹豫了好久 才鼓起勇气 去与张若曦搭讪 或许是因为她长得 还比较帅吧 对方并没有表现出 排斥她的样子 这让她很开心 这两天 她天天来健身房蹲点 每次在等到张若曦来健身后 总会很开心地 去与对方攀谈 在这两天 她使劲浑身解数 找聊天话题 来逗女神一乐的同时 也成功开启了 女神的聊天兴趣 然后在昨天下午 总算是要到了女神的微信 这使得她回家后 开心了好久 满脑子都在想着自己 要怎么攻略女神 以至于昨晚都出现了 失眠的现象 谁知今天再次来蹲点 准备与女神的关系 更进一步 都计划好了 要发出吃饭邀约 谁知道女神来了后 她心里兴高采烈地 准备过来打招呼时 却让她看到了 这么一副场景 直到现在 她都还不敢相信 自己的眼睛 明明这么高冷的一个女神 怎么可能对一个 其貌不扬的男人 做出这么亲密的举动 这怕不是自己女神的 双胞胎姐妹吧 而在给杨凡 仔细擦着汗的张若曦 也看见了不远处 盯着她看的小帅哥 她却丝毫没有 要搭理的想法 只是轻笑着凑到 杨凡的耳边小声说道 杨哥 我给你物色的妹妹 你感觉怎么样 长得很漂亮吧 她现在还想着 自己拿奖金的事情 第232章 不愿放弃的孙雅琪 杨凡文言后瞬间无语 不过想着张若曦 也确实没有办法看出 孙雅琪那里到底怎么样 只看外表的话 能看出什么来 这方面还是恭敬比较优秀 她物色出来的林婉晨 确实很令杨凡满意 可以说是深受喜爱 于是她也懒得去绕弯子 直接将手放在张若曦的肩膀 勾住她的脖子 然后在她耳边说道 算了吧 感觉还没有你吸引我 给人家点好处 然后让她走吧 张若曦文言后一乐 随后神奇的是 她并没有因为杨凡 没有看上她物色的妹子 而太过遗憾 反而因为这个男人说 孙雅琪没有太有吸引力 而感觉到惊喜 她没有想到 这个男人对她的评价这么高 同时也没有想到 对方竟然没有看上孙雅琪 因为以她的眼光来看 这个妹妹长得真的很漂亮 也就是身材偏瘦了 没有自己那么凹凸有致 心里想着 难道在杨哥的眼里面 身材的顺位排得比较高 这时她想到了之前 在这里见过的恭敬 和林婉晨两大美女 特别是其中的林婉晨 身材好到爆 于是她感觉自己猜到了 杨凡喜欢的类型 虽然这次失败了 但她并没有太过于失落 甚至开始去想 下一个带谁过来比较合适 这时张若曦轻轻点了点头 嘴上说道 我明白了杨哥 我去去就来 说完就朝一副 腼腆模样的孙雅琪走过去 而之前的小帅哥 再见到杨凡 搂着张若曦 亲密地说悄悄话 而张若曦并没有反抗 反而满脸很受用的表情 那一瞬间 小帅哥只感觉 自己心里面很是难受 像是什么重要的东西 被别人抢走了 于是她在确定 张若曦看见了自己后 露出一副很生气的模样 转身就走 而张若曦根本就没有去 搭理走了的小帅哥 就像这个人不存在一般 拉着孙雅琪的手说道 雅儿 走 我们去那边说 于是 张若曦将有些疑惑的孙雅琪 带到了一个没人的角落 满脸遗憾地说道 雅儿 你知道的 我做不了金主的主 他对你没有要包养的意思 这样吧 你先回去 以后 有何事金主时 我再介绍给你 孙雅琪文言后 顿时一脸猛逼 什么情况 刚刚那个男人的眼睛有问题吧 仅仅看了自己一眼 就让张若曦来打发自己走 自己这长相 怎么看 也要比张若曦要更美一些吧 本来抱着很大的自信心过来的 结果却被拒绝了 这让孙雅琪有些怀疑人生 满脸不可置信地问道 他没有看上我 其实 面对杨凡这么果断地 让他打发这个小美女走 张若曦的心里也很是奇怪 但那个男人确实是这样决定的 他能有什么办法 于是无奈地点了点头 虽然我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但事实就是如此 或许是萝卜酸菜各有所爱吧 这样 我给你转两千块的辛苦费 你先回去 因为杨凡让张若曦给这个妹子些好处 然后打发对方走 他想着杨凡那不差事的性格 于是决定将对方的想法贯彻到底 准备咬牙拿出两千块 而听见这话后 孙雅琪的心里明显好受了很多 刚刚升起的些许怨气也一扫而空 只是跑一趟的话 就有两千块的好处 还是很划算的 他表示天天跑都可以 但他心里有些不响 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放弃 于是露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对张若曦说道 若曦姐 我不想错过这次机会 你帮帮我好吗 你帮我告诉她 零用钱少些也没有关系的 如果能成 我一定会好好感谢你 张若曦见孙雅琪 有点想纠缠地打算 赶紧说道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不是我不想帮你 而是她根本就不差钱 所以这完全就不是钱的问题 孙雅琪想了一下后说道 那我去跟她说说 妹子说完就转身往杨凡那边走 张若曦见状大吃一惊 赶紧小跑两步上去 拉住妹子 有些急切地说道 不能去 你可别害我 她心里想得很简单 杨凡既然让她将孙雅琪打发走 那她怎么能让这个妹子 自己去跟杨凡说呢 她心里想着 就算你去了 又能说出一朵花来 到时候你还是成不了 而我还要给金主 留下个办事不利的印象 你到时以后 跟她不会再有交集了 我可是 还要留在她身边当吉祥物的 孙雅琪见张若曦 明摆着要阻止她 心里也有些无奈 同时也不想让对方难做 毕竟她算是看出来了 这个张若曦的路子挺广的 对方只是带自己 来见金主一面 就愿意贴两千块出来 还很怕自己 去打扰那个金主 而张若曦之所以会 小心翼翼地去舔那个男人 可想而知 对方绝对很不简单 孙雅琪虽然不愿意就此放弃 但也不愿意得罪张若曦 于是眼珠子转了一下后 放弃了过去的打算 遗憾地叹了口气后说道 那好吧 我就先走了 张若曦文言后心里松了口气 这才对嘛 你回去吧 我V信给你转钱 孙雅琪只好与张若曦 道别后往健身房的 大门方向走去 而张若曦则回去找杨凡去了 当正在休息的杨凡看见 张若曦回来后 淡淡地问了声走了 妹子认真地点了点头 嗯 走了 杨哥 这次是我没有物色好 下次我一定会更加用心 杨凡倒是知道 这是怪不了面前这个妹子 这种情况 她可以说是早就有了心理准备 张若曦跟恭敬 又看不见美女们的纯洁度 只能用表面现象来判断 难免会物色到表面纯洁 实则不检点的人 于是 她伸手摸了摸张若曦的俏脸 笑着说道 好 下次用心点 话说 至少你要物色 也要物色一个比你更好的吧 你总不能是故意找比你差的 妹子文言赶紧说道 不是的 我怎么可能有这个想法 我是真的觉得 这个妹妹长得很漂亮 才想着带来见你的 第233章 感谢青三国火老板 加更二 张若曦倒是没有说假话 她可是 看在几十万奖金的诱惑力上 好好地再给杨凡物色 绝对不可能故意 去物色比她差的 不过听见杨凡又说了一次 她比孙雅琪更漂亮 她心里还是蛮开心的 于是感受着脸蛋上 对方的手掌抚摸 嘴上继续说道 杨哥 你 你真的觉得 我漂亮吗 杨凡文言 有些好笑 心里暗想着 这妹 难道被打击到自信吗 漂不漂亮 自己不清楚 她收回手后点了点头 没好气地说道 废话 你要是不漂亮 我连碰都懒得碰你 张若曦文言后 顿时露出了笑容 颇有些现殷勤地说道 嘿嘿 杨哥 断练累了吧 你坐着休息 我来给你按摩一下 杨凡却摆了摆手 不用 你在这等我 我再去练一组 划船机就走 妹子对此当然没有意见 赶紧点头硬了下来 好的杨哥 我等你 随后杨凡没有管她 自顾自地去用起了划船机 一边用心理 还在一边想着 现在自己的身体 比以前好太多了 这样锻炼起来 虽然也会累 但却恢复得很快 身体也没有什么异常 看来以后健身的话 可以加练一下 随后她认真的开始锻炼 直到二十分钟过去 她结束了今天的健身 去洗了的澡出来 走向张若曦 一把将这美女搂住说道 走吧 妹子没有说话 只是笑着 任由她搂着往外走 连去哪里都没有打算询问 反正杨凡带她去哪 她就去啊 带两人出了健身房后 杨凡一边走一边说道 这次呢 你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一会转一万辛苦费给你 以后用心点 多了解清楚点 再给我介绍 四 张若曦闻言 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心里此时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 除开化妆什么的 和给孙亚琪的钱 净赚七千多 张若曦亲密度加一 杨凡听见这妹子 这么低的亲密度 还一点一点的涨 心里也是有些无奈 不过想到有些女人 本身就是 不适合拿来刷亲密度 心里也就释然了 她对这个妹子的定位 本来也不是用来刷亲密度的 甚至没有准备收入后宫 纯粹是当做给她工作的人 偶尔还能换换口味那种 正当张若曦不断感谢着杨凡时 却发现 正搂着自己走的这个男人 脚步停了下来 正看着前方 妹子也疑惑地顺着她的目光看去 见到前面走过来的身影后 顿时一正 不由自主地开口问道 孙亚琪 我不是让你回去了吗 是的 因为半小时前已经离开的孙亚琪 正朝他们走来 很明显 对方的目的 于是说话不负之前的亲热 直接直呼其名起来 孙亚琪文言后 表情僵了一下 但很快恢复正常 她没有去回答张若曦的话 而是走到杨凡面前 认真地看向这个男人 表情不再是 之前那个腼腆的样子 直接开口说道 不好意思 打扰你一下 能听我说两句吗 杨凡心想 所以说 人不可貌相吗 之前健身房中 这个妹子还腼腆地不要不要的 看上去一副不好意思 与她对视的样子 而现在却大胆了许多 而杨凡还没有来得及说话 张若曦就面色不善地 看着面前的妹子说道 孙亚琪 你这是什么意思 可别太过分了 而孙亚琪赶紧说道 我只是想为自己争取个机会 如果你能给我这个机会 那么我会很乖 我什么都能做 我希望你能先试一试 再决定留不留下我 行吗 杨凡见这个 看着有些娇滴滴的小美女 竟然会说出这种话来 也是有点吃惊 试一试 怎么是杨凡还是听得懂的 这完全就是条件都不谈 就准备先送 虽然勇气可佳 但也代表着这个妹子 是真的不太在意那方面的事情 难怪纯洁会比较低 这使得杨凡没有多大兴趣 孙亚琪 你 若曦 张若曦正准备呵斥孙亚琪时 被杨凡给打断 于是错愕了一下 不再说话 而杨凡看着面前的孙亚琪说道 不必了 你能做的事情 我的女人们都能做 所以我不选 这时孙亚琪知道自己是彻底没有机会了 见杨凡和张若曦要走 她想问自己是哪里没有让杨凡满意 却有些开不了口 毕竟她也是要面子的 于是对张若曦说了一句 若曦姐 对不起 这次是我冒失了 你应该能理解我 希望你不会跟我计较 随后 没有继续纠 直接转身离开 张若曦有点不高兴的 还想说些什么 但却被杨凡搂着 往停车场走去 两人上车后 张若曦本来还想跟杨凡解释一下的 但发现对方明显没有再聊这个话题的兴趣 于是就打住了 不再继续提起 当车子发动后 一路渐渐地远离市区 朝郊区开去 一直开到一个风景 还不错的山脚后 停下张若曦这才疑惑地问道 杨哥 我们来这里做什么啊 杨凡不怀好意地 看向他微微一笑 当然是解决一些问题了 到后座去 张若曦闻言先是愣了一下 随后看了看这里四下无人 顿时明白了杨凡的意思 但他却没有丝毫排斥的感觉 甚至翘脸上 直接露出一副妩媚的表情 千娇百媚地看了杨凡一眼 说了句 遵命 后 乖乖地到后座去了 当杨凡也坐到后座去时 刚刚搂住张若曦 就见这个美女主动抱住她 并送上了自己的香唇 对她印了过来 杨凡肆意地品尝着 手已经开始不老实地 准备打造艺术品 张若曦今天穿的是长裙 所以有所耽搁 这时 妹子轻轻推开她 然后用会笑的眼睛 妩媚地看向她轻声说道 我来 随后妹子相当主动 不断给杨凡提供着怒气 使得她越聚越多 直到一个临界点后 彻底爆发开来 开局就是一招 暴气抄必杀 假期一结束 流量大将 人又骂了 这张是加羹的第二张 作者没存稿 加羹只能分期付款 一下子加三张的话 加不出来 昨天200多发电 累计1700多 今天大佬们看完后 随手赏一个的话 就够2000了 感谢各位大佬的支持 这发电是越求越少了呀 大佬们给我一些动力呀 感谢九州探空 大大送来的 大神认证 感谢老板的厚爱 老板胡托 感谢各位大大送来的各种礼物 和用爱发电 万分感谢 走过路过的彭于燕们 请留步 有钱的捧个钱场 有人的洞洞 你们发财的小手 送三个免费的用爱发电吧 万分感谢 第二百三十四章 张若曦的讨好之道 一小时后 张若曦趴在杨凡怀里 整个人安安静静地 陷入了完全不想动的状态 杨凡也很享受这份宁静的时刻 抱住妹子 轻轻抚摸着她的后背 而张若曦就这样待在她怀里 轻声细语地与她聊着天 妹子也看出来 自己对这个男人 还是挺有吸引力的 对方之前说的话 并没有骗自己 心里有些小窃喜 娇滴滴地卖乖道 杨哥 我现在已经没有跟群里的 那些女生拼单了 也就是上次想认识一下 孙雅琪的时候拼了一次 杨凡好笑地说道 只要你好好我工作 还拼什么单啊 你与你那个圈子里的人 已经不一样了 一些普通的奢侈品而已 喜欢什么买就是了 难度应该不大 张若曦文言笑了起来 讨好地说道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想说 我还留在群里 是因为要给杨哥你工作啊 不然我都退群了 杨凡知道这个妹子 是在给自己表态 不知道是想让自己 对她更好一些 还是对于成为自己女人的事情 并不死心 不过无论是哪一种都无所谓 只听她淡淡地说道 我知道了 张若曦也只是打算点到极致 随后并没有再聊这个话题 而是天南地北地 说了一些没有营养的东西 看着怀里的妹子越说越兴奋 杨凡心里好笑地想着 看来美女聊天是真的分人 遇见想聊的人 你跟她聊什么玩意 她都很有兴趣 她还会表现得很幼稚 甚至主动找话题 根本就没有尬聊这一说 如果是遇见不想聊的人 你就算是聊出一朵花来她 也会觉得你很幼稚 口才一般的 会觉得你不会撩 还要硬撩 跟你聊天就挺没意思的 遇见口才好的 会觉得 你就是个只会说些甜言蜜语 来哄骗女生的渣男 直接在心里鄙视你 反正一切就看她想不想跟你聊 数分钟后 杨凡此时也懒得带张若曦下车 去走一走看看风景什么的 看了看时间后说道 准备一下 我们找个地方吃饭去 妹子乖巧地答应 嗯 好的杨哥 没过多久 他们两人就回到了正副驾驶位 一脚油门就将车子开走 一路开到省一附近 找了个高档餐厅 将车停下 这时副驾驶的张若曦 有些期待地看着杨凡说道 杨哥 我能用你的车子 当背景拍两张照片吗 不过随后想想让妹子拍几张照片 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于是好笑地调侃道 死心不改 拍吧 速度点 嗯 妹子闻言后赶紧说道 杨哥 要是不喜欢我拍 我就不拍了 杨凡瞟了他一眼 笑着说道 快拍 赶紧的 拍完吃饭去 说完就开门准备下车 这时妹子说道 谢谢杨哥 一分钟就好 麻烦你等一下 随后张若曦在副驾驶上 咔咔咔 的摆好手势和表情 自拍了好几张 又赶紧下车去拍了几张 然后就上前去挽着杨凡的手说道 好了 杨哥我们走吧 速度确实很快 随后杨凡搂着张若曦走出停车场 对着不远处的餐厅走了进去 在迎宾的带领下找了个位子 杨凡将菜单递给张若曦说道 随便点 这还是杨凡第一次带张若曦在外面吃饭 使得妹子对于她让自己来点菜的举动有些意外 心里还以为自己在这个男人心里的地位略有提升呢 她当然不会想到 之所以让她来点菜完全是因为反线问题 跟宠不宠爱连屁关系都没有 但这丝毫不影响张若曦的心里开心 拿着菜单点了几样价格比较高 以前没有点来吃过的东西 还小心翼翼地问了杨凡一声 杨哥 我点这些可以吗 实际上杨凡都没有去听她点了些什么 而是在玩手机 文言后头也不态地随意重复了一遍 随便点 多点两个 张若曦听后顿时满心欢喜 暗想着 果然 还是我杨哥最好奇 第235章 美艳淑妇中思思 当张若曦放开胆子 将菜点完后 又开始主动找话题与杨凡聊天 但她也看出了 对方现在在玩手机 好像对她找的话题并没有什么兴趣 只是有一搭没一搭地回着 于是也懂事地没有继续说话 拿出手机来开始屁之前照的那几张照片 要说这妹子已经长得很漂亮了 还特意到美容店去打扮了一番 画上了美美的妆 绝对是标准的大美女 然而 她还不满意 挑选好照片后 开始认真地屁着图 果然对女生来说 没有屁过的自拍照片 是发不出去的吗 她们并没有等多久 服务员开始陆续上彩 不一会就上棋了 而张若曦赶紧用手机 对着桌子上的美食咔咔咔 得一阵猛拍 正玩手机的杨凡抬头 看向她有些好笑地说道 职业习惯 这弄的妹子多少有些不好意思 赶紧停下了各种角度的杀毒拍照 微笑着说道 杨哥 你就别打去人家了 人家会不好意思的 杨凡拿起餐具说了声 行了 妹子也紧随其后 正在这时 一男一女路过这附近 其中一个看上去比较性感的美貌 熟父不注意看见张若曦时愣了一下 明显有些惊讶 直接出声喊道 若曦 正吃饭的杨凡和张若曦文言一正 几乎同时转头 看了一眼声音传来的方向 这时系统声音也随之响起 检查到有效消费对象 是否查看信息 咦 既然系统出现了提示 那么很明显 喊了张若曦一声的女人 综合颜值超过了八十 杨凡颇有兴趣地打亮了一眼 只见一位看上去三十多岁 充满风韵的性感熟父 正亲吻着一个比他矮一些的大度男 缓缓靠近这边 这男的看上去得有五十左右的样子 不过很自然地被杨凡给无视掉 因为这名熟父的长相和身材 有点吸引眼球 只见他一身紫红色碎花的露肩 连衣长裙 脚下踩着高跟凉鞋 露出白皙的皮肤和鼓鼓囊囊的壮阔 还挺有那么点诱惑力 不过杨凡也就仅仅是打亮了一眼后 就收回目光 继续吃饭的同时好奇地查看了一下 姓名 钟思思 年龄 三十六 身高 一百六十八 体重 五十三 综合颜值 八十七 九十五 状态 正常 以生育 亲密度 零 这熟父的数据还不错呀 对于已经三十六岁的美女来说 能保持综合颜值八十七和纯洁度九十五 还算有些难得 那性感的身材和漂亮的脸蛋已经完全熟透了 但人家旁边还挽着一个喘气的 所以杨凡兴趣不大 这时二人已经走到他们旁边 只听叔父颇为意外地说道 若曦 真的是你啊 好巧 张若曦文言后脸色有些古怪 但还是颇为客气地说道 是啊 真巧 思思姐你也来这吃饭啊 这时钟思思挽着的那个男人 看清张若曦的容貌后 眼睛顿时一亮 只感觉并不比自己旁边的这个叔父差 还胜在年轻 只见他笑着看向钟思思说道 思思 遇见朋友了吗 不给我介绍一下 很显然 这个五十来岁的大度男人 并不是钟思思的老公 钟思思听见自己的男伴这样说后 也不好拒绝 开始介绍起来 陈总 这位是我的小姐妹张若曦 我们平时关系很好的 若曦 这位是陈总 她并没有具体去介绍 因为这个陈总可是她费了好大劲 才掉到的凯子 还什么好处 没捞到呢 不可能给其他女人可乘之机 而她也知趣地 没有去让张若曦介绍杨凡 想来对方会明白自己的意思 井水不犯河水 而杨凡在这里 张若曦就算想犯河水也不敢 所以并没有表现得过于热情 只是笑着说道 陈总你好 思思姐可是大美人 很有眼光吗 连起身和握手的打算都没有 然后又对钟思思说道 思思姐 小妹我这里还有重要的事情 就不招呼你来啊 钟思思文言倒是没感觉有什么 他们这个圈子 能不共享资源 肯定是没有人会愿意共享的 她旁边那个大度偏偏的男人 见张若曦这样轻描淡写地跟她打招呼 话里话外都透露出 不想跟她认识的意思 心里很是有些不满 但没有表现出来 反而很有风度地说道 张小姐 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走吧 思思 两人走后 男人心里虽然有些遗憾 但还是把重心放中思思身上 因为这位美淑妇 看似轻密地挽着她手 但现在为止 她的福利也就仅此而已 得想办法 将这道美味吃到嘴里 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暂时不能有其他画画心思 这时张若曦主动跟杨凡解释道 那个钟思思也是伪明园圈子里的人 是老前辈了 所以我刚刚只是给她点面子 才与那个男人打招呼的 杨凡还不至于因为这种事情 就具有什么想法 而且张若曦也比较把握分寸 很快就表示了不想被打扰 于是说道 我知道 对了 那个钟思思结婚了吧 还出来混你们这个圈子 张若曦见她询问钟思思 顿时愣了一下 随即笑着小声说道 据说是离婚好多年了 怎么 杨哥你对她有兴趣 我可以给你安排哟 是的 这个妹子非但没有丝毫吃醋的意思 反而还很想给杨凡安排 从而拿到奖金 至于能不能拿下这种事情 她根本就没有去当回事 因为她对这个美淑妇 还是比较了解的 这女人不是什么好东西 之前她被杨凡发现伪明园身份时 曾打电话给钟思思求助 想到对方是前辈 遇见这种事情 在经验上肯定比她丰富很多 谁知道这个臭不要脸的 竟然想挖自己的墙角 提议让自己将杨凡让给她 她唠叨钱了分自己一份 张若曦很笃定 如果她来当中间人的话 只要杨凡出的价钱到位 她有很大把握 将那个美淑妇 直接送杨凡床上去 第236章 感谢青三国火老板加更三 杨凡听了张若曦的话后 想着自己还没有尝过淑妇的味道 微微有些心动 但随后一想到对方 刚刚亲密地挽着那个大肚男的模样 还是摇了摇头说道 算了 想尝淑妇味道的话 有机会再物色 张若曦见杨凡思索了一下才拒绝 知道对方还是有点异动的 于是说道 杨哥 钟思思惊着呢 刚刚那个什么 陈总大概率只是她鱼塘里的优质鱼 占不到什么便宜的 除非对方特别砍下本钱 她以为杨凡拒绝 是因为那个大肚男 于是看在奖金的份上 帮钟思思解释了一句 这倒不是假话 他们这个圈子虽然乱 大多都玩得很花 但也确实有那种 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 没有个好价格 是不可能真跟凯子们发生什么的 她张若曦就是这样 而据她所知 钟思思也是这样 基本都是以捞钱为主 要是对方扣扣嗖嗖的 就直接撤了 杨凡知道张若曦的意思 但她还是摇了摇头 不说这个 吃饭 好 随后两人吃饭的途中 张若曦抽空 将刚刚辟好的自拍照 和这顿饭 以及餐厅的环境 合成一个酒工格 发了条朋友圈 并没有将杨凡照进去 她怕这个男人介意 而没过多久 这条朋友圈 就被不远处 等着上菜的钟思思看见了 只见着叔父惊讶地 看着照片上的那辆兵力天月 作为阅历 还算丰富的名媛圈前辈 她一眼 就将这车给认出来了 根本不需要去网上搜索 并且她已经猜到 这车肯定是跟张若曦 一起吃饭的那个男人的 不自觉地想到 看来这小妮子 勾搭到了一个优质骨呢 钟思思亲密度加十 她对面的这个陈总 是开着大众图锐 把她给拉过来的 差别顿时就出现 之前还挺高兴 调到了个优质铠子的钟思思 突然觉得 面前这个大肚翩翩的 中年男人没有那么香了 这不得买个包包 抚慰一下自己受伤的心灵吗 嗯 等吃完饭 就哄着她陪自己看包去 杨凡可不知道 自己正在被钟思思拿来 跟那个陈总做对比 正专心地吃着饭 二十分钟后 两人陆续吃饱了 随后杨凡带着张若曦去买单 一共消费七千多 这还是因为 张若曦在景贵的点 事实证明 即使是高档餐厅 不点酒的话 两个人想吃上万是不容易的 最后 张若曦连招呼 都没有去跟钟思思打 就挽着杨凡离开了餐厅 而出去后 杨凡轻轻挣开张若曦的手说道 现在且 你暂时充当我的助手 别拉拉扯扯的 吃完饭跟我去个地方 助手会当骂 张若曦闻言一正 但还算反应很快 大概知道了杨凡的意思 也就是 不让别人看出 他们两个之间有关系吗 瞬间点了点头 一脸认真地对杨凡说道 我明白了杨总 张若曦听后笑了起来 这妹子表现的确实 也还像是那么回事 嗯 小张 走吧 是 杨总 张若曦还是一如既往的 没有去询问要去什么地方 甚至发现 杨凡没有往他们之前 停车的地方走 也依然没有多言 只是默默地跟着 当两人走了几分钟后 他发现杨凡调整了一下方向 直接往省医大门的位置 静止走去 这时 张若曦才反应过来 杨凡是要去医院 一时间有些疑惑 又有些关心地问道 杨总 我们是要去省医 你有哪里不舒服吗 走在前面的杨凡 颇为随意地回应 没有哪里不舒服 我们去做慈善 唉 做慈善 张若曦怎么也没有想到 竟然是得到这么个答案 顿时就更猛了 这时 杨凡一边走 一边拿出手机 来给张若曦赚了五十万过去 这就是他为什么会带着这个妹子 来省医的目的了 准备了解一下 风玉亭外婆的情况 顺便帮帮忙 他若是把钱转给风玉亭 这个妹子不到山穷水尽的话 大概率不会收 因为对方现在有难处 甚至没有打算告诉自己 所以 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把钱给交了 来一个先斩后奏 以风玉亭那个妹子的性格 不可能不敢动 把钱转给张若曦 让她以做慈善的名义 转手交到医院去 这肯定不能算是违规 毕竟自己又没有获利 所以这就是杨凡不让妹子 继续挽着自己的原因 暂时她是不想跟风玉亭摊牌的 这个妹子 不比她气她的女人 必须得先框框刷好感 不然的话肯定比较悬 说不得 还需要那姐在其中帮帮忙 看来请对方吃饭这些 还是很有必要的 这时张若曦看见了转账信息 顿时大吃一惊 杨 杨哥 你突然转这么多钱 给我做什么 杨凡只是淡淡地说道 不是说了做慈善吗 你现在是助理 有什么事 当然是你去办代会 上外科大楼后 你去问问一位 叫陈秀荣的老人病情 这是杨凡从那姐那里打听到的信息 知道楼层和名字就足够了 啊 好 好的 张若曦刚刚看见转账时 小心脏还在扑通扑通地跳 现在才知道 原来这钱不是给自己的 多少有些遗憾 不过想想也是 自己又没有做什么 怎么可能平白无故 获得50万巨款的奖励吗 当两人进入外科大楼 直接上电梯 去卫城外科住院部 刚刚一上来 张若曦就懂事地跑到岛一 抬去询问清楚了 风玉婷外婆的床号 当询问病情时 岛一台的护士小姐姐 却不肯说了 只是说道 病情已经通知过病人家属了 你们是病人的什么人 这一下把杨凡给难住了 他再想要不要冒充一下外孙女婿 但这时张若曦认真的说道 我们是来给陈奶奶缴费的 想查询一下 资金缺口有多大 护士一听是缴费的 这才点了点头 这样吧 我给你们联系一下 病人的主治医师 你们有什么疑问可以问他 这是加更的第三章了 感谢青三国火老板的厚爱 发电已满2000 加更一张 今天开始重新计算 看完的彭于晏们 随手赏一两个用爱发电吧 感谢大佬们 感谢建地宫九峰的山边灯 大大送来的 报更洒话 感谢苏肖木 聚老送来的 55个角色召唤 老板大方 娶一万个婆娘 作者给绑一大哥磕一个 万分感谢 为了感谢沈豪老板的厚爱 作者加更三张表示一下 最迟三天加完 一共欠四张加更 这加更与发电是分开算的 大佬们的发电不要落下 感谢各位大大送来的各种礼物 和用爱发电 万分感谢 走过路过的彭于晏们 请留步 有钱的捧个钱场 有人的洞洞 你们发财的小手 送三个免费的用爱发电吧 万分感谢 第237章 美女医生秦初夏 张若曦听见护士的话后 没有擅作主张 而是回头看向侧后方的杨凡问道 杨总 你看 杨凡只是对着她 点了点头 没有说话 张若曦立刻明白了她的意思 继续与护士交涉了一回 很快走廊尽头的一间病房中 走出来了一名 身穿白大褂的年轻女医生 对方长相既斯文又亮丽 过肩长发竖起 再加上身上的穿着 使其有种说不出来的特殊气质 女医生正迈起大长腿 往倒一台的方向走来 距离杨凡他们越来越近 这时 这位女医生的靓丽容貌 在杨凡眼中越来越清晰 魅力也在渐渐增加 但令她感到意外的是 怎么对方的五官 给了她一丝熟悉的感觉 但杨凡想了一回之后 很确定自己并不认识对方 这时系统声音响起 检查到有效消费对象 是否查看信息 她听后条件反射地默念了一句 查看 姓名 秦初夏 年龄 29 身高 169 体重 54 综合颜值 90 99 状态 正常 亲密度 0 秦初夏 杨凡在看见对方的名字后 顿时想起了 自己为什么会觉得 这位很有气质的美貌医生 眼熟了 因为她顿时想起了一个人 一个很可爱的小妹妹 秦初岁 是的 这位女医生的五官长相 看上去与秦初岁有几分相像 只是更漂亮一些 再加上这两人的名字 不难猜出 她们很大概率是姐妹关系 还挺巧 而且 这位女医生的各种数据都很不错 综合颜值算是比较高了 只能说 不愧是姐妹俩 一门两美女 唯一可惜的是 这位美女医生 在纯洁度方面并没有满 不过这也正常 年近30了 还能保持在99 已经是非常难得了 而且只看对方的这副模样 根本就看不出具体年龄 感觉最多就是刚刚大学毕业的样子 正在杨凡脑袋里 在思索这些时 秦初夏已经走到了他们面前 看了一眼导一台的护士后 将目光放在杨凡和张若曦身上问道 请问 就是你们因为陈秀荣病人的治疗费用问题 要见我吗 杨凡和张若曦还没有开口 导一台的护士就抢先说道 这位是我们医院的主治医师秦医生 你们有什么疑问可以询问他 张若曦闻言后 看向秦初夏礼貌地说道 秦医生你好 我们想了解一下治疗陈奶奶的具体费用 秦初夏看了他一眼 点了点头 你们跟我来 说完后他就往一个方向走去 而杨凡与张若曦紧随其后 没过多久 三人就进入了一间办公室内 秦初夏开门见山的问道 你们跟病人是什么关系 杨凡无语了 怎么每个人都是先问自己跟病人的关系呢 刚刚的护士是这样 现在的医生也是这样 而他不知道的是 如果他们只是问病房和病床的话 那肯定什么都不需要询问他们 但他们要了解病人的病情 这就不会随便告诉他们了 这时张若曦还算精明 直接说出他们的来意 秦医生 我们杨总是准备做慈善 想帮助陈奶奶完成治疗 他虽然不知道杨凡与病人是什么关系 但对方转钱给自己 再加上之前的那些说法 也猜到了对方的目的 做慈善 秦初夏文言后愣了一下 瞪着美目有些猛地说道 什么 做慈善 那你们不应该去找病人家属吗 这里是医院 不是你们开玩笑的地方 做慈善的机构他清楚 就算真要帮助病人 也是去与病人家属对接 找医生干嘛 所以他的第一反应就是不相信 张若曦还想说什么时 杨凡将他给打断 只见他看向秦初夏首次开口 说到秦医生 我们没开玩笑 事情是这样的 病人的外孙女是我朋友 我有幸帮他把这个事情给解决了 杨凡虽然说的没有那么详细 但仅凭这直言片语 就让秦初夏猜到了他的目的 再加上病人是他负责的 所以家属缺钱的情况 他还是比较清楚 于是脸色古怪的看了杨凡两眼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但别说治疗费用 光是手术费用就不是一笔小数目 我的意思你明白吧 杨凡文言后笑着点了点头 钱不是问题 按最好的方案治疗 设施和药物方面都用最好的 最重要是把病人治好 钱方面由我来负责 能用钱解决的事情 对他来说就是最简单的事情 秦初夏看向杨凡的目光变了一下 他没有想到 天天照顾病人的那名年轻美女 还有这么个豪气的朋友 但为了避免这个男人说大话 于是他思索了一下后说道 光是手术费用就要差不多30万了 再加上后续的治疗 你最少要先缴纳40万元 杨凡听后只是淡淡地说道 我会先缴纳50万 用完我再交 秦初夏文言后 渐渐地有些相信 对方是真的打算帮病人缴费 但为了避免自己被消遣 他还是直接点头 可以 杨凡这时看了张若曦一眼 妹子很懂事地说道 秦医生 能找个人带我去缴一下费吗 秦初夏这时是确定 对方真的打算缴费 但想了一下说道 不急 你们确定不让病人家属知道 杨凡无语了 要是打算在缴费之前 让封玉婷知道 那我还来找你干嘛 于是说道 确定 他那个人要强 如果被他知道 他很有可能不接受这笔钱 秦初夏轻密度加五 美女医生文言后 对这个男人的观感还不错 以至于长了一些轻密度 在确认了以后 他叫来一个护士 指引张若曦去缴费 这时办公室只剩下杨凡 与秦初夏两人时 美女医生问道 你有没有想过 缴了费以后 病人家属很快就会知道 第238章 秦家两姐妹的基因真好 杨凡文言后点了点头说道 等交完钱后 知道也就知道了 总不会让你们给我退回来吧 毕竟病人需要这笔钱 随后 美女医生点了点头 没有说话 正准备回座位时 杨凡的声音 再次从他身后响起 秦医生 你长得很像我一个朋友 秦初夏轻密度15 这位美女医生 本来对杨凡的观感还不错的 但闻听此言后 顿时好感大将 以为对方仗着自己有点钱 就想要勾打他 表面却没有什么表情 只是回头看向杨凡 颇为平淡地说道 杨先生 你这套搭讪的方式过时了 我再次强调一下 这里是医院 不是给你开玩笑的地方 杨凡见对方对自己的亲密度 直接降成负数 再加上对方的话语 哪还不明白自己被误会了 于是有些好笑地说道 秦医生 我想你是误会了 我说的是实话 我那个朋友的名字叫做秦初岁 一个很可爱的水母头小妹妹 而且 你们两人都姓秦 秦初夏在听见秦初岁这个名字后 大吃一惊 又听见水母头小妹妹后 更是确定了 对方就是在说自己的妹妹 于是脱口而出地问道 你是初岁的朋友 杨凡文言笑了起来 果然啊 我就说 你们长得有点像吧 又都姓秦 还没有请教秦医生的大名呢 秦初夏亲密度加二十 美女医生这一下 也知道自己误会了这个男人 本来还以为对方是 仗着自己有点钱 要用这么老套的搭讪花术 来接近自己 谁知道 人家既然是自家妹妹的朋友 是真的感觉自己 长得有些熟悉 这就很尴尬了 使得秦初夏 不但把刚刚将的 亲密度补了回来 还顺带着多长了五点 这时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我叫秦初夏 是初岁的姐姐 感谢你平时 对我妹妹的照顾 她没有少给你添麻烦吧 说到自己妹妹时 秦初夏不自觉地露出了笑容 说话的态度 也像突然变了个人一般 杨凡也客气地说道 哪有 初岁那丫头天真浪漫 很是可爱 并没有给我添过麻烦 对了 我叫杨凡 很高兴认识你 她说完后 对着秦初夏伸出了手 而有了妹妹这层关系 美女医生也没有再端着 上前一步与她握上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 现在的杨凡 可比当初自信多了 大大方方地 紧紧握了握美女医生的手 才很自然地放开 嘴上说道 秦医生你这么年轻 看上去像是刚刚大学毕业一样 竟然就已经是主治医师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学霸 好厉害 直接用恭维的方式拉近关系 而且她也并没有去夸大 这么年轻的主治医师 是真的很厉害 而且对方还是省医的主治医师 这就更加厉害了 因为省医和医学院 已经不限于避暑室 而是整个省最好的两所医院 而秦初夏文言后 温柔地笑了笑 颇为谦虚地说了句 厉害什么啊 别硬夸 随后两人聊天 再也没有先前那么拘束 算是这儿八经地认识了 杨凡没有想到 秦初岁这个丫头的名头这么好用 美女医生 还颇为八卦地打趣道 病人的外孙女 我也见过好几次 长得很漂亮 她是你女朋友 杨凡笑着摇了摇头 不是 就是好朋友 她倒是没有骗人 她跟风玉婷到现在为止 还真不是男女朋友关系 只是单纯的她盯上了人家而已 秦初夏兼自己猜错后 显然有些疑惑 但嘴里却说道 那你对朋友是真不错啊 五十万说给就给了 杨凡也开玩笑般地说道 那可不 谁不知道 我是出了名的 最讲一起小郎俊 如果是出岁那丫头 需要帮助我一样会毫不犹豫 只是她可能不需要 秦初夏笑了起来 那可说不定呢 不过你有这份心就很好了 我替出岁先谢谢你 这时杨凡说道 秦医生 出岁有你这个 随时心里都惦记着 她的姐姐真幸福 然而美女医生 听见这话后沉默了一下 脸色数变 但很快恢复正常 没有再去提这个茶 而是说道 既然都是朋友 私下里就别秦医生 秦医生地叫了 嗯 还有这种好事 没想到只是聊一聊天 关系就进展得很快啊 对于这种提议 杨凡当然没道理去拒绝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我肯定比你大 要不你就跟初岁一样 叫我杨哥哥好了 我今年27岁 你是哪一年的 她是知道 秦初夏比自己大的 但对方长得年轻 所以她故意这么说 杨哥哥 这是自己能叫得出口的 真拿自己当小妹妹啊 美女医生文言有些好笑 她也知道自己长得年轻 别人很难猜出她具体年龄 但被一个比自己小两岁的男人 很笃定地说 自己比她小这种事情 还是很受用的 但她可不会说出来 只是淡淡地说道 你不知道 女人的年龄是秘密吗 你以为 我会将秘密告诉你 我们就互相称呼名字吧 杨凡听后有些好笑 行吧 那我以后就叫你秦初夏 她没有故意省略姓氏 因为现在才仅仅十点的亲密度 还不能够支撑 她称呼的这么亲密 大概率会被拒绝 没有必要 果然 美女医生很认可这个称呼 直接点了点头说道 挺好的 那我就叫你杨凡 就在二人有说有笑的时候 张若曦回来了 只见她进来后 看向杨凡说道 杨总 陈奶奶的治疗费用 已经缴纳 一共五十万整 杨凡文言点了点头 对美女医生说道 秦初夏 那我就先去看看 我朋友 今天麻烦你了 美女医生摇了摇头 不麻烦 我什么忙也没有帮啊 就是告诉了 你们大概需要 先缴纳多少费用 甚至没有说 病人是什么病 杨凡也没有去问 她知道 医生不好跟家属以外的人 透露病人的病情 证文字数足够 以下不是在水字数 1.白丝笑花 无沙沙 极乐净土 2.空降主播 陆小璐 第一个空降 3.JK美少女 顾瑞杰 陪玩1 4.火车窑 阿黎 未见 武商场营业员 风玉亭 公交站偶遇 6.恋爱脑 陈思怡 陪玩2 7.南航空姐 恭敬 机场偶遇 8.双胞胎 代毛姐妹 未见 9.小野猫 徐山 顾瑞杰 闺蜜 10.虎娘们 李威 第一个满唇 11.翘寡妇 李欣然 12.乌拉国主播 妮娜 未见 13.狼人杀主播 小闪电 未见 14.伟明媛 张若曦 健身房蹲点 15.极品金丝雀 林婉辰 16.美女车魔 杨宇斌 车展 17.美艳少妇 陈海霞 露营业 18.排球赔完赵盈 徒弟王子豪 欣宜的女人 19.美女总裁 王子燕 王子豪的姐姐 20.附加千金 秦初岁 避暑室的二代 21.美女医生 秦初夏 秦初岁的姐姐 第239章 感谢苏肖木 老板 家更医 杨凡正准备带着张若曦 跟美女医生道别时 秦初夏淡淡地说道 走吧 我跟你们一起去 顺便看看病人 这是人家的地盘 杨凡当然没有什么意见 于是三个人 一路在过道上走着 走了好远后 秦初夏说了句 这边 杨凡两人没有多想 跟着他转了的弯 随后杨凡心里一震 因为他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坐在过道转角处的一张床边 脸上带着淡淡的忧伤 却勉强挂上笑容 此时正握着躺在床上的 一名老人的手说着话 杨凡心里 突然有些不是滋味起来 因为封玉婷外婆的床位 根本就不是在病房里 可以说就是在过道上 加了一张床而已 姓名 封玉婷 年龄 23 身高 165 体重 50 综合颜值 90 99 状态 正常 亲密度 49 这时封玉婷也感觉到 有人停留在他们这里 转头看了一眼后 首先看见的是秦初夏 他礼貌地说道 秦医生 你来 哎 他话还没有说完 就看见了跟着秦初夏 走过来的杨凡和张若曦 顿时愣住了 眼神中露出了很复杂的神色 他是怎么也没有想到 杨凡会突然出现在这里 杨哥 你 你怎么会在这里 杨凡还没有说话 秦初夏就先说道 你们一边叙旧去 我瞧瞧病人 哦 好好 封玉婷应了一声后 站起身来 带着杨凡移开了几步 去到角落 再次问道 杨哥你怎么会 妹子刚刚开口 就被杨凡打断 只见他有看着妹子的眼睛 问道 当然是来看看你外婆的 这就是你说的家常里短的事情 为什么不告诉我实话呢 妹子文言微微低下头 用手拽住依旧 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 我 我了半天 我不出来一句话 杨凡也没有想让他为难 于是不再提这个事情 而是说道 放心吧 你好好照顾外婆就行了 其他的有我吗 封玉婷直接给听猛了 没有反应过来 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抬起头来 茫然地看向他 这时 杨凡转头朝不远处 正检查病情的美女医生 喊了一句 秦初夏 美女医生看向他疑惑地问道 什么事 能给换个好点的病房吗 住在过道上 也不是办法啊 不利于外婆养病吧 封玉婷的外婆 一看就病得很重 全程都闭着眼睛 皱着眉头 没有说话 秦初夏这时起身 走到他们面前说道 你们也知道 省医的病床很紧张 就连家的床位 都有很多病人在排队等着呢 杨凡虽然知道这是事实 但却不是他想要的答案 想想办法吧 钱不是问题 秦初夏文言厚白了他一眼 没好气地说道 我不喜欢你这种口气 跟个爆发护士的 行吧 但普通病房排队的人很多 不好安排 单人病房的价格高 需求量没有这么大 我尽快给你们安排吧 杨凡感激地点了点头 谢了 有空请你吃饭啊 唉 封玉婷在旁边听见杨凡和秦医生 三言两语 就要给自己外婆转病房 都不跟他这个家属商量一下 就有点猛逼 单人病房的价格 是普通病房的好几倍 并不是他不想让外婆住好一点 但现在连手术费用都恼火 哪来的钱住单人病房啊 于是赶紧说道 你们这是在干嘛呀 单人病房就 就 就不用了吧 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封玉婷脸上的忧伤之色 更浓了许多 很显然 他也很想 外婆住院的环境更好些 但实在是没有办法 这时 秦初夏用询问的眼神 看向杨凡问道 说不说 杨凡点了点头 美女医生健壮看向有些茫然的 封玉婷说道 你不用担心钱的问题 杨凡刚刚已经给你外婆 缴纳了五十万费用 我会很快 给你外婆准备手术 当然 这需要你们家属的签字同意 你知道的 越早手术的话 治愈病人的机会就越大 趁现在还没有恶化 你跟其他家属商量一下吧 秦初夏是打算将手术的事情说出来 这也确实是为病人考虑 所以这样一来 杨凡缴费的事情就瞒不住 封玉婷闻言后 整个人都傻了 他呆呆地看了看秦初夏 又呆呆地看了看杨凡 喃喃自语地问道 可 可以 手术 秦初夏肯定地点了点头 只要家属签字 很快就可以安排手术 封玉婷闻言后 突然眼眶一红 眼泪不争气地 从脸颊滑落 看着杨凡哽咽着想说些什么 但颤抖了好几下嘴唇 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万千思绪只会成一句话 外婆有救了 他到处借钱时 并不是没有想过找杨凡 但几十万不是小数目 以他的还钱能力 他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毕竟他们才认识没有多久 满打满算也就两个月 虽然他知道对方喜欢他 他对对方也有所好感 但如果不是做好了 要嫁给对方的准备的话 这种口是真的不好开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 对方会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又突然给他外婆 缴纳了五十万巨款 这完全就是雪中送炭了 一时间 好多话卡在喉咙里 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封玉婷亲密度加二十 封玉婷的亲密度达到六十 奖励二级反线卡 一张 使用后可获得二级反线 十次 杨凡见这个妹子 直接掌了二十点亲密度 一举达到六十九点后 心里大喜 但看见对方那不断流泪的小模样 又有点联系 他犹豫了一下后 上前将封玉婷一把抱在怀里 妹子一点也没有要挣扎的反应 或许他现在很需要一个怀抱 所以也抱住了杨凡 将头埋在杨凡的肩膀处 小声地抽气起来 杨凡相遇满怀 轻抚着封玉婷的后背 轻声说道 没事了 在他怀里的妹子没有绷住 小声地哭了起来 加羹的第一张 还差三张 昨天只有两百多发电 大佬们给力点啊 看完后 随手赏一两个用爱发电 争取加羹不断 非常感谢 昨天又是欧货的一天 没有糊涂的老板 感谢各位大大送来的各种礼物 和用爱发电 万分感谢 第240章 封玉婷的脆弱时刻 杨凡感受着怀中美女的温度 听着他哽咽的哭声 思绪瞬间回到了 当初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当时 杨凡看见对方那清纯唯美的俏脸 和娇好的身材 心脏就不自觉地扑通扑通 跳着 他因为对方的美貌 和被吓到的紧张表情 心里生起了异样的情绪 所以鬼使神差地上去帮了一下 直到最后 封玉婷上车离开 他才反应过来 忘了要个联系方式 还好两人有缘 随后再次相遇 关系还渐渐地越走越近 直到现在 他已经可以将对方拥入怀里 心里的感觉就挺好 随着这次的事件 杨凡觉得自己拿下封玉婷 只是时间问题 虽然此时的拥抱 大概率是因为 妹子现在心里脆弱 需要一个肩膀来释放情绪 所以他才得逞 但谁在意原因呢 相比起来 结果更重要吧 杨凡一边心情愉悦地想着 一边抱住妹子的手 还稍微紧了紧 使得这位唯美的女生 与自己完全贴在了一起 正在他怀里抽泣着的封玉婷 此时也发现了他的小动作 翘脸顿时红了起来 这个男人此时的想法 他并不是不知道 但他只是稍微犹豫了一下 并没有出现挣扎的举动 而他只要不出现挣扎 或者拒绝的举动 这对杨凡来说 都无意于是在默许 默许他的亲密行为 于是他将右手上移 一边倾抚着妹子的秀发 一边趁热打铁的小声说道 看把你委屈成什么样了 以后发生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 要第一时间跟我说 记住了吗 封玉婷现在虽然十分感动 但听见杨凡这样的语气 又总觉得有哪里不太对 然而 这却丝毫不影响 他嘴上脱口出的硬了一声 记住了 他刚刚说完 又瞬间反应过来 自己这样乖乖地回答 似乎就更不对了 紧接着支支吾吾地说道 唉 不对啊 你 我 由于嘴笨 再加上杨凡刚刚才对他雪中送炭 使得他处于极其感动的情绪中 所以 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 美人在怀的杨凡却感觉好笑不已 他就是故意了 直接将语气带入乘风玉婷 男人的那种 果然这个妹子虽然感觉不太对 有些不知所措 但却优柔寡断地不懂拒绝 因为他知道这个妹子 有些轻微的购物障碍 买东西前需要不断地对比一下性价比 才能做出决定 而这种现象 往往也会附带着一些选择困难症 优柔寡断 且没有主见的他 遇见事情后 是很需要有个他能信任的人 来帮他做出决定的 而杨凡就很乐意成为这样的人 这也是为什么 之前杨凡送他化妆品时 他心里也知道受了不好 好几次都想将东西给退了 却每次都被那姐的三言两语 给劝回头的原因 以杨凡的想法就是 面对这样没有主见的妹子 你不拒绝 那咱就当你同意了 甚至还帮你做决定 于是好笑地说道 什么你你我我的 好了 擦擦眼泪 妆都哭花了 妹子听后 顿时又是一阵不好意思 将埋在他肩膀上的脑袋移开 应了一声 哦 好 杨凡轻轻将妹子给放开 随后转头看向张若曦说道 小张 纸巾 张若曦闻言后 快步走过来 从包包里拿出纸巾递给杨凡 而杨凡抽出一张来 递给风玉婷说道 给 擦擦 风玉婷到了生谢后 接过纸巾 拿出一块小镜子 来左看右看了一会 才开始擦拭着泪痕 看得出他 还是很在意自己的形象 这时 秦初夏已经检查完了 风玉婷的外婆 将手收回来后 皱了皱眉头 站起身 朝杨凡和风玉婷这边走来 他看着正擦着泪痕的风玉婷说道 病人的情况不太乐观 既然钱已经交了 我建议你 尽快与其他家属商议一下 把手术的日子定下来 风玉婷赶紧将小镜子收起 然后看向秦初夏说道 我知道了 我会告诉我妈妈的 秦初夏文言点了点头 没有再说什么 而是转头看向杨凡说道 杨凡 那我就先走了 事情还挺多的 病房的事情我尽快解决 说了句 好的 谢谢了呀 秦初夏对着他挥了挥手 转身迈起大长腿离开 杨哥 这时杨凡听见旁边风玉婷的声音 转头看向他时发现 他难得的抬头看向自己 毫不躲闪地与自己对视 妹子一脸感动地说道 谢谢你 这笔钱就当是我借你的 我肯定会还的 杨凡见风玉婷的表情很认真 他还算是有些了解这个妹子的性子 所以没有去说什么 不用还了这些 而是说道 等你以后有钱了再说吧 对了 我有些疑惑 你外婆的子女们呢 为什么老人家生病了 是你这个外孙女一个人在管 风玉婷闻言后脸色有些复杂 但却没有回答 只是再次将头低下 不再与他对视 杨凡见状心里叹了口气 估计还真像那姐说的那样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他摇了摇头 笑着说道 好了 不想说我就不问了 做出这副鸵鸟的模样干什么 开心点 外婆的病肯定会很快痊愈的 风玉婷再次看向他 坚定地点了点头 嗯 外婆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秦医生说了 手术的成功率是很大的 杨凡虽然在安慰风玉婷 实际上他并没有表面上这么乐观 近三十万的手术费用啊 可想而知 这绝对不是一台小手术 老人家的年龄大了 上手术台的话 可不比年轻人 不过他当然不会表现出来 更不会去跟风玉婷聊这个话题 这时风玉婷这妹子的声音再次响起 杨哥 你跟秦医生认识吗 杨凡与秦初夏互称名字 对方走了 还特意跟他说一声 要说两人不认识都没有人相信 所以他笑着点了点头 嗯 是朋友来着 他一定会对外婆的事情很上心的 第241章 风玉婷的母亲 风玉婷文言后明显松了口气 看向杨凡的眼神 更加感激了几分 如果不是这个妹子 正卡在69这个亲密度的节点上 他相信 妹子的亲密度 肯定会再迎来一波增长 随后杨凡突然想到了什么 开口问道 你一个人守在这里 吃晚饭了没有 封玉婷听见她的询问后 顿时一震 随后又开始吱吱吱吱起来 我 嗯 那个 吃过了 杨凡听见这妹子的回答后 一脸都不相信 好笑地说道 你个傻瓜 撒谎都不会撒 你要好好吃饭 好好休息 才有精力来照顾外婆 以后不许这样了知道吗 封玉婷这次面对她这样的口气 竟然很自然地就给了回忆 哦 我 我只是午饭吃的碗 之前没有胃口 杨凡听后随口又问了一句 那外婆吃了吗 封玉婷脸上顿时又出现难过的神色 可怜巴巴地说道 外婆 外婆她 吃不了东西 她 杨凡见这妹子说着说着 眼眶又开始红了起来 一副很快就要哭出来的小模样 赶紧上前一步将她给搂进怀里 好了好了 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了 放心吧 外婆没事的 再次被杨凡抱住的封玉婷 还是没有挣扎 看来是真的默许了她的亲密行为 这对她来说 绝对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她不知道的是 封玉婷被她今天雪中送炭的做法 给感动的不要不要的 再加上亲密度暴涨 69可不低了 算下来 已经和很多感情不错的情侣差不多 本来就明白杨凡心意的封玉婷 想到对方今天的所作所为后 心里不自觉地冒充一个想法 这是一个值得自己依靠的人 从而直接导致她心里 不愿意做出拒绝对方的举动 这基本上就是处于沦陷的边缘了 而且 因50万的巨额医疗费 封玉婷对此 还是有些心理负担 虽说她准备慢慢还 但心里是不愿意 因为自己拒绝的举动 让杨凡伤心的 杨凡虽然不知道封玉婷的具体想法 但对于妹子连续两次默许她的亲密举动 她也知道自己理拿下不远了 现在的重点是她与普通男人不一样 她可是 一个已经有了不少女人的男人 天知道封玉婷在知道情况后会怎么选择 所以她觉得 时机尚未成熟 还是要以刷亲密度为主 眼下正是对方最脆弱的时候 对她来说是个好机会 所以她决定 这段时间一定要多陪伴封玉婷一下 这时想通关节的杨凡 转头看向身后不远处 正有些百无聊赖的张若曦说道 小张 下去买一些吃的东西上来 张若曦闻言后反应很快 好的杨总 我去去就回 她离得不远 当然把杨凡和封玉婷的对话听了去 此时心里 还挺羡慕这个长相清纯唯美的女生 她看得出来杨凡挺宠爱对方的 但她却没有表现出来 甚至假装没有看见两人撒狗粮 所以杨凡一说让她去买些吃的 她就知道 是去给这个女生买晚饭了 并没有多嘴去询问 转身就离开 封玉婷在杨凡怀里说道 杨哥 不 不用麻烦小姐姐了吧 我 但她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杨凡打断 听话 她是我助理 买个东西而已 这本来就是她的工作 麻烦什么 那好吧 这里毕竟是医院的过道转角处 人来人往的 已经有不少路过的人 往这边多看两眼 所以杨凡虽然很享受 抱着封玉婷的感觉 但也没有抱太久 就将对方给放开 我们去看看外婆 好 随后两人来到 封玉婷外婆的床边上 妹子就负责看顾外婆 而她就负责陪妹子聊天 安慰并开导妹子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伴 杨凡心里很清楚 在这种时候 陪伴在脆弱的封玉婷左右 比说任何情话都管用 很快 张若曦也买了不少吃的回来 至此 陪伴封玉婷的人 又多出来了一个 或许是知道 封玉婷这妹子 必将会成为杨凡宠爱的女人之一 所以 张若曦总是有意无意的 想与对方拉近关系 并且进展的还比较顺利 杨凡对于这种事情 倒是不介意 所以她只是 发微信消息提醒了张若曦一下 就随她去了 她相信 张若曦看见信息后 不会傻到在封玉婷面前胡言乱语 这样一来 基本就不会出现什么幺蛾子 三人在这里 一待就是两个小时 这时封玉婷接了个电话后 对杨凡说道 杨哥 你们还不回去吗 杨凡文言后笑着说道 在陪陪你 对了 你晚上睡哪里 封玉婷有些感动地看着她 我不睡医院 我妈一会就过来换我了 我回去睡 是你和阿姨 换着在医院陪床吗 嗯嗯 是的 封玉婷见杨凡听到自己妈妈 要过来 也丝毫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心里想着 要是杨哥现在就跟妈妈见面的话 可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啊 于是试探着说道 杨哥 要不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杨凡一听就知道了封玉婷的意思 只见她看着妹子好笑地调侃道 怎么 怕我跟阿姨见面 我见不得人吗 啊 封玉婷以为杨凡误会了 赶紧解释道 不是的 不是这个意思 杨哥 我只是 只是 杨凡见这个不善言辞的妹子 又不知道怎么解释了 感觉有些好玩 阿姨迟早是要跟我见面的呀 难道她不会问你 交到医院的钱 是哪里来的 我在这里 你不是要好解释很多 唉 对啊 封玉婷一听杨凡这样说 也感觉很有道理 于是 她不再提这件事 但只要一想到自己妈妈马上就要来了以后 心情多少有些复杂 然而不到半小时时间 一名看上去三十多岁 封玉尤存的美妇人正缓缓朝这边走来 这名美妇人没有怎么打扮自己 穿得也比较普通 看上去是很贤惠的那种家庭主妇 但却长得真心不错 当她离近这边时 系统的声音适时出现 检查到有效消费对象 是否查看信息 第242章 胆谢苏肖木老板 加根二 走过来的这位封玉尤存的美妇人 虽然有系统的提示 但却不是特别的惊艳 所以此时满心都是攻略封玉亭的杨凡 并没有过多去在意 而是看向身边的妹子正准备说话 然而话没有出口就卡壳了 因为她旁边的封玉亭 竟然对着走过来的美妇人喊了一声 妈 你来了 妈 杨凡文言后有惊讶地再次转头 看向这位看上去三十多岁的美妇人 感觉有些不可思议 这竟然是封玉亭的母亲 说是姐妹也没有人会怀疑吧 难怪封玉亭这个妹子会长得这么青春唯美了 连她母亲都是达到系统认证的美女 她能差得了吗 杨凡反应也很快 跟着就喊了一声 阿姨 虽然感觉喊一个感觉 没比自己大多少的美女为阿姨多少有些奇怪 但人家是自己准女人的妈妈 这也不能去喊姐吧 美妇人看向杨凡和张若曦时愣了一下 看她这反应就知道 封玉亭并没有告诉她两人在这里的事情 这也难怪 封玉亭在接到她妈妈的电话时 并没有想到杨凡两人不打算离开 所以也就没有说有朋友在这里 美妇人此时温柔地笑了笑 出声说道 你们好 你们是婷婷的朋友吧 谢谢你们过来陪她 杨凡不亢不卑地说了句 阿姨客气了 随后她竟然鬼使神差地默念了一句 查看 姓名 杨曼 年龄 44 身高 163 体重 50 综合颜值 85 97 状态 正常 以生育 亲密度 零 果然 这个女人的年龄很具有欺骗性 怎么看也不像是已经40多岁的人 并且都这年龄了 还能有85点的综合颜值 难怪封玉亭会长得这么漂亮 原来是基因好 不过杨凡当然不会对自己的准岳母 有什么想法了 单纯就只是好奇地看看数据而已 按年龄算 美妇人是21岁的时候 生下的封玉亭倒也不是特别走 但岁月是真的没有在她脸上留下多少痕迹 随后杨曼对封玉亭说道 婷婷 辛苦你了 现在妈妈来照看外婆 你跟你的小伙伴们回去吧 早点休息 封玉亭文言犹豫了一下 但还是开口说道 妈 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说 嗯 杨曼见女儿的神情略显认真 对自己女儿很了解的她 知道对方要说的事情可能不简单 于是温柔的一笑 你说吧 在这里说方便吗 随后杨曼的面色有些古怪起来 因为 她看见自家女儿 转头看向旁边的男人 似乎带着询问的目光 而那个男人 只是随意地耸了耸肩 她有种感觉 或许自家女儿 跟这个男人的关系不简单 暗想着 难道婷婷谈恋爱了 想到这里 她开始认真地打量起杨凡 但刚刚开始打量女儿的声音就传来 将她给打断 妈 秦医生要给外婆安排手术的时间 是你来签字 还是我来签 杨曼文言后一愣 随即眼中露出一丝悲伤的眼神 但很快就恢复正常 继续温柔地笑着 婷婷 这是你就别管了 妈妈会想办法借到钱的 你放心吧 她没有听明白女儿的具体意思 以为是秦医生 今天来跟女儿聊手术的事情 她又何尝不知道 越早手术的话 成功率就越高 躺在病床上的老人 可是她的亲妈 而且 因为她是最小的一个女儿 所以老人家最宠爱她 连带着对婷婷也爱屋即屋 她最近也在到处借钱 想治好母亲的病 但天不遂人愿 直到现在为止 加上女儿的存款和借来的钱 却只有十万出头 还差一大截呢 本来她们家庭条件是还不错的 她老公 也就是婷婷的父亲 是做生意的 以前也赚到了些钱 但好景不长 这几年大环境不好 不但赚的钱全都亏进去了 还负债很多 家里的车也卖了 房子也抵押出去了 愣是还欠下不少债务 老公不想牵连她们母女 所以现在是离婚状态 杨曼为数不多的朋友 基本都知道她家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 她还能借到几万块钱 还真就不得不说是 她以前人缘很好了 老公那里是指望不上的 但凡有点钱都会被强制还债 而自己的两个姐姐也指望不上 因为老人家从小就偏爱自己 两个姐姐对此本来就颇有威慈 再加上大姐家里的儿子 前段时间竟然被查出 利用植物质变私吞公款 不将钱补回去 就要坐牢 更要命的是 之前大姐家儿子又是买车 又是给父母买这样买那样的 还经常花天酒地 所以早就花出去了很多 在儿子和母亲的选择中 大姐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她的儿子 现在正焦头烂额地帮儿子补窟窿呢 根本没有打算来管老人家 而二姐家里的日子也不好过 丈夫早年伤到了身体 是个病秧子 没有赚钱能力 全靠她一个人打工养家 可怜巴巴地拿了一万块钱出来 所以母亲病重的事情 就全落在了她一个人头上 风玉婷也是知道家里情况 所以她这段时间也在尽可能地借钱 然而就那姐那里借了她三万块钱 其他人最多的也就是三五千 风玉婷哪里会不知道 妈妈根本就是已经把能借的地方都借了 说这话就是在安慰她而已 所以她赶紧将好消息告诉母亲 妈 外婆动手术的钱 杨哥已经给交了 现在只需要签字就可以安排手术了 杨曼闻言后有些猛 一脸不可置信地看向女儿问道 婷婷 你说什么 风玉婷认真的看着妈妈再次开口 我说外婆的手术费已经够了 只要我们签字就可以安排手术 杨曼听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若不是她知道 自家女儿不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 她铁定不相信 怎么回事 钱哪来的 婷婷 你的妈妈说清楚 风玉婷满脸感动地说道 今天杨哥知道了我们家的情况 所以就来医院给外婆交了五十万的医疗费 已经足够动手术和后续治疗了 这是家庚的第二章 还差两章 昨天用爱发电数有了好转 三百多个 累计六百 看完的大佬们随手赏一两个吧 非常感谢 昨天有大佬提醒作者 可能有些大佬不知道怎么发电 作者在下面截图教一下 感谢你们的支持 感谢多来点颜色 大大送来的 十张催更服 感谢各位大大送来的各种礼物和用爱发电 万分感谢 走过路过的彭于燕请留步 有钱的捧个钱厂 有人的洞洞 你们发财的小手 送三个免费的用爱发电吧 万分感谢 先点张杰末尾的这里 感谢大佬们的发电支持 每人每天可以发电三次 累计两千个发电 加更一张 第243章 热情的美淑妇 杨哥 杨曼听见女儿的话后 顿时陷入了惊喜当中 看见女儿说话时 偶尔看向旁边那个男人的神态 他隐隐猜出了所谓的杨哥是谁 于是 他也转头看向杨帆 满脸感激地说道 谢谢你对我们家伸出援手 这个钱 我们一定会还的 只是时间可能会有点久 谢谢你 说着 杨曼就伸手过去 抓住杨帆的手 嘴里不断说着感激的话 看得出来 他在知道老人家的手术费有着落了以后 整个人显得很激动 杨帆任由对方握着手 嘴上赶紧说道 阿姨不用这么客气 钱是小事 什么时候还都行 我跟婷婷是很好的朋友 她有事情 我搭把手是应该的 她没有去说钱 不用还了之类的话 怕这两母女 把事情给想复杂了 毕竟一个人无条件地 拿出五十万来帮助另一个人 这种做法还是比较奇葩的 会给人一种 你有什么目的的感觉 杨曼闻言后 放开了握着杨帆的手 看了看自己女儿 又看了看这个男人 脸上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 作为过来人的她 哪里会看不出 这个男人这么做 肯定是对自己女儿有意思 女儿现在年龄也不小了 谈恋爱什么的 她倒是不反对 或许之前还会担心 自家这个有些单纯的女儿 遇人不输 以至于被渣男给骗了这些 但现在她心里 对于这方面的担忧降低了很多 因为以她的想法来看 一个男人 嘴上的甜言蜜语 即使说的再真诚再动听 也只能信一小部分 要了解这个男人到底怎么样 最直观的做法 就是看她是怎么做的 所以今天杨凡的这种 义无反顾 伸出援手的行为 获得了她的好感 只是她在想着 会不会是自己女儿 答应了对方什么事情 才使得对方帮忙的 虽然这样想 但却没有太过于担忧 因为只要不是高利贷 那往最差的方面去想 也就是自己女儿 答应了做对方女朋友之类的 这就是她不担忧的原因 因为她觉得 女儿如果真跟这样 可以面不改色 拿出50万 来帮起亲人治病的男人交往的话 她还是很放心的 这种事情 可不是任何男人 都能做得到的 于是她看向杨凡的目光 越发顺眼起来 嘴上更是拉起了家常 小杨 阿姨就这样称呼你吧 杨凡文言点了点头 嗯 没关系 阿姨叫我小杨就行 杨曼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继续说道 小杨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贸然拿出这么多钱 来帮助我们家 这对你会不会造成负担 杨凡一听这话 就多少感觉到 有些不太对劲 虽然初一听上去 像是在关心自己 但她却感觉不完全是这样 更多的应该是 这位美妇人 想从侧面了解一下她的情况 至于为什么对方 想了解她的情况 这就显而易见了 这位美妇人 肯定是猜测到了 自己想跟她的女儿 有点什么 所以有点丈母娘 看女婿的味道了 面对这些 她倒是无所谓 因为在这方面 她现在可是有着 十足的底气 如果是当初的穷屌丝 或许面对这种情况 会表现得有些手足无措 但如今 杨凡已经自信地 把自己当做了天选之子 所以 面对这种情况 丝毫不虚 这点钱不会对我造成任何负担 我是做投资的 平时爱投一些公司 工会和房产什么的 日子过得还算滋润 她这日子过得能不滋润吗 每天屁事不干 不是在享受生活 就是在享受生活的路上 杨曼听后眼睛一亮 见对方这副轻描淡写的模样 真就有点没把50万 当回事的味道 顿时对这个准女婿 越发认可起来 她自己在这方面的选择 并不算什么良配 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 这种感觉越发强烈 因为 她母亲病重 担子全在她一个女人身上 每天厚着脸皮 跟所有认识的人开口借钱 忍受着敷衍和冷眼 这种滋味真的不好受 但她别无他法 为了给母亲治病 她只能硬着头皮 去做这些她不喜欢做的事情 天知道这段时间 她多想有个依靠 所以 杨曼希望自己女儿 别步了她的后尘 长得帅 和所谓的潜力股什么的 真的很靠不住 这是她深有体会 还是杨凡这种 已经正下不菲家业的实干家 要香得多 现在看来 女儿比自己更加有眼光 找到了一个可以依靠的男人 她对于自家女儿的性格 有所了解 所以打算私下里 给女儿做做工作 想到这里后 她没有继续去与杨凡深聊 这种事情点到极止就行了 问多了 保不准会适得其反 仅凭杨凡刚刚的回答 她心里已经是有底了 于是露出欣慰的笑容 没有太过于影响到你的话 那阿姨就放心了 小杨你 还真是年少有为呢 杨凡可不知道 她短短的两句话 就已经帮自己找到了个强缘 使得准岳母 打算给风玉婷做工作 这可比娜姐他们帮忙的力度 要大上很多 也就代表着 风玉婷这小美女 大概率是跑不掉了 但这丝毫不影响她与杨曼寒暄 为的就是留下个好印象 而风玉婷在边上颇为吃惊的 看着妈妈跟杨凡聊得热火朝天的 就像是早就认识了一样 多少感觉到有些不科学 很显然 杨曼在社交方面 要比她的女儿好上不少 显得大大方方的 给人感觉很好 并没有不善言辞的缺点 风玉婷在这方面 应该是继承了她的父亲 一个不善言辞的生意人 最后弄得自己负债累累的 似乎就不会太过奇怪了 这时杨曼怕冷落了一边的张若曦 于是在与杨凡聊天之余 还不忘与对方寒暄几句 这小姑娘长得可真漂亮 你跟我们家婷婷谁大一下 张若曦见对方跟自己说话 赶紧露出礼貌的笑容 看向杨曼 阿姨 我比婷婷大一岁呢 您叫我小张就行了 我是杨总的助理 她之前想跟风玉婷搞好关系 所以 两个妹子已经知道了互相的年龄 杨总 第244章 风玉婷的家 杨总 杨曼文言后 将这信息记在了心里 虽然她感觉杨凡身边 有一个这么年轻漂亮的助理 多少有些不妥 但她可不会贸然说出来 依然对张若曦颇为热情 而且她心里认为自己的女儿 继承了自己和她爹的良好基因 在外貌条件方面 明显比这个漂亮的女助理 更具有竞争力 但也不能掉以轻心 自己还是得花时间 教教女儿这方面的事情 这个男人很优秀是没有错 但越优秀的男人 他身边的狂风浪蝶就会越多 好东西往往会引来人们争抢 如果是让自己女儿 紧紧抓住这个男人 与其他女人去斗智斗勇 他估计就自己女儿那个二傻子 肯定是做不到的 为了女儿不至于犯傻 将来因为这种事情 错过了这个优秀的男人 他觉得 在这方面做做工作 还是很有必要的 如果被杨凡知道了 杨曼这位美妇人此时的想法 他肯定会大呼 遇见知己了 这简直是最强援军吗 几人又寒暄了一回之后 杨曼说道 小杨 天色也不早了 听听他一个人回家的话 阿姨多少有些担心 能不能麻烦你送他一下 杨凡文言差点没有笑出声来 这句话让他清楚地知道 这位美妇人 对于他与风玉婷的事情 不但持支持态度 甚至还直接上手开始撮合 这种龙国好岳母 哪里找 对此 他肯定不可能有什么意见 直接就点头答应了下来 阿姨放心 我一定把婷婷安全送到家 杨曼见他表态后 满意地点了点头 那太好了 小杨 听听就麻烦你了 杨凡总感觉 这位美妇人 经常会出现 话里有话的情况 这是在暗示自己 他把风玉婷 托付给自己了的意思 当然 这只是杨凡自己的想法 毕竟杨曼的这句话 很有可能就只有表面意思 反正怎么说都说得通 但杨凡肯定是 直接按自己的想法去理解 这是毋庸置疑的 于是他认真地说道 不麻烦 这是我应该做的 杨曼听后 眼里出现了笑容 感觉跟这个男人 说话就很轻松 不用说得太明白 对方就能理解自己的意思 于是欣慰地点了点头 而一边的风玉婷 可不知道自己的妈妈 和杨凡三言两语 就当着自己的面 将自己感情方面的事情 给落实了 没听出来能怎么办 这不 还跟他傻笑呢 而张若曦在这方面 却要敏感不守 他听出来了 但他装傻充了 心里却暗想着 这风玉婷的妈妈 居然一点也不古板 看来他很清楚 杨凡这种男人的价值 张若曦很有自知之明地 直接跑后座去坐着 而杨凡主动给风玉婷 打开了副驾驶的车门 妹子也没有多想 顺着他的意思 就坐了进去 当杨凡坐进驾驶位时 第一件事 就是将身体向风玉婷靠过去 然后伸手拿过安全带 帮妹子系上 随即转头看向妹子 近在咫尺的翘脸 他没有说话 只是对着妹子微微一笑 风玉婷见对方这姿势 就像再抱自己一样 虽然被对方离这么近 看他的做法 给弄得有些脸红害羞 但却并不排斥这种感觉 相反还吐气如蓝地说了句 谢谢 杨凡顿时感觉香味扑鼻 脸上的笑容更剩了几分 随即才撤回身体 给自己也系上安全带 然后一脚油门将车开走 后座的张若曦见到前面 两人这猝不及防的狗粮 只是翻了翻 好看的白眼 什么也没有说 他在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十多分钟后 车子在风玉婷的指引下 缓缓驶入一个 有些年头的小区 这是风玉婷说道 杨哥 到了 就是这里 杨凡应了一声 好 等我找个位置停车 风玉婷文言一愣 脱口出地说道 就在这里停吧 我在这里下就行了 杨凡好笑地说道 那怎么行 我可是答应了阿姨 要把你安全送到家的 唉 风玉婷的第一反应就是 这不是到家了吗 然后才反应过来 这个男人的意思 知道了 对方是要送他上楼 真正意义上地送到家 对于这样的事情 他心里并不排斥 相反还觉得 杨凡很贴心 所以就没有再提要下车什么的 停好车后 杨凡对后座的张若曦说道 我送婷婷上去 你在这等我一下 张若曦当然没有意见 很听话地回应 好的杨总 我知道了 实则心里在吐槽 都跑美人家里去了 如果人家爸爸不在家的话 你确定你还会下来 但他不会去说这些 反正对方不下来的话 肯定会跟他说一声 不大可能让他在这里一直等 之后 杨凡与风玉婷并肩而行 他没有想到 这妹子住的居然是不提防 难怪这个小区的楼层普遍不高 基本都是六楼的样子 妹子却很熟练地 带着杨凡爬楼梯 带走到五楼后 笑着说道 到了 等以后有钱了 我一定要给妈妈 换个电梯房住 天天爬上爬下的 很不方便 杨凡文言后 瞬间捕捉到了一个关键点 这妹子说的是 给妈妈换个电梯房住 完全没有提到爸爸 这使得他多少有些猜测 但他没有去问 而是鼓励般地说道 你一定可以的 妹子甜甜一笑 拿出钥匙把门打开后 转头看向他 杨哥 我到了 谢谢你送我回家 你回去的时候 开车慢一点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杨凡却好笑地说道 怎么 不请我进去喝杯水 就迫不及待地 要赶我走了 啊 风玉婷一听这话 就知道了这个男人的意思 这种桥段在电视中可不少 所以 他此时很为难不善言辞的他 又不知道该怎么说 才能好好表达出自己的意思 不让杨凡误会他 所以呆呆地犹豫了好一会 啥也没有说出来 心里有些急了 杨凡见面前这个美女的表情 就大概猜到了他的想法 并没有要为难他的意思 而是好笑地吐槽的 你在胡思乱想什么呢 我喝杯水就走 不会赖在你家的 第245章 感谢苏肖木老板 加更三 风玉婷听见杨凡这样说 反而不好意思起来 感觉自己有点 以小人之心夺 君子之父了 赶紧说道 杨哥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快请进 我去给你倒水 杨凡走进风玉婷的家里 四处打量了一下 屋子不大 但却十分干净整洁 物品也摆放得整整齐齐的 家里果然没有其他人 这从刚刚在门口时 风玉婷那很犹豫的表情中 就已经猜到了 看来这妹子的父母是分居的 杨哥 你喝水 妹子已经接好一杯 谁走过来递给他 确实有点口渴了的杨凡 一饮而尽 然后准备找地方放杯子 妹子这时说道 拿给我就行了 需要再来一杯吗 杨凡文言故意笑着逗他 你当时买饮料中奖吗 还再来一杯 果然妹子脸上露出了笑容 看来你是不需要了 他把一杯往厨房走去 但很快又走了回来 刚刚回来的风玉婷 还没有来得及说话 杨凡就先开口 好了 谁也喝了 你也安全到家了 那我就走了 风玉婷没有想到 这个男人这么干脆 真就是进来 只为了喝杯水 连做都不做一下就提出要走 这使得他有些惊讶 但也为自己过度揣测人家 感到有些不好意思 于是嘴上说道 杨哥 那我送送你 杨凡笑着看向他 我刚刚才把你送回家 你又送我 别送来送去的了 抱一下 护道一声晚安我就走了 唉 风玉婷很想说 自己只是打算送他到门口而已 但此时已经被过于主动的杨凡一把抱住 这使得他有些紧张 杨 杨哥 虽然妹子此时很紧张 怕抱着自己的这个男人 有什么过多的想法 但却没有推开对方 只是说话有些结巴 杨凡却只是紧紧地抱了一下风玉婷 感受了一下这个美女的温度和曲线后 就在他耳边轻声说了一句 晚安 好好消息 做个好梦 随后很果断地将手给放开 然后转身就走 当他都走到门口时 还在原地傻愣愣的风玉婷才反应过来 赶紧追过去喊了一声 杨哥 刚刚出门的杨凡回过头去看向门口的妹子 带着询问的目光 风玉婷对着他甜甜的一笑 如百花齐放一般 嘴上小声地说道 晚安 今天 谢谢你 杨凡笑着对妹子挥了挥手 转身就走 而妹子站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 笑容一直挂在脸上 是的 杨凡真的离开了 因为她现在可是一个有格局的天选之子 很清楚 这时并不是吃掉风玉婷这个可口美味的好时机 不然就多少有点邪恩图报的意思了 要吃也要正大光明地吃 打算等妹子外婆的事情到一段落 好感再提升提升 摊牌以后再吃 她不知道的是 正因为她这样的行为 使得风玉婷对她生起了浓浓的好感 虽然没有直接长亲密度 但那是因为突破七十需要有思念的因素 而现在增加的好感并不会消失 只能说 厚积薄发 当突破七十大关后 必定会再往上涨几点 杨凡回到车上后 本来坐在后排的张若曦已经坐到了副驾驶 她的第一反应就是 风玉婷的父亲在家 这个男人没有得逞 心里虽然感觉有些好笑 但却没有去提这个话题 而是问道 杨哥 我们现在去哪里 杨凡看了一眼旁边的张若曦 笑着说道 今天表现不错 待会给你发两万块奖励 张若曦闻言后心里大呼 好家伙啊 这个男人是真的大手笔 动不动就是按万算的奖励 这种龙国好老板去哪里找啊 至于杨凡后面的话 他根本就没有当回事 因为让老板开心 本来就是他的本职工作之一 反而杨凡的慷慨大方 使得他暗暗下定决心 待会一定要尽心尽力 并且打算 以后好好追随这位龙国好老板 一小时后 张若曦与杨凡相拥在一起 杨凡也享受着此刻的宁静 用手轻轻抚摸着妹子的后背 这是家庚的第三章 还差最后一章 果然 昨天发了发电的教程后 发电数量多了不少 达到了400多 现在累计破千 看完的大佬们 记得随手赏一两个免费的用爱发电啊 每人每天可以送三次 累计两千就加更 感谢大佬们的支持 你们的支持就是 我马自的动力 感谢圣教堂的旅亲 大大送来的 抱更洒话 免费的用爱发电赏一两个 感谢大佬们 第246章 张若曦的试用期合格 杨凡虽然嘴上说着还有怒气 实际上 刚刚也算是过瘾了 看见张若曦这副 任凭处置的表情和语气 他正想逗弄一下这个妹子时 突然见到有亮光出现在车外 很快就有一辆汽车驶过 原来是车子的大灯 这时他才想起 这里可不是完全没有人路过的地方 又是一个小时过去 此时 张若曦有些欲哭无泪的看着杨凡 心里想着 虽然这个男人非常慷慨大方 但他的钱也是真的不好赚 他此时竟然心里出现松了口气的感觉 因为他知道 今天的工作应该是顺利结束了 杨凡靠在靠背上休息了一会后 才看向一脸欲哭无泪的张若曦 好笑地问道 你那是什么表情 张若曦用手揉了揉翘脸 然后摇了摇脑袋 直接投入他的怀里 小声说道 讨厌 还不是因为你 杨凡健壮也知道 今天张若曦有点够呛 用手搂着他笑了笑问道 怎么样 这份工作还愿意继续干下去吗 他对张若曦丝毫谈不上怜香惜玉 因为本来就是图开心 所以完全就是怎么开心怎么来 在取消了所有中场休息的情况下 感觉确实是非常得尽的 很让他神清气爽 但这妹子确实就有点辛苦了 一切都因为 即使她累了 也没有让张若曦闲着 本来她以为这个妹子会颇有怨言 然而在她询问下 妹子瞬间表态 当然要继续了 我只是有点不习惯 以后就好了 张若曦心想 自己都这样了 傻子才中途放弃呢 虽然有时候有点那傻 但有时候还是蛮有感觉的 并不是很难接受 杨凡文言后 揉了揉怀中妹子的秀法 好吧 那我宣布 你试用期合格了 张若曦文言一证 随即露出了笑容 从她怀中撑起身子 满脸喜悦地看着她 甜甜地说道 真的 那人家可以一直跟着你了 张若曦此时 就多少有点 守得云开见月明的感觉 心里感叹 果然 付出是有回报的 也不算辜负了自己的这份努力 但杨凡却看着她说道 那就要看你自己了 如果我发现 你跟其他男人有什么牵扯的话 随时会辞退你 别小看了我的情报网 张若曦文言后 想都没有想 就答应了下来 表情认真地保证着 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我还是知道的 在伪明园圈子里 私混的张若曦 又怎么会不知道 男人最接受不了的是 情是什么呢 自从她放弃高傲 主动提出 想做杨凡女人的那一刻起 她就已经把这些全都想清楚了 本来就不知道 爱情为何物的她 并不觉得这样做回亏 她甚至在听见杨凡说 这种话时 心里还有些窃喜 心想 这至少证明了 这个男人 多少还是有些在意自己的 且不管他的出发点是什么 但自己的行为 能微妙地影响到他的情绪 这绝对是不改的事实 一点都不在意自己的男人 只会将自己当做工具 哪会要求这样要求那样的 自己做什么 人家根本不在意 每当需要自己时 自己出现就行了 不得不说 从某些方面来说 张若曦这妹子 还是想得挺透彻的 杨凡虽然不打算 将她纳入后宫 但也确实接受不了 她被其他男人碰 坏了规矩就必须滚蛋 反正不缺你一个 杨凡也知道 这个妹子不笨 该怎么选择 在她心里 肯定是有底的 所以没有 继续这个话题 点到极止就行了 随后她直接拿出手机 来赚了两万块钱 给张若曦 在妹子 正高兴是说到准备走了 妹子笑着应了一声 麻利的开始收拾起来 很快就回到副驾驶 不起了妆 刚刚涂好唇膏 就开口问道 杨哥 现在已经很晚了 要不你去我那里 将就一晚吧 我自己租的房子 杨凡只是稍意犹豫 想到 现在已经是午夜 林婉成那个大美人 平时生活很自律 此时肯定早已入睡 那就没有必要去她那里 将她给吵醒 于是随意地应了一声 可以 你住哪 张若曦文言后 顿时心里涌出一阵喜悦的情绪 她刚刚只是试探着提议一下 没有想到 这个男人真的答应了下来 总感觉自己 在他心里的地位 正在渐渐提升 这可绝对是一件 值得高兴的大好事 张若曦赶紧说道 杨哥 我住花果园 杨凡文言后 嘴角不自觉地抽了抽 只因为这个地方 在避暑市 实在是太出名了 这可是有着宇宙 第一神盘美誉的花果园 仅仅占地六千亩的地方 住着五十多万人口 楼房非常密集 且几乎都是四十多层以上的 这里的房价不高 导致很多外地人 喜欢来这里租房住 一套小房子 合租五六个人是常态 鱼龙混杂之下 就出现了各种传闻 比如 即使齐天大圣孙悟空 来到花果园 都会被骗走金箍棒 杨凡是没有想到 张若曦这妹子 会跑到这么出名的地方 去租房子 好在妹子刚刚说了 是一个人住 没有随波逐流 去与一堆人合租 第247章 非常牛逼的女人 张若曦见自己说了住址后 杨凡没有回应 好奇地转头看向她时 发现她的表情十分古怪 顿时就猜测到 对方心里在想些什么 随即一脸好笑地说道 杨哥 那地方其实也没有 传说中的那么恐怖了 至少我是没有遇见过骗子 那里环境不错 而且租房不贵 挺适合打工族居住的 当然 我们也可以在附近找一家酒店 杨凡虽然很少去那里 但也不是没有去过 当然知道 传闻是夸大了很多的 而且 一般是在那里找工作的人 才会有概率被骗 所以她露出这副表情 只是为了逗逗妹子 实际上丝毫没有在意 于是淡淡地说了句 没事 当车子在张若曦的指引下 开到她居住的地方后 已经是半个多小时过去了 此时时间来到半夜 但一路上 依然有很多人在外面 也有很多店铺开着门 直到他们停好车进入小区时 才渐渐地看不见人影 这时杨凡搂着张若曦去按电梯 谁知电梯门刚一打开 就吓了两人一跳 呀 张若曦惊叫一声 就转身扑到杨凡怀里 随后又转头 看向电梯中 发现是个女人坐在地上后 才松了口气 是的 电梯门一打开 他们就看见一个 披头散发的女人 坐在地上 身体靠着电梯壁 连杨凡都被吓到了 检查到有效消费对象 是否查看信息 卧槽 突然出现的系统提示 使得杨凡多少 这时张若曦松开杨凡后 用小手拍了拍胸口 一副惊魂未定地说道 吼 吓死我了 杨哥 他应该是喝醉了 杨凡也看出来了 甚至闻到了一股酒味 这妹子应该是刚刚喝完酒 准备回家 结果在电梯里就醉倒了 看着年纪不大 还是个系统认可的美女的情况下 这样喝法 也不怕被人给捡走了 他好奇地默念了一下 查看 姓名 李志英 年龄 26 身高 162 体重 48 综合颜值 82 -108 状态 不孕 严正 不调 轻密度 零 我特么 这是何等的卧槽啊 当杨凡看见对方的年纪和纯洁度后 顿时孤独一声 不自觉地咽了一口口水 瞪大了眼睛 脸上写满了震惊之色 他开始看见108时 还以为是看错了 怎么会有超过100的呢 随后 看见旁边有一个复数的符号时 他直接被雷得不轻 居然还有这种操作 这一刻 他的三观被彻底刷新 这还是他获得系统后 见到的第一个这么离谱的女人 本以为出来做生意的妹子 很难在综合颜值一项上超过80分 然而现在他知道 是他肤浅了 这时张若曦已经在一边喊道 喂 你没事吧 醒醒 杨凡见状一把拉住张若曦 深怕他跑过去碰这个牛逼惨了的女人 这时 坐在电梯里的女人 被张若曦的声音给喊醒 只见他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 挣扎着想站起来 奈何却没能如愿 随后 他眯着眼睛 看向门外的杨凡 张开双手说道 老公 报我 杨凡这时 看见了这个女人的正脸 只见他脸上的妆容全部花了 弄得满脸都是黑色 显得丑拉巴唧的 丝毫看不出来 这是一位拥有82点综合颜值的女人 倒是身材是真的不错 也难怪 他生意那么好了 杨凡当然不会去报这个女人 而是对张若曦说道 帮他报个警 然后我们坐另外的电梯 虽然这个女人明显不怕被人给捡走 但他见张若曦有一帮忙 应该是不希望出现点什么事情 但其他忙就没有必要帮了 顺手而为地帮忙报个警 让警察叔叔来处理 还是可以的 张若曦倒是也听话 再加上觉得杨凡说的这种办法很可行 所以拨打了电话 而坐在地上的女人 满脸醉意地对着杨凡问道你报 不报 说话都大着舌头 完全是吐字不清的状态 即使这样 他还不忘让杨凡抱他 若是以前没有系统的那个穷表司杨凡 或许就顺势而为地去报了 毕竟他当时那种情况 想跟这样的女人有点什么 估计都得损失一半家产 而现在的他只想吐槽一句 我抱你大眼 于是直接不搭理这个罪鬼女人 搂着张若曦就往另外一个电梯走去 而这时张若曦也将罪鬼女人的情况 跟警察说了一遍 在讲清楚位置后挂掉了电话 杨凡在电梯里说道 以后遇见这种情况 少管闲事 最多帮忙报个警 知道吗 张若曦笑着点了点头 我知道了 说完就将自己的身体贴紧杨凡 露出一副很受用的表情 实际上他刚刚也只是想看看 能不能把对方喊醒 倒也没有准备怎么管这事 但见到杨凡肯教育他 他还挺开心的 很快 两人进入了张若曦租的房子 在洗了个澡后 由于两人都没有什么精力 所以一上床就陆续睡着了 第二天 当杨凡还有些迷迷糊糊的时候 就感觉到身边有人 他看也没看的 一把将其抱住 闭着眼睛开始摸索着 很快就轻车熟路的 与壮阔开始负距离接触 细腻的肌肤给他的感觉非常不错 这时他才缓缓睁开眼睛 刚一睁开 就正好看见自己身边的人是张若曦 这时思绪也渐渐清晰起来 知道自己昨晚是在这个妹子家睡的 张若曦此时也才刚刚睡醒 转头看了一眼 近在咫尺的杨凡后 脸上露出了甜美的笑容 杨哥 早呀 杨凡好笑的翻了翻白眼 装作一副美好气的样子说道 找个屁 不知道早点起来 给我准备早餐吗 这方面 还是林婉晨和李欣然 这两位大美女做得好 只要自己跟他们过夜 他们通常都会早早的起来 准备好早餐或者午饭 第248章 穿汉服的林婉晨 发电加羹 张若曦文言后 脸色一僵 随即看着杨凡 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 杨哥 我 我不会做饭 做的东西不好吃 但我可以学 杨凡听了张若曦的话后 反而觉得这样才正常 这个年代 哪来这么多会做饭 且愿意为男人做饭的美女 根本不科学 遇见林婉晨和李欣然 这两个这么贤惠的 就已经算是运气好了 张若曦不会 倒是也可以理解 于是她白了旁边的妹子一眼 你慢慢学吧 等做出来能吃的食物 再想着给我吃啊 黑暗料理我可不接受 张若曦认真的回应 那当然 我怎么敢拿黑暗料理 给我最尊贵的少爷是吃呢 那我们今天就吃外卖好吗 少爷想吃什么 我来点 杨凡却随意地说道 你自己看着点 我先去洗漱 嗯 话说 你家有新牙刷和毛巾没有 她才想起 昨晚过来时 已经是半夜 完全忘记了这些日用品的事情 结果张若曦文言后 呆呆地看着她 眨了眨自己的大眼睛 好 好像没有呢 忘记准备了 我让跑腿小哥买上来吧 面对这种情况 杨凡也懒得去在意 毕竟她自己也忘了 行吧 随后 外卖和日用品几乎前后脚道来 张若曦将这些从门口拿进来 放在桌子上后 赶紧跑到床边来说道 杨哥 可以洗漱吃饭了 杨凡坐起来伸了个懒腰 然后穿上自己的鞋子 没办法 脱鞋也没有准备 待她洗漱完毕后 与张若曦一起用餐 在吃饭期间 她收到了风玉婷的信息 说是秦初夏 已经帮着妹子的外婆 转进了单人病房 一切都多亏了她之类的 紧接着就是不少感谢的话语 以至于吃完饭后 杨凡直接对张若曦说道 我走了 你慢慢收拾 正在收外卖餐盒的张若曦文言后 明显愣了一下 啊 杨哥这就要走了吗 杨凡随意地说道 嗯 过段时间再联系你 张若曦见杨凡确定要走 也就没有挽留 她比较清楚自己的定位 所以不会腻了对方的意思 那好吧 我时刻等着杨哥联系 杨哥慢走 就这样 杨凡离开了 走到停车场后 直接将车开到了省医去 停好车后 给风玉这妹子 播了个语音通话 是的 她准备再去医院 陪陪这个妹子 刷刷她的好感 看看能不能一举突破七十大关 待对面接通后 杨凡对着手机问道 你现在在医院吗 很快风玉婷的声音传来 嗯啊 我在 怎么了杨哥 吃午饭没有 我给你带上来 妹子文言一正 疑惑地问道 杨哥你来医院了 是啊 过来陪陪你 妹子听她这样说 顿时心里出现一股暖流 我吃过了 吃完饭才来换妈妈的 既然风玉婷吃过饭了 杨凡也就没有多此一举 直接去到她外婆的单人病房 随后 杨凡在这里陪了风玉婷一个下午 直到两人一起吃完晚饭 妹子的亲密度 还是没能突破七十 她心里想着 果然没有这么容易 直到今天基本上是没戏了以后 杨凡与风玉婷告别离开 她发了条信息 确定林婉晨在家后 开着车子 就往新城区而去 半个小时就来到了别墅晚 当她进门时 林婉晨这位大美人 已经给她准备好拖鞋 在门口等待 而美人今天的打扮 让她狠狠地惊艳了一下 只见这个身材好到爆的游户 此时正穿着一身改版的汉服 里面是一袭白衣长裙 外面披着白色透明的青纱 背后长发飘飘 脸上画着精致的妆容 使得那种古典的感觉 一下子就出来了 杨凡盯着这位大美人 看了一会后 笑着说道 婉儿 你这是在卡斯小龙女吗 不对 你这副偏向西域风情的模样 更像是书见恩仇录里的香香公主 林婉晨上前帮她换好拖鞋后 浅笑着说道 老公 你上次不是说 想看我穿汉服吗 听见你要过来 我特意换上的 喜欢吗 杨凡一把将美人搂入怀里 清秀着对方身上迷人的香气 笑着说道 当然 我的香香公主 真美 林婉晨在得到她的夸赞后 笑容更加灿烂了起来 只觉得 能得到自家男人的欣赏 自己就不算白忙活一场 俗话说得好 女为月积者容骂 她之所以花心思来打扮自己 就是为了给自家男人看的 只要自家男人喜欢 她就很开心 这时 她在杨凡怀中轻声说道 可惜没有时间 扎一个好看的古装发迹 只能这样简易地披着长发了 杨凡看着面前 静在咫尺地翘脸 嘴上轻声说了句 我们玩书什么头时 都很好看 随后她的脑袋微微前轻 而发现她动作的林婉晨 乖巧地闭上了眼睛 美人的举动 还不明显吗 所以 杨凡直接对着红唇就印了上去 一边忘情地接吻 就在细细品尝美食一般 一分钟过后 两人纯分 杨凡看着怀里的美人说道 今天就穿这个吧 林婉晨当然明白自家男人的意思 对于这种提议 他不会有任何意见 只是轻轻地 泪一声 随后说道 老公 先把衣服换了吧 说着 就牵起杨凡的手 缓缓走到沙发边 而他给杨凡凡准备的居家休闲服装 已经整齐地放在沙发上 待杨凡换好后 两人腻在沙发上聊着天 时不时地来个轻易的贴贴 与这个大美人 你浓我浓的感觉 使得杨凡不自觉地有些着迷 他用鼻子摩擦了一下 美人可爱的鼻尖后 轻声说道 我准备去一趟京城 你跟我一起吧 林婉晨听后心里 有些小开心 他能感受得到 自家男人对自己的宠爱 于是 脸上出现迷人微笑 当然 老公想让我去 我就去 说到这他顿了一下 似乎突然想到了什么 再次开口 对了老公 静静下一趟正好飞京城 要不要做他的航班呢 我来订票 这张加更是上次发电的 总算是暂时加完了 昨天四百多发电 累计一千四百多 今天大佬们看完后 记得赏一两个发电的话 加更一张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每人每天可以免费发电三次 感谢大佬们的支持 感谢 红粉骷髅 大大送来的 大神认证 感谢 我真的废了 魔兽国父什么时候开 大大送来的 抱更洒话 感谢三位老板的厚爱 感谢各位 大大送来的各种礼物 和用爱发电 万分感谢 第249章 讨人喜欢的林婉晨 杨凡听林婉晨说 恭敬下一趟飞京城 想着他这次京城之行的 主要目的是 雇佣保镖 顺便旅游 所以并不是什么 很着急的事情 晚两天去也没有关系 于是就点头答应下来 行吧 确实也有日子 没见到恭敬了 林婉晨闻言后 在他怀里温柔的一笑 静静很想见你的哟 昨天下午约我出去吃饭的时候 还跟我打听 你最近忙不忙来着 杨凡听后 没有太当回事 就恭敬那掌都掌不动的亲密度 想见自己 也不过是想不断提升关系 方便从自己这里 获得更多好处罢了 所以他没有继续去聊恭敬 而是感受着 怀中这位古装家人的美好 开始细细地检查着 这件纯白汉服的质量 仅仅片刻时间 他心里的怒气 就开始不断飙升 因为怀里这个油污的身材 实在是太好了 只是接触一小会 就不自觉地开始着迷 而林婉晨在他怀里配合着 使得他心情愉悦 这位大美人竟然不自觉地增加了亲密度 看来他这句话是真心实意的 或许杨凡这颇为迷恋的行为 使得他心里很是高兴 虽说这行为可以归纳为LSP的分类 但林婉晨却认为 这是自家男人对他表达爱意的方式 他心里清楚 如果杨凡对他仅仅是新鲜感的话 那么现在新鲜感肯定会渐渐减弱 直到慢慢消失 然而杨凡对他却一直都如初见一般 那份宠爱没有丝毫减弱 而林婉晨不知道的是 杨凡的女人中暂时就他的各方面最好 而且懂得杨凡的心思 时常更换着不同风格的穿着打扮 从不缺乏新鲜感 如果能看见他的亲密度的话 那么他对林婉晨的肯定不会低 美人在他怀里轻声说道 老公 其实我有一个小秘密 但是 只有你能知道 杨凡小声问道 什么秘密 一小时后 林婉晨靠在杨凡的怀里 满脸微笑地看着他 献宝式地说道 老公 这个秘密还行吧 杨凡紧搂着怀中佳人 脸上不自觉地露出了笑容 果然还是我而最深得我心 林婉晨文言顿时开心起来 笑容更加灿烂了几分老公 我想补一觉 我要你抱着我睡 杨凡文言一愣 看了看美人那真诚的模样 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他知道 这位大美人是在关心他身体 要不明天去做个体检 杨凡觉得 经常去检查检查 还是很有必要的 毕竟他苦逼了小半辈子 现在好不容易有机会享受人生了 他可不希望自己壮职未愁先死 果然 越有钱的人就越怕死 以前的他可没有太过重视这些事情 甚至成年以来 就从来没有做过全身检查 主要是舍不得那钱 心里是抱着小病硬扛大病等死的想法 在艰难地活着 倒不是他那时候不怕死 而是人穷至就短 真得大病了 那就是命 没钱智能怎么办 而现在他有钱了 心态也就完全不一样了 非常重视自身安全和身体健康 这一块 第250章 给双胞胎姐妹的鼓励 所以 杨凡在面对林婉晨的关心时 给予了认可的反馈 反了点头后说道 我让你提醒的对 是该注意一下 今天好好休息一天 明天去医院做个检查 林婉晨见自家男人采纳了他的提议 心里也很是高兴 将脑袋靠在杨凡的胸膛 腻歪了一会后才说道 老公 我去洗个澡 你要一起吗 杨凡文言后翻了翻白眼 颇为好笑地吐槽道 你这是什么操作 刚刚还关心我身体呢 现在邀请我一起洗澡 林婉晨却这儿巴金地说道 就只是洗澡而已啊 又不是要做什么 啊 杨凡见怀中美人之认真的样子 属实无力吐槽 他笑着说道 婉儿 你是不是对自己的魅力 有什么误解 就你这好刀包的身材 对男人的吸引力 绝对是致命的 你老公我可没有这么好的定理 你自己去洗吧 林婉晨文言后 心里顿时感觉美滋滋的 自家男人的 这番真诚的夸赞 使得他很是受用 于是轻轻说了句 老公 我爱你 那我去去就来 去吧 随后 林婉晨脱离杨凡的怀抱 踩着拖鞋 迈着大长腿 缓缓朝洗手间走去 而杨凡则在沙发上 百无聊赖的拿起手机 玩了起来 首先看见的是 呆毛姐妹发给她的信息 两姐妹表达的都是一个意思 那就是 快高考了 他们近期不再直播 约杨凡等他们高考结束后 去他们直播间玩 杨凡想了想后 给两姐妹分别发了条信息 好好复习 如果考得好的话有奖励 衣服包包什么的随便选 考上重点大学的话 你们大学期间的消费 我全包了 她直接用自己土豪的方式 给这对双胞胎姐妹加油打气 相信这种方式 会比其他的更管用 虽然她现实中 还没有见过这对姐妹 但经过聊天什么的 知道了他们家里管得比较严 自己也比较自律 自理行间能感受到 他们的纯洁方面 应该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所以杨凡凡几乎算是提前预定了 对这对姐妹还是挺不错的 也打算等他们高考完以后 找时间去见一面 另一边 呆呆拿着手机 进入一间很二次元的房间后 对着正看书的毛毛说道 毛毛 逍遥哥给我发信息了 你看 毛毛由于正用心看书 所以手机没有在身边 并没有第一时间 发现杨凡的信息 听见妹妹这么说后 她眼睛没有离开书本 只是嘴上询问了一句 逍遥哥说什么了 呆呆颇为兴奋的说道 逍遥哥说 我们考得好 就给我们奖励 衣服包包随便选哪 如果考上重点大学 就包了我们大学期间的所有消费 哈哈 逍遥哥对我们最好了 毛毛满脸问号的转头 看向自己这个开心不已的妹妹 表情古怪的说道 呆呆 你怕不是忘了 我们是准备考艺术学院吧 这 应该不能算是 逍遥哥口中的重点大学 呆呆文言后一愣 瞪大了眼睛 好奇的问道 唉 不算吗 毛毛好笑的点了点头 不算 不过奖励应该是会有的 呆呆文言后 眼睛珠子转了转 毛毛 要不我们考重点大学吧 毛毛文言后 直接猛逼了 脸上顿时出现一条黑线 看见妹妹这呆萌的样子 用手捂着额头问道 你是不是对我们的成绩 有什么误解 重点大学是说考就考的 他不要面子的 相信我 我们考不起的 乖乖 呆呆听后嘟了嘟嘴 是吗 我们尽量嘛 填一个重点大学的志愿 然后再填艺术学院 万一考起了呢 大学期间的消费全包呢 那岂不是 有穿不完的漂亮衣服 和吃不完的美味佳肴吗 说到这里 呆呆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忽闪忽闪的 好像这样的生活 已经离他不远 毛毛见妹妹越说越起劲 好笑地说道 你的方案可以是可以 但要考重点大学 的话至少得650分哟 那你还不赶紧复习 呆呆点了点头 应了一声 好 我现在就复习 我们一起加油 说完后 撒鸭子就往外跑去 应该是去拿书 杨凡并不知道 自己的信息 还是对呆呆起了点作用 至少这妹子打算 认真复习了 他此时 刚刚从小闪电的直播间中出来 给在线的小鹿 和这个妹子 一人刷了一轮后 现在正翻看着视频 每当视频 刷到跳舞的大长腿时 他总会停留一下 多看两眼 所以 逗音给他推的 几乎都是美女直播和跳舞视频 这时林婉晨吹干了头发走过来 挨着他坐时 也看见了他手机屏幕里 正穿着丝袜 扭来扭去的小姐姐 这个大美人好笑地说道 老公 你喜欢看这种视频吗 他们这样都不能算是在跳舞 就是一直重复着几个 简单的动作而已 这种舞蹈 玩儿也会呢 你想看的话 玩儿可以跳给你看哟 咦 杨凡文言后 有些惊喜地转头 看向身边的大美人 没有想到林婉晨 还有这样的小才艺 于是颇感兴趣地笑着说道 玩儿也会吗 那我可要好好欣赏一下了 林婉晨露出自信的微笑说道 我以前学过一些 可能跳得不是很好 还请老公品鉴一下 说完后他缓缓起身 看了看身上的一袭白衣汉服 对杨凡轻声说道 穿着古装呢 那我就跳一段古典舞蹈吧 老公喜欢的热舞 就下次跳好了 杨凡对此倒是没有什么意见 满心欢喜地说道 行 林婉晨打开家里的音响 放了一首名为 人间金红客的歌曲 然后来到沙发附近 对着杨凡张开双手 伴随着音乐 开始舞动身体 这位大美人初一起舞 杨凡就瞪大了眼睛 只见跳着舞的林婉晨 举手投足间 都散发着令人着迷的气息 他舞姿清零 身清如燕 身体软如柳枝 双臂柔弱无骨 步步生化 如同花间飞舞的蝴蝶一样 使得观看的杨凡 如同饮了一壶美酒一般 渐渐的有些醉了 发电已满两千 明天加更一张 今天开始重新计算 走过路过的大佬们 看完后 赏一两个免费的用爱发电 支持一下作者吧 给作者一些动力 每人每天可以送三个发电 累积两千就加更 感谢大佬们 感谢认认真真的父亲 大大送来的 大宝剑 老板糊涂啊 感谢各位大大送来的各种礼物 和用爱发电 万分感谢 发电方式如下 感谢各位彭于燕的支持 第251章 宝藏女孩林婉晨 林婉晨在杨凡面前 妖娆地舞了一曲 鼓风气息浓厚的舞蹈 竟然让她有一种惊艳的感觉 这可比在手机上 看女主播跳舞 来得带劲多了 这时她确定自己 并不是只喜欢热舞了 原来古典舞一样很好看 可能最主要的 还是跳舞的人过于漂亮 这时林婉晨一边舞动着 她那极具美感的身体 一边缓缓接近杨凡 那张充满抑郁风情的俏脸上 此刻正变化着各种妩媚的表情 眼神十分勾人 杨凡只感觉自己的小心脏 扑通扑通 得跳个不停 脸上的笑容 自从挂上后 就没有消失过 这时 随着音乐的结束 林婉晨这位大美人 缓缓侧身坐在了她的怀里 美目中出现 韩晴默默的眼神 背齿轻轻咬了一下嘴唇 释放出无尽的诱惑 杨凡双手紧紧 缓住美人的腰肢 脑袋慢慢靠近 对着怀中家人的红唇 硬了上去 时间缓缓流逝 待两人唇分后 杨凡笑着对怀里的美人说道 没想到玩儿你 还有这样的才艺 嗯 看你现场跳舞 果然比斗音上 那些视频好看一些 这倒不是杨凡为了哄林婉晨 而故意说的甜言蜜语 他此刻心里 还真就是这么觉得的 因为他压根就不会平舞 林婉晨跳得专不专业 有没有技术含量这些 他是一概不知道的 他只知道 确实跳得好看 而且美人就在他面前翩翩起舞 能看得见摸得着 这种感觉是看视频不能比你的 实际上 林婉晨这种业余的 比起专业的来说 还是要差上许多的 但架不住他长相极佳 身材又管理得非常好啊 所以 看他跳舞的男人 会觉得跳得很好 也比较正常 只要赏心悦目就行了 杨凡才不在意专不专业 你跳得在专业 但不好看 那还不是废的 林婉晨听见自家男人的 夸奖后 显得很开心 还顺便激起了他的上镜心 只见他微笑着说道 既然老公喜欢 那我一定认真地 学习一些好看的舞蹈 以后老公 想看跳舞时 就不需要看视频了 有碗来 跳给你看 你说好吗 真是个贴心的可人 这该死的上镜心 就有点让人着迷 杨凡轻易地用鼻子 对着美人的鼻尖摩擦了几下 嘴上说道 好 以后就有碗跳给老公看 你还真是个宝藏女孩呢 总是能给老公惊喜 林婉晨看着杨凡那张 静在咫尺的脸庞 主动对着他印了过去 闭上眼睛 热情地献上了香吻 正当杨凡凡凡与又起接触时 怀中的美人 却突然起身 离开了他的怀抱 站在沙发边上 一脸调皮地看着他说道 老公刚刚可是说了 你今天要好好休息了哟 我儿是不是做错事了呢 杨凡愣了一下 后笑了起来 他没有想到 林婉晨也会有调皮的时候 不过这种感觉还不错 于是他故意恶狠狠地说道 怎么 想跑 说完就起身 做出一副要去抓美人的举动 林婉晨见状 假装一脸惊恐地 用手踢着裙摆转身就跑 一边跑还一边喊道 呀 有色狼 你不要过来啊 谁能救救我 杨凡没有急着去追 只是一脸细血地 对着美人逃跑的方向走去 小美人 你叫吧 就算叫破喉咙 也不会来有人来救你的 解解解 林婉晨听后 跑得更快了 嘴上喊着 破喉咙 破喉咙 快来救我 让杨凡好笑的是 林婉晨这大美人 此时正往卧室跑 跑进卧室也就罢了 还不关门 以至于他追上去时 大美人正站在床边双手环抱 一脸害怕地看着他 杨凡见状好笑地说道 你还真会选地方跑 林婉晨脸上的害怕 加重了几分 既然今天落到了你的手中 想来试瓦 命中注定有此一解 不过 你能不能先答应瓦 一个小小的要求 否则瓦做鬼 也不会放过你的 杨凡缓缓靠近美人 文言后好笑地问道 什么要求 说来听听 林婉晨露出一副 破罐子破摔的表情说道 我的要求很简单 那就是 你能不能先去洗个澡 再上床睡觉 这样睡起来会舒服一些 林婉晨这大转弯 直接把杨凡给逗笑了 正当他笑着 看向床边的美人时 美人也笑了起来 缓缓走到他面前 温柔地说道 乖老公 先去洗个澡吧 面对这样的大美人 杨凡能说什么 只能笑着说道 好 你等着 林婉晨见他答应后 对着他应了一下 随后他用目光注视着 杨凡出门后 才一脸微笑地开始 换起了衣服 二十分钟后 杨凡洗完澡回来时 林婉晨已经穿着一身 很性感的睡衣侧 躺在床上 身子很是妖娆 直看得他来了怒气 杨凡上前抱住大美人 一时间相遇满怀 这时他们开启了 窃窃私语模式 在床上聊着天 时间飞速流逝 慢慢地杨凡发现 怀里的美人不再说话 呼吸声也均匀起来 而他也是一阵困意出现 发现妹妹秦初岁的房间 还亮着灯 随即看了看时间后 无奈地叹了口气 第252章 准备卖姐的小丫头 秦初夏打开客厅的灯后 将包包放在衣架上 这时听见妹妹 秦初岁的房间中 传来声音 先救我 先救我 别到处乱跑啊 一会我被捕了看 我不骂死你们 卧槽 你这菜鸡 让你来救我你 怎么自己也到了 秦初夏一听就知道 妹妹在玩游戏 她没有过去 而是给自己倒了杯水后 有些疲倦地坐在沙发上靠着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直到有拖鞋的声音 在客厅里响起时 她才转头看去 妹妹秦初岁 见到姐姐看她后 直接将头扭开 来了个视而不见 而秦初夏见妹妹 不想搭理自己 想了一下后 顿时想到了一个话题 于是开口问道 初岁 你是不是有一个 叫做杨凡的朋友 是的 她想到 昨天来医院的杨凡说 是她妹妹的朋友 于是把这个话题抛出来 果然 秦初岁闻言后 脚步一顿 愣了一下后 转头看向姐姐疑惑地问道 你怎么知道 你认识她 听见姐姐提到杨凡 让她顿时又想到了 自己与对方意外亲嘴的事情 脸色瞬间微红了一下 秦初夏笑着说道 算是吧 昨天在医院认识的 秦初岁的脸色 瞬间古怪起来 本来她还打算缩使杨凡 来把自家姐姐给扎了的 结果现在 这两人竟然意外地认识了 这确实让她有了点 想了解情况的兴趣 于是问道 她去医院做什么 生病了 秦初夏娟妹妹还在搭话 心里知道 她对这个话题有兴趣 不然换成以往 肯定就是爱搭不理的样子 于是开口说道 那倒不是 她是去得一个病人缴费 这个病人是她一个朋友的外婆 秦初岁并没有去在意 杨凡到医院去做什么 她之所以问一下 是想顺着这个话题 了解一下她姐姐和杨凡之间的事情 心里想着 自家姐姐怎么看都是个美女 说不定杨凡不需要自己介绍 就已经对她产生了兴趣了 那就再好不过了 于是 她缓缓走到沙发的另一边去坐下 开口问道 帮朋友的外婆缴费 我这个朋友人还挺好的吧 秦初夏一心想与妹妹缓和关系 见妹妹对这个话题有兴趣 当然就有什么说什么了 只见她点了点头 人挺大方的 毫不犹豫的 就帮朋友出了五十万治疗费 不过 我以前怎么没有听说过这个人呢 他是哪家的 秦初岁一听就知道 杨凡给自家姐姐留下的印象还不错 这就有可操作的空间了 或许自己可以出把力 杨哥哥可是大友来头 你少打听 对于秦初岁和王子豪他们这种富二代来说 想打听一下杨凡的信息并不难 然而他们得到的答案 却让他们直接傻眼了 杨凡明面上的身份 居然只是一个没车没房 野鸡大学毕业 爹死妈嫁人 还住着周转房的穷恩代 这不是把他们的智商 按在地上摩擦吗 由于全是一些牛头不对马嘴的东西 所以精明的他们 很快就猜到了 对方是在隐藏 既然有心隐藏 那自己等人 肯定没有办法打听到真实信息 索性就不打听了 但杨凡也在他们眼中更加神秘了起来 秦初夏文言一愣 顿时有些哭笑不得的问道 来头这么大的吗 秦初岁认真地点了点头 当然 杨哥哥他非常有钱 经常几百万几百万的随手送人 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 他说的是 杨凡送自己女人车子的事情 觉得这个不能说 所以改成几百万随手送人了 随后两姐妹在各自有各自的打算下 就杨凡的话题潜聊了起来 而已经抱着林婉晨睡着了的杨凡 丝毫不知道秦初岁那个小丫头想卖劫给他 第二天 当杨凡睡醒时已经快到中午 而身边空空如也 怀中的美人早已不见 他见林婉晨不在床上 一猜就知道是提前起床给他准备吃的去了 于是坐起身来醒了醒瞌睡 随后下床穿上拖鞋 待他下到一楼时 果然看见正在厨房忙碌的美丽身影 此时林婉晨正系着个小围裙 用铁锅炒着菜 由于开着抽油烟机 所以并没有听见杨凡下楼的声音 以至于杨凡从身后抱住他时还吓了他一跳 但很快反应过来 身后之人是谁的他松了口气 轻轻向后靠了一下说道 坏老公 你吓到人家了 杨凡对着怀中美人的脖子硬了一下后 笑着说道 咱们家玩 真是越来越贤惠了 这一大早又是排骨汤又是炒菜的 累吗 林婉晨闻言后露出一丝幸福的笑容 轻轻摇了摇头说道 不累 一大早睁开眼睛就能看见老公 然后可以跟老公一起在家里吃饭 这不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吗 杨凡闻言后抱着美人的手紧了紧 还没来得及说话 就听见美人继续娇称道 老公 人家还在炒菜呢 你先乖乖去完会手机 很快就能吃了 杨凡这才放开抱住美人的手 转身到沙发上去坐着拿起手机 只见秦初碎这小丫头发了两条消息给他 好奇地打开看了一下 杨哥哥 听说你前天去医院的时候见到我姐了 还没有起床吗 起了记得回消息啊 杨凡没有太当回事 只是随手回了一条 是啊 见秦初夏跟你长得很像 就随口问了一句 没有想到竟然是你姐姐 对面的信息很快就回了过来 那杨哥哥觉得我姐怎么样 有没有兴趣 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帮忙邀 杨凡看见小丫头的信息后 有点猛逼 这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 虽然他感觉这个小丫头有些莫名其妙 但还是回了句 怎么 听你这口气是想来给我当小姨子 是啊 难道有我这么一位聪明可爱的小姨子 不好吗 这一下杨凡就真的有点摸不着头脑了 心里想着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这个小丫头已经见过自己四个女人了吧 那为什么还摆出一副 要把她姐介绍给自己的架势 昨天表弟结婚 忙了一天还喝醉了 没有马橙子 今天限赶的两张 加羹的那张明天再加 昨天四百多个发电 看完的彭于晏们 随手赏一两个免费的用爱发电 支持一下作者吧 每人每天可以送三个发电 累积两千个加羹 非常感谢 感谢领南影视 大大送来的 大神认证 感谢老板的厚爱 感谢各位大大送来的各种礼物 和用爱发电 万分感谢 第253章 杨凡的目标是秦初岁 杨凡虽然想不通 秦初岁为什么打算帮自己搞定她姐姐 但她想到 那一身白大褂的美丽倩影后 感觉好像还挺不错的 最可惜的是 纯洁度并没有满 以前肯定是交过男朋友的 被别人抢先了一步 就多少有些遗憾 相比而言 她反而对秦初岁这个小丫头 更感兴趣 或许可以在这个小丫头 帮自己的时候 与她搞好关系 培养一下 感情试试 这确实是走进她的一条道路 只是年龄小了点 不过也还好 最多就是等几个月嘛 反正要等的 也不止她一个 想到这里 杨凡回复道 你这么一说 我也觉得 有个你这样活泼可爱的小姨子 是件蛮不错的事情 秦初岁在看见她发来的这条信息后 脸上露出了奸计得逞的笑容 小手在手机屏幕上继续打着字 是吧是吧 我昨晚已经探听过了 我姐对你的第一印象不错 你很有机会哟 我会在暗中帮你 我们双剑合璧 一举将她拿下 杨凡看见小丫头回的消息后 差点没有笑喷出来 心里暗想着 这个傻丫头 恐怕打死也想不到 我的主要目标会是她吧 没办法 相比她姐来说 她这种小白兔明显更香 当然 如果能与她姐有点什么的话 自己肯定也不会拒绝 简直是两全其美 但还是要以小丫头优先 于是她回复了一句 有你这个小机灵鬼 在暗中助攻 那当然会大大增加成功率了 不过 你确定被你姐知道后 她不会打死你 哼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杨哥哥 我给你说一些她的爱好和习惯 你好好记着 杨凡看了这条消息后 顿时翻了翻白眼 以自己现在的心态 怎么可能还会花心思去追女生 即使对方是附加千金也不行 女生家里有没有钱 跟她可没有多大关系 这一项在她心里 并没有多少占比 身份最多只能让她在得到手的时候 更有成就感一些罢了 所以她只是随便看了一眼 小丫头发过来的那些东西 并没有太过去在意 这时 林婉晨的声音传来 老公 可以吃饭了 杨凡应了一声后 就放下手机 朝饭桌的方向走去 这时 上面已经放了两个小菜和排骨汤 以及两副碗筷 而林婉晨这位大美人 正在给她盛着汤 见她走过来后 露出温柔的笑容说道 老公 排骨汤我凉了好一会了 这时的温度应该刚刚好 你快试一试 杨凡直接坐到椅子上 结果汤后说道 好了 你也别忙活了 坐下来陪我一起吃 林婉晨温言后点了点头 好的 我先把米饭成了 就来陪老公吃 老公你先喝烫 随后 大美人就如一个贤惠的妻子一般 一边笑着给杨凡加菜 一边陪她吃着饭 一顿饭吃的那叫一个温馨 当两人吃完饭后 林婉晨开始收拾起来 而杨凡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 他本来打算 今天去医院做个全身检查的 但现在已经吃过饭了 明显不太合适 于是露出一副无语的表情 好在这种事情不用急 明天去也是一样 谁知他的这副表情 正好被收拾碗筷的林婉晨看在眼里 于是美人颇为疑惑地问道 老公 你这是怎么了 杨凡看向他无奈地笑了笑 本来打算今天去医院做个检查的 忘记空腹了 只能明天再去 林婉晨温言后也笑了起来 空腹抽血的最佳时间 是早上八点到十点 最好不要超过十点 我看老公你没有订闹钟 快十点了还在睡 以为你打算改期呢 这位大美人倒是记得自家男人 昨天提了一下 今天要去体检的事情 但他却一直在睡觉 丝毫没有要起床的样子 林婉晨又不可能去把他吵醒 看时间快到十点 也就以为他不去了 所以就把他的饭给做了 还多炒了两个菜 如果是林婉晨自己一个人吃的话 只需要在排骨汤里煮些蔬菜 再煮一个白水鸡蛋就行了 杨凡一听 只感觉这个大美人 对这方面还蛮懂的 他以前舍不得前去做检查 所以不太清楚 现在经过美人这一提醒 顿时有了点印象 好像确实应该一大早去 于是点了点头 嗯 明天早点起 先收拾吧 收拾完我们出去走走 美人顿时开心起来 嗯 那老公你先休息一下 我很快的 二十分钟后 杨凡搂着林婉晨在别墅区散步 这里的风景还是不错的 这时美人的包里响起铃声 他拿出手机后 看了杨凡一眼说道 老公是静静打来的 杨凡随意地说道 嗯 接吧 实际上心里颇为好笑地想着 跟我说做什么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我管你管得很严呢 林婉晨接通电话后 对着手机说道 喂 静静 有事吗 对面很快传来恭敬的声音 待在家里好无聊啊玩 我们逛街去吧 第254章 偶遇高中笑话 林婉晨笑着对手机说道 今天不行哟 我要陪老公呢 对面传来恭敬惊讶的声音 咦 他今天在你那里吗 还是我们玩最有魅力 他总喜欢往你那边跑 林婉晨文言后 脸上的笑容更浓了几分 什么我这里我这里的 这里是我跟老公的家呢 老公他回家 有什么不对吗 好吧 说不赢你 要不我过去找你们玩吧 好无聊啊 林婉晨文言一正 他猜想着 应该是自己这个闺蜜 有日子没有见到自家男人了 所以听见他在 就更想来 林婉晨虽然比较想今天 能跟杨凡过二人事件 但却没有直接说 这个我可做不了主佑 等我问问老公吧 说完后 他转头看向杨凡 老公 静静说他想来找我们玩 你看 杨凡并没有去在意 也没有去想什么 二不二人事件的 对他来说 只要他想 有的是与林婉晨 二人事件的时间 所以犹豫了一下说道 我们出去逛逛吧 顺便买几件衣服 让他也一起来 是的 他感觉这段时间 没怎么给自己买穿的 全给他的女人们买了 经常穿的那几件牌子 还是他的女人们给他买的 是时候补一些了 林婉晨见他做出了决定 当然不会反驳 于是笑着点了点头 好的 那我让静静在商场等我们 随后两人步也散得差不多了 于是杨凡带着林婉晨 离开别墅区 半个小时后 车子在一个知名大商场的附近停下 他搂着林婉晨来到商场门口 这时 一名身穿红色吊带 连衣短裙 配黑丝加高跟鞋的长腿美女 正笑意盈盈地朝他们走过来 美女脸上戴着墨镜 一看红唇就知道认真化了妆容 再配上他这一身穿搭 欲解气息爆棚 他来到杨凡两人面前 张开双手 就要去抱林婉晨 嘴里喊着 玩 来 让姐姐抱抱 来人正式恭敬 只见他抱了一下林婉晨后 又将眼睛放在杨凡身上 杨大帅哥 好久不见了 不用抱一下人家吗 杨凡哪会跟他客气 直接用空闲的那只手 将他给搂入怀里 开启了左拥右抱模式 恭敬被他搂入怀里后 脸上的笑容更剩了几分 看得出来 这位空姐心里 对杨凡搂他的行为非常受用 过路的行人 见到他们三人的这种操作 直接猛逼了 本来只是看看美女的他们 突然被强行喂了一嘴狗粮 简直猝不及防啊 而且这狗粮还不一般 这是两多多好的白菜啊 竟然被捅一头 那啥给拱了 而行人中正有一对 想往商场中走的情侣 此时看着他们瞪大了眼睛 满脸的不可置信 情侣中长得挺不错的女生 小声地询问身旁的男生 罗峰 我没有看错吧 那个男的 好像是杨凡 被称为罗峰的男人 满脸不可思议地点了点头 看了看因为穿了高跟鞋 所以看上去个子 比杨凡还要高一些的两大美女 他喃喃地说道 是杨凡没错 看来这几年他混得很好啊 走 我们过去打个招呼 杨凡此时正搂着林婉晨 和恭敬两位大美女 准备进入商场 顿时出现了系统的提示音 检查到有效消费对象 是否查看信息 他虽然听见了 但却没有什么反应 在这种可以说是市中心的地方 遇见一些超过八十分的美女 还是比较正常的事情 但数据很好的那种 却很难遇见 再加上 他现在对主动去搭讪 聊妹这种操作 已经兴趣不大 除非是让他特别惊艳的那种 否则兴趣不大 就越来越有格局了 然而 他没有去看这个触发系统提示的美女 对方却主动送上了门 只听见身后传来一道声音 杨凡 咦 杨凡文言后 脚步一顿 松开搂住两位美女的手 转身看去 只见一男一女朝他走过来 这两人的长相很熟悉 特别是其中的女生 所以杨凡瞬间就想起了 他们是谁 两人都是他高中时期的同学 男的叫做罗峰 跟他一样成绩比较差 在班上算是很跳的那种 读书时可没有少干欺负同学 和打架这些事情 女的则是当时被戏称为 笑话的沈一心 杨凡以前还暗恋过这妹子一段时间呢 只是颇有自知之明的她 并没有付诸行动 后来这妹子考到了外省去读大学 从此就再也没有见过 而罗峰则就在避暑室 毕业后见过几次 在杨凡的印象中 这两个人当时在上学的时候 也没有什么交集 一个差生 一个乖学生 毕业后更是天各一方 现在是怎么走到一起的 这时罗峰笑着说道 怎么 不认识了 老同学 沈一心也笑着说道 杨凡 好久不见 你的变化不大呢 一眼就认出来了 杨凡见两人主动打招呼 他也没有端着 你们也没有什么变化 你们俩这是走到一起了 真有点意外呢 罗峰文言笑了起来 你同样让我们很意外啊 不介绍一下你身边的两位美女 杨凡文言还没有说话 林婉晨就挽着他的胳膊 大大方方地说道 你们好 我是他的女朋友林婉晨 恭敬也开始自我介绍 我是杨总的秘书恭敬 你们是杨总的同学吧 能从学生时期走到现在不容易呢 罗峰和沈一心 听见恭敬说自己是秘书后 顿时傻眼了 这女朋友不吃秘书粗的吗 而沈一心此时差不多猜到了正确答案 心里暗想 能让这么漂亮的女朋友 跟秘书和平共处 再加上被叫做杨总 几乎可以肯定是超能力的功劳 看来罗峰说的对 杨凡这几年肯定混得很好 他笑着解释道 我们不是学生时期走到现在的 事实上我几个月前才回避属世 我们才刚刚走到一起没多久 第255章 笑话沈一心 发电加耕 趁林婉晨和恭敬 主动跟对方自我介绍时 杨凡看向沈一心默念了一句 查看 姓名 沈一心 年龄 27 身高 164 体重 51 综合颜值 84 95 状态正常 亲密度 39 咦 这位曾经的高中笑话 对自己的初始亲密度有点高啊 不过纯洁方面就有点不理想了 看来罗峰是老五 他不知道的是 就在刚刚沈一心认出了林婉晨 和恭敬身上的服装品牌 和奢侈品包包 连同他身上的也认了出来 所以 亲密度不断上涨 只是因为他之前没有查看这个妹子的数据 所以 长亲密度时系统没有提示 也就是杨凡不知道 要是知道沈一心长亲密度的理由 他肯定会在心里吐槽 想当初这个妹子 长相青春漂亮 又是妥妥的乖学生 没想到现在 也被社会 熏陶得很是拜金起来 现在的沈一心 已经没有了当初的青色 取而代之的是几分成熟和性感 魅力方面还是有的 84点综合颜值可不算低 这时 罗峰在自我介绍时 伸手想去跟林婉成握手 然而大美人却没有让他如愿 假装没有看见 被杨凡说道 老公 这里有点热闹 要不我们进商场再聊吧 他心里很灵得轻 只是老公偶遇的一个多年不见的同学而已 连老公都没有去握手 自己去握什么 这个男的也太冒昧了吧 虽然他现在还不是很清楚情况 但看老公怎么做自己去衡量就行了 而罗峰见林婉成对他伸出的手势而不见时 脸上的表情僵了一下 一丝尴尬一闪而过 随即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抬手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头发 沈一新和杨凡也看见了这种情况 但两人都默契的装作没有看见 罗峰现在心里有些不满 他觉得林婉成不给他面子 但又不好说 为了化解尴尬 只能开口问道 你们也准备逛商场吗 杨凡点了点头 是啊 来买点东西 那我们就先进去了 改天句句 行 那我们加个V吧 杨凡虽然是客气一下 但是V还是要加的 至于加了连不联系 这就说不好了 于是他跟罗峰和沈一新都加了V后 五人陆续进入商场 开始分成两路 各贯各的 罗峰携沈一新离开后 嘴上吐槽道 杨凡那个女朋友 看着挺光鲜良利的 竟然会放任他跟秘书这么亲密 这两个女的肯定不正经 沈一新听后 心里直翻白眼 毫不客气地说道 刚刚某人好像想去握人家手来着 只是出于礼貌而已 礼貌 老同学不握 去握人家女朋友 这就是你所谓的礼貌 啊 罗峰文言被噎了一下 但还是强行解释 当时我正在跟他自我介绍嘛 当然是先跟他握手了 沈一新只是淡淡地瞟了他一眼 我特别讨厌你狡辩的样子 你要是继续 那今天这期就别逛了 罗峰文言赶紧陪笑道 宝 别生气啊 我错了还不行吗 走走走 先去给你选一瓶香水赔罪 沈一新听见这个后 才没有继续计较 只是轻轻吐出四个字 下不为例 另一边 杨凡带着两位大美女 先进入了一家古池专卖店 随后颇为豪气地说道 你们去选吧 看看有什么想买的 我买单 林婉成对此倒是没有太大反应 恭敬听后一脸惊喜地问道 我也可以选吗 杨凡点了点头 选 我去南庄那边看看 这时其中一名营业员赶紧上前说道 先生 南庄在这边 您这边请 随后他将杨凡带到南庄区去 开始介绍起来 然而令杨凡有些意外的是 林婉成这位大美人也跟着过来了 他看向大美人有些好奇地问道 你怎么跟过来了 美人文言露出迷人的微笑 先帮你选吧 我来帮你搭配 杨凡听后没有拒绝 因为他知道 林婉成在穿搭方面 绝对比他要有发言权很多 既然美人毛遂自荐 那也就由得塌了 林婉成是知道杨凡尺寸的 所以选起来很快 几分钟时间就选了两套出来 让营业员去打包 随后对杨凡笑着说道 老公穿这两套肯定很有气质 杨凡点点头 行 那就这两套了 一会去其他牌子再选几套 好了 我的搞定了 你去女装去看看 有没有喜欢的 林婉成抱着杨凡应了一下后说道 好的老公 那你坐着休息一下 等等我们 好 随后杨凡坐在沙发上玩起了手机 没过多久 宫敬拿着一个包包 和一套女装过来笑着问道 杨大帅哥 我买这些可以吗 杨凡只是瞟了他一眼 随意地说道 可以 他现在本金可是达到了620多万 他可不相信 宫敬会傻到选超这个金额 那是在讨他反手两个大逼兜 自己什么地位都拎不清吗 宫敬听后 直接让营业员包起来 随后高兴地过来 紧挨着杨凡坐 看向他吐气如蓝地说道 谢谢 你果然是最慷慨的老板 杨凡看着面前的俏脸 不怀好意地问道 就用嘴谢 用嘴谢倒也不是不行 但可不能太轻描淡写了呀 宫敬面对他的暗示 直接描冻 妩媚地白了他一眼后说道 人家可是很乐意为你效劳的 但得找一个合适的地方 你觉得呢 杨凡见这位空姐妹子表态后 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还差不多 就这样三言两语 两人就约定好了一些事情 这时林婉成也走了过来 对杨凡说道 老公 我选了两套衣服 已经包起来了 杨凡闻言后询问 就两套衣服 再去选两个包包 林婉成笑着摇了摇头 包包就不用了吧 用 怎么不用 去选 营业员见杨凡这个豪气的态度 心里简直乐开了花 服务也越发热情了起来 心里暗想 今天算是遇见大客户了 这张是发电加更的 已经加完 昨天发电只有300左右 累计700多 怎么突然大降了 难道是因为 昨天没有发电教程 今天补上 看完的大佬们 动动发财的小手 随意赏两个免费的 用爱发电吧 非常感谢 每人每天可以发电三次 累计2000加更 只要看完的大佬中 有十分之一的人 赏发电一次 就足够一天加一张 感谢 午夜5664 大大送来的 大神认证 感谢老板厚爱 感谢各位 大大送来的各种礼物 和用爱发电 万分感谢 发电方式如下 感谢彭于燕们的支持 第256章 羡慕极度的沈一新 营业员见杨凡这么豪气后 赶紧在林婉诚旁边 热情地说道 美女 既然你老公对你这么好 你就去看看 今年的新款包吧 肯定有能配得上 你高贵气质的 虽然没有现货 但可以很快 为你配送到家 这话听在林婉诚 这位大美人的耳中 还颇为受用 心里想着 是啊 老公想为自己买买买 那是因为他宠爱自己 恭敬也是开口劝说 晚儿 杨大帅哥既然让你选 你就去选一下吧 你看 我选的那个包包 就特别好看哟 还有现货 要不我们背同款吧 林婉诚此时已经想通 对着杨凡甜甜的一笑后说道 老公 那我就去看看 杨凡点了点头 去吧 恭敬此时也来的兴趣 上前两步 挽住林婉诚的手臂 晚儿 我陪你去 后来林婉诚还真就选中了一个 没有现货 需要配送的包包 带两位美女回来找杨凡时 他也没有非让林婉诚再选一个 于是对跟着两女的 那名营业员问道 一共多少钱 营业员开单的时候 就已经将价格算好 但他在面对杨凡的询问时 脸色顿时有些古怪起来 看了看林婉诚后说道 先生您好 您与两位美女选购的东西 一共是五十三万七千二百元 但这位美女已经付款了 嗯 杨凡文言后一愣 已经付款了 他有些意外地转头 看向正面带笑容的林婉诚 不用说 肯定是这位大美人干的好事了 应该是他选好包后 趁自己不注意时 去了趟收银台 林婉诚见杨凡 看向他后 温柔地说道 老公 我的钱全部都是你给的 谁付都一样 面对美人这么说 杨凡顿时想到了什么 所以并没有去说他 相反还用赞赏的目光 看了他一眼 很有些古力的意味在里面 林婉诚能有这个觉悟 就再好不过了 因为选购的里面 可是有他的衣裤和鞋子在里面 如果是他来买单的话 这部分系统是不会给他返现的 他本来也是想着 问了价格后 给林婉诚转账 相信你这个美人的聪明才智 肯定能瞬间明白他的意思 现在林婉诚既然已经主动去做了 那杨凡只需要让他 把这种自觉持续下去就好 以后或许可以让他 给自己当钱袋子 那自己想买什么时 就可以直接白嫖了 这样一来 自己就可以有属于自己的车和房 反正只要自己什么都不说 也不让美人给自己买 而美人自己主动付款 这总不能算是自己违规吧 想到这里 杨凡直接用手机给林婉诚 赚了一百万过去 随后没有再去提付款的事情 而是笑着说道 走吧 我们换地方逛逛 这时林婉诚掏出手机 来看见一百万到账的信息后 愣了一下 随后满脸感动地 看向杨凡说道 老公你 杨凡微微一笑将其打断 好了 既然都一样 那我转点钱给你用怎么了 美人文言后 笑容不满了俏脸 他知道杨凡不想让他 过于去计较这些 于是幸福地点了点头 轻轻地 嗯 勒一声 他之前去付款的行为 不但没有被自家老公说 反而还很宠爱地 直接赚了一百万给他 此时他哪里还不知道 老公这是在表扬他 心里想着 既然如此 那以后 自己一定要再接再厉 做得更好 杨凡现在还不知道 他几乎已经达到了想要的效果 但这丝毫不影响 即使林婉晨没有明白他的意思 那等下次选好东西后 他再给对方转账 对方肯定也能瞄懂 这时 恭敬见两人的样子 也听出了 肯定是杨凡将刚刚闺蜜付款的钱 转给他了 对杨凡的豪气程度 有所了解的恭敬 对于他的这种行为 并没有惊讶 相反还觉得正常 此时 他在一边唆使林婉晨 玩 我们去十一间 把新衣服换上吧 穿来让杨大帅哥看看 林婉晨文言也来了兴趣 看向杨凡期待的问道 老公 你在等我们一会可以吗 我们去换套衣服 杨凡对此并没有什么意见 于是点了点头 去吧 没过多久 两位大美人 就各自穿着一套 款式很有特色的 吊带连衣短裙出来 虽然两件连衣短裙的款式 和颜色上有很大区别 但确实都很好看 而两位美女最大的不同是 林婉晨今天穿的 肉色丝袜加高跟鞋 而恭敬的 则是黑丝加高跟 虽然给了杨凡两种不同的感觉 但又都十分性感诱惑 随后 杨凡带着两位美女离开了古池 又去阿玛尼 选了一套男装一双鞋 随后往楼下 化妆品的专柜而去 本来他想看看手表的 但想着自己 快去京城了 就打消了这个想法 等去了京城后 直接带着林婉晨 去逛百达斐力 要带就带好的 当他们去到迪奥专柜时 再次遇见了之前的 罗峰和沈一新两人 正在选择化妆品礼盒的沈一新 看见三人后 顿时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只见他满脸猛逼地 看着手上大包小包提着的三人 很快就发现 杨凡身边的两位美女的衣服 已经换了一身 其中一个连包都换了 一看他们手上提的包装盒 古池 阿玛尼 不用想沈一新也知道 这三人刚刚是去逛什么去了 这是他突然觉得 罗峰刚刚花两千多 给他买的香水和口红不香了 与杨凡的那两个女人比起来 这待遇的差别也太大了点 自觉不比林婉成和恭敬两女 差多少的沈一新 此时心态有些不平衡起来 心里想着 大家都是美女 凭什么差别可以这么大 我也好想要古池的衣服和包包啊 沈一新虽然心态失衡 但却没有表现出来 只是将羡慕极度隐藏在心里 表面上还挂着笑容说道 哇 你们这么一小会 就已经买了这么多东西了吗 跟在沈一新身后的罗峰 虽然没有想这么多 但他的心情却并不怎么愉悦 因为杨凡三人提着的包装盒上的 标志他还是认识的 能猜到这些东西价格不菲的他 怕自己旁边这个败家娘们 一会心血来潮也闹得想买 那可就悲催了 第257章 高中同学 杨凡听沈一新跟他说话 只是随意地点了点头 是买了不少 他说完后顿了一下 然后看向营业员说道 帮我们配两套你们这里最好的 口红要全色系 然后你看看 他们有什么其他要求 按他们的要求来 本来在给沈一新介绍套盒的 营业员小姐姐听后 眼睛顿时一亮 知道这是大客户 直接丢下旁边的沈一新 赶紧去招呼林婉成和恭敬这两位美女 小姐姐心想 反正这对纠结的男女 选了好半天 也决定不了买哪个套盒 那就让他们再选选 好在他也没有冷落沈一新两人 而是让另外一名同事来招待 虽然这让沈一新感受到了区别对待 心里有些微微不满 但也没有太过去在意 反而对于杨凡这豪横的买东西方式 有些侧目 天知道他此刻多想自己的男朋友罗峰 也跟营业员说句同样的话 这样一来 自己何必还费心思选来选去的 直接买最好的他不香吗 还有全色系口红 然而 当他回头看向罗峰时 发现自家男朋友屁反应都没有 还对他笑着说道 宝 我觉得你刚刚看的那个一千七的套盒 就挺不错的 要不就买那个吧 沈一新闻言后 狠狠地瞪了自家男朋友一眼 心想 神这么一千七的套盒不错 你不就是想省钱吗 他还真说对了 罗峰并不是不知道 沈一新想买贵的 但这可是他付钱 怎么可能任由败家娘们 按自己的意思买 更不可能跟着杨凡学 去给沈一新按最好的买 真要这样干 岂不是在割他的肉 虽说他有点小钱 但也绝对架不住这样走 所以还算清醒 他此时心里都快恨死杨凡了 暗想 你压得就不能晚点来 或者你换一家买也好啊 他倒是想跟杨凡攀比一下 奈何实力不允许 所以只能装傻充愣了 此时心里更是已经打定主意 反正他就是不懂 沈一新这个败家娘们的意思 爱咋咋地 沈一新此时也明白了 罗峰不愿意为他大出血 心里叹了口气后收回了目光 继续去选套盒 但他多少有些心不在焉的样子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而杨凡三人的速度却很快 没有多久时间 营业员就在林婉成 和恭敬良女的提议下 配好了两套化妆品 这时林婉成微笑着 对营业员小姐姐说道 我们可以先付了钱 然后麻烦你帮我们包好后 寄到指定地方吗 你也看见了 我们拿不下了 小姐姐对于大客户的这种要求 并没有什么意义 直接就热情地答应了下来 随后在准备付款时 一共十万出头 林婉成对杨凡说道 老公 我来付吧 杨凡见他这样说 只是随意地点了点头 并没有说话 他本来也没准备付 打算培养一下这位大美人 主动付款的习惯就挺好的 而旁边又获得几万块钱 化妆品的恭敬 此时可谓是开心不已 他见自己这个闺蜜 又要抢着付款 顿时想起了 之前对方付款后 杨凡立马给对方转钱的行为 想到这可是刷好感的时候 还稳赚不赔 于是赶紧说道 我说玩啊 这点小钱 你就别跟我抢了 还是我来付吧 说着就掏出手机想付款 但林婉成怎会让他如愿 只见大美人一把抓住恭敬的手 笑着说道 这有什么好抢的 你真以为是我付款吗 我就算想付 他刚刚才赚了一百万给我 今天的消费肯定由我来付 感谢叶风魂大大送来的 大神认证 感谢老板的厚爱 昨天四百发电 累计一千一百多 大佬们看完后 记得随手赏两个发电的话 两天应该能到两千 感谢大佬们 每人每天可以发电三次 累计两千加更 感谢各位大大送来的各种礼物 和用爱发电 万分感谢 发电方式如下 第258章 心里的小窃喜 见林婉成这样说恭敬也不好再去抢 因为他听出来了 这抢着付款 明明是在赚钱啊 虽然恭敬也想赚这样的钱 但明显不好去跟杨凡的正牌女人抢 于是羡慕地说道 天 他真是太宠你了 明明都已经是小妇婆了 却舍不得让你花一分钱 林婉成文言后 顿时满脸幸福地看向杨凡 不远处的罗峰和沈一新 听见这两位美女的对话后 简直惊呆了 十万是小钱 还抢着付款 还有 逛个商场而已 杨凡竟然直接给自己的女朋友 赚了一百万 四 两人心里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虽然他们之前就猜到杨凡这几年混得很好 但却没有想到 已经混到连逛个街都能赚一百万的地步 这得多有钱啊 沈一新轻力度加十 沈一新的脸色顿时复杂起来 心思也活络了不少 暗想着 这样的男朋友 简直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呀 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机会呢 杨凡同时带两名美女逛商场 很明显是不介意多几个女人的 或许 想到这里 沈一新的心里顿时有些后悔起来 因为杨凡已经知道他跟罗锋在一起了 也不知道影响大不大 但总归要试试吧 以沈一新现在的想法可以看出 只要他有机会跟杨凡有点什么 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将罗锋给甩掉 杨凡听见沈一新的亲密度 突然长了十点后愣了一下 好奇地转头看了他一眼 发现他也正看着自己 杨凡大概能猜到一些 这个妹子长亲密度的原因 心里好笑的同时 开口说道 你们慢慢逛 我们就先走了 沈一新露出甜甜的笑容 好的 我们微信联系 有机会出来聚聚 好 随后杨凡带着林婉晨和龚敬离开 今天的逛街之旅也就到此为止了 当三人开车回到别墅后 杨凡正靠在沙发上休息 林婉晨走过来对他说道 老公 我去超市买菜 你晚饭想吃什么 杨凡并没有什么特别想吃的 所以显得很随意 你看着办吧 好 那我一会就回来 林婉晨走后龚敬缓缓来到了杨凡面前 用似笑非笑的表情看了他一眼后 很自然地坐到了他的怀里 看向他的大眼睛眨了眨 轻土如蓝地说道 有没有想我呀 杨凡文言微微一笑 并没有说话 恭敬见到他的反应后 主动将脑袋靠近 轻轻地印了上去 半个小时后 别墅的大门被打开 只见林婉晨替着两袋刚刚买好的菜走了进来 直接往厨房而去 杨凡也起身缓缓朝厨房走去 正在切菜的林婉晨 听见拖鞋身后 转头看去 见到是自家男人走过来 脸上顿时露出了笑容 老公 你先休息一下吧 吃饭还得等上一回 今天有你爱吃的红烧肉哟 杨凡走过去 从身后搂住林婉晨 脑袋轻靠在他的肩上 嗅着他嗅发上的香味 另一边 刚刚回家 将今天逛街买的东西放好后 休息了一个多小时的沈一新 本来正靠在床上想着事情的他 突然听见手机铃声 响起拿在手里一看 是他的男朋友罗锋打来的 犹豫了一下将其接通 刚一接通手机 就传出男朋友的声音 宝 休息好了吗 我现在开车过去接你吃饭 沈一新只是随意地应了一声 好 到了发信息 带挂了电话后 他对着镜子补了下妆 随后 他依然是有些心事重重的样子 自从今天偶遇老同学杨凡后 他就偶尔会出现这种现象 看来商场的事情 对他的震撼不小 回家放好东西后 他就不自觉地会出现 拿罗锋与杨凡比较的现象 而且一对比 他就会感觉到一阵心烦 第259章 无理取闹的小坐经 当沈一新走到自家楼下后 罗锋的车已经停在路边 他见状暂时埋藏心里装着的事情 朝车子方向缓缓走去 带他坐进副驾驶 刚刚系好安全带 驾驶位上的罗锋 就看向他问道 宝 今天想吃什么 沈一新此时明显没有太大兴致 所以只是随意地说了一句 随便 罗锋并没有去在意 而是稍微思索了一下后说道 那我们去吃火锅吧 上次吃的那家酸汤牛肉 还挺好吃的 你觉得呢 今天不断用自己男朋友 跟杨凡做比较的沈一新 听见罗锋老问自己 心里又不自觉地出现一丝烦躁 于是淡淡地看了他眼说道 你都说了 酸汤牛肉上次才吃 今天为什么不能吃点别的呢 吃炒菜或者烤肉不行吗 罗锋文言后愣了一下 但也并没有去多想 而是很迁就地说道 行 那就去吃炒菜吧 谁知沈一新听男朋友这么说后 还来劲了 只见他看着对方 有些无语地说道 我说你一个大男人 能不能有点主见呢 罗锋文言后直接梦了 暗想 沈一新这是怎么了 亲起来了 此时他多少也发现了 自己女朋友的状态 好像不太对 但一想到这是自己辛辛苦苦 花了几个月 好不容易才追到手的白月光 所以还是尽量心平气和地解释 宝 你这是怎么了 不是你说的 吃炒菜或者烤肉吗 沈一新美好气地说道 你说要吃上次吃的火锅 我说既然上次吃过了 那为什么不能吃炒菜或者烤肉 我也没说要吃炒菜啊 罗锋简直快无语了 这完全就是在虎脚蛮馋嘛 他压制住心里刚刚出现的那一丝不满 继续问道 那你说 你想吃什么 沈一新此时心里的烦躁增加了一些 很想对一下自己的男朋友 于是越发美好气地说道 别老问我行吗 是你要带我去吃饭 不是我要带你去吃饭 罗锋盯着沈一新看了片刻 随即心里叹了口气 多少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那你到底是想吃炒菜 还是烤肉 你想吃什么 我就带你去吃什么行吗 罗锋的语气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沈一新当然能听得出来 但他根本就没有去当回事 只见他抱着双手 依旧我行我素地说道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吃了 我特吗 罗锋好险没有直接对着他抱起粗口 心想 这简直是在无理取闹嘛 他心里的脾气此时也有些上来了 满脸不耐烦地说道 行 那就不吃了 回家 然而沈一新可没有要回家的打算 只见他不满地看着罗锋问道 你现在对我连这点耐心都没有了是吗 当初你追我的时候 那些甜言蜜语是怎么说的 都忘了是不是追到手了 就不用珍惜了 罗锋文言简直无语大发了 但又不想沈一新小题大做 于是争辩道 不是我对你没有耐心 而是我真的不知道 你到底想干嘛 不就是吃个晚饭吗 没有必要这样吧 而沈一新满脸失望地看着他 还装模作样地叹了口气说道 你真的是一点也不懂我 好失望 家人们 谁懂啊 这是何等的卧槽 罗锋见女友这样说 做事做了点 但感觉也不太像是想将事情扩大的样子 为了不把这莫名其妙的矛盾激化 于是他只能无奈地说道 好吧 我错了 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长 可能在了解方面还有所欠缺 但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我们去吃烤肉吧 沈一新见罗锋服软 这时感觉心里的烦躁感基本消失了 最重要的是 他暂时还没有跟对方分手的打算 于是就打算放对方一马 顺着台阶下了 只见他点了点头 好 我们去吃文昌阁那家 直接从自己的无理取闹 做到罗锋服软 这就使得沈一新之前郁闷的心情舒服了不少 所以说 当两个人在一起后 只要有一方能做到有恃无恐的话 就有做的特权 相对的另一方就会很辛苦 但另一方如果不能拿捏 又舍不得放手的话 那也只能怪他活该了 这时 罗锋见沈一新不再继续做 心里也是松了口气 赶紧给予回应 没问题 我们就吃文昌阁那一家 说完后 他一脚油门将车开走 对于自己女朋友突如其来的无理取闹 罗锋也并不是没有去想原因 甚至也想过 会不会是因为今天遇见杨凡 然后自己被对比了 虽然他觉得有这种可能 但如果不想将矛盾激化的话 他肯定不可能明着问出来 而且 就算他问出来了 沈一新也不会承认 所以他没有给自己找事做 虽然一想到自己 可能被自己的女人拿去 与其他男人做比较这种事情 使得他心里非常不爽 甚至生气 但舍不得放手的他 对于这种事情 并没有很好的应对办法 所以他自己给自己洗脑 心里想着 这是因为 他跟沈一新在一起的时间不长 等时间长了以后 渐渐地让沈一新看到他的好 他相信 一定可以用他的真心感动对方 说到底 还是经历得太少 再加上白月光的天然光环 这使得罗峰还天真的想着 用真心来感动一个 并不在乎他感受的女人 但凡吃过几次爱情苦的男人 都不会像他这般幼稚 另一边 林婉晨此时已经将饭菜给做好了 于是对着正在沙发上 腻在一起的杨凡和龚敬两人喊道 老公 静静 先去洗个手吧 马上就可以吃饭了 听见这位大美人的声音后 龚敬立刻从杨凡的怀里起来 踩上拖鞋就往厨房快步走去 一边走还一边说道 玩 我来帮你端菜 杨凡也慢悠悠地起身 去洗手间洗了个手后 坐上了饭桌 没多久就见到林婉晨和龚敬两位大美女 不断给他吹汤夹菜 静心伺候着他吃饭 而龚敬此时笑着提议道 家里有酒吗 我们不喝点小酒娱乐一下吗 感谢肥肥林和林克大魔王 两位大大送来的大神认证 感谢严小七大大送来的 抱更洒花 感谢三位老板的厚爱 昨天四百发电 累计一千五百多 大佬们看完后 记得随手赏两个发电吧 感谢大佬们 感谢各位大大送来的各种礼物 和用爱发电 万分感谢 发电方式如下 发电话